不 一道尖叫声突然响起 将在场所有人吓了一跳 唐东满头大汗地睁开眼睛 四周竟然是医院的病房 这让他呆若目击 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被虎籍狮王击败 正在被对方啃食吗 他记得十分清楚 自己被逼带队 去讨伐一只强大的虎籍狮王 那狮王强大无比 自己竭尽全力 也只能勉强将其击败 但这个时候 手下的队友却突然反水 给了他致命一刀 原来这一切都是算计 起因是他之前救了一个受伤的神秘女子 但那女子 却早已经被基地内某大人物家的公子看上 自己却抢了对方英雄救美的机会 如此招来了杀机 唐东 你叫唤的什么鬼 既然醒了就赶紧起来 工地上今天还有活要干 你要是干不完 小心扣你的工资 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站在病床上 指着唐东破口大骂 唐东看向他 脱口出 留八皮 当环顾四周之后 尘封许久的记忆 逐渐浮上心头 哈哈 重生了 他竟然重生回到了末日开始前 前世 那一天 他如同往常一般在工地上干活 然而艺术作品中的怪物 降临现实世界 全球大变 哥布林 巨龙 僵尸 妖灵 丧尸 数之不清的怪物 毁灭了人类世界 所有人挣扎求生 不仅仅是幻想中的怪物 就连地球上存在的生物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一些幸运 则是获得了特殊的能力 他们统一自称为觉醒者 前世他对觉醒者羡慕不已 就可以瞬间成为人上人 为此他用尽了一切办法 但觉醒能力时 已经错过发育的最好时机 只能看着别人高歌猛进 而自己只能在泥潭中挣扎 现在 他居然重生了 回到了一切刚开始的时候 怎么会重生 这种逆天的事情 唐东心中震惊 想起了自己临死前 忽然看到的光芒 他将意识沉入石海中 一个神秘的黑色令牌 正静静地躺在里面 散发着淡淡的光滑 果然是你 唐东心中一阵 这神秘令牌 是他前世偶然之间得到的 当时得到这块令牌时 这令牌也让他觉醒了能力 之后 他一直随身携带 意图研究出其中更多的秘密 但始终不得其法 最后彻底放弃 万万没想到 自己死亡之后 这令牌 竟然让他重生回到末日之前 那黑色令牌表面 遍布玄奥的符文 此刻有着一部分正在闪烁 显然 令牌被激活了一部分 但依旧还有着隐藏 王耀明 前世我在你面前 卑微犹如虫子 你甚至算计 害我死于虎记失望之口 这一世 我要逆天改命 你施加给我的耻辱 我要让你百倍奉还 唐东当场肆意狂笑 刘八皮不由地吓了一跳 再度对着唐东破口大骂 操 你疯了吗 你小子还敢叫我刘八皮 今天的工资 你还想不想要啊 弄清楚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 唐东立刻从病床上起身准备离开 没想到刘八皮竟然拦住了他 唐东 我跟你小子说话你 啊 刘八皮对着唐东指指点点 但下一刻就是一阵剧痛传来 唐东抓住了他的手 咔嚓一声直接扭断 刘八皮顿时凄厉惨叫 叫你刘八皮又如何 我给你这个狗东西打工两年 你每天想尽办法扣我的工资 这笔账今天我们该算算了 唐东双眼冰冷到了极致 眼前这人是他的远方亲戚 但性格却是财如命 为此不择手段 他高中毕业前来投奔刘八皮 没想到对方为了压榨他 用计让他欠了一大堆钱 之后便让他打工还账 同样的工作 刘八皮指支付他七成的工资 剩下的钱全部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不仅如此 刘八皮还要找各种理由进行客扣 晚上更是住在工地最角落的破烂棚子里面 今天外面超过四十度的高温 他还被刘八皮逼着在大太阳下干活 这才中暑进了医院 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出了人命不好收场 恐怕对方都不会过来看自己一眼 末日之后 刘八皮靠着一手能说会道的本事 巴结上了一个觉醒者 并且将他当作诱饵去引诱怪物 要不是他福大命大 恐怕早就死了 想到过往的种种 唐东眼里的杀意愈发的沸腾 唐东 你小子真是反了天了 别忘了你当初流落街头 可是我收留的你 现在你小子忘恩负义 竟然对我动手 刘八皮怒骂不止 呵呵 唐东口中冷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当初被人欺骗 以至于流落街头 就是你在背后算计 什么 刘八皮眼里不由得一阵慌乱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唐东心里已经对刘八皮判了死刑 不过现在不是动手的时机 他可不想因为现在杀了对方 而被抓紧监狱 更何况 刘八皮爱财如命 自己要让对方失去一切再死亡 这才是真正的解恨 想到这里 唐东转身就走 临走之前 只是留下一句话 留着你这条狗命多活几天 好好享受最后的人生吧 唐东离开了 刘八皮心中 早已经怒火万丈 妈的 这个狗东西 今天真是胆肥了 竟然敢这么骂我 老子在云江 这些年可不是白混的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能怎么报复我 唐东禁止地离开了医院 走到大街上 入眼是繁华的城市 与热闹的街头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不过等到末日降临 这些全部都会消失 到时候 这些繁华的城市 将会成为最恐怖的地狱 距离末日降临还有一个月 我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的能力为统御 可以操控绝大部分怪物 诸如丧尸 哥布林 狼人 鬼怪等等 前世我刚觉醒 不久就被算计死亡 完全没有发挥出统域的强大 我记得云江市 就有一只潜力不错的动物 前世对方实力成长了虎籍巅峰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一方霸主 我现在就去将其收入麾下 那前期 我就不用担心危险了 唐东的脸上 有着兴奋的神情 这就是先知先觉的好处了 靠着这个优势 他完全可以占尽先机 唐东立刻行动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了云江动物园 买票后 跟随者人流进入其中 直至抵达虎园 虎园四周十分的热闹 到处都是来观看老虎的人 唐东混在里面毫不起眼 他目光落在虎园里 很快锁定了一只老虎 就是他 前期我见过那只鬼虎 尽管对方变异之后 无恙出现了变化 那脸上那一道疤痕 依旧急剧辨识度 虎园内 一头体型庞大的公虎 懒洋洋地趴在一块巨石上 它身躯庞大 比起虎园内 其他三只老虎盐 大了不止一圈 尽管只是趴在石头上 但依旧展现出沉重的气势 如同巡视一方的霸主 唐东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 控制这头虎王 沉思一翻后 唐东决定晚上再来 到时候 悄悄潜入虎园之中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月朗星熙 皎洁的月光从天而降 好像是为整个动物园 披上了一层洁白的月纱 此刻午夜十二点 一道人影从厕所里走出来 赫然就是唐东 他环顾四周 发现没人之后 立刻来到虎园的所在 四只猛虎都在虎穴里休息 因为感受到陌生人的靠近 老虎显得躁动不安 四双绿油油的眼睛 在黑暗中死死盯着 前进虎园的唐东 但有一头显得格外暴躁 好 虎王嘀吼了一声 冰冷的虎目里 逐渐涌现出杀意 他看着唐东伏低着身体 好像随时会扑上来 好 不愧是虎王 唐东不禁反喜 就在这个时候 虎王猛地飞扑上来 瞬间就来到唐东面前 就是现在 一人一虎四目相对 一抹妖异的光芒 猛地从唐东的双眼里 暴射而出 钻入虎王的双眼里 能力发动 双方的精神 在无形的世界里疯狂碰撞 唐东能力 虽然刚觉醒不久 但压制眼前这头 还未变异的虎王 绝不在话下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 虎王的精神 就已经落入下风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就是最为原始的精神碰撞 唐东的精神 一次又一次地 冲击虎王的精神世界 如同一头狂暴的猛兽 咔嚓 当第一道缝隙出现的时候 预示着这场战斗 唐东胜利在望 哄 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唐东的精神 彻底冲突虎王的精神世界 在其灵魂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当唐东的精神收回时 也带走了虎王一缕精神 不过就在唐东 要操控虎王这一缕精神时 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突然有了异动 怎么回事 唐东大吃一惊 虎王那一缕精神 瞬间脱离他的控制 被神秘黑色令牌 直接纳入其中 唐东顿时傻眼了 这算什么 我的能力发动失败了 不对 唐东马上发现 自己已经与虎王 建立了精神联系 而且非常牢靠 抬手 趴下 翻滚 跳跃 他对虎王下达一系列命令 对方完全没有任何反抗 唐东小心翼翼 用精神去触碰黑色令牌 刹那之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传递出来 涌遍他的全身 咔咔咔 一阵骨骼扭动的声音响起 唐东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以惊人的速度在蜕变 这种变化来得快 去得也快 同时 一段信息也出现在 唐东的脑海里 还没等唐东回过神来 变化已经彻底结束 哈哈 虎穴内 唐东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肆意狂笑 阅读完黑色令牌 传递过来的信息 他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如此 黑色令牌 可以托管我与怪物间的联系 如此一来 我就可以与很多个怪物 同时签订契约 而且每签订一只怪物 我都可以获得 那只怪物身上的一部分能力 从而强化自身 老虎肉体强大 因此我获得了 体魄强化的能力 那我以后 要是与巨龙签订联系 那我是否可以获得龙西呢 与巨人签订 我岂不是可以获得巨脸 而这还只是令牌 现在激活的能力 那完整的令牌 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想到这里 唐东新潮澎湃 仿佛已经看到了 自己统一无数怪物 君临四方的场面 有着如此逆天的能力 只要我一路成长 未来必将当事无敌 唐东内心激动无比 压下心中的狂喜 他抚摸着虎王的头 道 你是我的第一只怪物 就叫鬼虎吧 鬼虎嘀吼了一声 顺从地趴在唐东脚边 前世无论是怪物还是觉醒者 都统一分为五个等级 狼 虎 鬼 龙 神 我前期能力觉醒得太晚 实力勉强只有虎级 但顶尖的觉醒者实力 甚至达到了龙级 龙级怪物的实力 足以覆灭一座幸存者基地 常规的核弹都难以消灭 这一世我一定要达到那样的程度 甚至是超越 突破到前所未有的神级领域 唐东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没有多做犹豫 唐东离开了虎穴 带着鬼虎在街上行走太过扎眼 他决定等待末日后 再过来带走鬼虎 第一只怪物已经顺利得到 我还需要修建一座坚固的庇护所 用以囤积物资 末日之时 无数的怪物将会降临 想要获取物资非常困难 庇护所更是重中之重 唐东难难自语 不过打造一个坚固的庇护所 要花费的资金可不是小数字 他这两年被刘八皮压榨 现在全身上下 仅仅只有五百块钱而已 这还是他好不容易偷偷存下来的 看来需要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了 唐东的双眼里面闪过一道金光 彩票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现在的时间是4月8号 我记得下一株国家彩票 是明天正式开采 前世我也买了这一株彩票 只是买错了 现在我完全可以贷款购买这一株彩票 只需要一次 就可以让我一夜报复 唐东的眼里有着兴奋的神情 重生果然就是好 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金钱 不过等到末日来临 钱立刻就会成为废纸 他现在只是需要资金来前期使用而已 唐东马上拿出了手机 然后开始各种贷款 网络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网贷 哪怕一家贷出来的金额不多 数字总能上去的 三千八千一万一万五两万 短短不过两个小时 唐东银行卡里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三万 不够 这点钱远远不够 唐东摇了摇头 但很快有了主意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刘八皮 再向你收点利息吧 他先回去了工地一趟 随即走进一家银行 并来到柜台面前 我要办理抵押贷款 我名下有一套房子 我要抵押 唐东毫不犹豫 拿出了证明 不久之后 唐东重新从银行里出来 而这一次 他银行卡内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万 零零零 电话铃声响起 是刘八皮打来的电话 唐东 你TM在干什么 你居然用老子房子 去做抵押贷款 你马上滚到我面前来 否则我扒了你的皮 听着电话里的咆哮 唐东脸上有着冷笑 那套房子 既然在我的名下 那自然就是我的房子 有本事你就来找我要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说吧 唐东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套房子是刘八皮 收下的隐秽资产 根本见不得光 正是因为如此 刘八皮才会登记 在自己的名下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胆子会这么大 直接把他的房子 拿去做了抵押贷款 唐东随手将手机 丢进了垃圾桶 然后换了新的手机 和电话卡 卡里有了一百万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 开始计划了 没有任何犹豫 唐东打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国家彩票中心 这里非常热闹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模样 很多人都做着 一夜暴富的美梦 前世他也一样 不过现在不同了 他重生而来 已经知道了 会开出什么数字 其他人是碰运气 而他只需要 则是开了偷试卦 很快排队轮到了唐东 他拿出了银行卡 口中道 一百万 押注零五四八 五一二一 什么 旁边的其他人文言 顿时大吃一惊 脸上全是震惊的神情 小兄弟 你疯了吗 押注一百万 买一个数字 这要是没中怎么办 柜台服务员 也是吓了一跳 他再三确定 先生 您真的要下这一注吗 没错 尽快给我办理 唐东毫不犹豫 死 旁边的人接连到西凉气 疯子 这家伙简直就是疯子 有一百万 还用得着来买彩票吗 他是脑子有问题 简直是笑死人 这家伙是白痴吧 竟然花一百万只买一注 我倒要看看他 怎么亏死 一道道讥讽声接连不断 面对众人嘲讽 惊呼的话语 唐东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不多时 唐东便飘然离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半个小时后 唐东来到一家五星级酒店 他花了十万 开了十天的最高级房间 然后便开始耐心等待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中午 唐东坐在大床上 电视已经打开 马上就到十二点 那就是正式开奖的时候 他一边悠闲地 吃着顶级牛排 喝着红酒 一边耐心等待 嘴角勾勒出微微的笑意 十二点正式到来 主持人开始咬奖 各位观众 一月一次的国家彩即将开始 不知道这一期的幸运又是谁呢 现在让我们正式揭晓答案 主持人摇动着滚轮 第一个球很快落地 赫然是数字零 然后是五 之后便是四 八个数字 很快揭晓答案 赫然就是昨天唐东购买的那一串号码 好 唐东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脸上的笑容浓郁至极 哈哈 果然中了 我下注一百万购买 在权重的情况之下 我所得到的回馈 就应该是十亿 扣除掉税收 我可以得到六亿 唐东心中激动 有了这六亿 那么打造庇护所的启动资金就足够了 前世他可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现在才只是重生第二天 就赚到了常人一生也赚不到的钱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前世我卑微犹如泥土 挣扎在末日的底层求生 甚至被王耀明这个二代算计致死 这一世 我要逆天改命 那些所有欺负过我的人 我全部都要让他们百倍偿还 唐东心潮澎湃 半个小时之后 唐东来到了昨天的彩票站 他没有进行任何的伪装 直接大摇大摆的进去 来了来了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整个彩票站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同时瞬间疯狂 赌神 求你收我为徒啊 大量的人直接涌上来 一个个满脸激动与狂热 仔细一看 这些都是 昨天看见唐东买了彩票的人 他们昨天是嘲讽 但现在所有人都换了一个脸色 昨天嘲讽的有多狠 现在舔的就有多狂热 有不明所以的人 见到这个情况 脸上全是愕然 这是怎么回事 旁人立刻解释道 这个人就是昨天花一百万 压一柱数字的那个人 我们都以为他是白痴 谁知道我们才是白痴 中了 他竟然中了 一百万全中 整整赚了十亿 草草草 旁人全都惊骇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很快 彩票站的工作人员就赶来 将唐东客客气气地迎接进入里面的房间 彩票站经理满脸微笑地走上前来 唐先生 恭喜恭喜 你花一百万中了 我们彩票站的号码 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奖励 总共十亿 扣除税收之后六亿 现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之后 还希望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万分感谢 说话间 彩票站经理将一张不记名的银行卡 放到唐东面前 唐东微微一笑 我会的 他转身离开 外面的人则是疯狂不已还在等待 但唐东早已经从后门走了 不多时 神秘青年豪志百万购买彩票 一招命中 狂赚十亿的事情就上了新闻 某工地上 刘八皮百般无聊地看着新闻 他脸上还有着暴怒的神情 一想到唐东竟然抵押了他的房子 刘八皮就感觉心都在滴血 这个时候 一则新闻忽然闪过 赫然就是彩票站的宣传 虽然只展现了唐东的背影 但刘八皮还是一下子认出来了 他眼睛瞬间就红了 一百万 唐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你TM竟然拿我的一百万去买了彩票 而且还中了十亿 十亿啊 这十亿应该是我的 刘八皮喘着粗气 眼睛里面全是贪婪 他立刻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喂 胡子 帮我抓一个人 那小子偷了我的钱 我要你尽快抓住他 他一定还在云江 速度一快要快 否则他就跑了 名胜建筑公司 一辆黑色的轿车行驶而来 在大楼前停止下来 车门打开 一身名牌服装的唐东 从车上走下来 他静止进入大厅 前台妹子看着唐东 那一身价值不菲的衣服 立刻微笑着走上前来 先生 您好 欢迎来到名胜集团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我要与你们公司谈一笔合作 资金大约六亿 你们董事长在什么地方 唐东语出惊人 让前台妹子吓了一跳 前台妹子瞬间热情似火 连忙将唐东邀请进入会客厅等待 同时紧急通知了上面 顶层的某办公室里面 赵明正在忙碌处理公司的文件 这时 秘书脚步匆忙地从外面进来 董事长 大顾客来了 有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来到我们公司 想要与我们谈一笔合作 资金大约六亿 秘书满脸惊喜 六亿 赵明吓了一跳 哪怕名胜集团有着数十亿的资产规模 六亿也绝对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贵客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过去看看 赵明立刻起身 两人快步来到会客厅 进门后 赵明便见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正在其中 他不由地打量着对方 唐东此刻也在打量着赵明 心中想着 如何招揽对方 赵明 前世云江幸存者基地的二把手 集聚商业与管理天赋 尽管不是觉醒者 但对方却将硕大的云江幸存者基地 管理得井井有条 哪怕是许多强大的觉醒者 都对他恭敬有加 唐东自己未来也要建立幸存者基地 眼前的赵明 就是非常好的招揽对象 他之所以选择名胜 就是冲着赵明来的 你好 敢问先生贵姓 赵明微笑着 快步走上前 唐东清敏一口茶水 我叫唐东 我想要与赵董谈一笔合作 我打算建立一个大型的地下庇护所 准备总投资六亿进入其中 由你们公司负责修建 但要求在一个月内 必须修建完毕 庇护所 赵明满头雾水 眼里更是疑惑 好怪的要求 有六亿干什么不行 居然打造什么庇护所 我们一定完成 赵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只要唐东前给到位 具体打造什么 他不在乎 我要求庇护所建立在地下 外墙全部采用最坚固的材料 来进行打造 至少要可以承受常规导弹的轰炸 庇护所内部分为四层 通风 赵明 发电 居住 全部都要一应俱全 同时可以容纳至少五十人 在里面居住 而在庇护所的表面 则在修建房屋与围墙 构造要类似于城堡 围墙同样要能够承受常规导弹的轰炸 并且庇护所围墙的四周 挖出一道护城河 用作防护 唐东说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听得一旁的秘书目瞪口呆 这个人疯了吗 他是要打造休闲庇护所 还是末日堡垒 赵明的目光也不断闪烁 显然十分惊讶 唐先生 这样的堡垒打造起来并不简单 不知道您 他的话还没说完 唐东立刻道 我会支付三亿订金 剩下的三亿三个月后支付 没问题 庇护所明天就可以开始打造 赵明毫不犹豫答应 只要钱到位 建造不是问题 双方马上签订了合约 唐东一口气支付了三亿的订金 让赵明脸上饿开了花 双方对此都十分满意 赵明更是邀请唐东中午吃饭 显然是想要与唐东加深合作关系 唐东毫不犹豫拒绝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能在这里浪费 离开明胜之后 许青再度来到了另一家公司 直接找到前台 我要从你们公司禁购一批价值一个亿的物资 你们董事长在什么地方 唐东大手一挥 前台连忙通知了经理 双方很快在会客厅见面 唐先生 总经理一脸堆笑地走上前来 我需要大量的生存物资 要求能够供应一万人生存一年以上 唐东口气极大 可以长时间保存的食物 干净的水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武器 国内搞不到枪械 所以我要特种攻募 钱不是问题 食物很快搞定 唐东再度来到了一家汽车公司 很快见到了对方的负责人 我需要定制一辆特种越野车 这辆车需要全部采用特种钢加固 动力全面升级 轮胎 玻璃 车体全部都要防弹 唐东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接连一个上午的时间 唐东都在各大公司之间来去 整整六亿的资金 硬是被他花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欠了一大笔为款 但随之换来的 则是一个即将打造的庇护所 与海量的物资 这一边 三亿资金砸下去 名声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唐东将庇护所的地点 选在了云江的郊区 从末日而来的他 甚至之后的城市有多危险 一旦末日到来 无数的怪物就会降临城市 越是庞大的城市 越是危险 晚上 唐东准备回到酒店里休息 但这时 他忽然察觉到 有人在盯着自己 他眼角的余光 看向某个角落 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赫然就在那里 唐东立刻走过去 那人见状马上朝着巷子里面狂奔 但他又如何逃得过唐东的追捕 还没跑出巷子 就被抓住 你是谁派来的 唐东掐住了他的脖子 差点让其窒息 别 是刘爷让我过来的 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 那人看着 唐东那凶悍的气质 差点吓尿 刘八皮 唐东不由得冷笑 然后一记手刀 将这人打晕过去 果然是刘八皮 不过现在末日还未到来 现在就杀了刘八皮 未免太无趣 我要等到末日之后 再好好玩弄他 唐东嘴角勾勒出 争鸣的笑容 哄咚咚 第二天 庇护所立刻开始打造 无数的工程车行驶到了这里 硕大的工地热火朝天 地面被挖开 然后浇灌特种水泥 等到凝固之后 便是兼顾无比的防御 鸣圣的动作很快 短短不过大半个月 庇护所就已经初步成型 地下部分已经盖好 地面则是在起堡垒 外面更是小型的护城河 这么大的动作 引得许多人非常好奇 不少人都在打听 到底哪个败家子 脑子有问题 居然这么晚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月已经只剩下几天 酒店里 唐东接到了赵明的电话 庇护所堡垒 已经正式修建完成 唐东立刻前往了地点接收 在检查了一遍之后 他非常满意 庇护所堡垒十分坚固 足够他前期使用 无论是安全性 还是舒适型 都非常有保障 哪怕是虎籍怪物 也无法攻破这里的防御 庇护所堡垒建设完成 唐东随即通知了其他的公司 很快大量的物资 便已经运输过来 一车又一车 庇护所满载的物资运输 进入庇护所堡垒中 将地下那大型的仓库 全部塞满 他来到仓库中 入眼所到之处 全部是满满的物资 几乎是堆积如山 与此同时 唐东所定制的特种越野车 也正式建造完成 当越野车被送到唐东的面前 他的眼睛不由地亮起 唐先生 您要的车已经做好了 全防弹构造 动力强劲 气势十足 就算是碰到了坦克 这辆怪兽 也能正面碰一碰 负责人脸上有着笑容 好 唐东十分满意 庇护所完成 物资储备完成 座架打造完成 庇护所内 唐东坐在最深处的房间里 脸上有着浓浓的期待之色 所有前期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末日的到来 前世 我卑微犹如泥土 而这一世 我要改变一切 我要君临天下 独步世间 唐东说出这句话时 眼神里面满是疯狂 转眼间 三天就过去了 正午 无数人依旧如同往常一般 去上班工作 城市内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街道上亦是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 放眼望去 任谁都能称赞一声 繁华盛世 然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仿佛炸起了一道沉闷的巨响 一下子让所有人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纷纷抬起头看见天空 随即便看到了 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无数五光十色的光芒 在天空上涌现 一时之间 竟然遍布了整个天空 这绚丽的光芒充斥着天空上 仿佛是最夺目的色彩 哇 发生了什么 怎么变成这样啊 一青年兴奋的大叫 浑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只是他 街道上许多人也都停止了下来 一个个全部抬起头 欣赏着一声难以看见的奇景 美丽往往伴随着危险 忽然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瞬间打破了此刻的氛围 啊 救命啊 惨叫声响起 不远处的街道上 一头浑身有着鲜血的奇怪人类 正在攻击着另外一人 那奇怪生物眼里 有着嗜血的光满 一把将一个中年女人 扑倒在了地上 旁边的人见状 连忙上去阻拦 喂 你在干什么 旁人大声呵斥 但让他们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嗜血的怪物猛然张开了嘴 直接一口咬在了中年女人的喉咙上 哔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一大块血肉 直接被撕咬下来 啊 四周尖叫声与慌万声 瞬间此起彼伏不断 有人很快认出了 那怪物的身份 丧尸 这是电影里面出现过的丧尸啊 旁边的人满脸愕然 胡说八道什么 丧尸只是电影里面的东西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又是一道尖叫声响起 只见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五 浑身绿色的人形怪物 正在追着一个女人 TMD 这不是哥布林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有人震惊不已 那绿色的矮小怪物 简直跟动漫里的哥布林一模一样 而这仿佛还只是开始而已 短短时间里面 一个又一个的怪物在城市当中出现 刚开始 人们还以为是角色扮演 但当血腥事件出现的时候 人们这才惊恐地意识到 这些根本不是道具和扮演 而是真正的怪物 救命啊 快跑 有怪物来了 别杀我 求求你别杀我 惊恐声 尖叫声 呵斥声 无数的声音在城市里面交织 原本还安静祥和的城市 在短时间内彻底聚变 城市仿佛变成了人间地狱 数之不尽的怪物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 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 不仅仅是云江 而是全世界范围 一时之间 整个世界都彻底混乱了起来 哪怕是没有人的地方 都会出现怪物 甚至连无人踏足的深海 也出现了怪物的身影 仿佛世界上 已经没有安全的地点 大海上 一艘豪华邮轮正在行驶 能够登上这艘邮轮的人 都非复即贵 此刻他们正在歌在舞 浑然不知道 死亡已经即将降临 一人准备回到船舱里面休息 他打着哈欠 回到自己房间 然而刚刚打开房门 一个浑身腐烂 散发着臭气的僵尸 便扑了上来 瞬间咬住了他的脖子 啊 那人当场惨叫 声音惊动了其他的乘客 有人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便看到那人被僵尸疯狂 稀释鲜血 短短不过十几个呼吸 那人身上的血液 就被全部吸干 僵尸眼里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将目光看向了在场的其他人 有怪物啊 快跑 船舱里尖叫声 此起彼伏不断 同样的一幕幕在世界各地不断地上演 有人在僵尸啃食 有人被丧尸追杀 有人被冤魂缠身 有人被小鬼追捕 庇护所堡垒中 唐东睁开了眼睛 他此刻正在看着电视 电视里面的节目 也彻底是一片混乱 有人正在报道着怪物出现的情况 但话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被一头丧尸 直接扑倒撕药 惨叫声瞬间响起 很快 电视节目便是一片雪花 唐东接连换了好几个台 都是一样 他拿出手机 观看网络上的情况 网络上亦是一片混乱 无数人发帖说自己 被怪物追杀 这一幕太熟悉了 前世他也经历了一次 不过前世的他慌乱不已 而现在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地狱降临了 接下来 我也要开始行动起来 如今怪物刚刚降临 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怪物 还不算强大 绝大部分都只是狼籍而已 虎籍及其携手 鬼籍基本上没有 我需要尽快提升实力 是时候去接鬼虎了 唐东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他毫不犹豫地起身 随后开始穿戴装备 全套军攻击防护 特种鞋 特种头盔 强力弓弩 特制尼泊尔军刀 一系列装备穿上后 唐东这才来到地表 他打开了车库 那一辆怪兽汉马 已经静静等待 哄 哄 哄 犹如野兽咆哮一般的 引擎轰鸣声响起 怪兽汉马 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击射而出 与此同时 庇护所堡垒的大门 自动打开 一头怪兽 从里面冲出来 一个漂亮的 甩尾飘移之后 开始在公路上飞驰 唐东开始 怪兽汉马 在郊区的道路上飞驰 很快 一群哥布林 就成群结队地 出现在他面前 七八只哥布林 发现唐东之后 立刻朝着他冲过来 白痴 唐东脸上 浮现出一丝 争鸣讥笑 怪兽汉马 与哥布林间的距离 迅速接近 然后两者狠狠地 碰撞在一起 碰 大量的鲜血与断肢 瞬间四处飞舞 哥布林直接被碾压而过 这些不过狼街 下级的哥布林 与特制怪兽汉马 碰撞在一起 下场不言而喻 唐东坐在怪兽汉马内部 甚至连一丝颠簸 都没有感觉到 哈哈 爽 唐东兴奋大笑 哥布林只是最弱小的怪物 但这种怪物 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 七八只 甚至十几只哥布林 足以轻易猎杀普通人 前世末日刚刚降临 他没少在哥布林手中吃亏 唐东一路碾压而过 时不时碰到怪物 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步伐 一路以横冲直撞的姿态 来到了云江动物园 车门打开 唐东从车上走下来 只见眼前的云江动物园 也成为了人间地狱 一个个游客全部变成了怪物 地面上更是鲜血淋漓 被丧尸咬了吗 前世评价 丧尸为新人杀手 果然是不差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一根合金球棒 已经被他从车上取下来 眼前这个动物园 显然有丧尸巨献出现 那丧尸恐怕刚出现 就开始疯狂咬人 然后一传十 十传百 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好 丧尸游客发现唐东之后 立刻嘀吼一声狂奔而来 尽管丧尸化后 速度不如普通人 但乌泱泱一大群冲过来 依旧极具威慑力 兄弟 快跑 这些人变成丧尸了 这时 不远处某个房屋里面 一个人大喊着提醒唐东 那人刚刚大喊出来 旁边的同伴赶忙呵斥 杨洁 你不要命了 你这么大喊大叫 将那群丧尸吸引过来怎么办 唐东转过头看了一眼 只见不远处三楼的房屋内 几个青年正在阳台上 刚才那道提醒的声音 就是其中一个青年喊出来的 心地不错 唐东微微一笑 然后直接冲入了丧尸群中 看着唐东 竟然冲入丧尸群 阳台上那几个青年 震惊不已 那个人疯了吗 面对丧尸竟然还敢冲上去 啪 碰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沉重的合金球棒 瞬间砸在一个丧尸的脑袋上 那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丧尸的脑袋 已经如同西瓜一般炸开 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唐东手中的合金球棒回转之后 再度砸下 第二个丧尸的脑袋直接炸开 碰 碰 碰 接连沉闷的声音响起 唐东不断挥舞着合金球棒 每一棒都精准地 落在丧尸游客的脑袋上 瞬间将其打爆 他力大无比 速度更是迅捷 经过虎之力增幅后 唐东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狼街终极 此刻这些丧尸游客 撑死了狼街下级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唐东犹如虎入羊群 所到之处丧尸游客的脑袋接连炸开 他纵身一跃 整个人飞跃而起 跳跃到高台上狂奔 脚下就是嘶吼疯狂的丧尸游客 但却半点影响不到唐东的脚步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 他就越过了丧尸圈 杀入动物园内部 操 阳台上 几个青年看着这一幕 眼神里全是震撼 高手啊 这是哪位大佬 坐驾如此拉风 伸手居然也这么吊炸天 几个青年震惊无比 忽然 其中一人盯上了 唐东留下的怪兽汉马 他不由得道 兄弟们 我们机会来了 刚才那人开过来的车非常霸道 我们可以开着那辆车离开 那人的话 让其他几人犹豫 被叫杨洁的青年 则是当场反对 你们疯了吗 那个大佬的座驾 你们也敢抢 而且我们把他的车抢了 等他出来 怎么离开 杨洁呵斥着几人 其他几人都冷漠地看着他 一人冷笑道 杨洁 现在是末日了 你还发什么圣母心 没看到整个城市都沦陷了吗 外面全都是怪物 现在自己活命 才是最重要的 几人说着就赶忙下楼 杨洁只能看着 根本无法阻止 那几人来到怪兽汉马的面前 准备撬锁将其开走 但一阵巡视后才发现 这车坚固无比 他们根本打不开 这TM是防弹材料 连玻璃也是防弹玻璃 咱们一起用力砸 我就不幸砸不开这车 一人大怒道 此时 动物园内 唐东一路冲进动物园的深处 刚刚靠近虎园 就听到了巨大的虎啸声 好 虎啸山林 震动四眼 虎园里面 一群丧尸游客 正在疯狂地进攻 咆哮声此起彼伏不断 但一头巨大的老虎 却一己之力 挡住了所有丧尸游客的进攻 赫然就是鬼虎 鬼虎的身躯更加庞大了 肩高已经达到了1米5 体长超过3米 庞大的身躯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面对众多丧尸游客的围攻 鬼虎七进七出 巨大的力量 迅捷的身形 锋利的獠牙 尖锐的力掌 随便一巴掌 便能将一头丧尸游客打飞出去 可怕的咆哮声 更是震耳欲聋 好 这一幕看得唐东狂喜 鬼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鬼虎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唐东非常满意 他只是目测一下 大概是狼街上级 鬼虎本身就是虎王 此刻经过元气的强化 站立更上一层楼 他面对着四周 几十只丧尸游客的进攻 依旧显得游刃有余 这些丧尸游客 完全无法对鬼虎 造成任何的威胁 被击败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仅仅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二十多只丧尸游客 被全部击杀 地面上到处都是鲜血与断枝 场面血腥到了极致 或许是感受到了 唐东的靠近 虎猿内其他几只老虎 纷纷低吼起来 警惕的目光 全部落在了唐东的身上 这使鬼虎猛的一声低吼 强有力的虎肘 落在旁边普通老虎的身上 鬼虎冲着这三只 普通老虎低吼一声 随后让人惊奇的一幕 便发生了 原本充满敌意的 三只普通老虎 瞬间目光柔合起来 一个个全部趴在了地上 露出沉浮的姿态 好 唐东心中狂喜 万万没想到 鬼虎还给了他这样的惊喜 显然 鬼虎已经成为了 其他三只普通老虎的王 有着鬼虎在 这三只普通老虎 也会向自己臣服 此时 鬼虎也迅速地跑了过来 轻腻地蹭着唐东的裤腿 受到元气的强化 现在鬼虎的体型 明显比之前更加庞大 好孩子 带着你的小弟 我们走吧 唐东脸上 有着浓浓的笑容 鬼虎起身低吼一声 那三只普通老虎 立刻跟了上来 一人四虎 直接杀出动物园 有着四只老虎作为护卫 唐东瞬间悠闲了起来 一路上所遇到的怪物 完全没有让他动手 快步来到了动物园外 唐东正准备开车离开 但定睛一看 就让他脸色黑了下来 自己的座驾旁 有着几个人正在破坏 他们拿着砖头和铁棍 正在狂砸怪兽汉马的驾驶室玻璃 显然是想要抢车离开 找死 唐东双眼里面闪过寒光 感受到他的想法 鬼虎瞬间狂奔而出 一旁的三只老虎也紧随其后 好 虎啸声传遍四野 将正在砸车的几个青年吓了一跳 他们转过头一看 差点当场吓得软瘫在地上 操 老虎啊 一人瞬间吓得面色发白 立刻拔腿狂奔 其他两个人也是狼狈逃窜 但他们的速度 又怎么可能比老虎更快 仅仅只是片刻就被追上 鬼虎脸上杀意盎然 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他速度极快 一个飞扑便跨越七八米 砰 虎啸落在一个青年的身上 那人的身体 犹如破布袋一般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地上口吐鲜血不止 三个抢车的青年 片刻就被收拾了 当场重伤倒在地上 听到了一人走来的声音 你们胆子可真不小啊 连我的车都敢抢 唐东冰冷的声音响起 一人颤抖不止 眼里满是惊恐 大 大哥 我们错了 求求大哥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我们只是一时之间 干了错事而已 呵呵 唐东口中不由地冷笑 他动了动念头 一旁的鬼虎瞬间扑上去 咔嚓 那人的喉咙直接被咬碎 当场死亡 临死的时候 眼里还有着恐惧与不敢相信 似乎是震惊眼前的男人 下手这么狠了 三人死亡 唐东的眼里 没有半点波动 经历过前世的末日 他深知人心的黑暗 末日之下 人心的丑陋面会 彻底暴露出来 杀人放火 公虽女干 他不知道见过了多少 忽然 唐东目光看向了不远处 赵杰浑身一哆嗦 连忙从角落里出来 大哥 别杀我 我没有抢你的车 赵杰高举着双手 看向唐东的目光里 有浓浓的敬畏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我记得你 你就是刚才提醒我的那个人对吧 没错 我叫赵杰 赵杰连忙点头 唐东眼里闪过一抹赞许 你的品性还不错 有兴趣加入我的队伍吗 我愿意 以后只要老大一句话 上刀山还是下游锅都没有问题 赵杰大喜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 唐东从动物园一路杀出来的场景 他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不仅伸手强大 而且明显可以操控旁边那四头老虎 显然是拥有特殊能力 跟随着这样的强者并不算丢脸 很好 接下来你开一辆货车 跟在我的身后 我们先返回基地 唐东立刻开始行动 两人马上动作起来 四头老虎站不可能钻进怪兽汉马里面 唐东让赵杰找了一辆货车 然后让老虎钻进货车厢里面 好在赵杰会开车 虽然驾驶技术不怎么样 但将货车开走还是没什么问题 轰隆隆 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唐东的怪兽汉马在前面开路 赵杰驾驶者相视货车跟在后面 两辆车离开了动物园 朝着堡垒所在的位置而去 一路上所到之处 整个城市都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鲜血 断肢 惨叫 哭嚎 无数的怪物充斥着整个城市 放眼望去 犹如是人间炼狱一般 赵杰看着这一幕早已经是心惊胆战 而唐东的脸色则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唐东没有在这个时候选择救人 先不说他能力有限 不可能救下所有人 再者 堡垒面积也是有限的 他不可能将所有人都收纳进去 现阶段的目标还是以堡垒为中心 然后开始逐渐往外扩张 一方面猎杀怪物 一方面收拢幸存者 然后建立幸存者基地 唐东目标十分坚定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先去将赵明救出来 他的管理能力是我所需要的 有了赵明的帮助 任何幸存者基地的管理问题 我就不用操心了 说到这里 唐东立刻拨通了赵明的电话 多 多 多 一阵盲音传来 电话等了一会儿后 才被接通 赵明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唐先生 赵明有些疑惑 赵总 很高兴再次见面 多谢赵总之前一个月 将我的堡垒修建好 现在我居住着十分舒服 唐东看似调侃了一句 但实则为展现自己的能力 果然 那头赵明的声音 瞬间有些惊喜 唐先生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唐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末日之前就修剪了一个庇护所堡垒 实在是让人羡慕 呵呵 唐东口中轻笑 高瞻远瞩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刷 赵明不由的面色一变 他很聪明 否则也不可能白手起家 创立硕大的名胜集团 现在经过唐东的提醒 他不由的猜测起来 实话实说吧 我两个月前 觉醒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这种能力 能够让我在一定程度上 预知未来 我通过能力 看到了末日的到来 因此 这才修建了这个庇护所 我的资料 赵总肯定调查过吧 那一注彩票的号码 就是我通过能力看到的 唐东如是道 哄 这话让赵明心中震撼 但他几乎没什么思考 立刻就相信了 正如唐东所说 他早就调查过唐东的资料 知道对方原本只是 普通的建筑工人而已 但却孤注一掷 花了一百万购买一注彩票 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但唐东就是做了 就好像是知道那一注彩票 一定会中奖一样 唐先生 您告诉我这些 不怕我泄露出去吗 赵明语气略微低沉 对于人才 我向来有着最大的宽容与信任 现在我向赵总发出邀请 如果赵总有兴趣 可以加入并入住到我的堡垒内 现在赵总应该面临着麻烦吧 外面到处都是怪物 赵总有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吗 只要你答应 我现在就过来救你 唐东发出了邀请 电话那头 赵明犹豫了片刻 最终做出了决定 十分荣幸 哈哈 好 欢迎赵总加入我的幸存者基地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就过来 唐东心中喜悦 管理人才到手 不可谓不爽 明胜集团总部大楼 赵明说出了自己的位置 唐东闻言不由的皱眉 明胜集团的总部大楼 位于市中心 那里人口密集 怪物数量也是最多的 他不知道前世赵明是怎么逃出来的 但现在要他进入市中心就一个人 然后安全带出来 难度着实不小 市中心太危险了 我需要一些时间 接下来 我会去找一架直升机 然后再去救你 唐东如是道 赵明立刻提醒 距离堡垒东边12公里远的云江第三人民医院 里面有一架医用直升机 好 方方挂断了电话 唐东随后加快速度 他没有直接前往医院 而是先回到堡垒里面 不多时 堡垒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 货车内的赵捷看着眼前的堡垒 眼里有着惊喜 堡垒那厚重坚固的围墙 显然是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 轰隆 堡垒大门打开 两人开车行驶进入其中 随后从车上下来 阿杰 接下来你待在基地里面 我要去救一个人 唐东到 赵捷马上到 老大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虽然没什么实力 但好歹能帮点忙 行 唐东点头答应 正好看看赵捷的能力 唐东带着赵捷来到地下庇护所 然后拿出了一大堆的装备 穿上这些 然后拿上武器跟我走 唐东 赵捷点点头 手脚麻利地将防护装备穿在身上 然后选择了一把特制机械骨 两人立刻出发 怪兽汉马再度从堡垒中行驶而出 这次的目标则是直指云江第三人民医院 坚固的怪兽汉马一路上横冲直撞 怪物都被碾碎 街道上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是其他人也在开车逃命 但更多的是 车辆拥堵在了道路上 以至于在市区通行开始变得困难 老大 前面车辆太多了 我们恐怕很难一路撞过去 我知道哪里有小路 让我来开车吧 赵捷开口道 唐东眼睛亮起 立刻将车停下来 好 你来开车 两人打开车门准备调换座位 然而就在唐东刚刚下车的时候 暗处一只隐藏的怪物 立刻扑了上来 老大小心 赵捷急忙提醒 唐东瞳孔一缩 立刻从车内拿出一张盾牌 挡在自己身前 碰 下一刻 他感觉到巨大的力量袭来 整个人不由地接连后退好几步 好大的力量 使狼街终结 唐东脸色凝重万分 对方再度攻击了过来 唐东马上翻滚躲过 趁着空隙的时候 他终于看到了对方的模样 这赫然是一头奇形怪状的怪物 怪物有着绿色的皮肤 但身形却十分高大 目测身高至少在两米 强壮的肌肉遍布身体上下 一双新红色的眼睛里面 有着沸腾的杀意 这又是谁幻想出来的怪物 唐东不由地皱起眉头 元气降临 无数人幻想中的怪物被巨线出来 这种巨线出来 这种巨线不仅仅是 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怪物 同时还包括着一些少数人的幻想 或许仅仅只是做了一次梦 他梦中的怪物 就被巨线到了现实当中 好 绿皮肌肉怪低吼一声 他再度冲锋上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头比他更加庞大的猛虎 从怪兽汉马当中一跃而出 狠狠地撞在了绿皮肌肉怪的身体上 碰 绿皮肌肉怪的身形 犹如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当场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墙壁上 这出现的身影赫然就是鬼虎 只见鬼虎凶神恶煞 守护在了唐东的面前 唐东不由地笑了 白痴 我可是召唤师 谁会给你肉捕啊 鬼虎 杀了他 他一声令下 鬼虎立刻飞扑上去 锋利的胡爪落在绿皮肌肉怪的身上 那看似强壮的身躯 顷刻之间就多出了三道血淋淋的伤痕 大量的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绿皮肌肉怪在鬼虎这个狼街上级面前 根本没什么反抗余地 两者实力差距巨大 完全被玩弄在鼓掌之间 鬼虎的血盆大口张开 直接一口咬在了绿皮肌肉怪的喉咙上 咔嚓 他的脖子直接被咬断 绿皮肌肉怪当场死亡 成了一具尸体 这时 鬼虎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挖开绿皮肌肉怪的胸膛 从其体内拿出了一枚金石 圆巾 唐东眼睛亮起 心中称赞自己的运气 老大 这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赵捷好奇地询问 这是圆巾 一些怪物死亡之后 体内的元力会汇聚在一起 最终形成这样的圆巾 越是强大的怪物 形成圆巾的概率就会越高 狼街的怪物实力都不强 因此得到圆巾的几率不大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普通人吸收圆巾 可以强化身体 觉醒者吸收圆巾 不仅可以强化身体 同时还可以提升能力 唐东说着 将圆巾放入口袋内 继续出发 两人上车后 为了避免刚才的袭击再次发生 唐东直接让鬼虎 趴在了怪兽汉马的车顶 哄 引擎轰鸣声响起 赵捷一脚踩下油门 强烈的推背感瞬间传来 怪兽汉马 也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击射而出 怪兽汉马一路飞驰 根本不能停止下来 整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怪物 如果停下来 马上就会面临 被怪物围攻的境地 哪怕是鬼虎的实力 都难以保护两人周全 因为怪物太多 两人时不时就要选择绕路 期间有人看到车辆进攻 连忙挥手示意 想要上车 但全部都被唐东无视 看着远去的怪兽汉马 那些人不由地破口大骂 不多时 两人到达了云江第三人民医院 沉重的怪兽汉马 直接撞开医院的大门 冲入其中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医院里面的怪物 顿时一大群各色不明的怪物 便冲了上来 只见此刻医院里面 也成了人间地狱 地面上到处都是鲜血 所有人都受到了怪物的袭击 硕大的医院 已经不知道死亡了多少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也全都躲藏了起来 两人打开车门下车 有鬼虎在前面开路 然后冲进了医院里面 好 体型庞大的鬼虎 仗着自己的实力 可谓是肆无忌惮 一路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冲入了医院的最深处 只见医院急诊大楼的楼顶 赫然就停放着医用救护直升机 老大 直升机就在那里 赵杰提醒道 走 我们上去 唐东毫不犹豫 两人立刻从楼梯上去 但到了天台才发现 大门竟然从外面被锁上了 鬼虎 降门撞开 鬼虎立刻上前 巨大的胡爪 狠狠拍在天台的大门上 哄 大门狠狠颤抖了一下 随即唐东就听到了 天台内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 老大 外面有人啊 看来应该是逃难的人 赵杰也听到了 唐东没有理会什么 让鬼虎再一次动手 碰 这一次 大门再也撑不住 瞬间被撞开 鬼虎一马当先冲出去 紧接着 外面就是尖叫声刺耳 唐东与赵杰两人走进天台 外面鬼虎已经将一个人 扑倒在了地上 别 别吃我 我不好吃 我的肉不好吃的 呜呜呜 这一个外貌看上去 大约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 被鬼虎吓得嚎槽大哭 女人容貌十分漂亮 虽然年纪不大 但身材却异常的火辣 身上那普普通通的护士服 都遮挡不住曼妙的身姿 此刻眼泪汪汪的样子 看上去更是我见游连 鬼虎 唐东喊了一声 鬼虎立刻放开了女护士 乖巧地回到唐东身边 女护士停止哭泣 然后惊魂未定地从地上起来 当看到鬼虎趴在唐东身边时 不由得满脸愕然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害怕 这是我的召唤兽 你是医院的护士 你知不知道 这架直升机的钥匙 在什么地方 唐东询问道 女护士惊疑不定 但看着乖巧无比的鬼虎 他不由地相信了唐东 怪物竟然还能被人类控制 女护士心中惊讶 他眼睛转了转 我知道直升机的钥匙在哪里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你们带着我一起走 否则我就不告诉你们 赵杰没有说话 转过头目光 看向唐东 等待着他的决心 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是十分愿意的 毕竟作为男人 谁又愿意看到这么漂亮 可爱的女护士 被怪物吃掉呢 可以 我答应你的条件 唐东点头 带走一个人并不麻烦 眼前女护士的条件十分合理 要是 就在对面大楼五楼的保管室里面 但对面大楼里 有一头强大的怪物盘踞 我不知道你的召唤兽 能不能对付他 女护士如是道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顺着女护士手指的方向 他看了过去 只见对面赫然是住院大楼 但此刻那栋大楼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的生意 甚至看不到怪物的踪迹 果然有强大的怪物在 唐东心中警惕 这种情况他太熟悉了 怪物之间也会发生争斗 因此 一旦当发现某个地区 没有任何怪物踪迹 那就说明 这片区域盘踞着一头 实力恐怖的怪物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看见那头怪物的样子吗 唐东转过头 女护士回忆了一下 是一个老太太 虽然身形看上去非常瘦弱 但实力却极其恐怖 她的动作 好像是猫一样灵敏 而且 双手长着锋利的指甲 唐东敬意不定 是不是还有一张猫脸 对对对 女护士一拍手 连连点头 唐东脸色凝重 猫脸老太 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中的怪物 没想到居然出现在这里 这下有些麻烦了 赵洁惊讶不已 老大 难道这些怪物 全都是我们人类幻想中 具现出来的吗 没错 唐东点了点头 这话 让赵洁与女护士都震惊不已 而这个时候 唐东则是思索着 怎么解决猫脸老太 这种怪物他前世 曾经遇到过 猫脸老太的实力非常恐怖 至少都是狼街上级 对方行动敏捷 实力惊人 特别是那一双手锋利的指甲 更是堪比利剑 前世 他与十几个逃生的人 遭遇了猫脸老太 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 对方的恐怖 直到现在 都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面 同位狼街上级 仅仅只靠鬼虎 有些不太保险 看来我需要招募一些炮灰了 唐东的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经过思索 唐东决定控制一些怪物 给鬼脸打辅助 普通的怪物 肯定不是猫脸老太的对手 哪怕只是牵制 也需要狼街终极才行 他闭上眼睛 将意识沉入石海当中 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再度出现在他面前 通过神秘令牌的托管 我可以同时操控多只怪物 但有着精神力的限制 契约的怪物越强 占用的份额就越大 但反之怪物弱小 那我就能够控制更多的数量 我的精神力量 因为重生的原因 只剩下狼街巅峰的程度 那么除开鬼虎之外 我还可以同时操控 十只狼街终极的怪物 足够了 唐东的眼里有着精光 十只狼街终极 再加上鬼虎制的狼街上级 足以将猫脸老太杀死 甚至他想着 要不要将猫脸老太只是击败 然后契约对方 定下计划之后 唐东重新睁开了眼睛 发现赵杰与女护士 都在看着他 你们两个待在这里 阿姐 你保护他 我去想办法 解决那只猫脸老太 唐东如是道 赵杰自告奋勇 老大 我也跟着你一起去吧 我应该能帮上一些忙 唐东笑了笑 他拍了一下赵杰的肩膀 你现在的实力 还参与不到这个层次的战斗 你留下来就好 保护好这个女人 但如果真的遇到危机 那你就直接丢下她 自己逃跑 这话让女护士大为不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约定好了 你要带我离开的 唐东瞥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约定 那种东西不就是用来撕毁的吗 他很快离开 留下了赵杰与女护士在天台上 自己则是带着鬼虎下楼 一人一虎刚刚下楼 立刻就有怪物涌上来 一头丧尸朝着唐东扑过来 那张牙舞爪的样子 足以让普通人丧尸反抗的勇气 唐东面色冷冽 一柄开山刀早已经在他的手中 破 刀锋横斩 锋利的刀刃划过丧尸的脖子 一颗头大的人头立刻高高飞起 咕噜噜在地面上不断地滚动 解决了这头丧尸 唐东没有任何的停止 继续朝着楼下杀过去 四周围上来的怪物实力都不强 仅仅只是狼街下级而已 不过很快 第一头狼街终极的怪物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只见十几米外的走廊处 一只变异犬正趴在地上 当唐东出现 变异犬从地上起身来 第一个炮回来了 唐东眼里有着灵光 鬼虎 啥 将这只变异犬限制住 鬼虎嘀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立刻扑了上去 原本气势汹汹的变异犬见状 当场吓得夹起了尾巴 区区一条狗 哪怕在元气的作用下变异 但在鬼虎面前 显然是翻了不什么风浪 变异犬畏惧地趴在了地上 唐东立刻走过来 一人一狗目光对视 统一的能力瞬间发动 强大的精神力量涌现出来 狠狠地撞在变异犬的精神世界外 经过不断的轰击之后 对方的精神被成功击溃 唐东的精神随即长驱直入 在变异犬的灵魂深处 留下了一枚特殊的印记 契约正式完成 唐东重新睁开了眼睛 变异犬汪了一声 乖巧地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继续出发 第一只炮灰已经到手 但它还需要更多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 终于在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后 十只炮灰全部到位 唐东也带着它们 来到了住院大楼的门口 唐东脸色凝重 警惕的目光巡视着四周 十只炮灰怪物则是走在前方 唐东给它们下达了搜寻的命令 变异犬时不时地趴在地上嗅探着 其他的怪物也都在用各自的方法寻找 唐东则是掉在后面 身边紧贴着鬼虎保护它的安全 第一楼很快搜寻完毕 但却并没有发现猫连老太的踪迹 唐东立刻前往二楼 二楼很快也搜寻完毕 还是没有发现 怎么回事啊 难道猫连老太已经离开了住院大楼 唐东不由地眯着眼睛 整个住院大楼近悄悄一片 到处都是死寂一片 硕大的住院大楼 原本应该有很多病人的存在 但此刻这些病人都已经被全部杀死 唐东随便走进一个病房 只见病床上的人都已经死亡 这些人无一例外 身上只有锋利的贯穿伤 鲜血流淌而出 以至于整个病房都充满了浓重的血腥味 全部死于利剑贯穿的伤势 应该是猫连老太的指甲 唐东分析着 他继续向上搜寻 很快是第三层 第四层 一直到最后的第五层 但猫连老太 还是没有现身 唐东紧锁着眉头 他怀疑猫连老太已经离开 但这只是怀疑而已 因此 警惕心并没有减少任何半点 前世末日数年的经历告诉他 想要在末日当中生存 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警惕心 当你丢掉警惕心恶的那一刻 就是你死亡的时候 唐东移动着脚步 很快来到了保管室的门前 他推开保管室的大门 立刻在里面搜寻起来 很快便找到了直升机启动的钥匙 可以离开了 不管猫连老太是不是还在 等我坐着飞机离开 这些就跟我没关系了 唐东如是地想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细微的声音忽然响起 传入他的耳朵里 与此同时 唐东感知到自己契约的一只怪物 已经死了 出现了 唐东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同时给剩下的九只炮灰怪物 下达指令 去东面 杀那只怪物 九只炮灰怪物立刻行动起来 全部朝着五楼走廊东面的方向过去 唐东也同时从保管室里面冲出来 只见不远处 战斗已经打响 原来猫连老太 刚才就隐藏在五楼走廊的尽头 因为一只炮灰怪物探寻过去 因此被猫连老太杀掉了 但这也让对方暴露出了身形 走廊尽头 一个身形苍老的老太太正扒在墙壁上 她的举止动作好像是一只猫一般 同时双手生长着锋利的黑色指甲 仔细看去 这个老太太的五官脸庞最让人恐惧 原本人类的五官并没有看到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张神似猫的面庞 猫的脸长在了人类的身上 仅仅只是这个形态 就足以让一般人吓破胆 常人见了 恐怕只想着立刻逃跑 杀了他 唐东目光冰冷 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猫连老太是狼街上级的怪物 他想要知道对方会不会爆出圆巾来 圆巾可以迅速提升实力 他很需要 好 好 好 一道道怪物的吼声响起 九只炮灰怪物已经扑了上去 与此同时 猫连老太也开始反击 他纵身从墙壁上飞扑下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猫连老太的身形灵活万分 仅仅只是片刻就来到了第一只炮灰怪物的面前 一双锋利犹如利剑般的指甲撕裂空气 落在了那只炮灰怪物的身上 破 血肉之躯直接被撕开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染红了地面 双方一照面 那炮灰怪物当场被重伤 猫连老太没有任何停顿 扑向下一只 他的身形太灵活了 哪怕是在狭小的医院走廊里面 猫连老太也能轻易闪避 那几只炮灰怪物的攻击 辗转腾挪之间 反倒是让炮灰怪物开始出现死亡 这一边 唐东取下了随身的特制机械�弩 一根箭矢已经上膛 瞄准了不远处的猫连老太 箭矢上尖锐的三角箭头 闪烁着寒光 犹如是死神的镰刀 So 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唐东扣下了扳机 箭矢机事而出 瞬间跨越数十米的距离 来到了猫连老太的距离 然而眼看着就要射中猫连老太 对方却在半空中猛然扭转身躯 让箭矢擦着他的脸颊射过 定在了后面的墙壁上 果然不行 弩箭没有射中 唐东并没有意外 才是怪事 刚才那一剑不够碰碰运气罢了 但远处 猫连老太或许是被激怒 目光瞬间锁定在了唐东的身上 见状唐东并不慌乱 反倒是比划出一个挑衅的手势 你 过来 猫连老太双眼内杀意盎然 恐怖的杀气 好像是要凝聚成实质 他立刻朝着唐东狂奔过来 数十米的距离 只是转瞬即逝 眼看着就到达了唐东的面前 那锋利的指甲 马上要将其喉咙隔开 但就在这时 唐东却后退了一步 让开了身形 好 一道恐怖的咆哮声陡然出现 随之而来的 就是鬼虎庞大的身形 原来鬼虎就躲藏在唐东旁边的保管室里面 一直埋伏着 猫连老太此刻人在半空当中 根本无法闪躲这样的攻击 身体狠狠地承受了鬼虎沉重的攻击 虎爪如同拍苍蝇一般 落在猫连老太的身上 让其身形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出去 砸进了对面的病房内 撞在墙壁上 发出一阵响动 鬼虎一击得手 立刻追杀过去 一人一虎在狭小的病房里面 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与此同时 剩下的五只炮灰怪物也冲了进去 原本病房内空间就不大 此刻更是显得有些拥挤 机会来了 唐东再度拿出了特种机械弩 弩剑开始瞄准猫连老太的身形 病房内 猫连老太以一敌六 以鬼虎为主力 其他五只炮灰怪物为辅助 对猫连老太进行正义的围攻 五只炮灰怪物 在唐东的控制之下 完全是誓死的态度 哪怕凭着死 也要限制猫连老太的行动 一只炮灰怪物抓住机会 猛地扑上前 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了猫连老太 鸟 猫连老太口中发出愤怒的尖叫声 锋利的指甲 直接插入那炮灰怪物的双手 但依旧无法挣脱 就是这一瞬间 猫连老太的动作停顿下来 so 尖笑声再度响起 一根黑色的弩箭击射而来 直接射入了猫连老太的脖子 破 力剑入体 剧痛让猫连老太疯狂不已 脖子上更是鲜血喷涌 仿佛是察觉到了自己必死 猫连老太陷入了疯狂 一双利爪疯狂地挥舞着 破坏四周的一切 鬼虎 不要上前进攻 唐东眉头狂跳 他赶忙让鬼虎出来 这个时候的猫连老太 已经是风中残竹 此刻不过临死挣扎罢了 他可不想让猫连老太的 临死挣扎 伤到了鬼虎 果然 脖子被弩箭射穿的猫连老太 在经过最后的疯狂之后 力量与速度都越来越弱 病房里 紧剩的炮灰怪物最后扑上去 最终与猫连老太同归于尽 猫连老太 死 成功了 唐东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他早就设定好了作战计划 既然猫连老太的身手非常敏捷 那就将对方拖入狭窄的地方战斗 然后用人海战术拖住对方 自己再用弩箭偷袭 唐东走入了病房当中 他踢开了地上的尸体 然后切开猫连老太的身体 很快 一枚大约拇指大小的紫色晶体 被他挖出来 哈哈 我今天真是红韵当头 唐东狂笑不止 两枚猿精 这在末日刚刚降临的第一天 可谓是相当丰富的收获了 完成了目的 唐东没有犹豫 立刻离开 重新回到了急诊大楼的天台上 老大 你没事吧 赵捷快步上前来 我没事 猫连老太已经被我解决 钥匙也到手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离开 阿姐 你开车带着他与鬼虎返回堡垒 我去接人 唐东道 赵捷毫不犹豫地点头 没问题 女护士文言立刻摇头 不不不 我要坐直升机 地面太危险了 唐东瞥了他一眼 语气冷淡道 要邀你就坐车 要邀你就留在这里 自己选吧 一旁的赵捷文言 不由地悄悄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老大 哪怕是面对娇滴滴的美人 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拒绝与训斥 这可是性感漂亮的美女护士 这都能拒绝 实在是楷模 女护士脸色变了一下 看着一身凶悍的唐东 他纵然心中委屈 也只能答应下来 双方暂时分道扬镳 唐东坐上了直升机 随后将其启动 轰咚咚 螺旋桨慢慢旋转起来 强烈的气流吹息着四周 慢慢地 直升机缓缓起飞 在半空中掉转机头后 朝着远处而去 直至消失在两人的面前 我们走吧 车就在下面 有鬼虎保护我们 普通的怪物不用担心 赵杰脸上有着笑容 他现在愈发地肯定 自己之前的做法 跟着唐东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女护士垮着脸 脸上有着担忧的神情 但情况已经定下来 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好 鬼虎嘀吼了一声 随后走在了前面开路 快 我们跟上 赵杰连忙道 两人跟在鬼虎的身后 一路上杀出一条血路 女护士刚开始 还是担忧的神情 但看着鬼虎在前面 大杀四方 那些怪物根本靠近不了 原本的担忧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兴奋 太厉害了 这头老虎 怎么这么强 女护士精致的脸蛋上 有着喜悦 这是当然 这可是 老大的赵幻兽 不强能被老大看上吗 赵杰笑着 两人跟着鬼虎冲出医院 很快来到了 怪兽汉马的面前 死 女护士看着怪兽汉马 不由得倒吸凉气 这就是你们的车 你的老大 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辆车明显是特制的吧 全身防弹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 女护士震惊不已 赵杰耸了耸肩 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也不知道 两人坐上车后便离开 而另一边 唐东则是驾驶着 一用直升机 前往市中心的 明胜集团总部大楼 数百米高的天空上 一架白色的直升机 飞驰而过 螺旋桨的轰鸣声 引起了地面怪物的注意 但面对飞翔 如此之高的直升机 这些怪物 也只能无能狂目 唐东驾驶着飞机 一切显得清澈熟练 作为在末日 生活了三年的人 驾驶各种载具 早已经是 驾轻就熟的事情 想要在末世中生存 驾驶载具 基本上是基础技能 就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鸣叫声 陡然响起 唐东低头一看 只见地面上 一头一盏 足足四米的鸟形怪物 朝着直升机飞扑过来 血鸟 狼街终极 唐东立刻认出了这种怪物 这种怪物 是被丧尸病毒感染 变异而来的鸟类 前身不祥 但实力却不弱 出自于某款游戏 也是被原力据献出来的 唐东没有理会歇鸟 对方的飞行速度虽然不慢 但想要追上 高速飞行的直升机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果然 仅仅几秒的时间 血鸟就被甩在了身后 唐东朝着市中心而去 一路上又遇到了 好几次飞行怪物 但都是有惊无险 被直升机甩掉 他目光看向下面 此刻市中心 已经彻底是人间地狱 这里人口密集 在无数人的幻想之下 具现而出的怪物数量 简直庞大至极 街道上到处都是怪物 有嗜血疯狂的丧尸 有成群结队的变异犬 有身高两三米的小型巨人 有模样猙獰的虫族 放眼望去 这里简直是怪物乐园 市中心很快抵达 名胜集团的总部大楼 也随之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名胜集团总部大楼内 一群人正躲藏在顶楼会议室中 这些人都是名胜集团的员工 此刻他们脸上 全都有着精具的神情 同时还有着绝望 现场的气氛 沉闷压抑到了极致 几个女员工 甚至偷偷哭泣了起来 我不想死啊 一女员工满脸绝望 旁边一人健壮 脸上满是不耐烦的神情 哭什么 简直吵死了 你要是因为哭声 引来了外面的怪物 劳子第一个将你丢出去 那男员工大声呵斥 旁边的人健壮 谁又有心情确管这种事情 人群里面 赵明也在这里 相比于其他人 他的脸色则是显得冷静许多 几个安保守卫在他的四周 其中一人的身上还受着伤 鲜血流淌而出 染红了衣袖 会议室内气氛凝固到了极致 在庞大的压力之下 所有人的精神都紧绷着 随时都有可能断练 终于 一人忍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他猛地起身来 然后一把扑倒了旁边一个女员工的身上 开始疯狂撕扯着他身上的衣服 反正马上就要死了 临死之前 老子要爽一把 那人满脸疯狂 身下的女员工 则是尖叫不已 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求求你们 女人哭泣尖叫着 旁边其他几个女人大惊失色 纷纷紧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 那人的动作 如同是压垮罗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立刻有好几人起身来 目光全都看向了角落里面的女人 都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赵明起身来 呵斥着眼前的场景 赵总 几个女人健壮 连忙跑过去 寻求庇佑 赵明将他们挡在身后 脸上的神情有着凝重 因为赵明的呵斥 刚才几个精神临近崩溃的男人 都冷静下来 一脸羞愧地走开 而最开始那人还在疯狂 赵明立刻上前 狠狠一巴掌 扇在了他的脸上 王强捂着自己的脸 顿时勃然大怒 草迷马 赵明 你TM敢打我 你以为 现在还是以前吗 都已经世界末日了 谁TM 还在乎你公司老总的身份 说话着 王强看向其他人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外面到处都是怪物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 不顺着死之前好好爽一把 到死后 你们别后悔 这话极具煽动性 几个人露出了异动的神情 但绝大部分人 则是皱着眉头 呸 你王强愿意做禽兽 可别拉着我们 我这辈子就没干过坏事 就算要死了 我也不想自己这辈子名声坏掉 一人破口大骂 王强文言不由得冷笑 装模作样 刘洞 你小子平日里没少看那种片子 你装什么圣洁 大家都是男人 有什么好隐藏呢 现在不完 你们之后还能玩得了吗 现在 我就要最后疯狂一把 愿意加入的 就站到我这里来 不得不说 王强的话很有煽动性 一些人脸上明显露出了异动的神情 见到这一幕 赵明的脸色 不由得更加凝重 外面已经是末日 他现在还能靠着以前的威望 震得住这群人 但这种威望 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人性最为可怕 一旦没有了规矩的束缚 再加上死亡的威胁 人性会爆发出最为丑陋的那一面 他不想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仅仅是因为看不下去 同时也是 因为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都安静吧 现在的局面 还没有危险到那种程度 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 未必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我们这里足足有12个男人 4个女人 接下来 我们自己制作武器 外面那些怪物 虽然数量庞大 但我们也有反抗之力 赵明语气低沉 难道你们愿意堕落成为野兽 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吗 这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的神情都阴晴不定 赵明说完了话之后 随即将矛头指向了王强 他神情冰了 王强 你这个人平时看上去老实 但没想到 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 如今到了末日 我们不团结在一起也就罢了 你还想要对他人施暴 王强被一顿呵斥 顿时恼羞成怒 他大怒 赵明 你TM别装模作样 我们就快要死了 谁还管那些 老子早就看你不爽 我今天就要肆意妄围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阻拦我 话说完 王强已经直接扑了上来 眼看着就要与赵明扭打在一起 然而就在他扑到赵明面前的时候 赵明不退反进 他猛然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了王强的手 瞬间一个过肩衰 将王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啊 王强被砸得痛苦惨叫 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 赵明神情严肃且冰冷 你真以为我手无腹肌之力吗 四周的众人见状 口中不由的倒吸凉气 用骇然的目光看着赵明 赵总平日里面看上去丝丝闻闻 没想到伸手这么厉害 旁人满脸惊愕 赵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他目光扫过众人 沉声道 我准备组建一个幸存者小队 目标是逃出市中心 然后活下去 有谁愿意加入 短短不过棘手 赵明就已经建立了威信 不得不说 当真是十分有手段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纷纷起身来 我愿意加入 我不想死在这里 与其等死 我更想要搏一搏 我也愿意加入 算我一个 马德 我要跟外面那些怪物拼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队伍已经建立起来 见状 赵明的脸上不由的露出笑容 很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将这个会议室里能用的东西 都拆下来当做武器 然后我们杀到天台上面去 赵明开始制定计划 有人表情疑惑 赵总 为什么我们要去天台 难道不是应该下楼吗 等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我们想要离开市中心 只有这个办法 赵明没有直接说出来 众人最终选择了相信赵明 一群人立刻在会议室里面翻着起来 那些桌子椅子 全部被敌拆掉 然后用桌椅腿 当做棍棒来进行使用 很快 一群人便制作了简易的武器 期间王强也不敢再说什么 老老实实地混在队伍里面 当所有人都准备好 人们随即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只见外面净悄悄一片 走廊上 房间内 办公室中 这些往日熟悉的地方 此刻全部都是鲜血与残缺的尸体 那些没有来得及躲避的人 已经死在了怪物的手下 这惨烈的阴木木 让赵明等人都不由地变了脸色 胆子稍小的人 甚至已经开始颤抖起来 谁也不要叫 我们尽量安静地前往天台 不要惊动任何的怪物 赵明压低声音 随后一马当先走在前面 他的手中拿着一根铁棍 那是从一张桌子上拆下来的 虽然不算结实 但简单使用一下 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 朝着楼梯所在的方向过去 但没走多远的距离 一只形态扭曲的怪物 就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好 那怪物长相非常猎气恐怖 不知道是谁幻想出来的 尽管是人类的形态 但却长着三条腿与四只手 五官更是争鸣扭曲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就让人心神颤动 杀了他 赵明一声令下 手持短棍直接冲了上去 身后的人咬咬牙 也跟着一起上来 怪物同时也扑上来 赵明立刻喊道 盾牌上 一人扛着椅子面 当作的盾牌冲上来 怪物的爪子 立刻落在简易盾牌上 直接留下了数道深深的肘痕 他力气好大 我快顶不住了 抗盾牌的那人 咬着牙坚持道 旁边的人立刻上来帮忙 几个男人将怪物围在了里面 各种武器狠狠地 砸在了对方的身上 碰 碰 碰 几个人一顿乱砸 饶视怪物凶神恶煞 但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眼见怪物落入了下风 赵明等人不由的士气大震 脸上明显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第二只与第三只怪物 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面 小心 又出现怪物了 有人连忙提醒 连续两只怪物加入战场 现场的局面顿时混乱起来 赵明看准了第一只怪物的头颅 手中的铁棍狠狠砸下 碰 那怪物的脑袋顿时鲜血直流 赵明的右手也被反振的力量 振的右手一阵发麻 啊 一道惨叫声响起 赵明转过头一看 一人已经被一只怪物扑倒 那血盆大口 狠狠地撕咬在了那人的身上 顿时鲜血淋漓 王强就在不远处看得心惊胆战 刚好另一头怪物也扑了上来 他想都没想 一把抓过旁边的女人 将其推向了那头怪物 啊 那女人被怪物抓住 锋利的指甲 深深扎入她的身体 将其皮肤撕裂 腥红的鲜血流淌不止 染红了身上的衣服 不 救救我 女人惊恐求救 但此刻所有人都陷入了危机 根本没有人可以去救她 作为始作俑者的王强 则是冷眼旁观 随后看着女人 被怪物撕碎了身体 他看着四周混乱的环境 突然眼睛一亮 现在三头怪物都被牵制住 正是他逃跑的好时机 想到这里 王强立刻朝着楼梯的位置跑过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草 王强你这个狗东西 竟然丢下 我们自己跑了 有人破口大骂 赵明的脸色也是很难看 队伍里面有这样的二五载 关键的时候 着实要命 而这个时候 王强已经一路狂奔 他刚刚来到天台上 就听到了远处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 一头白色的一护直升机 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而来 这里 救我 这里有幸存者 王强激动不已 连忙朝着直升机挥手 这驾驶白色一护直升机的人 赫然就是唐东 他开着直升机来到明胜集团楼顶 盘旋一圈之后 开始慢慢下降 王强见状更加激动 直升机降落在天台上 舱门打开 一身黑色镜桩 手持机械弩 背上背着开山刀的唐东 从飞机上走下来 救我 我是这楼大楼里面的幸存者 王强快步跑上前来 唐东皱着眉头看着他 这里是明胜集团对吧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你们赵总和其他幸存者呢 文言 王强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他们都已经死了 怪物 大楼里面到处都是怪物 只有我一个人 好不容易从里面逃出来 唐东见状 口中不由的冷笑出声 这人当他是白痴不成 他从末日归来 不知道见过多少谎言 这人的撒谎 实在是太过于错裂了 根本瞒不过他 带我进入大楼 我要见赵明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唐东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什么 王强大惊 你疯了吗 大楼里面都是怪物 你居然还想要进去 大惊的同时 王强心中慌乱 眼前这人竟然认识赵明 怪不得赵明让他们 到天台上来 原来是有人开直升机 过来接他们 让这人进入大楼内 到时候 他之前所做的事情 岂不是暴露了 不行 不能让他进入大楼里面 一抹寒光 从王强的眼里一闪而过 他立刻就准备出手 猛地扑向了唐东 一双手去抢夺 其手中的机械母 So 扑 黑色的弩箭击射而出 直接贯穿了王强的喉咙 王强痛苦地 捂着自己的脖子 满脸惊恐 他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蠢货 真以为我看不出来的你的打算 唐东没有理会王强 对方喉咙中了一箭 根本不可能活下去 拿着机械弩 唐东全副武装地进入了大楼 很快就遇到了 正在与怪物激战的赵明等人 啊 此刻三只怪物 正在对赵明等人 展开疯狂的进攻 原本的十几人 已经死了一半 只剩下六人的存在 赵明意识浑身是血 身上树道伤口 看上去猙獰恐怖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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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瞄准那三只怪物扣动扳机 第一箭射出 命中了第一只怪物的脖子 机械弩射出的箭矢 威力十分强大 何况唐东手中这把机械弩 还是特制的 近距离离之下 哪怕比起手牵而言 都不会逊色 弩剑直接将那只怪物的脖子贯穿 怎么回事 怪物突然被弩剑杀死 让赵明吃了一惊 他转过头一看 便见到了唐东的身影 手里 赵明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唐东没有回答 他上好弩剑 第二剑再度射出去 紧接着是第三箭 接连三箭 直接将三只怪物全部射杀 原本还身陷危机的众人 瞬间安全 众人不由得转过头 看向唐东 眼见他全副武装 一身武器的凶悍模样 都不由得倒吸凉气 死 这个凶人是谁 咱们公司 还有这样的高手吗 赵明起身来 他看出了几人的疑惑 随即到 诸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云江幸存者基地的首领 同时也是我的老大 唐首领这次过来 是专门营救我们 同时也希望我们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 基地内有完善的设施与实物 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接下来 你们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 云江幸存者基者 赵明的话 让唐东十分满意 不愧是白手起家 创立硕大名胜集团的人 果然精明 自己只是透露了一点意思 赵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 他上前一步 没错 我是专门过来拯救你们的 我开着直升机过来 接下来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走 如今末日到来 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抵抗那些怪物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 所以接下来说出你们的意愿吧 幸存下来的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刘东连忙起身来 我愿意加入 有了第一个 剩下的四人不再犹豫 有活着的希望在眼前 谁又愿意去死呢 我也愿意 我愿意加入 首领 我要加入 四人纷纷点头 总共三男一女 再加上赵明便是五人 挤一挤的话 飞机不是塞不下 那我们出发吧 唐东毫不犹豫 几人面露喜色 连忙跟着来到了天台 当看到直升机的时候 几人都显得很是兴奋 太好了 我们可以离开了 几人喜极而泣 赵明也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很快看到了 倒在地上已经死亡的王强 王强 他已经死了 刘东吓了一跳 唐东面色平静 这人想要抢夺我的飞机与武器 所以我杀了他 死 狠人 惊叹之余 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气 呸 王强这个王八蛋死得好 一人朝王强的尸体上 狠狠吐了一口口水 走 上飞机 唐东大声道 一行几人连忙坐上飞机 好在人数不多 六个人挤一挤 完全没有问题 轰咆咆 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再度出现 一阵狂风气流席卷而起 直升机慢慢升空 然后朝着堡垒的方向而去 半个小时后 直升机有惊无险 抵达堡垒所在的位置 基地里面 赵杰与女护士早已听到了动静 都跑出来迎接 轰咆咆 在巨大的螺旋桨轰鸣之下 直升机慢慢降落 最终停在了堡垒顶部的停机坪内 老大 赵杰笑着走上来迎接 好 鬼虎也直接扑了上来 巨大的力量 差点将唐东扑倒 卧槽 刘东几人则是狠狠地吓了一跳 老虎他们不是没有见过 但这么大的老虎 简直闻所未闻 不要惊慌 这是我契约的召唤兽 它叫鬼虎 唐东摸了摸鬼虎的脑袋 鬼虎嘀吼一声 然后走上前来依旧在几人的身上嗅了嗅 记住了他们的味道 几人见着鬼虎十分乖巧听话 不由得大为惊奇 照明眼睛则是亮起 唐东的实力越强 自然就越是让人有安全感 跟随着这样的强者 才能在末日中更好地活下去 我们进入基地吧 唐东大手一挥 一群人随即进入了地下基地 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刚才还提醒吊胆的几人 终于是彻底放心下来 等等 这里不就是上个月 公司修建的那个庇护所吗 刘东几人终于是认出来了 脸上满是惊愕 唐东挥了回手 大家先洗澡 然后换一身衣服 之后我们边吃边谈吧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六点 几人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 身上又脏又乱 腹中亦是饥饿 听着唐东的话 众人都是点头 随即由赵明来安排 这个地下庇护所 可以容纳大约五十人左右 除了五个单间 剩下则是集体宿舍 赵明很快将几人都安置下来 唐东自然是住在最豪华的那个房间 刘东 赵姐五个男人 则是住在一起 女护士与另外一个女人 住在一个宿舍内 半个小时后 几人洗完了澡 一同来到了餐厅内 几人汇聚在一起 唐东坐在首位上 面前则是琳琅满目的食物 有蔬菜 有肉类 称得上是丰富 来 先吃饭吧 现在庇护所内 还有着新鲜的食材 但以后这种美味 可就不是时时刻刻能享受到了 唐东到 得到了唐东的首肯 早已经鸡肠鹿鹿的众人不在等待 立刻开始大赌快一起来 满满一桌的食物 被几人吃得干干净净 等到碗筷收拾好 所有人汇聚到了会议室 此刻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重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严肃 各位 今天大家都经历了今天的巨变 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想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末日已经正式来了 不仅仅是我们云江 而是全世界范围 每一个城市 每一片土地 甚至是大海 都有着怪物的降临 我们原本引以为要的文明 已经被无数的怪物摧毁了 仅仅只是这一天时间 我预计至少有五十亿人死亡 现在还能活下来的 都躲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瑟瑟发抖 包括我们 唐东语气低沉 所有人脸上 都不由得露出哀伤的神情 会议室里面的气氛 压抑到了极致 在场的人都有了家人与朋友 一想到 他们死在了怪物的爪牙之下 哪怕是赵明 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女护士更是早已经泪流满面 呜呜 我的爸妈还在老家 他们恐怕已经 唐东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安慰什么 生离死别在末日中再正常不过 他早已经习惯了 他等待着众人收拾整理心情 一会儿之后 赵明适时地开口 首领 已经逝去的人无法挽回 但活下来的我们 更应该珍惜生命 与此同时 我们要向那些怪物复仇 赵明的话 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 赵姐咬牙切齿 他紧握着拳头 我的弟弟 就是被那些怪物杀死的 我一定要杀光所有的怪物 唐东目光扫过众人 杀戮那些怪物 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同时是为了复仇 末日降临 虽然那些怪物强大 但我们并非没有反抗的力量 鬼虎 好 体型庞大的鬼虎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昂首挺胸地 走到唐东面前 然后乖巧地趴下 如同一只听话的狗一般 抬手 摇头 趴下 跳跃 唐东在众人面前 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无论他说什么 鬼虎都会照做 默契程度简直匪夷所思 好像是鬼虎听得懂唐东的话一样 卧槽 刘东满脸震惊 老大 鬼虎完全听得懂你的话吗 没错 我与鬼虎实际上是精神链接 而并非是 你们以为的训练 鬼虎原本只是 云江动物园里面的一只虎王 是我用能力与它签订了契约 让其成为了我的召唤兽 末日到来 一种名为元气的能量 也随之而来 或者说 正是因为元气 才让无数幻想中的怪物 被巨线化而出 元气巨线化出的怪物 让那些恐怖的怪物 出现在了我们的身板 但我们人类 也可以受到元气的滋润与改造 其中一些信任 就可以因此获得特殊且强大的力量 比如我 我拥有两项能力 一项能力为预知 我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知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我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看到了 末日即将到来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花费六亿让赵明 打造了这个庇护所 我第二项能力为统御 我可以与怪物签订契约 让他们成为我的召唤兽 鬼虎就是最好的表现 哗 几人又是震惊 又是激动 女护士忍不住开口 首领 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力量吗 理论上可以 但能不能觉醒 还要看你有没有资质 但就算无法觉醒 你们也不用担心 还有一种东西 可以让你们提升实力 说话之间 唐东拿出了元晶 众人的目光 瞬间汇聚在了那一枚 小小的紫色金石上 我将其称之为元晶 这种金石 是怪物死后 身体里面凝聚出来的 越是强大的怪物 出现元晶的概率就越高 唐东将元晶的功效 介绍了一遍 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眼里有着激动与惊喜 太好了 这么说来 我们猎杀怪物 不仅可以复仇 运气好获得元晶 还可以提升实力 赵洁激动道 唐东点头 没错 这就是我们复仇的依仗 但听完了这些话 原本众人脸上的消沉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期待与兴奋 眼看着时机已经差不多 唐东正视道 从现在开始 我正式成立云江幸存者基地 以这个庇护所堡垒为核心 打造属于人类的净土 赵鸣 赵鸣立刻起身来 首领 你的管理能力很出色 因此 我任命你为副基地长 我不在的时候 有你统领幸存者基地上下的一切 唐东面色严肃 赵鸣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其他几人脸上都有着羡慕 但没有人反对 赵鸣作为名胜集团的董事长 在场的人里面 自认为他们的管理能力 无法超越他 唐东目光随即看向了女护士 李威 啊 我要做什么 李威有些愕然 没想到 自己也能做管理层 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护士 因此我 任命你为护理长 负责救治与管理以后的医护人员 李威眼睛亮起 没问题 这方面我擅长 唐东点点头 由于基地内目前人数不多 因此暂时就这样安排 等以后有了更多的幸存者 再进行详细的职位划分 另外 以后基地的人员全部分为两种 一种为战斗员 一种为后勤员 前者需要离开基地外出与怪物搏杀 后者可以不离开基地 只需要负责后勤工作 选择什么职位 由你们自己决定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赵杰毫不犹豫到 我要做战斗员 我也做战斗员 刘东意识举起了手 剩下的四人也很快分配完毕 最终 唐东组建了一支战斗小队 由他作为队长 赵杰作为副队长 另外 还有刘东与另外两人作为队员 总共五人的战斗小队 这场会议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 期间 唐东将前世幸存者基地的很多经验 都搬了过来 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 等到这些确定后 紧接着便是法律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对于律法 唐东万分重视 律法是未来基地强大与安稳的基石 一个连律法都没有的幸存者基地 根本不可能维持多长的时间 一直到了深夜 经过几人的火热讨论 基地的初始情况 终于被彻底确定下来 唐东揉了揉太阳穴 只感觉有些疲惫 白天激烈战斗了一番 晚上又开会了几个小时 此刻身心都感觉劳累万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鬼虎也跟着进来 乖乖地趴在了他的脚边 唐东见状不由地微笑 心中十分满意 通用统育能力签订契约 被签订契约的怪物 不仅会完全服从自己的命令 同时也会对他忠心耿耿 完全没有背叛的风险 现在基地已经正式建立起来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扩大基地 猎杀怪物 提升实力了 赵杰这个人不错 敢打敢拼 可以将他培养起来 另外 我的实力也需要提升 作为基地的首领 我的弱势不够强 难免以后会有人生出 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说到这里 唐东的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人心难料 他可不指望威望与权力 能够保证什么 只有实力 强大的实力 才是在末日通行一切的东西 唐东拿出了两枚圆金 地上的鬼虎立刻起身来 眼巴巴地看着唐东手上的圆金 等以后有了多余的圆金 再给你使用 唐东摸了摸鬼虎的脑袋 鬼虎失望地低吼一声 但还是乖乖地重新趴下 唐东手握着圆金 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的精神慢慢渗透进入圆金中 随后一丝丝精纯的圆力 被他牵引着出来 涌入了他的身体内 在精纯圆力的滋养下 唐东只感觉浑身一阵舒适 仿佛是泡在了温泉里面 圆金是一只怪物 一身圆力的精华汇聚而成 无论是对于普通人 还是觉醒者 都是大补之药 在前世 圆金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这两枚圆金 是狼街上级的怪物 原力凝聚而成 对现阶段的唐东而言 帮助更是巨大 时间慢慢流逝 外面的城市中 此刻也因为夜晚的降临 也逐渐安静下来 但这种安静 却不代表着安全 一些特殊的怪物 开始降临出现在了城市中 并且游荡起来 无形的杀戮已经开始 这些怪物的出现 对于人类而言 可谓是噩梦 因为他们看不见 摸不着 任何攻击都完全无效 一旦撞见这种怪物 除了逃跑 没有任何作用 基地内 唐东还在慢慢吸收着原力 一旁的鬼虎乖巧地 趴在地上休息 但就在这时 鬼虎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竖起了耳朵 朝着某个方向 低吼了一声 下一刻 一道半透明的身影 陡然浮现出 出现在了唐东的房间里面 好 鬼虎瞬间愤怒 当场进入了战斗姿态 他没有任何犹豫 猛地朝着 那身影扑了过去 而是从那身影的身体上 直接穿了过去 然后一头撞在墙壁上 鬼虎一脸茫然 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果然来了 这个时候 唐东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原本闭上眼睛正在修行的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结束 他睁开了双眼 目光落在了 眼前这半透明的身影上 狼街上级的妖灵 真是瞌睡来了 就送枕头 唐东的脸上有着笑容 妖灵是灵体内的怪物 没有实质性的身体 因此可以免疫绝大部分物理攻击 只有原力或者精神力量 才能伤害到灵体类怪物 眼前的妖灵是狼街上级 在这末日的第一天 可谓是大杀器一般的存在 灵体类怪物 对于普通人 几乎就是无解一般的存在 哪怕是一个赢全副武装的士兵 他也可以轻松杀干净 任你 现代武器再强 就算是导弹轰炸 也伤不到没有实质性身体的妖灵 但巧了 唐东并不在此列 先不说他有着狼街巅峰的精神 统一这项能力的契约范围 灵体类怪物也是逃不掉的 我担心基地内会出现灵体类的怪物 所以特意将原精拿出来吸收 你果然被原精吸引过来了 唐东不由得冷笑着 房间的对面 一个身高大约一米六左右的妖灵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仔细看去 依西能够看出 这是一只女性的妖灵 半透明的身形 让人看不出她的具体模样 女性妖灵 穿着一身洛莉塔的白色长裙 那纯白的长裙上 沾染着鲜血 手中一把巨大的长刀 与鲜兽的身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看上去极具视觉冲击力 妖灵冰冷的双眼看着唐东 那眼睛里面只有沙翼与寒光 下一刻 他已经朝着唐东而来 两人的距离仅仅只有机密而已 以妖灵的速度 不过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而这个时候 唐东也发动了统一的能力 一道妖异的光芒 从唐东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强大的精神力量随之出现 瞬间轰在妖灵的身上 妖灵不由地惨叫一声 整个人身形倒飞而出 碰到我算你倒霉 正好我缺一个灵体类的召唤兽 就你了吧 唐东眼里金光闪烁着 统一的能力已经发动 他的精神力量 正在一次又一次地攻击着 妖灵的精神世界 然而 作为灵体类的怪物 精神本就是对方的强项 哪怕唐东的精神 比妖灵高上一个小境界 想要短时间内拿下 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就这么陷入了拉扯当中 妖灵颤抖着身体 全力阻挡着唐东的侵入 唐东则是疯狂进攻 源自精神世界的战斗 尽管看不见 但凶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 肉体上的搏斗 这一打 就是足足十分钟的时间 终于 长时间面对唐东的攻击 妖灵也渐渐虚弱了下来 那一扇紧闭的精神门飞 也在慢慢地打开 哄 终于 妖灵的精神世界大门 被唐东强行轰开 唐东的精神立刻长驱直入 顺利在妖灵的精神世界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 主人 妖灵清脆悦耳的女声响起 这声音听上去软糯糯 好像是十五六岁少女 十分好听 你叫什么名字 唐东开口询问道 妖灵的智慧 远比鬼虎这样的猛兽 便一来得更高 简单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雷娜 妖灵柔声道 成功归附于唐东的麾下之后 他眼里原本的杀意 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取而代之的 则是温柔与甜静 哪有刚才凶神扼杀的可怕模样 唐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 简单的了解雷娜的情况后 他让雷娜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当作临时的住所 同时也时刻保卫她的安全 很好 有着雷娜的保护 我的安全性更上一层楼 如今地面战斗我有鬼虎 夜晚战斗我有妖灵 但我还缺少天空飞行的召唤兽 否则以后 面对空中的敌人 我会非常被动 以我狼街巅峰的精神力量 足以再签订一只狼街上级的飞行怪物 明天可以好好注意一下 唐东眯着眼睛 他很快重新闭上了眼 继续吸收原精内的原力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 次日 唐东早早的就已经起床 他花了两个小时 将自己前世记忆中的怪物 以及细致的情况绘画下来 整理成了一本怪物图鉴 然后用打印机复印了二十份 等到众人起床后 交给了所有人 这是我根据预知能力 整理出来的怪物图鉴 每个人都要将里面的怪物信息背书 他可以帮助你们 遭遇怪物的时候 更好活下来 唐东叮嘱到 但有一点要记住 怪物千奇百怪 图鉴里面并不能记录下所有的怪物 所以你们遭遇陌生的怪物 一定要多注意观察 众人眼睛都亮起 纷纷郑重地收下来 然后将里面所有的怪物全部记下 首领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赵杰率先开口 他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众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唐东 唐东走到了会议室地图的面前 他道 距离云江最近的军事基地有53公里 这个军事基地内 储存着大量的武器弹药 同时还有直升机与军用卡车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 前往这个军事基地 然后将搬运武器带回来 赵明赞同的点头 不错的计划 有着现代化武器的帮助 我们面对怪物也能更加轻松 那就马上行动吧 赵明 基地就交给你了 如果有幸存者过来 那就暂时将他们安置在外面 等到我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唐东如是道 做好这一切之后 几人随即出发 唐东没有带上战斗小队的所有人 而是只带走了赵杰与刘东两人 剩下的两人则负责保护基地 三人很快全副武装 唐东同时带走了鬼虎 一起登上直升机 轰轰轰轰 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再度响起 直升机很快出发 目标就是53公里外的小型军事基地 直升机在天空上飞驰而过 为了避免被地面的怪物攻击到 唐东特意拉高了飞行高度 直到到达千里的时候 才停止下来 53公里的距离 对于直升机而言并不远 仅仅只是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那军事基地便已经近在眼前 唐东先是盘旋了一圈 同时观察者地面基地内的情况 首领 基地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 这些怪物也太可怕了 居然连军事基地都攻陷了 他们怎么做到的 一人忍不住道 赵杰翻开了怪物图鉴 他语气低沉 恐怕是灵体类的怪物 有些灵体类怪物可以在白天出现 就算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面对灵体类怪物也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 唐东点头赞同 他已经看到了基地里面那些躺在地上的尸体 他拿出了望远镜仔细观看 果然 地面上所有士兵的尸体表面上都没有任何的伤痕 但却诡异地死去了 阿杰说的没错 的确是灵体类诡异 冤魂 妖灵 咒鬼 这些都有可能 等会儿我们需要小心一些 那只灵体类怪物可能还在基地里面游荡 唐东沉声道 赵杰几人只感觉背后一阵发寒 刘东不禁道 老大 我们有攻击这种怪物的手段吗 唐东不由地笑了 昨天晚上刚好有一只妖灵送上门来 我已经将其契约为我的第二只召唤手 他好了 几人眼睛亮起 原本的担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始降落了 唐东提醒一声 随后直升机开始降落 最后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基地内的停机坪中 三人走下飞机 正式开始探索起来 这个基地并不大 但也有着一个军用卡车的存在 有了卡车 那么武器与弹药就可以运输走了 你们不要离我太远 小心被怪物偷袭 唐东提醒道 一行三人进入基地内部 一路上发现了许多士兵的尸体 这些士兵脸上都有着惊恐的神情 仿佛是死前看到了什么让他们畏惧的东西 等到进入建筑内部后 唐东立刻将蕾娜放了出来 半透明的蕾娜 立刻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他们不由地嘖嘖称奇 蕾娜出现之后 立刻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唐东道 蕾娜 如果有发现怪物的身影 第一时间提醒我 是的 主人 蕾娜柔柔地点头 尽管他看上去身形瘦弱 声音亦是软糯糯一片 但他手中那巨大的长刀 却相当骇人 极具视觉冲击力 几人在基地里面搜寻 寻找着储藏库的所在 喂 还有活人吗 我们是云江幸存者基地的搜寻队伍 如果有活人就出来吧 赵捷大喊道 声音传出很远的距离 但整个基地里面 依旧静悄悄一片 没有任何的声音 看来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赵捷语气有些悲伤 唐东神情不变 这样的情况 他看得太多了 一只强大的怪物 就能屠灭一方 这太正常 见得太多 以至于都已经习以为常 但就在这个时候 蕾娜突然有了异动 主人 我感受到了同类的气息 蕾娜提醒道 唐东面色瞬间严肃起来 能找到在什么位置吗 我闻到了他的气味 但不确定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需要过去找他吗 蕾娜目光看向唐东 唐东沉阴片刻 去 一只强大的怪物 在基地里游荡 无论是为了报仇 还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都不能放过他 带我们过去找他 好的 蕾娜点点头 随后寻着味道 去搜寻那只隐藏的怪物 唐东三人 则是远远地 跟在蕾娜的后面 几人一路穿过了整个建筑 最终来到了基地的最深处 那只怪物的气息 也是越来越明显 显然双方的距离 已经尽在咫尺 阿姐 阿东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鬼虎保护你们 唐东如是道 两人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无奈地点头 唐东则是继续跟上 终于是来到了基地内的食堂里面 当进入食堂 终于是看到了那头怪物 只见那赫然是一只 形态诡异的灵体类怪物 庞大的身躯 足足有三米之高 脸上戴着一张面具 双脚是正常的形态 但双手却是巨大的利刃 狼街巅峰 唐东脸色凝重到了极致 心里有了些许退意 看来 我的运气有些差 竟然遇到了狼街巅峰的怪物 可惜这个时候 想走已经晚了 远处那双刃怪物 已经发现了唐东与蕾娜 那星红的眼睛锁定了两人 眼神里面有着贪婪与嗜血 好 振振低吼声 从双刃怪物的口中发出 强大的威压扩散在四方 好强的实力 蕾娜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我们两人联手 才有胜利的希望 唐东心中凝重 这头狼人怪物 刚刚具现出来的时候 肯定没有狼街巅峰 但对方杀了整个军事基地的人 并且吞噬了这些士兵的灵魂 实力这才得到了突破 蕾娜 你主勾 我负责给你牵制 唐东毫不犹豫 伴随着咆哮声 狼人怪物已经冲了上来 巨大的身躯冲锋起来 极具压迫感 仿佛可以碾碎一切 蕾娜收到命令 立刻冲上前 他不过一米六的身形 与立人怪物 那庞大的身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人不禁怪物 瘦瘦小小的蕾娜 会不会被一刀劈死 就在蕾娜进攻的时候 唐东也发起了攻击 准确说并非攻击 而是牵制与骚扰 统玉 妖翼的光芒 从唐东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瞬间落在立人怪物的身上 强大的精神力量随之喷涌 开始进攻立人怪物的精神世界 现实里 立人怪物的进攻 瞬间为之一环 好像是按下了慢放的按钮 没错 这便是唐东的策略 利用统一发动后 去进攻敌人的精神世界 以此来牵制住 立人怪物的力量 他不断地进攻 立人怪物就不可能 拿出全部的实力 去对付蕾娜 一主一仆 一人在精神世界 一人在现实世界 双方同时发起进攻 哄 哄 哄 唐疯狂地进攻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次又一次地 轰在立人怪物的精神世界 双方都是狼街巅峰 谁也奈何不了谁 俨然是势均力敌的场面 但除了唐东之外 现实世界 雷娜也发动了进攻 他举起巨大的长刀 狠狠地砍向 立人怪物的身躯 后者立刻横刀阻挡 刀刃碰撞在一起 似乎响起了 金属碰撞的声音 哄 立人怪物 被唐东不断地骚扰进攻 整个人显得愤怒万分 他不断想要绕过雷娜 去进攻唐东这个黑手 但每一次都被雷娜逼退回来 大部分精力 被牵制的立人实力 太猙獰不已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 自己落入了下风 他开始逐渐变得疯狂 好 猙獰的低吼声 从立人怪物的口中不断发出 一时之间 响彻整个宽阔的房间 他双手的巨大立人不断挥舞 一次又一次狠狠斩下 似乎要将雷娜劈成两半 雷娜瘦小的身躯 挥舞着巨大的长刀 与立人怪物不断缠斗 在立人怪物的疯狂攻击之下 雷娜也渐渐感觉有些吃力 他开始渐渐闪避 立人怪物的疯狂进攻 两人的战斗激烈无比 短短时间里面 就交手数十招 这边雷娜在立人怪物的疯狂进攻下 开始落入下风 场景被唐东看在眼里 他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面对狼街巅峰的立人怪物 他们主仆两人 哪怕是合力进攻 实力还是略微逊色了一些 看来要拼命一些了 唐东咬了咬牙 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爆发出自己所有的精神力量 狼颠级别的精神力量 全力进攻 雷娜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锋利的长刀狠狠斩下 落在了立人怪物的身体上 好 立人怪物瞬间惨叫一声 身上出现了一道猙獰的伤口 尽管没有陷血流出 但伤势是不会做假的 立人怪物瞬间不断地后退 远离了雷娜一些 随后做出了怪异的举动 只见他开始扬天大吼起来 那声音似乎是在呼唤着什么 见到这一幕 唐东不由的面色大变 这个军事基地里面 竟然还有其他的妖灵 唐东狠狠地吃了一惊 就在他这句话刚刚说出来的时候 一道妖灵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 那一只妖灵与立人怪物 有着不小的相似之处 两者之间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立人怪物双手是巨大的立人 而另一只妖灵的双手 则是立爪 主人 又出现妖灵了 您小心一些 雷娜暖诺诺的声音响起 他立刻放弃了 继续进攻立人怪物 而是选择回到唐东的身边 他挡在唐东的面前 一双眼睛里面目光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两只妖灵 许青一颗心已经沉了下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军事基地里面竟然这么危险 狼街上级 一只狼街上级 一只狼街巅峰 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怎么办 要不要让雷娜留在这里 拖住这两只妖灵 然后我自己离开 唐东的脑海里面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雷娜是他契约的召唤兽 本就是用来战斗 当遇到危机 也应该留下来挡刀 这样的做法 唐东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就在他这么思索的时候 两只妖灵已经开始进攻上来 雷娜 挡住那只利刃怪物 许青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决定拼一拼 这两只妖灵 说不定能够出现原惊 他想要试一下 雷娜接受到唐东的命令 立刻朝着利刃怪物冲过去 而另一只利爪怪物 则是朝着唐东而来 先杀你 唐东眼里 涌现出强烈的寒光 哼 强大的精神力量涌现而出 唐东已经发动了能力 瞬间落在了利爪怪物的精神世界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利爪怪物 直接停止了身形 一人一怪物 在精神世界开始争锋起来 雷娜 撑过十分钟 唐东道 此时 雷娜与利刃怪物已经战斗在了一起 仅仅只是狼戒上级的雷娜 如何是利刃怪物的对手 两人交手 仅仅只是十几招 雷娜就已经落入了下风 处境更是岌岌可危 糟糕了 这么下去 雷娜根本撑不到十分钟 唐东脸色不太好看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将自己的一部分意识 沉入了石海当中 只见是海里面 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正静静地悬浮在里面 上次黑色令牌激活 他就感觉到 这令牌似乎有什么能力 他没有挖掘出来 只是因为这几天一直很慢 所以没有时间去探索 现在必须要将隐藏的能力激活了 如果能逆转局势 那自然好 如果不行 那就只能放弃雷娜 自己先逃生了 唐东将意识探入了黑色令牌的内部 特别是令牌表面那被激活的符文 更是唐东重点的观察对象 黑色令牌的表面 总共有两道符文被激活 第一道符文给自己带来了契约后 可共享召唤兽一部分的能力 那么 第二道符文的能力是什么 唐东不断探索着 此刻的情况危机万分 现实世界里 伴随着一道惨叫声 雷娜的身形被打飞出去 只见他雪白的洛丽塔长裙上 已经出现了伤痕 雷娜原本就苍白的面旁 此刻更是惨白一片 不见半点血色 主任 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请您快离开吧 雷娜目光看向唐东 So 伴随着恐怖气息的降临 雷刃怪物的身形 已经来到了雷娜的面前 巨大的一堆雷刃 宛若是死神的镰刀 上面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雷刃猛然斩下 好像只需片刻的时间 雷娜的身体就会被直接劈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变抖声 忽然之间 一道特殊的力量忽然击射而来 落入雷娜的身体内 短短片刻的时间 雷娜只感觉自己的实力疯狂增加 不过眨眼之间 硬生生突破 进入了狼街巅峰的境界 当 仿佛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雷娜猛然举起了手中的利刃 挡住了利刃怪物的双刀 这 这股力量 雷娜惊讶不已 紧接着就听到 身后传来唐东大笑的声音 哈哈 成功了 唐东脸上有着狂喜的神情 他眼里有着亮光 雷娜 杀了他 听着唐东的命令 雷娜感受着此刻身体里面的力量 瞬间涌现出信心 两只妖灵的战斗重新开始 不过这一次 雷娜已经完全不落下风 他纤细瘦弱的身躯 挥舞着长刀 一刀一刀连绵不绝 不断地朝着利刃怪物砍杀过去 两人此时已经同为狼街巅峰境界 雷娜却迅速占据了上风 仔细一看 原来是雷娜的刀法技艺明显更加出色 一手巨大长刀 在雷娜的手中挥舞的五五声风 颇有章法 双方实力相差无几 但雷娜刀法技艺更上一层楼 此刻战斗之下 很快出现了差距 而这一次 轮到利刃怪物落入了下风 好 眼看着自己即将战败 利刃怪物朝着不远处的利爪怪物大吼 但利爪怪物现在却愣在原地 是唐东发动了统域的能力 正在疯狂进攻着利爪怪物的精神世界 没有外力的帮助 利刃怪物败局已定 战斗的姿态越来越后退 so 巨大的长刀斩下 在利刃怪物的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 对方一只利刃 直接被雷娜砍下来 雷娜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她立刻乘胜追击 挥舞着巨大的长刀追杀过去 好 利刃怪物痛苦地惨叫声 她的身形在雷娜的追杀之下 连连后退 赫然进入了绝境 雷娜身形纵身跃起 巨大的长刀从天而降 猛然落在了利刃怪物的身体上 破 这一刀直接将利刃怪物展开 那巨大的身躯当场被一分为二 在凄厉的惨叫声之下 利刃怪物的身形彻底消失不见 元利则是涌动不止 迅速在半空中汇聚 随后凝聚成一枚 大约葡萄大小的淡蓝色金石 雷娜一把将圆巾抓住 随后反身回来帮助唐东 长刀斩下 正在原地完全没有防御的利刃怪物被斩断 同时伴随着惨叫声 利刀怪物的身影也迅速消失 呀 主人 又爆出圆巾了 雷娜语气惊讶 她快步上前 将第二枚圆巾拿在手中 唐东睁开了眼睛 雷娜立刻将两枚圆巾递上来 她惊讶不已 看来今天真是运气爆棚 说话之间 雷娜身上原本强大的气势迅速跌落 仅仅只是片刻时间 便重新回到了狼街上级 雷娜满脸茫然 不明白自己的实力 怎么退步了 是我的能力 刚才我对你释放了一种 名叫强化的能力 临时性提升了你的战力 唐东解释道 她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这一战虽然惊险 但收获很大 当然最大的收获 还是对黑色令牌的探索 第二种能力的出现 无疑是大幅度提升了她的实力 强化 来自于神秘黑色令牌 消耗唐东自身的精神力量 化作强化符文 指定增幅某一召唤兽的战力 可提升一个小境界 唐东把玩了一下手中的圆巾 然后将其中一枚 交给了雷娜 雷娜 今天你战斗非常勇猛 这是给你的奖励 唐东微微笑着 同时摸了摸雷娜那一头金色的长发 雷娜眼睛亮起 毫不犹豫将圆巾丢入了自己的口中 随后化作一抹流光 钻入了唐东的身体 开始消化圆巾的力量 两枚圆巾 唐东将狼街上级那一枚 交给了雷娜 虽然雷娜是我的召唤兽 在能力的约束之下 无论我对雷娜做什么事情 她都百分百忠诚 但提升雷娜的实力 对我而言没有坏处 说到底 还是提升了 我自己的总体实力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她随即离开 重新回到了弹药库 赵杰几人见着唐东返回 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老大 妖灵杀死了吗 几人连忙上前 唐东点点头 妖灵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搬走这些武器与弹药 太好了 几人都兴奋不已 一个个摩拳擦掌 开始搬走弹药库里面的武器 一箱又一箱的武器与弹药 被搬到了外面的广场上 几人手脚麻利 连鬼虎也做起了搬运工 力量强大的鬼虎 一个人都顶得上好几人 几百斤重的箱子 放在他的身上 也能行走自如 很快 广场上就已经堆积了大量的东西 唐东迅速来到了广场的另一边 这里赫然停放着一架武装直升机 除了直升机之外 这里还有着几辆军车 首领 这些军车 我们干脆全部开走吧 否则停在这里太浪费了 刘东看着眼前的几辆军车和直升机 不由地直流口水 唐东目光看向他们几个 你们当中有谁会开车吗 这 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露出尴尬的神情 赵杰犹豫了一下后 举起手来 我会开车 但这种大货车 我从来没开过 好 那就你来开吧 军车皮操弱厚 可以让你使劲脏 唐东决定下来 拍了拍赵杰的肩膀 赵杰只感觉压力山大 他只会开小轿车而已 跟军车这样的大货车比起来 两者差距可不小 不过 既然唐东都已经这么说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 动手吧 将所有的物资 全部搬运上车 唐东大声道 好 几个人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将一箱又一箱的物资 搬运上军车 军车的货箱空间很大 足以装下大量的武器与弹药 几人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终于将军车全部塞满 足足十几吨之多 物资全部带上 满满一大车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 阿姐 阿东 接下来有你们两个开车 我会让鬼虎跟着保护你们的安全 其他人跟我做武装直升机 给你们提供空中火力支援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 完整地将这些武器 带回基地里面 两人面色严肃 口中应声 是 首领 赵杰打开门进入驾驶室 看着眼前的方向盘 他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 管他的 干就完事了 赵杰心意狠 直接插入钥匙启动了发动机 轰咙咙 引擎轰鸣声响起 另一边刘东也坐上了副驾驶 最后的鬼虎则是纵身一跃 爬到了车顶 阿杰 小心一点 咱们可是第一次出任务 要是将车开翻了 可就丢了大脸 刘东看着他那明显生疏的动作 不禁有些担心 赵杰翻了翻白眼 放心吧 他一脚踩下油门 军车开始缓缓启动 慢慢行驶离开基地 另一边 唐东也开动了武装直升机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武装直升机慢慢升空 开始跟随着地面的军车移动 他拿起了无线电 阿杰 情况怎么样 片刻后 无线电里传来了赵杰回复的声音 没问题 一切顺利 很好 我在天上给你们领路 你们跟着我走 唐东 好 赵杰 轰隆隆 伴随着汽车与螺旋桨的轰鸣声 小队离开了军事基地 开始朝着基地所在的方向而去 军事基地所在的区域 是偏僻的地区 距离基地所在的位置 足足有53公里 唐东刚开始的时候 刻意放慢了速度 地面上 赵杰全神贯注的开车行驶前进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不适应军车的驾驶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动作明显开始熟练起来 汽车行驶而过的动静不小 一路上吸引了许多怪物的注意 十几只丧尸发现了军车 立刻狂奔着步伐而来 那一个个疯狂的样子 好像是要将一切都撕碎 小心 有丧尸小队过来了 刘东连忙提醒 他的话音刚落 一直趴在车顶的鬼虎 已经开始行动 只见鬼虎从车顶猛扑而下 他速度迅捷如风 呼吸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丧尸小队的面前 好 伴随着猛虎的咆哮声 鬼虎犹如是虎入羊群一般 十几只丧尸在鬼虎的虎爪之下 仅仅只是坚持了片刻的时间 便已经团灭 鬼虎用力找挖开了 所有丧尸的胸膛 确认里面没有圆巾后 不由得失望地离开 真MB 看着鬼虎强悍的实力 刘东兴奋地惊叹 原本因为在地面开车 而有些悬着的内心 也彻底放心下来 有着强大的鬼虎保护 一般的怪物 根本对他们不构成威胁 小队继续前进 军车在召集的驾驶之下 速速越来越快 不多时 便达到了七八十公里的时速 很快 云江已经近在眼前 接下来 他们需要穿过云江 才能到达基地 首领 我们直接进城吗 刘东对着无线电道 不 市中心太危险 我们从云江外围的郊区绕路过去 虽然距离较远 但胜在安全有保障 阿东 你多注意四周的房屋建筑 如果有幸存者的话 立刻通知我 唐东道 轰咙咙 小队在郊区的带路上飞驰 召集开车 刘东则负责观察四周的房屋建筑 看看有没有幸存者的存在 距离末日降临 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 如今的城市 已经是一片狼藉 城市里到处都是破坏后的痕迹 鲜血 断之数之不尽 尽管郊区的人群密度 没有那么恐怖 但怪物依旧在街道上随处可见 众多的怪物听着动静后迅速靠近 这些怪物一个个张牙舞爪 赵杰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不敢停车 他恨不得将油门焊死 四周不断蜂拥而来的怪物 让两人额头上滴落下来冷汗 偶尔有怪物冲过来 要么被军车撞开 要么被鬼虎杀死 一路上算得上是有惊无险 唐东几人很快行驶着 进入郊区范围 就在路过一座大学的时候 副驾驶上的刘东 似乎发现了幸存者的身影 只见不远处的学校教学楼天台上 有人正在对着这边挥手 首领 我发现幸存者了 三点钟方向 大约有十几个人 刘东赶忙提醒 听到这个消息 唐东立刻看着三点钟的方向看不去 他居高临下 视线更加清楚 果然 只见地面不远处赫然是一座大学 而大学的校园里面 有幸存者正在朝着天空挥手 那些人显然是 发现了直升机的身影 此刻正激动不已 我进去救他们 你们继续向前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这些大学生 对于未来基地的发展壮大 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哪怕什么技能都不会 也因为年轻强壮的身体 可以充当优秀劳动力 基地想要发展壮大 劳动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想到这里 唐东立刻调转直升机的飞行方向 校园内环境复杂 让赵洁他们进去 太麻烦了 赵洁的车技并不好 说不定进去了就很难开出来 正好幸存者就在教学楼天台 他过去是最好的选择 他开着武装直升机 很快来到了教学楼的天台上空 只见天台里 一群人看着不断降落的武装直升机 所有人都喜机而起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一群人激动不已 直升机慢慢降落 最终落在了教学楼的天台上 机舱门打开 全副武装的唐东 从飞机上走下来 一个老实模样的中年男人 快步走上前来 他激动上前握着唐东的手 同志 太感谢了 我们云江第三大学的幸存者 我是这座学校的校长 我叫王江 唐东目光扫过他们 眼前总共有十四个幸存者 男男女女都有 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只不过 他们此刻状态不太好 他们显然是昨天一直躲藏在天台上 经过一天一夜的惊吓之后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浓浓的疲惫 身上的衣服更是脏乱 我不是官方的人 而是民间幸存者组成的队伍 我叫唐东 接下来 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跟着我走 要么留在这里 等待官方搜救队的到来 唐东开口道 民间幸存者 听着唐东的话 王江几人不由的一愣 开着武装直升机 竟然说自己是民间幸存者 不过 此刻几人哪管得了这些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够了 先离开再说吧 想到这里 王江立刻道 没关系 我们愿意蹲着你离开 我们快点走吧 这个学校里面有恐怖的怪物 你刚才飞机过来声音太大 肯定已经惊动了那个怪物 如果他追上来 到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走不了 王江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曹操 曹操就到 王江话音刚刚落下 唐东立刻就感知到了 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靠近 他立刻冲到围墙边低头看下去 只见学校里面 一只身形扭曲的怪物 从某个角落里面冲出来 正在迅速朝着教学楼所在的方向靠近 那怪物模样猙獰 他四肢着地 浑身上下皮肤苍白 尽管看上去是爬着走 但速度却非常迅捷 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冲上了教学楼 并且在墙壁上迅速攀爬 啊 一群学生被吓得惊声尖叫 一个个连忙朝着直升机跑过去 So 白色怪物冲上了天台 星红的目光里面 充满杀意与嗜血的光芒 舔食者 唐东认出了这只怪物的身份 脸上的神情凝重无比 舔食者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众人 目光更多的是 落在唐东的身上 这种出自某款游戏中的怪物 长相争鸣无比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就足以让普通人吓破胆子 唐东立刻感知出了 眼前这只舔食者的实力 赫然已经达到了狼街上级的实力 小心一些 唐东立刻提醒在场的其他人 同时从后背上 取下了已经上膛的武器 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十几米之外的舔食者 啊 眼见着舔食者出现 不远处的女大学生 已经忍不住尖叫起来 他们缩成了一团 脸上的神情 写满了慌万与恐惧 但就是这个尖叫 立刻吸引到了舔食者的注意 舔食者冰冷的双眼 立刻看过去 下一刻 身形便毫不犹豫狂奔而出 目标赫然直指那群人 快跑 躲到直升机上面去 唐东立刻大喊 同时扣下了扳机 砰 伴随着一道枪响声 子弹瞬间击射而出 直接穿过了十数米的距离 来到舔食者的面前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舔食者却猛然扭转了身躯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开了子弹的射击 好 舔食者争鸣嘶吼 原本就迅捷的速度 再度加快了几分 好快的速度 舔食者的惊人速度 让唐东一是有些惊讶 不过他脸上没有半点紧张的神情 而是又一次扣动了扳机 连续两次攻击 终于是成功了 吸引了舔食者的注意 云江等人 此刻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一群人一窝蜂地 朝着直升机所在的位置 狂奔而去 舔食者一是飞奔过来 这一次目标直指唐东 来得好 唐东双眼里面 涌现出一道金光 第三次扣动扳机 同时身形不断地后退 砰 砰 砰 连续三枪 枪枪封锁舔食者前进的路线 狼尖上级的舔食者 还没有强大到 可以无视子弹的程度 他一时之间躲闪不及 一枚子弹 贯穿了他的身体 瞬间留下了一个血洞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直接染红了地面 剧痛让舔食者 似乎更加疯狂起来 他张开了嘴 一根带着尖刺的舌头 瞬间弹射出来 这舌头的尖端尖锐不已 就好像是一根 大力投掷出来的长毛 毛间撕裂空气 甚至传来尖锐的尖笑声 唐东猛然朝着侧面翻滚 显显地避开 舔食者舌头的攻击 砰 他再一次扣动扳机 子弹射穿了舔食者 还未收回去的舌头 子弹巨大的动能 直接将舔食者的舌头打断 伴随着鲜血飞溅 半截长长的舌头 顿时掉落在天台上 不断地扭曲翻滚 好 舔食者痛苦地嘶吼着 强烈的痛苦 让他似乎是彻底陷入疯狂 开始不要命地朝着唐东冲锋 找死 唐东口中冷笑 一双眼里面闪过一抹金光 他以迅捷的速度 换上散弹枪的子弹 再一次举枪瞄准舔食者 舔食者速度极快 他四肢在地面上奔跑 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唐东 连续的枪声响彻不停 迅捷的子弹击穿舔食者的身体 带出大量的鲜血 舔食者惨叫不已 他连连后退 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拿着奇怪烧火棍的男人 不是好惹的 他猛地从天台上跳跃下去 不见了踪迷 太好了 那只怪物被打退了 直升机上 王江等人脸上 都有着狂喜的笑意 一个个激动不已 但唐东的神情上 却并没有放松的意思 反倒是继续举枪警惕地看着四周 别放松得太早 舔食者还没有离开 他只是趴在教学楼四周的墙壁上而已 唐东沉声道 前世他与舔食者有过交手 知道这种怪物的特性 舔食者一旦选中目标 在没有得手之前 是根本不会离开的 刚才他虽然射中了舔食者几次 但还不是致命伤 想要杀死那个家伙 显然是不可能的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就在唐东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舔食者猛然从直升机所在的方向冲出来 啊 一群学生吓得面色苍白 舔食者的目标直指 身为校长的王江 王江大惊失色 千军一发之际 他猛然将旁边一个女学生拉过来 直接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甚至推向了舔食者 扑 利刃划过肉体的声音响起 舔食者锋利的利爪 直接割开了女学生的喉咙 那人当场窒息 大量的鲜血从脖子处喷涌而出 一群人乱作了一团 疯狂地从直升机上逃窜下来 唐东立刻过来回原 但舔食者竟然学精了 他仗着自己灵活的身形 再度从天台上跳跃离开 看似是逃走了 但实际上 却是趴在天台外的墙壁上不断移动 王江 你这个王八蛋 刚才你竟然拿阿岳来当挡箭牌 是你害死了他 一个男学生悲痛的大喊 一把抓住王江的衣领 其他人目光也纷纷落在了王江的身上 刚才王江的举动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王江 将那个女学生拉过来 当作挡箭牌 女学生根本不会死 王江脸上 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你们在说什么 刚才明明是他不小心跌倒过来的 我可没有抓他 当什么挡箭牌 这话让学生们更加愤怒 一个个仿佛用要吃人一般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王江 就在这时 铁食者再度出现 巧合的是 这一次他袭击的目标 竟然又是王江 王江面色煞白 他毫不犹豫 准备从旁边再抓一个人过来当挡箭牌 然而 因为刚才的事情 所有人都离他远远的 根本没有肉盾给他抓 王江只能眼睁睁看着铁食者 距离他越来越近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颗子弹飞射而来 命中了铁食者的身体 碰 巨大的动能 直接将铁食者的身体上 轰出一个血洞 铁食者惨叫一声 翻滚在地上 他马上就挣扎着想要逃走 但这次唐冬 怎么还会再给他机会 碰 碰 碰 连续三发子弹 强强命中 三道血花在铁食者的身体上绽放开来 巨大的痛苦 让铁食者凄厉惨叫不止 严重的伤势 这一次让铁食者终于难以行动 只能虚弱地趴在地上痛苦挣扎 唐冬面色冷冽地走过来 一枪将其杀死 碰 铁食者 死 杀死了铁食者 唐冬立刻挖开了他的胸膛 然而在铁食者的尸体内 并没有发现任何援京的存在 可惜 唐冬有些失望地摇摇头 随即起身目光看向这群幸存者 他目光直接落在一群人身上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一学生立刻道 是王江这个畜生 刚才铁食者朝他进攻的时候 他将阿越拉过来 当做他的挡箭牌 最终将阿越害死了 没错 我亲眼看到的 就是王江干的 操 我早就知道 王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前我就听说 王江会利用职权 压迫学校里面的女学生 做他的情妇 这狗东西 根本就是一个畜生 一群学生七嘴八舌 诉说着王江的罪行 王江面色有些慌乱 他连忙道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污蔑 根本就是污蔑 刚才是他自己不小心跌倒 与我无关 唐冬微微皱眉 刚才他因为人群的遮挡 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具体经过 因此此刻难以相信 双方中的任何一个 前世的经验 告诉他 不是人数多的一方 说出来的话 就是真的 行了 这件事情之后再说 先上飞机 我们先离开这里 唐冬挥手打断了这些人的话 这话让几个人有些不满 他们怒视着唐冬 王江做出刚才那种事情 凭什么让他上飞机 唐冬面色冰冷下来 就凭直升机是我的 所以 我有权利决定 要么上飞机 要么就留在这里 被唐冬这么一呵斥 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 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上车 唐冬再度道 这次没人 再闹什么幺蛾子 所有人乖乖上飞机 王江笑呵呵地 走到唐冬的面前来 唐先生 多谢刚才的声援 如果不是唐先生会眼识珠 恐怕我就被他们冤枉了 王江恭维道 不声不响地 拍了一个马屁 唐冬瞥了他一眼 我没有相信任何人 所以你的嫌疑没有喜庆 别让我抓住你的尾巴 王江热脸贴了一个冷屁股 脸上的神情 不由得有些尴尬 一群人快步上了飞机 因为人数不少 足足十几人挤在机舱内 以至于有些拥挤 轰咚咚 螺旋桨引擎声再度响起 唐冬坐上直升机 他留了一个心眼 将弹枪放在了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随后直升机缓缓升空 阿剑 我们继续出发 无线电 好 手里 学校天台的事情 仅仅只是一个小插曲 接下来 没有再遇到任何的幸存者 一天过去 整个云江在海量怪物的攻击之下 恐怕幸存下来的人 不足万分之一 这些活下来的人 都不知道躲藏在什么地方 位置肯定遍布云江是个处 半个小时之后 基地已经近在眼前 基地里面的人 听着直升机的声音 纷纷来到外面观看 同时 基地堡垒的大门打开 赵杰与刘东开着军车 从外面行驶进来 哈哈 我们回来了 刘东兴奋不已 刚刚下车 就兴奋地大喊起来 轰隆隆 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 最终稳稳当当地 停放在基地内的停机坪里面 机舱门打开 唐东和王江等人 从里面走出来 首领 首领 赵明带着其他人 快步走上前来 唐东点点头 我身后这些人 是刚刚救出来的幸存者 先将他们安置下来吧 好 赵明立刻点头 马上走上前 开始安置这群人 光荡 军车的后车厢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 几十箱武器与弹药 摆放在里面 剩余的人走上前来 一个个手脚麻利的 将这些东西运送下来 卧槽 真是大丰收啊 竟然这么多武器弹药 有人兴奋至极 赵洁笑着 没错 有着这些武器 普通的怪物都伤不到我们了 这些武器与子弹 足够我们用上一段时间 接下来 我们都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一群人手脚麻利 很快几十箱武器与弹药 全部被卸下来 存放进入地下庇护所的仓库里面 唐东集合了战斗小队的成员 然后给他们每个人 发放武器与弹药 不多时 五个人全部焕然一新 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 防弹衣 战术匕首 手枪 突击步枪 头盔 各种装备一应俱全 看上去已经有着几分 速杀的气质 好 总算是有点战斗人员的样子了 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 我们要扫平基地附近 所有的怪物 卧榻之侧 启容他人酣睡 以基地为核心 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 不允许有任何怪物的出现 出发 唐东一声令下 五人 是 战斗小队全部出动 唐东开着怪兽汉马 行驶出基地 开始清扫附近的怪物 很快 一群哥布林 就映入他们的眼帘 五人立刻下车来 突击步枪的枪口 对准了这群哥布林 开枪 碰 碰 碰 五人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阵枪响 子弹呼啸而出 近三十只哥布林所组成的怪物群 短短几秒钟 就被横扫一空 所有哥布林全部死亡 好爽 刘东激动不已 忍不住狠狠挥舞了一下拳头 一旁的唐东 看着这场的战果 他有些不忍直视 这些哥布林 不过只是狼截下级的怪物罢了 五个人拿着突击步枪 硬是将子弹全部打光了才消灭 着实是枪法吸烂 打扫战场 如果有发现元晶 必须上交 等到战斗结束之后 再进行战力品分配 唐东道 是 五个人冲上来 来到哥布林尸体面前 然后强忍着恶心 用战术匕首 挖开这些哥布林的胸膛 寻找元晶的下落 很快所有哥布林 都被搜索了一遍 然而却一枚元晶都没有发现 元晶的暴率 也太稀少了吧 近三十只哥布林 竟然一枚元晶都没有 一人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唐东面色如常 这种低级怪物 本就难以暴元晶 只有实力到了虎街 才能基本上稳定出产元晶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 几人都在基地附近清扫怪物 在现代武器的强大火力之下 普通的怪物 根本不是几人的对手 短短几个小时 就已经有超过五百只怪物 死在了几人的手中 唐东作为教官一样的存在 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几人的表现 几人从最开始的畏惧和紧张 到后来逐渐适应 甚至是彻底打破 对怪物的恐惧心理 这一场清扫行动下来 五个人算是彻底蜕变 真正具备了一名合格战士 所该有的心态 不知不觉间 夜晚也在逐渐降临 眼看着日落西山 黄昏将至 唐东看了一眼西边 那一轮红日已经逐渐下山 夜晚很快就回来来临 今天的清扫行动到此结束 我们该回去了 唐东开口道 刘东脸上 还有着意犹未尽的神情 首领 我们不再清扫一些吗 这些怪物都太弱了 就算是夜晚的环境 我们也能轻易杀死他们 一旁的其他几人 都连连点头 唐东瞥了他们一眼 不要拿白天与夜晚相提并论 夜晚所出现的怪物 实力远超白天 甚至还有灵体类怪物的出现 那种怪物 可不怕你们手中的枪械 听着唐东这么一说 几人这才想起 军事基地里面那些士兵的惨状 顿时一个个不由地 打了一个寒战 几人连忙点头 唐东随即调转车头 朝着基地所在的方向行驶过去 不多时 基地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 然而就在这时 唐东发现 基地的门口 有着一群人围在那里 开门 为什么不开门啊 大家都是幸存者 你们凭什么 叫我们关在外面 足足一辆大巴车 围在基地的大门处 大巴车里面坐满了人 几个壮汉从车上走下来 再砰砰砰砸门 俨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基地里面 赵明通过监控摄像头 看着大门外的动静 他不由地皱着眉头 几位 我们基地的首领 暂时没有回来 因此 不能放你们进来 你们是否能进入基地 还需要等到首领回来之后再决定 赵明语气平静道 这话让外面的人十分不满 几个人再度砰砰砰砸门 然而这坚固的墙壁 显然不是他们所能够砸开的 几人眼见着暴力无效 只好回到大巴车里面 大巴车内 一个面容英俊的青年 坐在大巴车最后面的位置 只见他此刻可谓是左拥右抱 左右怀里 各自有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而大巴车里面 其他幸存者都躲在其他的地方 面对英俊青年那大摇大摆的行径 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什么 孟老大 这个基地里面的人不开门 他们说要等他们的首领回来之后 再做决定 一个壮汉满脸堆笑着走上前来 首领 孟子墨微微皱眉 眼里闪过一抹疑绿之色 他目光看向旁边的另外一人 道 老刘 这个基地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唐东在这里 就会赫然发现 这个被孟子墨称之为老刘的人 赫然就是刘巴皮 刘巴皮脸上有着谄媚的笑容 孟老大 您相信我的话 这个基地 就是我那不成器的侄儿修建的 这小子之前偷了我的房子去迪亚 没想到一下子中了十个亿 这个基地 就是他用那十个亿修建起来的 我知道他在基地里面 囤积了大量的物资 那些物资的数量非常庞大 足够我们这些人 吃上至少一年的时间 而且 基地的地下修建非常豪华 一般的怪物 根本突破不进来 哦 这话让在场的人惊讶 孟子墨露出狐疑之色 你侄子为什么要修建这么一个基地 一般人中了十个亿 都会用来享受吧 谁知道呢 那小子就是一个神经病 他从乡下来投奔我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 但那小子根本就是一个白眼狼 偷走了我的房子不说 之前还将我狠狠打了一顿 这基地 就是我那套房子换来的 到时候 还请孟少帮我做主才行啊 刘八皮 一副委屈的样子 孟子墨不禁笑了 他拍了拍刘八皮的肩膀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肯定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走 我们直接进去 这道大门的确坚固 孟子墨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笑容 刘八皮顿时欢呼雀跃 一群人走出了大巴车 基地里面 赵明通过监控摄像头 看着这一幕 脸上的神情 顿时变得非常严肃 我是孟子墨 是这个幸存者小队的老大 我有重要的事情 与你们首领谈判 孟子墨双手抱胸 脸上满是傲然的神情 赵明皱着眉头 然后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孟子墨文言不由地冷笑 一旁的刘八皮 则是直接上前一步 对着基地里面破口大骂 唐东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快点给劳子开门 你难道认不出来 我是谁吗 你这个混账小子 偷了我的房子去卖 这才修建了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应该是属于我的东西 现在马上给我开门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基地内 看着外面刘八皮等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李维不禁缩了缩脖子 赵叔 现在该怎么办 手里没有回来 咱们做不了决定啊 赵明面色平静 不用担心 这群人身上并没有强大的武器 咱们可是有热武器的 他们如果乱来的话 到时候就直接射杀他们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赵明的眼里满是寒光 李维不由地吓了一跳 他们可是人类 那又怎么样 末日之下 就算是人类 你就能保证 他们是好人吗 赵明反问了一句 李维顿时哑口无言 他虽然年轻 但不代表天真和愚蠢 人性的黑暗 他自然了解一些 这个时候 外面的孟子墨等人 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们不愿意开门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孟子墨口中冷笑 听着他的话 四周的刘八皮等人连忙散开 下一刻 一团火焰瞬间从孟子墨身上燃烧起来 炙热的高温 让四周的空气温度都迅速上升 大量的火焰 在孟子墨的手中不断地汇聚 最终凝聚成为一个 大约篮球大小的火球 去 孟子墨口中一声轻贺 他手中的火球脱手出 在半空当中 划过一道红色的线条 重重砸在基地的大门上 哼 一道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大量的火焰四散而出 将半个大门都直接笼罩 四周顿时响起了一片鼓掌的声音 好 不愧是老大 这一手火焰的威力 真是太强大了 哈哈 老大可是掌控火焰的觉醒者 区区一扇大门 还能挡得住老大不成 这群人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老实实给我们开门不就得了 非得惹得老大生气 等会儿进去之后 非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不可 一群人都在吹捧着 孟子墨听着这些话 脸上不由地露出得意的神情 显然十分受用 百米之外 某个角落里面 唐东一行人看着这一幕 召结几人顿时大怒 操 这哪冒出来的家伙 竟然直接炸我们家大门 唐东双手抱胸 他面色平静地站在旁边 脸上没有半点着急的样子 一抹冷笑 逐渐从他的脸上浮现出来 那个年轻人 他太熟悉了 孟子墨 火焰系觉醒者 前世对方就死靠着 一手操控火焰的能力 短时间内就拉起了一支队伍 刘八皮赫然就在队伍里面 前世的自己 在刘八皮的血果之下 加入了孟子墨的队伍 但孟子墨此人目中无人 只要不是他的狗腿子 孟子墨就会随意打骂 以至于队伍里面的人怨声载道 但因为孟子墨的强大实力 以至于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他 后来一次意外招惹上了 一只强大的怪物 孟子墨直接将他推出来做诱饵 去引诱那只怪物离开 若不是他福大命大 早就已经死在了那只怪物的口中 真是缘分啊 这么快就遇见了你 前世你欠我的债 今世我就好好讨要一下吧 唐东的眼里有着寒光在闪烁 他不急着对孟子墨出手 既然是要报仇 那就要好好玩弄对方才行 一下子就将其杀死 那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正好刘八皮也在孟子墨的队伍里面 同时玩弄两个仇人 岂不是快感加倍 就在唐东这么想着的时候 不远的基地大门处 此时火焰已经散去 众人看向大门 然而当他们定睛一看 顿时就直接傻眼 这基地的大门竟然毫发无损 仅仅只是有些许焦黑的痕迹罢了 怎么可能 孟子墨的脸上 不由地浮现出一丝恶然的神情 他走过去仔细一看 顿时脸色一黑 这基地的大门竟然是和金打造的 一旁的刘八皮也不由地破口大骂 唐东这个败家子 区区一扇大门而已 竟然用和金打造 孟子墨的脸色有些挂不住 刚才那么自信满满的样子 没想到被狠狠打脸 然而和金大门兼顾无比 以他现在的实力 显然还不具备强行开门的能力 老大 我们从围墙爬上去吧 这围墙的高度 仅仅只有五米 我们完全可以翻越过去 旁边的狗腿子 连忙过来打圆场 孟子墨脸色阴沉 他立刻道 翻 得到了孟子墨的命令 几个狗腿子 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瞬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轰隆隆 一行人全部转过头去 便看到一辆巨大的怪兽汉马 从不远处行驶过来 通体黑色的怪兽汉马 乃是特殊和金打造 坚固无比 那强劲的动力 与庞大的身躯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台 合金怪兽一般 充满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卧槽 好帅的汉马 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怪兽汉马行驶过来之后 唐东 刘八皮顿时脱口而出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刘八皮一一见到唐东 顿时暴怒不已 他双眼里面 仿佛要喷出怒火来一般 直接朝着唐东冲过来 轮圆了手掌 就准备一道耳光扇在唐东的脸上 啪 然而下一刻 唐东后发先至 率先扇了刘八皮一个耳光 巨大的力量 差点没让刘八皮 直接栽倒在地上 半边脸颊都红肿起来 看上去十分滑稽 刘八皮 看来之前对你的教训还不够 还需要我帮你松松筋骨 唐东口中冷冽吃笑 啊 脸上剧烈的疼痛 让刘八皮忍不住一声惨叫 他又惊又怒 唐东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亏我一直以来这么照顾你 你不仅骗了我的房子 现在还敢对我动手 呵呵 面对刘八皮的指责 唐东简直要笑出声来 好一个颠倒黑白 我从乡下来 投奔你一年的时间 你对我如何自己心里清楚 唐东呵斥 面对唐东冰冷的眼神 刘八皮心中有些慌乱 他有些不敢相信 以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唐东 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自从上次医院醒来 这小子的变化这么大 这时 一旁的孟子墨走路上前来 你就是老刘的侄子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幸存者小队的队长 我叫孟子墨 我听说 你占了他的房子 偷到了足足上百万 今天我带着人过来 就是为老刘讨回这个公道 老刘作为我队伍里面的同伴 我既然是队长 不会做事他被人欺负 孟子墨双手抱胸 只要你交出这个基地 那么我就不会为难你 他此话一出 身后的一群人立刻围了上来 七八个五大三组的壮汉 虎视眈眈的看着唐东 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武器 有人手里拿着砍刀 有人手里拿着棍棒 除此之外 甚至还有一把弓弩 直接瞄准了唐东 场中的情况瞬间剑拔弩张 但在孟子墨一行人的目光之下 唐东的脸色却没有半点的变化 我若是拒绝呢 唐东眯着眼睛 孟子墨瞬间哈哈大笑 拒绝 你恐怕没有拒绝 我的资格与实力 听到唐东竟然拒绝 孟子墨好像是听到了 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他身边的其他人也狂笑起来 刘八皮亦是哈哈大笑 唐东 你小子恐怕不知道吧 孟老大就是传说中的觉醒者 拥有掌控火焰的能力 就凭你小子那点实力 也敢与孟老大对抗 不仅仅是刘八皮 其他人也用讥讽的目光看着唐东 一个个脸上都有着幸灾乐祸的神情 只有大巴车上的一些人叹了一口气 面露不忍之色 然而汉马车门前 唐东却不禁笑了 啪 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刻 怪兽汉马的车门打开 五个全副武装 手持枪械的人从车上走下来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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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子弹上唐声响起 黑洞洞的枪口 全部对准了孟子安几人 这一瞬间 仿佛时间都凝固下来 你说谁是弱者 唐东笑了 哼 孟子安几人 只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轰然炸开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被突击步枪的枪口指着 孟子安还能把持 但刘八皮几人则是当场吓傻 枪 枪啊 别开枪 别开枪 一阵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 刚才还张牙舞爪 耀武扬威的一群狗腿子 瞬间面色巨变 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 同时连忙丢掉了手中的武器 全部跪在地上 刘八皮大惊失色 脸上的表情全部都是震惊 唐 唐东 你小子哪来的这些枪线 难道你加入了军方 刘八皮震惊不已 唐东双手抱凶 我如何弄来这些武器 就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看在大家都是人类的份上 今天你们自扇三个耳光 那么刚才的冒犯 我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我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考虑 说完之后 唐东立刻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刘八皮惊怒不已 唐东 我可是你叔叔 你敢对我做这种事情 唐东没有理会他 依旧还在倒计时 五 四 赵姐几人上前了一步 手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 别开枪 我不想死 有狗腿子连忙走了出来 他轮圆了耳光 狠狠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啪 啪 啪 三道响亮的耳光声立刻响起 十分清脆悦耳 很好 你可以活下来了 唐东满意地点头 那人大喜过望 旁边的人见状 连忙开始自删耳光 被五支突击步枪这么指着 他们可不觉得自己的身体能够挡得住子弹 啪 啪 啪 一连串的耳光声不断地响起 刚才气势汹汹的一群狗腿子 现在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狂扇自己耳光 可谓是狼狈到了极致 刘八皮双腿都在颤抖 唐东的目光看着他 眼里满是冰冷 大量的汗水 从刘八皮的额头上流淌下来 此刻的他 哪里还有之前张狂的气质 最后一次机会 唐东冷冷道 刘八皮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 我删 别开枪 他惊恐到了极致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区区一点尊严 又算得了什么 啪啪啪 连续三个耳光 落在自己的脸上 剧烈的痛苦疼的刘八皮 呲牙咧嘴 两边的脸颊 有着鲜红的巴掌印 唐东满意地点头 最后的目光 落在了孟子墨的身上 孟队长 你的选择呢 唐东咄咄逼人 孟子墨脸色阴沉 犹如是要滴出墨汁来一般 他脸上挤出一丝 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唐 唐首领 刚才只是误会而已 是误会 唐东心中冷笑 误会 我看恐怕不是误会 我没有兴趣 与你多说废话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我还想回去好好休息 你可以选择奋力一搏 看看是你的火焰块 还是我的子弹块 说吧 唐东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对准了孟子墨 孟子墨看着 近在眼前的枪口 他只感觉前所未有的屈辱 唐东 你不要太过分 孟子墨脸色猙獰的低吼着 过分 刚才你想要强创我基地 甚至用武力威逼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着自己 也很过分 你不删是吧 那我来帮你 唐东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什么 孟子墨大惊失色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唐东已经抬起了手 啪 狠狠一道耳光 落在孟子墨的脸上 瞬间让其脸颊红肿起来 唐东 孟子墨痛苦嘶声怒吼 他额头上轻轻抱起 整个人五官都因为愤怒 而扭曲在一起 啪 第二道耳光再度落下 没等孟子墨反应过来 唐东第三道耳光 便已经重重地扇下去 啊 连续三道耳光 孟子墨只感觉自己脸颊 火辣辣的疼痛 他摸了一下嘴角 手上竟然出现了鲜血 好好好 孟子墨怒火万丈 他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双拳早已经紧握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风水轮流转 这笔账我迟早会算的 我们走 孟子墨留下这句话 他带着仇恨离开 眼里的恨意与愤怒 仿佛要凝聚成为实质 唐东摆了摆手 让赵姐几人放他们离开 他看着孟子墨 与刘巴皮一群人离去的背影 心中冷笑不止 这三道耳光 仅仅只是利息而已 我们之间的游戏 还有得玩呢 孟子墨几人很快离开 最终彻底消失在视线里面 一场闹剧 就这么暂时落下帷幕 基地巨大的合金大门随之打开 赵明带着人 快步走山前来 首领 你们没事吧 李维手里拿着医药包 刘东哈哈大笑 没事 今天真是太爽了 那些怪物在枪械面前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完全是被我们一面倒的屠杀 赵姐几人也在连连点头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兴奋之色 首领 你刚才真是太帅了 那种喜欢欺压他人的家伙 就该这么狠狠地扇他的耳光 赵姐兴奋挥舞着拳头 唐东面色平静 孟子墨他们不过是小插曲罢了 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怪物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现在的怪物仅仅只是狼街罢了 若是等怪物达到虎街层次 到时候就足以抵御常规的枪械射击 唐东说出来的消息十分惊人 如同一盆冷水一般 泼在几人的头上 让几人心中的兴奋 瞬间熄灭下来 天色很快彻底暗了下来 基地食堂内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 他们赫然 就是王江等人 自从怪物出现以来 他们就一直胆战心惊地躲在天台上 整整一天一夜没有进食 此刻恨不得让食物塞满自己的肚子 吃饱喝足之后 后勤人员收拾碗筷 一群人则是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着 大 大 大 这时 脚步声响起 唐东从外面走了进来 首领 一群人纷纷起身 唐东摆了摆手 随后目光落在了王江一群人的身上 欢迎来到云江幸存者基地 再次自我介绍一遍 我叫唐东 接下来 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加入 要么离开 若是选择离开的话 作为人道主义帮助 我可以给你们三天的食物 和简单的武器 听着唐东的话 一群大学生互相对视了一眼 很快就有人起身来 唐首领 我们愿意留下来 有人带头 剩下的人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总共14个人 全部都选择了留下来 作为校长的王江也在里面 很好 既然愿意加入基地 那么从今往后 就要遵守基地的规则 接下来就让副基地长赵明 给你们安排事务 我先离开了 唐东说完之后 便转身离开 他走之后 赵明随即走上守卫 唐东独自一人来到了房间内 赵明的管理能力很出色 他相信对方 可以将新加入的人安置好 回到地下庇护房间 唐东拿出了今天的收获 总共三枚猿金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面上 狼街的怪物猿金出产率 实在是太低了 除了军事基地里面 那只狼街巅峰的妖灵之外 下午杀死了超过200只怪物 却仅仅只是 爆出了七枚猿金而已 唐东不由地摇头 一旁的鬼胡眼 巴巴地看着唐东 就连身体里面的蕾娜 也跑了出来 用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你们暂时还不需要提升实力 以后再说吧 才是最需要提升实力的人 现在他的实力 已经是狼街巅峰 他需要尽快突破到虎街 以应对未来更加危险的情况 他将猿金握在手中 开始吸收其中的猿力 冰凉的猿力 从猿金里面流淌出来 在唐东的牵引之下 进入自己的身体 随后一路流淌到 眉心进入意识海 开始滋养灵魂 在猿力的滋养之下 灵魂以微弱的速度 在慢慢成长着 就在这边唐东修行的时候 另一边 某个民宿房屋里面 孟子墨一群人正汇聚在这里 一行二十来人 挤在这个民宿的大厅里面 四周一片黑暗 夜晚寂静无声 安静得好像是一根针 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 二十来人里面 绝大部分人都躲藏在角落中 只有孟子墨和他的狗腿子 则是坐在大厅的中央 此刻 孟子墨的脸色 可谓是相当难看 从小到大 他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此刻内心充满了 对唐东的憎恨 他目光看向刘巴皮 一把抓过了他 老刘 你到底有没有对我说实话 你这个侄子不是普通人吗 如果他是普通人 又怎么会拥有那么多枪械 而且他手下 竟然还有一帮子人 整体实力比我都还要强大 刘巴皮哭丧着脸 孟老大 我冤枉啊 我也不知道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他上次中暑 从医院醒来后 他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至于他的枪械 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花钱买的吧 啪 孟子墨气不打一出来 抡起耳光 就扇在刘巴皮的脸上 操 你嘴里每一句实话 我真是被你害惨了 孟子墨怒火狂涌 刘巴皮不敢反驳 他的心里面 也是委屈不已 原本以为 自己带着孟子墨 这个觉醒者上门 就可以在唐东的身上 狠狠地出一口恶气 万万没想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唐东竟然发展出了势力 而且还拥有枪械 这简直是热了狗 他咬了咬牙 孟老大 这个仇 咱们一定要报 他唐东虽然拥有枪械 但您可是觉醒者 区区一个唐东 难道还怕他不成 孟子墨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我还需要你来提醒吗 唐东今天这么羞辱我 这个屈辱我一定 让我百倍奉还 说到这里 孟子墨的脑海里面 不断思索着 想着如何解决唐东 想要报仇 首先就要对抗 唐东手中的枪械 他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面对强大的现代武器 暂时还不是对手 忽然 一旁的狗腿子 提出了一个想法 孟老大 或许我们可以潜入 唐东的基地里面 然后偷一些枪械和弹药出来 到时候 我们双方战力持平 他唐东就没有优势了 而且他唐东总要外出吧 我们也可以引诱 一些强大的怪物过去 让那些怪物帮我们报仇 那狗腿子黑黑笑着 孟子墨点头赞同 这的确是不错的办法 咱们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住在这里 老刘 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带着人 全天24小时监视唐东他们 无论他们有任何行动 都要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刘八皮立刻点头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四日 旭日高升 一轮红日 从东边的地平线上 慢慢升起 明亮的光芒 驱散大地的黑暗 今天是末日第三天 整个云江 此时已经彻底安静下来 原本烦闹的街道 早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一只只怪物偶尔行走 那些被人类 修建起来的高大建筑 现在已经成为了怪兽的巢穴 谁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居住着什么 整个城市变不危险 常人哪怕想要活过一天 都万分困难 基地内 众多人已经各自起床 开始忙碌起来 有人负责做早饭 有人负责打扫基地里面的卫生 有人负责清点物资做设计 有人则是来到基地的运动场上 开始训练枪法 休息了一个晚上 唐东也从地下庇护所里走出来 他今天打算外出捕捉飞行怪物 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攻击手段 有了飞行怪物 那无论是侦察 还是进攻 都可以从容应对 甚至在危机的情况下 还能带着他从天空上逃跑 可谓是万金油一般的存在 首领 首领 基地里面的人看着唐东 都纷纷露出微笑 唐东微笑点头 简单吃过早餐之后 他来到了基地里面的广场上 首领 今天我们要外出猎杀怪物吗 刘东摩拳擦掌的走上前来 当然 但我不跟你们一起 今天有你们带着鬼虎在基地附近巡逻 同时清剿怪物 我需要外出捕捉飞行怪物 阿杰 你跟着我一起 唐东开口道 赵洁立刻快步跑过来 而刘东几人听着没有唐东一起 则是显得有些紧张 阿东 今天有你来领队 如果遇到强大的怪物 你们就立刻返回 记住 绝对不能贪攻冒进 唐东仔细叮嘱道 是 刘东面色严肃 安置下来后 唐东立刻准备捕捉飞行怪物的工具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做上了武装直升机 轰隆隆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响起 巨大的气流随之出现 唐东将鬼虎留在了基地里面 直升机很快缓缓起飞 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面 而几百米外 刘八皮带着人看着这一幕 他手中拿着一个望远镜 看着唐东离去的方向 这小子竟然还有武装直升机 刘八皮又惊又怒 心里面满是极度的神情 唐东能居住在舒服的基地里面 而他们只能躲藏在民宿 双方的待遇简直是天差地别 快 据通知孟老大 唐东已经带着人外出了 天空上 一架武装直升机 在数百米的空中飞行而过 螺旋桨的轰鸣声 吸引了地面许多怪物的注意 不少怪物都抬起头来 看向天空上 但面对高高飞行的武装直升机 他们也只能无能狂怒而已 副驾驶上 赵杰拿着望远镜 四处寻找着飞行怪物的身影 忽然 他面色俱变 好像是看到了什么 让他震惊的东西 老大 三点钟方向 发现了恐怖的怪物 赵杰的声音 甚至都有些颤抖 唐东立刻接过望远镜 他顺着罩杰直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千米之外 一棵高大的树木映入眼帘 这棵巨树十分庞大 高度足足达到了 近150米的恐怖程度 巨大的树木通体黑色 生长在城市的某个广场上 粗大的根系 深深扎根于地下 庞大的树干直径超过了20米 如果只是一棵树 那还算不上多么惊人 但这棵黑色的巨树上 却倒掉着一个个人类的尸体 这些尸体全部被树枝缠绕捆绑 然后倒掉在半空当中 只是随意一看 就有两三百个人类被吊在空中 如此可怕的一幕 实在是震撼人心 难怪赵杰这么震惊 十人古朔 唐东面色凝重至极 口中说出了这只怪物的名字 熟练 这种怪物 为何也太可怕了吧 他竟然杀了这么多人 赵杰的脸上 有着愤怒与惊惧的神情 唐东调转武装直升机行进的方向 很快数百米外的 十人古朔越来越近 最终彻底出现在 唐东与赵杰两人的面前 近距离观察之下 巨大的黑色十人古朔 更加震撼人心 十人古朔的整体模样 与柳树有着不少的相似 树枝上只有少数的树叶 一根根藤条般的树枝垂落下来 每根树枝上都倒掉着一个人类 这些人还活着 但与死了没什么区别 十人古朔 植物型怪物 生长于大地之上 但会捕食人类与其他的怪物 它会用树枝缠绕在猎物的身体上 然后将其倒掉在半空中 之后 树枝会源源不断地吸收猎物的身体 直指 让猎物彻底成为一个空壳 幼年的十人古朔 高度基本上200米左右 如果达到成年体 高度则可以接近500米 实力更是会达到轨迹巅峰 哪怕是常规的导弹轰炸 也难以将其杀死 唐东语气低沉 死 赵杰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十人古朔的目光里面 充满了震惊 这种怪物竟然这么恐怖 唐东点点头 它面色严肃 十人古朔的威胁很大 距离我们的基地 仅仅只有不到三公里的距离 如果等 这棵十人古朔成长到成年体 到时候会对基地造成威胁 而且 未来我们收复云江 十人古朔 也是必须要除掉的怪物 它这么说着 心里面已经在想办法 如何解决这个庞然大物 哪怕是幼年期的十人古朔 也绝对不是普通人所能抗衡的 好在这棵十人古朔 还没有成年 唐东估算了一下 对方目前的实力 大约是虎街巅峰 燃烧弹 一抹金光从唐东的眼里一闪而过 他深深看了一眼十人古朔 随后调转机头离开 十人古朔的成长需要时间 他暂时到不了成年体 先把他暂时放在这里 过几天再来收拾他 武装直升机很快离开 继续寻找飞行怪物的存在 不多时 一头怪物便从地面上冲天起 目标直指空中的武装直升机 是一只翼龙 赵洁立刻看出了对方的身份 不要 太弱小了 唐东毫不犹豫地摇头 他的目标是凶猛强大的怪物 翼龙虽然不错 但还达不到他的标准 赵洁文言点点头 然后拿出步枪 瞄准了朝着武装直升机 而来的翼龙 砰 一颗子弹击射而出 瞬间跨越了上百米的距离 直接命中了翼龙的身体 翼龙凄厉惨叫一声 当场从半空中跌落下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瞬间中创 四周的怪物听到动静 立刻一拥而上 刚才还生龙火虎的翼龙 直接被分尸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唐东在云江市郊区的上空 不断寻找 期间接连有几十只 飞行怪物上前来 但都不符合他的标准 要么是太丑了 要么是实力不够 要么是潜力不够 花了一个小时 也没有任何收获 唐东开始考虑 要不要前往市中心 但市中心非常危险 怪物无数 到时候稍有不慎 就有坠机的风险 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 突然一道金色的身影 从唐东的视线里面 一闪而过 只见远处的半空中 一只通体金色的飞行怪物 正在天空中翱翔 这只怪物 与老鹰有着七八成的相似 但体积比普通老鹰更大 浑身金色的羽毛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光芒 那巨大的身躯 更是威武霸气 仅仅只是看着 就让唐东磨不开眼睛 闪电雷硬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唐东大喜过望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 看到闪电鹰 这是一种 由老鹰变异而来的怪物 对方并不是 由幻想之力 巨线而出的怪物 而是地球上本土的老鹰 在原力洗礼之下 便一而来 因为掌握了雷电之力 因此被人称之为闪电雷鹰 首领 你该不会是要抓这只怪物吗 赵捷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 百米之外 那只闪电雷鹰身形庞大 一看就实力非凡 而且对方浑身上下 时不时闪耀出几道雷电 这要是被击中 可不是开玩笑的 没错 我就是要契约他 闪电雷霆潜力很强 而且急急携手 既然遇到了 那自然要好好尝试一下 唐东如是道 见着唐东坚持 赵捷只好点头 武装直升机 一路跟随着闪电雷鹰 很快就飞行了数公里的距离 闪电雷霆 一路飞出了云江市的郊区 最终在一座大山的山崖上 停止下来 哄咚咚 伴随着巨大的气流风压 武装直升机缓缓降低 最终停在了山脚下的一处平地上 两人从武装直升机上跳下来 手中各自拿着武器 唐东肩膀上扛着一把类似火箭筒一般的东西 赵捷的手中则是突击步枪 我们出发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两人马上开始上山 很快来到了半山腰上 好在这座山并不算高大 因此 他们很快看到了闪电雷鹰的巢穴所在 对方的巢穴就在山崖顶端 但山路崎岖 想要爬上去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花了大半的小时 两人终于来到了山顶 距离闪电雷鹰的巢穴 仅仅只有百米左右的距离 阿杰 你留在这里 等会儿闪电雷鹰出现 你立刻开枪打穿他的翅膀 闪电雷鹰飞行在空中 一旦离开地面 我们就很难对付了 所以我们需要第一时间让他失去飞行能力 唐东严肃道 赵捷深吸一口气 他紧张的手心都有些冒汗 额头上更是汗水直流 没问题 手练 交给我吧 我的枪法已经有进步了 那么大的目标 肯定能够击中 赵捷语气坚定 唐东点点头 两人随即继续上前 就在这个时候 闪电雷鹰敏锐地感知发现了他们 就 一道尖啸的之鹰 瞬间划破长空 山顶的巢穴内 闪电雷霆猛然张开了巨大的翅膀 足足有五米之巨 赵捷双眼死死盯着闪电雷霆的身躯 然后扣下了扳机 碰 子弹呼啸而出 直接命中了闪电雷鹰的翅膀 立刻将其贯穿 并且留下一个血洞 碰 碰 碰 赵捷没有任何犹豫 再度连开三枪 前面两枪命中 最后一枪则是被闪电雷霆躲开来 尽管已经受伤 但闪电雷鹰依旧飞入了天空上 只是飞行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闪电雷霆从天而降 冰冷锐利的鹰眼死死地锁定了躲藏在草丛里面的赵捷 阿捷 小心 唐东大声提醒 就 伴随着尖啸声 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赵捷 赵捷猛然翻滚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躲开这一道闪电 但天空上闪电雷鹰的攻击却没有任何的停止 轰隆隆 一道道闪电 犹如不要钱一般劈下来 让赵捷疲于奔命 根本不敢停止下来 否则一定会被闪电击中 这一边 唐东拿出了步枪 瞄准天空上盘旋飞行的闪电雷霆 碰 他的枪法远比赵捷出色 即使闪电雷鹰在盘旋飞行 黄澄澄的子弹 依旧精准命中了闪电雷鹰的翅膀 闪电雷鹰再度惨叫 而这个举动也让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唐东的身上 或许是因为刚才释放太多闪电 以至于闪电雷鹰体内的原力已经耗尽 他瞬间从高空上飞扑下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闪电雷鹰的速度迅捷如风 从数百米的高空俯冲而下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就已经到达了唐东的面前 来得好 唐东不禁反省 他立刻扛起了已经准备好的大型网枪 当闪电雷鹰到达他的面前时 马上扣动扳机 碰 一团特制的大网瞬间扑出去 直接将俯冲下来的闪电雷鹰抓如网中 闪电雷鹰当即一头栽倒在地上 如果不是他的身体经过原力的强化 恐怕这一下就足以让其死亡 但即使如此 闪电雷鹰的身体依旧在地面上不断滚动 痛苦挣扎着 短时间内无法爬起来 唐东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他快速来到闪电雷鹰的面前 双眼与对方对视 强大的精神力量涌动而出 狠狠朝着闪电雷鹰的精神世界撞过去 一人一鹰在精神世界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双方你来我往 唐东的精神如同是一只发狂的野兽 而闪电雷鹰则是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抵御唐东这个入侵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闪电雷鹰的抵抗逐渐减弱 他本就身体受了伤 此刻状态可谓是每况愈下 又如何是唐东的对手 终于 在五分钟之后 闪电雷鹰彻底坚持不住 精神世界的大门被唐东直接撞开 唐东的精神立刻长驱直入 在其精神世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同时带走了闪电雷鹰一丝精神 这一丝精神立刻被神秘黑色令牌捕捉 托管在黑色令牌上 至此 闪电雷鹰正式归顺于唐东 就在契约成功签订的那一刻 一股金色的力量也随之从神秘黑色令牌的内部涌现出来 直接钻进了唐东的身体 哄 那股金色能量在唐东身体里面炸开 眨眼之间就扩散至四肢百骸 唐东只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面逐渐凝聚出来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或许是一分钟 也或许是一个小时 唐东重新睁开了眼睛 脸上有着兴奋的狂喜 哈哈 成功了 他意念一动 一道金色的闪电立刻出现在手中 闪电击事出 眨眼之间命中十数米外的一棵大树 碰 大树的树干被炸出一道焦黑的痕迹 金色闪电这才消失不见 好 唐东脸上喜悦不止 这金色闪电的能力 就是闪电雷鹰共享给自己的能力 如今 自己就相当于是有了两种觉醒能力 这闪电能力十分出色 进攻性很强 而且闪电飞行速度极快 大大增加了他的战斗力 闪电雷鹰的实力也是狼街上级 不过他已经快要进阶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达到狼街巅峰 如今他的属性如下 唐东 境界 狼街巅峰 契约兽 鬼虎 肉体强化 妖灵露娜 精神强化 闪电雷鹰 闪电操纵 唐东喜笑颜开 不远处的赵杰 快步小跑过来 他被闪电雷鹰一通狂炸 身上到处都是泥土 显得有些狼狈 恭喜首领 赵杰脸上也有这笑容 唐东的实力越强大 他们这些追随者 自然越安全 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们回去吧 唐东如是道 他走到闪电雷鹰的面前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凶神恶煞 而是轻易地走到唐东面前 用翅膀蹭蹭唐东的身体 表示乖巧 好宝贝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唐东笑着 他将闪电雷鹰抱起来 一路下山后 回到武装直升机面前 然后拿出医药箱 给闪电雷鹰包扎伤口 足足三道枪伤 还有刚才强行坠地造成的伤害 哪怕有着原力的加持 也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恢复 轰隆隆 武装直升机重新起飞 唐东开着飞机 静止地回到基地内 看着从直升机上下来的闪电雷鹰 基地里面的众人都纷纷下来围观 不得不说 闪电雷鹰非常神聚 特别是那一身金色的羽毛 更是让其显得更加威武 好威武的老鹰 李渭两眼放光 快步地走上前来 他嬉嬉笑着伸手 想要摸一摸闪电雷鹰的羽毛 但还没有触碰到 就被闪电雷鹰用翅膀轻拍了一下挡开 闪电雷鹰仰着下巴一脸高傲 显然是看不上李渭 啊 李渭不由地哇哇大叫 首领 你的星期约寿也太高傲了吧 真是小气鬼 都不给摸一下 哈哈 旁边的人都不由地大笑起来 人群里面 一人的脸色 则是显得有些难看 王江站在人群的最末尾 他表情阴沉 眼里有着浓浓的极度与不满 一个幸运的年轻人罢了 有什么资格这么张狂 王江咬着牙 他身为一本大学的校长 在以前的日子里 不知道多少人每天巴结公为他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基地里面 别说巴结 硕大的基地里面 甚至都没几个人愿意跟他说话 之前他用大学生阿跃 当挡箭牌的事情 已经被其他学生流传了出来 不仅如此 还有他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 正是因为如此 这才短短一天的时间 基地里面众人便已经开始孤立他 平日看向他的眼神里面 也都是警惕与厌恶 如此巨大的落差 这让王江万分的不满 他早上找到赵明 原本以为 以自己曾经管理过一个学校的履历 能够从基地里 得到一个管理的职位 但却被赵明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样的事情 更是让王江恼怒不已 他咬了咬牙 将愤怒压在心底 这一边 唐东很快将闪电雷鹰安置下来 他喜欢高处与开阔的地方 因此 唐东在基地的屋顶 给他安置了一个新的巢穴 用以居住 闪电雷鹰的事情解决 唐东随即回到基地内 这时赵明找上来 首领 我有些事情要汇报 好 我们去办公室吧 唐东点点头 两人来到地下庇护所 静止进入唐东的办公室里 随后赵明便拿出了一叠文件资料 首领 我通知了基地里面的所有物资情况 目前我们的食物与水源都非常充足 首领您之前购买了大量的食物和水 因此 短时间内 我们不需要外出寻找食物 但基地里面的电 已经开始有些紧张起来 同时 基地的规模 我觉得也应该要扩大了 现在基地里面总共有32人 每天的耗电量 已经不是小数字 如果没有足够的发电 一些事情 恐怕就会不太方便了 赵明如释道 唐东接过资料看了一眼 不由得点头 当初庇护所的设计 虽然有发电机 但想要满足30多人的消耗 一个发电机组 显然是不够的 这么看来 我们需要新的发电设备了 唐东眯着眼睛 赵明轻点下巴 没错 而且是大型发电机组 我们应该组建一个火力发电站 这样才能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供电 除此之外 我们也应该去搜救一些人才 否则火力发电站 也无法修建起来 在云江市的另一端 就有一个火力发电厂 我们应该去那边碰碰运气 赵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需要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 基地也需要种植粮食 并且开始收复湿地 清剿云江市内的怪物 赵明说了一大堆的事情 然后又拿出了一堆资料 唐东随便看了一眼 只感觉一个头四个大 万万没想到 管理一个基地居然这么复杂 前世的他 完全没有处理过相关的事情 但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成为一个基地的首领 仅仅只有实力是不够的 我明白了 这些我都会开始一一处理的 基地内的发展 还需要你多多费心 我不懂这些东西 但我会虚心学习的 唐东面色严肃 赵明微微一笑 心中十分满意 有着唐东这样虚心学习 愿意聆听建议的首领 未来云江基地的发展 必然会蒸蒸日上 吃过午饭之后 下午唐东便准备出发 寻找发电机组的问题 他与赵明商量之后 决定前往横穿云江 因为那火电厂所在的位置 刚好就在云江城的另一面 但想要横穿整个云江城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再三思索之后 唐东最终还是决定绕路 从郊区绕一大圈 尽管这样做路线很长 但胜在安全 不用去危险的市中心 做好决定 唐东给武装直升机加满了油 然后即刻出发 鬼虎 唐东喊了一声 不远处的鬼虎 立刻冲了上来 进入机舱的后座 轰隆隆 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响起 武装直升机缓缓起飞 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面 唐东驾驶着武装直升机 按照既定好的路线出发 在飞行了整整大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横穿了整个云江 只见远处的地面上 一个火力发电厂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 终于到了 唐东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 他将武装直升机 悬停在了火力发电厂的上空 然后拿出望远镜 开始仔细观察发电厂的情况 整个发电厂寂静无声 到处都有着被破坏的痕迹 显然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地面上还有着一些怪物的尸体 但见不到任何人类的痕迹 都已经死了吗 还是躲藏了起来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他控制着武装直升机 然后缓缓降落在了 火力发电厂的大门口 当螺旋桨完全停止之后 全副武装的唐东 从飞机上走下来 一旁的鬼虎 也纵身一跃 来到唐东的身边 好好盯着四周 有任何危险的情况 立刻警告我 唐东拍了拍鬼虎的脑袋 好 开始探索火力发电厂 很快就进入了发电厂的内部 唐东一路上小心翼翼 散弹枪早已经被他拿在了手中 他微微眯着眼睛 警惕地盯着任何一个地方 继续深入前进 路过一具怪物尸体的时候 唐东蹲下身体来 仔细端向了一眼 这一观察 他的脸色立刻就凝重了起来 不对 这怪物不是被人类杀死的 而是死在了其他 更加强大的怪物手中 从这尸体上的痕迹 唐东一眼看出来有问题 这怪物的尸体上 有着明显被利爪撕裂与尖锐牙齿 啃咬之后的痕迹 甚至怪物的一部分躯体都被吃掉 这显然不是人类的攻击手段 怪物之间也会互相攻击 这一点唐东当然知道 但没想到 这个火力发电厂 就有这种恐怖的怪物 恐怕发电厂里面的人 已经凶多吉少了 唐东的心不由得一沉 他继续前进 只是手里的散弹枪握得更紧了 就在这时 原本走在前面的鬼虎 忽然嘀吼一声 目光瞬间看向了三点钟的方向 下一刻 唐东只感觉侧面传来一道近风 他想都没想 猛然向前一扑 下一刻 一根尖锐的黑色尖刺 瞬间贯穿了他 原本所在的位置 如果他刚才的 躲避动作慢了一步 恐怕身体 就被这突如其来的黑色尖刺给贯穿了 草 唐东后背 不由地浮现出冷汗 口中更是骂了一句 他立刻看向攻击袭来的方向 只见数十米之外的某个建筑上 一个通体黑色的猙獰怪物 正趴在架子上面 这只怪物的体型十分庞大 仅仅只是趴在架子上 高度就已经达到了两米 身长更是有着惊人的五米有鱼 这黑色的怪物 长着尖崖与利爪 身后更是长着一根 长达近三米的尾巴 他尾巴根部的位置 是尖锐的三角矛头 锋利的毛尖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寒光 黑色怪物星红的目光 隔着数十米 锁定着唐东 眼神里面全是贪婪与嗜血 狼街巅峰 唐东的面色十分凝重 他已经感知到了强烈的威胁 黑色怪物的实力 赫然已经达到狼街巅峰的程度 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入虎街 甚至可以说 半步虎街也不为过 好 黑色怪物一到低后 他的身形瞬间飞扑而出 几个跳跃就来到了地面 并且开始狂奔起来 数十米的距离 在黑色怪物的脚下 只是一个呼吸就已经到达 浓烈的血腥味 也随之扑面而来 好 鬼虎怒吼一声 毫不犹豫地挡在唐东的面前 碰 唐东瞄准了黑色怪物 立刻扣动扳机 子弹呼啸而出 但直接落空 黑色怪物的身形万分灵活 他似乎知道枪械的可怕 在唐东举枪瞄准他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躲避 碰 碰 碰 唐东又连续扣动三次扳机 但三枚子弹全部被躲过 狼街巅峰的怪物实力已经非凡 他的速度并没有比子弹更快 只是唐东瞄准的速度 赶不上他的移动速度而已 不行 这只怪物的速度太灵活了 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与对方战斗我很吃亏 我需要限制他的速度 电光火石之间 唐东的脑海里面 已经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他没有任何犹豫 马上抽身后退 时不时转过身来开枪 将靠近的黑色怪物逼退 七发子弹很快就打完 唐东快速地更换弹药 黑色怪物十分聪明 他马上抓住唐东换弹的空隙 身后那又细又长的尾巴 瞬间击尸而出 空气被撕裂的尖啸音响起 这尖锐的尾巴 好像是投掷出来的长毛 瞬息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东的身后 原本就三米长的尾巴 竟然直接拉长 一下子让长度达到了六米 锋利的尾巴 尖端眼看着 就要动穿唐东的胸膛 这是鬼虎猛的一巴掌拍下来 狠狠地击打在黑色怪物的尾巴上 这一拍 让尾巴偏离了进攻轨迹 尾巴尖端 擦着唐东的肩膀攻击过去 但也在其肩膀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剧烈的疼痛 让唐东面色发狠 散弹枪重新上膛 他转身就是一枪 碰 又是枪响出现 或许是因为尾巴没有收回的原因 以至于黑色怪物 这一次闪避速度并不快 散弹枪发射出来的子弹 瞬间命中了他的身体 发出沉闷的声音 黑色怪物体表 拿黑色甲铐被子弹贯穿 但余下的力量 不足以贯穿他的身体 甚至连内脏都没有伤到 就被强劲的肌肉卡住 眼见这样的情况 唐东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意外 狼截巅峰的怪物 实力已经相当强大 一两发子弹 想要将其致命 除非打中脑袋 否则非常困难 好 鬼虎此刻已经扑了上去 迅速与黑色怪物战斗在了一起 强化 唐东口中一声低含 立刻发动了能力 体内的原力瞬间被消耗 化作一股神奇的力量 落入了鬼虎的体内 好 鬼虎兴奋的大吼 只感觉自己体内 仿佛有着强大的力量 正在源源不断的涌出 双方瞬间战斗在了一起 鬼虎在强化能力的增幅之下 实力大尽 赫然已经迈入了狼截巅峰的程度 一时之间 与黑色怪物对抗着 不落下风 一怪一虎战斗在一起 短短时间里面 就已经交手了十数招 好 果然这才是召唤师的正确战斗方式啊 唐东 哈哈大笑 刚才自己真是愚蠢 根本没必要跑的 直接给鬼虎上buff 让鬼虎上就可以了 自己作为辅助在旁边帮忙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后的汗毛猛然炸起 仿佛一股致命的危机感 陡然袭来 不好 唐东猛然翻滚 他定睛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竟然还有 只见身后不远处 第二只黑色怪物竟然现身 此刻正朝着唐东虎视单单而言 不行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 鬼虎 我们走 唐东立刻给鬼虎下达命令 一人一扑 马上撤退 蹦 蹦 蹦 他连开竖枪将两只黑色怪物逼退 然后自己则是撒鸭子狂奔 黑色怪物的速度极快 唐东两条腿 如何跑得过四条腿 眼看着他就要被黑色怪物追上 闪电 噼里啪啦 一道金色闪电 从唐东的身上涌现出来 直接落在距离他最近的那只黑色怪物身上 那黑色怪物 显然没有想到唐东这个猎物 竟然还能爆发出雷霆之力 强大的金色闪电 落在他的身体上 瞬间将其身躯麻痹 一时之间动弹不得 趁你病 要你命 唐东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举枪瞄准 那只被麻痹的黑色怪物 碰 碰 碰 连续三枪 枪枪命中 瞬间爆头 那只黑色怪物的头颅 在子弹的璀璨之下直接炸开 庞大的尸体 瞬间轰然倒地 流淌出大量的鲜血 好 唐东一声欢和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直接让唐东脸上的笑容僵硬 还有完没完了 第三只 唐东满脸惊愕 十数米之外 第三只黑色怪物 从某个隐蔽的角落跳跃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第三只黑色怪物 这火力发电厂 到底是什么炼狱副本 怎么会有这么多狼街巅峰的怪物 盘踞在这里 好 没等唐东有什么动作 又是一道低吼声响起 第四只黑色怪物 从黑暗中走出 以三角的合围姿态 将唐东包围在里面 饶使他经历过大风大浪 此刻额头上 他不禁低落下来一滴冷汗 竟然遭遇了三只狼街巅峰的黑色怪物 他今天出门 是没看皇帝吗 突围 电光火石之间 唐东脑海里 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他迅速更换上新的子弹 一枪 瞄准一只黑色怪物 同时金色闪电 从他的身体里面爆发出来 直接撕裂长空 金色闪电的速度极快 直接将一只黑色怪物麻痹 唐东立刻选择从这个方向突围 鬼虎 掩护我 唐东下达了命令 鬼虎咆哮而出 身躯狠狠撞在那只黑色怪物的身上 一主一仆 硬生生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他们朝着火力发电厂的厂房狂奔过去 身后的黑色怪物则是紧追不舍 忽然之间 唐东好像是听到了有人的呼喊声 他转过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的冷却炉所在 竟然有人正在朝着他招手 这里 快点过来 这火力发电厂内竟然还有幸存者 唐东很是惊讶 他马上调转方向 快步朝着幸存者所在的位置过去 碰 碰 碰 幸存者那边也拿出手枪掩护唐东 几枪暂时逼退黑色怪物 给了唐东逃跑的机会 他快步冲进房间里面 一旁的幸存者马上将厚重的大门关上 碰 黑色怪物在外面疯狂砸门 但厚重的大门由钢铁打造而成 以狼截巅峰的实力 想要破开这厚重的大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好 请问你是救援队的人吗 我是这个火力发电站的站长 目前临时担任幸存者小队的队长 我叫孙马 一个中年男人走上前来 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唐东 同时走上前来 但孙马还没有靠近 鬼虎便已经拦在了他的面前 并对着其低声咆哮警告 小心 旁边的人连忙提醒 唐东拍了拍鬼虎的脑袋安抚他 同时看向四周 这里赫然是冷却炉的下方 眼前的房间并不大 大约只有100平米左右 看上去像是控制机房 机房内 总共有着八个人 每个人的身上 都穿着这个火力发电厂的工作服 不过他们的状态却并不高 不仅有人受了伤 而且一个个嘴唇干燥 精神违靡 面对孙马的询问 唐东道 抱歉 我不是官方救援队的人 我来自云江幸存者基地 属于民间组织 我叫唐东 这次前来的目的是 搜寻火力发电厂 寻找能用的资源 民间组织 孙马几人都吃了一惊 他们上下打量的唐东 唐兄弟这全副武装的样子 我还以为是官方搜救队的成员 等等 既然唐兄弟能够来到这里 那你肯定有离开的办法吧 而且 你还带着枪弦 孙马脸色有些激动 唐东没有多说什么 他取下了自己身后的背包 只见里面装着些许的压缩饼干与水源 同时还有医疗包 你们先吃点东西吧 我身上就暂时只有这些 太好了 看着食物和水 孙马几人全都两眼放光 一个个激动不已 唐东将食物分给他们 几人顿时狼吞虎咽 将压缩饼干吃得干干净净 勉强填了一点肚子 几人的精神明显好了不少 孙马感激道 谢谢唐兄弟 实不相瞒 自从前天怪物降临之后 我们这些人 就一直躲藏在这个机房里面 靠着这机房的坚固和一把手枪 我们这些人 这才活了下来 那些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降临得非常突然 整个火力发电厂上百号人 恐怕就只有我们几个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孙马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机房里面的气氛 瞬间沉闷下来 孙马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道 唐兄弟 既然你是从外面来 那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 全世界都沦陷了 这场怪物狂潮 席卷了整个世界 几十公里外 那个军事基地 也已经沦陷了 我手中这些武器弹药 就是从那个基地里面拿的 唐东瘫瘫手 什么 孙马等人震惊不已 这怎么可能 这些怪物 难道还能挡得住军队不成 一人忍不住道 唐东点点头 随后一道半透明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将几人吓了一跳 不用担心 这是我契约的怪物 完全听从我的命令 它叫蕾娜 是一只妖灵 妖灵这样的怪物 完全不吃物理攻击 哪怕是导弹轰炸 也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任何防御 也挡不住它 唐东解释道 几人听完之后 瞪大了眼睛 随之而来的 就是庆幸 幸好我们没有遇到妖灵 否则我们哪怕躲藏在这里 也没有作用 孙马忍不住道 唐兄弟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 需要想办法离开 你们知道 外面有几只黑色怪物吗 唐东询问道 孙马思索了一下 大约五只左右吧 这是我们这两天以来 观察到的结果 唐东露出沉吟的神情 五只黑色怪物 自己已经杀死了一只 那么 最多还剩下四只 这么看来 完全可以搏一搏 鬼虎与蕾娜 在自己的强化之下 战力可以达到狼街巅峰 顶得上两只黑色怪物 剩下两只黑色怪物 自己手中有着枪械 再加上闪电的力量 完全可以逃脱 想到这里 她立刻将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蕾娜目前只能在傍晚 或者夜晚出现 所以我们需要等到傍晚的时候 只要太阳临近下山 那我们就立刻动手 时间一定要快 否则拖到太阳彻底下山 到时候 发电厂内必然一片黑暗 我们就陷入被动了 唐语气坚定 孙马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咬咬牙后 眼里浮现出坚定之色 干了 语气躲藏在这里 被可死饿死 倒不如搏一搏 孙马毫不犹豫 好 唐东满意地点头 他将腰间的两把手枪取下来 交给几人 这两把手枪你们拿着 你们不需要枪法多准 最关键 还是逼退黑色怪物 我们的任务是逃出去 我的直升机 就在发电厂的大门处 只要上了直升机 那我们就能够顺利离开 唐东叮嘱道 几人都面色坚毅地点头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 天空上的太阳 慢慢偏移下山 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 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 唐东透过观察孔 看了一眼外面的情况 他看了蕾娜一眼 蕾娜随即点头 主人 我可以行动了 很好 各位 接下来我们按照计划行动 准备出发吧 唐东毫不犹豫 碰 大门被打开 一群人从里面走出来 唐东一马当先走在前面 身后则是跟着孙马八人 走走走 谁也不要停下来 唐东大喊着 一群人撒腿狂奔 目标直指大门处 孙马几人紧张地手心冒汗 一个个谁也不敢停留 全都在撒鸭子狂奔 没跑出几步 一只黑色怪物的身影 便已经出现 挡在了众人的面前 鬼虎 杀他 唐东眼里凶光闪动 同时发动了强化的能力 好 鬼虎虎啸山林 身形瞬间扑上去 牵制住那只黑色怪物 紧接着第二只黑色怪物再度登场 然后是第三只 第四只 连续四只黑色怪物挡路 恐怖的杀意 好像是让四周的空气都为之冻结 孙马几人看着这一幕 脸色都不禁有些发白 雷娜 唐东低贺 手持大刀的雷娜 立刻上前 缠住了一只黑色怪物 剩下的两只黑色怪物扑了上来 唐东手指一指 一道金色的闪电击尸而出 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但却被那只黑色怪物闪躲开来 开枪 兄弟们 杀出一条血路 孙马口中大喊 双手举起了手枪 碰 碰 碰 一时之间 枪声不断响起 火光不断从枪口喷出 两只黑色怪物不断闪避 其中一只闪躲不及 一枚九毫米手枪子弹落在他的身上 但只是 破开了其表面的黑色甲铐 根本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孙马三人的枪法太差了 接连开了好几枪 除了最开始运气好射中之外 其余全部空枪 但好歹成功发挥了作用 顺利将黑色怪物逼迫推开 眼见如此 几人 马上不要命地狂奔 唐东在后面断后 一把散弹枪拿在手中 身上时不时有着金色闪电在涌动 一只黑色怪物 马上追击上来 唐东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道闪电甩过去 噼里啪啦 金色闪电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那只黑色怪物身上 让其身形麻痹 但正当唐东要上去补刀的时候 第二只黑色怪物却扑上来 打断了他的动作 碰 手中的散弹枪直接扣动扳机 剧烈的火光从枪口喷涌而出 一群人边打边退 眼看着距离火力发电厂门口 已经越来越近 甚至已经看到了武装直升机的身影 一人快步冲出了大门 狂喜着爬上飞机 快上飞机 那人大喊 同时伸出手去拉其他人 快快快 时间紧迫无比 谁也不敢耽误片刻 八个人很快全部上飞机 唐东也迅速赶来 但身后的两只黑色怪物依旧紧随不舍 唐东立刻召唤回鬼虎与蕾娜 手中的散弹枪也在不断地开枪 砰砰砰的枪声不断地出现 将来袭的黑色怪物逼退 好 鬼虎凶猛地扑过来 狠狠地撞在一只黑色怪物的身体上 巨大的力量将它撞翻在地 趁着这个机会 唐东立刻坐上飞机 拿着枪 逼退那些黑色怪物 唐东将散弹枪交给孙马 孙马接过散弹枪后 立刻瞄准了即将飞扑过来的黑色怪物 然后马上扣动扳机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巨大的螺旋桨开始旋转起来 一阵阵风压吹袭着气流 一时之间飞杀走失 武装直升机缓缓升空 鬼虎这个时候也纵身跳跃上来 进入机舱内 好 好 好 地面的四只黑色怪物 阳天大吼 看他们的眼神 明显有着不甘语杀意 呼吱 呼吱 机舱内 众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随之而来的 就是哈哈大笑 哈哈 我们活下来了 几人心情激动不已 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笑容 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赫然是蕾娜 他直接钻进了唐东的身体 唐东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刚才的亡命奔逃 当真是惊险 好在他们几人的配合 还算是不错 这才顺利地逃了出来 各位 现在我们安全了 接下来 我们去基地里面 到时候 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唐东开口道 孙马几人脸上 都有着感激的神情 唐兄弟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正所谓大恩不言谢 但以后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请尽管开口 孙马拍着自己的胸膛 其他几人 也是相同的神情 他们被困在机房里面 足足两天的时间 原本以为会死在那里 没想到迎来了生的希望 此刻终于重获新生 内心的激动是无与伦比的 感谢就不用了 你们若是有兴趣的话 不如就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吧 基地需要你们几位人才 你们在火力发电厂工作 想必对于发电厂十分了解 我云江幸存者基地 需要修建一个发电厂 需要你们的帮助 唐东道 孙马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 当即点头 我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如果贵基地愿意收留我们的话 那自然最好 好 唐东喜笑颜开 孙马几人都是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正是基地目前所需要的 这一波虽然经历了一场危险 但完全不亏 大半个小时后 武装直升机顺利回到基地的上空 直升机缓缓降落 最终落在了停机坪内 舱门打开 一行人从里面走出来 赵明快步地上前 看着孙马几人时 他的眼睛不由地亮起 您好 请问您就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吧 我们是 孙马热情地走上前来 赵明哈哈笑了笑 你们误会了 我只是副首领 将你们带过来的人 才是我们的首领 什么 孙马几人大吃一惊 都用惊恶的目光看着唐东 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唐东如是道 一群人进入会议室内 很快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欢迎会 宴会上 孙马几人可谓是狼吞虎宴 吃饱喝足之后 不由得露出幸福的笑容 活力发电厂所在的地方 有四只狼街巅峰的怪物 明天我们要再去一次 阿姐 到时候 你们跟着我一起过去 将那里的怪物清剿掉 唐东毫不犹豫 赵捷露出兴奋神情 毫不犹豫地点头 一夜无话 次日 一大早的功夫 唐东便已经带着赵捷几人出发 五人全副武装 每个人都带着突击步枪 昨天晚上 那四只黑色怪物 已多七手 这次该打唐东报仇了 几人坐上武装直升机 很快便朝着火力发电厂 所在的方向飞行而去 不多时 直升机重新来到火力发电厂 直升机缓缓降落而下 最终稳稳当当地 停在火力发电厂的门口 出发 每个人都小心戒备 一旦发现怪物 立刻开枪射击 唐东指挥着道 赵捷几人手持突击步枪 每个人脸上 都有着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 首领 只要是狼街的怪物 就没有谁能够 挡得住咱们的子弹 刘东自信满满 好 鬼虎也纵身从飞机上跳跃下来 他朝着某个方向低吼一声 众人立刻看过去 只见数十米之外 一只黑色怪物 已经显露出了身形 那黑色怪物 发现唐东几人后 立刻扬天嘶吼了一声 伴随着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响起 其他三只黑色怪物 也重新出现 四双星红的眼睛 锁定了唐东几人 昨天晚上 唐东被这么看着 肯定毛骨悚然 但这一次 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好 伴随着黑色怪物的嘶吼 他们立刻狂奔而来 数十米的距离 在他们的脚下 很快就已经跨越 开枪 当双方距离 只有二十米不到的时候 唐东立刻下达了命令 哒哒哒 一阵枪声不断响起 枪口喷出火蛇 一颗颗子弹 更是击事而出 瞬间覆盖了 四只黑色怪物所在的位置 子弹携带着强大的动能 瞬间贯穿了 四只黑色怪物的身体 带出大量的血化 狼结境界的怪物 还达不到免疫子弹的程度 此刻 在五把突击步枪的 火力覆盖之下 四只黑色怪物 连片刻的时间 都没有坚持下来 就被杀死 当子弹的呼啸声 停止下来后 四只黑色怪物 几人立刻走上前 开始打扫战场 鬼虎也扑了上去 开始撕咬黑色怪物的尸体 对着其一阵狼吞虎咽 首领 找到三枚猿精 赵杰语气惊喜道 唐东眼睛微微亮起 不错 四只黑色怪物被解决 孙马几人随之走下直升机 孙督长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唐东对着他道 孙马自信点头 首领 交给我吧 我在这个发电厂 已经工作了十五年 没人比我更懂火力发电 这一边 唐东等人在孙马的指导下 开始拆解发电厂的设备 准备运送回基地重新组装 而另一边的基地里面 留守的众人 也在赵明的安排之下忙碌着 王江 今天你外出搜索物资 基地附近的怪物 都已经被清理了一遍 只要你别距离基地太远 就不会遭遇危险 赵明走到了王江面前 给他安排任务 听着要外出搜索物资 王江本能地想要拒绝 谁知道外面的怪物 有没有被清理干净 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副首领 我想 王江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赵明打断 王江 既然加入了基地 那就要为集体做贡献 所有外情的人 都要轮番出去搜索物资 今天是轮到你的位置 赵明淡淡道 闻言 王江咬了咬牙 只好答应下来 他背上背包 带上一把机械弩 随后出发 开始在基地周围 搜索能用的资源 王江很快离开基地 他一路小心翼翼 似乎是生怕某个角落里面 跳出危险的怪物 将他杀死 基地所在的位置 乃是云江的郊区 附近的建筑 根本没有多少 在这片区域活动的怪物 早已经被清理掉 否则赵明 也不可能派人出来搜索物资 王江一路向前 随时都在警惕着 他很快来到一家民宿的门前 然而 正当他准备进去搜索的时候 里面却走出来了人 你是谁 一个壮汉从里面走出来 当发现王江的时候 手里的铁棍 立刻举了起来 别动手 我是云江幸存者基地的外勤队成员 我只是外出搜索物资而已 王江连忙解释 听到云江幸存者基地几个字 壮汉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草 是你们这些家伙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这栋民宿是我们的地盘 你竟然跑到这里来搜索物资 欺人太甚是吧 壮汉大怒 王江连忙想要解释 或许是因为壮汉的声音太大 以至于惊动了里面的人 怎么回事 一阵脚步声响起 孟子墨带着人从里面走出来 他的目光落在王江身上 立刻认出了他 咦 这不是王校长吗 你竟然还活着 孟子墨语气惊讶 王江一时大喜 孟少 原来是你 太好了 想不到竟然还能在这里见到孟少 王江说话之间 目光也在打量着孟子墨 他很快发现 孟子墨似乎是眼前这个幸存者队伍的老大 心里面立刻开始盘算起来 孟少不愧是孟少 没想到如今末世之下 也能过得这么滋润 实在是让人佩服 王江拍上了一个马屁 孟子墨微微一笑 我不过这是运气好而已 在怪物降临之后 我也觉醒了能力 说话之间 孟子墨随手一抓 一团火焰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孟少你竟然也是觉醒者 王江又惊又喜 也 孟子墨立刻注意到了 王江话语里的不对 王校长 你还见过其他的觉醒者 当然 云江幸存者基地首领唐东 他就是觉醒者 王江点点头 什么 孟子墨大吃一惊 一旁的刘巴皮 更是反应激烈 草 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竟然也觉醒了能力 上天怎么会这么偏爱他 刘巴皮的眼里满是极度 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 孟子墨脸色一时不太好看 他以为自己应该是特殊的 但没想到 唐东竟然也觉醒了能力 怪不得能够统领一群人 这家伙 孟子墨心中涌现出更加强烈的杀意 同时还有着极度 王校长 有兴趣进来好好聊一聊吗 咱们也是老朋友了 或许有一些共同话题 孟子墨发出了邀请 王将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随后跟着孟子墨进入了民宿里面 他走进民宿 四处随意看了几眼 只见民宿大厅里面十分混乱 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样子 散乱的桌椅到处都是 地面上还有吃剩下的垃圾 两人一路上了五楼 进入某个房间内 走进去后 王将不由地吃了一惊 这房间里 到处都是战斗后留下来的痕迹 房间内的床上 还有两个一丝不怪的女人 正躺在上面 见着王将这个陌生人走进来 两个女人连忙拉过旁边的被子 盖住自己的身体 挡什么 这位是云江大学的校长 还不快去好好服侍一下王校长 孟子墨冷身呵斥 两个女人脸色不由地微变 但在孟子墨的威慑之下 不得不走到王将的身边 王将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孟少 这怎么使得呢 哈哈 王校长别客气 不过只是女人而已 如果王校长有兴趣 我送你一个都可以 孟子墨豪爽道 王将连忙摆手 别 这我可不敢收 唐东那边可不允许完这些东西 我现在在那边已经被孤立了 如果我再带着女人回去 非得有麻烦不可 哦 孟子墨眯起眼睛 听王校长这意思 似乎在唐东那边过得并不好啊 王校长可是人才 难道唐东并不重视不成 哼 说到这里 王将就忍不住发怒 一个毛头没长期的小子 有点能力就耀武扬威 整个云江基地就是他的一言堂 我根本得不到任何的重视 甚至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管理职位 他都不愿意给我 文言 孟子墨不由地笑了 既然如此 不知道王校长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那就有了合作的基础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都可以成功报仇 说到这里 孟子墨将自己之前被唐东上耳光的事情说出来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唐东的恨意和愤怒 王将健壮 立刻心动起来 但转念一想 唐东那强大的实力 他不由地犹豫起来 孟少 唐东的实力很强大 他的能力叫做统御 手下有两只强大的怪物 一只名为鬼虎 还有一只是老鹰变异而来 实力都非常强大 不仅如此 唐东的手中还掌握着枪械 我们就算合作 也不可能拿下他的 文言 孟子墨眯着眼睛 他微微笑着 唐东的实力的确很强 但我可没说要正面跟他抗衡 我们之间的差距 仅仅只是枪械而已 只要王校长 你能偷一些枪械出来 到时候 我们就有了与唐东抗衡的资本 这 王将陷入了犹豫当中 孟子墨的计划让他心动 但风险也非常大 他在云江基地里面 本来就不受待见 一旦做这种事情被发现了 到时候 他必死无疑 看着王将犹豫 孟子墨立刻添了一把火 只要事情成功 事成之后 我让王校长担任副首领的位置 孟子墨许下了承梦 王将眼睛亮起 瞬间怦然心动 他咬了咬牙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 他承受不住了 好 我答应了 王将握紧了拳头 孟子墨不由地笑了 随后两人 在房间里面商议了一会儿 确定下整个计划的所有细节 在商议好了之后 孟子墨拉过一个女人 一把将其压在了身下 当即大站起来 王将看着这一幕 身下也有些蠢蠢欲动 随后彻底行动起来 几个小时后 王将带着些许的物资 回到了基地 他来到物资存放处 将自己搜索到的物资拿出来 你身上什么味道 负责登记物资的人 是一个女孩 他嗅觉不错 王将刚刚走过来 他就从对方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王将脸色有些难看 他解释了一句 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 说完这句话 他赶忙转身离开 有些后悔 刚才没有洗个澡再回来 王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随后开始盘算着 如何偷枪械出去 他换了一身衣服后 开始在基地里游走起来 然后以打扫卫生为借口 开始四处偷看起来 基地里面 众人都在忙碌着 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王将此时早已经在基地里面 声名狼藉 根本没人愿意跟他车上关系 见着王将过来 众多都面露嫌弃之色的躲开 见着这一幕 王将心中不由的恼怒 该死的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一天的时间就已经过去 一整天下来 王将都在打听 刚好这个时候 唐东一行人 从火力发电厂回来了 众人将大量的机械 从武装直升机上搬运下来 暂时放置在了广场上 他们回来了 王将心中喜悦 他目光立刻落在了 赵捷五人的身上 他知道 整个基地里面 只有战斗组的人 才有持枪的资格 而到了夜晚 哪怕是战斗组的成员 也将要枪械存放回去 这样 严格的枪械管理条例 主要是为了 放置有人利用枪械作乱 就在王将这么想着的时候 赵捷几人 有说有笑地走进大厅里面 五人身上都是全副武装 一同走进大厅深处 他们应该要将枪械拿去存放 只要跟着过去 我就能找到枪械存放在哪里了 王将心中喜悦 立刻跟上几人的步伐 然而等到走过去这才发现 五人竟然静止地 进入了地下庇护所 王将刚想要过去 立刻就被刘东发现 王将 你乖干嘛 没有经过许可 普通成员不可以进入地下庇护所 刘东目光狐疑地打量着王将 王将心中一慌 连忙解释道 抱歉 我才刚才基地两天 没注意到这个条例 哦 那你可要将基地的律法条例记清楚 免得不小心违背了什么规矩 刘东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说了一句后 便进入了地下庇护所 糟糕 原来枪械存放的地方在地下 王将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没有许可 一旦进入地下庇护所 被人抓住非常严重 这么看来 只能等到晚上再悄悄潜入了 想到这里 王将只能按下躁动的心 耶 渐渐地深了 基地内的众人 都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为了节约电能 只要时间过了十点 基地就会自动熄灯 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 基地内众人早已经休息 硕大的基地里 鸦雀无声 安静到了极致 寂静得 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这个时候 一到房间门打开 王将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从里面走出来 他一路小心翼翼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音 然后缓步来到了地下庇护所的入口 他捏手捏脚 慢慢进入地下庇护所 因为灯光早已经熄灭 王将只能抹黑前进 他的手中拿着一把手电筒 或许是因为电量稀少 以至于灯光微弱 不过这对于王将来说正好 手电筒光芒太过明亮 反而会暴露他的位置 他慢慢前进 在走廊里面摸索着 很快来到第一个房间门前 他打开了房间 用手电筒照亮了里面 一个个箱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王将打开其中一个 这箱子里面装着的东西 赫然是压缩饼干 看来这里是物资仓库 竟然有这么多压缩饼干 唐东这小子 到底囤了多少的资源 王将咽了一口口水 基地里面实行军管 每个人分道的物资都是制定好的 此刻看着有吃的摆放在面前 王将忍不住拿了一些 放进口袋里面 他转身离开 然后去第二个仓库 王将动作小心翼翼 生怕发出声音 惊动了唐东 他知道唐东的房间 就在地下庇护所 一旦将唐东吵醒 他必死无疑 然而就在王将行动的时候 在天花板的某个角落里面 一台隐藏式摄像头 将王将的动作拍摄得清清楚楚 监控室内 值班的人满脸愕然地 看着王将的举动 大半夜跑到地下庇护所干嘛 值班员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用内线电话通车赵明 得知消息的赵明 马上起床赶过来 副首领 值班员起身来 赵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走上前 看向监控录像画面 当看到王将偷偷摸摸进入仓库的时候 赵明已经皱起了眉头 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赵明的目光有些冰冷 有关于王将在基地里面的传闻 他作为副首领 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正是因为知道 他之前才回绝了王将想要加入管理层的申请 但他没想到 王将的胆子竟然大到了这样的程度 竟然敢深入潜入地下庇护所 做出这样的事情 赵明目光紧紧地盯着监控录像内王将的行动 然后看着王将走进了存放枪械的仓库 见到这一幕 他的眼里已经带上了一抹杀意 赵明立刻拨通了唐东所在的内线电话 此时 某个房间里面 唐东正坐在床上 他左右手各自拿着一枚圆巾 赫然是白天从黑色怪物身上获得的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量已经成长到了巅峰 只要吸收这两枚圆巾的力量 就可以顺利突破 进入虎街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忽然响起 打断了唐东的修行 他睁开眼睛 将电话接通 里面传出赵明的声音 首领 王将刚才潜入了枪械储存仓库 意图偷到枪械 您看该怎么处理 刷 唐东的目光瞬间冰冷 盯着他 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挂断电话之后 唐东立刻将圆巾收起来 然后召唤出了蕾娜 唐东闭上眼睛 意识瞬间进入蕾娜的身体里面 直接接管了蕾娜的身体 这也是统一的能力之一 作为契约兽 唐东可以直接接管任何一只契约兽的身体 在这种接管状态下 他能够完美地控制对方的身体 并且接受一切的感知 视觉 嗅觉 听觉 都可以完美使用 So 蕾娜的身体 瞬间飘荡而出 作为妖灵 蕾娜没有任何的尸体 并且普通人 甚至都看不见蕾娜的存在 用来前行与监视 实在是太完美了 在唐东的控制之下 蕾娜很快来到了 枪械储存仓库所在的地方 立刻就看到了 王江正在偷到枪械 仓库里 王江拿出了一个背包 然后将枪械与子弹 往背包里面塞 同时 脸上还有着兴奋的神情 唐东眯着眼睛 他没有急着第一时间出手 王江的做法不太对劲 如果只是 想要枪械 王江完全可以私藏一把手枪就足够了 体积小方便隐藏 但此刻 王江却在一个劲 将枪械往背包里面塞 他有这么多枪械干什么 如果一个人 使用的话 哪怕一把突击步枪 也完全足够了吧 除非 唐东的脑海里面 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王江将一把又一把枪械 塞入背包里面 同时带走了近300发子弹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王江这才心满意足 他小心翼翼 确定自己没有被人发现 之后马上离开了地下庇护所 外面天色一片漆黑 只有些许的月光 从夜空上照耀下来 勉强能够看清楚四周的情况 这家伙 唐东将王江的行动 完全看在眼里 王江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被跟踪了 他还以为自己的行动完美无缺呢 绕开巡逻人员 王江小心翼翼离开基地之后 他立刻撒鸭子狂奔 静止地朝着某个民宿所在的方向而去 唐东也跟着从基地里面出来 他远远地 跟在王江的身后 通过操控磊娜的身体跟随 他接管磊娜的身体 这种远程操控 是有距离限制的 以唐东现在的实力 最远只能到五十米 否则他完全可以本体蹲在家里 然后操控七月兽 在外面行走 黑夜之中 扛着一个大背包的王江 在路上狂奔 很快来到了那间民宿的面前 他快步上前敲响了大门 动 动 动 大门很快打开 一人从里面走出来 是我 我要见你们老大 王江道 进来吧 那人认出了王江 在那人的带领之下 王江很快见到了孟子墨几人 几人大半夜从床上爬起来 孟子墨脸上明显有着不爽 不过当王江把背包打开 里面的枪械展现出来的时候 几人脸上的倦意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兴奋与狂喜 是枪 刘八皮大吃一惊 哈哈 孟子墨则是狂喜大笑 他拍着王江的肩膀 王校长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将枪械带出来了 刘八皮惊喜不已 太好了 咱们也有了枪械 孟老大 我建议直接对唐东他们动手 这还用你说 上一次唐东那个混账东西 给了我巨大的屈辱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不过只是仗着有枪械 才能耀武扬威 现在枪械我也有了 我倒看看 他怎么在我的面前张狂 孟子墨脸上 浮现出争鸣与兴奋的笑容 王江轻笑着 孟老大 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唐东他们 目前正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发电厂 明天应该还要再外出一次 到时候 他会带走不少的人员 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动手 先控制住他基地里面的人 等到唐东回来之后 这一定会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孟子墨笑了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好办法 兄弟们 今天晚上 咱们好好休息 等明天就对唐东他们动手 只要杀了唐东 到时候 整个云江基地里面的物资与女人 都是我们的 在这句话下 在场的众人都气势高涨 刘八皮眼里 也有着兴奋的神情 几人高声欢呼 殊不知这个时候 某个角落里面 蕾娜完全目睹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 蕾娜的身形 翘无声息地离开 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 迅速回到唐东的身体里面 唐东重新睁开眼睛 眼里的光芒冰冷得可怕 幸好王江的动作被识破了 否则明天基地真的会有麻烦 果然是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孟子墨 刘八皮 王江 我原本还想要让你们 多活一段时间 但既然 你们自己找死 那我就送你们去死好了 唐东眼里杀意盎然 他转身回到基地里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赵明 两人商议之后 决定将计就计 反过来算计孟子墨等人 到时候来一个问中捉鳖 回到基地里面 唐东刚才所看到的事情 告诉了赵明 并且说出自己的计划 赵明微笑着点头 首领的计划很精妙 我没有任何意见 精妙称不上 只是将计就计而已 时间不早了 都回去休息吧 唐东笑着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重新拿出了原金放在手中 一丝丝精纯的原力 从原金里面流淌而出 在他的牵引之下 进入石海 原力滋润着灵魂 唐东只感觉自己 好像是泡在温泉里面那般舒适 特别是这种 从灵魂里散发出来的舒适感 更是让他有些难以自拔 哄咚咚 忽然 灵魂传来了一阵颤动 要突破了 唐东心中喜悦 他原本就是狼街巅峰的灵魂 后来契约蕾纳 获得了精神强化 灵魂彻底来到了 进阶的极限位置 现在经过原金的滋养 灵魂顺利跨越了那个关卡 唐东眯着眼睛 他仔细感知着 自己灵魂的变化 只见是海里面 原本淡灰色的灵魂 逐渐蜕变 渐渐变成了纯白色 一个小时候 唐东重新睁开眼睛 一道金光 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仿佛凝聚成实质一般 成功踏足虎街 前世我在末日时代 挣扎了数年的时间 这才勉强踏足虎街 而现在才末日第四天而已 就已经达到了 前世巅峰的境界 重生的感觉果然美妙 而虎街远远不是我的极限 我的梦想是龙街 甚至是神街 唐东新潮澎湃 这时 他感知到神秘黑色令牌上 传来一阵异动 源头赫然来自三只契约兽 原来 是因为自己这个主人的境界 顺利带动了三只契约兽的实力提升 轰 轰 轰 鬼虎率先突破 紧接着是雷娜 最后是闪电雷音 三只契约兽成功到达狼街巅峰层次 唐东无疑实力大进 好好好 真是双喜灵们 唐东喜笑颜开 脸上笑得合不拢嘴 成功踏足虎街 我的能力无疑是得到了增强 现在三只契约兽配合 再加上我的强化能力 我有自信 可以战胜一只虎街下级的怪物 他感知了一下身体的变化 因为三只契约兽的增强 反馈给他的能力 因此也得到了增强 肉体强化 精神强化 闪电操纵 足足三项能力 嘿嘿 我已经无敌了 唐东心潮澎湃 哪怕不需要契约兽出手 他自己单凭肉体强度 就达到了狼街上级 再加上狼街巅峰的闪电操纵 唐东自己 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次日 一轮红日 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明媚的阳光 从天空上挥洒下来 驱散黑暗 为整个大的带来了光明 因为阳光的出现 一些在夜晚行走的怪物 也逐渐隐匿起来 整个城市少了几分阴冷恐怖的气息 多了几分生气 基地内 众人纷纷从床上起身来 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基地里面很快就热闹起来 而与此同时 一架武装直升机 也很快从基地里面起飞 不多时 便消失在天边 民宿里面 孟子墨等人 看着武装直升机消失的影子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孟老大 唐东他们已经走了 接下来 该我们行动了 刘巴皮激动不已 孟子墨嘴角勾勒出得意的笑容 出发 他一声令下 一群人立刻出发 总共十二个人 其中四人持有枪械 其余的人则是拿着砍刀与棍棒 虽然只是四把枪 但也带给了他们无穷的勇气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基地大门前 孟子墨使了一个眼色 王江心领神会 立刻走上前 开门 我是王江 王江快步走到大门前 对着摄像头挥手 很快里面有了回应 王江 你怎么在基地外面 我很早就出来搜寻物资 但我刚才发现了一只强大的怪物 就在基地的不远处 我要立刻汇报给副首领 王江大声喊道 里面的人 好 你稍等 轰隆隆 伴随着沉闷的轰鸣声 基地大门缓缓打开 快 冲 把里面的人全部控制起来 眼看着云江基地的大门打开 孟子墨大手一挥 立刻带着人冲进去 总共十二人 直接冲入了基地里面 四把枪械 对准了此时还在基地里面的众人 不准动 所有人全部趴在地上 脸上有着得意的笑容 一团火球出现在她的手中 瞬间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 哄 火球直接爆炸开来 那椅子当场被火焰吞噬 灼热的高温 让椅子很快燃烧起来 怎么回事啊 基地里面的人乱作了一团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恶然 李薇满脸惊恶之色 他浑然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孟子墨的目光落在李薇身上 顿时不由的眼睛亮起 好漂亮的女人 孟子墨脸上笑容更甚 他倒是没想到 唐东这里 竟然还有这样出色漂亮的美人 看他的身姿形态 恐怕还是处女 唐东这个蠢货 真是暴天天物啊 所有人全部趴在地上 否则别怪我们动手 刘八皮洋洋得意大喊 碰 碰 碰 他举枪对天 直接扣动了扳机 一缩子子弹打出去 当场震慑住了众人 王江 你这个狗东西 你居然背叛我们 有人看见了王江 当场破口大骂 这些都是云江大学的人 他们全都气得浑身发抖 王江口中呵呵冷笑 我怎么做事 还轮不到你们这群毛头小子来教训我 现在唐东不在基地里面 就凭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劝你们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不要做无谓的举动 否则子弹可是不长眼 面对王江的威胁 众人可谓是怒火万丈 李渭有些吓懵了 他赶忙趴在地上 免得受到伤害 这时 一撞汗却快步跑到他的面前来 目光落在李渭的身上 两眼放光 老大快看这里有一个极品羽人 草 这女人乃大屁股翘 真性感啊 说话之间 那壮汉一把抓住李渭 将其直接从地上强行拉扯起来 不要啊 别伤害我 李渭下的面色发白 他不过只是护士而已 这些天也一直在基地里面 负责基地的医疗事务 哪里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完了 我不会是要被这些男人玩弄吧 李渭看着孟子墨等人 看向他那贪婪的目光 只感觉眼前一黑 差点没当场晕过去 那壮汉直接将李渭拉到孟子墨的面前 李渭瑟瑟发抖 眼里含着泪水 殊不知他这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四周几个男人更是恨不得 现在就把他压在身下 狠狠享受一番 四周的一群人 已经用如狼似虎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李渭 那性感火辣的身材 眼里满是贪婪 李渭目光里 不由地带着一丝绝望 同时心中涌现出愤怒 一旁的刘巴皮 笑着走过来 孟老大 他肯定是唐东的女人 不如把他扒光了 好好玩一玩 等会儿唐东回来 到时候 他看到这样的场景 脸色一定会非常精彩 哈哈 孟子墨不由地大笑着 他嘴角勾勒出笑容 说得对 来人 给我把他衣服扒光 孟子墨一声令下 四周的人早已经蠢蠢欲动 得到命令后立刻 迫不及待地扑上去 不要啊 你们不要过来 李渭又惊又怒 他连连后退 刘巴皮直接手当其重地扑上来 一双手直接抓向李渭胸前 那丰满高耸的山峰 啊 李渭不由地尖叫出声 眼看着刘巴皮 马上就要扑倒在李渭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烈的原力波动 陡然从李渭的体内爆发出来 哄 原力波发 形成一场小型的冲击波 距离李渭 最近的刘巴皮 立刻手当其冲 当场被冲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怎么回事 孟子墨大惊 瞬间变了脸色 他瞳孔不由地一缩 从李渭的身上 他竟然感受到了 强烈的原力气息 除此之外 还有一股其他的感知 浓烈的白色光芒 从李渭的身上浮现出来 在他的四周微微游荡着 这股光芒给人的感觉 温暖且舒适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清静 你竟然觉醒了能力 孟子墨看出来了 脸上的神情立刻警惕 李渭则是又惊又喜 他声色地控制着 四周的白色光芒 随后在双手汇聚 最终形成了一把中世纪常见 我也有能力了 不远处 刘八皮狼狈不堪地 从地上爬起来 脸色黑到了极致 而其他人 则是满脸极度地看着李渭 万万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傻白甜的护士 竟然还觉醒了能力 从此成为了觉醒者 觉醒了能力又怎么样 你的能力 不过只是刚刚拥有而已 就算再强大 也需要时间成长 我不信你 还能比我的火焰更强 孟子墨冷笑着 哄 他话音刚落 身上的火焰 瞬间疯狂暴涨 直接在手中汇聚成为两枚篮球大小的火球 你叫李渭是吧 加入我的队伍 我让你成为副首领 我的实力比唐东更强 你跟着我才更有前途 孟子墨道 这话让王江大惊 孟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呵呵 孟子墨瞥了他一眼 口中有着一抹冷笑 下一刻 孟子墨手中一个火球脱手而出 瞬间落在了王江的身上 哄 伴随着沉闷的爆炸声 火球直接炸开 火浪席卷四周 将王江的身形全部吞噬进去 啊 王江浑身上下都燃烧起来 整个人在烈火的焚烧之下 凄厉惨叫 不停地打滚 痛苦挣扎着 孟子墨 你竟然撕毁约定 你不得好死 王江痛苦怒吼着 口中诅咒着孟子墨 可怕的火焰焚烧着王江的身体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 王江的惨叫声不断地减弱 最终彻底消失 孟子墨看着这一切 目光冰冷无比 你可以背叛唐东 那有朝一日就会背叛我 你这种叛徒我怎么会留下来 死 旁边的刘八皮几人 不由得倒吸凉气 看向孟子墨的目光 里面都是就敬畏 孟子墨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李威 现在已经没有碍事的人了 那么做出你的决定吧 正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你抵抗也是没有作用的 面对这样的话语 李威想都没想就拒绝 不可能 你这种垃圾队伍 我不会加入的 孟子墨冷笑不止 看来不杀死唐东 你是不会死心的 那你就好好看着吧 等会儿唐东回来 他就会败在我的手中 这个基地也会属于我 你们也会认我为首领 哈哈 孟子墨得意大笑 面对他的话语 李威和云江基地的一众人 面色都有些苍白 孟子墨如果躲藏在这里偷袭 那到时候 首领从发电厂回来 一时不察之下 恐怕真的会死亡 孟子墨的大笑声 响彻整个基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 传遍在场所有人的耳畔 是吗 想要拿走这个基地 也得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唐东的声音忽然响起 什么 此话一出 可谓是石破天惊 就好像是往一个平静的湖面 投下一枚深水炸弹 顿时掀起了万丈波涛 首领 李威等人大写 唐东 孟子墨等人则是大惊失色 碰 碰 碰 瞬息之间 连续几道枪响声降临 直接贯穿了孟子墨 那几个持枪手下的身体 啊 那几人当场重伤 身上被子弹贯穿的伤口 喷出鲜血 整个人痛苦躺在地上挣扎 不可能 孟子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在基地另一端的高墙上 唐东竟然就站在那里 唐东竟然没有离开基地 我被算计了 是王将联和唐东算计了我 这是陷阱 电光火石之间 孟子墨的脑海里面 闪过这样的念头 他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李威身上 然后立刻快步狂奔过去 准备挟持李威作为人质 不要过来啊 李威见状连忙后退 惊慌的胡乱挥舞手中 那由白色光芒凝聚出来的长剑 但这样的乱挥 根本毫无威慑力可言 眼看着李威 马上就要落入孟子墨的手中 就 一道嘹亮的苍蝇鸣鸣叫声响起 所有人都看到一道金色的身影 冲天起 紧接着便是金色闪电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孟子墨的身上 噼里啪啦 啊 金色闪电破坏力极强 毫无防备的孟子墨 没想到 竟然有攻击从天而降 整个人直接被劈中 当场凄厉惨叫 是闪电 李威大喜过望 闪电雷音在半空中回旋身体 他降落在唐东的身边 高傲地仰着下巴 锐利的鹰眼居高临下 看着孟子墨等人 孟子墨又惊又怒 他一众手下 此刻已经吓得心惊胆战 哗啦啦 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基地内的各个角落里 一下子冲出一大群人 每个人都全副武装 手持枪械 赫然就是赵杰等人 怎么可能 你们不是坐着武装直升机 去火力发电厂吗 孟子墨看着这一幕 脸上的震惊更加浓郁 唐东满脸细血地从高楼上下来 他吃笑着看着孟子墨 王将太过于愚蠢了 大半夜跑去偷到枪械与子弹 殊不知基地内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 全天24小时有人观看 他的动作早就被监控看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的身影 偷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所以将计就计将你引诱过来 我的确开着武装直升机离开了 但我也中途悄然返回 你并不知道而已 我原本想要留你一条命 慢慢跟你玩 但既然你想要先桌子 那我也只能将你彻底掐死了 刷 孟子墨瞬间面色苍白 脸上有着浓浓的布干 草泥吧 哼 孟子墨嘶声怒吼 他强忍着身体的伤势 爆发出体内原力 浓烈的火焰 瞬间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朝着唐东席卷去 一起死吧 孟子墨满脸癫狂 想要与唐东同归于尽 唐东双手抱胸站在原地 仿佛没有看到这一切一般 好 一道巨大的唬哮声陡然响起 一只巨大的老虎 从唐东的身后飞扑出来 猛地落在孟子墨身上 巨大的虎爪狠狠拍上去 孟子墨的身形 立刻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而出 他人还在半空当中 就已经吐血不止 胸前不知道断裂了多少根肋骨 唐东轻轻抚摸着鬼虎的脑袋 脸上有着讥讽的笑容 不 不可能 我是觉醒者 我是天选之子 我怎么会死在这里 孟子墨眼里 有着浓浓的布干 按照他的设想 他应该是一路高歌猛进 他可是觉醒者 能够操控火焰的天选之人 怎么会就这么栽在了 唐东的手里面 此刻孟子墨的心里 充满了后悔 早知道唐东变态到了这个程度 他说什么 也不会听信刘八皮的谗言 跑过来招惹唐东 然而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孟子墨现在怎么后悔 都已经完了 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念头时 一张巨大的虎嘴 出现在了孟子墨的视线里 咔嚓 鬼虎直接咬断了孟子墨的喉咙 让其当场死亡 孟子墨临死之前 还瞪大了眼睛 脸上的神情 有着浓浓的不甘于后悔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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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墨一死 跟随他一同而来的狗腿子们 立刻全部跪在了地上 唐少恋 饶命啊 我们是受孟子墨的胁迫 不得不过来而已 是啊 孟子墨这个人非常暴虐 我们也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 我们在队伍里面 如果不听从孟子墨的命令 他就会狠狠地折磨我们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才听从他的命令 一众狗腿子痛哭流涕的求饶 将所有的黑锅 全部扣在了孟子墨的身上 要是孟子墨知道这些事情 恐怕非得弃活了不可 但他已经死了 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赵明走到唐东的面前 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这些人 道 首领 不如将这些人留下来吧 然后给他们戴上镣铐 让他们成为死囚工作 正好基地扩建 需要低级的劳动力 这些人身强力壮 刚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听着赵明的话 唐东点点头 然而 当他目光落在这些人身上时 这才发现里面少了一个人 等等 刘八皮去哪里了 唐东皱着眉头 那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众人这才发现 刚才还在这里的刘八皮 竟然不知去向 草 这个狗东西竟然自己跑了 一人忍不住当场破口大骂 暗自咒骂刘八皮逃跑 为什么不带上自己 唐东疑惑不解 他刚才的注意力 虽然没有在刘八皮的身上 但一个大活人 想要翘无声息从他面前离开 也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除非 刘八皮该不会在刚才的压力之下 觉醒能力了吧 唐东不由地猜测着 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 但的确存在 李渭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前世也见过许多人 在巨大压力之下觉醒能力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赵明 你调这里的监控出来 我要看看 刘八皮到底怎么消失了 唐东立刻道 好 赵明毫不犹豫地点头 立刻前往监控室 临走之前 他看向赵杰等人 阿杰 准备锁链出来 将这些人全部捆绑起来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是这里的罪犯 赵杰黑黑笑着 没问题 危机彻底结束 一场闹剧 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基地里面的所有人 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原本悬着的心 彻底放了下来 唐东走到李渭的面前 后者还在玩耍着自己的能力 李渭 你也跟我一起来 好嘞 李渭嘻嘻地笑着 他觉醒了能力 此刻 正是心情大好 于是便蹦蹦跳跳地 跟随着唐东 来到地下庇护所内 三人先是来到了监控室 观看了监控录像 赵明回放了 刚才在大门口的录像 三人都仔细地看着 监控录像当中 明显显示着 知道唐东露面之前 刘八皮都还在大门前 但就在唐东 对孟子墨动手的时候 刘八皮一下子面色俱变 他好像是受到了 巨大的惊吓刺激 整个人都颤抖不已 随后 让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刘八皮的身上 涌现出了淡淡的土黄色光芒 首领 刘八皮看样子是 觉醒了类似盾地一样的能力 他利用这项能力逃跑了 真是好运 赵明摊开手 唐东微微皱眉 刘八皮更为有深仇大恨 他如果这么走了 以后恐怕麻烦不断 如果他只是普通人也就罢了 但现在觉醒了能力 以后恐怕会非常难缠 赵明意识点头 他劝慰道 首领 这件事情并非你的错 不过既然现在刘八皮已经逃走了 想来短时间 他不会回来 外面的时间那么危险 指不定他什么时候 就死在了某个怪物的手里 就算他幸运活下来 只要我们不断成长 他也是不敢动手的 这话唐东赞同 但不怕贼头 就怕贼惦记 看来以后 还是要想办法找到刘八皮 并且将其解决掉 刘八皮的事情 暂时放在一旁 唐东的目光落在了李薇的身上 李薇 恭喜你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基地里面有了第二个觉醒者 这对于基地上下 来说都是值得欢庆的好事 谢谢 李薇也笑得相当开心 你的能力是什么 唐东立刻询问 李薇眼睛亮起 是治疗 说话之间 李薇的双手 涌现出了白色的光芒 这光芒十分温暖 让人心旷神疑 我将这光芒称之为圣光 圣光有着三种能力 一种能力是驱逐消灭邪恶 一种能力是治疗 而最后一种能力 则是凝聚 化作武器和防具 奶妈 唐东大喜过望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唐东心中的狂喜 在任何一个地方 奶妈就是极其重要的 生存于末日 免不了与怪物战斗 与怪物战斗 那就免不了受伤 那么 奶妈的重要性 就不言而喻了 李薇的圣光能力 绝对是任何队伍都抢着要的 李薇 看来你护士的能力 可以发挥到极致了 既然你的圣光能力 还有战斗力 那你完全可以成为战斗奶妈 以后基地里面治疗的相关工作 就交给你了 现在首先帮我治疗一下 闪电雷音吧 唐东笑着 李薇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他拍了拍自己那丰满硕大的山峰 仰着下巴道 首领 交给我吧 说完 李薇一脸兴奋地去找闪电雷音 房间里面只剩下了唐东与赵明两人 首领 治疗能力极其重要 这是任何一个集体 都不能缺少的 我看李薇年龄与首领你相仿 他无论是容貌还是身姿 都与首领你匹配 现在更是觉醒了能力 你们可谓是天作之和 郎才女貌 赵明脸上笑着 说出了一连串的话 汗 唐东哭笑不得 万万没想到 赵明竟然做起了没人的工作 不过赵明的话倒是有着道理 治疗能力很重要 李薇若是以后遇到其他队伍 难免有被拐走的可能 如果自己与李薇成为男女朋友的话 那自然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而且 李薇长相非常漂亮 如果满分十分制的话 李薇至少可以拿到八分 再加上 那性感惹火的身材 与天真可爱的性格 绝对是男人难以拒绝的可爱游物 他摇了摇头 将这些想法抛出脑外 顺其自然 我不想用什么卑鄙的手段 一个基地运行 靠的是公正的环境 严明的纪律 团结的人心 而不是这些歪门邪道 唐东摇头道 随后走出了房间 赵明文言 不由得轻笑 他是过来人 好歹活了四十多年 怎么会看不出来 刚才唐东心动了 只是顾及面子 才这么说而已 天台上 李薇迈着大长腿来到了这里 刚刚推开门 就见到了闪电雷音 正躺在巢穴里面休息 闪电 李薇两眼放光 呼唤着闪电雷音的名字 闪电雷音睁开眼睛 瞥了李薇一眼 随后继续懒洋洋 躺在巢穴里休息 他身上的伤势还没有恢复 刚才强行飞入天空 又让他的伤势严重了一些 李薇慢慢地走过去 当靠近闪电雷音的巢穴时 他顿时不满起来 发出声音警告李薇 别再靠近 闪电雷音高傲无比 除了主人唐东之外 他几乎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 嘿嘿 李薇的双手上散发出来 立刻吸引了闪电雷音 本能告诉他 这白色的光芒 对他的伤势有好处 李薇看着闪电雷音瞪大了眼睛 心中洋洋得意 然后慢慢继续靠近他 闪电雷音这一次没有再拒绝 任由李薇的双手 抚摸上了他的身体 圣光触摸到闪电雷音受伤的身体 立刻开始治疗起来 救 救 闪电雷音舒服地发出几道声音 安静地躺在巢穴里面 犹如一只咸鱼 太好了 我摸到了 李薇满脸兴奋 趁着给闪电雷音治疗的功夫 他一双手在对方的身上摸来摸去 对于神俊不已的闪电雷音 李薇早就垂涎三尺了 现在终于实现了梦想 只感觉此生无憾 一个小时后 李薇满脸苍白 他体内的原力已经彻底耗尽 而相对应的 闪电雷音则是神采异议 一身金色的羽毛重新恢复了原状 原本的伤势彻底消失不见 救 闪电雷音发出兴奋的鸣叫声 超过五米的巨大翅膀猛然张开 大量的气流席卷而起 闪电雷音纵身一跃 直接飞入了天空上 啊 巨大的气流 则是将身体虚弱的李薇掀翻 让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忘恩负义的臭闪电 李薇揉着发疼的屁股 大声抗议 闪电雷音飞入天空上 在基地的上空不断盘旋 引起不少人频频侧目 唐东也探出头来 脸上有着笑容 好 闪电雷音已经成功致雨 是时候继续去猎杀一些强大的怪物了 唐东的眼里有着金光 不多时 唐东召集了外勤队的所有成员 来到会议室 因为有着云江大学学生的加入 目前外勤队的成员 已经达到了十一人之多 加上李薇刚好十二人 各位 今天将大家召集过来 是商讨接下来基地的倾角行动 唐东说话之间 他拿出了地图 只见这地图上所绘制的 赫然就是基地方原一平方公里内的地形图 召集两眼放光 首领 我们要继续开始对怪物进行倾角了吗 唐东点头 没错 上一次的倾角行动还不够完善 现在基地已经里面有着第二位觉醒者 我自己的实力也有着巨大的提升 因此我们的活动范围应该扩张到更远的距离 这一次我决定以基地为中心 倾角方圆十平方公里范围内 所有的怪物 倾角怪物的同时 也搜寻一些隐藏起来的幸存者带回基地 十平方公里 几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首领 这个面积有些太大了吧 以我们的实力 能行吗 刘东的语气里面有着担忧 尽管基地所在的位置是云江市郊区 但十平方公里已经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在这片区域里面 原本至少有着数万人在其中生活 这么大一片区域 现在盘踞在这里的怪物 恐怕不是什么小数字 当然可以 李威 唐东开口 坐在侧位上的李威立刻起身来 脸上有着兴奋与期待 李威 现在我临时任命 你为外勤队副队长 由你随队出发 跟随召集他们一起倾角怪物 同时 我也会让鬼虎跟随着你们 你的能力是治疗 同时有着不弱的攻击力 这次的任务对你来说 算是一场历练 我需要你尽快成长起来 成为基地里面的第二个顶梁柱 唐东面色严肃 赵洁狠狠吃了一惊 卧槽 治疗 这岂不是奶妈 其他人闻言 都两眼放光地看着李威 李威自信一笑 没问题 我会努力的 很好 那么接下来商议具体行动吧 你们的任务是 负责清理普通怪物 而我会带着鬼虎与闪电出手 将区域内所有强大怪物杀死 因此 你们不需要担心什么 如果在此期间 发现有遗落的强大怪物 你们只需要立刻用无线电通知我 唐东道 若是在此期间 遭遇了其他幸存者队伍 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都明白了吗 明白 众人高呼 唐东满意地点头 出发 第二天 唐东等人一大早上便已经出发 李威 赵杰两人为副队长 其他再加上六人一同组建队伍出发 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全副武装 一同坐上了军车 而与此同时 唐东则是来到了天台上 闪电雷鹰立刻小跑过来 轻密地在唐东的脸颊上蹭来蹭去 走吧 我们出发 唐东笑着 闪电雷鹰纵身一跃 超过五米的巨大翅膀伸展开来 伴随着一阵狂风席卷而起 他巨大的身体随之冲入天空上 好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他闭上眼睛 精神力量瞬间弥漫出来 如今他的实力已经到了虎街 能够控制契约兽的距离 攀升到了两百米的程度 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与闪电雷鹰的距离 没有超过两百米 那么 自己就可以附身在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借助着他的视线 进行高空观察 这相当于多了第三只眼睛 而且还是上帝视角 就 闪电雷鹰兴奋的声音响起 唐东纵身一跃从高台上跳跃下来 坐上早已经准备好的怪兽汉马 哄 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咆哮而起 唐东一脚踩下油门 怪兽汉马 有如离弦之剑一般 击射而出 行驶出基地之后 便开始在公路上狂奔 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跟随着地面上的唐东而移动 两者配合得十分默契 不多时 唐东便已经行驶进入了未探索的区域 刚刚进入这片区域 因为引擎的轰鸣声 街道上和一些隐藏起来的怪物 立刻发现了唐东 好 一只铁食者从某个角落里面冲出来 目标直指唐东而言 找死 唐东手指一指 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击事而出 化作一抹金色流光 命中那狼街上级的铁食者 噼里啪啦 金色闪电在铁食者的身体上不断闪耀 那不过狼街上级的铁食者当场死亡 与此同时 四周的怪物也在源源不断地靠近过来 唐东没有任何停留 他今天进入未探索区域可不是为了与这些普通怪物纠缠的 一脚踩下油门 怪兽汉马的速度立刻加快 直接在怪物群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高大的绿色身影引起了唐东的注意 只见不远处的某个建筑二楼 一个身高大约两米多的绿皮肤兽人正站在那里 那兽人身上穿着狂野 身上只有着一件毛皮衣服 浑身都散发着野兽的气息 高大的身躯十分壮硕 接近两米五 一身高耸的肌肉好像是钢铁浇灌一般 此刻正隔着数十米的距离 直勾勾盯着唐东 兽人这么快就出现了 唐东面色瞬间凝重 兽人 在无数降临的怪物群体中 兽人属于少数具备一定智慧的族群 而且 兽人是群居怪物 一般以部落的形态降临 兽人的实力在前期相当强悍 成年兽人基本都是狼街巅峰 战力彪悍无比 如果是兽人中的精英 轻松就可以踏足虎街 果然 唐东脑海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 第二只兽人就已经出现 紧接着是第三只兽人 第四只 第五只 短短时间里面 足足八只兽人出现在那建筑里 其中一只兽人的手中 还拿着一条人类的大腿正在啃食 冰冷与贪婪的目光看着唐东 显然把他当作了食物 必须灭了这几个兽人 兽人的繁殖能力很强 继续让他们留在这里 早晚要出大问题 唐东双眼里爆发出强烈杀鸡 下定决心之后 唐东并不急着准备动手 足足八只成年兽人 等于八个狼街巅峰的怪物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 他要是硬碰硬上去拼 那完全是找死的行为 唐东立刻掉转了车头 行驶进入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 他刚刚进去 就看到了这停车场内遍布蜘蛛网 大量的蜘蛛网充斥着地下停车场 而在这些蜘蛛网中 能够见到一个个类似蝉涌一般的东西 长度大约两米 被束缚在猪网上 看来我闯入蜘蛛怪物的巢穴了 是食人蜘蛛吗 还是其他蜘蛛型怪物种类 唐东眯着眼睛 他没有下车 而是仔细观察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大量的小蜘蛛密密麻麻 从珠网的各个缝隙里面爬出来 这些小蜘蛛大约有着成年人拳头大小 通体黑色 从长相上看 与地球上的黑寡妇蜘蛛有着八成的相似 如果只是一两只 那自然是没什么 哪怕是普通人都可以轻松应对 但眼前的小蜘蛛数量却非常庞大 足足有着超过两百的数量 密密麻麻的黑色蜘蛛 犹如潮水一般朝着唐东涌来 那猙獰的口气不断摩擦着 以至于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唐东眼里闪烁着寒光 他立刻下车来 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金色的闪电在他的身体上涌现而出 如果是之前 面对这两三百只蜘蛛 肯定会掉头就走 但现在 他的实力已经突破虎阶 自己又有着闪电操纵这样的能力 区区一些连狼街下级都没有的蜘蛛 哪怕数量又如何呢 哄 闪电雷霆声瞬间炸起 一大团金色的闪电流从他的双手处喷涌而出 强大的金色闪电破坏力十分强大 所到之处 这些小蜘蛛纷纷被杀死 成片成片地倒下 与此同时 原本在天空上盘旋飞行的闪电雷鹰 也进入地下停车场 他猛然震翅 大量的金色闪电 化作一根根长毛鸡事儿出 直接落在蜘蛛群里面 哄 哄 哄 金色闪电在地下停车场里面不断肆虐着 所到之处可谓是肆无忌惮 强化 唐冬一声低鹤 体内的原力瞬间消耗一部分 化作奇异的力量 直接钻入闪电雷鹰的身体 叫 闪电雷鹰兴奋地发出鸣叫声 在强化能力的增幅之下 他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虎阶的程度 体内的原力汹涌澎湃 仿佛不要钱一般 金色闪电喷涌出来 大片大片的黑色蜘蛛被金色闪电杀死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 两三百只黑色蜘蛛就已经全部死亡 当场化作了尸体 而这个时候 蜘蛛母体终于是现身出来 伴随着沉闷的声音 一只高度达到了2米5 有着类人形身躯的蜘蛛母体 从停车场的深处走出来 星红的眼睛里面有着沸腾的杀意与嗜血 当看着地面上大量的小蜘蛛死亡 蜘蛛母体发出悲痛且愤怒的嘶吼声 狼街巅峰 唐东一眼看出了蜘蛛母体的尸体 杀了他 他直接给闪电雷鹰下达了命令 随后 自己抱着胳膊 坐在车引擎盖 欣赏接下来的战斗 哼 闪电雷鹰听到命令 一道粗大的金色闪电 立刻击射而出 目标直指蜘蛛母体 蜘蛛母体的速度 称不上敏捷 面对速度迅捷无双的金色闪电 根本无法躲避 当场被批中 哼 蜘蛛母体痛苦惨叫着 他躯体上的黑色假铐 出现了一片焦虎与裂纹的情况 剧痛让蜘蛛母体更加愤怒 他张开嘴 一根白色的蜘蛛丝 从口中射出来 速度同样迅捷 但面对闪电雷鹰 这样的迅捷程度还不够 闪电雷鹰仅仅只是 侧身就躲避过去 但没想到 这第一个蛛丝只是幌子 第二根蛛丝瞬间来到 将躲闪不及的闪电雷霆缠住 身体难以飞行 立刻从天花板上跌落下来 砸在了地上 这狼狈的模样 让闪电雷鹰愤怒了 他是飞行于天空之上的空中霸主 怎么能被区区一只蜘蛛打脸 哟 闪电雷鹰鸣叫声 响彻整个地下停车场 大量的金色闪电 从他身上涌现出来 最终汇聚于口中 那耀眼的金色光芒不断汇聚 并且越来越明亮 光芒好像是要将 整个漆黑的地下停车场都照亮 So 一道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速度快到了极致 这恐怖的金色光芒 赫然是一根凝聚成型的闪电长矛 闪电长矛尖锐无比 似乎可以撕裂一切 Po 仿佛是没有任何的阻碍 闪电长矛瞬间就贯穿了 蜘蛛母体的身体 剩余的力量爆炸开来 无数的金色闪电 遍布方圆十数平方米的范围 发出噼里啪啦的电击声 蜘蛛母体瞬间死亡 高大的身躯轰然倒塌 只有黑色的鲜血 从被贯穿的伤口 不断流淌出来 闪电雷鹰挣脱出蜘蛛丝的束缚 他快步来到蜘蛛母体的面前 然后啄开了其甲铐与身躯 很快从里面挖出了一枚淡蓝色的晶体 回到唐东的身边 将圆巾展现出来 干得漂亮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他摊开手 闪电雷鹰立刻将圆巾交给他 唐东笑了笑 随后将圆巾喂给闪电雷鹰吃下 闪电雷鹰欣喜的鸣叫 一口将圆巾吃下去 既然这蜘蛛母体 是闪电雷鹰杀死的 那这圆巾自然也是他的战利品 唐东如今的实力已经到了虎街 对于狼街层次的圆巾 他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 他走到这些由蛛丝包裹的蝉蛹面前 用锋利的战术匕首 划开一部分 露出里面的情况 果然 这些蛛丝蝉蛹里面 所包裹的 根本就是人类的身躯 可惜这些人全部都已经死了 看来 他们就是这附近的人 在怪物降临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来得及逃跑 就被蜘蛛母体 用蛛丝捆绑到这里束缚起来 当作了食物 唐东的面色没有任何变化 他转身离开 身形很快就消失在了地下停车场内 这些人都已经死亡 完全没有多看一眼的必要 离开了地下停车场后 唐东开车怪兽汉马 往基地的方向赶过去 同时用无线电通知了李渭等人 出现了意外情况 所有人立刻返回基地 这边唐东刚刚回到基地 便听到了引擎的轰鸣声 刚好李渭他们也回来了 车门打开 一群人从车上走下来 首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在距离基地500米远的地方 发现了兽人部落的踪迹 接下来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 除掉这个兽人部落 唐东说话之间 拿出了自己刚才拍摄下来的照片 李渭几人接过后 仔细看了一眼 不由地吃了一惊 竟然连兽人这种东西都出现了 以后该不会出现精灵 甚至巨龙一类的吧 刘东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赵姐脸色则是严肃 这几只兽人的身材都非常健硕 恐怕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 没错 这些兽人的实力 全部都是狼街巅峰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就发现了八只兽人 除了这几只兽人之外 肯定还有隐藏的兽人部落 只是我 暂时还没有发现吧 唐东道 死 几人倒吸凉气 李渭惊恶不已 狼街巅峰 这么夸张的吗 就是这么夸张 兽人身体强壮 而且汗不未死 他们也有着食人的习惯 这些家伙繁殖能力惊人 而且胃口也很大 嗜血异常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兽人距离我们并不远 等他们吃完了附近的食物之后 肯定就会探索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之间的冲突 是无法避免的 唐东解释道 赵洁沉声道 这么看来 我们需要尽快解决掉这些兽人 对 接下来你们回去准备 我会让闪电雷鹰 去那里探查兽人的情况 包括人数 具体位置 武器装备等等 这是一场恶战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唐东面色凝重 几人都点点头 李渭也不由得因为紧张的气氛 而咽了一口口水 唐东立刻出发 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开车前往 而是直接坐在了 闪电雷鹰的身上 出发 救 闪电雷鹰猛然震翅 巨大的身躯拖着唐东 直接飞入天空 在召结一众人羡慕的目光之下 很快便消失 天空上 唐东骑着闪电雷鹰飞行 迎面的狂风呼啸而来 让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闪电雷鹰身躯庞大 站立在地面上 身高超过两米 一盏超过五米 可以轻松负重数百斤 飞行于天空上 此刻他拖着唐东 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适 一人一鹰 很快来到了之前 发现兽人的地方 唐东控制着闪电雷鹰 同时借助他的鹰眼 观察着地面的情况 鹰眼十分锐利 哪怕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无法瞒过他的眼睛 闪电雷鹰 围绕着这一片区域 不断盘旋 很快便发现了 兽人部落的所在 原来这兽人部落 赫然就在不远处的 小区花园里面 这些兽人扎营在了 花园广场上 并且搭起了帐篷与篝火 营地里面 有着兽人吃剩下的骨头 唐东看了几眼后 就分辨出 那是人类的骨头 看来这个小区 就是遭了兽人的毒手 此刻五天过去 还不知道有没有幸存者 在小区里面生存 营地的规模不算大 满打满算加起来 总共有34个兽人 成年兽人有18个 老年兽人6个 剩下的年幼兽人 则是有着10个 不是什么小数字啊 唐东瞇着眼睛 他控制着闪电雷鹰 维持大约300米左右的高度 以此避免被地面上的兽人发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唐东看到了小区 其中一栋楼房的天台上 竟然燃起了吹烟 他立刻看过去 果然发现了幸存者 只见小区4号楼的顶楼天台上 有20几人正在上面 这些人在天台上 搭建了临时的庇护所 那些庇护所的材料 显然是从楼房住户里面找出来的 总共28个人 里面男女老少都有 其中绝大部分都明显 是一家人的模样 各自组建着不同的小团体 现在刚好是他们的做饭时间 这才升起了吹烟 被唐东看到 是这栋楼的幸存者 唐东控制着闪电雷鹰立刻过去 他刚刚靠近 就引起了天台上幸存者的注意 卧槽 有人骑着金色老鹰过来了 一青年瞪大了眼睛 指着唐东大喊 他的话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众人纷纷从各自的临时帐篷里走出来 目光全部落在了唐东的身上 不过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目光显得很是警惕 这些人走出来后 唐东定睛一看 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些人的状态很不好 男人还好说 但女人们却一个个衣衫蓝绿不整 其中最小的那个女孩 仅仅只有十二三岁 她也是身上脏兮兮一片 其他几个女人身上 更是有着麻木的表情 你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一道呵斥声响起 人群自动分开 紧接着一个浑身肌肉的男人走出来 这个男人身上有着强悍的气息 一身肌肉 好像是钢铁打造一般 高高耸起 他脸上有着一道刀疤 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唐东 觉醒者 唐东心中猜测着 他感受到了 这个中年男人体内的原力 大约在狼街上级的层次 短短五天就达到这个境界 恐怕这个中年男人 是怪物降临的时候 就觉醒了能力 并且 这几天应该杀了不少的怪物 服用了一些原精 喂 我们老大问你话呢 你TM是龙了吗 还是没听见 眼见着唐东不说话 刀疤壮汉身边一男人 顿时大声呵斥起来 唐东纵身一跃 从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跳跃下来 身形落在天台的女儿墙上 我叫唐东 来自云江幸存者基地 这个基地 就在距离这里 五百米远的地方 我来到这里的墓地 原本是探查受人的踪迹 没想到看到了你们的吹烟 因此过来看看 唐东双手抱胸 他站在女儿墙上 居高临下道 云江幸存者基地 在场的人都惊讶了一下 脸上的神情 有着些许波动 刀疤壮汉皱着眉头 他眯着眼睛看着唐东 唐先生好本事 这里可是二十九楼的天台 唐先生能骑着 这么神郡的老鹰出现在这里 着实是让人佩服 唐东口中倾笑 只是运气好而已 当怪物降临的时候 我觉醒了一种 名叫统一的能力 这个能力 能够让我驱使怪物 听从我的命令 你不也是一样吗 刀疤壮汉顿时大笑起来 说的没错 我们都是受上天眷顾的人 我叫陈虎 能力为肉体变化 顾名思义 就是大幅度强化我的肉身躯体 说话之间 刀疤壮汉猛然握紧拳头 伴随着他体内的原力涌动不断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瞬间暴涨 同时暴涨的还有他的体型 短短时间 刀疤壮汉的身躯 就仿佛吹气球一般膨胀 直接暴涨到了2米5的恐怖程度 而且实力也来到了狼街巅峰 强大的气势 从刀疤壮汉的身上涌现出来 朝着唐东席卷而来 展现自己的实力 意图震慑我吗 唐东一眼就看穿了 刀疤壮汉的想法 心中不由的冷笑 刀疤壮汉的实力的确不错 但他还不放在眼里 如果他真的想要动手 刀疤壮汉不是他的对手 不错 能够在末日中活下来 陈老大果然有着出色的实力 不过你们一直生活在这天台上 恐怕也不是办法 陈老大的实力虽然出色 但想要离开这里 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下面那些绿皮肤的兽人 随便都能拿出好几个狼街巅峰 个个都不比陈老大逊色 你们的物资 还能支撑多久呢 唐东瞇着眼睛 刀疤壮汉笑着 这个就不需要唐先生费心了 这里是住户楼 一些资源还是不缺的 随便支撑一两个月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唐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易 唐东看着他 你想要什么交易 不知道唐先生缺不缺女人 我这里总共有十一个女人 唐先生看上哪一个 可以随便带走 只需要给我物资就可以了 陈虎如是道 刚才还说不缺物资 但转眼就要用女人来换物资 他此话一出 一旁的女人们顿时大惊失色 特别是那个抱着小女孩的中年妇女 更是将自家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面 旁边也有男人露出愤怒的神情 陈虎 你TM能不能干点人事 你已经做了那么多桑尽天良的事情 现在竟然还想要叫人卖掉 你简直是 那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虎瞬间暴怒 他冰冷的目光 直接落在那人的身上 你敢训斥我 你算什么东西 陈虎双目杀意涌现 二话不说 立刻动手 啊 现场惊叫声一片 陈虎直接探手而出 抓向那人的喉咙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金色闪电陡然出现 直接劈了过来 陈虎吃了一惊 马上放弃攻击那个男人 整个人抽签后退 哄 哄 哄 金色闪电接连不断 一道又一道闪电 朝着陈虎劈过去 唐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陈虎又惊又怒 他连连后退 直到远离人群之后 唐东这才停止下来 四周的人也用愕然的目光看着唐东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出手 唐东身上闪耀着金色的闪电 眼里的目光一片冰亡 没什么 只是看不惯有人仗势欺人罢了 我对你的交易没有兴趣 但我对你的命很感兴趣 所以可以请你去死吗 唐东语气里有着杀意在涌动 当话说完的那一刻 他已经一步踏出 朝着陈虎狂奔去 轰隆 金色闪电击事出 目标直指陈虎 天空上 闪电雷音也同时发动了攻击 一主一谱两道闪电 目标都对准了陈虎 草 我好心跟你合作 你竟然还对我动手 陈虎又惊又怒 他连连闪避 看着同时朝着自己进攻的唐东 与闪电雷音 陈虎立刻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他没有任何犹豫 扛着强大的体魄 硬扛了一道金色闪电后 然后撞开了天台的大门 一头冲进楼梯间 唐东立刻紧随其后 但等到他冲进去时 陈虎已经不见了踪影 果然逃走了 唐东不由地摇头 陈虎实力不弱 其能力肉体变化 属于强化系的能力 在肉体大幅度被强化的程度下 无论是力量 速度 防御 还是恢复能力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刚才他硬抗了自己一道金色闪电 竟然没什么事情 从这里就看得出 陈虎的肉体相当恐怖 我倒是低估他了 唐东不后悔出手 陈虎靠着自己强大的实力 在这个幸存者营地里 作威作福 男人们迫于陈虎的强大实力不敢说话 女人们只能被他玩弄 继续这么下去 这些人最后能活几个 很难说 倒不如加入自己的幸存者基地 正好基地扩建需要人手 唐东走出楼梯间 然后关上并锁死了天台大门 唐 唐先生 天台上的一群人 全都目光惊惧地看着自己 唐东面色平静 你们不用担心 我并不是陈虎那样的暴君 我不会弃压你们 我给你们选择的权利 要么留在这里继续生存 这里的物资 我都不会带走 要么跟我走 云江幸存者基地 就是我组建而成 目前基地总人口为31人 我作为基地的首领 欢迎你们的加入 说话之间 唐东拿出了一叠照片 递给了众人 这是云江幸存者基地的样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照片 就是基地的大概样子 除此之外 还有基地内众多人的合影 众人结果一看 眼里顿时露出震惊的神情 因为这个基地 所展现出来的情况 与他们完全不同 不仅基地坐落在高墙里面 而且基地内还掌握着枪械 他们甚至看到了一架武装直升机 男人们的关注重点 是基地的实力 而女人们关注的重点 则是基地里面那些人的精神面貌 幸存者基地内 有着不少女人的存在 身上干净整洁 脸上有着笑容 显然是没有受到什么委屈 跟他们在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 我愿意加入 带着女儿的中年女人 第一个站出来 她脸上还有着 担惊受怕的神情 有第一个 自然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很快 所有人都纷纷同意下来 不过唐东扫了他们一眼 这些人里面鱼龙混杂 他不可能所有人都收的 王江的事情已经证明 什么人都让其加入幸存者基地 只会带来麻烦 你们当中有些人在这几天 应该做了一些事情吧 很抱歉 我们云江幸存者基地 并不欢迎你们 唐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这句话刚刚说完 刚才站在陈虎旁边 大声呵斥唐东的男人 立刻反对起来 等等 我们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陈虎逼迫我们的 那人想要强行解释 但旁边的人很快就拆穿了他 很快 人群里面的一些人渣 就被抓了出来 唐东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将这些人赶走 他没兴趣杀了这些人 但想要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总共七个人被赶出来 一个个脸上都有着愤怒的神情 但想要刚才唐东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这些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唐东坐着闪电雷音回到基地内 然后开着武装直升机重新回去 将这些人全部接过来 基地内的人口数量再度增加 顺利突破40人的数量 这些人很快被赵明安置下来 之前跟随着孟子墨的那一群幸存者 也被同样找到 从怪物降临到现在 短短不过几天的时间 基地内的人口已经突破了50人 随着人口上升 最开始修建的基地已经不够使用 好在孙马这边的行动十分顺利 第二胎发电机组顺利建造完成 让基地里面有些紧张的电量 又重新充足起来 基地里面的管理唐东全部交给了赵明 他则是再度来到了兽人所在小区的上空 足足数十个兽人 哪怕除掉老弱病残 也有18个成年兽人 每个成年兽人的实力都是狼街巅峰 这可不是什么小势力 数百米的天空上 唐东借助着闪电雷音的视线 仔细观察着这个小型兽人部落的情况 想要强攻这个兽人部落 十分危险 得自己想想办法才行 唐东眯着眼睛 位于云江附近的那个军事基地 现在已经被搬空了 因为仅仅只是小型的训练基地而已 因此并没有任何的重型武器 再加上之前怪物降临的时候 被基地里面的士兵消耗了不少 除了手枪与简单的轻型武器外 并没有找到其他的东西 甚至连手榴弹都都没有 更别说导弹火箭弹这样的东西了 看来只能暂时清剿其他的地方 这个兽人营地等到最后再来解决 唐东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兽人营地的实力很强 他准备将其他区域的怪物清理掉 到时候必然可以得到不少的援金 然后再利用这些援金提升实力 无论是鬼虎还是蕾纳 亦或者闪电雷鹰 他们三者任意其一 成功突破到虎街 到时候这个兽人营地都不足为虑 回到基地之后 唐东将自己的打算说出来 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 不知不觉间一天的时间又过去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一轮弯月逐渐爬上了夜空 皎洁的月光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好像是一层银沙一般 落在基地的建筑上 反射出月白色的光芒 黑夜之中 一道身影正在悄悄靠近 那人迅速接近 当靠近基地百米范围内后 便停止下来 借助着月光观察着基地的情况 终于让我找到了 冰冷的话语从那人的口中说出 仔细一看 他不是陈虎又是谁 陈虎的眼睛里有着寒光在闪烁 他的脸色非常阴沉 心中有着怨恨与愤怒 他围绕着整个基地转了一圈 然后最角落的位置 前行进入基地当中 陈虎的身手十分敏捷 哪怕是数米高的围墙 也挡不住他的步伐 落地势更是翘无声息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陈虎躲藏在阴影的角落里面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基地里面的情况 他很快看到了巡逻的人 他耐心地等待对方 巡视完这一片区域后 抓住空挡的机会 快步进入了基地建筑内部 他一路小心翼翼 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脸上的表情有着警惕 陈虎眯着眼睛 准备做一些事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觉四周的气息 似乎有些冰冷 感知到这样异常的情况 陈虎不由地皱起眉头 脚下的步伐也停顿下来 怎么回事啊 陈虎疑惑不解 以他的身体 常规的温度变化 根本影响不到 但他现在竟然还感觉到了一丝寒冷 这显然是不太正常的 就在陈虎警惕四处查看的时候 殊不知某个角落里面 一道半透明的身影 正在看着陈虎的动作 下一刻 蕾娜的身影猛然飞扑而出 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陈虎的面前 不好 危险 陈虎瞳孔猛然一缩 他大惊失色 万万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陈虎直接发动了能力 身形迅速膨胀起来 同时往着旁边的位置 猛然一个翻滚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开了蕾娜的巨大长刀 鬼 陈虎转过头一看 当见到蕾娜那半透明的身影时 脸上露出来的表情 可谓是凝重到了极致 他之前 见过灵体类的怪物 深知对方的恐怖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在这个基地里面 遇见了第二只 强大的气息 从蕾娜的身体内散发出来 那沉闷的威亚 让陈虎能意识到 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跑 陈虎没有任何犹豫 他转身就走 既然前行已经失败 陈虎不再隐藏什么 立刻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直接冲出了箭筑内 碰 陈虎直接撞碎了玻璃 冲出箭筑 发出的动静 立刻惊动了基地里面巡逻的人 小心 有入侵者 一巡逻人员立刻大喊起来 马上拉响警报 陈虎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他爆发出所有的速度 疯狂地朝着外面冲出去 一巡逻员举枪 瞄准了陈虎的身影 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 碰 碰 碰 子弹呼啸而出 瞬间袭杀而来 但陈虎全力爆发之下 速度极快 瞄准的速度 根本跟不上他的移动速度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虎 冲出基地的范围 安全离开基地之后 陈虎脚下的步伐 没有任何的停留 静止地离开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面 不多时 被惊动的唐东 快步走出来 怎么回事 刚才的巡逻员立刻走上前 首领 刚才我们发现了入侵者 是一个身形非常壮硕的男人 高度大约两米多 浑身都是肌肉 实力非常强大 恐怕能够堪比鬼虎 两米多高 实力强大 难道是陈虎 唐东的脑海里 有了怀疑的人选 自己白天坏了陈虎的好事 如果对方搜寻一番 恰好发现了基地的所在 然后成夜过来 想要报复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继续巡逻吧 唐东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 那人点头 陈虎的袭击 仅仅只是一场小插曲 很快基地里面 便重新安定下来 唐东受到了蕾娜的呼唤 他找到对方 主人 是白天的陈虎 我看到他了 蕾娜轻声道 果然 唐东点点头 自己到了夜晚的时候 为了避免基地内 遭受灵体类怪物的入侵 再加上上次王将的背叛 所以他都会将蕾娜 放出来巡视 没想到 蕾娜第一天巡视 就发挥了作用 他揉了揉蕾娜金色的头发 然后让其继续巡视 自己重新回到了房间里 原本他没有兴趣 与陈虎多计较什么 倒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主动上门来挑衅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 陈虎的威胁 必须要解决掉 他的实力不弱 不仅快解决 很可能会对基地造成威胁 唐东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他立刻叫来了鬼虎 然后让他秀地面上味道 鬼虎在刚才陈虎潜入的地方 不断清秀着 很快就发现了陈虎的气味 然后立刻顺着气味追踪上去 老虎的嗅觉 同样非常敏锐 想要依靠嗅觉 在进行追踪 完全没有问题 为了保险期间 唐东还叫上了闪电雷霆 在高空侦察 追杀陈虎 一人一虎一鹰 很快就离开了基地 鬼虎的鼻子在地上不断嗅叹 带着唐东 朝着陈虎所逃跑的方向 追杀过去 双方一追一逃 但距离在不断地拉近 这边的陈虎 一路亡命奔逃 一直逃出了几百米后 这才停止下来 刚好这里有着一个居民屋 陈虎在确定 里面没有怪物的威胁后 立刻钻了进去 操 对于自己的前行失败 陈虎恼怒不已 他想起唐东之前说 自己拥有统育能力 能够契约怪物 恐怕那妖灵 就是唐东那个小子 所契约的怪物吧 仅仅只是 一次失败而已 唐东不可能 永远待在基地里面 只要他离开 我不幸基地内 有人能够挡得住我 他毁了我的营地 我也要摧毁他的基地 陈虎双眼里面的寒光 在疯狂闪烁 陈虎简单整理了一下床铺 随后便准备躺下来休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金色闪电从天而降 直接劈开了阳台上的窗户 精准地落在陈虎身上 陈虎浑然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被偷袭 整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 啊 陈虎当场忍不住惨叫一声 只感觉身体上剧痛无比 唐东 陈虎惊怒交加 万万没有想到 唐东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任何的犹豫 陈虎立刻发动了自己的人能力 他的身形一阵膨胀 眨眼之间就化作了一个 身高超过两米的肌肉巨汗 哄 陈虎立刻冲出房间 从二楼的阳台上跳跃下来 落在公路上 他刚刚站稳 就看到了唐东的身影 就在他的不远处 唐东 果然是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陈虎咬着牙 唐东打了一个响指 陈虎随即就听到了一阵呼啸声 他面色一僵 立刻顺着身影看过去 只见不远处的阴影里面 一头体型远比普通老虎 更加庞大的鬼虎从里面走出来 强大的气势 从鬼虎的体内散发出来 赫然达到了狼街巅峰的程度 变异老虎 陈虎差点没气死 现在他明白了 唐东恐怕就是 靠着这头变异老虎 追踪自己的气味 早知道 唐东竟然还有这样的杀手锏 他说什么也不该休息的 好 鬼虎嘀吼一声 强烈的嗜血气息与杀气 在他的四周弥漫 他朝着陈虎慢慢地走过去 最终在二十米左右的位置停止下来 等等 陈虎连忙开口 从鬼虎的身上 陈虎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感觉就好像 是在面对那群肌肉绿疲劳一样 杀了他 唐东没兴趣与陈虎说些什么废话 立刻给鬼虎下达了命令 鬼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飞扑上去 庞大的身躯奔跑起来 犹如是一辆重型坦克 很快就来到了陈虎的面前 陈虎又惊又怒 他明白 今天晚上想要离开这里 恐怕是不得不拼命了 碰 一人一虎的身形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发动能力之后的陈虎站立极强 哪怕与鬼虎比起来 都不相上下 他一拳轰出 空气都仿佛被撕裂一般 巨大的力量肆虐出来 双方的战斗激烈无比 陈虎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他一拳将鬼虎逼开 但是这个时候 一道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还有威胁来自于天上 以至于一时之间躲闪不及 金色闪电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体上 噼里啪啦 啊 剧烈的痛苦 让陈虎忍不住惨叫出声 哪怕是他强壮的身躯 想要强行承受这样的攻击 也是做不到的 陈虎马上抬起头看向天空 这才发现了闪电雷鹰的身影 一颗心顿时凉了一半 天有鹰 地有虎 不远处还有一个唐东虎士丹丹 一直没有出手 如果不想办法改变局面的话 他今天恐怕要死在这里 唐先生 等一下 我愿意加入唐先生的基地 从今以后为唐先生马首试战 还请唐先生 能够饶我一条幸免 在生命面前 陈虎选择了放下自己的尊严 呵呵 十数米之外 唐东心中冷笑 这样的谎言 他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又怎么可能蒙骗得了他 好 鬼虎已经再度攻击上来 与陈虎缠斗在一起 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时不时攻击 在两只七月兽的围攻之下 陈虎节节败退 眼看着落败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巨大的虎爪内 弹出锋利的利爪 直接在陈虎的后背上 留下三道深深的伤痕 剧痛让陈虎忍不住 呲牙咧嘴 脸上有着痛苦的神情 唐东 大家都是觉醒者 你有必要这么感情杀绝吗 陈虎忍不住怒吼 轰隆 又是一道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陈虎 陈虎赶忙翻滚闪避 他此刻的样子 狼狈到了极致 哪里还有最开始 那么霸气的样子 一道道闪电接连不止 让陈虎只能疲于奔命 根本不敢硬抗这 恐怖的金色闪电 短短时间里面 陈虎就被逼退了 数十米的距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陡然出现 一道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出现 从某个角落里面 突然飞跃出来 一把抓住了陈虎 谁 这一道身影来得时 那么突然 别说陈虎 甚至连唐东 都没有反应过来 那身影从后面 抓住了陈虎的肩膀 陈虎立刻爆发出力量 想要挣脱 但这一用力才发现 身后的人力量巨大无比 他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竟然都无法挣脱束缚 怎么可能 陈虎又惊又怒 唐东迅速赶来 当靠近之后 借助着夜空上的月光 他这才看清楚了 那抓住陈虎的身影 到底是谁 僵尸 唐东脱口而出 脸色瞬间严肃无比 什么 僵尸二字 吓得陈虎差点面色苍白 没等他反应过来 僵尸已经直接低下头 一口咬在了陈虎的脖子上 啊 不 唐东 快救我 陈虎淒厉惨叫着 只感觉身体内大量的鲜血 仿佛是受到了神秘力量的牵引 正在被疯狂地吸食 哭咚 哭咚 僵尸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陈虎的鲜血 源源不断地吸血 从陈虎的身体里流淌出来 被僵尸所吸食 唐东看着这一幕 他没有急着动手 而且全程保持着警惕 僵尸的吸血能力惊人无比 不过只是几个呼吸 陈虎浑身上下的血液 就已经被吸食得七七八八 陈虎惊恐地瞪大眼睛 只感觉浑身上下的力量 以惊人的速度 在不断地消失 当他体内最后一滴鲜血 被僵尸吸干的时候 陈虎彻底死亡 临死之前 他的眼里 还残留着惊恐与害怕 扑通 僵尸放开了陈虎的尸体 任由其轰然倒地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吼 僵尸口中 发出满足的低吼声 但很快 他的目光转移 落在了二十多米外的唐东身上 那一双星红的眼睛里面 再度流露出渴望的神情 虎剑 唐东感知着这只僵尸 散发而出的强大气息 判断出了对方的大致势力 没想到他出来追杀陈虎 竟然就撞上了一头虎街僵尸 好在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今非昔比 就算是虎街僵尸又如何 杀了他 唐东毫不犹豫下达命令 正好他需要提升三只契约兽的实力 眼前这头虎街僵尸来得正好 就借对方体内的元金一用吧 强化 化作两股奇异的力量 分别落入鬼虎与闪电雷鹰的体内 好 就 两只契约兽瞬间发出兴奋的声音 鬼虎手当其中 直接朝着僵尸飞扑而去 飞行在空中的闪电雷鹰速度更快 他猛然震翅 两道金色闪电已经从天而降 僵尸飞扑而出 以惊人的速度 躲过了金色闪电的袭击 他的身高大约一米八左右 性别为男性 浑身上下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 与电影中身穿清朝官服的僵尸不同 这僵尸的行动 远超常人的灵敏 奔跑之间 时速超越一百公里每小时 仅仅只是一次飞扑 僵尸就已经来到了鬼虎的面前 他一拳轰出 拳头直接落在了鬼虎的脑袋上 砰 沉闷的声音响起 鬼虎哀鸣一声 庞大的身躯 当场被打退出去 轰隆 雷霆轰鸣声响起 半空中的闪电雷音雷霆不断 一道道金色闪电从天而降 追着僵尸疯狂落下 其中一道闪电僵尸躲闪不及 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上 僵尸的身体不由地僵硬了一下 鬼虎马上抓住这个机会 巨大的虎肘狠狠拍在他的身体上 砰 僵尸的身体瞬间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地上 但只是片刻的时间 僵尸就从地上重新站起来 他竟然毫发无伤 刚才鬼虎的利肘 落在僵尸的身躯上 竟然连半点伤痕都没有留下 这坚硬的身躯 当真是恐怖无比 不愧是僵尸 果然是力大无穷 防御力惊人 无论是速度 力量 还是防御 僵尸都全面在鬼虎之上 不过毕竟是黑暗属性的怪物 这只僵尸 显然是被闪电雷鹰的雷霆所克制 这么看来 这场战斗的主力是闪电雷鹰 鬼虎只能起到一个牵制的作用 电光火石之间 唐东已经制定好了战斗策略 他将自己的想法 传递给了鬼虎与闪电雷霆 甚至亲自接管 操控闪电雷霆的身体 有着唐东的接管 闪电雷霆的双眼 立刻灵动起来 轰 轰 轰 一道道金色闪电 犹如雨点一般落下 唐东上来就动用了全力 直接对地面的僵尸 进行火力覆盖 金色闪电闪耀不断 一时之间 耀眼的光芒 好像是要将四周的环境都照亮 僵尸面对着金色闪电 根本不敢硬抗 只能进行不断的闪避 鬼虎立刻扑上来 牵制僵尸的动作 限制其移动 虎街僵尸此刻憋屈到了极致 在怪物刚刚降临的前期 虎街是绝对霸主一般的存在 但此时 他却撞上了唐东这个重生过来的家伙 半空中的闪电雷鹰 在唐东的控制下 不断降落下来金色闪电 地面上的鬼虎 则是牵制着僵尸的行动 在两只契约兽的合力之下 现在哪怕是虎街僵尸 也显得颇为狼狈 好 僵尸口中发出一道怒吼声 原本星红的眼睛里面 释放出可怕的光芒 他好像是动用了什么能力 突然之间 速度与力量发生了超越 他猛然扭转身体 躲过金色闪电的袭击 双手锋利的利爪 猛然撕裂而出 直接落在了鬼虎的身上 尽管鬼虎的爪子 也撕裂在僵尸的身体上 但双方的防御力 却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伴随着一阵火花 从僵尸的身体上出现 鬼虎的身体上 则是出现了树道猙獰的血痕 鲜血流淌出来 顿时染红了鬼虎的身体 好 僵尸低吼着 一双眼睛满是嗜血 他仿佛进入了爆发状态 原本就惊人的实力 现在又增强了几分 哄 哄 哄 一道道金色闪电 不断地落下 逼迫着僵尸走位 以免其继续去攻击受伤的鬼虎 不远处 唐东重新睁开眼睛 他的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虎接僵尸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 被击败的 看来仅仅只是靠鬼虎 与闪电雷鹰 想要击败这只僵尸 不太可能 需要我出手了 唐东毫不犹豫 他放开了对闪雷鹰的控制 让其自主行动 自己则是快步上前 与此同时 体内的原力已经涌动而出 在他的手中凝聚出金色的闪电 轰隆 雷霆的轰鸣声响起 金色闪电撕裂长空 速度快到了极致 二十多米的距离 不过只是片刻之间就已经跨越 出现在虎接僵尸的面前 僵尸浑然没有想到 自己看上的食物 竟然也会释放出雷霆 一个躲闪不及 让唐东的闪电落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再度让其身体停滞了片刻 好机会 闪电雷鹰立刻抓住了这个空档 大量的金色闪电 立刻从天而降 源源不断地落在僵尸的身体上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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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十数道金色闪电 狠狠地劈在僵尸身上 唐东也没有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主仆两人对着僵尸疯狂地输出 一时之间 雷霆的麻痹作用竟然让僵尸难以行动 只能站在原地 好 僵尸痛苦惨叫着 他爆发出体内的原力 强行正脱开麻痹作用 当僵尸从雷霆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他浑身上下 已经是遍布伤痕 身上的血肉 甚至在金色闪电的作用下 已经焦糊一片 看上去十分的凄惨 僵尸的双眼里面一片凶光 他目标直指唐东 口中一对獠牙已经显露出来 显然是 想要通过吸食唐东的血液 来回复自己的伤势 眼见这般如此 唐东立刻后退 与此同时 一旁的鬼虎从侧面冲出来 狠狠地撞在了僵尸的身上 一将一虎在地面上不断地翻滚 僵尸怒吼不已 锋利的指甲在鬼虎的身上 留下一道道伤痕 以至于大量的鲜血 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僵尸猛然张开了嘴 一口朝着鬼虎咬过去 鬼虎 快退回来 唐东连忙给鬼虎下达了命令 鬼虎立刻跳跃后退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过了僵尸的啃咬吸食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僵尸显得更加狂暴 阵阵低吼声 不断地从僵尸的喉咙里面发出来 在现在黑夜的环境之下 显得异常猙獰恐怖 若是一些胆小的人听到 甚至都会侧夜难眠 唐东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僵尸的动作 金色闪电在他的手中汇聚 只要僵尸敢扑上来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将金色闪电丢出去 僵尸看着唐东手中的金色闪电 眼里明显有着些许畏惧的神情 双方就这么暂时僵尸下来 现场安静到了极致 寂静得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沉默片刻之后 唐东率先打破了瓶颈 鬼虎再度低吼着扑上去 与此同时 唐东甩出金色闪电 掩护鬼虎的进攻 半空中的闪电雷鹰也继续进攻 将僵尸围杀在里面 僵尸嘶吼不止 强烈的杀意从他的身上涌动出来 好像是要凝聚成为实质一般 轰隆 金色的闪电在街道上不断地闪耀 僵尸的嘶吼传遍四眼 双方的大战激烈到了极致 眼看着已经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强化 唐东再度释放了一次强化能力 为鬼虎与闪电雷鹰 续上刚才的强化效果 金色闪电肆虐不止 大量的闪电丢出去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 覆盖了僵尸附近所有的范围 雷霆的力量显然克制僵尸这样的黑暗属性怪物 在属性相克的情况下 哪怕这头僵尸的实力达到了虎街 面对狼街巅峰的闪电雷鹰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更别说闪电雷鹰飞行在天空中 僵尸根本就攻击不到他 只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轰隆 又是一道雷霆声响起 僵尸的身体上闪烁着残余的闪电力量 他蹭蹭蹭后退了好几步 短短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此刻僵尸的身体上已经布满了伤痕 当初都是雷击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伤势 他的气息也有些萎靡不振 远不如最开始登场时 那么猙獰恐怖 该结束了 眼看这样的情况 唐东脸上不由地露出笑容 闪电 鬼虎 缠住他 唐东下达了命令 一鹰一虎继续攻击 鬼虎勇猛地冲锋在前 哪怕他此刻同样是伤痕累累 但面对唐东的命令 依旧毫不犹豫地执行 源源不断地原力凝聚而出 在双手不断地汇聚 渐渐地 那金色的光芒越来越浓郁 无数的金色闪电在手中凝聚 最终化作一根 长度大约三米左右的金色闪电长矛 去 唐东抓住闪电长矛 然后将其猛然投掷而出 快 这根闪电长矛的速度快打了极致 常人甚至都反应不过来 闪电长矛就已经到达了僵尸的面前 好 僵尸发出一道痛苦的嘶吼声 那闪电长矛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 哼 沉闷的声音炸起 无数的闪电遍布方圆数十平方米的范围 发出噼里啪啦的电击声 这惊人的情况 足足肆虐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当金色闪电散去 僵尸的身影 这才重新出现在唐东的面前 只见一个大洞已经出现在僵尸的胸膛上 他浑身上下已经焦黑一片 几乎看不出任何的人形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已经死亡的僵尸身体轰然倒地 溅起了一片尘土 大 大 大 脚步声响起 唐东面无表情地走到僵尸尸体的面前 然后拿出匕首将其胸膛挖开 很快从里面找出了一枚淡蓝色的圆巾 虎街品质的圆巾更加出色 里面蕴含着充沛的力量 让唐东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第一枚虎街圆巾 真是让人惊喜的收获 唐东十分满意 尽管这场战斗有着不小的危险 但好在事后的收获也足够喜人 好 就 鬼虎与闪电雷音的声音响起 两只契约兽都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眼巴巴地看着他手中的圆巾 一丝不言而喻 唐东犹豫了一下 这枚虎街圆巾很重要 里面充沛的圆力 足以让鬼虎或者闪电雷音完成进阶 从而踏足虎街的领域 但圆巾只有一枚 先升级闪电雷音吧 雷霆的力量十分强大 如果闪电雷音进阶 那共享给我的力量也会更加强大 这显然是收益最大的选择 唐东如是地想到 他弯下腰拍了拍鬼虎的大脑袋 只见鬼虎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这些全部都是僵尸留下的 这场战斗鬼虎受伤 无疑是最为严重的 浑身上下的身躯 几乎没有多少完好的地方 先委屈一下 等下一枚虎街圆巾就交给你 唐东安慰道 好 鬼虎有些委屈地低吼一声 一旁的闪电雷音 则是兴奋地长笑起来 然后朝着唐东张开了嘴 唐东将圆巾喂给闪电雷音吃下 后者立刻兴奋地拍打着翅膀 用头轻逆地蹭蹭唐东的身体 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唐东哈哈大笑着 一人两手立刻返程 很快回到基地里面 闪电雷音再回到基地 便立刻钻入了自己的巢穴里面 他现在需要好好消化 虎街圆巾里面蕴含的强大力量 唐东则是进入宿舍 敲响了李薇的房门 动 动 动 一阵敲门声响起 很快里面传来了李薇迷迷糊糊的声音 谁啊 李薇 是我 唐东开口道 呀 房间内的李薇大吃一惊 原本睡眼朦胧的他 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是首领 他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 该不会是要前规则我吧 李薇瞬间慌乱 我是该拒绝呢 还是答应呢 李薇一下子想歪了 整个人瞬间变得六神无主 走廊上 唐东见着房间里面 竟然没有了动静 一时之间不由得有些疑惑 怎么了 现在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抱歉 这件事情很急 马上就需要你处理 唐东语气里面带着歉意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 他大半夜过来打扰别人休息 的确不太好 但鬼虎受伤严重 急需李薇的治疗 啊 手 手脸 咱 咱们才认识没多久啊 房间里面的李薇说话支支吾 嗯 唐东皱着眉头 不明白李薇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房门打开 刚从床上起来 穿着睡衣的李薇从里面走出来 李薇脸颊飞红一片 甚至不只是脸颊 连耳朵都红透了 他身上穿着一套丝制的黑色睡衣 原本就性感火辣的身材 在睡衣的衬托之下 显得更加诱人 以唐东这个角度看过去 李薇领口内的风光 甚至都一览无余 唐东马上一开视线 然后稍微后退了一步 看着李薇扭扭捏捏的样子 他不由得额头上浮现出黑线 你在想些什么 我刚才在外面遭遇了战斗 鬼虎受伤了 所以我找你过来 是希望你帮忙治疗鬼虎 唐东哭笑不得 啊 李薇大惊 原本就红润的脸颊 此时像是煮熟的螃蟹 他表情尴尬到了极致 恨不得马上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对 对不起 首领 是我误会了 李薇连忙尴尬的道歉 唐东无奈服额 他没有计较什么 啊 马上你尽快去找鬼虎吧 他身上的伤势有些严重 说吧 唐东转身离开 很快消失在了李薇的面前 李薇英明一声 一把冲进房间里面 将自己整个人都埋进被子里 活了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经历 这么让他尴尬的事情 足足过了一分钟 李薇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他赶忙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去找鬼虎 说个小时后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正在睡觉中的唐东 忽然感觉到精神有着异样 他马上睁开眼睛 闪电雷音要突破了 唐东脸上有着喜悦 他立刻来到天台 闪电雷音已经正在蜕变之中 唐东从精神联系上 感知到闪电雷音的变化 他立刻来到了天台上 静静等待着 巢穴里面 闪电雷音全驱成一团趴在里面 一道道金色闪电 时不时地从他的身体里面涌现出来 渐渐的 金色闪电越来越多 逐渐形成了一个弹壳一样的形状 将闪电雷音的身体包裹在了里面 与此同时 他的气息 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成长 唐东通过精神联系 静静地感受着闪电雷音的变化 当这种变化达到巅峰的时候 闪电雷音终于突破了狼街的境界 一举跨入虎街领域 哄 那金色弹壳瞬间炸开 无数闪电四散而出 遍布方圆数十米的范围 等到金色闪电停息下来的时候 闪电雷音的巢穴已经是一片狼藉 就 嘹亮的鸣叫声响彻整个基地 只见巢穴所在的位置 闪电雷音昂首挺胸地站在上面 经过蜕变之后 他的体型无疑是变得更加庞大了 巨大的金色翅膀伸展开来 直接达到了七米的恐怖程度 哪怕是站在地上 都比唐东显得更加高大 好 感受着闪电雷音现在的变化 唐东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随着闪电雷音的成功突破 唐东也感觉到 自己的闪电能力更加强大了 闪电操控这样能力源自于闪电雷音 因此 闪电雷音越强 唐东的这项能力也会更加强大 如果闪电雷音死了 那唐东的这项能力也会消失 就 闪电雷音纵身一跃 巨大的身躯直接飞入了天空上 兴奋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唐东没有去阻碍 任由闪电雷音好好高兴高兴 此时的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 基地里面的众多人纷纷开始起床 闪电雷音突破的动静不小 很快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基地 嘖嘖嘖 不愧是首领的契约兽 这才多长的时间 闪电雷音竟然就已经达到虎街了 刚刚起床的刘东 看着天空上盘旋飞行的闪电雷音 脸上有着羡慕的神情 众人纷纷起床 基地里面很快也热闹了起来 唐东来到食堂领取了一份早餐 首领 首领 众人看着唐东过来 纷纷行礼表示敬意 唐东微笑着一一点头 这时李威迎面走过来 一看到唐东 李威不由地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顿时脸上飞起了一团红韵 同时赶忙离开目光 有些惊慌失措地离开了 咦 李威的表现被很多人看在眼里 不少人立刻开始八卦起来 李威刚才看到首领的时候 表现很不对劲啊 他为什么那么害羞 有人忍不住议论起来 旁边的人不由地露出笑容 依我看 恐怕是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不过首领的能力非常强大 李威长得也非常漂亮 而且现在也觉醒了能力 如果首领和李威在一起的话 的确称得上是狼才女梦 这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对于这样的八卦 很多人都聊得津津有味 唐东只是听了一下后 就没再理会了 反正只是八卦而已 他也不可能去堵住众人的嘴 就任由大家讨论吧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外面忽然响起了警报声 不好了 首领 我发现了兽人的踪践 巡逻员快步跑进来 唐东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兽人这么快就来了 情况危急 唐东没有耽误什么 他立刻起身 快速登上了基地的围墙 他定睛看去 只见百米之外 一只绿皮肌肉篓 正在巡视着什么 那高大的身形 健壮的身躯 再加上那个绿色的皮肤 不是兽人又是谁 那只兽人手中拿着一个目测 足足有数十斤的巨大铁棒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配合上他那高大的身形 的确给人巨大的威慑感 这只兽人正在巡查附近的区域 看来他们部落附近的区域 已经被巡查得差不多了 所以兽人这才外出探索 唐东瞇着眼睛 前世他与兽人打过交道 对于这种满脑子 都是肌肉的低智慧生物 有着不少的了解 兽人性情残暴 而且是杂食性生物 它们有着一个强大的胃 只要是能够吃的东西 都能够被兽人吃下去 并且消化 兽人不仅仅会猎杀人类 同时也会猎杀怪物 一般在兽人的地盘 很少会看到怪物的身影 但相对应的 人类若是闯入兽人的地盘 也一定会被这些家伙攻击 赵杰听说了兽人出现的消息 他快不来到唐东的身边 当看到百米之外那只兽人时 脸上的神情也是吃了一惊 首领 这些兽人怎么巡视到这里来了 这已经完全踏入了我们的地盘 赵杰脸上的神情满是警惕 唐东点点头 他眯着眼睛 这些兽人必须要尽快除掉 不过你不需要担心 这只兽人仅仅只是巡逻兵而已 兽人的势力距离 扩展到我们这里来 还会有一段时间 文言 赵杰稍微放松了一些 今天你们青角怪物 记得避开兽人的区域 这些家伙实力很强 你们不是兽人的对手 唐东提醒道 没问题 赵杰连连点头 吃过早饭之后 赵杰等人也开始准备出发 他们今天的目标 依旧是青角怪物 扩大基地的安全区 唐东则是开着怪兽汉马外出 准备继续猎杀强大的怪物 轰隆隆 闪电雷鹰今天情绪显得十分高涨 时不时就从天空上 将落下一道金色闪电 在成功突破 进入虎街领域之后 闪电雷鹰释放而出的 金色闪电威力 也比以前更加强大 没有狼街巅峰的实力 甚至连随意一道闪电 都无法承受 唐东开着怪兽汉马一路推进 期间碰到任何实力 达到狼街巅峰的怪物 都会出手 而实力弱小的怪物 也是在闪电雷鹰的 强大气势震慑下远离 根本不敢靠近唐东 靠着这种办法 唐东一路的倾角行动 可谓是相当顺利 他在前面开路 赵杰与李渭等人 则是带着人在后面收尾 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 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 基地的安全区范围 就已经扩大了不少 很快 队伍就已经进入了 郊区商业街的范围 这里的建筑 已经开始密集起来 原本这里居住者 成千上万的人 白天的时候十分热闹 但现在整条商业街 寂静无声 如同是鬼城一般 没有任何的声音 街道上横七竖八地 停放着杂乱无章的车辆 这些车辆有些撞击 进入道路两旁的绿化带 有的干脆 直接冲入店铺内 显然 当怪物降临的时候 这些司机都准备开车离开 但在怪物的围攻之下 能够成功逃出升天的司机 并不多 绝大部分都死在了这里 以至于商业街如此凌乱 这时 不远处一个大型超市 引起了唐东的注意 他立刻开车行驶过去 拥有强大马力的怪兽汉马 一路上横冲直撞 偶尔有挡在前面的废弃车辆 都被直接撞开 咳吱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怪兽汉马 在大型超市的大门前停止下来 车门打开 一身黑色打扮 全副武装的唐东 从车上走下来 他手中拿着散弹枪 再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装备后 唐东立刻进入超市里面 他静止地进入了商城内 刚刚进入商城 映入眼帘的 便是大量已经干咳的血迹 与凌乱的超市 整个超市杂乱无章 好像是刚刚被人抢劫了一般 一排排货架 都已经倒塌在了地上 地面上还还残留着鲜血 与人类的骸骨 唐东的脸上 有着凝重的神情 从超市的情况来看 这里显然发生过惨烈的杀戮 他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场景 无数的怪物凭空出现 原本在街上散步 或者逛街的人 逃入了超市里面 然而逃入超市之后 那些怪物却并没有放过他们 而是直接一路追杀了进来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他警惕地看着四周 很快 一些奇怪的场景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 唐东目光微微一凝 他立刻走过去 只见一个货架倒塌在地上 但货架却好像是 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般 以至于出现了大面积的损坏 浓硫酸 还是某种带有腐蚀性质的剧毒 唐东心中暗自猜测着 他继续进入超市 很快又看到了一处被腐蚀的地方 并且 这种地方越来越多 等到了超市深处的时候 这里已经到处都是激烈战斗留下的痕迹 地砖上坑坑洼洼 同时散落着人类的骸骨 这些骸骨上 同样有被腐蚀之后的痕迹 很强 这只怪物的实力绝对不弱 从这些痕迹来看 它应该是具备喷涂腐蚀性熔液的能力 而且力量强大 速度敏捷 唐东心里面猜测着 拥有可以喷涂腐蚀性熔液的怪物种类很多 一时之间 他也很难猜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超市外面 闪电雷鹰已经降落在了怪兽汉马的车顶上 他警惕地看着四周 为唐东守卫着超市的入口 唐东仔细检查着 他心中的警惕性已经拉满 一步一步慢慢地探索 随时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情况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大大洞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洞口 显然是某种怪物大力撞击出来的 直接撞开了墙面 而外面赫然就是一条小巷 离开了 唐东略微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一道细微的声音陡然响起 传入了他的耳朵里面 这一道声音十分微弱 不过在此刻超市内寂静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瞒过唐东的耳朵 他毫不犹豫纵身在地上翻滚离开原地 就在这时 一道绿色的液体飞射而来 瞬间落在了他原本的位置上 子之子 那绿色的液体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构成的 仅仅只是刚刚落在地面上 就已经开始腐蚀地板 同时浓烈的绿色气体漂浮起来 开始往着四面八方扩散 唐东面色一变 立刻不断地抽身后退 远离那一片区域 他开始寻找着 是什么怪物偷袭自己 但仔细观察了一圈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怪物的身影 竟然隐藏起来了 唐东语气凝重到了极致 不远处 那绿色毒液所在的地方 超市的地板 已经被腐蚀出了一个直径几十厘米的大洞 大量墨绿色的气体从里面飘荡出来 唐东不用想也知道 这墨绿色的气体绝对有毒 他马上屏息后退 以免被这些毒气所影响到 超市里面已经不能再继续探索了 但这只怪物一定要杀死 这只怪物的实力 至少都是狼街巅峰 甚至达到了虎街 也并非不可能 对方的毒液非常厉害 毒性强烈 且具备强腐蚀性的毒液 威胁性非常巨大 必须要将其除掉 唐东心中警惕万分 碰 他扣动扳机 想要吸引暗处那只怪物的注意 但等待了片刻 那只怪物却没有现身 对方不知道躲藏在什么地方 以至于唐东找不到那只怪物的身影 唐东慢慢地后退着 他决定先离开超市再说 超市里面空间狭小 闪电雷音根本无法进来 而那只隐藏的怪物 不知道埋伏在什么地方 继续留在这里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直不断地后退 唐东很快离开了超市的范围 这只怪物 应该就隐藏在这个超市里 对方将超市当成了自己的领地 但奇怪的是 我却找不到它的踪迹 难道这只怪物 除了喷涂毒液之外 还拥有隐形的能力 所以我才看不到它 唐东微微皱眉 地球上所有出现的怪物 全部都是源自于人类的幻想 因为原理的存在 将这些处于幻想中的怪物具现化而出 并且对人类有着强烈的敌意 既然是幻想中的怪物 那自然是什么样的能力 都有可能会出现 可能是某个人无聊时的幻想 可能是来自某个经典的小说 动漫 游戏 漫画等等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在末日怪物时代 什么样奇葩的怪物都可能出现 唐东在前世 甚至见过一些 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奇葩怪物 有些怪物的模样 甚至看上一眼 也足以让人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这只怪物 很可能拥有隐形的能力 看来我应该带着鬼虎来到这里 隐形不代表能够消除气味 以鬼虎的强大嗅觉能力 说不定能够找出那只隐藏的怪物 唐东心中有了计划 他回到怪兽汉马上 然后拿出了电脑 并且在上面绘制出地形图 但在超市所在的位置上 唐东特意标注了危险的符号 唐东拿出无线电 将这里的发现告知了赵杰等人 而就在唐东通过无线电 与赵杰联系的时候 百米之外的某个酒店大楼楼层里 一个青年正在用望远镜 观察着唐东的所在 卧槽 好帅的汉马 冷明脸上有着兴奋的神情 他放下望远镜 然后走出房间来到隔壁 敲响了这个房门 洞 洞 洞 姐姐 我发现其他幸存者了 冷明对着里面大喊 房间门打开 一个气质清冷 但容貌却绝美的高挑美人 从里面走出来 冷月西面色平静 阿明 怎么了 我刚才发现幸存者了 他就在相明超市的门口 而且 我还看着他竟然进入相明超市之后 还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我敢打赌 这个人肯定是高手 说不定跟我们一样也是觉醒者 冷明脸上有着兴奋的神情 听到这句话 冷月西从冷明手中拿过望远镜 然后来到对方的房间里面 姐 就在那边 冷明指明了方向 冷月西拿起望远镜看过去 只见两百多米外 一辆黑色的怪兽汉马 正停在相明超市的门前 这望远镜的倍数很高 以至于冷月西能够清楚地 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 正坐在驾驶位上 对方正操控着手中的电脑 同时 另一只手拿着无线电队讲机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恐怕是军方的人 他身上的衣服 都是军队的制式装备 而且他驾驶的那一辆汉马 也是明显改装后产品 冷月西猜测道 冷明文言 不由地激动起来 太好了 如果军队搜索到了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个世界已经彻底进入了末日 哪怕是军队 也不能绝对相信 在如今的世界 你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冷月西教育道 冷明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自家姐姐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把他当做小孩子看 他好歹也成年了 但还是时不时会被冷月西教育 这让他十分无语 偏偏他还打不过冷月西 从小到大都没有赢过 向明超市门口 唐东话讲完之后 他准备重新下车 然后搜寻其他的地方 然而他刚刚下车 异常的情况陡然出现 只见四周的街道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一层淡淡淡的白色迷雾 这些迷雾逐渐出现 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蔓延 迷雾 怎么可能 现在才第六天而已 怎么就开始出现迷雾了 唐东面色大变 他立刻冲入车内 重新拿起对讲机 喂 赵杰 李薇 迷雾来了 你们马上找一个 坚固的地方躲藏起来 唐东大喊 对讲机里面 传出李薇的声音 首领 这些迷雾怎么回事 难道有什么危险吗 迷雾非常危险 里面会出现很多 非常危险的怪物 你们 嘘嘘嘘 唐东的话还没有说完 无限电内 就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 糟了 唐东脸色相当难看 竟然第六天 就开始出现迷雾 我记得前世 可是在一个多月后才出现的 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 所以导致蝴蝶效应 迷雾 在前世 这是一个让无数幸存者 恐惧的存在 那仿佛笼罩整个世界的迷雾 是无数人的噩梦 当迷雾降临 各种恐怖可怕的怪物 也会随之出现 并且 迷雾会隔绝感知 与无限电信号 一旦外出探索的时候 出现迷雾 那基本上 就可以说是半只脚 踏足鬼门关了 迷雾会影响人的感知 让人难以辨别方向 同时可以屏蔽 无限电信号 就算是龙街层次的强者 面对迷雾也十分忌惮 谁也不知道 会从迷雾里面 钻出个什么东西 可能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也可能出现一头身形 几十米上百米的庞然大雾 他立刻关上车门准备离开 同时一脚踩下油门 准备切救员李薇等人 他们第一次面对迷雾 稍有不慎 就会死在里面 唐东承受不起这个损失 哄 怪兽汉马的引擎轰鸣声响起 但唐东刚刚想要出发 四周的迷雾便迅速浓郁起来 放眼望去 街道上已经到处都被迷雾所笼罩 放眼望去 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 根本分不清楚 东南西北 唐东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车顶上 闪电雷音拍打着翅膀 刚才还平静的他 突然躁动起来 强烈的闪电在他的身上 开始涌现缠绕 噼里啪啦 闪电摩擦着空气 发出一系列的声音 下一刻 一只虫子突然从迷雾当中冲出来 这只虫子 大约有着家猫一般大小 但被生双翅 飞行于半空之中 巨大的身躯上 生长着淡灰色的甲铐 翅膀不断扇动着 在半空中飞行 虫子的头部 生长着猙獰的口气 那奇怪的口气 就好像是一笔利剑一般 显得尖锐且锋利 吱吱吱 虫子发出奇怪的声音 目标似乎是锁定了闪电雷音 立刻朝着他冲了过来 轰隆 一道金色闪电 立刻击射而出 瞬间落在了 那只灰色的虫子身体上 伴随着电流一阵闪过 灰色虫子挣扎着 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当场死亡 但这只虫子的出现 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紧接着就是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源源不断的虫子 从怪兽汉马的前方 迷雾中冲出来 仿佛是潮水一般 汹涌不断 吐刺虫 唐东立刻认出了 这些灰色虫子的身份 吐刺虫 一般实力介于狼街 与狼街终极的怪物 拥有翅膀 可以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 在半空中飞行 因为头部生长着尖锐的突刺 会直接朝着人类冲过来 用尖穿透幸存者的身体 突刺虫便由此而得名 这种怪物 一般只会伴随迷雾出现而现身 单个突刺虫威胁不大 哪怕是成年人用武器都可以击杀 但突刺虫却向来是成群结队 数千甚至上万 数量庞大的突刺虫 会形成虫巢 并且每一只都汗不为死 在恐怖的数量之下 前世怪物刚刚降临的时代 不知道多少幸存者 死于突刺虫的锋利尖刺之下 如果在野外 身上又没有足够的防御 一旦遭遇了突刺虫 基本上就可以宣布死亡 无数突刺虫从迷雾当中冲出来 翅膀疯狂闪动着 发出一连串的嗡嗡声 突刺虫的目标 好像是锁定了车内的唐东 立刻前铺后计地冲刺过来 第一只突刺虫 狠狠地撞在怪兽汗马的前车窗玻璃上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突刺虫那尖锐的突刺瞬间折断 身体也直接碎裂开来 怪兽汗马乃是唐东 让人特殊打造 整个车身都是防弹设计 哪怕轮胎都是防弹实行轮胎 车窗玻璃自然不会例外 突刺虫虽然厉害 但面对犹如铜墙铁壁一般的怪兽汗马 还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砰 砰 砰 一只又一只突刺虫 短短时间里面 就已经有数十只突刺虫死亡 但哪怕是同伴的死亡 与怪兽汗马兼顾的防御 也无法让突刺虫有任何的停顿 唐东安静地坐在车内静静等待着 他面色平静 脸上没有任何担心的表情 就凭你们 还想攻破我怪兽汗马的防御 恐怕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唐东语气里面有着倾笑 果不其然 即使在突刺虫前仆后继的攻击之下 怪兽汗马依旧微额不动 而身为怪物的闪电雷鹰 并不是突刺虫的目标 这些突刺虫和不畏死 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死亡攻击 一时之间 连续不断地撞击声 犹如是密集的雨点一般响起 不过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怪兽汗马的四周与车身上 就已经遍布突刺虫的尸体 数量庞大的突刺虫尸体 甚至堆积如山 迷雾持续的时间 一般不会太长 短则一两个小时 优最长不过24小时而已 车内有着足够的是食物与水源 足以让我活下去 不知道李渭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这边的唐东 悠闲地坐在车内 静静等待着迷雾退去 而另一边 李渭一行人 则是遇到了麻烦 当迷雾出现的时候 赵杰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特别是在听到 无线电力唐东的提醒时 因此 趁着怪物还没有出现 赵杰就已经通知所有人上车 并且将军车一头 开进了一个停车场 快快快 所有人全部下车 赵杰语气急促 呼啦 车门打开 一行十二人从车上走下来 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 手中拿着突击步枪 枪口已经对准了外面 李渭赫然也在其中之一 他的脸上 有着些许慌乱的神情 怎么回事 外面怎么突然出现迷雾了 李渭疑惑不解 赵杰脸色凝重 不清楚 但迷雾内会出现怪物 这是首领的原话 接下来 我们要小心一些 一旦出现任何怪物的身影 那就立刻开枪 好 其他人都面色凝重 谁能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这一下子 真是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这时 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虽然不大 但在停车场里面 却非常清晰 一下子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小夕 有怪物来了 李渭马上提醒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顿时看到了无数成年人 拳头大小的蜘蛛 正从地下停车场的外面爬进来 这些蜘蛛通体黑色 尽管身形并不大 但它们的速度 却十分敏捷 猙獰的口气闪烁着光芒 一双双心红的眼睛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草 怎么这么多蜘蛛 刘东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 都差点冒出来 密密麻麻的黑色蜘蛛 犹如潮水一般 数量成千上万 它们密集不已 远远看过去 就好像是一张黑色的地毯 正在朝着它们不断蔓延过来 砰 一队员立刻开枪了 伴随着枪口喷出火花 子弹立刻飞射而出 射入了蜘蛛群内 那一枚子弹 瞬间杀死了一只黑色蜘蛛 但这对于犹如潮水一般的蜘蛛群而言 这样的伤害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别开枪 这没有任何的作用 快从车内 将被汽油桶拿下来 赵杰马上大喊 众人手脚麻利 连忙冲入卡车内 将油桶拿出来 赵杰接过油桶之后 立刻将其中的汽油倒出来 然后围绕着卡车 撒了一圈 而这个时候 无数的黑色蜘蛛 已经近在眼前 小心 赵杰提醒一句后 拿出打火机 立刻点燃了地面上的汽油 哄 汽油瞬间燃烧起来 直接在卡车四周 形成了一条火焰带 将众人保护在里面 灼热的火焰燃烧起来 以至于四周的空气温度 都在骤然上升 紫滋滋 黑色蜘蛛冲入火焰带中 他们的身体 在火焰当中难以承受 还没有冲入火焰带 就被烧死 好 烧死这群该死怪物 众人见状 不由得欢呼雀跃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兴奋的神情 李薇皱起眉头 他脸上没有多少喜悦的意思 口中道 没用的 汽油燃烧持续不了多长的时间 四周的蜘蛛怪物太多了 等到火焰熄灭 到时候 他们还是会冲进来 我们必须快点上车离开 经过李薇的提醒 众人这才发现 火焰正在逐渐减弱 快上车 我们开车离开 赵杰咬了咬牙 一群人连忙上车 李薇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上 作为女孩子 他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蜘蛛 实在是有些受不了 此时只能是强忍着心中的恶心与害怕 哄 引擎轰鸣声响起 赵杰一脚踩下油门 卡车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击射而出 刚好这个时候 汽油燃烧殆尽 火焰也随之消失 没有了火焰的隔绝 四周的黑色蜘蛛 立刻冲了上来 军用卡车狂奔而出 直接在蜘蛛潮水当中碾压过去 不知道多少蜘蛛怪物被压死 一路行驶 而过之后 地面上留下了满地的爆浆尸体 驾驶室内 气氛紧张到极致 赵杰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前方 小心 小心 前面有墙 快拐弯 有车 刘东大声提醒 吵得赵杰烦不胜烦 不行 你误太过于浓烈了 我根本看不清路 这么开下去 我们早晚 赵杰的话还没有说完 卡车就已经一头撞到了一家医院的大楼墙壁上 巨大的震动 让车厢里面的众人差点摔倒 赵杰见状 他连忙道 快 我们下车进医院躲避一下 每个人带上武器 跟警大不对 谁也不要落后 在赵杰的组织下 一群人快速进入医院 只见医院内到处都是鲜血 这些鲜血已经是几天前 因此早已经干枯 进入医院的门诊大楼 李维开始轻车熟路地带着众人上楼 作为在医院里工作的护士 哪怕不是同一家医院 但大体结构还是大差不差的 我们上楼 我知道医院里面的储藏室里面 都有利用酒精 到时候 我们可以用那些酒精 制作一些简单的燃烧瓶 李维提出了建议 赵杰眼睛亮起 好办法 在李维的带领之下 众人开始在医院里面搜索起来 而此时 外面的蜘蛛巢紧追不舍 就好像是牛皮糖一般 不断追赶着李维众人的步伐 李维一阵寻找之后 很快是找到了物资储藏室 他立刻推门走进去 只见储藏室里面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他马上开始翻箱倒柜起来 不多时 便拉出了一个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赫然就是一瓶 又一瓶的医用酒精 太好了 我们马上撕碎一些窗帘 或者衣服碎片 然后将一段塞进医用酒精里面 这样一个简单的燃烧瓶就做好了 赵杰大声道 李维将箱子里面的医用酒精 全部拿出来 足足有上百瓶之多 撕啦 其他人前往其他的病房 然后将里面的床单 或者窗帘撕碎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布条 众人忙碌的时候 蜘蛛巢已经到达 蜘蛛巢来了 望风的流动大声提醒 快 我们走 赵杰一马当先在前面领路 众人很快来到了天台上 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大量的燃烧瓶 很快 蜘蛛巢便汹涌而来 以四面八方的姿态 将众人团团围住 并且迅速靠近着 蜘蛛怪物巢 好像是数字不尽一般 甚至都看不清楚 到底有着多少的蜘蛛怪物 丢燃烧瓶 赵杰一声令下 刘东率先将手中的简易燃烧瓶丢出去 只听咣当一声 玻璃瓶瞬间碎裂 里面的酒精洒落一地 而点燃的布条 则是沾染上了这些酒精 瞬间让其燃烧了起来 哄 火焰直接燃烧而起 将刚刚冲过来的 十数只蜘蛛怪物 吞噬进入里面 蜘蛛怪物的身体燃烧起来 痛苦地在火焰里面不断打滚 其他人有量学样 纷纷将手中的燃烧瓶丢出去 哄 哄 哄 一团又一团的火焰 在天台上绽放 短短时间里面 整个天台上 就已经火焰漫天 大量的蜘蛛 冲入汗不未死的冲入火焰当中 但它们的实力 显然还到不了无惧火焰的程度 身体很快就燃烧起来 一圈火焰 将众人保护在里面 每个人都神情紧张 全神贯注地看着四周 有任何蜘蛛突破火焰防线 它们都会将其第一时间杀死 李维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燃烧瓶 它紧张不已 额头上全部都是汗水 蜘蛛好多啊 这么多蜘蛛 不知道会出现多少 如果我们手中的燃烧瓶 全部耗尽后 都没有杀光这些蜘蛛 那我们 岂不是要死在这里 李维害怕到 它咬了咬牙 手上浮现出了白色的圣光 李维 你干什么 不要随意地浪费力量 说不定等会儿 还要你治疗呢 赵捷连忙提醒李维 李维咬着牙 我想尝试一下 只是不擅长攻击而已 不擅长攻击 不就是没有破坏力吗 赵捷一头黑线 然而下一刻 只见李维双手一挥 然后手中的圣光 瞬间扩散而出 围绕着众人的四周 竟然形成了一个 白色的半透明护盾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里面 哇 李维 你的圣光 竟然还可以这样变化 刘东大吃一惊 李维脸上有着兴奋的笑容 我也不知道 只是事事而已 没想到 竟然真的可以 这时 一只蜘蛛突破了防线冲上来 但还没有靠近 就一头撞在了 那白色的半透明护罩上 那黑色蜘蛛张牙舞爪 不断张开口气 啃咬着半透明护罩 但这半透明护罩 只是看上去薄如禅意 实际上却相当坚固 任凭那黑色蜘蛛 如何啃咬 都无法哪怕破坏出 任何一个小洞 咦 这些蜘蛛完全不破防啊 李维发现了这个 让他惊喜的事实 万万没想到 这些蜘蛛虽然成群结队 但单体实力太差 竟然连他所制造出来的护罩 仿佛都破不了 无法造成伤害 那李维就没有任何损失 没有任何损失 那这护罩 就足以坚持很长的时间 你们先等一下 我想看看 我的护罩 可以坚持多长的时间 如果我坚持不住 到时候 你们再丢燃烧瓶 李维如是道 好 赵捷众人纷纷点头 四周的火焰 很快燃烧殆尽 无数的黑色蜘蛛怪物冲锋上来 短短时间里 就围满了四周的范围 很快 让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这些黑色蜘蛛数量吓人 但全部 无法对白色护罩 造成什么伤害 它们单体的实力 甚至连突刺虫都不如 无论这些蜘蛛怎么攻击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哈哈 这些蜘蛛好蠢啊 看着蜘蛛怪物拼了命啃咬 也无法造成任何伤害的样子 众人原本心中紧张的情绪 顿时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狂笑 李薇也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心里有着喜悦 这边的李薇他们暂时安全下来 另一边 唐东还坐在车内 静静等待着迷雾的散去 距离迷雾出现 已经有半个小时 只见怪兽汉马的四周 已经累积了足足一米厚的 突刺虫尸体 至少四位数的突刺虫尸体 仿佛是堆积如山 好像是要将怪兽汉马 都掩埋进去一样 原本接连不断的撞击声 也越来越少 到了最后 已经只剩下 嘻嘻嚷嚷的几道声音 看来突刺虫的袭击 已经过去了 唐东脸上露出了笑容 突刺虫实力太弱小了 出产原精的几率小得可怜 这四位数的突刺虫尸体 他实在是没兴趣 一个个去检查 唐东继续等待 现在的情况 老老实实待在车内 就是最好的选择 等到迷雾消散 到时候 他就可以重新活动了 这样的想法 从唐东脑海里浮现出来 但就在这时 大的突然震动起来 强烈的震动感 让哪怕坐在 怪兽汉马内的唐东 都能够感受得清清楚楚 他瞬间面色聚变 马上打开了 车体上的摄像头 紧接着 外面的画面 播放在了显示器里面 然而由于突刺虫尸体的遮挡 以至于唐东 看不到外面的画面 动 动 动 一道道沉闷的轰鸣声响起 这样恐怖的动静 显然是有着什么 庞然大物就在附近 能够产生如此剧烈的动静 仅仅只是猜测 就让人惊惧 唐东慢慢地打开车门 他小心翼翼地 隐藏自己的气息 车顶上的闪电雷音 浑身上下的羽毛 都收紧了起来 显然是感受到了 巨大的威胁 慢慢地 唐东探出头来 他看向了震动来源的方向 一个庞然大物 映入了他的眼帘 那巨物身形庞大 足足有超过50米的高度 庞大的身躯 但却有着欠息的身形 以三足的方式进行行走 每走出一步 都是数十米的距离 庞大的身躯 踩他在地面上 以至于大地 都在不断地震动着 踏浪者 唐东深吸一口气 认出了这只怪物的名字 但同时他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踏浪者 原形来自于某款游戏 在那款游戏里面 踏浪者是生活在水下 数百米的一种水底生物 身高也不过 只是十来米的样子 但被具现出来的踏浪者 却是魔改之后的版本 不知道来自于地球上的哪个人 具现而出的踏浪者 身形暴涨了数倍 而且也从水下生物 变成了陆地生物 唯一一点没有改变的 就是踏浪者的性情 在诸多具现出来的怪物当中 踏浪者是少数对人类 没有敌意的生物 或者说 这种怪物本身性情温和 哪怕从迷雾当中走出 依旧显得安稳平和 普通的踏浪者等级 都在鬼阶下级 其中最顶尖的踏浪者实力 甚至可以达到 鬼阶巅峰的程度 幸好是踏浪者 否则就麻烦了 唐东心中略微有些庆幸 他看着踏浪者那庞大的身躯 目视着对方离开 踏浪者那强大的实力 基本上常规的怪物 都不敢去招惹 对方属于温和类的怪物 只要不去主动伤害他 那么便不会受到踏浪者的攻击 当然 如果挡在了踏浪者前进的道路上 被对方踩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等到踏浪者的身形 彻底消失之后 唐东这才准备重新回到车内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从远处响起 传入了他的耳朵里面 伴随着爆炸声的出现 些许的火光 也在迷雾当中若隐若现 那一道爆炸声 原本没有引起唐东的注意 他以为只是煤气之类的爆炸 但没想到 爆炸又再度出现 并且继续不断 好像是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在前方出现 难道是幸存者 在与怪物进行战斗 能够发出这样的动静 绝对不是普通幸存者 做得到的事情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远处那激烈战斗的动静 这样就不会被迷雾所影响 但这样做也要承担风险 万一不小心开进了某个坑里面 那可就麻烦了 哄 一脚踩下油门 怪兽汉马缓缓行驶出发 朝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行驶过去 他刻意放慢了车速 随着距离爆炸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近 那声音也愈发地清晰 终于 一家规模不小的四星级酒店 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而爆炸声传来的位置 赫然就是酒店四楼所在的位置 只见那里赫然有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一只体型庞大的怪物身影 在迷雾里面若隐若现 与那怪物战斗的是一个幸存者 那人实力不弱 只见他不断地丢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飞出之后 都如同炸弹一般 很快爆炸 那巨大的轰鸣声 赫然就是来自于这里 果然是觉醒者 唐东眯着眼睛 酒店四楼 冷明正在与一只实力强大的怪物战斗 他眼前这头怪物身形庞大 身高两米有余 身长更是达到了五米 一身坚硬的鳞片 犹如是钢铁打造一般 整体的形态看上去很像是蜥蜴 巨大的尾巴上 生长着锋利的尖刺 怪物趴在地上 那巨大的尾巴灵活无比 占据了身体大部分的位置 正朝着冷明不断进攻 尾巴一次又一次突刺 速度快到了极致 以至于空气仿佛想被撕裂开来一般 Soul 又是一道尖笑声响起 那灵甲怪物的尾巴瞬间刺出 速度犹如闪电一般迅捷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了冷明的面前 操 冷明阴沉着脸色破口大骂 他马上翻滚闪避 但手臂上 还是被灵甲怪兽的锋利尾巴 划开一道伤痕 鲜血顿时流淌出来 只见冷明此刻相当狼狈 他的身上 已经遍布十数道伤痕 他双手抓着一叠扑克牌 一张牌飞射而出 直接射在灵甲怪物的身上 明明只是普通的扑克牌 但却在触碰到 灵甲怪物的瞬间爆炸开来 扑克牌瞬间被炸得粉碎 但爆炸产生的力量 却仅仅只是 让灵甲怪物的身躯 稍微焦黑了一些 根本没有伤害到他 这什么鬼畜的怪物 怎么有这么厚的防御力 冷明不由的破口大骂 他再一次从灵甲怪物的尾巴下逃脱 额头上不由的滴落下来一滴冷汗 他感觉自己 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只要有一次马虎大意 他就会被灵甲怪物的尾巴 冻穿身体 相反 他的攻击落在灵甲怪物的身上 完全是不痛不痒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 不过片刻的时间房间里 就已经一片狼藉 在冷明的爆炸之下 酒店房间已经快要变成废墟 哄 又是一道爆炸声出现 冷明在刚才那一张扑克牌中 注入了大量的原力 因此 爆炸产生的力量 也前所未有的强烈 如同是一枚手榴弹爆炸一般 灵甲怪物有没有受伤 没人知道 但冷明自己却被爆炸 产生的冲击波推倒 没等他起身来 一根巨大且锋利的尾巴 已经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面 完了 冷明只感觉眼前一黑 差点没当成吓死过去 那锋利的尾巴 在他的面前不断地放大 冷明明白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觉醒了能力 却还是死在了一只怪物的手中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道雷霆的轰鸣声陡然出现 紧接着 就是金色山闪电 从外面射进来 直接落在了灵甲怪物的身上 好 灵甲怪物凄厉惨叫着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灵甲怪物 在金色闪电之下 转眼之间 身体上就已经出现了伤痕 那引以为傲的灵甲 好像没有其他任何的作用 什么 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冷明瞪大了眼睛 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看向外面 只见半空之中 一只神骏异常的金色老鹰 正扇动着翅膀飞行 伴随着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两道闪电 从闪电雷鹰的翅膀处积逝而出 速度快到了极致 噼里啪啦 两道金色闪电 全部命中灵甲怪物 强大的闪电力量 破坏着对方的身体 让灵甲怪物 凄厉惨叫不止 痛苦地趴在地上不断挣扎 这一瞬间 冷明甚至闻到了烤肉的味道 好强大 冷明震惊不已 从闪电雷鹰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 近乎碾压一般的强大实力 这只金色老鹰 与灵甲怪物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双方的差距 可谓是十分巨大 等等 冷明身体一震 这时 一道身影从墙壁的缺口处 跳跃进来 眼看着这个人 冷明立刻脱口而出 是你 来者赫然是唐东 他眯着眼睛 你认识我 刚才你就在相明超市门口 我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 你在那辆怪兽汉马的驾驶位上 冷明连忙解释 房间内的灵甲怪物 还没有死亡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量 尾巴猛然刺出 而这一次目标 则是直指唐东 小心 冷明连忙提醒 唐东微微侧身 他怎腰可能没有防备 那尖刺擦着他的身体过去 与此同时 金色闪电也从他的身体上浮现出来 瞬间击射而出 轰隆 金色闪电落在灵甲怪物的身体上 瞬间将其杀死 唐东从大腿上拔出战术匕首 然后挖开了灵甲怪物的身体 很快从里面找出一枚 大约葡萄大小的淡蓝色圆精 运气还不错 这只灵甲怪物的实力 是狼街巅峰 因此 这一枚圆精 算是价值不小了 这时 一旁的冷明 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面色一变 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 糟糕 我姐姐还在天台上 抱歉 我要马上去天台 等会再感谢你 说吧 冷明立刻快步冲出了房间 唐东没有阻拦 他纵身一跃 从房间里跳跃出来 身形落在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就 闪电雷鹰鸣叫一声 在这唐东 飞行到了这栋楼房的天台上空 唐东定睛一看 只见下面一个极其漂亮的白衣女人 正在与另一只灵甲怪物展开战斗 白衣女人在灵甲怪物的攻击之下 不断游走着 她的身体四周缠绕着冰霜 阵阵寒气涌动出来 凝聚出一根根冰刺 瘦 瘦 瘦 冰刺急射而出 每一发冰刺都精准地命中了 灵甲怪物假靠的薄弱地方 同时大量的寒气席卷而出 影响着对方的身体 让灵甲怪物的速度越来越慢 很有战斗天赋 唐东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情 她猜测 这个白衣女人就是冷冰的姐姐 相比于弟弟冷冰 白衣女人的实力虽然相差无几 但明显更能运用自己的力量 冷冰的战斗如同一个粗狂的蟒夫 只知道利用爆炸的能力不断狂轰乱炸 但白衣女人的每一次攻击都颇有章法 利用冰刺去攻击灵甲怪物薄弱的地方 利用寒气减低对方的身体温度 哪怕不需要她出手 白衣女人也能轻易解决掉这只灵甲怪物 果然 灵甲怪物在寒气的影响之下 动作越来越慢 很快就被白衣女人抓住机会 一根冰刺从其手中击视而出 精准地命中了灵甲怪物的眼睛 失去了视觉 灵甲怪物顿时陷入了疯狂 毫无章法地 开始胡乱挥舞着那巨大的尾巴 又是三道冰刺射出 一根射穿了另一只眼 一根射穿了灵甲鬼物一条腿 最后一根则是射入了灵甲怪物头颅 与身体链接的甲靠缝隙 噗噗噗 力气如肉的声音响起 灵甲怪物的身体直接被冰刺冻穿 仅仅只是挣扎了几下 之后便彻底死亡 白衣女人走到灵甲怪物的面前 很快从其尸体里面找到了一枚圆巾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白衣女人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了半空中的唐东 你是之前在汗马里面的人 白衣女人眯着眼睛 眼神里面有着警惕的神情 她的声音十分悦耳 犹如银铃一般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太过于清冷 整个人的气质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块万年寒冰 让人不敢靠近 哒哒哒 脚步声响起 冷明终于赶到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从楼梯间冲出来 姐 我来帮你了 冷明快步冲上前来 很快就看到了 地上灵甲怪物的尸体 厉害了我的姐 这么快就将对手解决了 冷明竖起了大拇指 冷月曦的目光 则是落在冷明身上 见着其身上 有着十几道伤痕 立刻便走过来 用寒气将伤口冻结 以防止其继续流血出来 姐 刚才就是这位先生 救了我的命 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现在已经被那只 灵甲怪物杀死了 冷明道 冷月曦转过身来 她微微鞠躬 谢谢你救了我弟弟 我欠你一个人情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开口 只要是我 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不会推辞 冷月曦的脸上 满是认真 唐东从闪电雷音的身体上 跳跃下来 落在姐弟两人的面前 我叫唐东 来自于云江幸存者基地 你刚才说什么事情 都可以对吧 唐东摸着自己的下巴 目光落在眼前 姐弟两人的身上 冷月曦微微皱眉 眼里闪过一抹厌恶 一旁的冷明 则是连忙站出来 等等 我姐刚才所说的任何事情 可不包含一些特殊的事情 唐东笑了笑 不 我只是想要邀请两位 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而已 这 冷明没有答应 而是转过头 看冷月曦的意思 冷月曦面色冷烈 我们需要考虑 你可以重新画一件事情 唐东清点下巴 我云江基地 目前正遭受受人的威胁 你们两位的实力 都相当不错 那么我想邀请两位 帮我解决受人 那些受人的实力很强 基本上是狼街巅峰 也就是跟这只灵甲怪物相同 总共人数有20只左右的样子 什么 冷明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一旁的冷月曦 则是答应了下来 可以 我答应了 姐 冷明想要劝谏 这件事情 显然非常危险 她不希望自家姐姐 为了还人情去设限 眼见着冷月曦态度坚决 冷明只好放弃了劝谏 她太懂自家姐姐的性格了 一旦决定的事情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特别是对于承诺异常重视 说的好听的叫做执着 说的不好听点 那就是死脑筋加性格怪异 双方互相介绍了一下 唐东也知道了 这对姐弟的情况 两人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身为姐姐的冷月曦 就读大三 而弟弟冷明则是大一 怪兽降临的时候 姐弟两人就觉醒了能力 冷月曦能力 为控制与制造寒冰与寒气 而弟弟冷明则是爆炸 她可以将原力注入某个物体 并且将其引爆 真是惊喜啊 原来是她 听着两人的能力 唐东不由地心中喜悦 她目光立刻看向冷月曦 想起了前世的一些传闻 据说有一个可以操控寒冰的女人 非常善于猎杀怪物 对方性格孤僻 但实力却非常强大 这个女人没人知道 她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没有加入任何的势力 只是孤身一身游走于各地 猎杀各种强大的怪物 只要是怪物 那就是对方的目标 而且这个女人长得绝美无比 许多人都因为她的美貌而沉沦 但是那些打她注意的人 基本上全都死了 因为这些奇怪的特点 一些好事的人 给对方去了一个名字 寒冰女神 唐东心中不由思索着 眼前的冷月曦 很有可能就是前世 名阳四方的寒冰女神 同样喜欢身穿白衣 同样气质清朗 如果不是刚才自己出手 冷明就会死在 灵甲怪物的手中 从刚才的观察里 她已经看出来了 冷月曦对于冷明 这个弟弟非常关爱 假如冷明死在了怪物手里 那冷月曦恐怕会彻底抱走 从此对怪物恨之入骨 对上了 唐东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冷月曦这样天赋强大 能力强大的觉醒者 他绝对不想要错过 有着冷月曦姐弟两人的加入 那对付寿人部落的把握 显然更大了 即使现在冷月曦还没有扬名 但实力也已经达到了狼街巅峰 恐怕距离虎街都不远了 真是恐怖的天赋 接下来的时间里 唐东都与冷月曦姐弟两人待在一起 三人回到了酒店某个房间里 你们这几天一直都住在这里 唐东好奇地询问 冷月曦没有说话 浑然没有理会唐东的意思 眼看着气氛有些尴尬 冷明出来打圆场 他对着唐东欠一笑 不好意思 唐先生 我姐姐性格有些奇怪 不擅长与人打交道 没关系 我只是好奇询问一下而已 唐东摊开手 冷明点头道 六天前怪物突然降临 我和姐姐觉醒了能力 靠着能力的辅助 我们一路杀到了这个酒店 因为原力耗尽 我们就暂时住在了这里 这几天 我们都在附近猎杀怪物 提升实力 目前住的还算是不错 忽然 冷明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唐先生 你刚才去的那家超市 里面有一只非常可怕的怪物 你最好不要再进入那家超市 唐东马上询问 你们知道什么情报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前天我和姐姐 因为食物短缺 我们也曾经进入过那家超市里面寻找食物 但没想到 受到了某种莫名的攻击 那只怪物可以隐身 隐匿的能力特别强大 要不是我姐姐危险意识强大 恐怕未经死在超市里面了 但即使如此 我也受了一些伤 说着 冷明将袖子撩起来 露出一道争鸣的伤痕 仔细一看 这伤痕赫然就是被腐蚀之后留下的 果然是可以隐身 唐东点点头 他道 那只怪物一定要除掉 否则他如果跑出来 岂不是随时会对我们构成危险 我基地的人 目前正在倾搅这些怪物 我们准备将一定范围内的怪物全部杀死 以此来开辟出安全区 并且收集资源 收拢幸存者 相名超市就在我们的轻角范围内 所以 那只怪物一定要被杀死 留下这么一个定时炸弹在超市里面 这是绝对不行的 唐东语气坚决 听着这话 冷明不由地吃了一惊 就连冷月息也看了他一眼 等等 唐先生口中的云江幸存者基地 难道是官方的救援基地吗 冷明语气有些兴奋 唐东摇了摇头 不 只是由我组建的民间队伍而已 目前由我担任基地首领的位置 经过这几天的发展 我们已经收拢超过40位幸存者 基地内和平安稳 不仅有足够的食物 也有强大的武器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拥有治疗能力的觉醒者 死 冷明听完之后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唐东 竟然还是幸存者基地的首领 不过转念一想 对方那强大的实力 好像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等等 唐先生的基地中 有拥有治疗能力的觉醒者 我想用元金琴那位觉醒者出手 帮我弟弟治疗一下伤势 冷月西开口道 说话之间 他将刚才从灵甲怪物那里 获得的元金拿出来 这一枚元金 不知道够不够报仇 唐东微微笑着 如果两位愿意加入的话 那么治疗免费 如果不愿意加入 那么则收取一枚狼截上级的元金 你手中这枚是狼截巅峰 已经有些超标了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附加治疗 冷月西面无表情 回答依旧 我们需要考虑 当然 等青角兽人的行动结束之后 两位再给我答复吧 唐东并不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外面的迷雾慢慢消散了 原本被白雾笼罩的城市 重新恢复了正常 但那些因为迷雾而到来的怪物 则是继续留在了这个世界 迷雾消散了 两位 接下来不如去我云江基地住几天吧 正好也更加方便行动 唐东发出了邀请 冷明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冷月西 冷月西沉音片刻 随即点头答应下来 那就打扰了 不客气 姐弟两人很快开始收拾私人的东西 没多久就带上自己的东西 离开这个住了七天的酒店 三人走出酒店大门 唐东打开了车门 一起坐上怪兽汉马 嘖嘖嘖 唐手脸 你这样汉马 真是帅啊 同为男人 冷明看着这两霸气十足的怪兽汉马 可谓是喜欢的不得了 唐东笑了笑 他拿出无线电 马上拨打李维那边 喂 李维 赵杰 有收到消息吗 然而 面对唐东的呼叫 那边并没有传递回来任何的消息 眼见这般的情况 唐东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象 唐东心情略微沉重 迷雾危险至极 就算他也不敢说能完好无损 车内的气氛 一时之间有些沉闷下来 冷月西姐弟 两人都没有说话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李维的声音从无线电内传出 首领 我们还活着 所有人都完好无损 你在什么地方 他好了 我正在商业街这边 我遇到了两位觉醒者 现在正准备回去 你那边的任务暂时结束吧 先回基地 唐东到 那边的李维点头答应 得到了安全的答复 唐东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哄 他一脚踩下油门 引擎顿时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声 犹如巨大的怪兽汉马 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 呼啸而出 几分钟后 唐东开着汉马回到基地内 轰隆 伴随着巨大的声音 基地的合金大门缓缓打开 首领 欢迎回来 巡逻员脸上有着笑容 怪兽汉马行驶进去 最终在停车场内停止下来 车门打开 冷月西姐弟两人 从车上走下来 刚好这个时候 赵姐也开车卡车回来 首领 一群人从车山走下来 回到了基地 所有人脸上 都有着安心的笑容 冷明看着一群全副武装 手持枪械的人 从军用卡车上下来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卧槽 你们哪里来的枪械 你们不是民间组织吗 冷明震惊不已 赵姐黑黑一笑 这些都是 我们从军事基地弄来的 如今都已经是末日了 只要是无主的东西 那谁拿到了 就是谁的 连军事基地都沦陷了吗 冷月西注意到了问题的所在 唐东解释了一下原因 姐弟两人不由得有些沉默 几人一同来到会客厅内 唐东向姐弟两人介绍了李薇 这是李薇 他就是我所说 那个拥有治疗能力的觉醒者 李薇 接下来 你帮他治疗一下身体 李薇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双手一拍 白色的圣光出现在了手中 没问题 来吧 冷明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不仅有着被那隐身怪物 俯视出来的伤痕 还有刚才被灵甲怪物 吊打留下的伤痕 白色的圣光落在冷明的身上 他脸上很快便露出享受的神情 那一道道伤痕在圣光的作用之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 等到所有的伤势彻底恢复之后 李薇这才收回圣光 好了 李薇有些疲惫 体内的原力已经消耗了大半 谢谢 冷明感激道 李薇摆了摆手 他疲惫道 首领 我去休息了 等等 唐东叫住了他 然后将冷月希给出的原金交给他 这是他们给出的报酬 你将其吸收了 好好增强一些实力 以后基地内的资源会更加朝你清闲 你要尽快成长起来 李薇眼睛亮起 黑黑笑着将原金收下 晚上 赵明让人为冷月希姐弟两人 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两人美美地吃上一顿熟食 随后来到了客房里面 冷明的脸上有着享受的神情 忍不住道 姐 这里好像挺不错的 有谁有店 比咱们中大酒店好多了 水店早已经因为怪物降临而停止了 一到了夜晚 除了基地内还有灯光 外面可谓是漆黑一片 冷月希瞥了他一眼 这点福利就将你收买了吗 要不要留下 还需要观察 等之后再做决定 被冷月希一顿训斥 冷月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连忙闭嘴 一夜无话 次日 随着天色亮起 原本安静的基地里面 也逐渐热闹起来 一大早的功夫 唐东便已经起床 会议室内 外勤战斗小队的众人汇聚在这里 而侧位上 冷月希与冷明姐弟两人 也临时加入其中 各位 向明超室内 隐藏着一只可以隐身的强大怪物 为了未来基地的安全 这种怪物必须要清除掉 因此 今天我们的目标 就是解决掉这只怪物 唐东说出了开场白 同时拿出地图 隐身 毒液 这两种能力 任何一种都非常棘手 如果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那更是绝杀 赵洁微微皱眉 首领 这种隐身的怪物 我们该怎么将它找出来 只是隐身 不代表彻底消失 只要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就一定有痕迹 我会将鬼虎带着一同出发 它的嗅觉非常敏锐 足以将那只隐藏的怪物找出来 哪怕只是大概的位置也可以 只要找到了那只怪物 那么只需要一桶油漆 就可以破解它的隐身 然后由我将其引出超市 一旦进入了宽阔的地方 那就是那只怪物的死期 唐东如是道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众人讨论并制定了详细的战斗计划 等到所有人同意下来之后 众人立刻出发 轰隆隆 引擎轰鸣声响起 基地的合金大门也随之打开 唐东开着越野汉马 一马当先行驶在前面 副驾驶上坐着李威 而后座则是冷月西姐弟两人 赵杰开着军用卡车跟在后面 队伍浩浩荡荡 朝着向明超市所在的位置过去 闪电雷音飞行于天空上 地面则是鬼虎 趴在军用卡车的车厢顶 为了解决掉那只隐身的怪物 唐东可谓是精锐全出 为了就是一次性将那只怪物解决 否则让其逃掉了 到时候后患无穷 不多时 向明超市已经近在眼前 伴随着刹车声 车队停止下来 车门打开 众人纷纷从下车 开始清理附近的杂物 免得等会儿激烈战斗之下 这些杂物影响了众人的行动 等到一切准备好之后 唐东带着鬼虎 开始走进向明超市 再一次踏足向明超市 唐东目光警惕 一旁的鬼虎 很快显得躁动不安 口中发出一阵嘀吼 一人一虎 有着灵魂上的联系 唐东立刻明白了鬼虎的意思 果然是虎街 鬼虎在超市里面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且压抑的气息 能够让狼街巅峰的鬼虎 有这样的反应 那只隐身怪物 显然就是虎街了 一人一虎 慢慢深入超市 很快就来到了 昨天唐东受到袭击的地方 鬼虎 能嗅出那只怪物 在什么地方吗 唐东抚摸着鬼虎的脑袋 鬼虎趴在地上开始清秀 然后慢慢开始移动起来 唐东注视着鬼虎的一举一动 眼角的余光 则是警惕看着四周 他将自己的感知 发挥到了极致 只要那只怪物现身 到时候就可以抓住对方的尾巴 静 超市里面寂静无声 现场安静到了极致 寂静得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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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鬼虎却还是没有找到 那只怪物的踪迹 对此 唐东并不着急 反而更加有安静 耐心是他不缺少的东西 别说几分钟 哪怕几个小时都无所谓 唐东一直跟在鬼虎的身旁 以免那只怪物突然偷袭 突然 鬼虎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猛然抬起头了 朝着三点钟所在的某个地方低吼 这突如其来 动静立刻让现场的气氛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唐东一把将鬼虎推开 与此同时 一道碧绿色的液体 就在那个角落击射出 直接飞射过来 鬼虎纵身跳跃开来 那碧绿色的液体 直接射在地板上 顿时爆出一团绿色的毒物 同时 地面也被腐蚀出一个大坑 终于找到你的马脚了 唐东眼里爆发出冷冽的寒光 他从进入超市开始 手里就提着一个五颜六色的油漆筒 当推开鬼虎之后 唐东就立刻将油漆筒砸了出去 砰 油漆筒在唐东大力投掷之下 像是炮弹一样被丢出去 狠狠地砸在墙壁上 只听一道沉闷的声音出现 巨大的冲击力 让油漆筒瞬间炸开 里面五颜六色的油漆 一下子遍布方圆数十平方米的范围 唐东迅速后退 他定睛一看 只见在那个角落的附近 一个怪物的身形终于是显露出来 尽管那怪物依旧保持着隐身的状态 但因为沾染上了油漆的原因 这种隐身已经是没有作用了 显然 这只怪物只能让自己隐身 不能让自己身上的东西也一同隐身 他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从轮廓上来看 那只怪物赫然是趴在墙壁上 身形与蜥蜴有着几分相似 变色蜥蜴 这种动作一点都不慢 轰隆 雷鸣声炸起 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击事出 直接落在了那只蜥蜴怪物的身上 好 蜥蜴怪物浑然没有想到 自己的隐身居然被识破了 剧烈的痛苦让他当场惨叫 同时面露凶光 星红的眼睛瞬间盯上了唐东 他张开嘴 又是一道墨绿色的毒液喷射出来 早就有所准备的唐东立刻闪避 同时以一道闪电回敬对方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他立刻带着鬼虎朝着超市外面狂奔出去 好 身后传来了蜥蜴怪物愤怒的嘶吼声 已经受伤的蜥蜴怪物暴怒不已 如何能够看见唐东就这么离开 他立刻追杀上来 速度极快 唐东翻身 骑在了鬼虎的背上 以鬼虎狼街巅峰的强大力量 哪怕老虎本身不适合启程 但在强大力量的加持之下 依旧可以带着唐东 剑步如飞 强化 唐东意念一动 两股奇异的力量 从他的身体里飞射而出 一道落在鬼虎体内 另一道则是飞入了闪电雷鹰的身体当中 鬼虎得到了加持 速度立刻暴涨 身后的蜥蜴怪物穷追不舍 眼里的沸腾的杀意 好像是江河一般涌动 他的速度同样不慢 一直紧紧地掉在鬼虎的身后 这样一追一逃 鬼虎已经在这唐东冲出了超市的大门 目标出现 开枪 当蜥蜴怪物踏出超市大门的那一刻 赵杰冷烈的声音随之响起 十二个外勤战斗员立刻扣动扳机 无数的子弹犹如金属风暴 瞬间全部倾泻而出 碰 碰 碰 伴随着枪口喷出火花 一颗颗子弹呼啸而出 直接命中了蜥蜴怪物的身体 但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子弹落在蜥蜴怪物的身体上 仅仅只是勉强破开外面的皮肉 子弹便已经被直接弹出来 这么强 赵杰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想起了唐东告诉他的话 怪物的实力达到虎街 本不太相信但现在事实就在眼前 虎街怪物当真强大 上百发子弹落在他的身上 竟然只是造成了皮外伤 所有人全部退开 你们不要靠近他 唐东口中大喊 同时整个人已经冲了上去 轰隆 金色的闪电在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如同是打雷一般响起轰鸣声 伴随着闪电的咆哮 一道金色的闪电已经呼啸而出 犹如是离弦之剑一般 几乎只是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隐身蜥蜴的面前 噼里啪啦 金色闪电 顺利命中隐身蜥蜴 但效果却并不是那么出色 仅仅只是让对方的身形 稍微停顿了那么一瞬间 就 天空上响起了闪电雷音的鸣叫声 一道更加强大的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直接劈在隐身蜥蜴的身上 与此同时 鬼虎冲锋上前 庞大的身躯 直接冲撞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 隐身蜥蜴从麻痹的状态下恢复过来 面对狂暴冲锋上前的鬼虎 他猛然扭转身躯 一条粗壮的尾巴瞬间横扫过来 危急关头 鬼虎纵身一跃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过隐身蜥蜴的甩尾攻击 鬼虎刚刚落地 隐身蜥蜴已经又冲上前来 血喷大口直接张开 碧绿色的毒液在他的口中汇聚 破 一大片的毒液喷洒出来 覆盖了前面方圆上百平方米的范围 可怕的毒液所到之处 连坚固的钢铁都出现了被腐蚀的迹象 鬼虎连忙闪避 隐身蜥蜴立刻就受伤 大片的血肉被腐蚀 鲜血流淌出来 好 鬼虎痛苦的惨叫声 一时之间难以动弹 趁着这个机会 隐身蜥蜴立刻冲上前来 血喷大口再度睁开 似乎准备又一次喷洒毒液 轰隆 闪电轰鸣声响起 天空上的闪电雷音前来支援 一道金色的闪电劈下来 阻挡了隐身蜥蜴的进一步攻击 趁着这个机会 受伤的鬼虎连忙离开 暂时脱离战场 李威 唐东大喊 一旁不远处的李威 面色紧张地快步上前 他迅速来到受伤的鬼虎面前 伸出双手 白色的圣光 从他的双手处涌现而出 然后落在鬼虎的身体上 鬼虎原本脸上的痛苦之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伤口也在急速愈合 哄 哄 哄 一道道金色闪电不断地落下来 闪电雷音一次又一次地攻击 闪电几乎没有停歇下来的时候 隐身蜥蜴口中不断地怒吼 面对飞翔在数十米空中的闪电雷音 他的毒液虽然可以远程喷射出去 但显然是触及不到闪电雷音灵活的身形 草 这头怪物 未免也太强大了吧 赵洁等人 看着隐身蜥蜴的强大实力 一个个脸上都是震惊的神情 不远处 唐东的脸色同样凝重 相比于之前遇到的虎街僵尸 眼前这头隐身蜥蜴的实力 显然更加强大 强大的身躯 恐怖的毒液 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戾气 特别是那毒液 简直就是大杀器 哪怕是鬼虎这么强大的身躯 一旦被毒液命中 也会当场受伤 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 开枪 开枪 压制隐身蜥蜴 唐东喊道 碰 碰 碰 赵洁等人反应过来 他们不断扣动着扳机 大量的子弹 像是不要钱一般喷射出来 全部朝着隐身蜥蜴倾泻过去 隐身蜥蜴不断地跳跃移动 闪避大量的子弹 他的身形虽然庞大 但灵活程度却同样惊人 随便一跳 就是好几米的距离 以至于赵洁等人 很难精准地去瞄准隐身蜥蜴 大部分的子弹都打在了空处 偶尔有少数子弹落在隐身蜥蜴身上 但也难以造成实质性的攻击 外围 冷月熙姐弟 两人脸色的神情都万分凝重 冷明深吸一口气 他装过头来 姐 我们要帮忙吗 出手吧 冷月熙没有犹豫什么 两人本就是来帮忙的 显然自然没有袖手旁观的理由 当冷月熙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一道寒冰 已经在他的手中凝聚成形 So 长度半米左右的冰刺急射而出 速度同样十分迅捷 冰刺瞬息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隐身蜥蜴的面前 然后瞬间爆炸开来 无数细小的冰力暴射而出 随之出来的 还有低温的寒气 形成一片白雾 然而当白雾散去 隐身蜥蜴从里面走出 根本是毫发无伤 仅仅只是体表出现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而已 他的防御很强大 我的攻击难以造成伤害 冷月熙紧锁着眉头 他意识到了 狼街巅峰与虎街之间的实力差距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冷月熙眼里闪过一道光芒 只见他双手合十 随后一团寒气在手中汇聚 寒气丢出去 然后瞬间爆发 大量的寒气扩散而出 所到之处地面都凝结出冰霜 好 唐冬大声称赞 他眼睛亮起 冷小姐 继续用寒气进行攻击 你的寒气可以降低隐身蜥蜴的移动速度 冷月熙面色平静地点头 他也正是这样的想法 隐身蜥蜴的实力太强大了 他的冰刺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什么伤害 相反对方毕竟是蜥蜴变化而来 哪怕拥有了超凡的力量 依旧保持着蜥蜴的几分特性 低温可以对他造成显著的影响 冷明也开始动手起来 只见他拿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 然后脸上扬起一抹笑容 体内的原力涌动 直接灌入了子弹内部 随后冷明扣动扳机 子弹被激发 瞬间击射而出 砰 伴随着枪声响起 子弹眨眼之间就射出去 顷刻间来到隐身蜥蜴的面前 哄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轰鸣声 灌注了原力的子弹 瞬间爆炸 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强劲 让隐身蜥蜴都有些灰头土脸 庞大的身躯后退了一步 好 冷明的脸上有着兴奋的神情 作为狼戒巅峰 他的攻击能够让隐身蜥蜴 有着这样的反应 已经相当出色了 战斗还在继续 唐东将所有人的表现都看在眼里 不由地暗自点头 众人的实力已经算是不错 但想要应对这只隐身蜥蜴 还是需要花费不少的力气 那么接下来 该正式动手了 闪电雷鹰 唐东的口中一声大喊 天空之上 飞行于数十米空中的闪电雷鹰 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救 闪电雷鹰发出一道兴奋的鸣叫声 他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涌现而出 这股气势十分恐怖 赫然已经达到了虎街的层次 比起地面上的隐身蜥蜴而言不差分毫 这一刻 闪电雷鹰彻底拿出了全部的实力 轰隆 所有人只听见一道雷鸣声在天空上炸起 一道足足有手臂粗细的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以迅雷部及掩耳的速度降落下来 感受着头顶强大的攻击正在迅速接近 隐身蜥蜴立刻就要闪避 但金色闪电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先是爆炸声响起 随之出现的就是隐身蜥蜴的惨叫声 那金色闪电落在隐身蜥蜴的背部 直接将其后背炸出一片血肉模糊 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罢了 第一道闪电刚刚结束 第二道闪电便已经从天而降 紧接着是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轰 轰 轰 接连不断的轰鸣声一道接着一道 一时之间闪电爆炸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好像是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 一道道闪电不断地落下 场面实在是震撼人心 金色闪电所到之处 地面被炸出坑洞 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 天雷之威 恐怖如斯 隐身蜥蜴在金色闪电的攻击之下 只能不断地闪避 竟然连半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面对不断的闪电从天空上降落 隐身蜥蜴如同是丧家之犬一般 然而 任凭它怎么躲避 天空上的雷电都在不断落下 一道又一道雷电落在它的身上 短短时间里面 隐身蜥蜴的身体就已经到处都是鲜血与伤痕 剧烈的痛苦让隐身蜥蜴惨叫不断 一丝恐惧之色从隐身蜥蜴的双眼里面涌现出来 它怕了 它立刻准备逃跑 而逃跑的方向赫然就是超市所在的方向 小心 隐身蜥蜴要逃跑了 冷鸣连忙大声提醒 赵杰几人迅速开枪 想要阻止隐身蜥蜴逃跑的路线 但子弹射出来 隐身蜥蜴硬是扛着子弹的进攻冲入超市里面 麻烦了 看着隐身蜥蜴冲入超市 众人不由的面色一变 隐身蜥蜴进入超市 有了建筑物的遮挡 闪电雷鹰的攻击就很难生效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闪电在超市里面炸起 轰动 轰鸣声响起 隐身蜥蜴的身形直接被唐东从超市里面轰炸了出来 唐东从超市里面走出去 无数的金色闪电缠绕在他的身体上下 让他看上去好像是整个人被闪电缠绕包裹一般 双手一指 闪电瞬间爆发 直接落在隐身蜥蜴的身上 轰 闪电蜥蜴痛哭惨叫着 没等他反应过来 天空上闪电雷鹰的攻击已经又一次到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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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不绝于耳 唐东肆意宣泄着体内的原力 大量的闪电好像是不要前一般轰出来 而天空上闪电雷鹰的攻势更加迅猛 无数的金色闪电已经充斥着闪电雷影周身各处 好像是闪电凝聚而成的一般 就 闪电雷鹰张开了嘴 大量的闪电在他的口中汇聚 最终凝聚成为一根金色的长毛 so 快 金色长毛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所有人只见到一道金色闪光一闪而过 金色长毛已经落在了隐身蜥蜴的身上 锋利的毛间瞬间将其身体直接贯穿 剧烈的痛苦 让隐身蜥蜴惨叫不止 下一刻 金色长毛瞬间爆炸 无数的雷电瞬间充斥着隐身蜥蜴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地方 噼里啪啦 些许闪电散逸而出 以至于方圆数十平方米的范围都仿佛成为了禁地一般 许久之后 当一切都彻底平静下来时 隐身蜥蜴那庞大的身躯已经彻底倒在地上 他早已经死亡 全身上下都被闪电破坏 只剩下一具尸体 赢了 我们赢了 赵捷等人欢呼雀跃 热烈的欢呼声瞬间响起 每个人都兴奋至极 为自己队伍的强大战力而感到骄傲 外围区域 冷鸣则是不由地咽了一口口水 虎街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大 这只老鹰简直无敌了 冷鸣语气里面有着震惊 虎街的强大实力在闪电雷鹰的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 还有隐身蜥蜴 尽管他死了 但没人会认为隐身蜥蜴弱小 仅仅只是隐身掌握雷霆之力的闪电雷鹰太强大了 隐身蜥蜴死亡 这一片区域最大的威胁被彻底铲除 剩下的怪物 仅仅只是狼街 清除掉它们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不愧是闪电雷鹰 果然强大 他心中有些喜悦 这一次实验闪电雷鹰的力量 结果 让他非常满意 闪电雷鹰的战力 比境界更高一些 虽然只是虎街下级 但战力足以堪比虎街终极 他走到隐身蜥蜴的面前 拿出锋利的刀刃 将隐身蜥蜴的身体挖开 不多时 便从其身体里面取出一枚 大约葡萄大小的深蓝色结晶 就 闪电雷鹰鸣叫一声 瞬间从天而降 来到唐东的面前 眼巴巴地看着这枚虎街圆巾 唐东美好气地 拍了拍闪电雷鹰的身体 你已经吃了一枚了 这没需要给其他同伴使用 闪电雷鹰十分聪明地点点头 他纵身一跃 重新飞回天空 唐东随即将虎街圆巾收下 各位 接下来将隐身蜥蜴带回去吧 这是虎街怪物的身体 其血肉对我们而言 也有一定的好处 唐东大声道 冷明惊讶不已 唐首领 怪物肉也可以吃 当然可以 而且还是大补 也是强大的怪物 他身体里面蕴含的能量就越多 唐东语气理所当然 特别是这种兽型的怪物 但如果是人形的怪物肉 那就看你们能不能过心里那一关了 众人文言 都不由得点头 兽型怪物吃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人形怪物 特别是跟人类长得很像的怪物 那吃起来 恐怕就有些让人难受了 众人很快合力将隐身蜥蜴搬上卡车 然后一群人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基地内 当隐身蜥蜴被搬下来 基地内的众人都惊叹不已 照明口中也是嘖嘖称奇 想不到一只蜥蜴竟然能长到这样的程度 真是让人惊讶 隐身蜥蜴的身形十分庞大 长度有着近十米有余 哪怕是趴在地上都有一人高 视觉冲击力相当惊人 众人手脚麻利 开始对隐身蜥蜴进行分割 其身上的皮肤可以用来制作皮甲 血肉与骨骼都可以用来炖汤 可谓是一身是宝 就在众人忙碌的时候 唐东则是带着鬼虎来到了他的巢穴里面 鬼虎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整只虎显得兴奋不已 不停地上蹿下跳 时不时地低喉几声 他不停地用脑袋去拱唐东的身体 眼神里面满是期待与激动 哈哈 唐东不由地大笑 他没有掉鬼虎的胃口 直接将那一枚虎街圆巾取出来 吃下去吧 我需要你的力量 唐东 鬼虎张开大嘴 一口将虎街圆巾吞入口中 强大的圆力瞬间在鬼虎的身体里面涌现出来 随后鬼虎很快趴在了地上 开始安静地消化那股强大圆力 唐东站在不远处 眼神里面有着期待 闪电雷音晋级虎街之后 共享给他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如今鬼虎进阶 到时候 他的肉体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接下来等鬼虎提升到虎街 那我就再去猎杀一只虎街怪物 然后让蕾娜也得到提升 如此一来 我手下就有三大虎街七月兽 有着三大虎街七月兽的保护 那只要我不前往市中心或者一些危险的地方 我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唐东脸上亦是有着期待 巢穴里面 鬼虎正在消化着虎街圆巾的力量 伴随着时间的流失 他身上的气息开始逐渐变强 身体亦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东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作为鬼虎的主人 他明显感觉得到 鬼虎现在的身体正在发生着某种蜕变 这种情况 他在前世的时候见过 难道鬼虎要觉醒能力了 唐东大喜过望 鬼虎如果能够觉醒能力 其实力无疑会大幅度的提升 典型的对比对象就是闪电雷音 境界虽然是虎街下级 但靠着闪电的能力 战力可以堪比虎街终极 这就是觉醒能力的重要性 哼 一道沉闷的轰鸣声 在鬼虎的体内炸起 某种特殊的力量 从鬼虎的体内涌现出来 眨眼之间就涌变全身剩下 刹那之间 鬼虎的身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是黄色相见着黑色的虎纹 但转眼之间 一身毛发发生了巨大变化 彻底化作了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刚化 竟然是这个能力 唐东眼睛亮起 他前世见过 拥有这个能力的觉醒者 对方刚化之后 身躯可谓是不仅是力大无穷 而且刀枪不入 拥有着极其惊人的力量与防御力 堪称坦克中的坦克 就在鬼虎觉醒刚化能力的时候 唐东立刻感觉到 石海里面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出现了动静 淡淡的光芒 在黑色令牌上闪耀出来 瞬息之间 唐东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正在急速衰减 原本狼街上级的肉体力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跌 短短时间就只剩下狼街下级 操 发生什么事情了 唐东大吃一惊 自己的力量下跌了 是黑色令牌取消了鬼虎那边 共享过来的肉体强化 难道 哄 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从黑色令牌上涌现出来 直接钻入了唐东的身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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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肉体变化的声音响起 唐东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肉体力量以惊人的速度疯狂成长 狼街下级 狼街中级 狼街上级 狼街巅峰 不过一分钟不到 唐东的肉体就一口气 从狼街下级暴涨到了狼街巅峰 不仅如此 一丝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开始在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瞬息之间 唐东就化身成为钢人 全身上下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甚至连头发都变成了银白色 哈哈 果然是如此 因为鬼虎觉醒了能力 所以黑色令牌默认钢化 比肉体强化更加强大 因此取消了肉体强化 改变成了钢化 唐东感受着如今身体的强大力量 脸上有着浓浓的兴奋神情 他握紧了拳头 然后双拳碰撞 顿时响起一阵当当当金属碰撞的声音 爽 唐东只感觉心情舒畅不已 脸上的笑容几乎压制不住 这时 鬼虎再度发生了变化 只听一道沉闷的声音 鬼虎终于突破了狼街的极限 实力瞬间进入虎街的范围 噼里啪啦 一阵犹如炒豆子般的声音 在鬼虎的体内响起 鬼虎的身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膨胀 短短时间里面 就暴涨到了身长七米 尖高两米的恐怖程度 吼 鬼虎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道巨大的虎啸声吼出 直接响彻整个基地 怎么回事 好大的虎啸声 这个声音 好像是鬼虎 发生什么事情了 基地内瞬间炸开了过 众人很快循着声音过来 就看到了从巢穴里面冲出来 好像是怪兽一般的鬼虎 卧槽 看着足足大了一圈的鬼虎 众人又惊又喜 唐东很快走出来 将事情解释了一遍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笑容 鬼虎也进阶了 这么看来 咱们基地里面 已经有着两大虎街高手 我们的安全更有保障了 众人脸上都是笑意 鬼虎兴奋地 在基地里面跑来跑去 时不时发动刚化的能力 那全身银白色的模样 让鬼虎更显霸气 嘖嘖嘖 赵杰口中嘖嘖称奇 他走到鬼虎面前 鬼虎老哥 让我试一下 你身体的防御力怎么样 鬼虎听着赵杰的话 他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你能听得懂人话了 赵杰狠狠吃了一惊 古兴时代了 怪物听得懂人话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赵杰很快拔出了枪 其他人见着这边的情况 也迅速围了上来 唐东也有些好奇 鬼虎如今的防御力究竟如何 刚化作为首屈一指的防御性能力 但具体数值如何 还需要进行测试 嘿嘿 我也来凑凑热闹 冷明满脸 兴奋地走上前来 看着眼前威武霸气的鬼虎 他的眼里满是羡慕 作为男人 谁又能拒绝一头 拥有刚化能力的巨大猛虎呢 赵杰拿出了手枪 对准鬼虎 直接扣动了扳机 碰 子弹瞬间击打在鬼虎身上 当即被弹开落在地上 捡起来一看 只见子弹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 反之鬼虎打了一个哈欠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换步枪 唐东道 赵杰立刻更换了步枪 再度瞄准鬼虎 哒哒哒 一连十数发子弹射出 所有人只听见一阵当当当 金属碰撞的声音 步枪子弹落在鬼虎身上 竟然依旧没有任何的作用 卧槽 这防御力未免太恐怖了 竟然连步枪子弹都可以完全防御 赵杰等人震惊不已 对于这样的结果 唐东没有任何意外 钢化本就是以防御力强大而著称 若是等鬼虎踏足鬼阶 到时候 哪怕连导弹轰炸都可以轻松防御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唐东随后驱散了众人 因为鬼虎的身躯更加庞大 原本的虎穴自然需要进行更换 唐东直接一口气 给鬼虎更换了一个足足上百平方米的虎穴 足以鬼虎在里面轻松活动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今晚的晚饭是蜥蜴汤 众人全部汇聚到了食堂 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蜥蜴汤被端上来 那诱人的味道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好香的味道 没想到隐身蜥蜴看上去可怕 炖成汤之后 竟然这么诱人 冷明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他大手一挥 将蜥蜴汤端上来吧 今天大家好吃好喝 这是我们基地猎杀的第一头虎接怪物 因此好好庆祝 所有人敞开了肚子 随便吃喝 哦 一阵欢呼声在响起 很快蜥蜴汤被端上来 鸡肠鹿鹿的众人 立刻开始大躲快移起来 一顿晚饭吃下来 称得上是快乐舒畅 蜥蜴汤不仅味道鲜明 而且蕴含着充沛的力量 对于豺狼街的众人而言 称得上是大补之物 而且实力越弱 感觉就越明显 第二天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特别是肉体相对弱小的女人 更是感觉自己力量大增 众人吃过早饭 随后准备着出发青角怪物 那片区域的隐身蜥蜴已经被除掉 剩下的狼街怪物已经不是众人的对手 唐东依旧将鬼虎留下 配合外情小队行动 自己则是出发与闪电雷鹰 寻找那些虎接的强大怪物进行猎杀 他今天没有选择开怪兽汉马出发 而是整个人气在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直接在空中低空飞行而过 锐利的目光在一个又一个的建筑上扫过 大量的怪物 在闪电雷鹰的强大气息之下 都不敢冒头 就在唐东寻找着虎接怪物的时候 这时无线电忽然想了起来 首领 不好了 巡逻队发现有兽人正在朝基地里面靠近 最多还有几分钟就会到达 无线电里传来了赵明的声音 什么 唐东瞳孔一缩 闪电 立刻掉头回去 唐东立刻道 救 闪电雷鹰鸣叫一声 他猛然震翅 调转反向后身形击视而出 将飞行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此时此刻 基地遭遇了危险 赵明已经来到基地的围墙上 他拿着望远镜看着远方 只见数百米外 一支兽人小队正在游荡 这支兽人小队 足足有着六人之多 他们每一个都身高超过两米 强壮的身躯上肌肉 好像是高耸的山峰一般 那凶悍的气势 更是让人畏惧 咕咚 一群罗队队员看着这一幕 口中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副首领 那群兽人该不会朝着 我们这边过来吧 首领他们都已经出去了 目前基地可没有足够的防守力量 如果那支兽人小队冲过来的话 我们恐怕挡不住 那人语气明显十分紧张 赵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害怕 我已经通知了首领 以闪电雷鹰的飞行速度 最多几分钟就回到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小心等待就可以 如果这支兽人小队 真的发现了我们 我们只需要拖延时间就可以 说话之间 赵明马上回到基地里面 他立刻召集了所有的男人 总共21人 很快众人都满脸疑惑地 汇聚到这里来 副首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赵明脸色严肃 各位 现在基地遇到了麻烦 一支兽人小队 游荡到了基地300米外的地方 为了应对这支兽人小队的威胁 接下来 大家都要到围墙上持枪防备 我们不需要击败这支兽人小队 只需要拖延时间 等到首领回来就可以了 哗 众人都大吃一惊 但很快在赵明的组织下冷静下来 所有人都咬紧了牙关 脸上都是坚定之色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没有退避的地方 如果那些兽人敢冲上来 那就直接杀了他们 赵明语气里满是杀意 很快 所有人全部手持枪械 足足超过近30把步枪 瞄准了外面的兽人 众人 趴在基地的围墙上 一双双眼睛都看着外面 赵明也已经全副武装 他拿着望远镜 管着这远处兽人小队的动作 那支兽人小队 因此来到了基地所在的方向 然而附近的食物 都早已经被他们收集完了 因此 兽人小队一无所获 开始朝着这边不断的移动 看着兽人小队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 砰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因为太过于紧张 不小心将手中的步枪走火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那人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脸色顿时发白 因为枪声的出现 立刻吸引了百米之外 那支兽人小队的注意 六个兽人马上将目光看过来 很快就发现了 趴在围墙上的众人 照明不由的面色一变 他没有去责怪那人 而是大声道 所有人冷静 等会儿听我的口令 然后一起开枪 一滴滴汗水 从众人的额头上面流淌下来 特别是看着兽人小队 距离越来越近 脸上的神情 更是紧张到了极致 兽人小队 以惊人的速度冲锋上前来 这些兽人每一个的实力 都达到了狼街巅峰 他们有着高大的身形 强悍的力量 恐怖的恢复力 与嗜血的本性 以接近90公里的时速 冲向基地 100米 80米 50米 30米 当双方距离只有30米的时候 照明终于开口 开枪 大大大 所有人全部扣动了扳机 无数的子弹一时之间 朝着这群兽人倾泻而出 瞬间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好 子弹携带着巨大的洞门 让这些兽人的躯体上 炸出一个个血洞 但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命名已经命中 但子弹却无法第一时间 杀死这些兽人 他们尽管致力低下 但并不算什么愚蠢 在意识到那些烧火棍的威胁之后 六只兽人马上开始左右移动起来 以此来躲避子弹的射击 他们强悍的身躯 远远超过人类 步枪子弹 能够让常人无法承受 但落在这六只兽人身上 仅仅只能让他们受伤 挨上几发子弹 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强悍 难怪首领将他们视为严重的威胁 看着这些兽人 在挨了好几发子弹后 依旧能够活蹦乱跳 赵明的脸色万分凝重 兽人左右横跳起来 尽管身躯庞大 但赵明这边的人 枪法也是奇烂无比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众人一个劲地扣动扳机 以至于子弹不断射出去 强大的后座力 让枪口疯狂摇摆 哪怕这些兽人不闪避 十发子弹能重一发 都是运气 如今兽人疯狂一动起来 众人的命重率 更是堪忧 碰 赵明扣动扳机 子弹呼啸而出 直接贯穿了一个兽人的膝盖 子弹强大的动能 将那只兽人的膝盖打碎 瞬间让其跌倒在了地上 好 赵明没有任何有余 连续几发子弹射出去 将那兽人的身躯射穿 但即使如此 这只兽人依旧没有死去 而是在地上不断挣扎着爬行 那凶悍的模样 可见一般 三十米的距离并不长 在兽人们的疯狂冲刺之下 终于是来到了基地的围墙面前 动 一只兽人冲锋上前 然后狠狠一拳轰在了围墙的墙壁上 沉闷的声音响起 兼顾的墙壁都打出裂痕 啊 他们要冲上来了 一人惊慌失措 赵明立刻大喊 不要担心 基地的围墙是特殊材料加固打造 没有虎接以上的实力 无法破坏 继续射他们 将这些兽人杀死 不要让他们 有空可以攀爬上来 没子弹 就立刻换子弹 将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出去 果然 尽管地面上兽人们的攻势 看上去迅猛 造成细微的破坏 高达六米高的围墙 也让这些兽人难以跳跃上来 因为是垂直且光滑的角度 想要攀爬更是困难 眼见着兽人们 无法攀爬上围墙 原本慌乱的众人 再度涌现出信心 草草草 你们这些怪物 去死吧 有人疯狂的大吼 将内心的恐惧 转化成愤怒 大 大 大 子弹好像是不要钱一般射出来 没子弹就立刻换弹 然后再度射击 在众人不要钱的设计之下 兽人很快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终于有第一只兽人死亡 子弹贯穿了他的大脑 让其高大的身躯 瞬间倒在了地上 兽人终于出现了死亡 众人瞬间信心大增 剩下的五只兽人 面对高达六米的光滑墙壁 低下的智力 让他们短时间内 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一时之间 只能不断躲避着围墙上 赵明等人的射击 第二个兽人很快死亡 然后是第三个 第四个 转眼之间 兽人就只剩下了一个 还在活着 但他身上也是流淌着 绿色的鲜血 距离他的死亡 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那只兽人发现了 墙壁上的一个小小裂痕 他立刻纵身一跃 伸手抓住了那裂痕 然后手臂的力量 直接爆发 让其身形再度上前 直接跳跃到了围墙的上方 有兽人上来了 围墙上的众人 瞬间乱作了一团 此刻兽人浑身是血 那猙獰的五官 和凶悍的气势 对于众人而言 冲击力实在太过于强大 让开 我来挡住他 一个人猛地冲上前 赫然是孙马 他脸上满是愤怒与争鸣 拿起突击步枪 对准了不远处的兽人 草泥马 去死吧 孙马愤怒地大吼着 连续几发子弹 贯穿了兽人的胸膛 让其痛苦大吼 连忙纵身狂奔出来 硬是顶着子弹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孙马的面前 砂锅大小的拳头 狠狠轰出 目标直指孙马 完了 孙马只看见 那巨大的拳头 在自己的眼前不断放大 恐怖的力量 让他面色发白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道雷霆轰鸣的声音 瞬间炸起 轰隆 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转眼之间 就披在了兽人的身上 好 兽人痛苦惨叫 在金色闪电之下 他重伤的身躯无法抵挡 原本轰出的拳头 瞬间无力 高大的身躯 更是轰然倒地 首领 首领回来了 我们安全了 看着天空上降落下来的闪电雷鹰 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雀跃 脸上都是兴奋的神情 唐东从天而降 从闪电雷鹰的身体上跳跃下来 首领 赵明迅速上前 唐东先是看了一下四周 看着众人都毫发无损 他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好 这次多亏了你阻止人手防御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唐东心有余悸 这次兽人的进攻 让唐东深刻意识到了危险 他决定明天就动手 清除掉那个兽人营地 只要那个兽人营地被拔除 那基地附近的安全 就彻底有保障了 不过就在唐东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无线电里忽然传来了赵杰的声音 首领 我们遇到其他幸存者队伍了 对方的队长名字叫做王耀明 什么 唐东面色一变 一些不好的记忆 重新浮上了心头 他可不会忘记 自己前世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为受到了王耀明的算计 王耀明 原本是云江市首屈一指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是东华集团的董事长王东华 资产数百亿 作为百亿富豪的儿子 王耀明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从小就是衣食无忧 在幻想怪物降临现实之后 王东华父子的运气 也是相当不错 父子两人都觉醒了能力 并且靠着人脉与手下 在末日之处 就创立了一个幸存者基地 前世云将幸存者基地 就是王东华所创立出来 巅峰时期拥有着上万人 放眼整个南方众多幸存者基地 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王耀明 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一抹寒光从他的双眼里面 一闪而过 没想到这么快就与王耀明见面了 还真是缘分啊 唐东的心中涌现出强烈的杀鸡 安抚下基地里面的人后 唐东立刻坐上闪电雷音出发 他很快来到了赵杰等人的所在 只见他们此刻赫然正在一座商城里面 双方人马好像正在对峙 唐东的目光看过去 立刻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赫然就是王耀明 商城内 赵杰等人正在与另外一伙人对峙 对方的人数大约有着十来人 每个人同样都是全副武装 抡起武器装备和人数而言 比起赵杰等人丝毫不逊色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 是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 王耀明脸上有着笑容 他目光看向眼前的赵杰等人 脸上有着一抹惊讶之色 你们是哪个幸存者基地的人 没想到 你们居然能够发展成这样的规模 不不过 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 竟然敢抢我们的东西 看在大家都是幸存者的份上 我并不想为难你们 自己滚骂 王耀明双手抱胸 他的脸上有着傲然之色 听着这话 赵杰的脸色有些不满 一旁的李威当场不满训斥 凭什么让我们离开 这座商城写了你们的名字吗 李威此话一出 王耀明和他身后的一众人 顿时就大笑起来 老大 想不到在云江这一亩三分地 竟然还有人不认识你 一旁的狗腿子大笑出声来 李威等人健壮 表情都更加难看 眼前这群人简直是目中无人 如今默示之下 所有的东西都算是无主之物 这些人凭什么让他们离开 难道是觉得他们好欺负 王耀明嘴角勾勒出笑容 他目光落在李威身上 眼睛微微有些亮起 随后笑着道 凭什么 就凭这座商城 是我家的产业 我爸是东华集团的董事长 你们看上的这座商城 就是我东华集团旗下的产业 听到东华集团四个大字 赵杰几人都狠狠地吃了一惊 竟然是东华集团 我听说过这家企业 据说是咱们云江的龙头企业 资产超过了三百亿 刘东小声道 赵杰翻了翻白眼 三百亿又如何 现在又不是以前 这边的赵杰几人议论纷纷 对面的王耀明 则是逐渐没了耐心 行了 我没有工夫与你们瞎扯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要么自己滚蛋 要么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王耀明口中冷笑 他话说完 一股强大的气势 瞬间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哼 强大的气息 犹如风暴一般肆虐出来 与此同时 王耀明的身形 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黑色的鳞片 从他的身上生长出来 他的身躯 也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暴涨 短短不过呼吸的时间 王耀明的身形 便已经彻底变化 好 一道龙银声乍起 王耀明彻底变化完成 锋利的双手利爪 尖锐的牙齿 高达三米的庞大身躯 一对巨大的翅膀张开 这赫然是一个龙人 碰 龙人化后的王耀明上前一步 他巨大的身躯 踩塌在地面上 让脚下的地砖都纷纷碎裂 黑色的高大身躯 强壮邪气 给人的感觉 仿佛要让人窒息 虎剑 赵洁等人狠狠地吃了一惊 万万没想到 王耀明竟然有着这么强大的实力 双方的实力差距巨大 赵洁几人刚和隐身蜥蜴战斗过 深知虎剑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大 此刻鬼虎不在这里 以他们这个小队目前实力 完全无法与虎劫对抗 我们走 面对王耀明的威压 赵洁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几人马上就准备离开 但这时 王耀明却再度开口 等等 你们可以走 但这个女人必须留下 王耀明指向了李威 李威大怒 丑蜥蜴 凭你也想要老娘的身子 做梦吧 赵洁等人顿时面色凝重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可能 李威是我们的同伴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他 王耀明口中冷笑 不愿意 这恐怕由不得你们 哄 当话音刚落的那一刻 王耀明已经一步踏出 瞬间就来到了李威的面前 他一只手伸出 直接抓向李威的肩膀 快走开 别碰我 李威生气地大喊 一团耀眼的圣光 瞬间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竟然是觉醒者 好好好 王耀明大喜 看向李威的目光更加贪婪 只要拿下李威 不仅可以得到一个美人 还得到了一个觉醒者 简直是大转特转 碰 王耀明一拳轰出 恐怖的力量倾泻出来 落在那白色的保护罩上 咔嚓一声 保护罩瞬间撕裂 完了 李威面色一白 但只能眼睁睁看着 王耀明的手不断靠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雷霆轰鸣声 突然乍起 轰隆 伴随着雷霆轰鸣声 一道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静止地朝着 王耀明而来 有高手 王耀明瞳孔一缩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放弃了李威 马上抽身后退 老大小心 身后的人赶忙提醒 赵杰等人 看着这从天而降的 金色闪电 一个个脸上 都是狂喜与激动 首领来了 太好了 众人欢呼雀跃 就 嘹亮的老鹰鸣叫声响起 一只浑身金色 一盏超过七米的 金色老鹰 从天而降 同时从其背上 跳跃下来一名青年 你是谁 王耀明脸色凝重 从闪电雷鹰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 虎鸡的气息 这竟然是一只 虎鸡的怪物 李渭等人连忙快步跑过来 首领 您终于来了 就是这群人 他们实在是太霸道了 这座商城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但他们 却要叫我们赶走 而且还想要抢走李渭 赵杰咬牙切齿地揭露着 王耀明一行人的暴行 唐东面色瞬间冰冷下来 他饱含寒意的目光 落在王耀明身上 眼里有着杀意在涌动 我是这个幸存者队伍的队长 我叫唐东 唐东 没听说过 不过 你竟然有这么一头 神俊无比的老鹰 倒是让人惊讶 王耀明眯着眼睛 你手下刚才的话没错 但这个商城 是我东华集团的产业 我让他们离开 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唐东笑了 只不过是冷笑 如今末世之下 以前的规则 早就不能用了 谁能拿到 那东西就是谁的 而且 你强强我的同伴 这又该如何算 面对唐东的质问 王耀明面色不变 我并没有强强 只是邀请李小姐 去我的基地里面做客而已 草 赵洁等人 顿时破口大骂 如此无耻至极的话 简直是让人大开眼界 唐东都要气笑了 该说不愧是王耀明 果然是无耻 好一个做客 既然如此 那我也请你 到我的基地里面 做做客吧 轰隆 唐东二话不说 金色闪电 已经从他身上闪耀而出 一旁的闪电雷音 也瞬间飞入空中 金色闪电击事而出 眨眼之间 就来到王耀明的面前 啊 王耀明躲闪不及 狠狠被闪电劈了一下 一股剧痛顿时传遍 他的全身上下 你敢对我动手 王耀明勃然大怒 脸上涌现出强烈的怒火 哼 他身上燃烧起黑色的火焰 当黑焰出现的那一刻 四周的温度 顿时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上升 黑焰化作一枚火球 王耀明将其狠狠地丢向唐东 唐东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金色闪电丝毫不差 立刻肆虐出来 哄咙咙 金色闪电与黑色火焰 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顿时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双方人马不断后退 虎接的战斗 不是他们所能够插手的 稍微被波及一下 说不定都有着死亡的风险 噼里啪啦 伴随着电流涌动的声音 无数金色闪电 在唐东的身上缠绕 将他衬托得 好像是雷神下凡 而二十多米外 龙人形态下的王耀明 全身一式燃烧起黑色火焰 两人的气势完全不相上下 一时之间 谁也无法压倒谁 竟然这么强 王耀明瞳孔微微一缩 看向唐东的眼神里面 有着惊恶 他惊讶无比 没想到一个郊区偏僻地方 冒出来的幸存者队伍 竟然还有足以媲美 他的高手 自己的黑焰 远比普通火焰更加强大 但没想到 对方的金色闪电 也丝毫不差 哼 我的能力可不仅仅 只有火焰而已 王耀明冷笑着 随后他一步踏出 高达三米的身躯 瞬间如同坦克一般冲锋出来 时速高达上百公里 十几米的距离 不过只是眨眼之间就跨越 唐东眉毛微微一挑 看着王耀明的动作 他眯起了眼睛 王耀明的能力 为龙人画 这在前世并不是什么秘密 谁让这个花花大哨高调无比 几乎整个幸存者基地的人 都清楚他的能力 龙人画 当开启能力之后 王耀明会化作一头龙人 不仅拥有强悍至极的身躯 与飞行能力 同时掌握一种 名为黑焰的特殊火焰 毫无疑问 龙人画的确是非常强大的能力 无论是近战还是远程 都非常出色 能打能抗 同时龙人画后 还拥有出色的恢复能力 几乎是五边形战士 前世王耀明 能够那么快崛起 靠的就是龙人画的强悍战力 面对冲锋上前的王耀明 唐东不闪不闭 直接正面冲了上去 哈哈 那个家伙脑子有问题吗 就他的小身板 也敢与老大硬碰硬 王耀明的狗腿子们 纷纷哈哈大笑起来 王耀明本人 亦是吃笑不已 看向唐东的目光 如同在看向一个傻子 愚蠢 龙人画后 我力大无穷 身体坚弱钢铁 凭你也想跟我硬碰硬 王耀明口中肆意大笑 是吗 那你再看看 唐东口中讥笑 下一刻 一股隐藏的力量 从他的身体内涌现出来 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瞬间用变全身上下 但光芒散去 唐东已经化身成了 钢铁打造的钢人 浑身上下都闪烁着 银白色的光芒 什么 王耀明不由得大吃一惊 碰 两人的身体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巨大的反振力量 让唐东与王耀明 两人同时后退 每后退一步 连地面都被纷纷踩碎 你居然有第二种能力 王耀明震惊无比 用骇然的目光看着唐东 唐东没有回答 他再一次冲上去 体内有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涌现出来 我倒要看看你 到底有多强 王耀明五官有些扭曲 自从觉醒了 龙人化能力之后 他原本就自傲的性格 更加狂妄 但没想到 现在居然碰到了同龄人 与他不相上下 这让王耀明难以接受 他一定要击败唐东 甚至将其杀死 天才 只需要他一个就足够了 王耀明双眼里面 爆发着可怕的寒光 两人的身形 顿时战斗在了一起 喷喷喷的轰鸣声 一时之间 在广场上接连不断 唐东已经与王耀明 战斗在了一起 两人的战力 看上去似乎不相上下 将空气都打爆 震荡出层层叠叠的波纹 唐东微微屈身 以微小的幅度 躲过王耀明的拳头 趁此机会 又拳打出去 直接落在王耀明的腹部 仿佛是钢铁打造的拳头 落在对方的领甲上 巨大的力量 让王耀明蹭蹭蹭 不断后退 战据上风 唐东立刻追击而上 他双手捂住脑袋 摆出了专业的拳击爆架姿态 灵巧轻盈的步伐十分迅捷 仅仅只是几个跨步 就再度追杀上前 王耀明连忙反击 他一记低扫腿踢过来 唐东一把将其抱住 左手反手轰出去 正中其胸膛 操 连续几次攻击 王耀明的攻势 被唐东全部化解 他不仅没有占到半点的便宜 反倒是被打得连连后退 糟糕 那个小子格斗技术很强 老大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不远处的狗腿子们 不由的面色俱变 他们看出来了 唐东与王耀明 在战力上几乎没什么差别 但双方的格斗技巧 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短短不过几次交锋 王耀明战斗技巧的弱象 就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一时之间 被唐东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哄 唐东的拳头 再度落在王耀明身上 哪怕是对方三米高的庞大身躯 也被当场打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王耀明狼狈不已地 从地面上爬起来 此时此刻 他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致 他咬牙切齿 双眼里面的怒火 好像是火山喷发一般恐怕 我要杀了你 王耀明低声怒吼 汹涌澎湃的黑焰 瞬间从他的身上燃烧起来 可怕的黑焰炙热无比 仅仅只是落下一点到地面 便将广场上的地砖融化 黑焰涌动不息 会聚成一个又一个的黑色火球 嗖 嗖 嗖 黑色火球撕裂长空 眨眼之间 就来到唐东的面前 轰隆 雷霆轰鸣声响起 唐东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金色闪电在他的身上闪耀 哄 哄 哄 闪电与火焰碰撞 金色与黑焰闪耀 巨大的轰鸣声 在广场上接连不断地响起 可谓是震耳欲聋 王耀明一口气肆虐出上百个火球 当结束之后 他已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只见商城门口的广场上 此刻这里已经破破烂烂 在唐东与王耀明的轰炸之下 广场已经没有多少完好的地方 这一边 唐东一时有些喘息 但他的脸上却是笑容不断 而且笑得十分开心 哈哈 唐东口中狂笑 心中舒畅到了极致 曾几何时 他这个不过穷小子 在王耀明面前 只不过是一个边缘人物 甚至都无法入对方的眼 但如今 双方的地位差距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笑什么 难道你击败我了吗 你不过有我平手罢了 看着唐东狂笑 王耀明不由地咬牙切齿 他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 这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同龄人这么打脸 平手 你恐怕误会了什么 你已经手段尽出 但我可还没有拿出 所有的实力呢 唐东吃笑 此话一出 王耀明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面色俱变 立刻抬起头 看向天空 一只巨大的金色老鹰 赫然就盘旋在他的头顶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金色闪电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 轰隆 伴随着轰鸣声响起 随后出现的 是王耀明痛苦的惨叫声 啊 当雷霆散去 地面上的王耀明身上出现了伤痕 脸上更是痛苦的表情 这不公平 王耀明惊怒交加 眼神里面满是愤怒 好像是恨不得将唐东生死了吃下去 他意识到了不妙 眼前的唐东 还有着一只金色老鹰的帮助 那老鹰同样是虎接 他恐怕不是对手了 不行 我要离开 否则会死在这里 王耀明纵身一跃 身后巨大的黑色翅膀猛然张开 随后直冲天际 轰隆 闪电雷鹰立刻追杀上去 连续几道金色闪电劈出去 让王耀明狼狈逃窜 那金色闪电 像是不要钱一般 落在王耀明的身上 那凄厉的惨叫 隔着很远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破 王耀明口中狂吐鲜血 整个人狼狈到了极致 哪里还有之前那得意且狂傲的模样 他现在好像是一只丧家之犬 只能在闪电雷鹰的攻击之下 不断狼狈逃窜 唐东 今天的仇我记住了 来日我一定要千百倍奉还 王耀明的怒吼声从远处传来 王耀明爆发出了体内所有的原力 速度瞬间暴涨 他顾不得体内的伤势 只想着如何离开这里 在他不要命的飞逝下 王耀明迅速离开 空中只剩下一个黑点 闪电 回来吧 唐东大喊一声 闪电雷鹰调转方向 回到他的身边 高傲地仰着头颅 好像是在妖宫 唐东笑着 摸了摸闪电雷鹰那金色的羽毛 脸上满是笑意 他看了一眼王耀明逃跑消失的方向 眼里的寒光没有消散 让王耀明离开 是他故意的 对方的实力不弱 闪电雷鹰的攻击 不一定可以杀死他 如果王耀明真的抱着必死的想法战斗 说不定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意外 古人有云 穷寇莫追 今天就放过王耀明一次 不过两人都在云江 早晚还会再碰上的 哈哈 我们赢了 李威口中欢呼雀怨 兴奋地冲上前来 一把抱住了唐东 唐东立刻感受到了 李威胸前那惊人的柔软 但李威则是感觉自己 好像抱住了一块钢铁 坚硬无比 不远处 王耀明的几个狗腿子 傻眼了 王耀明利用飞行能力逃走了 但他们几个怎么办 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想都没想 就要立刻离开 但还没有跑出广场 赵杰等人就已经冲上去 将他们围了起来 站住 赵杰口中呵斥 脸上都是冷笑 想跑 问过我们的意见了吗 几人瞬间面色苍白 在赵杰的压介之下 来到了唐东面前 首领 这几个人怎么出脸 赵杰道 唐东的目光看过去 几人扑通一声 顿时跪在了地上 唐首领 饶命啊 我们跟在王耀明的身后 仅仅只是混一口饭吃而已 一人连忙求饶 旁边的其他几人 亦是纷纷点头 苦苦哀求着唐东 没了王耀明给他们撑腰 这些人瞬间打回了原形 哪里还敢在唐东面前 耀武扬威 狗杖人士 唐东眯着眼睛 扫了他们一眼 口中有着冷笑 他神情冷冽 你们的基地在什么地方 目前有多少人 有多少觉醒者 在城东黄明山军事基地 基地里面总共有 大约三百人左右 至于高手 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大概是八个觉醒者吧 基地的首领 是王耀明的父亲王东华 我们听说他也是觉醒者 但没有人见过王东华出手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 几人面对唐东的询问 他们不敢有任何的隐瞒 直接将所有的信息 全部说出来 八个觉醒者 唐东面色有些凝重 想不到王东华父子 竟然发展得这么快 看来我也要加速了 想到这里 唐东继续询问了 几人一些问题 可惜这些人一天到晚 都跟在王耀明身边 当狗腿子 对于基地里面的情况 了解相当有限 几人颤颤巍巍的跪在地上 唐首领 放过我们吧 大家都是人类 咱们没必须自相残杀 文言 唐东口中吃笑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们 你们走吧 但能不能活着回去 那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阿杰 把他们的武器拿走 让他们空着手离开 唐东毫不犹豫 赵洁黑黑一笑 直接抢走了这几个人身上的武器 没有了武器 就凭他们的实力 别说回去 哪怕是活下来 都相当困难 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眼神里面都是绝望 但看着唐东那冰冷的眼神 几人不敢再多说 连滚带爬地赶快离开 不多久 就消失在唐东几人的面前 一场闹剧 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没了王耀明等人的阻拦 几人很快开始扫荡商城 就在唐东这边大肆收获的时候 另一边 一路夺命 飞行的王耀明 也终于回到了东华幸存者基地 他的身形从天而降 刚刚落到基地里面 便再也支撑不住 整个人当场口吐鲜血 随后直接昏迷了过去 王少 巡逻人员很快发现了 王耀明的身形 当看到昏迷的人竟然是他时 那人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快来人啊 王少重伤昏迷过去了 很快 救护人员快速赶来 将昏迷的王耀明带走进行医治 王耀明重伤昏迷的消息 也很快传遍了基地 一时之间 基地里面的人都惊讶不已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花花大哨 竟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好像搜索队伍里面 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 这家伙虽然很让人讨厌 但实力却是实打实的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怪物 基地内的不少人都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着 王耀明受伤的原因 消息很快传到了 王东华的耳朵里面 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事物 马上赶往了特殊病房里面 见到了刚刚苏醒过来的王耀明 首领 首领 医生与护士们见着王东华出现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耀明的情况怎么样 王东华目光看向一人 医生道 王少的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原力消耗过度 再加上体表电机伤害而已 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了 好 你们先出去吧 王东华摆了摆手 医生与护士点点头 转身走出了房间 顿时房间里面只剩下了父子二人 我要报复 王耀明咬牙切齿 脸上满是强烈的恨你 王东华皱着眉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是另一个幸存者基地的人干的 那个基地的首领叫做唐东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丝毫不逊色于我 我的伤就是他做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只虎接老鹰的话 我根本不会输给他 王耀明的语气里面 有着浓浓的不甘 他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完整地讲了一遍 王东华脸上的表情 想不到在云江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唐东 我有些耳熟 王东思索了一下 他很快道 我想起来了 在末日到来之前 有一个叫做唐东的青年 用一百万去买彩票 而且中了十个亿 那个人就叫唐东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 唐东在中了十个亿后 不仅没有用钱享乐 反倒是修建了一个地下庇护所 那个地下庇护所的地点 就在城南郊区 王耀明大吃一惊 那恐怕就是他了 他为什么要修建庇护所 正常人中了十个亿的彩票 怎么也应该享乐吧 难道他早就知道 怪物们会到来 王东来紧锁眉头 不清楚 但有这个可能 连处于幻想中的怪物 都会来到现实 那再出现一个 可以预知未来的人 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个青年 我想要见一见 王东来的双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床上的王耀明 则是咬牙切齿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长这么大 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不急 你跟他的矛盾暂时暗下 假设这个唐东 真的能够预知未来 那更他作对 等会儿 我会派人过去试探一下 这样的人如非必要 那最好不要与之为敌 王东来语气低沉 听着王东来的话 王耀明心中不甘 他还想要说什么 但看着王耀明的表情 最终还是压下心中的怒火 好 我就暂时倒没发生过 但之后 如果试探清楚唐东的底细 到时候 我要亲自出手报复 王耀明握紧了双手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云江幸存者基地 夜幕降临 所有人都回到了基地内 一个白天的青角与战斗 每个人都收获丰富 以基地为核心 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怪物 都已经被青角干净 尽管狼街级别的怪物 出产原精的概率并不大 但如果青角的数量足够 依然可以得到不少的原精 这些狼街的原精唐东 现在已经看不上了 干脆就全部分下去 用以提升赵捷等人的实力 吃过晚饭 众人各自散去 冷明与冷月希姐弟两人 回到了房间里面 冷明一脸满足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脸上满是笑容 太饱了 这一顿饭吃的真是舒服 冷明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姐 干脆咱们就加入这个基地吧 这两天我们待在这里 也考察了一下 这个基地的氛围十分的不错 没有末日之下人欺人的情况 而且实力也相当出色 唐首领也是相当不错的人 无论是潜力还是能力都足够 未来这个基地一定会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现在加入的话 未来也是元老了 听着冷明的话 冷月希这一次没有再反对 而是沉默着思索 就在这时 房门被敲响 唐东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两位 不知道能否聊一聊 唐东道 冷明立刻起身 笑呵呵地过去开门 唐首领 快快请见 抱歉 打扰了 唐东脸上有着温和的笑容 他静止地走进房间里面 目光看向了冷月希 然后道 冷小姐 冷兄弟 两位在这里也住了两天了 不知道对于我们云江幸存者基地感受如何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如今末日之下 单打独斗十分困难 这一点相信两位在之前已经感受过了 但如果加入一个幸存者基地 那么不仅可以得到保护 同时在生活上也更加便利 我诚恳地邀请两位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 不知道两位意下如何 唐东发出了邀请 冷月希与冷明姐弟两人都是觉醒者 而且 冷月希还是然后鼎鼎大名的寒冰女神 这可是 未来至少鬼阶巅峰的高手 她不是白痴 眼看着重宝就在眼前 又怎么舍得错过 只要冷月希加入基地 那就等于基地有了一个高手 冷明没有说话 静静地在一旁等待着 冷月希略微沉默了片刻 最终抬起头来 多谢唐首领的邀请 我们姐弟愿意加入 好 唐东脸上有着兴奋的笑容 欢迎两位加入云江幸存者基地 从现在开始 冷小姐就暂时担任外清队总队长 如何 没问题 冷月希点头答应下来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唐东没有再多做停留 她立刻将这个消息公布 顿时基地上下欢腾一片 都纷纷欢迎姐弟两人的加入 唐东还特意为两人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欢迎会 一直热闹到了午夜 一夜无话 次日 众人一大早上就已经起床 所有人全副武装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凝重的神情 今天便是倾角兽人营地的日子 每个人表情都十分严肃 在反复检查了所有的武器与弹药之后 唐东大手一挥 出发 轰咙咙 汽车引擎发动 伴随着沉闷的轰鸣声 怪兽汉马一马当先行驶在前面 身后则是两辆卡车跟随 可谓是精锐进出 闪电雷鹰飞翔于半空中 锐利的鹰眼巡视着四方 地面上有着鬼虎在奔跑 为车队的安全保驾护航 唐东亦是亲自动身前往 除此之外 还有冷月熙 冷明 李维三个觉醒者 再加上整整二十个手持枪械的外勤队队员 可谓是高手如云 车队一路横冲直撞 目标直指受人营地的所在 几分钟后 远处一个小区已经近在眼前 停车 唐东下达命令 车队立刻停止下来 他从车上走下来 然后坐上闪电雷鹰的背部飞入天空 开始侦察受人营地内部的情况 闪电雷鹰很快来到小区的上空 居高零下观察 这才几天的时间 小区广场内 那受人营地便扩大了不小的规模 恐怕是因为 又有受人巨线降临出来 以至于受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 这些受人的数量 长得可真快 今天必须要将其除掉 唐东的双眼里面涌现出金光 他轻点了一下 总共58人的受人营地 壮年战斗力达到了34人之多 相当于34个狼街巅峰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他坐着闪电雷鹰 重新回到车队里面 将受人营地的情况告知了众人 冷月熙面色冷烈 他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直接冲吧 哪怕是34个狼街巅峰又怎么样 以我们的实力 完全足以剿灭他们 与其制定什么战术 不如直接冲锋 以绝对的实力 将所有受人击溃 冷月熙的战术 十分简单粗暴 但这也是唐东的想法 那就出发吧 我 鬼虎 闪电打斗阵 之后你们再出场 被受人进行围剿 唐东道 好 众人纷纷点头 战斗一触即发 唐东来到了外勤队员的面前 他面色严肃 检查武器 准备战斗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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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子弹上膛的声音 不断响起 每个人脸上 都有着严肃的神情 出发 哗啦啦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在冷月息的带领之下 外勤队立刻出发 与此同时 唐东与鬼虎 已经冲在了前面 而天空之上 闪电雷音 已经到达 寿人营地所在的位置 哄 哄 哄 下一刻 连续三道雷霆轰鸣声响起 营地里面的寿人 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道金色闪电 便已经冲天而降 闪电轰鸣 直接落在寿人营地内 狂暴的力量 将营地炸开 好 好 好 兽人们痛苦怒吼 整个营地都炸开了锅 所有的兽人 从营地里面冲出来 刚好这个时候 唐东与鬼虎已经到达 兽人们见到目标 立刻朝着一人一虎冲上前来 这些兽人 各个身形强健 绿色的皮肤下 是强壮至极的肌肉 他们奔跑起来 就好像是一头头狂暴的蛮牛一般 几十只兽人 朝着唐东与鬼虎狂奔过来 声势看上去十分惊人 但眼见着这样的情况 唐东的脸上 不禁没有半点慌乱 反而有着兴奋之色 来得好 唐东双眼里面有着战役在燃烧 他口中嘀喝一声 已经瞬间发动了钢化的能力 不过只是转眼之间 唐东就成为了一个 浑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钢人 胯下的鬼虎 也同时发动钢化能力 一主一仆 直接朝着兽人小队冲上去 砰 双方以惊人的速度接近 然后身形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但下一刻 兽人的身形 好像是被卡车撞到了一般 整个人如同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地上 那只兽人 还在半空之中 就已经吐血不止 等到落地的时候 已经生死不知 好 鬼虎口中 发出巨大的咆哮声 虎啸山林 震动四眼 他直接冲入了兽人小队里面 四面八方的兽人 纷纷挥舞着巨大的棒子 狠狠地砸在鬼虎的身上 每一棒都有着巨大的力量 但这些棒子落在鬼虎身上 却只是响起了 棒棒沉闷的声音 鬼虎的身形 甚至都没有晃动一下 鬼虎一巴掌拍出 足足数蹲的力量 直接落在一只兽人的身躯上 当场让那只兽人重伤吐血 另一边 唐东也丝毫不逊色 他仗着金刚不坏的身体 直接冲入兽人小队里面 一拳轰出 空气直接被打爆 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让拳头好像是炮弹出膛一般 声势惊人 携带着巨力的拳头 当场轰在一只兽人的胸膛 伴随着咔嚓的骨骼断裂声 那只兽人不知道断裂了多少根肋骨 整个人瞬间口吐鲜血 一拳将那只兽人逼退 唐东口中不由的兴奋的哈哈大笑 这种拳拳倒肉的快感 着实让人沉迷 前世的他 可不敢这么直接冲入兽人小队里面 但这一世实力大尽 就算是让许多人闻风丧胆的兽人营地 他也敢直接冲入气中 一人一虎犹如是虎入羊群 在兽人队伍里面横冲直撞起来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闪电雷音也开始了进攻 金色闪电直接从天而降 狂暴的雷霆可怕至极 哪怕只是擦着 就足以让兽人的躯体麻痹 若是直接命中 更是可以将其当场击杀 轰隆隆 一道又一道的雷霆从天而降 几乎是犹如是雨点一般落下来 屠杀 这是一面倒的屠杀 虎接鬼虎 虎接闪电雷鹰 再加上唐东野士虎接 足足三大虎接进攻兽人营地 哪怕是兽人 也无法承受如何可怕的攻击 不过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兽人们就已经损失惨重 地面上到处都是绿色的鲜血 冷月西带着外情小队赶到的时候 所看到的就是一副地狱绘卷 三大虎接屠杀兽人营地 整场战斗几乎是一面倒的屠杀 几十个兽人在三大虎接的手下 几乎撑不了多久 好像根本不需要我们出手了 赵杰的脸上满是恶然 开战之前气氛渲染的那么严肃 所有人都以为 今天的战斗会是一场苦战 但是现在看来 这场战斗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 仅仅只是唐东再加上两只契约兽 就已经足以推平整个兽人营地了 爆炸声 轰鸣声 惨叫声 众多声音在兽人营地里面交织不断 一时之间充斥着所有人的视线 超过五十只兽人 没过多久就已经成了败家之犬 鬼虎那庞大的身躯 在兽人群里面左途右近 这些兽人甚至连阻挡鬼虎脚步都做不到 狼街与虎街差距巨大 在鬼虎面前 这些普通兽人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天空上的金色闪电还在不断地落下 雷霆闪电几乎连成了一条线 完全没有任何的停歇 每一道闪电落下 都会响起一道兽人的惨叫声 尽管兽人的身体十分强悍 但在金色闪电面前依旧翻不起什么风浪 哄 当最后一道轰鸣声响起 整个兽人营地都已经彻底安静了 兽人营地内 地面上到处都是兽人的尸体 绿色的鲜血流淌出来 几乎要将花园的地砖都完全染成另一个颜色 咕咚 不远处的赵杰等人看着这样的场面 整个人都忍不住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太 太强大了 赵杰等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震惊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兴奋与狂喜 所有人欢呼雀跃 尽情地宣泄着心中的激动 我们胜利了 众人大笑庆祝着 然后开始挖取元金 这些兽人都是狼街巅峰的实力 身上有着不小的可能性会诞生元金 很快 所有兽人全部被清理了一边 冷明一脸兴奋地带着一个手提箱过来 首领 所有兽人都已经检查过了 我们这一战总共得到了二十八枚元金 冷明兴奋不已 这些可都是狼街巅峰的元金 平日里面都难得见到一颗 现在直接得到了二十八颗 如何不让人兴奋与激动 好 唐东的脸上也有着喜悦之色 打扫战场 收兵 他大手一挥 哦 众人欢呼出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遍陡然出现 只见天空之上 闪电雷音忽然躁动不安起来 一股恐惧与慌乱的情绪 通过精神链接 传入唐东的心里面 怎么回事 唐东瞳孔不由地猛然一缩 他立刻抬起头看向天空 紧接着就看到了一道黑影 正从天而降 正直接扑向半空中的闪电雷音 闪电 快回来 有滴席 所有人全部躲起来 唐东连忙大吼 什么 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连忙寻找掩体躲避起来 同时也抬起头 看向了天空 终于 那巨大的黑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好 一道嘹亮的龙音声 在响彻整个小区 只见天空上 一只火红色的飞龙从天而降 庞大的身躯在地面上 映照出一片黑影 恐怖的气势 更是肆虐八方 火焰飞龙 看清楚那怪物的身影之后 唐东不由地大惊失色 刚才因为剿灭了寿人营地 而带来的喜悦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额头上更是直接冒出了冷汗 草 这里怎么会出现火焰飞龙 火焰飞龙 龙形怪物之一 尽管并非是纯血龙族 但战力依旧凌驾于普通生物之上 庞大的身躯带来恐怖的威慑 锋利的利爪与尖锐的獠牙 可以洞穿与撕裂巨大部分物体 其身上那坚固的鳞片 拥有着超强的防御力 无论是物理攻击 还是能量攻击都很难生效 更为恐怖的是 火焰飞龙 还掌握了可怕的龙溪 龙溪号称可以焚进万物 先有东西 能够在龙溪的洗礼之下 还能幸存 闪电 快跑 唐东焦急地大喊 天空上的闪电雷鹰已经开始逃命 身后的火焰飞龙 眨眼之间就已经与闪电雷鹰临近 尽管闪电雷鹰的身躯撑得上庞大 但在火焰飞龙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巨大的火焰飞龙张开双翼 一展超过了15米 身长更是20米有余 庞大的身躯完全碾压闪电雷鹰 那猙獰的龙头更是可怕无比 火焰飞龙猛然震翅 与闪电雷鹰的距离 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接近 唐东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再这么下去 闪电雷鹰绝对没有幸存的可能 这只火焰飞龙的战力十分可怕 赫然达到了虎街巅峰的可怕程度 他立刻接管了闪电雷鹰的意识 马上操控着他的身体降落 往着地面飞行而来 闪电雷鹰转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他纵身一跃 直接跳跃上闪电雷鹰的背部 你们先回基地 我会甩掉火焰飞龙 唐东留下这句话 身形已经很快消失在众人的面前 火焰飞龙没有理会地面上的冷月息众人 而是静止地朝着闪电雷鹰追杀过去 两者一追一逃 转眼之间就已经离开了小区的范围 唐东坐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他趴的身体紧紧抱住他的身体 尽量降低风阻 闪电雷鹰疯狂扇动着翅膀 想要与身后的火焰飞龙拉开距离 但不断他怎么努力都没有任何作用 反倒是身后的火焰飞龙越来越接近 该怎么办 难道要放弃闪电雷鹰吗 唐东急得满头大汗 继续这么逃下去 闪电雷鹰绝对活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闪电雷鹰的天赋十分强大 那金色闪电更是特殊变异 如果就这么放弃了 恐怕以后都很难找到这么出色的奇约兽 唐东实在是不想要放弃 忽然 地面的街道上 一个地下停车场引起了他的注意 唐东眼睛一亮 立刻操控着闪电雷鹰飞入地下停车场内 身后的火焰飞龙紧随其后 然而火焰飞龙身形庞大 面对地形狭小的地下停车场 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其中 只能落在地面上 好 看着眼前的猎物 竟然就想要这么逃走 火焰飞龙瞬间暴怒 发出一道恐怖的龙影声 与此同时 火焰飞龙张开巨大的龙嘴 红色的龙溪已经在他的口中汇聚 快快快 唐东满头大汗 控制着闪电雷鹰快速飞行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力量在身后爆发出来 可怕的龙溪从火焰飞龙的口中肆虐而出 携带着仿佛可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哄 巨大的轰鸣声瞬间炸起 龙溪爆发 就连坚固的地面都被直接融化 支撑地下停车场的水泥柱 直接被炸断 灼热的龙溪不断地肆虐 让整个地下停车场的温度都骤然攀升 原本黑暗的地下停车场 在龙溪的肆虐下变得明亮无比 唐东控制着闪电雷鹰 以显至幼显的姿态脱离龙溪的覆盖范围 他忍不住回过头 看向龙溪的模样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震惊的神情 不愧是龙溪 这破坏力当真是恐怖到了极致 一滴冷汗从唐东的额头上流淌上下来 他立刻远离地下停车场入口的方向 足足过去了数秒钟的时候 肆虐的龙溪这才停止下来 好 龙音声再度响起 地下停车场入口的火焰飞龙并没有离开 而是直接将大门堵住了 唐东见状立刻环顾四周 然而整个地下停车场 只有那么一个出入口 想要离开 那就只能从那里过去 他倒是可以利用楼梯离开 但闪电雷音庞大的身躯 却无法通过楼梯内狭小的空间 也就是说 闪电雷音就这么被火焰飞龙堵在这里了 好 火焰飞龙的龙音声再度响起 紧接着又是一道龙溪炸起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地下停车场 不行 继续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 龙族的原力都庞大无比 恐怕在耗光火焰飞龙的原力之前 整个地下停车场 就已经先一步被龙溪洗过一遍了 目前只有将火焰飞龙引开才可以 抑或着杀了他 唐东脑海里面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杀了火焰飞龙 这能做到吗 他想起来 就在这附近不远处 就有一个加油站 如果能够将火焰飞龙 引到加油站所在的地方 然后将其点燃 从而使得加油站爆炸 那爆炸产生的巨大力量 足以重创这只火焰飞龙 说干就干 唐东咬了咬牙 他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被这只火焰飞龙追了一路 着实是憋屈无比 龙族生物都固执无比 一旦被对方追上 几乎是不死不休 他不想要失去闪电雷鹰 那就必须将这只火焰飞龙解决掉 幸好这只火焰飞龙只有虎街巅峰 如果对方是鬼街 那才是真的绝望 他从闪电雷鹰的身上跳跃下来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不诱压到处跑 唐东安抚了一番闪电雷鹰 然后立刻通过楼梯 离开地下停车场 他一路狂奔 朝着那家加油站而去 很快 一家中型加油站 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唐东快步狂奔上前 然后给加油站的油箱上 打了一个洞 让里面的汽油流淌出来 巨大的油箱里面装满了汽油 如果爆炸开来 威力足以媲美鬼阶的攻击 做好了这一切之后 唐东这才重新返回 停下停车场上面的商铺里面 刚化 唐东低喝一声 立刻发动了能力 当场化身刚人 哄 他狠狠一拳轰出 直接落在商铺地板上 伴随着沉闷的轰鸣声响起 地板瞬间出现了大量的裂痕 一刀刀裂痕 犹如是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 哄 第二拳轰出 地板再也承受不住 直接被轰出一个大洞 下面赫然就是地下停车场的位置 就 下面的闪电雷鹰 立刻抬起头来 兴奋地朝着唐东鸣叫着 唐东的拳头 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硬生生靠着强大的力量 将地板打穿 形成了一个足以容纳 闪电雷鹰通行的通道 闪电雷鹰 立刻从地下停车场里飞出来 唐东纵身一跃 再度落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我们走 一主一仆 瞬间凌空飞跃而出 不远处的地下停车场入口 火焰飞龙马上感知到了 自己的猎物即将逃跑 他立刻调转方向 再度以惊人的速度追杀上来 好 龙音声响彻接道 火焰飞龙眼神里面燃烧着怒火与杀意 他张开了龙嘴 一口龙吸直接吐出来 目标直指前方的唐东 与闪电雷鹰 唐东此刻倒坐在闪电雷鹰的身上 因此能够看到火焰飞龙的一举一动 当看到对方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 他马上控制着闪电雷鹰俯冲 哄 可怕的龙吸 几乎是擦着闪电雷鹰的身体飞过去 然后直接落在地面上 当场炸开 可怕的轰鸣声响起 这一团龙吸炸开 就好像是导弹爆炸一般 地面直接被炸出一道大坑 原本停放在那里的几辆小轿车 直接被爆炸所融化 唐东咬紧了牙关 控制着闪电雷鹰继续飞行 此刻距离加油站 已经只有300米的距离 250米 200米 150米 100米 眼看着距离加油站越来越近 唐东的心也彻底提到了嗓子眼 这个计谋一定要成功 否则就只能放弃闪电雷鹰 一定要成功啊 唐东在心中大吼 50米 到了 就在这一瞬间 闪电雷鹰的身体 瞬间低空 飞过加油站 与此同时 唐东丢出了点燃的打火机 打火机从低空落下 精准地落在了泄露出来的汽油上 汽油直接被点燃 以惊人的速度 蔓延进入油箱里面 直接引燃了里面的所有汽油 汽油瞬间燃烧 恐怖的能量释放出来 哪怕是坚固的油箱 也无法阻挡 这股可怕的能量 哼 恐怖无比的爆炸声瞬间响起 就在这一瞬间 火焰飞龙跟随着 闪电雷鹰的踪迹追杀过来 刚好赶上了油箱爆炸的时刻 巨大的火球冲天起 油箱爆炸产生的巨大力量 直接掀翻了整个加油站 可怕的力量在不断地肆虐 庞大的火焰覆盖了整个加油站 强烈的气静肆虐而出 将闪电雷鹰与唐东的身形 都直接掀翻 一主一仆从半空中 狠狠地栽在地上 不断翻滚着 唐东瞬间开启了钢化的能力 狠狠一头撞进了 不远处的一间民宿内 巨大的反正力量 差点没让他当场昏迷过去 嗨嗨 片刻之后 唐东狼狈不堪地 从民宿里面走出来 即使是钢化的防御 也让他受了不轻的伤 以至于嘴角都挂着一丝鲜血 他立刻看向加油站的方向 只见几十米之外 整个加油站 已经笼罩在了一片火焰当中 庞大的火焰肆虐不止 炙热的高温 以至于四周的空气 都一阵扭曲 而加油站中的火焰飞龙 此刻身形 已经被火焰所彻底吞噬 彻底没了动静 哈哈 成功了 唐东哈哈大笑 心情激动无比 忍不住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就算是火焰飞龙又怎么样 在爷的智慧面前 还不是照样隐恨 唐东笑得十分开心 不远处同样狼狈受伤的闪电雷音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他高速飞行下 一头撞在地面上 此刻受伤最为严重 然而 就在唐东准备过去检查闪电雷音伤势时 加油站里面再度出现了动静 好 那龙音声又再度出现了 让唐东脸上的笑容直接僵硬 不可能 这么大的爆炸也杀不了他 唐东震惊无比 他话音刚落 只见加油站的火海里面 一个庞大的身影已经从里面走出 巨大的身躯踩着地面 发出沉闷的声音 动 动 动 火焰飞龙从火海中走出 此时此刻 他一身是伤 全身上下那那坚固的龙铃 早已经脱落了大半 龙躯上遍布伤痕 几乎看不出 原本那霸气强大的样子 好 火焰飞龙愤怒地嘶吼着 看向唐东的目光里面 充满了强烈的恨意与愤怒 居然真的没死 既然如此 那我就送你一程 唐东的眼里 涌现出金光 他已经看出来了 火焰飞龙已经是强弩之末 油箱爆炸带来的力量 达到了轨阶 就算是火焰飞龙也挡不住 瞬间炸起 无数金色闪电 在唐东的双手汇聚 最终凝聚出一根金色的闪电长矛 死吧 唐东口中低吼 猛地将手中的闪电长矛 投掷而出 快 闪电长矛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火焰飞龙的面前 哄 闪电长矛瞬间爆炸 无数的金色闪电肆虐不止 席卷了方圆上百平方米的范围 将火焰飞龙大半的身躯 都完全笼罩其中 哄 火焰飞龙痛苦的龙银声响起 在无数金色闪电的攻击之下 他终于倒下 庞大的身躯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彻底没了声息 终于解决了 唐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慢慢朝着火焰飞龙走过去 再三确定了 对方真的死亡之后 这才靠近 近距离看着火焰飞龙的庞大身躯 唐东激动无比 这可是火焰飞龙啊 前世这种怪物 我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 而这一事 对方却死在了我的手中 唐东心潮澎湃 哈哈 他肆意大笑 这笑声不仅仅是激动 同时还有对过去的告别 十分钟后 车队迅速赶来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冷月息众人快速从车上走下来 首领 您没事吧 李渭一路小跑 快速来到唐东的面前 虚弱的唐东 在李渭的搀扶下起身来 然后依靠在墙壁上 李渭立刻使用了圣光 金色的光芒落在唐东的身上 让他感觉身躯暖洋洋一片 看着唐东还活着 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卧槽 火焰飞龙死了 旁边传来了流动震惊的惊呼声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死 众人纷纷转过头去 当看到火焰飞龙的尸体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里面全都是惊骇 手里也太夸张了吧 竟然叫火焰飞龙杀死了 冷明走上前 他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很快就明白了 利用加油站油箱的爆炸 一下子杀死了火焰飞龙 首领居然能想出这种鬼才办法 冷月熙不由地诧异地看了唐东一眼 他之前看着唐东引开火焰飞龙 原本以为他恐怕要遭遇危机 但没想到最后 居然反杀了火焰飞龙 在李薇的治疗之下 唐东很快恢复了行动力 随后李薇快步来到闪电雷鹰的面前 开始进行治疗 各位 接下来想办法 将火焰飞龙的尸体带回去吧 等会儿晚上我们 就可以品尝龙肉的美味了 唐东的脸上有着笑容 众人眼睛都亮起 但看着火焰飞龙那庞大的身躯 一个个都不由地犯了难 最终 众人在三公里外 找到了一辆大型半挂火车与吊车 然后再用吊车 将火焰飞龙庞大的身躯 放在半挂火车上 这才勉强运送回了基地 众人带着火焰飞龙回归 基地里面再度震动起来 飞龙这样神话中的生物 谁都没有见过 没想到今天竟然被自家首领斩于马下 首领 恭喜你 是了 赵明满脸笑容地走上前来 他当初果然没有看错唐东 唐东前途无量 如今连飞龙都能杀死 未来简直不敢想象 唐东不由地笑着 他大手一挥 带着这众人 开始肢解火焰飞龙的尸体 整个过程一直忙到了深夜 火焰飞龙这才被彻底肢解 龙铃 龙肉 龙血 龙骨 火焰飞龙一身是宝 几乎全身上下都有着作用 特别是龙铃 完全可以用来打造坚固的铠甲 而龙骨则可以用来锻造锋利的神兵 但目前并不知道锻造方法 因此 唐东只能暂时将这些材料 存放在仓库里面 深夜 基地里面开办了一场热闹的龙宴 所有人都吃得满嘴流油 龙肉内蕴含着充沛的力量 明明是坚韧的龙肉 但在煮熟之后 却鲜嫩无比 堪称人间美味 众人都在享用着龙肉的味道 但就在这时 唐东忽然发现 身边的赵明有些不对劲 哄 突然之间 赵明的身上传来一道沉闷的声音 随后四周的气流 竟然围绕着赵明的身体涌现起来 在四周掀起了一阵狂风 发生什么事情了 在场的人都惊恶不已 唯有唐东狂喜 大家不要慌张 这是赵副首领 在龙肉的刺激之下 觉醒能力了 哗 众人一片哗然 赵杰激动不已 龙肉还有这样的功效 越是高等级的怪物肉 里面蕴含的力量就越强 在这股强大力量的刺激下 一些人就可能觉醒能力 唐东解释道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兴奋不已 一个个开始疯狂狂吃龙肉 希望觉醒能力的信远是自己 可惜一顿龙宴下来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觉醒 看着有些失望的众人 唐东安慰道 不要着急 以后还会猎杀到更多且更强大的怪物 现在不觉醒 不代表以后也没机会 文言 众人心里稍微好受一些 龙宴结束 众人各自散去 冷月息几人都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开始消化龙肉内蕴含的力量 这时 赵明的能力觉醒也彻底结束了 首领 赵明脸上有着惊喜的神情 我觉醒了能力 是操控风的力量 好 元素系都十分强大 以后基地有你镇守 我也更加放心了 唐东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对于赵明的觉醒 他也很惊讶 要知道前世他可没听说过 赵明也拥有能力 这么看来 恐怕是前世王东华父子 为了避免赵明掌握力量 刻意限制了他 给赵明讲解了一些修行上的问题后 唐东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拿出了一枚 大约婴儿拳头大小的金石 这赫然是火焰飞龙的元晶 哪怕是拿在手中 唐东都能够感受到 其中那充沛至极的能量 有了这一枚元晶 我也可以突破到虎街了 不知道我突破之后 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又会给我怎样的能力 唐东的眼神里 看有着浓浓的期待 他闭上眼睛 将元晶拿在手中 随后开始吸收其中的力量 随着精神力量的牵引 元晶里面那精纯的元力 精纯元力一路来到石海里面 开始滋润着唐东的灵魂 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之下 唐东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正在发生蜕变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或许是一分钟 也或许是一个小时 唐东的精神忽然沸腾起来 刹那之间 一股奇妙的变化油然而生 哄 唐东只感觉自己的石海里面 响起一道沉闷的声音 将他震得七晕八速 将精神彻底恢复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敏如地感觉到了 自己的变化 虎街 我已经到了 唐东嘴角勾勒出笑容 前世自己在底层摸滚 打趴了好几年 这才勉强有着虎街的实力 而这一世才一个月不到 自己便已经恢复了前世的实力 可以预料到 未来自己前途无量 龙街 不 我要神剑 唐东握紧了双拳 眼里有着金光在闪烁 心中更是豪情万丈 仿佛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就在自己眼前 没有等他细细品味 自己现在的变化 只见是海里面 那神秘无比的黑色令牌 开始散发着光芒 立刻吸引了唐东所有的注意力 来了 唐东心中狂喜且期待 明亮的光芒 从黑色令牌的表面散发而出 足足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 期间这光芒 几乎照亮了唐东的尸海 终于 当光芒散去 唐东立刻看去 只见黑色令牌的表面 又有一道神秘无比的符文亮起来 瞬息之间 一道光芒 从黑色令牌里面积湿而出 直接落在唐东的灵魂上 唐东瞬间闭上眼睛 细细品味 许久之后 他终于睁开眼睛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狂喜与激动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 唐东的心中激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黑色令牌果然强大无比 这一次突破虎接 让我得到的能力 当真是强大 融合 当使用这项能力 可以让我与契约兽合为一体 两者的力量会叠加 从而让我拥有全新的战斗形态 除此之外 我能契约的怪物数量也上升了 原本只能契约三只 但现在增加了两只 也就是足足五只七约兽 毫无疑问 这一次实力进阶 无无疑是让他的实力 有了巨大的提升 能多契约两只怪物 意味着他手下 又可以多出两个虎接战力 而且全新获得的能力 融合 也会让他的实力狠狠暴涨 唐东心中激动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试验一下这项能力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来到了基地外面 同时将正在休息的 鬼虎从巢穴里面叫出来 一人一虎来到基地外面 鬼虎立刻凑上前来 轻易的脑袋 蹭一蹭唐东的身体 只不过鬼虎的身躯太庞大了 虽然只是脑袋 但也几乎有半个唐东那么大 哈哈 你这家伙 明明是这么大的体型 却这么喜欢撒娇 唐东笑骂道 吼 鬼虎撒娇般的嘀吼一声 然后坐在了唐东的面前 唐东收起脸上的笑容 随后手放在了鬼虎的身上 融合 他口中嘀吼一声 一股奇异的力量 立刻涌现而出 眨眼之间就遍布全身上下 然后再度弥漫出 顺着他的手延伸到了鬼虎的身上 刹那之间 一人一虎的身上 都开始散发着光芒 随后令人惊讶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鬼虎的身躯开始变化 并且迅速融合进入唐东的身体 随着鬼虎身躯的融合 唐东的身形 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身躯 以惊人的速度疯狂暴涨 短短之间就来到了三米的高度 身上的衣服瞬间被撕裂 露出里面惊悍的身躯 皮肤逐渐生长出黄黑相间的条纹 五官意识在急速变化着 整个过程尽管复杂 但只是呼吸之间就完成 当光芒散去 原本的唐东与鬼虎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头身高三米的巨大虎人 人类的形态 但却有着老虎的特点 尖锐的獠牙 锋利的指甲 高大的身躯 恐怖的气势 一双黄色的树桐 锐利无比 在黑夜之中仿佛散发着光芒 这就是全新的能力 唐东震惊无比 他紧了紧拳头 肉体内传来近乎爆炸 一般的可怕力量 只是随便奔跑 速度却快若闪电 一拳轰出 直接将一堵墙壁打碎 纵身一跃 便可以跳跃上七八米的高度 敏捷的身手 让他有些不敢相信 不仅如此 无感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唐东狂喜无比 全新的能力让他十分满意 使用融合能力之后 自己就会与鬼虎融为一体 鬼虎的所有实力 他会都全部获得 肉体的力量与感官 有着质的飞跃 老虎本就敏捷 无感意识惊人 在与鬼虎融合之后 自己也得到了这样的能力 唐东估算了一下 自己现在的实力 虎接上级 鬼虎的实力 再加上他自己的实力 两者叠加之下 直接让他暴涨到了虎接上级 这样的实力提升 可谓是相当惊人 半个小时之后 唐东彻底熟悉了 全新的战斗形态 他随即解除了融合 一人一虎重新恢复 鬼虎疑惑地低吼一声 他捞了捞头 浑然不知道刚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融合状态下 契约兽的意志 会被完全压制 等于陷入沉睡状态 走吧 我们回去了 唐东脸上笑容不断 鬼虎乃是虎王 变异之后 更是力量强大 身形敏捷 因此 自己与鬼虎融合 主要特点就是 肉身战里得到了惊人的提升 那如果与闪电雷鹰融合 恐怕就能让自己 得到飞行能力吧 如果余蕾纳融合 自己是否会变成妖灵呢 唐东期待无比 再度进行了两次试验 彻底验证了自己心中所想 一夜无话 次日 唐东刚刚起床洗漱完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首领 外面有人来了 对方自称是黄明山聚集地的人 赵洁的声音传进来 歌之一声轻响 唐东打开门 从里面走出来 他的脸上有着凝重之色 黄明山聚集地 赵洁脸色凝重 没错 就是王耀明他们的人 呵呵 唐东不由得心中冷笑 来得可真快啊 他立刻出发前往会议室 当推开会议室的大门 就见到了里面 正坐着一个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 对方的年龄 大约四十岁左右 外表和善 脸上 似乎随时都挂着温和的笑容 给人的感觉 仿佛如沐春风 简玉龙 果然是他 唐东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中年男人 此人名为简玉龙 前世 他就是黄明山聚集地的外交部部长 专门负责与其他聚集地打交道 前世的他 就听说过简玉龙的鼎鼎大名 别看此人外表和善 但内心十分毒辣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忽悠 据说他在旧时代 就是 专门负责推销的人员 负责保险 因此十分的能说会道 此人还有着恋童的特殊爱好 只要是 被他看中的小女孩 基本上都难逃其魔爪 因为对方犯下的累累血案 前世不知道多少人 对简玉龙恨之入骨 因为其表里不一的特点 有人给气起了一个外号 玉面恶龙 会议室内 当唐东走进来的时候 简玉龙的目光 就立刻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马上微笑着起身 温和的气质与笑容 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想必这一位 就是云江聚集地的首领唐先生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 比人来自于黄明山聚集地 这次出行来到贵地 是代表着黄明山聚集地的意志 希望能与贵地交好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心翼 还希望不要见惯 简玉龙微微笑着 当他的话说完时 手中则是拿出了一个不大的黑色木箱 啪 黑色木箱打开 里面的东西出现在唐东的面前 赫然是十枚狼街巅峰的圆巾 手笔不小啊 唐东心中略微有些惊讶 他不由得深深看了简玉龙一眼 这十枚狼街巅峰的圆巾 是我黄龙山聚集地的礼物 同时也是对上一次王耀明的行为 而对唐首领道歉 之前的事情是我们的冒犯 还希望唐首领海涵 简玉龙微微笑着 呵呵 唐东心中冷笑着 能够随手拿出十枚狼街巅峰的圆巾 简玉龙他们这样的做法 未必没有着炫耀武力的心思 东西我就收下了 不知道简先生这次过来有什么事情 唐东面色平静地走上前 然后坐在了会议室的守卫上 面对唐东的询问 简玉龙这才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我这次过来的目的非常简单 只要是想要与唐首领结盟 共同对付一只强大的怪物 就在城东的黄山公园 那里生长着一棵非常恐怖的巨大黑色石人树 那棵大树的实力非常可怕 并且它还在不断地生长 可以预料得到 那棵石人树 一定会成为我们整个云江幸存者的大敌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想要趁着那棵石人树 没有彻底成长起来的时候 将其解决掉 但仅靠我黄龙山巨集地的力量 想要解决掉那棵石人树十分困难 但唐首领以及跪巨集地的实力十分出色 因此我们首领经过思索之后 决定邀请唐首领加入这场讨伐战 唐东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石人树 原来是石人古树吗 他的脸色稍微凝重了一些 之前他就注意到了石人古树的存在 对方的威胁太大了 如果不尽快解决 未来迟早都是祸患 不过 没想到他还没有出手 王东华倒是派人找上门来了 会议室内 唐东没有说话 他在思索着 要不要与王东华合作 王东华这样的人 无疑是猛虎 与对方合作 显然是与虎谋皮 稍有不慎 恐怕会中了对方的算计 但石人古树的威胁 的确需要拔除 这一点又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简先生就暂时在这里住一天吧 明天我再给你答复 唐东淡淡道 简玉龙微笑着点头 没问题 我等待着唐首领的答复 唐东摆了摆手 随后让人将简玉龙带下去安置下来 同时安排了人手 全天24小时监视简玉龙 免得对方闹出什么幺蛾子出来 简玉龙一走 一旁的赵明 立刻就走上前来 首领 黄明山聚集地的邀请 恐怕不是拔除十人古术那么简单 说不定对方有接着这次机会 将我们一起除掉的想法 赵明面色凝重地提醒道 唐东轻点下巴 这个道理我知道 但十人古术的确需要拔除 等会儿 我再去十人古术所在的地方看一看 到时候再做答复 说干就干 唐东立刻动身 他心念一动 闪电雷鹰立刻收到了消息 马上飞行来到了他的面前 唐东纵身一跃 坐在闪电雷鹰的背部 一人一鹰的身体随后冲天起 飞行前往十人古术所在的地方 不多时 一棵庞大的黑色巨树 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相比于半个月前 此时的十人古术 无疑身形变得更加庞大 那巨大的身躯 仅仅只是看着 就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给人的感觉仿佛不可立敌 小心 唐东猛然开口 胯下的闪电雷鹰猛然扭转身躯 一下子停止了继续向前的趋势 同时迅速远离十人古术 就在刚才 一根黑色的尖刺 从十人古术的树关内击尸而出 速度快到了极致 好像是离弦之剑一般 若不是闪电雷鹰目利惊人 恐怕这个时候 已经被那黑色尖刺冻穿了 竟然已经发现 我了 唐东脸色凝重之色 十人古术的难缠程度 比他想象中的更高 刚才他距离十人古术 足足有着数百米的距离 但还是被对方发现 直接一根尖刺丢过来 差点让他受伤 他感知了一下十人古术的时候 对方已经快要成长到 鬼阶终极的程度 继续这么下去 恐怕最多三个月 就可以到鬼阶巅峰 不能再拖下去了 必须要将对方杀死 唐东神情明重到了极致 十人古术虽然是植物 但侵略性绝对不比动物差 这种怪物一旦成长到成年体 就会不断地释放孢子 然后孢子随风飘荡 飞行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形成紫树 紫树还会继续成长 一路到达鬼阶上级 才会停止下来 不现在 趁着十人古术 还没有彻底成熟前 将其解决 到时候 对方生长为成年体会 更加难以对付 大量的紫树一旦出现 整个云江 都会成为十人古术的猎场 调转了飞行方向 唐东很快回到聚集地里面 并且找到了简御龙 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可以合作 但具体的细节需要商议 唐东直接开口 此话一出 简御龙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唐首领果然是居安思危的人 既然如此 那明天中午 还请唐首领到黄明山聚集地 来商议具体细节 到时候 我们一定扫他相迎 旁边的赵明 想都没想 就直接拒绝 不可能 首领去你们那里太危险了 我们挑选一个中立的地方 进行会面 可以 既然两位不放心 那么会面的地点 就由你们来决定吧 简御龙依旧笑着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东明大厦顶楼 好 双方就地约定下来 而完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后 简御龙也没有再继续停留 他随即离开 带上自己的手下 坐上了直升机 轰咙咙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直升机缓缓升空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简御龙一走 唐东直接召开了一个会议 众人都纷纷来到了会议室里面 唐东随即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召结顿时拍案而起 陷阱 首领 您千万不要上了黄明山那群王八蛋的当 他们怎么可能还这么好心 这一定是针对我们的陷阱 刘东赞同的点头 两人都经历过之前王耀明的事情 对于黄明山聚集地 可谓是没有任何的好感 李维东看看戏看看 他脑子迷糊 这个时候 不知道该说什么 冷月西面色凝重 他语气清冷 召结的话有着几分道理 但也不排除 对方真的是 想要跟我们合作 首领 那个十人古术 真的那么危险吗 必须要除掉 唐东点点头 十人古术的实力 是鬼阶终极 最多三个月 就可以成长到鬼阶巅峰 到时候 整个云江江无人可治 他将十人古术的特性 详细地说了一遍 死 此话一出 在场的几人 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鬼阶 虎阶的实力 就已经足够强大了 他们无法想象 鬼阶到底有多么可怕 既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威胁 那十人古术必须要除掉 否则等着对方彻底成熟 那云江将陷入地狱 冷月西毫不犹豫 这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半会儿 都有些拿捏不定注意 十人古术的威胁做不得假 但与黄明山聚集地合作 又有着巨大的风险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我决定了 就与黄明山合作 不管对方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 那就以力破巧 如今我已经实力大尽 他王东华父子 想要玩什么花样 也要看我同不同意 唐东目光里 有着坚定与决然 眼见着唐东拍案决定下来 在场的众人都不再纠结什么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 各位尽快地提升实力 大战即将到来 越是强大 活下去的代率才会越高 唐东面色凝重地叮嘱道 另一边 黄明山聚集地 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外围有着高压电铁丝网笼罩 将整个军事基地都包围起来 基地内的场地十分宽阔 同时各处都有 全副武装巡逻的巡逻员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落在了停机坪内 机舱内打开 简玉龙微笑着 从直升机上走下来 简老大 首领说 回来后就让你立刻过去 有人快步过来 看向简玉龙的目光里面 有着敬畏 简玉龙十分享受 其他人对他这么敬畏的样子 他点了点头后 立刻前往王东华的办公室 他很快来到办公室的门前 然后敲响了房门 里面很快传出 王东华沉闻有力的声音 进来吧 伴随着搁置一道清响 简玉龙推开门走进去 办公室里王东华正在处理文件 除了他之外 王耀明也在这里 首领 我顺利完成任务了 唐东已经答应了 与我们进行联合 简玉龙脸上有着笑容 此话一出 王耀明立刻眼睛亮起 好 真是干得漂亮 利用这次机会 我们就可以拔除掉 唐东和他的聚集地 到时候 整个云江就是我们一家独大 再也没有任何竞争的对手 王耀明脸上 有着期待与兴奋的神情 上次他在唐东的手里 可谓是丢尽了颜面 不过很快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不过椅子上 王东华的脸上 则是没有多少激动与兴奋的神情 他面色严肃 云江聚集地有多少的人手 规模如何 强者几何 简玉龙思索了一下 立刻对答如流 原来他前往云江聚集地出访 不仅仅是为了结盟 同时也是为了探查 云江聚集地的实力 云江聚集地并不大 连我们五分之一的面积都没有 根据我刚才的观察 整个聚集地里面 最多不超过一百人的人口 不过他们持有不少的武器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 抢过几十公里外的那个小型军事基地 所以获得了一些武器 但哪些不过是轻型武器罢了 对我们够不成威胁 至于强者 简玉龙沉思着 不好说 唐东对我的防备性很强 从我进入聚集地开始 他就一直安排着人跟随着我 我并没有见到他们的其他高手 但既然云江聚集地的人数并不多 想来也是没什么高手的 恐怕觉醒者的数量 不超过四人 王耀明听完了这些 口中顿时吃笑了起来 唐东这个泥腿子 他走了狗屎运 他那个聚集地根本就是乌合之众 跟我们完全比不了 他看向王东华 爸 我建议咱们直接进攻 反正我们的实力全变强于唐东 根本没必要与对方玩什么计谋 王东华闻言 他并没有回答 而是陷入了沉思当中 不 唐东此人实力很强 这一点从他能够击败你 就能看得出来 他手下那些人 虽然是乌合之众 但唐东绝对不能小看 如果让他逃掉了 到时候对于我们而言 会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才需要指定一个完全的计策 将唐东彻底杀死 他若是死了 云江聚集地剩下的人 将不会是任何的威胁 王东华脸色严肃 王耀明健壮 只能无奈点头 尽管心有不甘 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父亲的话很有道理 唐东这样的高手 威胁太大了 一旦让唐东逃了 到时候 他们肯定会夜不能寐 所以 爸你才假意与唐东联合 想要借助食人古术的手 将唐东杀死 王耀明笑呵呵 王东华点点头 他面色沉稳 整个人的气质 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 给人的感觉坚固可靠 首领 明天中午十二点 唐东约定了 我们在东明大厦的顶楼 剪玉龙说出来 那明天我们就过去 正好我也想亲自看一看 他到底是什么人 王东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眼里不由地闪过一道金光 云江聚集地 此时唐东正在做准备 目前聚集地里面除了他之外 还有四个觉醒者 冷月熙 冷明 李威 赵明 四人的实力 无疑是冷月熙姐弟 两人的实力最为强大 他们都已经到了狼街巅峰 距离成为虎街只有一步 特别是冷月熙 唐东对他的战力 可谓是非常看好 我还需要更多的虎街援京 如果能在大战之前 让冷月熙姐弟 两人都迈入虎街层次 那这场战斗 无疑更有保障 除此之外 蕾娜也该升级了 说到这里 唐东有些哭笑不得 闪电雷鹰与鬼虎 先后突破踏入虎街 而蕾娜一直还在狼街巅峰境界 这几天没少向他抱怨 如果不让这个小丫头升级的话 他恐怕要抱怨自己了 自己踏足虎街 能契约怪物的名额 也增加到了五个 还剩下两个的空缺 他需要尽快补齐 这么看来 我还需要找到五只虎街怪物才行 其中三只杀掉获取援京 两只直接契约 提升整体实力 唐东的眼里 闪过一道金光 想到这里 唐东准备前往市中心一趟 聚集地附近的怪物 已经清理过了 想要找到虎街并不容易 市中心才是真正怪物横行的地方 找到五只虎街怪物 非常简单 唐东再度换来了闪电雷鹰 一人一鹰即可出发 目标直指市中心 数百米的空中 一只金色的老鹰飞驰而过 留下一道金色的影子 唐东趴着 抱住闪电雷鹰的身体 迎面来的狂风吹袭在他的身上 狂风呼呼作响 闪电雷鹰的速度很快 大约在时速200公里左右 从基地出发 到达市中心 只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很快 唐东便已经脱离了 云江市郊区的范围 当住进入繁华区域的时候 城市内的怪物数量 也开始呈现爆炸式的增加 好 一道嘶吼声在地面上响起 只见某东大楼的楼顶 一只怪物乘风而起 目标直指唐东与闪电雷鹰 虎街 不愧是繁华地带 我这才刚进来 就遭遇了虎街的强大怪物 唐东的目光 有着些许的凝重 地面乃至冲天起的怪物 身形丝毫不逊色于闪电雷鹰 对方的长相很像是蝙蝠 巨大的浮翼 直径达到了七八米 双脚上生长着锋利的利爪 口中更是带着可怕的尖牙 蝙蝠魔 唐东立刻认出了这种怪物 这种怪物的实力不算太强 但掌握着音波的攻击手段 一旦嘶吼起来 巨大的音波杀伤力很强 这种怪物同时喜欢吸食猎物的血液 一旦被对方抓住 必然会被吸成人干 杀了他 唐东毫不犹豫 下达了命令 救 闪电雷鹰鸣叫出声 他猛然调转了方向 正面迎上蝙蝠魔 双方的距离在不断地接近 当距离只剩下百米左右的时候 金色闪电 立刻在闪电雷鹰的身体上涌现出来 轰隆 一道雷鸣声炸起 金色闪电瞬息间 就来到蝙蝠魔的面前 快 闪电的速度迅捷到了极致 蝙蝠魔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金色闪电 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哼 金色闪电轰然炸开 大量的电流在蝙蝠魔的身体上游走着 破坏着他的身体 剧烈的痛苦 让其惨叫出声 啊 蝙蝠魔发出了一声 近乎人类一般的惨叫声 他猛然张开了嘴 无形的声浪瞬间炸起 仿佛是化作一枚炮弹 音波炮弹完全看不见 以至于唐东与闪电雷鹰也难以闪避 只能正面抗下这一招 当音波攻击落在身上 唐东只感觉自己的大脑 好像是炸开了一般 一时之间甚至耳鸣不已 身体也在咔咔作响 闪电雷鹰的身体也猛然停顿了一下 差点一头从天空上宰落下去 好强 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家伙 恢复过来的唐东脸色凝重 万万没想到蝙蝠魔居然这么强 这音波攻击简直是防不胜防 哪怕是自己这强壮的肉身也难以抵挡 蝙蝠魔见着自己的攻击产生效果 立刻就要张开嘴 释放第二次音波攻击 给他第二次这样的机会 死 轰隆 轰隆 两道雷霆轰鸣声响起 他与闪电雷鹰同时出手 两道金色闪电瞬间肆虐而出 轮起速度 还有什么比闪电更加迅捷 啊 闪电狠狠披在蝙蝠魔的身上 让其凄厉惨叫出声 趁你病 要你命 唐东眼神很利 大量的金色闪电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化作一道道雷霆轰炸出去 闪电雷鹰也不甘示弱 想要在唐东这个主人面前表现自己 大量的闪电像是不要钱一样丢出去 轰 轰 轰 连续不断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蝙蝠魔仅仅只是闪避不及中了第一道雷霆 麻痹的力量直接让他的身体难以动弹 也失去了接下来躲避的机会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 就有二十道金色闪电落在他的身上 蝙蝠魔凄厉惨叫不断 当最后一道闪电落下时 他已经彻底没了声息 庞大的身躯直接从天空上跌落 狠狠地砸在下面一座大厦的楼顶上 哄 蝙蝠魔的身躯直接落下 当场摔成了肉泥 唐东骑着闪电雷鹰从天而降 他从旗背上跳跃下来 然后挖开蝙蝠魔的身体 很快从其中取出一枚蓝色的圆巾 第一枚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他转身打算离开 继续猎杀虎接怪物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凛冽的破空声直接响起 危险 唐东瞳孔一缩 万万没想到 这么随便移动大厦楼顶 竟然就有这样的危险 他一个懒驴打滚 有些狼狈地躲开这一道攻击 目光立刻看向袭击自己的方向 然而 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里却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是攻击明明就是从那里来的 怎么会没有看见怪物呢 就 闪电雷鹰不安地鸣叫起来 提醒着唐东附近有危险怪物的存在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准备跳上闪电雷鹰的身上 就要离开 无论对方是什么怪物 先离开这个楼顶天台 总是没错的 但就在唐东靠近闪电雷鹰的时候 破空声再度响起 朝着唐东袭杀而来 如果他坚持要过去 就势必会被对方的攻击打中 为了避免受伤 唐东只好后退了一步 刚化 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立刻从唐东的身上浮现出 同时出现的 还有强大的气势 立刻席卷四周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 是什么怪物 唐东心中涌现出杀意 他心念一动 闪电雷鹰立刻飞行到了半空中 开始对唐东进行空中支援 只要发现那怪物的身形 立刻就会一道闪电劈过去 闪电雷鹰在楼顶天台的上空不断盘旋 寻找着那一道身影存在的痕迹 天台上的唐东则是全神贯注 他甚至已经屏住了呼吸 但任凭他怎么看 天台上也没有任何怪物的身形 硕大的天台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遮挡身形的东西 但即使是这样 他也没有看到任何怪物的踪迹 又是隐身吗 唐东脸色更加凝重起来 在无数具现出来的怪物当中 可以隐身的怪物 着实不在少数 但分布在全球的话 数量就并不多了 他倒是没想到 自己运气这么差 这么快就遇到了第二只可以隐身的怪物 麻烦了 我没有带游戏在身上 想要发现对方隐匿起来的身形 恐怕非常困难 如果鬼虎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发动融合能力与鬼虎合体 利用敏锐的嗅觉 找出对方的存在 可惜 没有那么多如果 闪电雷鹰的嗅觉十分普通 倒是目立极其恐怖 但任凭半空中的闪电雷鹰如何寻找 也没有发现 那怪物半点存在的踪迹 唐东眯着眼睛 他决定不继续浪费时间 既然找不到对方 那就不找了 城市内的怪物那么多 根本没必要在一个隐身怪物面前浪费时间 想到这里 唐东立刻朝着天台边缘的地方狂奔去 准备直接骑着闪电雷鹰离开 但他准备离开 那隐身的怪物 可并不准备放过他 瞬息之间 伴随着淡蓝色的光芒出现 一股特殊的力量 瞬间朝着唐东骑尸而来 唐东马上侧身闪避 那力量落在天台的围墙上 顿时炸开 哄 伴随着砖石的爆炸 天台围墙直接被炸出一道大坑 四周的地面 也出现了被高温融化后产生的痕迹 真是没完没了啊 唐东眼里涌现出怒火 他没想到 自己准备离开 对方却不打算放过他 刚才那种光芒 似乎有些眼熟 自己肯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唐东沉思之时 第二道淡蓝色的光芒 从二十米外飞射过来 他马上闪避 同时闪避之余 也通过精神联系 将那怪物的位置 告诉闪电雷音 就 闪电雷音鸣叫出声 伴随着雷霆的轰鸣声 一道金色闪电 直接轰向了那怪物所在的位置 轰 金色闪电轰在天台地面上 瞬间爆炸 那怪物紧急闪开 但就是这一瞬间 也让对方显露出了些许的神情 唐东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 顿时心中狠狠吃了一惊 铁血战士 大约一米九左右的身高 一身高科技的装备 手持长矛 肩上有着一个小型的手持炮 身形怪异 这样的模样 实在是太经典了 赫然是出自某部电影的里面的经典怪物 铁血战士 因为躲避金色闪电的攻击 而短暂显露身形 直接被唐东识破了身份 不过他的反应非常迅速 短短时间内 就再度进入隐身状态 想不到居然是铁血战士 真是麻烦 根据电影里面的设定 铁血战士十分崇拜猎杀 专门在宇宙中 各个星球挑战并猎杀那些强大的生物 一身战斗技巧 出神入化 特别是在身上高科技的加持之下 战力更加恐怖 无论是近身还是远程 都足以压制敌人 So 蓝色的光芒再度出现 这次则是来自唐东的侧面 唐东猛然飞扑而出 闪避这淡蓝色的光芒 认出了怪物的身份之后 唐东立刻知道这淡蓝色的光芒 是来自于铁血战士的肩炮攻击 虎杰终极 如果再算上一身高科技装备加持 铁血战士的实力 估计接近虎杰上级 想要靠我自己击败对方很难 必须要动用底牌了 唐东眼里 有着金光在闪烁 他猛然狂奔而出 以惊险的姿态 躲过铁血战士 又一发肩炮的攻击 同时身形纵身跳跃而起 闪电 唐东轻贺一声 半空中的闪电雷音 立刻飞驰下来 融合 他口中低贺 一股特殊的力量涌现出来 将他与闪电雷音包裹在一起 瞬息之间 唐东的身形 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只见他的背部 直接生长出一对金色的翅膀 双手化作利爪 身躯上亦是出现金色的羽毛 如此这般的形象 就好像是古埃及神话传说中的 神明和鲁斯一般 强大的力量涌现出来 眨眼之间 遍布四周各处 与闪电雷音融合 唐东的实力 瞬间暴涨至虎街上级 他纵身飞入天空 下一刻 无数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刹那之间遍布天台 哄 哄 哄 雷鸣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金色的闪电在天台上不断肆虐着 仿佛是雨滴一般接连不断 但奇怪的是 这些闪电的力量都十分弱小 落在地面上 仅仅只能造成细微的痕迹 恐怕连狼街上级都难以杀死 何况是铁血战士 一道闪电落在某个区域 那闪电顿时被弹开 一道身影也随之显露出来 赫然就是铁血战士 原来这些闪电的目的并不是破坏 而是寻找铁血战士的位置 找到你了 唐东眼里爆发出强烈的杀机 一道强大的金色闪电瞬间落下 哄 金色闪电的速度极快 甚至比铁血战士的肩炮还要快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铁血战士马上闪避 但第二道强大的闪电随即落下 这一次铁血战士再也难以闪躲 金色闪电直接落在他的身体上 哄 饶氏以铁血战士强大的身躯 此刻也忍不住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 闪电附带的麻痹效果 让他的身形也一下子僵硬在了原地 他肉体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强行挣脱麻痹的束缚 迅速离开原地 这边他刚刚离开 连续数到闪电 就已经出现在了他刚才的位置上 还想逃 唐东口中有着冷笑 既然已经发现了铁血战士的身影 那对方对于他来说就只是靶子而已 飞行兵种 远程攻击地面兵种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 哄 哄 哄 轰鸣声接连不断 大量的原力 好像是不要钱一样涌出来 化作一道又一道闪电 从天而降 好 短短时间里面 铁血战士就狼狈不已 他双眼里面全是怒火 立刻抬起头锁定了空中唐东的位置 掃 肩炮发射 淡蓝色的光芒击射而出 但唐东早已经死死盯着他 闪电雷鹰的势力极其强大 哪怕在白米的空中 也能轻易将铁血战士的每一个动作 都看得清清楚楚 铁血战士刚刚有反击的动作 唐东便已经闪避开来 以至于肩炮直接扑空 来而不往飞里也 唐东反手一道金色闪电落下去 P的铁血战士惨叫不已 就你TM叫铁血战士啊 刚才隐身偷袭的时候 不是很张狂吗 现在怎么不狂了 唐东一边攻击一边嘲讽 小嘴像是抹了命 精神与物理双重打击 让铁血战士郁闷到了极致 想要反击 却无法对天空上的唐东 造成什么影响 只能在天台上被动挨打 哄 又是一道金色闪电落下来 这一次再度麻痹了铁血战士 刚才一连串的躲避 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 此刻已经无法再爆发力量 强行躲避 好机会 唐东心中杀意涌动 体内的原力喷不而出 化作无数的金色闪电劈下来 哄 哄 哄 天台上 无数的雷霆轰鸣声接连不断 好像是一场可怕的雷暴一般 金色闪电 一道接着一道从天而降 全部落在了铁血战士的身上 哄 铁血战士痛苦惨叫 但在闪电的麻痹作用之下 他想要动弹一根手指头 都困难万分 哄 伴随着最后一道轰鸣声 雷暴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唐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从天空上飞跃下来 刚刚落地 就解除了与闪电雷鹰的合体状态 只见他面色发白 显然是原力消耗过大 而不远处的天台上 一具焦黑的尸体 静静躺在地面上 赫然是铁血战士 但他早已经没了声息 成功了 唐东哈哈大笑 铁血战士的实力相当惊人 若是让对方逃走 那凭借着对方隐身的能力 再想要找到 基本上就很难了 只有一口气 将铁血战士杀死 才是最好的办法 他缓和几口气后 这才来到了铁血战士的尸体面前 从体体内 挖出了一枚蓝色的圆巾 同时也取下对方的肩炮 与手中的冰刃 好东西 唐东眼睛亮起 他把玩了一番肩炮 终于成功即发 一道淡蓝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直接将对面的天台 围墙烘碎 他又试了一下长矛与飞刀 果然都锋利无比 削铁如泥不在话下 远比地球上打造的武器 强大得多 在虎接这个层次的道具里面 绝对是顶级 不愧是外星产品 这两件冷兵器都非常强大 就算是我的钢化能力 也不敢应接着刀锋的锐利 唐东毫不犹豫 将这两件强大的武器收下 将其取名为铁血长矛 与铁血飞刀 有了这两件武器的帮助 他的战力无疑更加强大 虎接境界内 先有怪物能够直面 铁血长矛与飞刀的锋芒 至于肩炮 由于能量有限 他只是随便玩了几下 肩炮就已经无法再使用了 但唐东还是将肩炮带走 或许以后可以找人研究一下 接下来几个小时内 唐东一直在楼顶天台上恢复原力 直到恢复八成 最后这才继续出发 他重新骑上闪电雷鹰 一人一鹰的身形 立刻冲天起 飞行在数百米的天空上 已经得到两枚圆金 还差一枚就足够了 但更重要 是寻找合适的契约兽 以应对后续的危机 唐东脸色凝重 越是靠近视中心 怪物的实力就越强大 当进入二环范围的时候 城市里面已经是怪物乐园 虎街怪物遍地走 狼街怪物不如狗 甚至连鬼街怪物唐东 都看到了好几个 那几只鬼街怪物 幸好都不具备飞行能力 否则唐东早就吓得狼伴逃 但即使如此 唐东也遭遇了好几次危机 不得已之下他 唐东只能放弃继续深入的想法 退到了三环区域活动 就在唐东寻找合适怪物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了 地面上竟然有幸存者正在活动 这里可是三环区域 竟然有幸存者 唐东大吃一惊 连他都不敢在这片区域肆意活动 到底哪些人这么强 只见地面上 大约三四人正在猎杀 一头虎街怪物 这几个人实力都相当不错 每个人都有着狼街巅峰的实力 其中领头的人更是虎街 他们之间配合得相当不错 在他们的围攻之下 那头虎街怪物已经岌岌可危 死亡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哄 虎街幸存者猛然高高跃起 他手中拿着一柄铁锤 然后狠狠砸下 巨大的力量爆发而出 直接落在那头虎街怪物的身上 砰 伴随着沉闷的声音响起 那头虎街怪物瞬间死亡 脑浆流淌了一顶 太好了 这头该死的怪物终于被解决 眼见着虎街怪物死亡 几个幸存者紧绷的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 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 赵鹏一面色凝重 不要大意 这里依然是怪物活动的危险区 难道你们忘了 阿飞是怎么死的吗 听着这话 几人面露悲伤之色的同时 脸上的表情都再度警惕起来 见状 赵鹏一暗自点头 他走上前来到那头虎街怪物的尸体面前 然后从其体内挖出一枚圆巾 看到那圆巾 就连赵鹏一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一抹笑容 我们再努力一下吧 只要再猎杀一头虎街怪物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赵鹏一微笑着 然而此话一出 一幸存者顿时忍不住爆发起来 赵老大 咱们也太憋屈了 咱们在外面拼死拼活 但那个狗东西 却在营地里面玩女人喝红酒 这不公平 难道我们是他的奴隶吗 那人大吼着 脸上的神情满是怒火 此话一出 在场的其他人 神情也浮现出不甘与憋屈 赵鹏一脸上满是愧疚 他低下头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们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也不需要这么憋屈 我向你们保证 再忍耐七天的时间 等他治好了我妹妹 到时候 我们就离开这里 哎 几人都不不由地叹息 现场的气氛 瞬间变得沉闷不已 赵老大 放弃吧 小雪是治不好的 那个王八蛋 根本就是在欺骗你 他的能力 根本无法治愈他人 他只是 用这种办法 让赵老大 你为他办事而已 一人劝解着 赵鹏一文言 他不禁握紧了拳头 眼眶有些泛红 我不知道 但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至少小雪现在 还活着 刘石也承诺七天之类 治好小雪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不想放弃 众人看着赵鹏一 强忍着不落泪的样子 心中都万分不忍 现场顿时沉闷了下来 一时之间 谁都没有说话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天而降 传入了几人的耳朵里面 等等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 刘石的名字 你们认识刘石 突如其来的声音 将几人吓了一跳 赵鹏一瞬间 进入战斗状态 就 紧接着 几人便看到一只 金色的老鹰 从天而降 然后从其身上 跳下来一个 大约二十来岁的青年 虎杰 感受着青年 与金色老鹰身上的 强大气势 在场的几人 都忍不住狠狠吃了一惊 脸上的神情 全都紧张起来 一个陌生的虎杰 强者突然出现 他们可不会认为 对方是人类 就放松警惕 兄弟 我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赵鹏一 你有什么事吗 赵鹏一立刻站出来 青年自然就是唐东 他刚才听到赵鹏一 提到了刘石这个名字 立刻就下来了 刘石就是刘八皮的真名 但不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性 我叫唐东 我在找一个叫做刘石的人 我刚才 听到你们提起这个名字 我想知道 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唐东直言道 几人闻言 不由地吃了一惊 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赵鹏一目光微微闪烁 然后毫不犹豫道 抱歉 兄弟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王石 并不是什么刘石 我不认识这个人 唐东眯起了眼睛 他目光看向在场的其他人 几人的脸上 都略微有些惊愕 似乎在惊讶于 赵鹏一为什么要说谎 赵鹏一心中暗道一声不吼 他的眼睛还算不错 但其他人可没有他这样的眼睛 你为什么要保他 告诉我 刘石在什么地方 唐东语气平静 赵鹏一脸色微变 果然还是被看出来了 抱歉 刘石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能让你杀了他 我的妹妹身受重伤 目前我还需要他 保住我妹妹的性命 赵鹏一语气低沉 唐东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我认识一个 拥有治疗能力的人 他或许能有办法 真的吗 赵鹏一神情激动 但很快冷静下来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你只能相信我 你的实力还算不错 但你手下这些人 也可以挡得住我吗 我从他们口中 同样可以得知 刘石的位置 只要抓住之后 用点手段就行 唐东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下一刻 他悍然出手 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 不过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一人的面前 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赵鹏一没有反应过来 等到他回过神时 自己的队友 已经落入了唐东的手中 快住手 这件事与他无关 赵鹏一又惊又怒 那人被唐东挟持 脸色瞬间发白 唐东神情不变 告诉我 刘石在什么地方 作为回报 我会带你们去见 那个拥有治疗能力的人 但如果不说 那我就只能动用手段了 赵鹏一面色苍白 他颤抖着身体 陷入巨大的纠结 一边是自己的妹妹 一边是跟随自己的兄弟 实在让他两难 很快 赵鹏一还是做出了选择 我带你去找刘石 但希望你遵守莫言 赵鹏一语气里 带着一分绝望 显然 他并不认为 唐东认识什么 拥有治疗能力的人 当然 双方约定下来 随后赵鹏一等人 便带着唐东出发 一行人很快 离开了三环的范围 来到了一处别墅小区 几人轻车熟路地 进入小区内 最终在小区深处的 一栋别墅门前 停止下来 少老大回来了 在别墅附近巡逻的人 很快发现了众人 顿时一个个欢呼雀跃 唐东看着四周的环境 他目光略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群人 竟然以这里做营地 他扫了一眼 整个营地并不大 主要以眼前 这个别墅为主体 营地内的幸存者 恐怕不超过三十人 基本上都是年轻的男女 老人和小孩 一个都没有见到 赵鹏一带着唐东 进入别墅内 他开口道 首领在什么地方 一人面色怪异 正在楼上的房间里 这话说出口 现场的气氛 都有些诡异 唐东看向了三楼的方向 他纵身一跃 直接就爬上了 三楼一个房间的阳台 敏捷地伸手 让别墅里面的人吃了一惊 赵老大 这个人是谁 赵鹏一没有回答 已经猜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三楼的某房间内 此刻这里 正进行了一场 多人的派对 足足六个赤裸着身体的男女 正在房间里面 进行着激烈的大战 五女一男 那男人看上去 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 但一身身躯 却十分强壮 哪怕面对五个女人的挑战 也能游刃有余 甚至沉迷其中 不堪入耳的声音 从房间里面不断地传出来 整个房间里凌乱不已 到处都是战斗之后 留下来的痕迹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青年 已经走到了房间外的阳台 他目光看向里面的人 嘴角瞬间勾勒出了冰冷的笑容 刘八皮 你还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 冰冷且充满杀意的声音 在房间里面响起 传入中年男人的耳朵里面 中年男人 此时还在与身下的女人翻云覆雨 但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的身体瞬间僵住 流露出震惊与不敢相信的声音 他猛然转过头 就看到了一张 让他熟悉的面孔 唐冻 刘八皮的声音 瞬间提高了八度 他语气里充满了浓浓的震惊 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好 刘八皮面色俱变 短暂的震惊之色 他猛然从床上一跃而起 顾不得身上没有穿衣服 整个人瞬间夺门而出 朝着远处狂奔逃跑 就 伴随着一道鸣叫声而起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道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轰动 雷霆轰鸣 当场落在了刘八皮的身上 但就在金色闪电 马上要击中刘八皮身体的时候 一道黑色的光芒 从他的身上涌现 形成了类似护盾一般的东西 金色闪电 与黑色护盾碰撞在一起 激荡着层层叠叠的气劲 黑色护盾很快被攻破 而金色闪电也随之消散 只剩下些许的力量 让刘八皮的身形 稍微麻痹了一下 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唐东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唐东 刘八皮嘶声怒吼 他很快冷静下来 立刻抽身后退 所有人快过来保护我 赵鹏夜 你还在愣着干什么 只有我能救你妹妹 如果这个人杀了我 那你妹妹今天就会死在这里 刘八皮大吼着 别墅里面 众人纷纷冲了出来 一个个脸上的神情 都惊恶不已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刘八皮 露出这样惊恐的神情 这个青年到底是什么来的 赵鹏夜面色复杂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其他人也是相同的反应 这一幕让刘八皮又惊又怒 不敢相信 眼前这群人竟然背叛了自己 你们这些叛徒 这段时间到底是谁在保护你们 没有我给你们提供保护 你们早就死了 现在你们居然背叛我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刘八皮破口大骂 唐东面色冷冽 他一步一步走上前来 刘八皮 不要再发疯了 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你 谁若是上前 谁叫死 刘八皮面色阴沉到了极致 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慌乱情绪 突然之间 他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刚才猛然见到唐东 一时之间慌乱之下本能地逃跑 但此刻回过神来 他根本没有必要逃跑 如今的他 可不是上一次 跟在孟子墨身边的他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觉醒者 并且拥有了强大的实力 还用得着怕唐东什么 想到这里 刘八皮顿时大笑起来 唐东 刚才你真是吓了我一跳 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没想到你 居然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找到我 这实在是让我惊讶 不过现在的我 已经今非昔比 你没有实力在我的面前张狂 刘八皮争鸣大笑 他伸出手 然后黑色的光芒 从他身上涌现出来 看到了吗 我也是觉醒者 而且能力十分强大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的能力叫做暗影 我可以利用暗影的力量 隐秘自己的身形 从而逃跑 也可以利用暗影 来进行暗杀 靠着这个能力 我这些天疯狂地提升实力 我现在已经到了虎界 你知道 虎界的力量 有多强大吗 就凭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刘八皮得意大笑着 今天你 来得正好 本来我就打算过段时间 去将你杀死 但没想到我还没有动手 你居然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别墅草坪里面 看着一脸癫狂与兴奋的刘八皮 唐东的眼里 有着浓浓的讥讽 仿佛是在看一个傻子 刘八皮 你还是那么可笑 你凭什么觉得 我比你弱小呢 唐东吃笑出声 什么 这句话 让刘八皮面色俱变 没等他反应过来 唐东已经爆发出了 自己的实力 哼 强大的原力 从唐东的体内爆发而出 恐怖的气势席卷四方 赫然是虎界 虎界 怎么可能 你的能力没有我这么强大 你怎么可能达到虎界 感受着唐东的强大气息 刘八皮的自傲 瞬间被击溃 以至于整个人五官 都有些扭曲 蠢货 看来多跟你说一句话 都是浪费口水 既然如此 那就算算我们之间的账吧 刘八皮 我们之间有着亲属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当年才会从乡下来投奔你 但你不仅扣留了 我的身份证件 而且还联合其他人算计我 让我欠下了大笔的债务 之后 你在装作就是主一般出场 我当初年少无知 这才上了你的当 我给你辛苦的工作 每天干活十几个消失 你磕磕我的工资 还让我住在 破烂不堪的地下室里面 要不是我命应 恐怕我早就已经死了 唐东每说出一句话 身上的杀意 就会浓郁一分 当这些话说完的时候 那恐怖的杀气 已经浓郁至极 仿佛要凝聚成为实质 沸腾的杀意 有如是大江长河 遍布四周 仿佛是让空气中的温度 都骤然降低 唐东一步一步 朝着刘八皮走过去 目光冰冷 宛若刀锋 赵鹏一等人闻言 脸上的神情 都不禁有着变化 看向刘八皮的眼里 充满厌恶 刘八皮此刻神情扭曲 他看着一步一步 走过来的唐东 眼神中浮现出 惊慌与愤怒 那种愤怒 好像是自己虚伪的一面 被撕扯开来 彻底暴露在 所有人的面前 唐东 我没有干过这些事情 是你污蔑我 刘八皮愤怒的五官扭曲 整个人看上去 好像是从地狱里面 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唐东口中冷笑 死到临头 刘八皮还在 丑陋的装模作样 当真是死有余辜 自己与刘八皮之间的仇怨 就要在今天落下帷幕 轰隆 雷霆声炸起 无数金色的闪电 在唐东的身上涌动 可怕的气息微压四周 让刘八皮勃然变色 竟然这么强 刘八皮心惊不已 他同时 看向天空上的闪电雷音 对方的身上 也有着虎街的强大气息 两个虎街 不好 我恐怕要死在这里 刘八皮慌了 面对唐东与闪电雷音 这两个虎街强者 他不觉得自己是对手 他立刻看向赵鹏一和其他人 大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帮我 然而没有人动弹一下 刘八皮在这段时间里面 道行逆施 不仅仗着实力欺压其他人 而且还强行霸占 营地里面的女人们 这样的行为 早就让营地里面怨声载道 只是因为刘八皮的实力 让他们不敢表现出来 显然有唐东出现在这里 他们又怎么可能去帮刘八皮呢 眼见着众人没有动作 刘八皮更慌了 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赵鹏一的身上 他是虎街 只要与自己联手 就足以对抗唐东 赵鹏一 你难道想要让你的妹妹死吗 没有我用暗影力量 保住她的性命 她最多三天就会死 你就这么一个妹妹 你舍得让唯一的亲人 死在你面前吗 刘八皮疯狂大吼 赵鹏一面无表情 唐先生认识一位 拥有治疗能力的人 他答应我可以帮忙 不可能唐东在欺骗你 这个人满口谎言 他的话绝对不能相信 快点过来 与我一同对抗唐东 只要赢了 我就救治你的妹妹 刘八皮惊恐不已 没想到唐东用这种条件 来诱惑赵鹏一 那么他最后的底牌也没有了 完了 刘八皮只感觉眼前一黑 差点没当场晕过去 就在这时 唐东已经动手了 轰隆 雷霆轰鸣声乍起 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刘八皮的面前 刘八皮大惊失色 连忙凝聚出盾牌 金色闪电 盾牌只挡住了一秒就被攻破 下一刻 一身闪烁着银白色金属光芒的唐东 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拳头在他的视线里面不断放大 哄 唐东一拳轰出 黄暴的力量肆虐出来 请客之间落在刘八皮的身上 啊 伴随着骨骼断裂的声音 刘八皮的身形倒飞而出 人还在半空中就已经吐血不止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这就是你欺骗我的代价 唐东冰冷低吼 身形再度栖身而上 地面上的刘八皮刚刚爬起来 唐东已经到达 不 唐东 快住手 我是你的叔叔 你难道想要试杀自己的长辈吗 刘八皮惊恐万分 看着唐东那充满愤怒与杀意的眼神 他恐惧到了极致 碰 唐东第二拳落下 伴随着咔嚓声 直接打断了刘八皮的右肩膀 啊 不 快住手 骨骼断裂的痛苦 让刘八皮惨叫不已 甚至连五官都扭曲起来 唐东看着刘八皮的惨叫 手上没有任何的停顿 第三拳轰出 打断刘八皮左肩膀 咔嚓 骨骼断裂 剧痛充斥着刘八皮的大脑 第四拳 第五拳 第六拳 唐东的拳头 犹如雨点一般落下 从肩膀到手臂 从手臂到大腿 每一次落下 都会打断刘八皮的骨头 恐怖的拳头 带着可怕的力量 刘八皮引以为傲的暗影力量 面对唐东的拳头 难以抵挡 唐东犹如一头暴怒的雄狮 硬生生用拳头 打断了刘八皮 全身上下所有的骨骼 大量的鲜血 从刘八皮的口中吐出来 染红了他的身体 啊 唐东 求求你不要再打了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饶 唐东 你不得好死 今天你杀了我 总有一天 也会被其他人杀掉 就骂 不 快停手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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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令人恐惧的 骨骼断裂声不断响起 响彻在场每一个人的耳畔 唐东疯狂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与恨意 前世与今生 两世刘八皮算计自己的恩怨 若不是他 前世的自己不会被怪物追杀 险些死亡 若不是他 自己不会在工地上受尽劳累 前世的自己 没有能力报仇 让刘八皮一直逍遥自在 但这一世 自己要他 付出所有的代价 一拳 两拳 三拳 无数的拳头接连不断 不仅带着恐怖的力量 同时带着唐东浓郁至极的杀意 不知道挥出了多少拳 或许是二十拳 或许是三十拳 当唐东彻底将内心的愤怒与恨意宣泄 他终于停止了下来 而地面上 刘八皮早已经死亡 他的身体几乎被拳头打成肉泥 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完好的地方 只剩下一颗头颅 在地面上咕噜噜不断滚动 只见那头颅上 刘八皮的面孔 还有着恐惧与后悔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他的脸上 静 这一瞬间 整个别墅里面死寂一片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寂静到了极致 安静得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呼吃 唐东喘着粗气 他彻底停止下来 当看着地面上 刘八皮那惊恐与绝望的面庞 只感觉 心情疏唱到了极致 原来复仇是 如此快乐的一件事情 唐东肆意大笑 仿佛要将前世积累的屈辱 彻底发泄出来 两久之后 他终于停止下来 随后目光看向了赵鹏义等人 赵鹏义众人身体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看向唐东的目光里面有着畏惧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不用害怕我 我不会随意杀人 你们与我没有任何仇怨 我自然不会对你们出手 唐东面色 此刻已经缓和下来 重新恢复了平静 大仇得报 他现在心情甚至相当不错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唐东 是云江聚集地的首领 接下来 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留在这里生存 要么加入我云江聚集地 赵鹏义 我之前所说的是 并非欺骗你 我聚集地内有人的能力为治疗 应该可以治好你的妹妹 唐东道 众人惊讶不已 没想到唐东还有这样的身份 我愿意加入 赵鹏义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神情有着激动 唐东点点头 脸上有着满意之色 赵鹏义乃是虎街 而且从他为了妹妹 可以委屈自己来看 这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可以为他所用 其他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现在刘八皮死了 赵鹏义也走了 只剩下他们 根本无法保护自己 除了加入 别无选择 我们也加入 众人一口同声 一个小时之后 一架武装直升机 从天而降 然后分批次带走了众人 等到众人回到聚集地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 赵鹏义从直升机上走下来 背上还背着一个 大约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处于昏迷当中 面色苍白 看上去虚弱到了极致 李维快步走上前来 把她交给我吧 医生 求求你 一定要治好小雪 赵鹏义显得十分激动 李维检查了一下 小女孩的身体 发现只是受伤失血过多而昏迷 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只是外伤而已 交给我吧 今晚她就可以重新活蹦弯跳 唐东很快找到了冷月西姐弟两人 将那两枚虎杰圆精 交给了她们 冷明看着虎杰圆精 顿时大喜过望 谢谢手脸 冷月西亦是表达了感谢 谢谢 不用客气 如今虎杰圆精已经到位 我要你们今晚就突破到虎杰 唐东道 姐弟两人都点头 能最开始就觉醒能力的人 几乎各个都是天才 资质什么的 根本不需要担心 如今虎杰圆精到位 突破完全没有问题 姐弟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然后立刻开始吸收圆精里面的力量 大量精纯的圆力进入他们的身体 两人的实力 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迅速上涨 没过多久 基地里面便先后传来两道强大的气息 两人突破虎杰之后 立刻开始本能的疯狂地吸收四周的圆力 或许是因为两个虎杰吸收圆力的原因 以至于整个基地里的圆力 都在朝着姐弟两人的方向汇聚 房间里 唐东感受着隔壁的动静 脸上不由得露出满意的笑容 很好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唐东心中喜悦 基地内多出两个虎杰 无疑是实力大增 确定姐弟两人顺利突破之后 唐东没有再关注 明天就是与王东华谈判的日子 他决定今天晚上在外出一趟 再猎杀一只虎杰怪物 从而让蕾娜也踏足虎杰境界 蕾娜做妖灵 白天的时候 他是无法现身的 这也是为什么 唐东这些天行动 一直没有带着他的原因 但蕾娜一旦突破虎杰 但就拥有了 可以在白日下行走的能力 作为妖灵 蕾娜可以无视常规的物理攻击 这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很是关键 他立刻坐上闪电雷鹰出发 同时带走了蕾娜 他迅速来到三环的范围 开始准备猎杀虎杰怪物 城市的夜晚寂静无声 到处都安静一片 没有任何的声音 众多的怪物 仿佛都隐藏了起来 一时之间 竟然让唐东找不到他们的身影 不过就在这时 一阵战斗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朵里 立刻吸引了唐东的注意 他马上控制着 闪电雷鹰飞行过去 很快就到达了 战斗发生的地方 咦 只见街道上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正在与一头僵尸战斗 那僵尸赫然是虎杰层次 强悍的身躯 仿佛刀枪不入 一次又一次 朝着白衣女人进攻 这个女人这么晚了 竟然还出来猎杀怪物 胆子可真不小 唐东惊讶不已 但这时 体内雷娜的声音却响起 主人 他并不是人类 而是人形怪物 您不要被迷惑了 此话一出 唐东的脸色 瞬间严肃起来 有着前世的经验 他很清楚 不少怪物都是人类模样 甚至外表看上去 与人类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种怪物 往往有着不低的智慧 甚至会潜入人类的聚集地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了 唐东立刻让闪电雷鹰 降落在附近的一栋大楼顶部 然后坐山观虎斗 既然是怪物相争 那他自然是十分乐于看狗咬狗 白衣女人和僵尸 都是虎接终极的实力 无论他们谁胜王 另一方都绝对不会好过 到时候自己再出手 就可以鱼翁得力 一口气得到两枚虎接元金 岂不美哉 抱着这样的想法 唐东立刻看起了好戏 街道上白衣女人 与僵尸的战斗十分激烈 白衣女人身形灵活 而僵尸则是力大无穷 刀枪不入 双方各有特点 一时之间 谁也拿不下水 白衣女人的攻击 落在僵尸身上 不痛不痒 但僵尸也无法抓住 白衣女人的身形 这么打下去 他们得持续到什么时候 唐东眯着眼睛 他决定帮忙一下 打破两人之间的战斗平衡 闪电 去帮忙 杀那只僵尸 唐东嘴角勾勒出笑容 毫不犹豫下达命令 让闪电雷鹰出手 两只怪物 就不会将目标 对准他这个人类 闪电雷鹰立刻飞入空中 伴随着雷霆轰鸣声响起 一道金色闪电 直接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僵尸的身上 哄 电流遍布僵尸全身上下 一下子让他的身形 停顿了片刻 高手过招 哪怕片刻 也足以致命 白衣女人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的双手声长出锋利的指甲 瞬间就抓在了僵尸的胸膛上 直接在其身躯上 留下深深的伤痕 但僵尸的防御太强了 白衣女人这次攻击难以破防 仅仅攻击一下僵尸 僵尸便已经恢复了行动力 轰动 闪电雷鹰的攻击再度落下 又让其陷入短暂麻痹状态 短暂的麻痹 让僵尸难以行动 更别说雷霆之力对他的克制 金色闪电强大的破坏力 已经让僵尸的身体上出现了伤痕 哪怕是僵尸的钢筋铁骨 在金色闪电的破坏之下 也难以承受 好 僵尸怒吼不已 饱含嗜血与杀翼的目光 看向了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白衣女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栖身而上 转瞬之间来到了僵尸的面前 一只手探出 猛地插入了僵尸的眼眶内 僵尸痛苦的嘶吼声 眼眶里面流淌出了黑色的鲜血 失去了视觉 僵尸的战斗力瞬间大幅度下降 败王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在白衣女人与闪电雷鹰的合力围攻之下 这头僵尸迅速落入下风 仅仅只是坚持了三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死亡 轰隆 当最后一道金色闪电落下 狠狠地劈在了僵尸的身上 僵尸浑身剧烈颤抖 身躯轰然倒塌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眼见着僵尸已经死亡 白衣女人没有任何的犹豫 她双手探出 眼看着她就要挖出这头僵尸的圆巾 但唐东怎么可能让她如愿 一道金色闪电 瞬间从她的手里面积事出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白衣女人的面前 白衣女人只能放弃 挖取僵尸身体内的圆巾 她侧身闪避 漂亮的脸蛋上浮现出杀意 大 大 大 伴随着脚步声出现 唐东从阴影处走了出来 白衣女人健壮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娇媚的笑容 但还没等她说话 唐东已经直接出手了 轰隆 抬手就是一道闪电劈过去 没有半点留情面的意思 公子 您这是做什么 为何要对小女子出手 白衣女人露出楚楚可怜的神情 呵呵 唐东口中冷笑 还公子呢 看来你是狐妖之类的怪物对吧 哄 天空上 闪电雷鹰也同时进攻 强大的雷霆 直接从天而降 白衣女人 以显至幼显的角度闪躲 开来雷霆的攻击 脸上的表情 开始逐渐扭曲起来 原本精致漂亮的脸颊 开始发生变化 最终变成了 狐狸的模样 她的双手 生长出了尖锐的利爪 一条白色的尾巴 亦是从其身后冒出来 果然是狐妖 唐东眼神里面满是寒光 闪电 动手 她口中轻贺 与闪电雷鹰一同出手 十数米之外 变化出自己本体的狐妖速度极快 十几米的距离 在她的脚下 仅仅只是瞬间就跨越 锋利的利爪 直接抓向唐东的胸膛 好像是下一刻 就要将其心脏挖出来一般 但当她的爪子 触碰到唐东胸膛时 入手的感觉 却并不是人类的血肉之躯 而仿佛是钢铁一般坚硬 什么 狐妖忍不住愣了一下 爪子上传递回来的反振力量 反而让她的手都一阵发麻 唐东直接脱掉自己的上衣 露出仿佛是金刚打造的身躯 银白色的钢铁之躯展现出来 她脸上有着笑容 早就知道 你会用这一招 唐东赫然已经启动了钢化的能力 强大的防御力 足以堪比僵尸的钢筋铁骨 想要挖出她的心脏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一拳轰出 闪电包裹在唐东的拳头上 两者叠加带来巨大的力量 强大的雷霆力量缠绕在唐东的四周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 就好像是雷神将士一般 雷霆轰鸣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唐东朝着狐妖扑了过去 强大的气势 让狐妖不由的脸色变化 糟了 狐妖神情巨变 看出自己遇到了麻烦 她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想要逃走 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唐东口中爆喝 被她盯上的猎物 还想走 半空中的闪电雷鹰 直接爆发出巨大的攻击 一连十数道闪电从天而降 好像是没有半点停歇一般 一时之间 雷霆的轰鸣声连成一片 啊 狐妖的惨叫声 从遍布的雷霆中传出来 她脸上有着哀求的神情 公子 请放了我吧 我没有伤害过人类 唐东怎么可能性怪物的话 她反而是欲战欲勇 无数的雷电从她的身体里爆发出来 大量的原力化作金色的闪电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涌出 轰 轰 轰 雷霆轰鸣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直接封锁了狐妖四周的所有逃跑路线 半空中的雷霆也宛若雨点一般落下 狐妖的惨叫声淒厉无比 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几秒钟的时间 这才彻底消失 当雷霆散去 原本女人的身躯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只大约老虎大小的白色狐狸尸体 静静地躺在地上 唐东走上前 挖开了狐妖的尸体 一枚婴儿拳头大小的金石 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十分钟后 唐东坐着闪电雷鹰回到基地里面 他静止地进入房间里 然后将雷娜召唤出来 小家伙 这次该你了 可别让我失望啊 唐东将原金交给了雷娜 眼神里面有着期待之色 雷娜小脸上有着渴望与喜悦的神情 接过虎劫原金之后 立刻将其吃了下去 虎劫原金的力量 开始在雷娜的身体内涌动 滋养着她的身体 渐渐地 雷娜的身躯 逐渐涌现出了淡淡的光芒 唐东坐在床上耐心地等待着 闪电雷鹰与鬼虎都 带给了她实力上巨大的提升 希望雷娜不要让她失望 淡淡的光芒 在雷娜的身体上不断涌动着 并且将她整个人都抱过起来 形成了一个仿佛是鸡蛋一般的球体 通过精神联系 唐东能够感知得到 雷娜现在正在突破 雷娜的气息不断涌动着 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攀升 迅速达到一个巅峰 哄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在房间里面响起 那鸡蛋一般的白色光球瞬间炸开 一个浑身散发着白色的少女身影 从里面走出来 与此同时 唐东也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令牌里面涌现出来 这赫然是雷娜进阶之后 反馈过来的力量 唐东不由地闭上眼睛 细细体会着这股力量 两久之后 她重新睁开眼睛 脸上有着喜意 灵魂尖笑 竟然是精神功绩的能力 房间内 唐东的目光落在了雷娜的身上 只见雷娜此刻已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原本她身上那染血的公主裙 已经洁白如新 手中的长刀消失不见 整个人看上去 就好像是一个田径可爱的公主一般 与正常的活人 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主人 雷娜眨了眨眼睛 乖巧地站在唐东的面前 她的年龄看上去 依旧是十五六岁的样子 精致可爱的面容 如同是上帝雕刻的完美杰作 任谁看到 都会心生喜爱 不会对其有半点不好的想法 等等 唐东打了一个寒颤 他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询问道 雷娜 你是不是有某种幻术类型的能力 是的 主人 我突破虎阶之后 获得了两种能力 一种能力便是灵魂尖效 第二种能力则是魅力清和 原来如此 唐东恍然大悟 脸上有着惊喜的神情 万万没想到 雷娜竟然觉醒了两种能力 灵魂尖效乃是纯粹攻击性的技能 同时也是精神系攻击 要知道精神系技能是相当少见的 这种攻击可以以无视物理防御 直接对敌人的灵魂进行攻击 几乎是无法防御 第二种能力为魅力清和 同样是精神系的技能 只不过是辅助系能力 能够让人本能地感觉到温柔 难以对其生出敌意 这项能力在某些场合 同样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效果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 唐东的心中有多满意 雷娜正式进阶 那明天与王东华的谈判 自己就有足够的底气了 一夜无话 次日 一大早的功夫 众人便已经出发前往 今日谈判的地点 东明大厦 轰咚咚 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响起 一架武装直升机迅速升空 朝着东明大厦所在的地方 飞行而去 飞机上 唐东这次出发谈判 除了他自己之外 还带上了三人 冷月希姐弟两人 与赵鹏一致的新加入的新人 三人的实力都是虎接 再加上闪电雷鹰与蕾纳 这么算下来 那就是足足六个虎接 无论等会儿 王东华玩什么把戏 凭借着他们的实力 都足以轻松应对 十分钟不到 东明大厦已经近在眼前 直升机缓缓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最终停在了东明大厦的顶端 首领 黄明山的人看来还没有到 我们要不要埋伏一下 赵鹏一致面色严肃 唐东摇了摇头 他看向了南边的方向 不用 他们已经到了 只见远处的天空上 又是一架武装直升机飞行而来 来得可真快啊 唐东的心中有着冷笑 对面的直升机 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停在了大厦顶端的另一边 随后机舱门打开 一行人从里面走出来 走下飞机的人总共六人 领头的人赫然是一个 大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唐东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赫然就是王东华 除了王东华之外 王耀明也在队伍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四人 唐东等人站在原地 看着王东华带着手下过来 双方的距离迅速接近 都在互相看着对方 唐东的目光 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扫了一眼 但因为他们都没有动用原力 因此 哪怕是唐东 也看不出来几人的实力 不过能够被王东华带过来 这四个人想来也是虎接的实力 唐首领 王首领 双方互相打了一声招呼 王东华的脸上有着微笑 不过他身后的王耀明 则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他前不久才被唐东狠狠教训过一次 此刻又见到唐东这个仇人 他的眼神里面 任谁都看得出来有恨你 上次在超市的面前 我儿子要明对唐首领多有冒犯 还希望不要见怪 多怪我平时宠坏的这小子 才让他行事目中无人 王东华脸上微微有着笑容 唐东神情淡然 王首领哪里话 之前的事情只是一点小矛盾罢了 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哈哈 唐首领做事果然爽快 那就让我们今天直入主题吧 我想 唐首领也不是喜欢废话的人 这次邀请唐首领 以及云江聚集地的诸位过来 是为了商议 如何对付食人古术 说话之间 王东华拿出了一系列的照片 里面的内容 赫然就是食人古术最近的样子 从照片上来看 食人古术的体型再度膨胀了 那几百米高的庞大身形 哪怕只是照片 都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我们两个聚集地都在云江发展 这种怪物 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威胁 我们已经不能任由对方 继续成长下去了 所以我郑重地邀请云江聚集地的诸位 我们共同组建 一支讨伐队伍 将这支食人古术杀死 王东华的话语 十分有煽动性 该说不愧是大集团的董事长 一言一行 给人的感觉都充满了幸福力 让人情不自禁地相信 冷月西几人没有说话 他们都接过照片看了一眼 脸上的神情都略微凝重 几人全部将目光看向唐东 静静地等待着他做决定 唐东眯着眼睛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王东华 就目前而言 食人古术的威胁 还在王东华等人之上 合作 也不是不可以 在更加强大的敌人面前 他与王耀明之间的仇恨 并非不是不可以暂时放下 否则让食人古术继续成长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我答应了 不知道王首领的计划是什么 唐东静止开口 王东华府长轻笑 唐首领果然爽快 食人古术的战力很强 已经超越了虎街的范畴 哪怕我们两家合力 也无法击败他 所以我们需要动用 现代化武器的力量 在距离云江125公里远的地方 有一座导弹基地 我知道 那里有几辆导弹车 我们只需要将那几辆导弹车开过来 到时候用导弹轰炸 就足以杀死这食人古术 导弹车 这的确是一个办法 时间就定在下午 到时候 我们一起出发 唐东毫不犹豫 双方就此决定下来 算是达成了临时的合作 众人都没有再停留什么 随后便各自离开 唐东率先坐上了直升机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他很快消失在了王东华几人的面前 爸 我们刚才为什么不出手 不是说好了 试探一下他唐东吗 王耀明眼神里面有着不满 面对王耀明的愤怒 王东华脸色则是显得十分冷静 甚至是严肃 这个唐东不简单 你太过于小看他了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如果刚才我们出手的话 那我们这群人 说不定都会有什么危险 王东华语气凝重 什么 此话一出 在场的几人 都不由得狠狠吃了一惊 一人脸色恶然 首领 这不至于吧 咱们可是六个虎街 唐东那边 仅仅只有四个人而已 虎街的金色老鹰 他们也只有五个虎街 六打五 怎么看都是我们占据着上风 然而王东华却眯着眼睛 不 唐东手中还隐藏着一个虎街力量 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而已 他们不是五个虎街 而是六个 王耀明瞳孔一缩 眼神里面闪过一抹骇然 开什么玩笑 就凭他唐东一个泥腿子 手底下竟然能有这么多高手 不只是王耀明 其他四人的脸上也是有着震撼 王耀明神情严肃的点头 唐东绝对是一个劲敌 我们未来想要发展 一定会和唐东发生冲突 早点除掉他是一件好事 否则继续让他成长下去 到时候 恐怕我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王耀明脸色阴沉 他万万没想到 唐东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哼 他口中冷哼一声 再强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中我们的计谋 说着 他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那导弹基地里面 有着一头看不见的强大怪物 到时候 我们只要引诱唐东去解决那头怪物 我们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 就算他唐东能够胜利 也必然是元气大伤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 说出这句话 王耀明的脸上 已经有着兴奋的神情 仿佛已经看到唐东战败之后 跪在他面前的样子 不多时 唐东一行人回到了基地 赵明立刻快步走上前来 首领 商议的结果如何 唐东将之前他与王东华的对话说出来 赵明听完之后 脸上神情严肃 西口基地 我听说过这个基地 里面的确有着导弹车 但西口基地距离我们云江足足有上百公里 我们想要开着基地车 一路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沿途上恐怕会遇到非常多的怪物 赵明的脸色相当凝重 首领 到时候你千万要小心 遇到那些强大的怪物 不要死拼 小心黄明山那群人坐收渔翁之力 唐东点点头 这么简单的道理他自然明白 到时候 谁坐收渔翁之力 还得看各自的本事 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 唐东再度将人们都召集起来 直升机内大约可以搭乘十人左右 冷月西 冷明 赵鹏一 赵杰 李威 唐东一一点名 凡是被他叫上名字的人都走了出来 很快所有人全副武装 出发 他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坐上直升机 哄咚咚 直升机再度出发 这次的目标则是120公里之外的西口军事基地 一行人乘坐飞机出发 由唐东亲自驾驶飞机 很快来到了与王东华等人约定的集合地点 唐首领 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无线电里传来了王耀明的声音 出发吧 唐东回应了一句 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遇 随后保持着100米左右的飞行距离 共同朝着西口军事基地所在的位置出发 螺旋桨的巨大轰鸣声一路响彻不断 双反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飞行高度 120公里的距离并不长 在直升机每小时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下 仅仅只是大半个小时就已经到达 只见远处的山林之中 一个隐藏在山间的军事基地 已经出现在了唐东等人的面前 首领 已经看到西口军事基地了 赵杰坐在副驾驶上 他手中拿着望远镜 仔细观察着数百米外西口基地的情况 只见远处 整个基地内可谓是一片狼藉 地面上到处都是残留的血迹 基地十分混乱 明显看得出来曾经爆发出激烈的战斗 无线电里再度传来了王耀明的话 唐首领 我们直接降落下去吗 唐东想都没想就否决 王耀明这条蠢货 难道当他是傻子不成 整个西口基地都被攻破 显然里面有着强大的怪物存在 要是直升机就这么明目张胆地降落下去 恐怕还在半空当中就会被打下来 我们在基地一公里左右的地方降落 然后不行过去 唐东语气淡淡 那头的王耀明答应下来 双方纷纷开始在一片开阔地上降落 最终稳稳当当地停在草地上 舱门打开 全副武装的众人纷纷从里面走出来 对面王东华的人更多 加起来足足有15人 而且 他们身上的装备 明显比唐东等人更加先进 双方的差距 看起来就像是普通部队 与精英特种兵的区别 唐首领手下的装备 看起来还是差了一些 王耀明阴阳怪气道 语气里面那讥讽之色 任谁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唐东瞥了他一眼 冷冷道 是吗 某个人装备这么精良 上次还不是像丧家之犬一般逃跑 此话一出 王耀明脸上的神情 瞬间就阴沉下来 眼神里仿佛有着怒火在燃烧 唐少领 你不要太过分 上次是你二打一围攻我 我才败给了你 若是一对一的战斗 我根本不会比你差 王耀明怒火万丈 他身边的手下立刻站出来 王少 别太生气 小心是陷阱 那手下低声在王耀明耳边道 草坪上的气氛有些诡异 因为两人的对话 气息瞬间就剑拔弩张起来 仿佛充满了火药味一般 冷月熙等人目光也冰冷起来 一个个死死地盯着王耀明几人 只要他们要动手 那众人就会第一时间反击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充满了火药味 仿佛是空气都凝固起来 唐东深深地看了王耀明一眼 够了 我这次过来的目的是 获取导弹车 不是与你吵架 接下来做正事吧 如果你要与我战斗 那就等这次食人古术的事情结束 到时候 我一定奉陪 说完了这句话 唐东转身离开 其他人跟随在他的身后 一起朝着西口基地所在的方向走过去 王耀明看着唐东离去的北京 他咬紧了牙关 脸上的神情可谓是阴沉到了极致 唐东 你张狂不了多久 不用等食人古术的事情结束 今天我就会杀了你 哼 我们走 王耀明大手一挥 一群人跟上唐东他们的步伐 两拨人朝着西口基地所在的位置过去 很快就进入了森林范围 沿途没有遭遇任何的怪物 很快就来到了西口基地的附近 透过围墙与铁丝 一群人都能够看到西口基地内的情况 唐东接过赵捷递过来的望远镜 然后仔细观察着西口基地的情况 硕大的基地寂静无声 安静到了极致 地上到处都是开始腐烂的尸体 从尸体腐烂的痕迹来看 显然这些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以至于浑身都爬满的蛆虫 龙裂的恶臭遍布整个基地 哪怕是呼吸一口 都让人感觉仿佛身处地狱 操 这也太臭了 一人忍不住抱怨道 几人拿出了防毒面具戴上 但哪怕是经过空气的过滤 这种恶臭依旧挥之不去 唐东面色如常 前世这样的情况 他不知道见过多手 一眼看出来了 西口基地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妖灵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基地里面有一只强大的妖灵 那只妖灵杀了基地里面的所有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这些士兵的尸体 才没有被吃掉 而是腐烂 唐东眯着眼睛 他的话却让王耀明等人 心中狠狠地一跳 几人都面色大变 万万没想到 唐东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几个人神情都一变 连忙将目光看向王耀明 眼神里面都有着询问的意思 王耀明表情略微有些僵硬 原本他还准备将唐东一行人 引诱到那只妖灵所在的地方 然后让其与妖灵战斗 如果能被妖灵杀死 那自然最好 但哪怕对方逃了出来 也必然是身受重伤 到时候 再由自己等人出手 就可以顺利地杀死唐东一行人 但万万没想到 唐东居然看出来了 该死的 这下子麻烦了 王耀明心中有着恼怒的情绪 殊不知他们几个人 这样的异常情况 被冷月熙看在了眼里 冷月熙用手戳了戳唐东 压低声音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唐东微微点头 眼角的余光 瞥了王耀明几人一眼 目光里有着冷意 这时 王耀明开口道 唐首领 接下来我们该动手了吧 导弹车就在基地里面 但这个基地的面积很大 我建议兵分两路 这样能节约时间 我们搜索基地的东面 由唐首领 你带着手下的人 搜索基地的西面 你觉得如何 他目光看向唐东 谁知道唐东脸上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后道 不 我觉得东面不错 我想要搜索东面 此话一出 王耀明和他手下的脸色 都不由地僵硬了一下 王耀明露出恼怒的神情 唐首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怀疑 我会故意坑害你吗 没错 我就是这样怀疑 唐东直接承认了 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王耀明的不信任 他直接不理会 王耀明的神情 起身就带着自己的人 朝着基地的东面过去 等等 眼见着唐东居然不上当 王耀明急了 唐东的做法 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一下子让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前面的唐东 好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 任凭他怎么叫喊 都不停顿下来 碰 王耀明怒火万丈 他狠狠一拳轰在地上 神情显得有些争鸣 唐东居然有这么强的防备性 这一下子 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失败了 身边的手下一个个表情 都有着无奈之色 一人道 王少 我想唐东恐怕是看穿我们的计划了 此人能够拉起一支队伍 足以可见 他不是什么愚蠢的人 他故意跟我们调换位置 很可能是知道了 我们算计他 是啊 我们都小看了唐东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 王耀明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怒火 这时他突然反应过来 唐东一行人 去探索基地东面的位置 那岂不是要由他们来面对 那只强大的妖灵 操 王耀明口中 狠狠地怒骂了一句 这一边 唐东已经带着众人来到了西口基地东面的位置 沿途众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一片狼藉的样子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凝重的神情 提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怪物 唐东走在前面领路 他目光同样凝重 蕾娜 你感知到妖灵的气息了吗 唐东询问道 主人 我并没有感知到任何妖灵的气息 有两种可能 要么那只妖灵并不在这片区域 要么就是它已经离开了不断的时间 以至于气息已经消散了 蕾娜回答道 有着蕾娜在 那只妖灵想要偷袭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时 蕾娜却说出了一个让他没想到的猜测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个基地里面的怪物根本不是妖灵 闻言 唐东的脸色更加凝重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们就必须要更加小心谨慎了 众人一路探索着 很快就进入了基地内部的区域 轰隆 推开一栋建筑的大门 仔细一看 这栋建筑赫然是一个停机房 里面正停放着足足四架武装直升机 除此之外 好东西 首领 我们可以将这些飞机开回去 赵杰两眼放光 冷明快步地走上前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首领 快过来看看 这些武装直升机上 都携带着一些空对地导弹 几人快步走过去 果然 这四架武装直升机上 全部都挂在着几枚导弹 尽管只是小型导弹 但破坏力可是丝毫不弱 好 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 不过这种小型导弹的威力还不够 我们需要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才行 唐东摇了摇头 十人古术的等级已经到了轨阶中级 甚至接近上级 这已经不是小型导弹所能够解决的了 找 我们需要导弹车 唐东毫不犹豫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凄厉的惨叫神 从基地南面的方向传来 这道惨叫声非常痛苦 好像是声音的主人 遭遇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一般 是王耀明他们 几人都不由得面色一变 首领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冷月夕的目光看向唐东 等待着他拿主意 唐东犹豫片刻 我们过去 王耀明如何死在这里 那王东华那边 我们不好交代 这次合作很可能会失败 他要死 但不是死在这里 一行人立刻朝着惨叫声传来的方向赶过去 很快就来到了基地的南面 这里赫然是基地宿舍与食堂的位置 啊 救我 惨叫声再度出现 几人立刻看过去 只见宿舍的二楼 王耀明的某个手下 正在被敌人追杀 但那敌人完全看不见身形 众人看过去 只是见到那个人 正在狼狈不堪地逃跑 突然之间 仿佛是一柄无形的利剑 穿透了那人的胸膛 那看不见的敌人 直接将那人举了起来 可怕的力量爆发 直接将其身躯硬生生撕开 破 那人被一分为二 大量的鲜血喷涌出 直接染红了宿舍的走廊 卧槽 妖灵不是无法造成物理伤害吗 赵洁震惊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唐东的表情 同样万分凝重 蕾娜这个时候 也显露出身形 他道 主人 那并不是妖灵 碰 一道众物落地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传来的 就是急促的脚步声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迅速朝着唐东他们接近 退 我们快走 唐东毫不犹豫 众人立刻快速地推开 但身后那看不见的怪物 却穷追不舍 对方的速度很快 短短几个 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了唐东等人的面前 So 利润撕裂空气的声音响起 因此跑在最后面 当即被那怪物盯上 那无形怪物一剑斩下 眼看着马上就要将刘东杀死 当 千军一发之际 唐东狂奔而来 挡在了刘东的面前 那无形怪物的戾气 狠狠斩在唐东的身上 发出金属交击的声音 走 你们先走 这头怪物我来对付 唐东大声喊道 我来帮你 冷月熙的声音传来 伴随着他话音落下 大量的寒气 从他的四周涌现而出 转眼之间 就形成了一场小型的风暴 风暴席卷而过 以至于四周的空气温度 都在骤然降低 我感知到他的身影啊 首领 这头怪物 由我来对付 冷月熙面色冷烈 眼神里面有着寒光在闪烁 唐东眼睛亮起 冷月熙可以操控寒气与冰霜 他的能力 用在眼下的场合 非常合适 这是无形的怪物 他看不见 若是他来战斗 那只能凭借着 刚化的能力硬抗 但冷月熙 却可以利用寒气 来感知这头怪物的身形 甚至逼迫他现身 也不是不可能 果然 冷月熙操控着寒气疯狂的肆虐 遍布方圆上百平方米的范围 在强大的寒气之下 那头怪物的轮廓 渐渐显露出来 这头怪物 身高超过三米 模样猙獰 形态类似于人类与野兽的结合 双手是锋利的利剑 不过最为奇特的还是 这只怪物的脸上 有着一张白色的面具 虚 看着这只怪物的身形 刘东顿时脱口而出 的确是虚 这种怪物根本不是妖灵 而是魂魄被内心的欲望 所吞噬后化作的怪物 赵杰显然对这种怪物 很是了解 手脸 这是来自动漫里面的怪物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 要小心一些 这种怪物的实力很强 赵杰刚刚提醒 这头虚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手段 他猛然张开了嘴 淡红色的光芒 在其口中汇聚 猛然爆发而出 哄 这红色光芒的速度 快到了极致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就来到冷月溪的面前 冷月溪面色不变 强大的寒气爆发而出 在其面前 形成了一面坚固无比的冰墙 哄 红色光芒与冰墙碰撞在一起 立刻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无数的寒冰碎屑 四散而出 遍布四周 这是虚闪 小心它 可以连续发射 赵杰大声提醒 嗖 嗖 嗖 一道道红色光芒 不断从虚的口中击射而出 好像是机关枪一般 没有停歇 巨大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冰墙包裹住了冷月溪的身体 抵挡着虚闪的爆炸 但在虚源源不断的进攻之下 冷月溪所制造出来的冰墙 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这一边 唐东没有看戏 既然虚在冷月溪的寒气之下 显露出些许的身影 那就到了他该动手的时候 嗖 老鹰的嘹亮鸣叫声响起 一道金色的闪电 从天而降 狠狠地劈在虚的身体上 嗖 虚口中惨叫一声 目光看向了天空上的闪电雷音 张嘴便是一道虚闪射出去 闪电雷音灵活地闪避 它扇动着翅膀 无数的金色闪电 在其身上不断地闪耀 哄 哄 哄 大量的金色闪电不断落下 几乎是没有任何停歇的样子 金色闪电与红色光柱 不断地碰撞在一起 一时之间 轰鸣声震耳欲聋 响彻整个基地 好 好 好 但此时 一道道猙鸣的嘶吼声 在基地里面源源不断地响起 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居然有这么多 唐东瞳孔不由的一缩 走 我们马上走 离开这座基地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导弹车固然重要 但生命安全显然更甚一筹 谁能想到 这座导弹基地里面 居然有这么多虚 这些名为虚的怪物 每一头实力都达到了虎尖 从刚才出现的吼叫声来看 恐怕这座基地里 虚至少有十头以上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 一群人立刻逃跑 唐东快步上前 两只手各自抓住 刘东与赵杰 将他们提起来狂奔 几人迅速逃出基地 身后的虚则是紧追不舍 但奇怪的是 这些虚追到基地门口的时候 却十分奇怪地停止了下来 并没有追杀出来 我的妈呀 这座基地也太危险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多怪物 刘东面色有些发白 这全是吓的 他浑身上下都是冷汗 整个人看上去 好像是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样 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难看 西口基地的危险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就连唐东也没有想到 这西口基地 居然隐藏着这么多怪物 前世他可没有听说过 西口基地这么可怕 是蝴蝶效应吗 因为我的重生 以至于这个世界 发生了一些改变 唐东脸色凝重 熙熙索索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立刻吸引了几人的注意力 实力滚出来 唐东口中爆喝 一道金色闪电 瞬间击事而出 披在几十米外的一棵大树树盖上 树林里面 几个人有些狼狈地从里面走出来 仔细一看 不是王耀明一行人又是谁 不过此刻王耀明等人 显得相当狼狈 总共十几人的队伍规模 现在只剩下了八人 就连王耀明 自己也身上带着伤势 看上去十分凄惨 哟 这不是王少吗 怎么这么狼狈 哈哈 赵洁当场大笑了起来 王耀明一行人 神情瞬间阴沉 特别是当看到唐东几人 完好无损的时候 表情更加难看了 唐东 你们是怎么从那群怪物手中逃出来的 王耀明质问道 唐东冷冷地看着他 我们怎么逃出来 难道需要向你汇报吗 王耀明 或许你该解释一下 这座基地内的情况 别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 基地内竟然有这么多怪物 唐东的语气满是质问 强烈的杀意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仿佛要凝聚成为实质 王耀明脸色僵硬 不要污蔑我 我们只是前面几天 派人来简单地检查过 当时虽然知道有怪物 但没想到 这才几天的时间 这里面的怪物数量 就发展到这种程度 是吗 唐东深深地看了王耀明一眼 对于他这句话 倒是有着几分可信度 王耀明肯定知道 这基地里面有着强大的怪物 但数量这么多 显然也出乎了对方的预料 否则早有准备的话 他不会狼狈成这个样子 这次的行动取消吧 基地里面的怪物太多了 足足有十来只 而且每一个都是虎街 还掌握了隐形的能力 这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王耀明大声道 不行 唐东直接否决了他的话 我们需要消灭食人古术 这基地里面的导弹 是必须要拿到手的 唐东语气坚决 面对这话 王耀明冷笑起来 唐东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由你去面对里面的怪物 我们走 说完之后 王耀明马上就准备 带着手下的人离开 唐东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是吗 看来王大哨胆小成了这个样子 堂堂黄明山基地的大哨 就这么点胆气 你若是吓得尿了裤子 那你就自己回去吧 此话一出 王耀明原本准备离开的脚步 瞬间停顿下来 他满脸阴沉地转过头 唐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吗 这么点怪物 就把你吓得狼狈逃窜 我看你以后改名吧 叫王跑跑 更加贴切 唐东的嘴巴十分毒辣 那讥讽的话语 好像是刀尖一般锐利 哈哈 冷明几人顿时大笑起来 笑声里面有着浓浓的嘲讽 草泥吧 唐东 你欺人太甚 王耀明勃然大怒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如何接受得了这样的讥讽 一旁的手下连忙安抚他 死死地按住 王耀明暴怒的身形 王少 冷静 几人安抚着他 王耀明深吸一口气 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他一双眼睛里面满是杀影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 王耀明心中的怒火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唐东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你说 该怎么解决里面的怪物 王耀明咬牙切齿 说话的时候 他双手都握紧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 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唐东眯着眼睛 你手下的这些人里面 有几个虎杰 包括我在内 总共四个 王耀明冷冷到 唐东目光微微闪烁着 王耀明那边 能有四个虎杰 而自己这边虎杰的数量也不少 双方加起来 其实虎杰的数量 足足有十人之多 从数量上来看 并不弱于基地里面的那些虚 但虚可以隐身 面对这些看不见的敌人 想要将其解决相当困难 更别说在基地的最深处 很可能还盘踞着一头 比虚还要强大的怪物 引诱 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 这些虚因为不知名的原因 他们不会踏出基地 同时 只要不是闹出太大的动静 那么虚并不会全部出动 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派人进去 将虚一只只引诱出来 然后逐个击破 唐东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耀明几人文言 都露出了沉吟的神情 蓝承红走到王耀明的面前 他压低声音 王少 唐东的计划不错 或许我们可以答应 咱们两个队伍联合起来 人数绝对不少 到时候围攻之下 哪怕这些怪物实力强大 也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 最为关键的是 如果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离开了 到时候唐东回去告我们的状 那我们不好交代 文言 王耀明面色有些阴晴不定 两久之后 他终于抬起头走上前来 好 我们答应了 但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双方各自轮流派人进去 引诱怪物出来 王耀明冷笑着 他生怕被唐东占了便宜 既然是你唐东提出来的计划 那就由你的人先进去引诱 如果计划能够成功 那我们就跟随 唐东双手抱胸 面色平静地答应下来 可以 一旁的赵鹏一 立刻走出来 他毫不犹豫 手里 让我第一个进去吧 我刚刚加入基地 需要展现自己的价值与实力 唐东点了点头 他轻拍赵鹏一的肩膀 将铁血长矛交给他 小心一些 我让蕾娜跟着你 赵鹏一点了点头 然后便感觉一个东西 进入了他的身体 他随即出发 走进了基地内 与此同时 唐东则是依靠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闭上了眼睛 看似他好像是在假妹 但实际上 已经连通了蕾娜的视线 赵鹏一步一步走进基地里面 手里紧握着铁血长矛 目光里面全是警惕 蕾娜将自己的感知发挥到了极致 同为灵体类的怪物 尽管虚并非妖灵 但他还是能够感知到一些虚的踪迹 基地里面寂静无声 刚才的战斗结束 现在整个基地 已经重新恢复了平静 小心 虚出现了 就在你的左前方十五米的位置 他已经盯上了你 蕾娜的声音 在赵鹏一的脑海里响起 他立刻转过头去 看向左前方 但那里 却肉眼什么也看不到 这种灵体类的怪物 果然非常难缠 赵鹏一的心中 如是想到 碰 碰 碰 就在这个时候 急促的脚步声立刻响起 那头须彻底锁定了赵鹏一 马上朝着他狂奔而来 快跑 蕾娜提醒道 赵鹏一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转身 就朝着基地出口的位置狂奔 一人一怪物 一追一头 身后的虚井追不舍 一双贪婪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赵鹏一的身形 他的身躯虽然庞大 但移动速度却非常敏捷 眼看着双方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哄 这时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随之而来的 就是剧烈的冷空气 原来是冷月锡出手了 他操控着寒气而来 低温的寒气冻结了空气 形成冰晶 这些冰晶挂在虚的身体上 让他的身形轮廓显露出来 动手 唐东口中轻贺 早已经酝酿好的金色闪电 立刻击事而出 轰隆 雷鸣声炸起 直接落在虚的身体上 让其口中 发出凄厉的惨叫 王耀明不甘示弱 强大的黑焰也涌现出来 凝聚形成一枚篮球大小的火球 So 黑色火球击事而出 然后狠狠地炸开 众人立刻发动了攻击 在数位虎借的围攻之下 哪怕是虚的实力强大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击 哄 虚的身体瞬间炸开 最终凝聚成为了一枚淡蓝色的结晶 唐东一步踏出 迅速将那元晶抢在手中 等等 这枚元晶 我们也有出力 蓝成红立刻道 唐东神情淡然 虚是我的人引诱出来的 当然是我们的 这次轮到你们去引诱 等会儿击杀后的元晶属于你们 说着 唐东将元晶交给赵鹏义 可以 王耀明答应下来 这个分配很公平 他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蓝先生 有你进去引诱吧 蓝成红面色一变 他目光看向了其他人 其余几人立刻退后了一步 老蓝 第一个就有你进去吧 等会儿也是会轮到我们的 众人都已经这么说 蓝成红只好阴沉着脸色答应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走入了基地当中 蓝成红更加小心翼翼 短短不过几十米的距离 他硬生生走了好几分钟 这才来到宿舍的大楼下面 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四周 同时将自己的五感发挥到了极致 生怕从某个角落 跳出一头怪物来 So 瞬息之间 一道细微的破空声响起 传入了他的耳朵里面 蓝成红浑身汗毛乍起 毫不犹豫转身狂奔 Po 但身后须的立爪 还是落在他的后背上 好在他反应迅捷 那立爪仅仅只是擦着他的后背过去 留下一道不深不浅的伤痕 草 蓝成红心中破口大骂 夺路狂奔 迅速将这头须引诱到基地的门口 唐东等人早已经等候多时 见着虚过来 立刻如法炮制 按照刚才的做法 再来了一遍 轰 轰 轰 在一系列的轰鸣声下 第二头须很快死亡 身躯化作一枚圆金 王耀明一个箭步上前 一把将那圆金握在手中 脸上也露出笑容 蓝先生 圆金我就暂时留下 等任务结束后再进行分配 这话让蓝成红有些不悦 他刚才可是看到了 对面的唐东 直接将圆金交给了 去引诱虚的赵鹏义 这么一对比 差距顿时凸显出来了 这次我去吧 冷明笑着走出来 唐东点头答应下来 一行人随即开始轮番 进入其中 将里面的虚引诱出来 在这种计谋之下 里面的虚正在逐渐被杀死 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 基地里面的虚 已经没有几头 而这次 则是轮到了王耀明 门口的树林里 两部人都在这里 但此刻 双方的人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 唐东这边的人神情悠闲 哪怕是刚才进去 将虚引诱出来 也每个人都是毫发无伤 反观王耀明这边 则是各个带伤 面对那些看不见身形的虚 想要将其引诱出来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以至于他们每一个进去的人 都受了伤 王少 这次该你了 唐东的嘴角 有着几分细腻 王耀明脸色相当难看 他阴沉着脸色 唐东 你用了什么办法 为什么你的人进去 都毫发无伤 我自然有着 我的手段 与你无关 唐东冷笑着 王耀明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他直接发动了龙化的能力 整个人瞬间化作 一头巨大的龙人 哼 这些怪物不过虎见 我倒要看看他们 怎么攻破我的防御 王耀明自信十足 他静止地走进基地内 很快便来到宿舍楼下 就在他踏入宿舍大门的时候 一道攻击瞬间到来 落在他的后背上 当 金属交际的声音响起 同时冒出一片火花 终于出现了 王耀明感受着背部的攻击 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他没有选择逃跑 反而是猛地朝着那须的身影 扑过去 唐东 本少这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 就算是隐身的怪物又如何 还不是要死在本少的手下 王耀明争鸣笑着 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强大的黑焰 立刻从身上涌现出来 瞬间宛若风暴一般 朝着西面八方涌动 黑焰席卷 所到之处 一切都被焚化 同时也命中了那隐匿的须 好 黑焰在须的身体上剧烈燃烧 让其发出痛苦的巨大嘶吼声 哈哈 王耀明肆意大笑 什么虚 在他的黑焰面前 也只是丧家之犬而已 黑焰可以大范围攻击 而他龙化之后 也有着强大的体魄 只要虚敢靠近 那就只有死亡的下场 果不其然 那头靠近的虚在黑焰的焚烧之下 凄惨无比 王耀明在发现了对方的身形后 直接扑了上去 他猛地甩尾 巨大的尾巴 狠狠抽在虚的身体上 虚的身形 瞬间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哄 一枚黑色的火球紧随其后 瞬间爆炸 剧烈的轰鸣声响彻基地 同时也传到了外面 唐东等人的耳朵里 怎么回事 王耀明这个蠢货 在干什么 不是让他将虚引诱出来 就可以了吗 唐东脸色冰冷一片 听着里面剧烈的战斗 他立刻猜出了王耀明的想法 这个蠢货 对面的蓝成红等人脸上微微笑着 唐首领不用担心 王少实力强大 区区一头须 根本不是王少的对手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王少胜利凯旋就可以了 唐东皱着眉头 王耀明的实力的确不弱 一头须的确奈何不了他 但他担心王耀明这么激烈的战斗 引出了基地深处的那头怪物 这些虚的出现明显不正常 他怀疑 是有强大的怪物 刻意将其制造出来的 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 那基地深处的那头怪物 实力就会非常可怕 恐怕至少也是虎街上级 甚至虎街巅峰 说不定连诡计都有可能 哄 哄 哄 基地宿舍楼处 一道道巨大的轰鸣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在王耀明强大的实力之下 那头须被死死压制 几乎没有多少的反抗之力 哄 伴随着最后一道轰鸣声 这头须直接被杀死 身体化作圆巾掉落在地上 哈哈 果然是弱者 王耀明肆意大笑着 脸上的神情 全部都是得意洋洋 他捡起地上的圆巾 随机便打算离开 刚才那么大的动静 都没有引来其他的须 想来是因为基地里面的 须都已经被解决掉了 想到这里 王耀明立刻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他马上就要走的时候 一道红色的光线瞬间击视而来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王耀明的身后 什么 王耀明感知到身后的危险 但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那红色的光线已经贯穿了他的腹部 啊 王耀明痛苦地惨叫 整个人五官都扭曲起来 腹部巨大的伤口 让他当场半跪在了地上 鲜血流淌不止 怎么可能 王耀明震惊不已 刚才的攻击来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转过头一看 只见一头模样猙獰的怪物 正趴在百米之外的食堂楼天台上 基地门口 唐东等人都听到了王耀明的惨叫声 所有人面色都不由得一变 出事了 我们进去 唐东立刻闯入基地内 其他人紧随其后 一众人快步地来到王耀明面前 随后就看到了 那头隐藏在基地深处的怪物 那怪物大约有着十米左右的高度 身长更是足足有三十米 庞大的身躯 如同是一座小山一般 哪怕只是看着都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赵洁 刘东 那是什么东西 唐东开口询问 虚这种怪物出自某个动漫 但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动漫 地球上具现而出的怪物种类 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是他这个在末世混了好几年的人 也无法说出所有怪物的名字 这 不知道啊 我敢肯定 那部动漫里面绝对没有这种怪物 刘东连忙到 唐东皱起了眉头 这么看来 这头怪物并非是来自动漫 而是来自某个人看了动漫之后 在脑海里我改出来的东西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救我 王耀明大怒着 蓝城红几人连忙走过去 将受伤趴在地上的王耀明搀扶起来 这时 那头巨大的白色怪物已经有所行动 他再度张开了嘴 红色的光线在其口中汇聚 Soul 快 这红色光线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伴随着凛冽的破空声 那红色光线已经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然后猛然炸开 哄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基地 狂奔的力量肆虐不止 将所有人都笼罩了进去 快走 这已经是虎街巅峰 接近鬼街的怪物 唐东急切的声音响起 众人连忙逃窜 但这时 那白色怪物猛然张开了嘴 只不过这次不是吐出红色光线 而是吐出了一头须 那头须被吐出来之后 立刻就朝着众人狂奔而来 而这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 第二头须被吐出来 然后是第三头 第四头 一连足足五头须被吐出来 这些须都有着半透明的身形 或许是因为刚刚诞生 以至于还没有完全隐形 仔细看 依旧能够看到他们的轮廓 这些须竟然是这头怪物吐出来的 这一幕震惊了众人 赵杰与刘东都迷糊了 须是这么诞生的吗 这头巨大的白色怪物 到底是从谁的幻想中诞生出来的 居然还有制造须的能力 五头须立刻追杀过来 他们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已经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轰隆 雷霆声响起 天空上闪电雷音 直接降下树道闪电 狠狠地落在这些须的身上 大量的金色闪电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接连不断 几乎是一道接着一道 一头须快步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庞大的身形有着巨大的压迫感 雷娜 唐东低贺一声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是时候该雷娜现身了 既然是零体类的怪物 那由雷娜来对付 才是最为合适的 唐东的话音刚刚落下 雷娜便已经现身 他不过一米五的身高 与这些身高超过三米的须比起来 可谓是差距明显 那乖巧可爱的模样 更是巨大反差 但下一刻 雷娜张开了嘴 啊 哄 无形的波纹 从雷娜的口中发出 犹如是平地 炸起一道惊雷 灵魂尖笑 特别的波纹 瞬间炸起 直接落在一头须的身体上 哄 那须的身躯瞬间炸开 在灵魂尖笑 这项强大的能力之下 同为虎街 这头须竟然被直接秒杀 这惊人的一幕实在害人 哪怕唐东都没有想到 灵魂尖笑的威力 竟然这么强大 好 他脸上狂喜 伴随着雷娜的声音响起 第二道灵魂尖笑 随之而来 哄 又是一头须直接死亡 这些须在雷娜的灵魂尖笑之下 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短短时间 五头须全部死亡 只剩下圆巾掉落在地上 怎么可能 蓝橙红震惊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人都神情骇然地看着雷娜 雷娜一连释放了五次灵魂尖笑 精致可爱的小脸上 明显露出疲惫的神情 显然 这项技能虽然强大 但消耗也异常恐怖 主人 我没有力气了 说着 雷娜重新回到唐东的身体里面休养 王耀明看得双目欲裂 他万万没有想到 唐东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底牌 该死 这个家伙到底还有多少的手段 王耀明咬紧了牙关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能力 已经是天下无敌 但此刻与唐东比起来 他就好像是小丑一般可笑 唐东没有理会王耀明 他将地上的五枚圆巾捡起来 目光看向了白米之外那白色怪物 对方依旧趴在食堂大楼的天台上 一双冰冷的眼睛 此刻正注视着唐东等人 等等 这头怪物为什么不追杀上来 而是刚才吐出虚之后 就一直盯着我们 难道他不能行动吗 赵洁发现了不对劲 他的话提醒了众人 唐东的眼睛亮起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唐东心中记上心来 一群人立刻来到了基地的东面 然后打开机舱仓库大门 里面的四架武装直升机 瞬间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看到这武装直升机 所有人都明白了唐东的意思 蓝成红走上前来 我来驾驶一架 他与唐东都各自坐上一架武装直升机 随后众人打开了头顶的空洞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两架武装直升机缓缓升空 武装直升机迅速来到了白色怪物的上空 对方此刻还趴在原地不动 但口中却凝聚出了红色的光芒 唐东马上按下了火箭弹发射的按钮 武装直升机两次的火箭弹 瞬间击射而出 拖着尾燕来到白色怪物的面前 轰 轰 轰 数枚火箭弹直接爆炸 巨大的火焰冲天起 同时伴随着爆炸产生的轰鸣声 一枚又一枚火箭弹没有任何的停歇 唐东直接将两次的火箭弹全部倾斜出去 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肆虐不断 恐怖的火光当场吞噬了白色怪物的所有身影 两久之后 当一切都停止下来 远处食堂大楼所在的位置 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那巨大白色怪物的身影早已经不见 废墟之中仅仅只有一枚婴儿拳头大小的圆巾 太好了 众人健壮 脸上都有着兴奋的神情 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总算是有惊无险 将基地里面的怪物解决掉 不过相比于赵杰等人的兴奋与喜悦 王耀明的脸色则是难看到了极致 该死 他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这里的怪物将唐东除掉 然后他坐收鱼翁之力 但现在他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是受了重伤 手下也损失了近半 想到这里 王耀明的眼里不由地浮现出浓浓的怨毒 片刻后 唐东拿着圆巾返回 唐东 这没圆巾 我们也有份 王耀明立刻道 唐东瞥了他一眼 刚才那五只须是我杀死的 最后的白色怪物也是我杀的 你凭什么有份 这话让王耀明哑口无言 但他怎么甘心 这可是虎街巅峰的元巾 足以让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现在被唐东拿走 那下次见面 唐东岂不是要实力大增 唐东没有理会王耀明 他看向了冷月锡等人 怪物已经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搜索吧 尽快将导弹车找出来 好 众人立刻开始对整个基地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很快 三辆导弹车便找到 长达十几米的导弹车 看上去十分霸气 庞大的车身给人一种莫名的威慑 足足三枚导弹 每一枚导弹的装药量都超过五百公斤 足以轻易一平方圆 上千平方米范围内的一切 找到了导弹车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出发吧 接下来将这三辆导弹车全部开走 行驶到云江 到时候 三枚导弹全部发射 就算是食人鼓术也要死 唐东眼里有着金光在闪烁 轰隆隆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三辆导弹车成功启动 除了导弹车之外 众人还将基地里面的军用卡车开走 足足八辆车 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车队 天空上则是飞行了四辆武装直升机 护送随行 一路上 队伍沿着道路出发 为了避免吸引到那些强大的怪物 众人特意选择了一条偏僻的路线 但尽管如此 一路上依旧有着不少的怪物 源源不断过来袭击 才行驶了几十公里的距离 就先后遭遇了数十波怪物的袭击 以至于众人时不时就要走走停停 这几十公里硬是走了接近一个下午的时间 天空上那轮红日已经渐渐落下 不知不觉来到了黄昏的时候 唐首领 天色已经黑暗下来了 我们要停止下来 安营扎寨 蓝橙红的声音从无限殿内传出 好 我们找一片空地安营 唐东 夜晚出现的怪物比白天更加强大 就算是唐东也不会选择在夜晚的时候 还在天空上飞驰 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吸引过来强大的怪物 晚上的视线又不太好 说不定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 众人寻找了一个较为宽阔的空地 将导弹车停止下来 天上的几架武装直升机也随之降落在路边 一行人简单地吃过随身携带的干粮之后 就进入了休息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 黑夜彻底降临 一轮弯月渐渐爬上了夜空 皎洁的月光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好像是为整个车队披上了一层洁白的月纱 黑夜之下寂静无比 现场可谓是安静到了极致 似乎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唐东坐在武装直升机内 他闭上眼睛小睡 但依然保持着一部分精力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深夜 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突然响起 让唐东惊醒过来 他瞬间睁开眼睛 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一个人从王耀明那边的营地里走出来 一路晃晃悠悠地走到路边解开裤子 随后就响起了一阵细微的流水声 原来是撒尿啊 唐东眼里的警惕之色瞬间消失 整个人又重新眯起了眼睛 而几十米之外 那人一阵释放后打了一个冷战 他的双眼还迷迷糊糊 一副是没睡醒的样子 不过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一阵流水声 似乎是河流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这附近有河吗 王剑忠的脸上有着一抹疑惑之色 正好白天经历一番战斗后 他浑身上下都是尘土 既然有河 那就洗个澡好了 这么想着 他朝着水流声走过去 很快就看到一条宽度 大约十几米的小河 出现在他的面前 河水算不上清澈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这略显昏暗的河水 反射着光芒 他马上脱了衣服 准备清洗一下身体 忽然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不远处 竟然有一道身影的存在 那人影的突然出现 将这个人吓了一跳 眼神里面警惕 谁 突然起来的呵斥声 同样也吓到了不远处的人 那人转过头来 这赫然是一个 绝美无比的女人 精致无比的面容 好像是上帝雕刻出来的 完美杰作 他此刻身上一丝不挂 月光照耀之下 那近乎完美的身躯 在河水当中若隐若现 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 好美的女人 王健中忍不住看呆了过去 女人她见过不少 但漂亮到这样程度的女人 她从未见过 简直是如同下凡的仙女一般 现在四下无人 营地那边所有人都在休息 只要她小心一些 或许可以 这个大胆的想法 从王健中的脑海里面冒出来 她咽了一口口水 立刻朝着那个女人走过去 别 不要过来 女人或许是看到了 王健中眼里的贪婪之色 她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惊恐与害怕的神情 但这样的表情 反倒是让她看上去 更惹人联系 同时也让王健中内心 那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 她一下子纵身跳跃进河水里 朝着那个女人游动过去 女人慌乱不已 连忙想要逃跑 但又如何逃得过 王健中这个虎接强者的爪牙 没几下就被抓住 王健中兴奋不已 感受着怀中女人 一丝不怪的身躯柔软丝滑 她激动到了极致 将女人死死抱住 准备施暴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抖声 怀中原本剧烈挣扎的女人 突然发生了变化 她那一双牵牵玉手 化作了恐怖的利爪 直接洞穿了王健中的胸膛 剧烈的痛苦 让王健中惨叫一声 这一道惨叫响彻黑夜 但诡异的是 却没有白米之外 营地内的任何人 王健中低头一看 自己的心脏 竟然已经被这个女人挖出来 女人的形态 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脸上顿时露出惊恐的神情 这哪里是什么绝美仙女 根本就是一个 浑身长满了白毛的人形怪物 啊 王健中的惨叫声响彻四周 白米之外 营地内的众人 还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蓝成红起来准备巡夜 他在营地里转了一圈 忽然发现有些不太对劲 王健中呢 蓝成红发现 队伍里面竟然少了一个人 王绍 不好了 快醒醒 王健中不见了 蓝成红连忙叫醒了王耀明 他的声音也惊动了其他人 众人纷纷从睡梦中醒来 唐东意识从机舱内走出来 他皱着眉头 发生什么事情了 王健中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谁看到他 王耀明也意识到不对劲 他作为队伍的领队 手下的人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这让他怎么能接受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唐东想起来 自己刚才看到一个人 他将事情说出来 人们这次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上厕所去了 真是吓我一跳 冷明翻了翻白眼 王耀明狠狠地瞪了蓝成红一眼 下次没调查清楚 不要这么打惊小怪的 蓝成红尴尬地笑了笑 搞了半天原来是乌龙 但这个时候 唐东意识到不对劲 他看了一下时间 顿时瞳孔一缩 不对劲 王健中恐怕出事了 之前我看到他上厕所的时间是午夜一点 现在都接近三点了 什么厕所要上一个半小时 唐东瞬间面色凝重 什么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王耀明瞳孔一缩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我们过去看看 一众人立刻号着 王健中消失的方向赶过去 最终在河边停止下来 这里有尿骚味 王健中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 冷明有了发现 他在地上寻找脚印 然后一路寻着脚印 来到了不远处的河边 就看到了脚印的朝向 赫然是眼前这条河流 王健中下水了 冷明有些惊讶 他将自己的发现说出来 这让众人都不由得微微皱眉 冷月熙眯着眼睛 他眼神里面有这一抹疑惑 白天的时候 这里真的有一条河流吗 冷月熙如是道 这话提醒了众人 唐东回忆了一下 脸色瞬间凝重 我可以确定 白天的时候 并没有在附近发现什么河流 他们选择营地的时候 自然探查了四周的情况 当时可没有发现 什么河流之类的地方 哭咚 李渭有些害怕 他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然后往唐东所在的位置靠近 该不会有不干净的东西 将王剑忠抓走了吧 比如水鬼什么的 王剑忠可是虎街 什么水鬼能这么 悄无声息地带走他 这不太可能 蓝成红反驳道 王耀明脸色阴沉无比 一位虎街高手 就这么消失了 这让他回去怎么交代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才几个虎街 之前就已经有人缘损伤 现在又损失一个 饶势他也无法接受 找 不敢王剑忠在什么地方 都一定要将他找出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王耀明的脸色 冰冷的可怕 唐东扫了他一眼 你们随便找吧 我们先回去吧 王剑忠使你的人 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说吧 唐东直接带着人离开 冷月西等人紧随其后 见着唐东他们就这么走了 王耀明几人 脸色都不太好看 我们自己找 王耀明狠狠道 这边的唐东几人 直接离开了 他们寻着过来的方向 朝着营地 走过去所在的位置走过去 这一走 就是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走在前面领路的唐东 猛然停下了脚步 看着四周的荒野 他的脸色 逐渐再度凝重起来 我们中幻术了 营地距离河边 最多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我们怎么可能走了一分钟 还没有到 唐东到 冷月西声音清冷 这么说来 刚才那条河流 恐怕也是幻术 我们中了强大灵体类怪物的陷阱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然能够 让我们这么多人 毫无察觉地陷入幻术 唐东立刻将蕾娜叫出来 然后蕾娜却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 主人 我并没有感知到 任何奇怪的地方 听着蕾娜这么说 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 太夸张了吧 连蕾娜都感知不到 刘东满脸愕然 唐东脑海里面 立刻开始思索着对策 他们这么多人 都能够被对方轻易迷惑 足以可见 这只怪物的实力非常强大 至少都是虎街巅峰 接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分散 与此同时 任何陌生人都不要去搭理 打起十二万份的精神 幻术并非是没有弱点 只要我们找出来就行 我们先回河边去 跟王耀明他们会合 唐东如是道 几人都纷纷点头 然后一行人开始往回走 好在这一次 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顺利地抵达了河边的位置 同时也看到了 王耀明他们正在寻找 王剑中的身影 你们怎么回来了 王耀明语气不善道 我们陷入某个怪物的 强大幻术了 唐东将刚才所发生的 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耀明几人 不由得大吃一惊 脸上都浮现出 骇然之色 草 现在的世界也太危险了 恐怖的怪物 蓝成红忍不住当场破口大骂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王耀明的神情 也好不到哪去 他立刻朝着营地的方向 狂奔过去 但很快又重新回来 好 伴随这一道龙音声 王耀明直接化作了龙人 巨大的黑色翅膀张开 纵身飞跃上了天空 他的飞行速度很快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 数百米的空中 但任凭他如何飞行 都最后会回到河边的位置 果然是幻术 我们该怎么脱脸 那只隐藏的怪物 在什么地方 王耀明发出了两个疑问 唐东双手抱胸 这也是他在思考的问题 前世他也遇到过这种 拥有强大幻术的敌人 这种幻术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指向性幻术 一种是地狱性幻术 前者一般是针对个人 后者则是针对群体 而现在他们每个人都中了幻术 显然是地狱性幻术 这种幻术最大的缺点就是 幻术范围有限 只要能够脱离幻术范围 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办法了 唐东眼睛亮起 他闭上眼睛 马上通过精神联系 沟通上了闪电雷音 就 果然是成功了 他脑海里想起了闪电雷音的声音 刚才因为是出警级 因此 他并没有将闪电雷音 也一起叫过来 这也就意味着 闪电雷音实际上 并不在幻术的范围内 如此一来 破局的方法就出现了 只要让闪电雷音 帮自己指明道路 那就完全可以离开这里 说到底 幻术只是影响无感 而并非真正改变了世界 他马上接管了闪电雷音的身体 控制着闪电雷音飞入高空 为了避免他也被幻术影响到 唐东刻意让闪电雷音的飞行高度 超过了500米 那只怪物的幻术笼罩范围再大 想来也不可能大到这样的程度 否则的话 之前在营地里面 就足以将它们全部控制了 通过闪电雷音的视角 他顺利地看到了 自己等人现在的情况 果不其然 尽管在唐东的视角里 他们这群人 在不停地寻找解开幻术的办法 但在天空上闪电雷音的视角里 他们所有人 却都是保持不动的 我有解决的办法了 唐东开口道 他的话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主意 王耀明口中讥讽 唐东 你可别太逞强 你能有什么办法 唐东瞥了他一眼 然后将自己的进展说出来 冷明几人文言都是大喜过望 太好了 原来幻术还可以这么破茧 少林 那你先离开吧 等脱离了幻术范围后 再用绳子 把我们每个人拉扯出去 冷明哈哈大笑道 可以 到时候 你们千万不要反抗 那头怪物 很可能会弄出一些幻象出来 影响你们 唐东提醒道 说吧 他立刻闭上了眼睛 然后直接通过闪电雷音的视角 开始往着营地的方向走过去 在其他人的视角之下 唐东直接一个转身 竟然朝着河流的方向过去 冷明连忙想要开口提醒 但还没有说话 就被冷月西阻拦 别打扰首领 他现在在用闪电雷音的视角 看清楚道路 他所走的路才是正确的 冷月西淡淡道 唐东一步一步走进了河流当中 他很快感受到了窒息的感觉 同时 四周的河水 直接打射了他的衣服 好真实的触感 唐东心中警惕 如果他猜得不错 自己现在的一举一动 都在那头怪物的视角下 对方看着自己要离开 肯定会阻拦自己的 果不其然 就在他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 一个女人就从不远处 额水里游动过来 女人一丝不挂 柔软滑嫩的身躯 直接贴在了唐东的身体上 留下来吧 你要去什么地方 不要离开我 女人的声音温柔似水 带着楚楚可怜的味道 让人情不自禁 想要联系 但唐东的脚步却异常坚定 任凭女人游说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渐渐的 女人的声音逐渐变得恶毒 她的五官与身形 也开始猙獰起来 双手变成了利爪 直接落在唐东的身体上 短短几秒 唐东的身体 就已经血肉模糊 大量的鲜血流淌而出 直接染红了河水 既然你不想要留下来陪我 那就死在这里吧 女人的声音 充满了暴虐与杀意 她疯狂挥舞着爪子 在唐东的身体上 留下一道道伤痕 唐东面色不变 任凭她怎么破坏 也微额不动 因为在闪电雷鹰的视角之下 她清楚地看见自己 正朝着营地的方向走 身上也根本没有趴着什么女人 十几秒后 随着她走出幻术的范围 原本的女人与河水 瞬间消失不见 她猛然睁开眼睛 脸上也随之露出笑容 成功了 蕾娜从她的身体里走出来 主人 那只怪物的实力很强 我还是没有找到她的位置 无妨 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误的话 这只怪物应该不能够移动身形 否则 她早就将我们拉入幻术了 从幻术笼罩的范围来看 王剑忠起床到营地外面撒尿 她撒尿的位置 就已经进入了幻术范围 等我们发现她失踪去寻找 也跟着 进入了那幻术领域 这才将我们所有人困住 这应该是一只专攻幻术的强大怪物 但身形却无法移动 只要我们走出幻术范围 那么它是拿我们没办法的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从刚才那只怪物的手段 他已经看出了对方的底细 对方的幻术只能困住他们 而无法将他们杀死 如此一来 王剑忠说不定都可能还活着 而且 这只怪物还无法移动 说到底 强大还是有限的 并非真的那么无敌 这种怪物最强大的地方 还是守家 如果能够在基地里面 布设这种怪物 那以后 如果有外人闯入基地 就会直接进入幻术 不得不说 这样的用法相当不错 以至于唐东都行动了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其他人救出来 免得发生什么变化 这次脱离了幻术的掌控 唐东立刻开始寻找 那只怪物的位置 与其一个个去将人救出来 不如直接将那只怪物击败 这样幻术自然就不攻自破 他拿出了夜视望远镜 然后站在高处仔细观察 一遍又一遍地 搜寻那只怪物的位置 然而找了好几分钟 却依旧不见到怪物的身影 难道他进行了伪装 唐东眯着眼睛 口中不由地冷笑 既然你选择伪装 那就别怪我出手了 轰隆 下一刻 一道闪电的轰鸣声 在天空上炸起 叫 伴随着闪电雷音的鸣叫 一道金色雷霆 直接从天而降 狠狠落在地面上 但这只是开始而已 刹那之间 无数的闪电接踵而至 犹如雨点一般 不断地落下 轰 轰 轰 雷鸣声响彻不断 闪电雷音控制了雷霆的威力 提升了闪电的频率 没错 唐东的办法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你不是隐藏吗 那我就将这片区域 全部轰炸一遍 总能找到你的身形 闪电宛若雨点一般落下 很快 一处异常的情况 就引起了唐东的主意 那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 大约有一米的大小 但闪电落在上面 却并没有击打在 普通石头上的效果 反而是电流 不断游走起来 找到你了 唐东眼里闪烁着闪光 闪电雷音鸣叫声传遍四野 一道婴儿手臂粗细的金色闪电 直接从天而降 轰隆 强大的雷霆 在哪怪物的身形上 不断地肆虐 那怪物终于无法继续在隐匿身形 暴露出了最原始的模样 那赫然是一朵高度三米的红色怪异花朵 巨大的身躯看上去 就好像是神花一般 但却盛开着鲜艳美丽的颜色 此刻红色花朵的大嘴 正吞噬着某个东西 仔细一看 不是王剑忠又是谁 跟他猜测得果然没错 这只怪物无法移动 既然你不能动 那我就不客气了 狠狠地打 唐东语气很利 轰 轰 轰 一道又一道金色闪电 接连不断落下 狠狠地劈在这多红色巨花的身上 闪电雷音丝毫不吝啬体内的原力 一口气足足劈出了数十道闪电 那红色巨花终于支撑不住了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口中的王剑忠也掉落了出来 与此同时 王耀明等人也感觉眼前一花 原本笼罩他们的幻术终于解除 幻术消失了 几人又惊又喜 随后便看到唐东微笑着走过来 哈哈 首领成功了 赵解几人自认是得意洋洋 昂首挺胸 而对面的王耀明 则是脸色阴沉 表情僵硬到了极致 他看到了那朵红色巨花 眼里瞬间闪现出凶利之色 毫不犹豫出手 准备将其杀死 黑色的火焰燃烧起来 化作一枚火球 击尸而出 轰隆 一道金色闪电飞射过来 与黑色火球碰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且巨大的轰鸣声 唐东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杀了这只怪物 王耀明冷冷地质问 这只怪物是我打败的 要杀也轮不到你 你还是带着你的人走吧 这只怪物自然会解决 唐东冷冷道 王耀明的表情不太好看 他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也 已经隐约猜到了唐东的能力 对方恐怕是能够收服 各位怪物为自己所用 眼下之所以不让自己 杀了这一朵红色巨花 恐怕也是为了这样的打算 该死 他目光冰冷 这一朵红色巨花的能力 他已经体会过了 可以说是十分强大 尽管无法移动 但用来保护基地 绝对是一等一的强大 他们这么多人 都被直接拉入幻境 这意味着 只要就将这一朵红色巨花 种植在基地里面 那就等于多了一道强大的保险 这种好东西 让他眼红啊 怎么 还不走吗 唐东冷冷地看着王耀明 哼 我们走 王耀明尽管心有不甘 但在唐东的注视之下 他也只好离开 目送着王耀明等人回到营地之后 唐东这才来到红色巨花面前 红色巨花还没有死去 虽然是植物类型的怪物 但生命力却异常强大 他感知了一下对方的实力 果然跟他猜测的一样 是虎街巅峰 之所以被闪电雷鹰打败 纯粹是没有攻击手段 与移动能力 这或所有的能力 都点在幻术上了呀 尽管非常天科 但也是我所需要的 唐东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瞬间发动了统域的能力 精神力量瞬间透体而出 直接轰在了红色巨花的 意识海壁垒上 但红色巨花的实力 是虎街巅峰 意识海十分强大 唐东这一状 对方几乎没什么反应 还不够 闪电 轰隆 一道雷霆直接落下来 狠狠地劈在红色巨花的身体上 唐东抓住机会再度攻击 就算是虎街巅峰又如何 只要陷入虚弱状态 那自己也并非是没有机会 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尝试 冷月西等人 则是守卫在唐东的四周 以防只有人过来打扰 一人一花就这么杠上了 唐东疯狂地进攻 而重伤的红色巨花 则是严防死守 但在闪电雷鹰的不断攻击之下 红色巨花越来越虚弱 意识海的防护 也渐渐弱小下来 哄 十分钟后 唐东终于一举攻破了 红色巨花的意识海 他的精神力量 瞬间长驱直入 在红色巨花的灵魂上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成功了 唐东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笑容 双方顺利建立了契约 黑色令牌 也随之闪烁出光芒 他立刻开始查看 红色巨花所拥有的能力 这朵看似妖艳的诡异花朵 赫然可以共享给自己 两种能力 就如同蕾娜那样 生命力增强 与迷幻勿起 唐东目光微微闪烁着 迷幻雾气 恐怕就是迷幻花 刚才施展的能力吧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选择了第二种能力 哄 特殊的力量 涌入唐东的身体 伴随着一阵细微的变化 两久之后 唐东慢慢睁开眼睛 眼里有着一抹喜意 首领 成功了吗 冷明连忙询问 唐东微微一笑 只见他吹了一口气 一丝丝微不可查的红色气物 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瞬间缠绕在了冷明的身上 刚才还活蹦万跳的李薇 直接陷入了呆滞当中 任凭旁边赵杰 怎么挥手都没有反应 卧槽 居然这么强 几人惊讶不已 冷明可是虎街 居然瞬间就陷入了幻术了 足以可见 这能力当真强大 唐东打了一个响指 冷明这才从呆滞的状态下 恢复过来 走吧 接下来我们将迷幻花带走 之后种植在基地里面 迷幻花可以释放迷幻气物 哪怕只是沾上一点 都会陷入幻觉 最终任人宰割 更关键的是 这种器物完全受迷幻花的控制 而且还可以大范围施展 以后基地有了迷幻花的守护 外人再想要闯进来 基本就是很难了 唐东微微笑着 几人都大喜 然后一起合力 将高达三米的迷幻花 从地里面挖出来 好在迷幻花生命力强大 就算被挖出来 短时间也不会死亡 几人带着迷幻花回去 王耀明看到后 脸色果然是不太好看 一夜无画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一轮红日 从东边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明媚的阳光 从天空上照耀下来 驱散黑暗 为整个大的带来了光明 轰隆隆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众人再度出发 这次的行程 而是要顺利了许多 一路上尽管又遇到了 不少怪物的进攻 但都没有造成什么麻烦 剩下的几十公里 仅仅只是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到达 只见远处的城市内 一颗高达数百米的巨大树木 已经映入眼帘 王东华微笑着 早已经在等候 众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他的目光 也随即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当见到唐东 完好无损地回来时 王东华的目光 略微变化了一下 不过转眼之间 就恢复了原状 这个老狐狸 唐东心中冷笑 不过另一边 王耀明的情况 则不是很好 出发时 十几人组成的队伍 现在只剩下了五人 而且还各个带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王东华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这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不是散计唐东吗 怎么唐东和他队伍的人 都全部回来了 反倒是自己手下的人 损兵折将 出现了一点意外 王耀明的脸色相当难看 他简要地将西口基地内 所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人没事就好 王东华脸上 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他深吸一口气 道 既然导弹车已经就位了 那么接下来 就开始行动吧 说完之后 一个人从王东华的身后走出来 这位是刘专家 他以前就是负责导弹方面的 这两辆导弹车 就由他来进行调教 唐东点点头 没问题 刘专家立刻走过去 开始进行导弹的调教 其他人则是耐心等待着 但就在这时 远处的石人古树 却突然有了异动 原本一只安静的石人古树 突然颤动起来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威胁的到来 他身上无数的树枝都在颤动着 一时之间 大地仿佛都在不断地震动 加快速度 石人古树发现我们了 唐东瞳孔微微一缩 立刻催促道 So 下一刻 急事而来 转眼之间就来到唐东他们这边 小心 唐东抬手就是一道闪电轰出去 与那光芒碰撞在一起 哪怕经过了千米的飞行 那一道光芒 依然具备着强大的破坏力 哄 巨大的轰鸣声炸起 一时之间 狂风肆虐 快 将导弹车开走 不要让石人古树破坏了 唐东大喊 众人手忙脚乱 谁能想到 间隔着千米的距离 石人古树 居然还是发现了他们 一群人连忙将导弹车开走 一直推到了 距离石人古树三千米的地方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威胁的消失 原本颤动不已的石人古树 这才逐渐安静了下来 重新恢复原状 冷明不由地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 吓死我了 诡计的实力 未免也太强了吧 隔着这么远 都发现了我们 刘专家的动作很快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的调教工作全部完成 他从导弹车上走下来 准备工作完成了 已经设定好了程序 现在直接发射就可以了 好 众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兴奋的神情 王东华脸上也露出笑容 唐首领 我们一人发射一辆 彻底终结这个庞然大物 好 唐东没有拒绝 王东华率先坐上了导弹车 随后按下了导弹发射的按钮 哄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长达十几米的导弹被启动 巨大的尾焰喷射出来 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导弹 朝着三千米外石人古树所在的方向 击射而去 快 导弹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三千米的距离 不过只是转瞬之间就已经到达 但就在这个时候 石人古树却再度异动起来 一道红色的光芒 从熟人古树的尖端击射而出 瞬间接近了导弹 快引爆 唐东大喊一声 王东华反应很快 立刻按下了引爆按钮 哄 导弹在距离石人古树 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瞬间爆炸 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 恐怖的力量肆虐而出 覆盖了方圆上千平方米的范围 无数的气静肆虐而出 席卷四周 哪怕是隔着三千米的范围 众人都听到了清晰的爆炸声 狂暴的力量在不断的肆虐 巨大的火球倾斜可见 火焰吞噬了四周的一切 石人古树所在的地方 一时之间尘土飞扬 众人都盯紧了那个方向 但当尘土散去 露出里面的情况时 所有人都面色发生了变化 竟然没死 蓝橙红大惊失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导弹没有直接命中 还间隔了二十米的距离 这样的杀伤力完全不够 我们还有一枚导弹 必须完全命中石人古树才可以 唐东神情严肃 鬼阶的实力就是这么强大 哪怕是导弹 如果不是直接命中 也很难造成什么效果 我提议用火箭弹 吸引石人古树的主意 让他无暇去攻击导弹 只有这样 才能让导弹直接命中他 唐东道 王东华脸色也略为严肃 我同意 他目光转过去 看向自己手下的人 所有被他看到的人 都不禁移开了目光 谁都看得出来 开着直升机 用火箭弹去袭击石人古树 这绝对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稍有不慎 恐怕就会被杀死 蓝先生 就由你来吧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两枚虎接元金 王东华道 被点了名 蓝橙红的脸色不太好看 这不是 让他去送死吗 危险性太高了 不如让王少去吧 他可以变身成为龙人 实力也比我们更加强大 蓝橙红如是道 王东华目光冷冷地扫了他眼 耀明受伤严重 现在恩本难以行动 这次的任务必须成功 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草 蓝橙红心中暗骂 找什么借口 真当他不知道 王耀明的恢复能力吗 昨天虽然王耀明受伤很严重 但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身上的伤势 早就恢复得七七八八 好 我去 蓝橙红咬了咬牙 最终答应下来 唐东这边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赵洁刚想开口 唐东已经打断了他 我亲自去 保证成功率 唐东语气坚决 冷月西皱着眉头 首领 如果你出了神妖意外 他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整个云江聚集地的核心 就是唐东 如果唐东死了 那聚集地基本也就散了 无妨 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唐东笑了笑 说着便直接坐上飞机 两人马上出发 将火箭弹装上了武装直升机 轰隆隆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两架直升机同时升空 朝着石人鼓术所在的地方过去 三千米的距离很快跨越 两人开着直升机 飞行在数百米的空中 然后与石人鼓术 保持着五百米左右的距离 Soul 石人鼓术率先攻击过来 一道红色的光芒 瞬间击射而出 唐东操控着直升机 以显直又显的姿态闪避 同时按下了火箭弹发射按钮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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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枚火箭弹发射出去 五百米的距离顷刻间到达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一时之间火光冲天而起 另一边的蓝橙红也抓住机会 立刻发射火箭弹 两人为目标吸引石人鼓术的注意力 这个计划果然是成功了 在两人的骚扰之下 石人鼓术将目标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一道道光芒不断击射出来 速度迅捷如风 两人驾驶着直升机 围绕着石人鼓术绕圈飞行 根本不敢有任何停止 你们那边可以动手了 唐东对着无线电大喊 哄 第二枚导弹瞬间启动 拉着长长的尾焰升空 在天空上划过一道抛物线 只是瞬息间 就朝着石人鼓术袭杀过来 哄 导弹爆炸了 直接命中了石人鼓术的巨大树干 恐怖的轰鸣声瞬间炸起 这一枚导弹的装药量 甚至更加恐怖 可怕的力量瞬间肆虐开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灼热的火浪肆虐而出 席卷了方圆上千平方米的范围 狂暴的气静不断地肆虐 火焰肆虐不止 爆炸产生的力量仿佛摧毁了一切 整个石人鼓术都在剧烈地摇晃起来 哄 石人鼓术恐怖的怒吼声在不断地响起 无数的树根破土而出 在疯狂地舞动着 好像是痛苦地嘶吼 狂暴的力量 足足肆虐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冲击波这才彻底落下了帷幕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只见石人鼓术那巨大的树干 硬生生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剩下的树干 已经无法在支持石人鼓术上半身巨大的重量 随后轰然倒塌 巨大的树身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一时之间飞溅起了无数的尘土 巨大的飞尘弥漫出 几乎将那一片区域完全笼罩 以至于哪怕在天空上的唐东 都看不清楚地面上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瞄准了石人鼓术倒下的位置 一口气将武装直升机上挂在的剩余火箭弹 全部发射出去 剑弹接连不断地爆炸 掀起的气静吹散了地面的尘土 以至于石人鼓术的身形终于显露出来 只见废墟之中 一棵巨大的黑色巨树从中间拦腰斩断 原本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石人鼓术此刻凄惨到了极致 大量黑色的树叶从断裂的树干处流淌而出 阵阵哀嚎声源源不断地传出 成功了 唐东的脸上有着浓浓的举动神情 就算是石人鼓术这样的诡计怪物 受到这样的伤害也必死无疑 死亡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他将武装直升机降落在了附近的地面上 然后从机舱内走出来 巨大的石人鼓术就这么倒在他的面前 庞大的身躯看上去十分震撼 就在唐东靠近的时候 树根树根立刻朝着他缠绕过来 哼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唐东的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金色的闪电瞬间从他的身体上涌现出来 轰隆 伴随着雷霆轰鸣声响起 一道道闪电直接落在了石人鼓术的身体上 本就重伤的石人鼓术伤势更加严重 唐东双手一握 大量的金色闪电在他的手中汇聚 最终形成了一根闪电长矛 去 他口中一声轻喝 闪电长矛马上击视而出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石人鼓术的面前 哼 闪电长矛瞬间爆炸 直接在石人鼓术的身体再再度炸出一个大洞 做完了这一切 唐东没有再动手 石人鼓术已经受到了必死的伤势 他的死亡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自己没有必要再攻击下去 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他的死亡就可以了 轰鸣鸣 螺旋桨轰鸣声响起 远处两架直升机飞行过来 随后 王耀明与冷月西等人各自从飞机上走下来 唐首领 恭喜恭喜 王东滑脸上有着微笑 唐东皮笑若不笑道 王首领哪里滑 如今石人鼓术已经濒临死亡 我们这次的行动 可谓是取得了圆满鹅成功 根据我的估计 石人鼓术大约在三天后就会彻底死亡 到时候 圆斤也会凝聚出来 听到圆斤这两个字 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凝固起来 唐首领 这没圆斤对我很有作用 唐首领开个架吧 王东滑直言道 唐东心中冷笑 这可是鬼阶终极的圆斤 我想 没有几个人会选择放弃吧 这次的行动 我云江聚集地 无疑是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因此 这没圆斤应该是属于我的 王东滑闻言 脸上的笑容没有任何变化 唐首领这话就不对了 我黄明山聚集地 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这也是母庸置疑的事情 双方各持己见 谁也不愿意放弃 这样一枚鬼阶终极的圆斤 只要吸收 必然可以得到巨大的提升 以至于唐东与王东滑两人 谁也不愿意放弃 场面瞬间寂静下来 空气都为之凝固 好像是充满了火药味 冷月熙等人 默默地走到了唐东的身旁 冰冷的目光注视着王东滑几人 静 这一瞬间 现场死寂一片 安静得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两久之后 最终由唐东打破了平静 十人古术的 圆斤我要了 不过你们的确出了不小的力 因此作为补偿 我可以给你们四枚虎阶圆斤 王耀明顿时爆发 虎阶圆斤有什么用 难道比得上鬼阶圆斤的价值 他怒火万丈 唐东的实力本来就强大 如果让他再得到了这枚鬼阶圆斤 到时候岂不是更加难以压制 王耀明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王东华阻拦了他 好 我们答应了 不过四枚虎阶圆斤不够 我们要五枚 王东华退避了 爸 王耀明脸上满是惊恶 万万没想到 王东华居然答应 王东华没有理会他 他的脸上依旧有着笑容 可以 唐东点头答应下来 直接拿出五枚圆斤 交给了王东华 王东华将圆斤收下 随后转身便离开 明显还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在王东华的压制之下 只好强行忍耐下来 这群人走了 很快就坐车直升机飞行离开 不多时便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小点 哈哈 我们赢了 冷明几人兴奋万分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悦之色 不过唐东的脸色 则是没有半点高兴的意思 反而满是凝重 庆祝的事情之后再说吧 你们先将迷幻花运送回去 种植在基地的院子当中 王东华不是那么容易退避的人 十人古树 现在虽然已经重伤 但距离死亡还有三天左右的时间 如果我猜测不错 这三天内 王东华一定会对我们出手 唐东语气凝重 这话让其他几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冷月西面色冷烈 我们马上将十人古树运送回去 我建议接下来的三天严防死守 免得被王东华他们抓住机会 冷月西很快带着人走了 而赵鹏义与冷明两人则是留在了这里 经过几人的商议之后 决定将人手分为两个部分 唐东三人守卫者 十人古树这里 而冷月西则是带着人回去守卫基地 免得王东华他们带着人突袭 虽说迷幻花可以防卫基地 但迷幻花现在还在重伤状态 一时半会儿根本发挥作用 冷明的目光里面有着一抹担忧的神情 首领 你说王东华他们会什么时候过来进攻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我想他们不会主动进攻我们 因为那么做 就等于是直接撕破脸皮了 以王东华谨慎的性格 他不会干这么明显的事情 但他们肯定会驱赶 或者引诱强大的虎街怪物过来 用怪物来对付我 他深吸一口气 脸色凝重道 接下来三天的时间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只要撑过了这三天就没事了 到时候 我吸收了鬼阶元金后 必然实力大净 到时候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 好 冷明与赵鹏毅两人都纷纷点头 黄明山聚集地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王东华等人回到了基地里面 几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特别是王耀明 一路上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致 几人回到基地 经过简单的修整之后 王东华立刻将所有人都召集了起来 会议室内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的高层都在这里 简玉龙立刻开始询问起来 首领 这次的行动结果怎么样 我看你们的脸色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但谁都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耀明面色阴沉 他的脸上有着浓烈的恨意 这次让唐东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 爸 那没鬼阶元金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否则一旦落入唐东的手里面 到时候对于我们将大大的不利 哪怕将那枚鬼阶元金毁了 也不能让唐东得到 王耀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可谓是咬牙切齿 蓝成红赞同的点头 王少的话说的没错 鬼阶元金内蕴含着庞大的能量 唐东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 如果再让他强大下去 到时候我们恐怕就没有胜利的可能 几人都七嘴八舌 任谁都看得出来 鬼阶元金落入唐东手里的后果 王东华虚暗手掌 让众人都冷静下来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但刚才那种情况 我只能答应唐东的要求 否则一旦开战 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 但这不代表 我们要放弃鬼阶元金的争夺 十人古术距离死亡 还有三天左右的事情 只要我们在这段时间里 将唐东他们赶走 甚至是击败 那鬼阶元金 就依然是属于我们的 王东华眯着眼睛 一抹金光 从他的双眼里面一闪而过 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准备引诱一些虎阶怪物 甚至是鬼阶怪物过去 将唐东他们杀死 这句话让王耀明眼睛一亮 好办法 简玉荣的脸上也露出笑容 首领果然妙计 三天的时间不断 足够我们做出一些计划 不过唐东他们三人的实力 着实不简单 我建议引诱鬼阶怪物过去 到时候他们必死无疑 王东华的计划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众人都纷纷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明天所有人全部出发 外出寻找合适的怪物 等到后天 我们就将怪物引诱过去 给唐东一个大大的惊喜 希望他唐东能够承受得住这份喜悦 王耀明嘴角慢慢扬起 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 仿佛已经看到唐东重伤到底 而败王在他面前的场景 时间犹如白鞠过戏 一转眼一天的时间就已经过去 十人古术经过一天的时间 距离真正的死亡已经不远 唐东之前估计的三天时间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现在的十人古术 只差最后一口气掉着罢了 十人古术的身躯太庞大了 哪怕只剩下一口气 但鬼阶毕竟是鬼阶 唐东想要杀死依旧十分困难 干脆就这么等待着对方厌弃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三人就这么暂时住在了 十人古术的附近 反正这里最大的威胁已经去除 普通的怪物不敢到这里来 反倒是让这片区域显得十分安全 唐东坐在十人古术的不远处 他瞭望着远方 警惕着可能出现的怪物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王东华他们恐怕安耐不住了 他们在今天肯定会出手 唐东的眼里有着寒光在闪烁 他紧了紧拳头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原力 脸上有着自信的神情 就在昨天 他已经将这次从西口基地内 赚到的虎街圆巾吸收 整个西口基地 一口斩杀了十五头虎街怪物 他拿到了十枚虎街圆巾 哪怕让了五枚给王东华他们 他自己的手中也还有五枚 整整五枚虎街圆巾砸下去 唐东的实力顺利突破到了虎街中级 距离虎街上级已经不远 再给我送几头虎街怪物来吧 正好我还差两枚虎街圆巾就可以突破了 唐东的眼里有着些许期待之色 轰隆隆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地面传来一阵细微的震动 尽管微弱 但并没有逃过他的感知 不远处趴在地上的鬼虎 也第一时间感觉到了 这种动静 似乎是什么大规模的怪物群正在接近 赵鹏一 冷明 唐东立刻大喝 同时跳到了更高的地方 听着唐东的声音 赵鹏一与冷明两人 立刻从假妹中醒过来 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 此时 高处的唐东也看到了来袭的怪物 只见数百米之外的道路上 一群怪物犹如潮水一般 正在朝着这边涌来 这些怪物赫然是某款经典战略游戏里面的虫族 它们每一只都有着老虎大小 庞大的身躯 但却有着灵活的速度 足足上千只的数量 让它们的群体显得非常庞大 此刻蜂拥而来的气势 好像是万马奔腾一般 卧槽 是游戏里面的虫族 怎么会这么多啊 唐东脸色则是阴沉下来 口中冷笑 第一份礼物就这么贵重 还真是让人受宠若惊啊 这些虫子 只是游戏里面最低级的虫族 但具现到了现实 它们每一只都有着狼街巅峰的实力 尽管单个算不得什么 但上千只汇聚在一起 恐怖的程度 哪怕是虎街都不敢掠起锋芒 你们两个躲开 这些东西交给我来解决 电光火石之间 唐东立刻做出了决定 首领 这些数量太多了 你一个人恐怕解决不了 赵鹏一大声道 脸上有着担忧的神情 唐东自信一笑 不 我可以解决 话音落下 唐东纵身一跃 而地面上的鬼虎 也朝着他狂奔而来 融合 唐东口中一声轻贺 立刻发动了 他晋级虎街石所觉醒的能力 他与鬼虎的身上 同时涌现出了光满 一人一虎的身形 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然后以惊人的速度 迅速开始融合 不过只是呼吸的时间 当光芒散去 一个身高三米 浑身肌肉横生的巨大虎人 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唐东右手一握 刚化能力发动 原本黄色的毛发 瞬间变成了银白色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他的身体 甚至反射着金属的光泽 千米之外的某个大楼楼顶 王耀明通过望远镜 看着这一幕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惊恶之色 这是唐东的手段 之前唐东可没有施展过这一招 他万万没有想到 唐东还有这种实力 哼 就算你与契约怪物融合又怎么样 面对上千只狼街巅峰虫子的进攻 我看你怎么挡得住 王耀明口中冷笑 眼神里面有着讥讽的神情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虫族已经冲到了唐东的面前 唐东眼神里浮现出战役 他不退反进 主动朝着虫巢冲了上去 哄 一拳轰出 黄暴的力量瞬间炸开 直接将一只虫族的身躯 当场打得炸裂开来 但下一刻 唐东的身形酒杯虫巢直接淹没 四面八方十几只 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体上 锋利且尖锐的口气张开 狠狠地咬在了唐东的身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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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清脆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众人仔细一看 不是唐东的身体被撕裂 而是那些虫子的牙齿 直接被崩碎 哈哈 唐东肆意大笑 他身体原力涌动 化作金色闪电涌变全身 可怕的雷霆之力 将趴在身体上的虫子垫死 狂暴的雷霆 缠绕在唐东四周各处 他如同虎入羊群一般 狂暴的力量 迅捷的速度 狂暴的雷霆 坚固的身躯 此刻的唐东宛若战神 四周这些狼街巅峰的虫子 在唐东面前仿佛弱小如同蚂蚁 他每一拳都能杀死好几只虫子 强大的雷霆之力 让四周的虫子根本无法近身 哪怕偶尔有虫子扑在他的身体上 也无法对其那钢铁之躯 造成任何的影响 与鬼虎进行融合 唐东将其称之为虎人形态 在虎人形态之下 唐东的力量 速度 敏捷 防御力 都会大幅度提升 特别是钢化在开启了钢化能力之后 那更是真正意义上的钢筋铁骨 这些不过只是狼街巅峰的虫子 又如何能够攻破他的防御 轰 轰 轰 无数的雷霆在虫群里面炸起 金色闪电的威能 此刻在唐东恶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肉体 更是宛若一台不知疲倦的战斗机器 似乎是绞肉机一般 所到之处 这些虫族纷纷被杀死 好 赵鹏义与冷明两人大喜过望 眼神里面都有着狂热与兴奋之色 唐东那在虫群当中叱咤风云的身影 实在是让两人激动不已 而千米之外 王耀明几人的神情 则是震惊与不敢相信 开什么玩笑 这么庞大的虫群 竟然奈何不了唐东 简玉龙脸色上全是震惊 王耀明更是握紧了拳头 他一眼看出来了 此刻虎人形态下 唐东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虎阶上级 无论是力量还是其他方面 甚至全面超越了龙人形态下的他 该死 他到底还有多少的手段 王耀明眼里的怒火 宛若火山喷发 一般沸腾 轰隆 唐东一拳将一头虫子打爆 他肆意狂笑着 这种肆意宣泄力量的感觉 实在是让他全身都舒适 四周的虫子 一拳就能打死好几个 金色闪电所到之处 突然伴随着一道枪响 一颗黄橙橙的子弹 从千米之外击射而来 因为速度已经超越了音速 等到唐东听到声音的时候 那子弹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子弹直接撞在他的钢铁之躯上 强大的力量让其一个裂处 狙击枪 唐东眼里闪烁出寒光 他瞬间挪动身躯 第二枚子弹紧随其后 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过去 哼 果然也在 唐东口中冷笑 但一把狙击枪就想要杀他 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老虎对于危险的感知 可是相当敏锐的 他在虎人形态下 也具备强大的感知能力 刚才只是一时不察 才被击中 但狙击子弹 依旧没能突破他的钢铁之躯 碰 碰 碰 又是数道枪响 唐东接连闪避 完美地躲过了没一发子弹 操 王耀明这些家伙太无耻了 引诱虫朝过来也就罢了 现在还用狙击步枪狙杀首领 冷明大怒着咬牙切齿 赵鹏一把拉过了他 两人躲在了掩体后面 我们可挡不住狙击步枪 不要露出身形 给首领添乱 战场上 此刻虫朝的数量已经死亡过半 地面上到处都是虫族的尸体 剩下的虫族覆灭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大厦楼顶上 王耀明一连开了十几枪 直到弹侠里面的子弹全部打光 也没有伤到唐东 脸色更加阴沉 看来第一波进攻失败了 唐东的实力太过于强大 虫朝家狙杀都无法解决他 我们需要更加强大的手段 剪玉龙面色凝重 听着这句话 王耀明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极度于怒火 现在 只能将那头怪物引诱过来了 王耀明的话 将剪玉龙吓了一跳 王少 三四啊 那头怪物的实力 可是已经到了虎街巅峰 只差一步 就可以踏足诡计的范畴 想要将他引诱过来 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 无论猫再大的风险也值得 只要能够杀了唐东 他的实力 已经到了虎街上级 现在只有虎街巅峰的怪物 能够杀得了他 如果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到时候 后骨不堪设想 王耀明紧咬着牙齿 他握紧了双拳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这一边 十分钟之后 虫朝的袭击最终落下来帷幕 上千狼街巅峰的虫子 被唐东覆灭 这些虫子汗不畏死 直到最后一只 还在朝着唐东扑杀 如果不是因为唐东实力强大 恐怕换了赵鹏一与冷明来 早就已经在虫朝的袭击之下死了 恭喜首领 首领天下无敌 冷明兴奋地从掩体后面走出来 一个劲地对着唐东吹捧 唐东解除了唬人形态 他脸上有着笑容 行了 别拍我的马屁 接下来将这些虫子 体内的园巾都挖出来吧 有了这些园巾 基地里面的其他人实力 可以狠狠地提升一次了 赵鹏一与冷明两人 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唐东则是走到一旁 去休息恢复体力 足足上千只狼街巅峰的虫子 哪怕是挖取原金 都用了两人一个小时的时间 最终收获了整整720枚原金 如此庞大的原金数量 让两人都惊呆了 发财了 两人两眼放光 唐东的眼睛也不由得亮起 然后用无线电联系了赵明 很快 赵杰就开着武装直升机过来 经过这些天的学习 他也已经学会了直升机的驾驶 当从飞机上走下来时 看着这么多原金摆放在地上 他也狠狠地吓了一跳 不远处 那一大片的虫子尸体 更是让其震惊 死 赵杰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首领 你们没事吧 无妨 我只是有些消耗而已 接下来 你将所有的原金全部带回去 以后所有的战斗人员 都开始吸收原金提升实力 特别是这李威 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唐东道 赵杰兴奋地点头 随后将原金带走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一轮圆月逐渐爬上了夜空 今晚的夜空十分晴朗 圆月当空 月朗星熙 皎集的月光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犹如是一层银沙一般 挥洒在城市里 好像是为整个城市 披上了一层洁白的沙衣 夜晚寂静无声 四周安静到了极致 哪怕是虫鸣鸟叫 都极其稀少 寂静得似乎连自己的心跳声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唐东坐在街道上 他半眯着眼睛耐心等待 白天王耀明等人 已经来袭击过一次 现在是晚上 以他对那群人的了解 他们是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 他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石人古树 心中道 等到明天早上 石人古树差不多就会彻底死亡了 王耀明他们肯定也很清楚这一点 换而言之 今天晚上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他眯着眼睛 将自己的感知提升到了极限 鬼虎也早就在四周预备等待 防止有怪物过来偷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东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好像在盯着自己 他马上睁开了眼睛 目光锁定在两百多米之外 直接那里的大楼上 一道身影正趴在上面 尽管隔着两百多米 唐东依旧看清楚了 那道身影长什么模样 那赫然是一头黑色的狼人 高大的身躯 强壮的肌肉 锋利的利肘 尖锐的獠牙 还有一双嗜血与猙獰的绿色眼睛 虎接巅峰 王耀明将这样的怪物引过来 恐怕是下了血本了吧 唐东口中冷笑着 这是一头恐怖的狼人 这种怪物一般只会在夜晚出现 嗜血残忍 战力异常恐怖 前世他曾经见过 狼人声撕活人的场面 对于这种在无数影视剧出现过的怪物 他并不陌生 想不到这次王耀明 竟然引诱了一只虎接巅峰的狼人 过来杀他 嗚 嘹亮的狼嚎声响起 响彻方圆数百米的距离 嗖 大厦上 狼人瞬间跳跃下来 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每小时的奔跑速度 恐怕超过三百公里 犹如是一阵狂风一般 两百米的距离 在这头虎接巅峰的狼人面前 只需要呼吸之间就足以抵达 融合 唐东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好 淡淡的光芒散去 一头体型同样庞大的虎人 出现在街道上 与此同时 狼人也已经赶到 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嗜血的獠牙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寒光 双铃 小心 赵鹏一与冷明两人大声提醒 在两人的目光之下 唐东的身形 已经与狼人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一边是猙獰恐怖的狼人 一般是霸气强大的虎人 两者碰撞在一起 唐东的身形 瞬间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进了街道路边的一家商铺 他揉了揉胸口 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的神情 没有任何变化 钢铁之躯 让他防御力强大 哪怕是狼人的冲撞 也伤不了他 首领 赵鹏一两人都不由地紧张起来 而就在这时 一道凛冽的破空声 陡然响起 小心 冷明一把将赵鹏一拉过来了 躲开了 这致命的袭击 哄 来袭的东西瞬间爆炸 黑色的火焰肆虐不止 王耀明 冷明满脸怒火地看向半空中 哄 伴随着起强烈的气流席卷而来 龙人形态下 王耀明高大的身躯 从半空中落下 担心唐东 你们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狼人战力惊人 哪怕唐东有钢铁之躯 也挡不了多久 不过你们恐怕看不到 他被狼人撕成碎片的那一幕 因为我会先一步杀了你们 王耀明猙獰地笑着 脸上的杀意 犹如是江河一般沸腾 赵鹏一与冷明两人的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不过他们 没有失去理智 两人都清楚 王耀明的实力有多强 单打独斗 他们绝对不是王耀明的对手 但如果配合在一起的话 那未必没有胜利的机会 我主公 你来辅助我 赵鹏一毫不犹豫一马当先 他拿出了之前唐东给予他的铁血长矛 只见他浑身上下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充斥在他的身体四周 形成了类似护盾一般的东西 好 冷明点点头 他的脸上有着凝重之色 两把特质改造过的手枪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里面 碰 冷明率先出手 直接一枪朝着王耀明打过去 一枚黄澄澄的子弹 几乎只是眨眼之间 就来到王耀明的面前 子弹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 王耀明的话还没有说完 那一枚子弹瞬间爆炸 巨大的力量肆虐出来 当场将王耀明炸飞了出去 这是你的能力 王耀明脸色难看 眼神里面的杀意 好像是江河一般沸腾 抬手便是一枚黑色火球 冷明不甘示弱 以子弹进行回击 他的能力为爆炸 可以将原力注入进某个物体 或者生物体内部 然后让原力爆炸 这项能力十分出色 无论是强攻还是暗杀 都非常合适 唯一的缺点就是 没有足够的机动能力与防御力 冷明与王耀明已经交手 赵鹏毅也没有任何犹豫 他爆发出迅捷的速度 手持铁血长矛 突袭而上 白色的特殊力量 覆盖在铁血长矛上 让其似乎更具备破坏力 赵鹏毅的速度很快 整个人狂奔起来 有如是猎豹一般 王耀明目光微微闪烁着 他看出来了 赵鹏毅也是觉醒者 他身上这股白色的光芒 明显就是特殊力量 这家伙近战能力 肯定很强 王耀明身后巨大的黑色翅膀张开 整个人瞬间飞入了 数十米的半空之中 你们两个白痴 以为我会跟你们精神搏斗吗 我可是有飞行能力的 王耀明在半空当中 肆意狂笑 双手都凝聚出了黑色的火球 扫 扫 扫 伴随着他双手不断挥舞 一个又一个黑色火球 从天空上不断被丢下来 如同是炮弹一般 狂轰乱炸 轰 轰 轰 震而欲龙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短短不过片刻的时间 下面的街道 就已经是一片狼藉 都处都是被黑焰火球 炸出来的坑洞 赵鹏一与冷明两人 在黑焰火球的轰炸之下 显得有些狼狈 这黑焰火球的威力十分强大 每一枚都相当于一枚手榴弹 特别是那可怕的黑焰 哪怕只是沾染上一点 都会让人痛苦不堪 冷明 你的防御力不够 接下来 你进入建筑内部躲避 然后用子弹偷袭他 这些攻击 由我来硬抗 赵鹏一大喊道 好 他的黑焰非常厉害 你千万要小心 冷明没有坚持 他明白自己的弱点 立刻快步跑进旁边的居民楼里面 他一路冲进居民楼 然后快速来到顶楼的天台上 举起手枪 对着王耀明扣动了扳机 王耀明一直注意着冷明的举动 对他来说 下面两个人里面 只有冷明这个掌握了远程攻击能力的 对他有有限 赵鹏一不过只是一个近战猛夫而已 面对可以飞行的自己 完全毫无威慑力可言 哼 这种把戏 可能对我生效吗 王耀明口中冷笑着 他直接拉高了飞行高度 任由地面上赵鹏一 对着他疯狂挑衅也不理会 直接朝着冷明扑过去 操 冷明口中不由地暗骂一句 连忙躲藏进入居民楼里面 哼 他刚刚进入居民楼 王耀明的狂轰乱炸就已经到来 飞燕在天台上肆虐不止 以至于天台的地面都被融化 面对有着灵活飞行能力 强大远程轰炸能力的王耀明 冷明只感觉憋屈无比 双方如果对轰 那身板脆弱的自己 绝对是先死的人 他根本没有与王耀明正面战斗的能力 赵鹏一虽然有 但他的能力又无法远程攻击 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 如果闪电在这里就好了 冷明无奈地想到 哈哈 你们两个不是要杀我吗 那滚出来啊 一直躲在建筑里面 不是你们的风格吧 外面的王耀明哈哈狂笑 他的笑声里面满是讥讽与吃笑 面对王耀明的辱骂 冷明愤怒至极 但也没什么办法 这个时候 赵鹏一也冲了进来 他脸色同样无奈 冷明 我们不是王耀明的对手 接下来恐怕我们的战术要改变一下 怎么改变 冷明立刻追问 由你来拖住他 然后我去帮助首领战胜狼人 只要首领那边的战斗接受 到时候就可以回过来对付王耀明 赵鹏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的计划不错 冷明顿时眼睛亮起 好 那就由我来拖住王耀明 你与首领那边尽快结束战斗 我撑不了太长的时间 冷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好 赵鹏一重重地点头 然后立刻悄悄离开 刻意避开了王耀明的视线 而此时 王耀明还在外面时不时地用黑焰火球轰炸 试图将冷明逼破出来 碰 又是一道枪响出现 子弹击射而来 到达王耀明的身边之后 直接爆炸 哼 巨大的力量让王耀明显得有些灰头土脸 他的脸上涌现出怒火 冷明 你就只会像老鼠一样进行偷袭吗 王耀明大怒 冷明的脸上有着讥讽的神情 这是战术 我想你这个没用的花花大哨 是不会明白的 你们黄明山聚集地的人 就只会玩一些见不得光的下剑手段 你王耀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次你就败在了我们首领的手里面 像是丧家之犬一样狼狈的逃窜 这次 你还敢再来 就不怕重蹈覆辙吗 此话一出 王耀明脸上的怒火 瞬间疯狂涌动 他最讨厌的就是 有人提起上次的事情 那是他最大的耻辱 你找死 王耀明怒火万丈 强大的黑焰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随后化作一枚又一枚黑焰火球 轰 轰 轰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再度响起 一个又一个的黑焰火球 接连不断地轰炸下来 一时之间 声音仿佛是震耳欲龙 冷明在建筑地面死死地躲藏着 借助着建筑为掩体 躲避外面王耀明的攻击 不过坚硬的墙壁 在黑焰火球的持续攻击之下 已经有些摇摇欲坠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被轰开 到时候 他也会暴露在王耀明的视线里面 双方打起了拉锯战 而另一边 唐东与狼人的战斗 也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街道上 两个庞然大物的身躯 在不断地碰撞 他们双方每一次碰撞 都会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战斗所到之处 坚硬的水泥地面 都被踩踏出 一个又一个深深的脚印 唐东化身成为虎人 战力直线上升 赫然已经到了虎街上级的实力 不过比起眼前虎街巅峰的狼人而言 还是差了不少 碰 双方再一次碰撞 唐东的身体蹭蹭蹭不断地后退 哪怕他有着钢铁之躯 在这样的攻击之下 依然体内气血不断翻腾 不愧是狼人 果然强大 唐东的目光十分凝重 好 狼人发出一道炫耀与威慑般的狼嚎声 贪婪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唐东 里面充满了嗜血的渴望 唐东面色不变 眼里没有丝毫慌乱的意思 因为他还没有拿出全部的实力 强化 唐东口中嘀喝一声 然后对自己使用了强化 没错 他竟然对自己用了强化 强化这项能力 原本是无法对唐东自己使用的 但此刻他与鬼虎进行融合 已经符合了强化的使用标准 果然 体内的原力瞬间消失一部分 化作一股神秘的力量 瞬间涌变 他的四肢百骸 从皮肉到骨骼 从骨骼到内脏 唐东只感觉自己全身上下 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哄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轰鸣声 唐东的实力 直接暴涨到了虎街巅峰 好 唐东肆意狂笑着 这才是强化的正确用法 融合加强化 足以让自己的实力 跨越两个小境界 再来 唐东的眼里 涌现出兴奋的光芒 他一步踏出 整个人速度暴涨 眨眼之间来到狼人的面前 狼人还以为 唐东与之前相同 继续上来硬碰硬 碰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然而这一次 倒飞出去的人成了狼人 他的身形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一辆汽车的车顶 趁你病 要你命 占据了优势 唐东得势不饶人 身形立刻栖身而上 他纵身一跃 从半空中砸在狼人的身体上 猛地张开血盆大口 狠狠撕咬下来 哄 狼人痛苦地惨叫出声 肩膀上的血肉 被狠狠撕咬下一大块 他爆发力量 挣扎着起身来 肩膀上的痛苦 让他眼神里面的嗜血欲望 天平开始往着唐东所在的位置倾斜 两个庞然大物再度战斗在一起 不过这一次 轮到唐东占据上风 老虎的力量本就比狼更加出色 无论是敏捷还是力量 更何况 唐东还有着刚化这项能力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 唐东就已经站进了上风 哪怕同为虎街巅峰境界 唐东的实力 依然要比狼人更加强大 轰隆 金色的闪电 从唐东身上涌现出来 直接劈在近距离的狼人身上 让其身形出现了瞬间的麻痹 虽然只是一个眨眼的时间 但已经足够唐东完成一次攻击 他一拳轰出 巨大的力量倾泻在狼人的胸膛上 沉闷的声音炸起 同时出现的 还有一道清脆的骨骼断裂声 狼人的身形蹭蹭蹭不断后退 他还没有站稳身形 第二道金色闪电已经紧随其后 直接落在他的身体上 好 狼人愤怒的嘶吼声 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血红一片 他纵身一跃 狂奔上旁边的一栋高楼 锋利的爪子 直接插入水泥墙壁里面 然后在墙壁上狂奔起来 想走 唐东眼里寒光闪烁 立刻紧追上去 而这时 赵鹏一姗姗来迟 看着已经爬上高楼的唐东与狼人 他的脸上 有着一丝无奈之色 我的实力太弱了 这种战斗我插不上手 赵鹏一原本的想法 是帮助唐东迅速击败狼人 但现在看来 他虎接下级的实力 还不足以插手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若是加入进来 更大的可能性 是拖了唐东的后腿 数十层楼高的大厦上 两个身高 超过三米的大家伙 正在垂直的墙壁上狂奔 他们的速度极快 沿途的墙壁全部被破坏 上百米高的大厦 很快就已经来到顶端 狼人纵身飞跃上大厦的顶端 他仰天长笑 只见头顶的月光 仿佛散发着神秘的光芒 些许月光挥洒而下 落在他的身上 轰隆 但这时 一道闪电击视而来 直接将他从状态中打退出来 与我战斗 还敢吸收月光的力量 你是不是有些太小看我了 唐东冷笑着 他看到狼人朝着这栋大厦狂奔 就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想法 狼人可以吸收月光的力量 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如果让对方成功了 那自己说不定会被狼人压制 但他又不是不了解狼人的能力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得逞 轰 轰 轰 一道道闪电 不断地从唐东的双手击视而出 这闪电的力量达到了虎街上级 尽管无法对狼人造成致命伤害 但也足以打断对方吸收月光之力 闪电的麻痹效果 让狼人苦不堪言 哪怕是狼人的速度 也难以闪避开唐东这金色闪电的攻击 接连的电击 让狼人提表的狼毛 都出现大面积的烧伤 整个人看上去狼狈不堪 凄惨到了极致 唐东再度扑上来 银白色的身躯内 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强化是有限制的 他需要在强化状态消失之前 将狼人击杀 这一边 无论是冷明还是唐东 都陷入了激烈战斗中 而另一边的基地内 一伙身份不明的人 也在悄悄潜入 基地外 二十几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摸到了基地的附近 距离不远处的堡垒 已经只剩下一百多米的距离 只见这二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全副武装 每个人都持武器 同时 脸上也戴着夜视仪与面具 即使是黑夜 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视线 老大 云江聚集地已经到了 就在前面 不过他们巡逻的人似乎不少 他们想要潜入进去 恐怕难度很大 一个人沉深开口 蓝成红微微皱着眉头 他通过夜视仪 看向百米之外那一座堡垒的情况 只见堡垒的四个角 都有着塔楼 不仅如此 围墙上 还到处都有着巡逻人员 一个个探照灯 照亮了聚集地四周的情况 如此严密的防守 想要悄无声息的潜入 基本是不可能的 蓝成红便沉默片刻 随后决定强攻 他们虽然只有二十几人 但每个人都武器装备精良 绝对超过这个基地里面的人 相比于潜入 还是强攻更有胜算 直接动手 先给他们来一发火箭弹 蓝成红雨气冰冷 他挥了挥手 身后的一人立刻走出 那人的肩膀上 扛着一枚小型火箭弹 随着他按下发射按钮 一枚小型火箭弹 瞬间拖着尾燕击射出 目标直指百米之外 基地的一座塔楼 小心 低吸 小型火箭弹出现的那一瞬间 立刻被围墙上的巡逻人员注意到 那人连忙提醒 口中大喊 塔楼上的守卫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迟了 只看到一枚火箭弹 朝着自己而来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从十几米高的塔楼上 跳跃下去 哄 火箭弹命中了塔楼 巨大的轰鸣声瞬间响起 剧烈的火焰肆虐出来 直接将整个塔楼直接吞噬 啊 我的腿 那个从塔楼上跳跃下来的守卫 趴在地上惨叫不已 若不是他已经接受过圆京的强化 这一下就足以让他死亡 有敌人来了 一定是黄明山聚集地的人 整个聚集地内 瞬间就沸腾起来 到处都有人在大喊 听到外面动静的赵明 立刻起身来 他的脸色写满了凝重 所有人听令 全部进入战斗状态 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敌人 进入聚集地内 李威 你负责治愈伤员 赵捷 你负责带着人用火力压制对方 不能让对方靠近聚集地 冷月歇 你负责突进 等到赵捷他们找到对方的位置 由你来进行斩首行动 我会让闪电跟随着你一起 赵明冷静地下达各种命令 他的命令下达 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哗啦啦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几十个人全副武装 拿着武器冲上围墙 草TM的 这群黄明山聚集地的鸟人 赶来咱们的地盘撒野 弄死他们 刘东当场破口大骂 他扛着一把重击枪冲上围墙 目光寻找着敌人的位置 一个又一个守卫冲上了围墙 很快围墙上面就布满了防御 各处的探照灯 在不断搜寻着敌方的位置 一时之间将聚集地外面 照亮的犹如白昼 救 一道老鹰的鸣叫声响起 瞬间让赵捷等人气势一震 闪电雷鹰已经冲入了天空上 仔细一看 冷月熙赫然就在他的背上 冷月熙面色冷冽 他拍了拍闪电雷鹰的脖子 闪电 找出敌人的位置 闪电雷鹰飞行于百米的高空上 但这点距离 对于老鹰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何况闪电雷鹰 还不是普通的老鹰 他居高临下 锐利的目光看向地面 搜寻着蓝橙红等人的位置 此时此刻 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面 蓝橙红等人脸色难看 老大 云江聚集地的人也太多了吧 他们居然有这么多人 还有天上那只老鹰 他一直都在找我们 咱们随时都可能被发现 那人的话语里面有些慌乱 蓝橙红的脸色相当难看 他也没有想到 云江聚集地的人居然会这么多 不是说最多几十人吗 除去老弱病残之外 不应该有这么多战斗人员才对 更别说 天上还有那只虎街的老鹰 那老鹰背上 还有一个同为虎街的女人 这下子麻烦了 老王 你不要装死了 赶紧想想办法 否则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留在这里 蓝橙红压低沉声道 一旁的王剑忠面色冷冽 我们并非是没有胜算 我们总共二十八个人 除去我们两个 也有二十六个战斗人员 我们的武器更加先进 足以解决他们了 同无线电通知直升机他们 让他们开着飞机过来支援我们 现在只能这样了 蓝橙红犹豫了一下后点头 然后拿出了无线电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老鹰的鸣叫声响起 随后便是一道金色闪电 从天而降 小心 我们被发现了 王剑忠大声提醒 他一把推开四周的人 随后金色闪电瞬间落下 哄 巨大的力量 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坑 弄得蓝橙红等人 灰头土脸 开枪 王剑忠大吼道 大 大 大 所有人都举起了手中的突击步枪 纷纷对准了天上的闪电雷音 闪电雷音瞬间拉高飞行高度 同时金色闪电在他身上涌现 一连十几道闪电 直接劈下去 轰隆隆 雷鸣声响彻不断 这边的情况 瞬间引起了赵杰等人的注意 找到敌人了 开火 干死这群王八蛋 赵杰大喊 剧烈的战斗瞬间一触即发 双方立刻焦火起来 数米高的围墙上 赵杰等人火力异常凶猛 出乎了蓝橙红等人的预料 他们瞬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 天空上有闪电雷音的攻击 远处也有赵杰等人的火力压制 他们这二十几个人 竟然一时之间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操 我总爱就说过 不该来进攻云江聚集地 首领他们简直是脑残了 王剑忠恼怒不已 武装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 瞬间让几人大喜 搜 搜 搜 瞬息之间 树枚火箭弹击射而来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基地的围墙上 快我倒 赵杰大喊 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 顷客之间就已经来到了基地的面前 直接命中围墙 轰 轰 轰 巨大的轰鸣声当场炸起 黄暴的力量肆虐不断 几个巨大的火球几乎是冲天起 无数的碎石一时之间到处建设 啊 一连串的惨叫声在围墙上出现 这树枚火箭弹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谁能想到 黄明山聚集地竟然还有这样的火力 李渭 快来救人 赵杰心急如焚地大喊着 尽管刚才他已经提醒了众人 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波及 在火箭弹的强大火力之下 当场便有数人死亡 剩下的人也被冲击波雨碎石击中 鲜血流淌不止 不远处的李渭快步跑过来 口中语气急速 我来了 金色的圣光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瞬间落在四周受伤的人身上 经过众多元金的强化 如今李渭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要说基地里面谁享有的资源最好 那必然是李渭 只要有元金 那基本上都少不了李渭的一份 而李渭也不负众望 这次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的实力便已经攀升到了狼街上级的境界 距离狼街巅峰只差一步之遥 金色的圣光蕴含着生命的力量 这光芒落在那些受伤人员的身上 他们原本的伤口迅速止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恢复 赵洁看着自己手下的人如此损伤 整个人怒火万丈 CTM的黄明山这群狗东西 此刻的战场激烈无比 到处都是轰鸣声与机枪扫射的声音 哒哒哒的子弹咆哮声响彻不断 基地外 蓝城洪等人见着不远处基地围墙上的惨状 脸上都是露出了笑容 好 杞人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寒风袭来 好像是空气中的温度都骤然降低 小心 那个女人出现了 王剑忠大声提醒 果不其然 他话音刚刚落下 冷月息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嗖 一根冰锥已经击射而来 速度快若闪电 哼 王剑忠口中冷哼一声 红色的火焰在他的身上浮现出来 这个人的能力赫然是操控火焰 一枚火球凝聚出现 直接被王剑忠丢出去 哼 火球与冰锥碰撞 当场炸起 老兰 我们一起对付这个女人 王剑忠大声道 好 蓝成红毫不犹豫地点头 只见他低吼一声 整个人的身形瞬间急速膨胀 短短不过扎眼之间 蓝成红瞬间化成成了一头巨大的黑熊 好 黑熊蓝成红发出一道咆哮声 直接朝着冷月息狂奔过来 冷月息微微皱眉 一抹寒光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 原力涌动 大量的寒气浮现出来 使得四周的空气温度疯狂骤降 瞬息之间就降到了零度之下 寒气冻结了空气当中的水气 让其变成无数的冰渣 只见冷月息双手挥舞 四周的冰渣瞬间膨胀 化作一根根锋利无比的冰刺 冰刺瞬间击视而出 直接将黑熊蓝成红的身影 完全笼罩进去 尖锐且锋利的冰刺 落在黑熊蓝成红的身上 但他却不闪不闭 脸上只是露出冷笑 黑熊化的我防御力强大无比 这样的冰刺是无法伤害到我的 冰刺到达 但下一刻 尖锐的冰刺好像是箭矢一般 瞬间穿透了黑熊蓝成红的皮肤 深深刺入他的身体 啊 剧烈的痛苦 让黑熊蓝成红口中忍不住发出惨叫 刚才的自信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争鸣与震惊 怎么可能 你的冰刺不应该突破我的防御才对 黑熊蓝成红语气里面都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的大意 以至于他现在浑身上下插满了冰刺 哪怕是动一下都痛苦万分 更加让他慌乱的是 这些冰刺上都蕴含着惊人的寒意 短短时间里面 已经开始让他行动迟缓下来 老王 快救我 黑熊蓝成红连忙求援 你这个蠢货 你在做什么 王剑忠阴沉着脸色 当场对着黑熊蓝成红破口大骂 这个白痴 竟然应接别人的攻击 哄 浓烈的橘红色火焰燃烧起来 让空气中的温度急速升 但这个时候 一股惊人的寒气袭击过来 让刚刚升高的温度 竟然又降低下去了 怎么可能 我的火焰竟然不是他寒冰的对手 这不是普通的寒冰 王剑忠瞳孔一缩 这个时候 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他仔细看去 这才发现 冷月系的寒冰 竟然带着一丝幽蓝之色 这根本不是普通寒冰该有的样子 难怪蓝成红挡不住对方的冰刺 两人的实力都是虎街下级 两人一人化身黑熊近战 一人操控火焰远攻 配合的可谓是相当默契 但因为蓝成红刚开始的愚蠢 以至于两人哪怕是二打一 此刻竟然也没有占据上风 地面上三人的战斗十分激烈 而天空上 闪电雷鹰也正在被两架武装直升机追杀 大 大 大 两架武装直升机上 都装配有重机枪 上面的人正操控着重机枪 对闪电雷鹰展开追杀 无数的子弹 好像是不要前一般机事出 火力异常凶猛 就 闪电雷鹰的口中 发出愤怒的鸣叫声 大量金色闪电 在他的身体上涌动不断 轰隆 伴随着闪电轰鸣声 数到金色闪电击射出来 小心躲避 驾驶员连忙操控着直升机 以显知又显的姿态 躲开闪电的攻击 但还没等他们稳定机身 第二波闪电已经接踵而至 轰 一架武装直升机 直接被命中 强大的电流 当场遍布机身上下 让内部的仪器失灵 不好 飞机失灵了 驾驶员面色苍白 这可是在数百米的空中 他拼了命的 想要稳定机身 这个时候 第三波闪电已经到达 啊 闪电传遍机身 哪怕是在舱内的人 也没有逃过 闪电雷鹰对于 现代机器的克制 实在是太大了 电流能够破坏仪器 除非是专门做了绝缘设计 否则很难逃得过 闪电雷鹰的破坏 一架武装直升机 从数百米的高空坠落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哄 武装直升机当场爆炸 以至于地面上 直接升起了一团火球 里面的人 也被巨大的冲击力 与火焰吞噬 另一架武装直升机上的人员 看到这一幕 额头上顿时流淌下来冷汗 快 快走 我们不是这只怪物的对手 一人连忙催促驾驶员 驾驶员意识满头大汗 连忙调转方向准备离开 救 闪电雷鹰的声音响起 他庞大的身影 在飞机的前面掠过 几人看到了闪电雷鹰双眼里面 冰冷的沙翼与寒光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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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声仿佛是响彻不断 连续竖道闪电轰击过来 驾驶员手忙脚乱操控着飞机 勉强躲过第一道闪电 紧接着 就被后面两道闪电直接命中 啊 里面的人惨叫不已 武装直升机 也步了前面那一架的后尘 当场从天空上坠落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上 哈哈 干得漂亮 刘东等人看着天空上的战斗 脸上都有着兴奋的神情 两架武装直升机坠落 敌人显然已经没有了 牵制闪电雷鹰的力量 他立刻俯冲而下 瑞丽的目光锁定了地面上的 蓝橙红与王剑忠 轰 轰 轰 当场三道闪电直接落下 轰鸣声响彻四周 啊 王剑忠与蓝橙红两人 完全没有想到 闪电雷鹰这么快就解决了 武装直升机 两人闪躲不及 直接被闪电命中 蓝橙红还好 黑熊化之后的他 身体素质十分强大 但王剑忠 则是没有这么强悍的肉身 金色闪电的强大破坏力 当场让他重伤 整个人惨叫着 直接趴在了地上 王剑忠口中惨叫不已 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目光看向四周的战场 瞬间心头一凉 天上的武装直升机 已经坠落了 不远处的作战小队 也陷入了苦战 他与蓝橙红此刻 要面对冷月西 与闪电雷鹰的围攻 显然是大势已去 必须离开 否则留下来 我会死的 王剑忠脑海里面 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整个人转身就走 他的动作 被蓝橙红看在眼里 顿时让其大怒 王剑忠 你要去什么地方 快点回来 然而他这么一吼 王剑忠跑得更快了 蓝橙红怒火万丈 万万没想到 王剑忠这个胆小的家伙 竟然逃跑了 这一下子 让他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此刻他一个面对两个敌人 如何能够阻挡 他转身也想要离开 但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怎么可能让他如意 一道接着一道闪电劈下来 让蓝橙红狼狈到了极致 强大的寒气也席卷而来 可怕的低温 仿佛令人窒息 蓝橙红速度瞬间骤降 哪怕是动弹一根手指头 似乎都困难万分 大量金色闪电 在天空上不断汇聚 形成了一根闪电长矛 下一刻 闪电长矛击射而出 目标直指蓝橙红 不 感受着死亡的气息不断逼近 蓝橙红的口中 发出一道绝望的嘶吼 他的眼神里面写满了恐惧 哄 闪电长矛从天而降 直接贯穿了蓝橙红的身体 可怕的闪电力量当场爆发 在他的身体里面肆虐不止 啊 蓝橙红凄厉的惨叫声响彻黑夜 仅仅只是坚持了瞬息的时间 蓝橙红便已经当场死亡 庞大的黑熊身躯也轰然倒地 随着蓝橙红的死亡与王剑中的逃跑 这场战斗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悬念 没了这两个虎街强者的帮助 剩下还留在这里的人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哄 哄 哄 闪电雷鹰几道闪电直接落下去 当场让黄明山作战小队的成员全部倒在了地上 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哪怕这些人全副武装 但在虎街的闪电雷鹰面前 依然没有任何机会 哈哈 我们赢了 伴随着战斗的胜利结束 刘东等人发出喜悦与激动的欢呼声 基地里面 赵明看着这一切 口中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所有人打扫战场 同时继续巡逻 小心敌人可能会有第二波攻击 赵明的声音响彻基地 这边的战斗已经结束 而远处的城市内 那边的战斗还激烈无比 两个庞然大物还在不断地碰撞 虎人形态下的唐东战力惊人 他欲战欲勇 此刻他已经站进了上风 金色闪电缠绕于他的四周 让他每一拳每一脚的破坏力都更加惊人 哄 一拳落在狼人的身体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 当场将狼人打飞出去 庞大的身躯狠狠砸在地上 唐东双眼里面杀意盎然 恐怖的气息缠绕在他的四周 这场战斗该结束了 冰冷的话语从他的口中说出 下一刻 只见唐东张开了嘴 瞬息之间 一道无形的尖笑声从他的口中发出 灵魂尖笑 这一道尖笑声穿透了狼人的肉体 直击他的灵魂 狼人瞬间抱着头 凄厉惨叫 只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都要被撕裂 等他重新睁开眼睛 一根闪电长矛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 破 闪电长矛直接贯穿了狼人的胸膛 随后爆炸开来 无数金色闪电在狼人的身躯上肆虐不止 好 狼人的惨叫声响彻夜空 遭受如此可怕的重击 哪怕是狼人的恢复能力也无法承受 整个人瞬间倒下 狠狠地砸在地上 唐东走上前 他挖开了狼人的尸体 取出一枚婴儿拳头大小的淡蓝色圆巾 做完了这一切 唐东立刻转身 朝着王耀明所在的位置狂奔过去 此刻 王耀明正在对着赵鹏毅与冷明两人狂轰乱炸 有着飞行能力和强大远程攻击力的王耀明 站进了上风 冷明只有在偶尔的时候才能发起一些反击 但他的攻击落在王耀明的龙人躯体上 只能说是不痛不痒 哄 哄 哄 巨大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几乎是没有半点的停歇 整个建筑楼在王耀明的轰炸之下 已经是破烂不堪 眼看着马上就要倒塌 你们两个已经没有机会了 投降吧 只要你们加入黄明山聚集店 那我就可以放过你们 王耀明大声道 他居高临下 脸上有着得意与自信的神情 放你马的屁 就你这种东西 还想让我们加入 你做梦吧 冷明对着王耀明 就是破口大骂 听着这句话 王耀明的脸色冰冷至极 一抹骇人的杀意 从他的眼睛里面涌现而出 既然你们不愿意投降 那就去死吧 王耀明高举着双手 一个全所未有的 巨大黑焰火球凝聚出来 恐怖的威压也随之弥漫出 可怕的气势在四周不断地肆虐 死 他口中怒斥 下一刻就要将 这巨大的黑焰火球丢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雷霆声突然响起 紧接着一道金色闪电 撕裂长空而来 瞬息之间 就到达了王耀明的面前 啊 金色闪电直接落在他的身上 强大的破坏力 让其忍不住发出一道惨叫 手中的黑焰火球 也瞬间溃散 唐东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王耀明马上转过头去 看着陡然出现的唐东 他的脸色十分震惊 你是说狼人吗 他已经死了 唐东冷笑道 手中拿出了一枚圆巾 不可能 那可是虎接巅峰的狼人 你怎么可能杀了他 王耀明震惊到了极致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虎接巅峰的狼人 连他都要比起锋芒 而唐东竟然杀了他 这岂不是说明 他现在已经不是唐东的对手 该死 王耀明又惊又怒 就在他暴怒的时候 唐东已经展开了攻击 受到金色闪电撕裂长空 差点落在王耀明的身上 王耀明惊目无比 他看向唐东的目光里面 充满了强烈的恨意 好像是恨不得将其生吞血肉 王耀明 你已经失败了 赶紧滚吧 你应该庆幸 闪电雷音现在不在我的身边 否则今天你就要死在这里 唐东冷冷道 王耀明咬牙切齿 唐东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只是赢了我一次而已 别以为你有多强 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会杀了你 唐东口中冷笑 他现在是唬人形态 不具备飞行能力 尽管金色闪电可以远程攻击 但面对具备飞行能力的王耀明 还是有些难以企及 可惜 天空上 王耀明看着地面上的三人 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 有了唐东这个可怕对手的加入 他明白自己没有胜算 就算他可以飞行 但想要击败唐东 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想到这里 王耀明咬了咬牙 只能不甘心地离开 他可是花了巨大的力气 才引诱过来狼人的 之前的虫族也是 但没想到唐东的实力 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 他的实力本来就强大 如果又得到了十人古术的元金 必然会更加强大 唐东 今日之耻 来日必然十倍暴打 你等着吧 丢下了这么一句狠话 王耀明正式飞行离开 身形很快消失在了天边 阴影角落里面的冷明 与赵鹏义两人迅速出来 他们的脸上 都有着喜悦的神情 恭喜首领再胜强敌 冷明哈哈大笑 唐东笑了笑 王耀明还真是宋财童子 先是数百梅狼街巅峰的元金 现在又送来一枚 虎街巅峰的元金 毫无疑问 都是大大提升了他的实力 说起来 自己应该感谢对方才对 下次见面 就用砍下他的脑袋 来当作感谢吧 唐东目光冰冷一片 战斗结束了 不多时 天空也渐渐浮现出了一抹鱼堵白 一轮红日 从东边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明媚的阳光 从天空上挥洒下来 犹如一层金沙一般 飘落大地上 砰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巨响 十人古树终于倒下了 这个庞然大物 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硬生生挺了三天的时间 生命力着实让人震惊 唐东纵身一跃 跳跃上十人古树的身体 然后开始寻找 对方元金所在的位置 首领 十人古树的身躯如此庞大 他的元金会凝聚在什么地方 看着眼前如同小山一般的 十人古树 冷明有些傻眼 赵鹏一沉阴片刻 猜测道 可能是树星的位置吧 赵鹏一说的没错 就是树星的位置 任何怪物死亡后 其元金都会在 其核心的位置凝聚出来 唐东如是道 说吧 他快不来到 十人古树的树星所在 来 将铁血长矛给我 唐东道 赵鹏一将东西递过来 唐东接过铁血长矛 立刻开始挥汗如雨的挖掘 大量的木屑不断的飞舞 凭借着锋利的铁血长矛 唐东硬生生在树星 挖出了一条通道 好坚硬的身躯 冷明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哪怕已经死亡 十人古树的身躯 依旧坚硬无比 如果是活着的时候 只会更加强大 花费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唐东终于在 十人古树树星的位置 挖出了一条通路 叮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 唐东立刻停手 很快 巨大的圆晶前所未有 通体散发着深蓝色的光芒 强大的力量 从圆晶当中隐约散发出来 让人心惊又狂喜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唐东的心中有些激动 鬼阶上级的圆晶 前世的他甚至都没有见过 更别说拥有了 如今自己重活一世 这是第一枚鬼阶层次的圆晶 唐东伸手将圆晶挖下来 哪怕拿在手中 唐东都能够感受得到 其中蕴含的惊人力量 好强大的力量 赵鹏一心惊不已 的确非常强大 有了这一枚圆晶 咱们的实力 又可以有巨大的提升了 等下次与王耀明见面 我一定要将他的人头砍下来 唐东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自信 有这一枚鬼阶上级的圆晶在手 里面蕴含的圆力 足以让他一路顺利的突破 迈入鬼阶层次 等他踏足鬼阶之日 就是王耀明与王东来 父子二人的死亡之时 黄明山聚集殿 王耀明有些狼狈地回到基地里面 他刚刚回来 就立刻去找王东华 父子两人碰面 王东华一看到 王耀明的狼狈样子 立刻就明白 计划已经失败 他皱着眉头 眼神里面有着不解 如此大好的局面 怎么可能会失败的 耀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耀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耀明深吸一口气 他的神情阴沉到了极致 我们都低估了唐东 他的实力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狼人死在了唐东的手中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到这句话 王东华不由地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表情充满了凝重 万万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唐东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虎接巅峰的狼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看来 他之前还隐藏了实力 他的实力本来就强大 现在又得到了 十人古术的元金 恐怕等到下次见面 唐东的实力 会到一个深不可测的程度 王东华沉声道 他在办公室里面 夺不起来 思索着解决的办法 一抹慌乱之色 从王耀明的眼里浮现出 他有些害怕了 爸 唐东一定要解决掉 我们现在已经跟他 结下了生死大仇 如果任由他成长下去的话 那死的人一定是我们 王耀明握紧了拳头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 刺入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连续两次 拜在唐东的手里面 王耀明的心中写满了不甘 但他也没有办法 唐东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他 等到下次两人再见面 他恐怕真的会被对方所杀死 王东华闭着眼睛 一道道思绪 从他的脑海里面不断地闪过 两久之后 他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语气低沉到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王耀明大喜 前几天我收到了消息 是魔都那边传来的 那里也组建了一个幸存者聚集地 而且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甚至比我们更加出色 如果我们能够拉拢魔都聚集地的人 与我们一起对付唐东 那胜利自然就不是问题 王东华又惊又喜 魔都聚集地 对方的实力有那么强大吗 王耀明的语气里面 有着几分质疑 王东华点点头 这是自然 魔都附近就是一座大型的军事基地 里面有着非常多的武器与弹药 甚至还有导弹车与坦克重炮 对方已经拿下了那个军事基地 你说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死 王耀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对方的实力这么强大 那的确非常恐怖 现代武器的威力相当可观 就算是鬼阶也无法抗衡 如此一来 哪怕唐东 吸收十人古术的元晶 踏足鬼阶 他们也完全有办法将唐东镇压 想到这里 王耀明的眼里露出了金光 神情上更是浮现出期待 那我们什么时候与对方结盟 他连忙道 不急 前几天对方只是刚刚发来消息而已 我准备让你组建一支队伍过去 一方面打探魔都聚集地的情报 一方面看看 能不能买到一些强大的武器 王东来沉声道 王耀明毫不犹豫地点头 没问题 这件事情就交掉吧 他拍着自己的胸膛 语气里面有着自信 此时此刻 唐东已经带着赵鹏义与冷明两人 回到了云江聚集地里面 几人刚刚回来 就看到了被轰炸过的围墙 脸上顿时露出担忧的神情 首领回来了 唐东回来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聚集地 所有人都兴奋地欢呼雀跃 唐东微笑着与众人一一打招呼 然后召开了高层会议 很快 众人都在会议室里面集合 赵明 昨天晚上聚集地也遭遇了袭击 我们有多大的损失 唐东语气凝重 文言 赵明沉声道 我们的损失不算多 只是聚集地的围墙 受到了轻微的损伤 唯一让人心痛的 就是在敌人火箭弹的轰炸之下 我们牺牲了四个人 此话一出 会议室内的气氛 瞬间有些沉闷 冷明握紧了拳头 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黄明山那群狗东西 我们迟早要灭了他们 唐东眼神里面带着寒光 他与王耀明父子的仇恨 又多了一笔 冷明说的没错 自己迟早要杀了他们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听到唐东已经拿到了 识人古术的元金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太好了 有了这一枚鬼阶上级的元金 首领的实力 必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说不定一口气攀升到鬼阶 也不是没有可能 赵杰眼睛大亮 唐东微微地笑着 赵杰的确说得没错 一枚鬼阶上级的元金 足以让他踏足鬼阶境界 不过这需要时间 等他踏足了鬼阶 到时候 实力必然有一番巨大的成长 会议很快就结束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赵明忽然说了一个消息 首领 就在昨天下午 我们收到了来自 另一个聚集地的通讯消息 对方自称是来自于魔都 他们已经组建了 一个大型聚集地 并且邀请我们参观 赵明开口道 魔都 唐东脸上 马上露出凝重的神情 魔都聚集地 他当然知道对方 前世他就听说过 这个聚集地的大名 魔都聚集地 不仅规模庞大 同时实力也相当的惊人 不过因为魔都聚集地 与云江的距离 足足有近百公里 前世他的地位也并不高 因此对于魔都聚集地的情况 并不是特别了解 只知道 魔都聚集地 有着大量的军火武器 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 有人一开始就占领了 在魔都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从而获得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靠着武装力量 魔都的幸存者 一路反杀各种怪物 硬生生将魔都收复了大半 有着超过一万名幸存者 可谓是南方一霸 参观 冷月熙微微眯着眼睛 不仅仅是参观吧 恐怕也有着威慑我们的意思 冷月熙的话照明十分赞同 他点点头后 目光看向了唐东 等待着他做决定 唐东面色已经平静下来 魔都聚集地那边 我想要过去看一看 你们有谁愿意作为代表过去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冷月熙起身来 我去吧 我的实力不弱 就算遇到了什么危险 也可以离开 好 另外 我再让闪电雷音跟着你过去 这样更加方便一些 唐东点头答应下来 冷月熙的实力 是目前聚集地里面 除了他之外最强的 因此让冷月熙过去十分合理 而且 他的行事作风也非常冷静 唐东相信 冷月熙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会议很快结束 众人随后各自离开 那一枚虎街巅峰的元晶 则是被唐东交给了冷月熙 唐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他盘腿坐在地上 拿出了十人古术的元晶 感受着其中磅礴的元力 他的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有了这枚元晶 我最多 只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能突破进入鬼界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 他决定 接下来好好修行 然后一口气 让实力突破进入鬼界 到时候 再去收拾王东华父子两人 他很快闭上眼睛 一丝丝精神力量 探入元晶里面 将其中蕴含的强大元力 慢慢引导出来 很快 一股强大的元力 便从元晶里面涌动而出 在唐东精神力量的牵引之下 进入他的身体 然后一路来到石海 在庞大且精纯的元力滋养之下 许青明显感觉得到 自己的精神力量 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迅速提升 次日 一大早的功夫 冷月溪便已经骑着闪电雷鹰 出发前往魔都聚集地的所在 两个聚集地之间相隔大约100公里 不过这点距离 对于闪电雷鹰来说 最多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到达 身形庞大的闪电雷鹰 在这冷月溪直冲天际 很快身形便消失在了云层当中 飞行于上千米的高空 以时速超过150公里的速度飞持 迎面来的狂风呼啸不止 冷月溪整个人趴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40分钟的时间并不长 不多时 闪电雷鹰便已经飞行 进入了魔都的范围 作为人口数千万的庞大城市 魔都的怪物灾难更是严重 市区内无数的怪物 在其中横行无际 放眼望去 随随便便就能看到许多虎街的怪物 狼街更是不计其数 一路风驰电车一般飞行而过 最终来到了魔都东面的郊区 一个被高大围墙包裹起来的聚集地 出现在了冷月溪的视线里面 到地方了 我们下去吧 冷月溪拍了拍闪电雷鹰的脖子 就 闪电雷鹰鸣叫一声 很快降低了飞行高度 最终在距离地面30米左右的时候 停止下来 然后缓慢朝着魔都聚集地所在的位置 滑翔过去 魔都聚集地的围墙哨塔上 有巡逻的守卫正在站岗 大人很快发现了闪电雷鹰的身影 小心 有强大的怪物过来了 实力至少是虎街 等等 那只金色老鹰的碑上 还有一个人 恐怕是觉醒者 守卫连忙将信息上报上去 闪电雷鹰飞行而来 最终在聚集地的门口悬停 冷月溪的声音随之响起 我是来自云江的幸存者 我代表云江聚集地过来拜访 云江聚集地 守卫将消息上报 很快就有人从聚集地里面出来 哄咚咚 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中年男人 微笑着从里面走出来 闪电雷鹰随之降落 冷月溪纵身从其背上跳跃下来 你好 我是魔都聚集地的接待员杨远 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我是来自云江聚集地的代表 冷月溪 冷月溪面色淡然 阳远目光打亮着冷月溪 不由得被她的美貌所惊讶 她的目光很快落在旁边的闪电雷鹰身上 虎杰 这是你们驯服的怪物 阳远询问道 冷月溪淡淡道 没错 我们聚集地内 有人可以驯服怪物签订契纪约 闪电雷鹰是其中之一 原来如此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冷小姐里面请吧 阳远微微笑着 在阳远的带领之下 冷月溪进入魔都聚集地内 入眼所见的空间可谓是非常巨大 看得出来 这个聚集地的人 是将一个大型商城广场 改造成了聚集地 因为是大型商城 所以里面的东西非常丰富 足够聚集地里面的人使用 而且空间也相当宽阔 广场就是聚集地的训练 以及活动场所 这个广场上 停放着大量的军用卡车 除此之外 还有武装直升机 甚至是坦克和装甲车 足足有十几辆之多 数米高的围墙 加在了机枪塔与手持火箭炮的巡逻卫兵 整个聚集地 俨然是一座军事堡垒的模样 不仅仅是这些武器 同时还有聚集地里面的人 冷月溪仅仅只是刚刚走进来 就已经看到了 至少两百人在里面活动 普通人也就罢了 那些守卫 至少都是狼街中级的实力 显然他们都使用过援京进行强化 甚至狼街巅峰的守卫 也不在少数 好强 冷月溪心中一宁 魔都聚集地的实力果然强大 远超他们 不仅仅是人术与武器 同时还要质量 他刚才就已经看到好几个虎街了 想来整个聚集地里面的虎街强者 至少不会少于十个人 难怪唐东这么重视魔都聚集地 这样的实力 当真是可怕 杨远带着冷月溪 进入了聚集地 两人一路来到休息室里面 很快见到了这个聚集地的高层之一 你好 我是魔都聚集地的副首领万元德 欢迎冷小姐 代表云江聚集地 来到我们这里参观 万元德脸上有着微笑 冷小姐已经在我们聚集地里面转了一圈 不知道感觉怎么样 很强 冷月溪语气淡然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万元德口中大笑 脸上有着自信的笑容 我们魔都聚集地 应该是整个华国南方最大的聚集地了 目前聚集地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两千 其中有超过一千都是战斗人员 实力最差都是狼街中级 其中虎街强者则有三十八人 目前我们正在不断地收复 属于我们人类的失地 截至目前为止 以基地为中心 方圆二十平方公里的怪物 已经全部被我们清理掉了 万元德介绍着魔都聚集地 不得不说实力当真恐怖 超过了云江聚集地不止一个层次 三十八的虎街 这简直是可怕 而且这还是对方主动暴露出来的而已 隐藏起来的虎街恐怕还有 万元德介绍完了聚集地的基本情况 随后终于是进入正题 这次邀请你们云江聚集地派遣代表过来 其目的是希望我们双方合并 如今我们人类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更是应该团结在一起 才能汇聚更加强大的力量 分散开来只会被那些怪物逐个击破 万元德如是道 冷月西面色没有半点变化 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主 我只能将消息商报上去 然后由首领来决定 当然 我们只需要冷小姐传达一个意愿就可以了 合并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谈 若是贵方有兴趣 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一些交易 我们双方或许都有各自需要的东西 我们魔都聚集地出售大量的物资 冷小姐可以随意挑选 万元德笑着 他打了一个响指 一旁的人立刻递过来了一台平板电脑 这上面都是我们目前出售的东西 货币则是元金 冷小姐可以慢慢查看 万元德话说到这里 外面的杨远忽然走进来 万副首领 黄明山聚集地的代表来了 黄明山 冷月西的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 将对方邀请进来吧 万元德道 杨远点了点头 他转身离开 不多时 脚步声便响起 不过这次杨远走进来时 身后则是多出了一个人 是你 王耀明在杨远的带领之下 走进接待室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冷月西 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 你们云江聚集地的人怎么也在这里 唐东没有过来吗 说着 王耀明警惕地看着四周 似乎是担心 唐东从某个角落里面跳出来 冷月西瞥了他一眼 不用担心 我们首领并没有过来 哼 王耀明口中冷哼一声 语气阴阳怪气 看来唐东不太重视这次的交流 没有亲自过来也就罢了 竟然只是随便派了一个人过来 他的话语里面的拱火味道 任谁都听得出来 在场的万元德与杨远两人对视了一眼 心中已经有了许多的猜测 两位 看来你们两个聚集地之间 似乎有着什么矛盾 万元德站出来打圆场 王耀明知道自己理亏 立刻道 是他们云江聚集地的人 坐视不地道 我们两家合力对付一只鬼街的怪物 但云江聚集地的人 却独吞了那枚鬼街上级的元经 他特意在鬼街上级这四个字上 咬了重音 鬼街上级 果然 此话一出 万元德与杨远两人都是 狠狠地吃了一惊 目光直接落在了冷月西的身上 他没有说谎 但元经之所以我们拿下 那是因为 在行动当中 我们出力更多 冷月西面色淡然 他瞥了王耀明一眼 如何猜不出来 对方心中所想 鬼街上级的元经 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东西 哪怕是万元德等人都没有见过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杨远瞬间明白了 万元德眼神里面的意思 他悄然离开 很快就走出了会议室 万元德微微笑着招呼王耀明 然后将刚才对冷月西的话 又重新说了一次 听到魔都聚集地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大 王耀明也是狠狠地吃了一惊 脸上露出惊骇的表情 一旁的冷月西 听着两人的对话 心慢慢沉了下去 恐怕要有麻烦了 冷月西心中如是地想着 不多时 杨远重新返回 然后对着万元德点了点头 万元德微微汗手 他目光看向了冷月西 冷小姐 关于那枚鬼阶上级的元金 不知道贵聚集地能否割爱 我们愿意用军用资源来进行交换 万元德微笑着 冷月西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 只有等回去上报后 才能得知结果 没问题 实不相瞒 这枚鬼阶上级的元金 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我们首领目前正处于 虎阶与鬼阶的交界点 正需要一枚鬼阶元金 来进行突破 如果贵方愿意割爱的话 那我们一定会给出一个丰厚的报酬 万元德 王耀明全程目睹了这一幕 他心里面简直要笑出声来 不由地佩服自己的机制 仅仅只是一句话 就可以让云江聚集地的人 陷入两难的境地 显然 万元德和他背后的人 已经看上了这枚鬼阶上级的元金 接下来 如果唐东想要与魔都聚集地的人合作 那就必须要将这枚元金拿出来 反之肯定不行 唐东想要保住元金 那就会交恶魔都聚集地 但如果交出来 那实力提升就会暂时搁浅 到时候 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追上来了 想到这里 王耀明心中恨不得大笑出声 万副首领 关于贵聚集地给出的交易项目 我想要带回去看看 到时候 从贵方这里购买一些东西回去 王耀明道 魔都聚集地给出的交易项目 很多都让他非常眼馋 里面 甚至还有坦克与装甲车可以交易 这可是好宝贝 没问题 万元德笑秘秘地答应 王耀明微微笑着 他带着平板电脑满意地离开了 这边的冷月溪也没有多做停留 不过 就在他也想要带走平板电脑的时候 万元德却开口道 冷小姐 有关于我们两个聚集地交易的事情 我想 恐怕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不如就从鬼阶元金开始 你以为如何 万元德脸上 依旧有着老好人般的笑容 可以 冷月溪面色毫无变化 他坐上闪电雷音 随后便离开了魔都聚集地 身形很快消失在天际 大半个小时后 伴随着一道老鹰的鸣叫声 冷月溪回到了云江聚集地 闪电雷音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冷月溪从其背上跳跃下来 很快在房间里见到了唐东 情况怎么样 唐东开口询问 眼神里面有着几分期待之色 魔都聚集地很强 远比我们更加强大 他们至少有两千以上的人口 接近一千的战斗人员 坦克 装甲车 武装直升机 导弹车 重炮一英俱全 数量接近一百 除了这些之外 他们还有至少四十个以上的虎街强者 冷月溪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死 唐东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早就知道 魔都聚集地很强 但没想到强到了这个程度 他云将聚集地发展到现在 也才十个不到虎街而已 人口勉强破百 这么看来 魔都聚集地的实力 至少是他们的五倍以上 这还没算上对方各种重型军火 什么坦克 导弹车 装甲车 重炮 这火力简直离谱 那些重型军火 我们可以交易吗 唐东眯着眼睛 本来是可以的 但中途王耀明也刚好到了 他特意指出了 十人古术的轨迭元经 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冷月溪说到这里 语气都冰冷 唐东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后面的事情 他已经猜到了 鬼阶上级的元经 哪怕是魔都聚集地 也会渴望的 果不其然 随即就从冷月溪的口中 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对方要我们将 十人古术的元经 拿出来交易 否则后续的交易 就无法展开 冷月溪道 唐东皱着眉头 这不可能 未来必然是觉醒者的天下 我如果不趁着这个时候 提升实力 那以后就处处慢人一步了 交易十人古术的元经 想都别想 唐东重活一世 甚至后世一位顶尖的强者 有多重要 别看他现在这么重视 现代武器 但到了鬼阶 甚至是龙阶 现代武器 不过只是废铁罢了 导弹重炮 只能对付鬼阶 而龙阶强者 就算是核弹 也不一定能够杀死 前世也不是没人用过核弹 但依旧没能 杀死一只龙阶的怪物 龙阶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了非人的程度 一只龙阶的怪物 就足以覆灭 一座人口数百万的城市 战力逆天至极 他深知滚雪球的道理 不趁着前期好好提升实力 那等到了后期 就彻底跟不上 怪物进化的步伐了 交易那没元经 绝对不可能 魔都聚集地那边 就暂时到此为止吧 他们既然不愿意交易 那我们也不求着上门 等以后我们的实力强大起来 到时候谁求谁还不一定啊 唐东眯着眼睛 他有着神秘令牌 又有着统御这样强大的能力 只要让他的实力提升起来 到时候 他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聚集地的战力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他求着上门去交易 而是魔都聚集地的人 求着上门来找自己 冷月熙点了点头 他随后起身离开 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他拿出了狼人的圆巾 闭上眼睛 开始吸收其中的力量 房间里 唐东将事情告诉了赵明等人 众人闻言 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首帘 如果我们不交易的话 魔都聚集地那边 不会派人上来抢抢吧 赵姐语气有着担忧 他的话得到了其他人的同意 众人都转过头来 看向唐东 唐东面色凝重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识人古术的元经 我们绝对不能交出去 我最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踏足鬼街 一旦等我到了鬼街 到时候 就算是魔都聚集地 出动所有的力量 我们也不用担心 因此 我们最危机的时间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月 一旁的赵明插嘴一句 还有黄明山那边的人 如果魔都聚集地的人 真的对我们出手 那王冬华父子 肯定会来插手 甚至于魔都聚集地的人 都不需要出手 他们只需要资助王冬华父子 一些武器和装备 就足够让我们头疼了 这 众人文言 脸上都露出了 严肃和担忧的神情 会议室里面的空气 瞬间凝固起来 所有人表情都严肃万分 唐东面色凝重 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会议很快结束 唐东也随之回到了房间里面 他脸上有着愁容与思索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但也绝对说不上短 这段时间 已经能够做很多事情了 就像是赵明所说的 哪怕魔都聚集地 那边的人不动手 只需要资助王东华父子 也足够让他们头疼了 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魔都聚集地那边 距离这里足足有上百公里 对方不太可能将坦克和导弹车开过来 但武装直升机飞行却非常简单 最多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而且 对方虎接强者的数量也相当庞大 随便来一半 也足够造成致命的危险了 难道要带着人千里 暂时躲藏起来吗 唐东皱紧了眉头 他竟闭着眼睛 一道道思绪 不断从他的脑海里面闪过 我现在还有一个可契约的名额 或许我可以考虑 契约一只特殊的怪物 说不定 等等 如果是那种怪物的话 那说不定真的可以 唐东猛然眼睛亮起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他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 他立刻开始行动 乘坐着闪电雷音当即出发 开始寻找那种特殊怪物的身影 另一边 王耀明已经回到了黄明山聚集地 他一脸兴奋地找到了王东华 然后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好 王东华眼睛亮起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毫不掩饰地 称赞了王耀明的行为 耀明 这件事情 你干得非常不错 王东华表情欣慰 哈哈 王耀明神情得意 爸 我这招借刀杀人可谓高明 接下来 他唐东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倒要看看 他唐东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王东华眯着眼睛 唐东此人非常的自信 同时对力量十分渴望 鬼阶元金这样的宝贝 他是绝对不会交出去的 他一定会拒绝魔都聚集地那边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 他已经有了操作空间了 短短时间里面 王东华的脑海里面 已经浮现出了许多的计划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王耀明 然后让对方明天出发 再度前往魔都聚集地一趟 王耀明听完之后 眼睛立刻亮起 脸上的表情不可谓不兴奋 次日 王耀明第二天一大早就已经出发 他变身成了聋人形态 很快就来到了魔都聚集地的上空 这一次 依旧是杨远与万元德两人接待 三人很快在会议室里面碰面 万副首领 我昨天回去与我聚集地里面的人进行商业 决定向贵方购买一些东西 我们会使用元金来进行购买 王耀明开口道 万元德脸上有着笑容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没问题 只要是清单上面的物资都可以购买 元金已经取代原本的货币 成为了如今的唯一货币单位 双方很快进行了愉快的交易 而这个时候 王耀明也进入了正题 万副首领 不知道云江聚集地那边 是否已经有答复了 王耀明试探性地开口 此话一出 万元德便深深地看了王耀明一眼 他是人精 如何看不出来昨天王耀明的想法 还没有 我们等了一天的瞬间 云江聚集地那边 依旧没有给出任何的消息 万元德摇了摇头 好 王耀明心中激动 表面上则是微微笑着 依我看 云江聚集地那边 恐怕是不会将鬼阶元金拿出来交易的 鬼阶元金这样的东西 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次失去了 那以后想要再得到 可能就比较困难 毕竟像是石人古术这样 无法动弹的鬼阶 是非常洗手的 鬼阶的破坏力 已经足以对抗导弹 这种层次的怪物 无论是破坏力 还是机动性 都非常可怕 他们一旦动起来 想要将其杀死 太过于困难 万元德赞同的点头 是啊 我们聚集地的火力虽然强大 但实际上到现在为之 也没有杀死过一只鬼阶怪物 就是因为鬼阶怪物的机动性 实在是太强大了 随便上百公里的时速 再加上城市里面复杂的环境 三天前 我们组织了一支队伍 前往市区猎杀一只鬼阶怪物 但最终所有人全军覆没 那只怪物 才仅仅只是鬼阶下级而已 现代武器的破坏力虽然强大 但机动性能太差 如果在野外 那还可以通过导弹洗地的方式 击杀鬼阶怪物 但面对城市 这样的复杂环境 那只能被鬼阶怪物戏弄 王耀明文言 心里面笑得更加开心 万元德等人 越是想要鬼阶元金 那对他来说 就越是好消息 万副首领 既然唐东那边没有给出答复 那不如我们主动上门吧 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你们亲自上门详谈 我想 唐东怎么要给几分面子的 王耀明毫不掩饰 自己拱火的目的 万元德脸上有着笑容 好 既然王先生愿意带队 那我们就出发一趟 没问题 双方一拍集合 立刻就决定了下来 万元德很快下达了命令下去 整个聚集地都动了起来 快快快 所有人上飞机 全部行动起来 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响起 数十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纷纷小跑进入飞机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带着精良的武器 而地勤则是检查了飞机的情况 并为其搭载了火箭弹 仅仅只是十分钟 一支有八架武装直升机 所组成的直升机小队 便升空出发 每一架武装直升机上 都搭载十二枚火箭弹 机舱的两边 还有着火力强大的重击枪 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庞大的队伍行驶出发 目标直指云将聚集地而去 轰隆隆 螺旋桨的轰鸣声响彻天空 直升机编队一路浩浩荡荡 以超过两百公里的时速 迅速抵达了云江 不多时 云江聚集地已经近在眼前 地面上 赵杰等人很快听到了 天空上武装直升机飞行的声音 所有人都纷纷看向了天空 顿时面色大变 快 让普通人进入地下基地避难 战斗人员带着武器跟我来 赵杰私声大喊 整个基地顿时混乱起来 许多人都惊慌失措 赵鹏义 则是快步来到了外面 赵明也迅速赶来 当看到天空上飞行而来的直升机编队时 脸上的神情可谓是凝重到了极致 他们果然还是来了 所有人都小心一些 只要他们要出手 那我们立刻躲藏进入地下基地 地下基地的防护能力很强 足以硬抗小规模的导弹轰炸 这些武装直升机上的火箭弹 不一定能突破地下基地的防护 赵明沉声道 咕咚 刘东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额头上慢慢流淌下来一滴冷汗 我们双方的实力差距也太大了吧 魔独聚集地竟然派来了八架武装直升机 刘东只感觉说话都艰难 天空上 武装直升机编队已经近在眼前 王耀明坐在机舱里面 他看着下面的聚集地 脸上有着一抹兴奋的神情 万副首领 是直接动手吗 王耀明激动道 万元德则是给了他一个白眼 大家都是人类 双方也还没有足够的矛盾 怎么可能直接动手 就算他下达这个命令 四周的战斗人员恐怕都不会听他的 降低飞行高度 我们直接降落在聚集地外面 万元德大喊道 轰隆隆 螺旋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一架架武装直升机慢慢降落 最终停在了聚集地的大门口 眼见着对方直接降落 而不是展开攻击 赵明等人则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机舱大门打开 足足数十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从里面走出来 万元德与王耀明两人也随之跳下了飞机 赵明几人从聚集地内走出来 异形人的脸色都十分凝重 万元德脸上有着笑容 他微笑着走上前 哪一位是唐东唐首领 赵明静止地走上前 我是云江聚集地的副首领赵明 很抱歉 唐首领目前正在外面 并不在基地里面 诸位就是魔都聚集地的人吧 正所谓来者是客 请跟我们来吧 哈哈 那就有劳了 万元德口中爽朗地笑着 场面看上去十分和谐 似乎是没有半点的火药味 一群人走进了聚集地 万元德四处地打量着 他随意地看了几眼 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 与他们魔都聚集地比起来 眼前云江聚集地的规模 与武装力量 简直寒酸的 就好像乡下的小镇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层面 王耀明的脸上 则是有着浓浓的笑容 那神情里面 充满了得意与幸灾乐祸 一行人来到了戴客室内 随后各自落座 几人刚刚坐下 万元德便直入主题 冷小姐 昨天我们见面 我已经将事情与你们说过了 有关于鬼阶元金的交易 不知道诸位考虑得怎么样了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瞬间有些僵硬 赵明深吸一口气 脸上勉强露出笑容 万副首领 十分抱歉 那一枚鬼阶元金 对于我们而言 也至关重要 我们无法与贵聚集地 进行交易 好 听着这样的回答 王耀明的心中 可谓是狂笑不止 万元德脸上的笑容 略微消失了一些 是有什么困难吗 我魔都聚集地 愿意出大量的资源进行购买 我们也知道一枚鬼阶元金 非常的贵重 所以我们出的价格 绝对不会让诸位吃亏 很抱歉 请允许我们拒绝 赵明露出为难的表情 待客室里面的气氛凝固下来 任谁都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僵硬 哎 万元德口中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我们也不多人所好 不过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 若是日后贵聚集地 遇到了什么麻烦 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留下了这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万元德随即起身离开 一行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连椅子都还没坐热万元德 众人就已经离开了 赵明几人将他们一路送到了聚集地外面 随后目视着这群人乘坐飞机离开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武装直升机编队很快飞行离开 最终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小点 各位 接下来咱们要进入真正危险的时刻了 虽然魔都聚集地的人 不太可能直接对我们动手 但他们肯定会用其他的办法逼迫我们 我们接下来需要团结一致 我想一定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赵明语气坚决 目光更是坚定无比 武装直升机编队很快重新回到了魔都聚集地 王耀明三人一同也来到会议室里 这次王耀明主动开口 万副首领 刚才的结果两位都看到了 唐东那群人并不愿意交易 这么看来鬼接援金贵方恐怕是得不到了 闻言 万元德转过头来 他深深地看了王耀明一眼 哦 听王先生的意思 似乎是有着什么办法 万元德微微笑着 王耀明开口道 实不相瞒 我黄明山聚集地与唐东他们 因为之前的事情有着不小的矛盾 他唐东做人无耻至极 那枚鬼接援金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但因为唐东实力强大 我这才不得不将鬼接援金交给唐东 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非常愤怒 我希望能够得到贵方的帮助 只要你们能够帮助我出这口恶气 那我也愿意将那枚鬼接援金送给贵方 当作是感谢 万元德哈哈一笑 脸上的笑容可谓是相当灿烂 王先生哪里话 帮助自然不是问题 不过大家都是人类 我们也不可能提供太过于强大的助力 五架武装直升机 一百枚火箭弹 十位虎接强者 这样的支援 就是我们能够拿出来的极限了 万元德语气充满了笑意 王耀明眼睛亮起 不愧是魔都聚集地 果然是财大气粗 好 只要支援到手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动手 王耀明语气激动 心中已经充满了浓浓的期待 双方就此约定下来 万元德提供的帮助于明天就到达 到时候也正是对唐东等人出兵 另一边 此时的唐东 还在云江寻找着合适的契约怪物 他坐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借助着他一双锐利的鹰眼 观察地面上的情况 以唐东与闪电雷鹰如今的实力 云江这座二线城市的市中心 已经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威胁了 可以说是来去自如 在闪电雷鹰锐利至极的鹰眼之下 地面上哪怕是一只老鼠爬过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从昨天一直找到现在 他已经将云江市区找了个遍 依旧没有发现 自己想要的那种怪物 还是没有 那只虫王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 虫王这样的怪物 应该难以隐藏身形才对 对方想要繁殖和扩张虫族 势必需要庞大的地盘 唐东皱着眉头 虫王 这就是他想要找的特殊怪物 这种怪物十分特殊 虫王并没有太过强大的战斗力 但同等级里面 完全算不上顶尖 但却有着恐怖无比的繁殖能力 一只虫王可以轻而易举繁殖出数量庞大的虫群 原本他之前见到王耀明引过来的 那上千只虫子 以为云江就有虫王的存在 但没想到他找遍了大半个云江 竟然还是没有发现虫王的身影 不对 虫王肯定是有的 否则那天那群虫子 难不成是凭空冒出来的不成 难道对方躲藏在地下 唐东眯着眼睛 他仔细思索着 想要容纳那群数量庞大的虫族 必然需要一个巨大的地盘 而且自己没有发现虫王的所在 说明虫王必然在地下室或类似的地方 一道灵光忽然从他的脑海里面一闪而过 唐东这才想起来 还有一个地方自己并没有探查过 云江中央广场地下停车场 唐东眼睛亮起 云江中央广场 那里是云江最大的广场娱乐中心 同时也是整个云江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的地下停车场面积十分庞大 如果说整个云江有什么地方 可以藏得下一大批虫族的话 那恐怕就只有这个地方了 唐东立刻骑着闪电雷音前往云江中央广场 很快 一个巨大的广场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 他仔细一看 只见广场四周死寂一片 完全没有任何怪物的存在 仿佛是人间绝境一般 整个广场安静的可怕 似乎寂静的 连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终于找到了 唐东的脸上有着兴奋与喜悦的神情 他已经看出来了 虫族绝对就在这里 他控制着闪电雷音慢慢地降落 随后纵身一跃跳跃下来落在地面上 他刚刚踩他在广场的地面 便立刻听到了一阵细微的沙沙声 这声音十分的微弱 但没有逃过唐东的耳朵 瞬息之间 他感觉好像是有许多双眼睛正在盯着自己 这些眼睛的主人不知道有多少 犹如是遍布整个广场四周所有的街道 这种感觉让人头皮发麻 恨不得立刻就逃离这里 唐东深吸一口气 压下内心一样的感觉 脸上的神情有着一抹凝重之色 不要与普通的虫子纠缠 只要能找到虫王 那胜利就是属于我的 一抹金光从唐东的双眼里面一闪而过 虫王就是虫族的灵魂 控制着所有的虫族 只要控制了虫王 那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虫群 他准备开始寻找虫王的所在的位置 但整个中心广场的面积实在是庞大 四周还是大量的商城 想要在如此庞大的区域 找到一个隐藏起来的虫王 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简单的事情 就在唐东准备要行动的时候 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无数虫子 又是潮水一般 从四面八方的建筑当中涌出 他们每一只的体型都堪比一只老虎 厚实的甲铐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寒光 争鸣锋利的口气好像是钢铁打造 让人不寒而栗 杀 杀 杀 无数脚步声响起 成百上千只虫子涌上前来 一时之间 好像是充斥着唐东所有的视线 刚化 唐东口中低喝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涌遍他的全身上下 一下子让其变得荧光闪闪 碰 一步踏出 唐东不退反进 他直接冲入了虫巢里面 两者碰撞在一起 虫巢瞬间人仰马翻 大量的虫子从四面八方进攻过来 他们的口气狠狠地撕咬在唐东的身体上 发出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 但下一刻 这些虫子的口气就被直接崩断 反倒是唐东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痕 他面色不变 硬生生从虫巢里面杀出了一条血路 大量的虫巢 至少有着七八百的数量 每一只的实力都达到了狼街巅峰的水平 它们体型庞大 一路蜂拥而过 就算是普通的虎街都只能避其锋芒 不过唐东浑然不在乎 这些虫巢的威胁 在他的钢铁之躯之下 这些虫子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的威胁 天空上他还有闪电雷鹰作为支援 想要离开随时都可以 这便是他敢于横行虫巢的资本 哼 唐东直接撞碎了一家商城的玻璃门 冲入商城里面 他目光在商城内四处巡视 寻找着虫王的身影 虫王到底在什么地方 唐东皱着眉头 这时 一只身高超过两米的虫子冲了出来 目标直指唐东而来 这只虫子速度极快 冲锋起来 就好像是一辆飞驰的小轿车一般 时速超过了一百公里 唐东浑然没有想到 虫巢里面竟然还有虎鸡的虫子 一时之间躲闪不及 正狠狠撞上 碰 伴随着沉闷的声音 唐东的身形倒飞而出 直接砸穿了一面墙壁 扬起一片尘土 可嗨嗨 唐东被尘土呛得一阵咳嗽 他毫发无伤地从地面上爬起来 随意抖掉身上的灰尘 竟然已经繁育出了虎鸡的虫子 唐东脸上有着惊喜的神情 哄 哄 哄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那只虎鸡虫子 已经再度朝着唐东冲锋过来 同样的亏他 怎么可能吃第二次 唐东立刻闪避 他没兴趣与这只虎鸡虫子纠缠 这只虎鸡虫子实力不错 赫然已经达到了虎鸡下级的程度 等他收服了虫王 到时候 这只虎鸡虫子也是他的小弟 他可不想就这么将自己未来的小弟给杀死了 狠狠一拳轰在虎鸡虫子的侧面 巨大的力量一拳将其打飞出去 唐东没有陈胜追击 而是趁机摆脱了虎鸡虫子的追杀 他一路在商城里面横冲直撞 整个人好像是一辆重型坦克一般 仗着自己的钢铁之躯 唐东的行为可谓是霸气无比 货架 撞过去 墙壁 撞过去 木门 撞过去 一路撞撞撞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唐东脚下狂奔的步伐 他以极快的速度将这座商城搜索了一遍 然而却并没有发现虫王的下落 唐东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去搜寻第二座商城 这一找就是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将整个广场上所有的商城全部搜索了一遍 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虫王的影子 虫王的影子没有看到 反倒是遭到了三只虎街虫子的围追堵截 三只虎街虫子在虫王的指挥之下不停地追捕他 甚至几次都以何谓的姿态 想要将唐东围杀在某个区域里面 真是烦人 唐东皱着眉头 一边寻找虫王 一边还要面对着三只虎街虫子的追杀 着实是让人感觉有些无奈 广场上所有的商城我都已经找遍了 竟然没有发现虫王的位置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唐东语气低沉 他目光扫过整个商城 忽然 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引起了他的注意 唐东眼睛亮起 毫不犹豫就朝着地下停车场所在的位置狂奔过去 他这一举动出现 四周的三只虎街虫子顿时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般 马上就激动了起来 哈哈 果然在地下停车场里面 唐东口中肆意大笑 脸上有着兴奋的神情 轰隆 伴随着雷霆的轰鸣声 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落在迎面来的一只虎街虫子身上 强大的雷电力量让这只虫子的身形陷入了短暂的僵直状态 唐东立刻抓住机会越过他 然后冲突了地下停车场里面 宽阔且昏暗的地下停车场中 一个足足数米高的庞大虫子 赫然就盘踞在地下停车场的深处 这只虫王通体黑色 整体呈现出如同螳螂一般的姿态 他以半吨的姿态趴在地上 但身高也达到了惊人的三米 在虫王的附近 遍布密密麻麻上百只白色的虫卵 同时还有一部分虫子刚刚被孵化出来 正处于幼虫的阶段 嘶嘶嘶 十几只幼虫对着唐东这个不速之客嘶吼起来 齐刷刷地挡在了虫王的面前 轰隆 金色闪电瞬间击射而出 直接将这十几只幼虫全部杀死 唐东心中喜悦 终于是找到你了 他没有选择立刻发动统育能力 而是回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然后狠狠一拳轰在石柱上 轰 巨大的力量瞬间爆发 密密麻麻的裂痕 顿时出现在石柱上 唐东没有任何的犹豫 再度连续轰出了树拳 就算是坚硬的石柱 也承受不住这强大力量的攻击 而直接倒塌 石柱上方的天花板顿时掉落下来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与飞扬的尘土 整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被石块掩埋下来 那三只虫子 挖开这些石块 最多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我需要抓紧时间 唐东的眼里闪烁着金光 他立刻返回地下停车场身处 虫王立刻对着他愤怒的嘶吼 唐东当即发动了统育能力 哄 强大的精神力量进攻而出 直接轰在虫王的精神世界 两股精神力量碰撞在一起 然而虫王的实力着实不弱 赫然已经达到了虎接上级 以唐东虎接下级的实力 想要强行契约对方 三分钟时间根本不够 只能用一些破坏性的办法了 露娜 随着唐东的话音落下 露娜那可爱的身形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灵魂尖笑 伴随着一股特殊力量的涌动 露娜的精神力量 仿佛化作了一柄大锤 狠狠地轰在虫王的精神世界 好 虫王痛苦地嘶吼出声 庞大的身躯疯狂挣扎 还不够 灵魂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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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娜咬了牙 一口气释放了三次灵魂尖笑 剧烈的痛苦 让虫王挣扎不已 原本坚弱磐石般的精神世界 瞬间虚弱了下去 哈哈 雷娜 干得漂亮 唐东狂喜 他猜得果然不错 雷娜的灵魂尖笑 配合自己的统玉 简直就是戾气 统玉能力 想要发挥作用 需要先打开怪物的精神世界 但统玉本身并不太具备攻击能力 因此以前他契约怪物 每次都是硬生生打吃酒战 但现在有了雷娜的灵魂尖笑则不同 这个技能专攻精神 别管你什么怪物 只要不是灵体类的怪物 在灵魂尖笑的攻击之下 都要吃暴击 足足三次灵魂尖笑全部命中 哪怕是虎街上级的虫王都虚弱下来 唐东的精神立刻趁虚而入 开始大力的进攻 再给他踏来一发 唐东毫不犹豫 灵魂尖笑 雷娜立刻点头 好 虫王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地下停车场 可怜的虫王并不擅长与战斗 面对唐东这个开了挂的家伙 此刻完全陷入了被动当中 哄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虫王的精神世界被彻底打开 唐东的精神则是一路长驱直入 顺利地在虫王的精神世界当中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 片刻之后 唐东睁开了眼睛 嘴角忍不住勾勒出了笑容 他走到虫王的面前 这次虫王不再露出任何的敌意 而是十分轻易地 用头蹭了蹭他的手掌 精神世界传递过来 温和与沉浮的意识 与此同时 意识海内 那神秘的黑色令牌 也随之涌动起来 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不知道我能从虫王的身上 得到什么样的能力 唐东的心中有着期待 光芒在黑色令牌上绽放 随后化作一道光束机事而出 落入唐东的精神内 两久之后 唐东重新睁开了眼睛 但脸上的表情 则是复杂无比 坑爹啊 这什么破能力 唐东神情像是便秘一般难看 由虫王共享给他的能力有两个 但其中一个异常坑爹 那就是繁育 是的 就是虫王最擅长的能力 虫王能够从自己的身体里面 繁育出虫卵 然后虫卵再孵化成虫子 就好像 是以后与丰厚一般 这就是虫王最大且唯一的能力 然而坑爹的地方来了 他唐东是人类 又没有虫王的特殊器官 繁育这样能力 对他而言根本就无法使用 而第二个能力 则是名为掏剔 这个能力 则有些实用价值 虫王的未消化能力异常强大 绝大部分东西都可以被消化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甚至是腐烂的尸体 都可以消化 从而化作最基础的能量 补充自己 算了算了 虫王的能力 已经足够强大 我就不要求什么了 唐东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除非自己疯了 否则绝不会选择繁育这个能力 同时也绝对不会跟虫王合体 天知道他跟虫王合体 会将自己变成什么奇怪的样子 他一个大老爷们 可接受不了自己生出一堆 奇形怪状的虫子出来 唐东没有犹豫什么 最终选择了掏剔这项能力 伴随着一阵奇异的力量 涌遍全身上下 最终汇聚于他的胃部 他很快感觉到 自己的胃 已经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深吸一口气 唐东压下了心中涌动的情绪 然后将堵住的地下停车场 路口打开 带着虫王从里面走出来 广场上 外面所有的虫族 已经全部停止了进攻了 数百只虫族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 就如同是精锐的士兵一般 而站在最前方的 毫无疑问 就是那三只最强大的 虎街精英虫子 好好好 眼见着这样的场面 唐东忍不住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他的内心有些兴奋 赚大了 驯服一只虫王 我直接收获了三只虎街精英虫族 与数百普通虫族 完全形成了一只小型的军队 唐东当场哈哈大笑 好 虫王嘀吼一声 如同妖宫一般 向着唐东炫耀自己手下的虫族军队 唐东微笑着抚摸着虫王的身体 心中对这个新的契约兽 可谓是满意 从虫王传递过来的信息 他已经详细了解了对方的能力 眼前这批虫族里 普通虫族总共有832只 实力为狼街巅峰 精英虫子总共有3只 实力为虎街下级 虫王繁育虫族 需要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供应 无论是肉食还是植物 甚至是空气中弥漫的原力 都可以作为虫王的能量补充 在足够能量供应的情况下 虫王每天可以繁育出50只普通虫族出来 普通虫族只需要一天 就可以成长为成虫 但如果是虎街下级的精英虫族 那每三天才可以繁育出一只 并且成长周期为7天 所有虫族都可以通过 吸收空气中原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但这种仅仅只限于最低的活动 想要让虫族足够的战斗力 那就一定要让其吃饱 接受完这些信息 唐东立刻就意识到 虫王的能力虽然强大 但胃口也相当惊人 他可以暴兵 一天50只普通虫族的可怕暴兵速度 是极其恐怖的 但这些都建立在有足够能量供应的情况下 并且暴兵出来的虫族也需要吃东西 我这是养了一个大卫王啊 唐东不由地感慨一句 不过尽管如此 虫王的能力还是母庸置疑的 有了虫王 以后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人手不够的问题了 狼结巅峰的虫子 一天就可以剩余50只 一个月便是1500只 这样的暴兵能力当真是恐怖至极 我们走 回家了 唐东翻身 直接起在虫王的身上 随后带着浩浩荡荡数百只虫族 朝着聚集地而去 聚集地 围墙上一身全副武装的刘东正在巡逻 他忽然发现了远处的异状 仔细一看 似乎是大批的怪物正在朝着这边靠近 卧槽 有怪物来袭击了 嫡妻 看着那密密麻麻一大片的怪物影子 刘东顿时大惊失色 连忙大喊起来 围墙上的所有守卫顿时进入了战斗状态 聚集地里面冷月熙等人也快步跑上了围墙 冷明拿出望远镜仔细一看 原本的凝重顿时变成了狂喜 是首领回来了 刘东 你个白痴乱叫什么 没看到首领也在那群怪物里面吗 那是首领新收服的七月兽 冷明哈哈大笑 啊 众人满脸愕然 很快唐东骑着虫王靠近 众人这才看清楚 死 一行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着眼前这密密麻麻数百只老虎大小 全身覆盖着黑色假靠的虫族 每个人的脸上都又惊又喜 首领 一群人连忙打开了聚集地的大门 唐东纵身一跃 从虫王的身上跳跃下来 然后将其能力说了一遍 听完了这些 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脸上都有着激动的神情 赵明同样表情喜悦 好 有了虫王 那我们就不缺兵源了 这些虫族就是最好的基础士兵 对了 今天上午魔都聚集地那边的人已经来了 他将上午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唐东闻言后 脸上顿时露出凝重的神情 他目光有些冰冷 这些人动作还真快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并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 他毫不犹豫到 从现在开始 全力将资源供给虫王 我需要尽快报兵更多出来 好 所有人都一致同意 有了虫王的存在 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哪怕上万的虫族大军都可以轻易制造 甚至随着虫王实力的提升 以后报兵能力还会更加的强大 现在虫王只是虎街上级而已 等以后达到鬼街 到时候 一天至少能报兵上百 虎街都可以轻易制造 众人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正好之前青角附近的怪物 遗留下了大量的尸体 这些尸体都还没有腐烂 足够给虫王当作食物 经过几人的讨论后 决定将虫王安置在基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面 虫王将自己的小弟 纷纷派出去 收拢那些怪物的尸体 将尸体运送进入地下室里 有了大量的尸体 虫王立刻开餐 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吞噬着这些尸体 大量的尸体被吞入胃中 滔涕的能力发动 这些怪物的尸体 以惊人的速度 被虫王消化 从而化作最为精准的能量 好恐怖的消化能力 唐东惊讶无比 忽然感觉 滔涕这个能力 似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弱小 如此强大的消化能力 好像也有些作用 很快 虫王补充了足够的能量 他开始繁育虫卵 一个个篮球大小的虫卵 从虫王的腹部排出来 整整齐齐地滚落在一旁 短短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五十个虫卵 就已经彻底繁育完成 死了 伴随着一阵细微的撕裂声 虫卵慢慢裂开 一只小狗大小的虫子 从虫卵里面爬出来 这些虫子的身体上 还带着些许的粘液 密密麻麻五十只幼虫 尽管看上去 有些让人头皮发麻 但一想到这些都是 自己手下的士兵 唐东只有笑容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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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虫孵化出来后 立刻开始 对着不远处的尸体 大吃特吃 一个个如同大胃王 等到吃到了足够的食物 这些幼虫 随后趴在了一旁 慢慢开始成长 它们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缓慢生长 只需要24小时 这些不过小狗大小的幼虫 就会成长为凶恶猙獰 有着成年老虎体型的成虫 好好生长吧 我的宝贝们 唐东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他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未来自己指挥着 庞大的虫族大军 肆无忌惮 横行无忌 虫王已经安置下来 唐东随即回到了聚集地里面 赵明很快找到了他 脸上有着凝重的神情 首领 有关于黄明山基地的事情 我想要与你商量一下 赵明沉声道 唐东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来到办公室里面 赵明直接道 上午我拒绝了万元德 想要鬼接元金的事情 对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误的话 恐怕万元德会选择 对王冬华父子提供支援 让他来进攻我们 如此一来 有着万元德那边的支持 我们恐怕不是王冬华父子的对手 文言 唐东微微皱眉 这个问题他自然清楚 之前冷月西去了魔都聚集地一趟 已经初步看了对方的实力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魔都聚集地支援 王冬华父子一点力量 就足够他们喝上一壶了 那你的意思是 唐东 赵明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我们主动出击 魔都聚集地那边调集资源 肯定需要时间 因此 他们最快也需要明天才会进攻过来 干脆我们就今天晚上发动突袭 我们原本的力量 与王冬华父子半斤八两 但现在有了虫王的加入 我们已经超过了黄明山聚集地 如果我们突袭的话 一定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只要灭了那对父子 到时候就算是魔都聚集地 也拿我们没办法 说到底 我们与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仇怨 仅仅只是 我们拒绝了元经的交易 这个理由 不足以让万元德等高层 说服聚集地里的其他人 向我们出兵 此话一出 唐东陷入了沉吟当中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衡量着 这个计划有多大的可行性 但仔细一思索 不得不说 赵明的计划成功率很高 常言道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 与其等待着敌人打上门来 倒不如主动出击 将敌人解决掉 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面 想到这里 唐东重新睁开了眼睛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我答应了 今天晚上 我们就动手 到时候带领着重足进攻 今夜就覆灭黄明山聚集地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唐东的眼神里 有着冷冽的寒光 既然已经决定做 那他就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很快 唐东就召集了所有人 将赵明的计划说出来 众人听完之后 几乎是全票通过 计划被彻底制定下来 所有人都开始准备起来 迎接着今夜即将到来的大战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今晚的月色十分明亮 夜空十分晴朗 圆月当空 皎洁的月光 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好像是为整个城市 披上了一层洁白的月纱 黄明山聚集地 此时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五月十二点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早已经安静下来 硕大的基地里面 鸦雀无声 寂静的 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围墙与烧塔上 有着守卫在巡逻 不过这些人 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从黄明山聚集地建立以来 他们还从未出现过任何的意外 现在这样的顺利 让这里的人 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心 一道半透明的影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慢慢地飘入了基地内 在黑夜的掩护之下 这影子更加隐蔽 哪怕是仔细看 也难以发现任何的踪迹 仔细看去 这影子赫然就是唐东 此刻他处于妖灵形态 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身躯 几乎是毫无阻碍的 唐东来到了围墙与烧塔上 只见他手指一动 一丝丝微不可查的器物 从他的手指里面飘荡出来 迷幻器物 这细微的器物 很快来到了第一个守卫的面前 并且以惊人的速度 不断地弥漫 第一个守卫 被迷幻器物所笼罩 几乎只是眨眼之间 那个守卫 瞬间就陷入了幻术当中 迷幻器物所到之处 这些普通人 最强不过狼街上级所组成的守卫 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轻易便被拖入幻术当中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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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短短时间里面 所有的守卫 全部陷入了幻术 当场昏迷不醒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惊呼声 却陡然响起 不远处 简玉龙半梦半醒地 走到了基地的广场上 看上去 他像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 似乎是出来小姐 但他刚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了围墙上 守卫们倒在地上的一幕 嫡妻 有敌人来了 简玉龙一个机灵 原本的睡意 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凄厉的惨叫声 一下子传遍了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刚才寂静无声的聚集地 瞬间就沸腾起来 许多人赶忙拿着武器 冲出各自的房间 围墙上 看着这一幕的唐东 有些无语 算了 既然被发现 那就直接强攻吧 动手 唐东口中一声大喝 下一刻 无数沙沙声便已经响起 只见数百只虫族 从阴影处狂奔而出 直奔黄明山聚集地而来 吼 鬼虎的嘶吼声乍起 他庞大的身躯冲出 巨大的胡爪 狠狠地拍在 黄明山聚集地的大门上 哄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黄明山聚集地的大门 直接被轰开 大量的虫族 瞬间从外面鱼灌而入 虫子 好多虫子冲进来了 黄明山聚集地的人大惊失色 不少人看着这数量 如此庞大的虫族 脸上的神情 瞬间有些发白 与此同时 唐东的声音出现 我是云江聚集地的首领唐东 这些虫子都是我的人 现在命令你们放下武器投降 那虫族就不会伤害你们 谁要是抵抗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唐东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聚集地 唐东 王耀明的怒吼声瞬间炸起 他直接撞开房间的门冲出来 脸上的神情又惊又怒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来突袭我们 唐东口中冷笑着 有什么不敢 我既然敢出现在这里 那就证明我有着足够的底气 唐东话音刚落 大量的动静便已经出现 天空上 一只一盏近十米的巨大金色老鹰 从天而降 庞大的身躯席卷起气流 金色的闪电 在他的身体上不断缠绕 一阵寒气席卷而来 伴随着空气中的温度骤降 一身白衣 面色冰冷如雪的冷月吸解 地两人冲入聚集地内 砰 一道身影从外面冲入 他高高跃起 直接越过外围的防线 强大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赫然是赵鹏意 哄咚咚 伴随着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几辆军用卡车直接冲进来 哗啦啦数十个 全副武装的作战队员 蜂拥而至 好 好 好 虫子的嘶吼声出现 三只体型庞大的精英虫族降临 冰冷且嗜血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在场的黄明山众人 云江聚集地的众人全部登场 强大的实力此刻第一次展现出来 超过八百只狼街巅峰的虫族 冷月吸 冷明 赵鹏意 鬼虎 闪电雷鹰 除此之外 再加上近四十个全副武装的作战小队成员 所有的武力全部展现而出 恐怖的实力 让在场的黄明山众人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么强 简狱龙震惊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黄明山众人 甚至还没有拿上自己的武器 此刻一下子面对着庞大的包围 顿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呆滞 特别是那超过八百只的虫群 更是将他们团团包围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虫群 让他们胆寒 血液仿佛都冰凉下来 静 这一瞬间 整个聚集地内死寂一片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半想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可能 王耀明震惊的惊呼声 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他看着四周这庞大数量的虫族 眼神里面的惊骇 浓郁到了极致 如果是唐东一行人 那他们还可以拼一拼 但唐东怎么拉出这么多虫族的 万万没想到 上一次他引诱虫族去进攻唐东 这才几天的时间就遭遇了现实暴 可谓是风水轮流转 唐东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多虫族你怎么控制他们 唐东口中吃笑 他目光戏谑 欣赏着此刻王耀明震惊的神情 心中十分满意 没什么 我只是驯服了虫王而已 这些虫族都是虫王附带的 我自然也可以掌控他们 上次你送给了我一份虫族大礼包 现在也该我给你送上一份礼物了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唐东做事 向来礼尚往来 不知道我今夜这份大礼 你是否满意 曹曹曹 王耀明心中震怒 现场的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王耀明拥有飞行能力 他不怕这些虫族 但可不代表其他人不怕 看着这些身形堪比成年老虎大小的虫族 而且足足超过八百的数量 简御龙只感觉腿都软了 他们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也不过两百来人而已 难道一打四 王少 冷静啊 简御龙连忙劝解着 人群里面 蓝成红的额头上也有着冷汗 他整个人已经汗流加倍 看上去好像是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传入了众人的耳畔 等等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众人转过头看去 只见王东来从某个角落里面走出来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爸 王耀明仿佛是看到了主星谷一般 他连忙快步上前 脸上有着焦急的神情 王东来没有理会王耀明 他目光看着现场的情况 一颗星已经沉到了谷地 他万万没有想到 唐东竟然会带着手下主动前来进攻 只要再等一天 只需要一天就足够了 等到明天万元德的支援过来 到时候 他就可以带着人铲平唐东一行人 但谁能想到 现在竟然被唐东抢先了一步 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震惊与阴沉 唐首领 你带着人这么大张旗鼓地来到这里 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 王东华语气低沉 唐东笑了 王东华这番话 真是让他想要发笑 王首领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想要做什么吗 我这么大半夜带着人过来 难不成你以为我是过来旅游的不成 唐东讥讽着 哈哈 赵姐几人顿时大笑了起来 面对几人的嘲笑 王耀明不禁握紧了拳头 只感觉心中前所未有的屈辱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了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而王东华不愧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 事情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他脸上的表情依然显得十分冷静 唐少领 上次的事情是我的过错 我愿意向你道歉并且做出赔偿 大家同为人类 如今在这样的末世时代 我们更应该团结在一起 而不是互相残杀 我觉得 王东华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唐东直接打断 不要互相残杀 你们父子两人之前想要我的命时 可完全不是这么做的 别告诉我 那些虫族不是你们引诱过来的 也别告诉我 那只虎街巅峰的狼人不是你们的杰作 你们想要杀我的时候 就可以肆无忌惮 现在我只是合理复仇 你们去劝告 不要互相残杀 王东来啊王东来 你们父子的无耻 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唐东简直是要气笑了 如此无耻至极的话 王东来都能够说得出来 自己当真是低估了对方的脸皮 王东华面色微微一变 从唐东的眼神里面 他已经看到了强烈的杀意 那股恐怖的杀意 就好像是刀锋一般锐利 似乎可以斩断一切 耀明 你走 马上走 王东华口中大喝 果然 下一刻 只见着唐东身上爆发出杀意 他已经彻底失去耐心了 前世的自己 被王耀明算解而死亡 而这一事 是时候该对方付出代价了 杀 唐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 他一声令下 战斗瞬间一触即发 好 好 好 所有虫族瞬间发出了嘶吼 随后犹如潮水一般 疯狂地扑上来 跪地免死 唐东口中大吼 声音传遍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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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句话喊出来 那些普通人 纷纷跪在了地上 面对着数量远超他们的强大重足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意志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的人 就已经跪倒了一片 还站着的人已经渺渺无几 简御龙也直接跪在了地上 但下一刻 唐东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冰冷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眼里的杀意十分可怕 等等 你说过跪地免死的 我愿意加入云江聚集地 别杀我 简御龙面色苍白 他脸上全是惊慌失措的神情 面对着唐东苦苦哀求 唐东冷笑着看着他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 人渣除外 唐东一拳轰出 恐怖的力量 直接落在简御龙的脑袋上 所有人只听砰的一声 简御龙的脑袋 瞬间好像是西瓜一般炸开 无数红白相近的液体四散而出 一时之间散落一地 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杀 冷明大吼一声 身先士卒冲上前 激烈的战斗瞬间一触即发 王耀明又惊又怒 他瞬间化作了龙人形态 整个人身形急速膨胀 短短时间内就化作 身高三米的庞大龙人 但就在他准备 与唐东拼杀的时候 王东来一把抓住了他 耀明 你走 你根本不是唐东的对手 王东来道 王耀明大吃一惊 爸 那你怎么办 王耀明面色平静 我留在这里 当做目标吸引他们 否则你是逃不掉的 什么 王耀明瞬间眼睛湿润 他还想要说些什么 唐东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巨大的龙吼声 从王东来的口中发出 在唐东震惊的目光之下 只见王东来 竟然也化身龙人 他的身躯 甚至比王耀明还要庞大 身高赫然达到了四米 你们父子 竟然是同种能力 唐东惊讶无比 前世王东来的能力 一直非常神秘 没有人真的了解 他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现在唐东终于知道了 他们父子二人 竟然是同一个能力 不过王东来 显然比王耀明更加强大 他的实力赫然达到了 虎街巅峰的境界 碰 两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唐东的身形 瞬间倒飞了出去 他意念一动 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瞬间飞持下来 融合 强化 唐东连续发动了两项能力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唐东便化身成了雷鹰形态 强大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瞬间攀升到虎街巅峰境界 轰隆 雷鸣声炸起 一道婴儿手臂粗细的金色闪电 瞬间击事儿出 目标直指王东来过去 王东来甩出一枚黑焰火球 与金色闪电碰撞在一起 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闪电与黑焰肆虐不止 两人同时飞向了天空上 缠斗在一起 短短时间里面 就已经交手了数十招 爸 王耀明悲痛地大喊一声 快走 再不走你就走不掉了 王东来大喝 唐东脸上的神情满是冰冷 眼神里的杀意 仿佛要凝聚成为实质 想走 也要问我同不同意 灵魂奸笑 灵魂奸笑 雷娜的身形 在唐东的身上浮下出 然后一主一扑 两人同时发动了 灵魂奸笑的能力 两道灵魂奸笑 瞬间落在王东来的精神世界 就算是虎接巅峰的王东来 也难以承受 两道灵魂奸笑带来的伤害 整个人忍不住惨叫出声 啊 王东来脸上 浮现出痛苦的神情 身体有着一瞬间的僵直 轰隆 唐东抓住这一瞬间 巨大的雷霆踢出去 狠狠地落在王东来的身上 王东来遭受这样的重击 身形瞬间从天空上坠落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爸 王耀明震惊无比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父亲 竟然这么快就败了 他猛然震翅 黑色的翅膀张开 开始朝着远处飞驰而去 想走 你也留在这里吧 唐东语气冰冷 灵魂奸笑 抬手就是一道灵魂奸笑甩出去 这个技能当真好用 无形无智 而且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 都无法防御 啊 王耀明的口中 亦是发出一道惨叫 整个人也从天空上载落而下 眼看着就要砸在地面上时 才勉强稳定身形 震翅着狼狈重新升空 就当唐东再度准备出手的时候 身后一道危机赶传来 他立刻侧身闪避 一枚黑焰火球 擦着他的身体过去 然后在半空中轰然爆炸 可嗨嗨 王东来剧烈咳嗽着 嘴角流淌出一丝鲜血 唐少林 我真是小看了你 如果早知道你的实力强大到这样的程度 我应该早点杀了你的 也就不会让你成长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王东来语气里面有着后悔 说话的时候已经扑上来 直接缠住了唐东 唐东脸色阴沉 有着王东来的纠缠 他根本无法分身去追杀王耀明 王东来身为虎街巅峰 若是自己真的丢下对方 到时候 其他人可无法挡住他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但你们父子恶事做得太多 早晚会有死亡的一天 既然你自愿留下来 代替王耀明去死 那我就成全你 恐怖的杀意 从唐东的身上爆发而出 金色的闪电缠绕在他的身体上 犹如江河一般沸腾 灵魂奸笑 抬手便是灵魂奸笑起步 落在王东来的精神世界 王东来眼前瞬间恍惚片刻 等到意识重新恢复 唐东已经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迷幻器物 来自虎街巅峰迷幻花的特殊能力 饶使王东来也是虎街巅峰的实力 也足足被幻术影响了一秒钟的时间 一秒 在虎街巅峰这个层次的战斗 一秒已经足以分出胜负了 当王东来再度张开眼睛 所看到的便是一根闪耀着金光的闪电长矛 破 闪电长矛瞬间贯穿了王东来的身体 巨大的力量瞬间爆发而出 恐怖的闪电席卷王东来全身上下 狂暴的雷电力量 肆虐王东来全身上下的每一寸地方 他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天空 身上坚固的龙铃已经变得焦黑一片 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重伤的王东来身躯从天空上狠狠地砸在地上 他口中狂吐鲜血 最后一道视线是一只精英重足的血盆大口 落在他的脖子上 王东来死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战场 剩下的蓝城洪几人看到这一幕 原本的抵抗意识瞬间丧失 连身为首领的王东来都已经死亡 他们继续抵抗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投降 我们愿意投降 蓝城洪几人都高举起了双手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金句的神情 战斗结束了 唐东这一方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失 仅仅只是死亡了十几只普通虫族而已 这样的炮灰要多少就能有多少 黄明山聚集地正式覆灭 冷明等人的口中都发出欢呼雀跃的呼喊声 次日天明 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炙热的光芒在云层上映照出美丽的朝霞 阳光透过云层挥洒而下 好像是为整个城市披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辉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已经彻底覆灭 所有人全部并入了云江聚集地中 原本存储在基地里面的物资也被全部带走 这一战可谓是收获了大量的物资与人口 唯一让人失望的便是王耀明逃掉了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王东来的拼死掩护之下 就算是唐东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将王东来杀死 等到他解决王东来的时候 王耀明早已经不见了身影 众人带着胜利回到聚集地里面 所有人被全部最新安置下来 除了最开始参与过那晚袭击行动的人之外 其他人的都被允许加入云江聚集地 蓝成红作为那晚的领头人之一 则是当场被唐东直接杀死 看着蓝成红直接人口落地 袁黄明山聚集地的人都忍不住脸上露出畏惧的神情 看向唐东的眼神里面充满了京剧的目光 赵明很快将所有人全部安置下来 然后找到了唐东 首领 我听说王耀明逃走了 赵明有些微微皱眉 唐东点点头 没错 王东华实力很强 在他的掩护之下 王耀明顺利逃走 现在已经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听着这句话 赵明眯着眼睛 恐怕是魔都聚集地吧 现在黄明山聚集地已经被我们毁灭 王耀明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我猜他很有可能加入魔都聚集地 以王耀明的实力与天赋 想要加入肯定还是很轻松的 如今我们灭掉了黄明山 这对于万元德那群人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如果王耀明真的加入了魔都聚集地 那我们恐怕就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赵明的语气十分凝重 唐东自然也明白这其中的危险性 魔都聚集地的实力目前远远超过他 如果对方真的打上门来 到时候会非常麻烦 尽管他可以带着少数人逃走 但绝大部分人恐怕就只能彻底留在这里了 如此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被人赶走 这可不是他唐东想要的结局 如果能够再给我一些时间就好了 虫王那边培养虫族 需要花费时间 我晋级鬼街也需要花费时间 一个月再给我一个月就足以 唐东语气低沉 赵明无奈一笑 万元德不是傻子 他肯定不会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 首领 干脆我们暂时避开魔都聚集地的锋芒吧 我们现在的人并不多 如果暂时搬迁的话可以离开 至少能够争取到一些时间 等有了足够的实力 我们再重新翻盘即可 忍一时风浪并不算是丢脸 赵明的语气里面有着劝解的味道 显然 面对魔都聚集地这个庞然大物 赵明不觉得自己等人有什么多高的胜分 面对赵明的建议 唐东陷入了沉思当中 赵明的建议没有任何问题 但就这么灰溜溜地退避了 实在是让唐东有些难以接受 他深吸一口气 最终点头答应下来 就像是赵明所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等自己突破轨阶 到时候一切的尊严 都可以重新讨要回来 前世挣扎求生了数年的时间 唐东甚至弱者是没有尊严的这个道理 通知下去吧 我们准备进行搬迁 不过我们的人数不少 应该搬迁到什么地方去 唐东思索着 赵明给出了一个建议 云江山庄 哦 唐东眼睛亮起 云江山庄是云江唯一的高档度假山庄 地处临江岸边修建而成 面积庞大 整个山庄里面各种设施都是一应俱全 因为面向富人的高档度假山庄 因此里面的装修也十分奢华 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那便是面积太大了 因此不好进行防御 不过这一点倒是没什么问题 到时候可以将虫族分散到云江山庄各处 用那些虫族来当作哨兵 也可以起到防御的效果 以云江山庄的规模 住下两三百人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我们就搬迁前往云江山庄 唐东毫不犹豫 正好这个基地的面积已经有些不够了 毕竟当初修建这座堡垒的时候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修建的面积并不大 现在两个聚集地合并 人数已经超过了三百 继续住在这里 已经完全不合适 赵明很快将消息宣布下去 众人虽然都有些惊讶 但都能够理解 特别是听说搬迁去云江山庄 不少人都入出了期待的神情 云江山庄的鼎鼎大名 大家还是如雷贯耳的 以前没办法入住这样的高档度假山庄 没想到现在倒是机会来了 你们将所有的物资 全部搬运上车吧 我先一步前往云江山庄 探查一下情况 唐东如是开口道 他意念一动 闪电雷鹰立刻飞行过来 唐东纵身一跃跳跃 骑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一人一鹰的身形 瞬间冲天起 不过片刻的时间 便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唐东骑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飞行于上千米的高空 居高临下之际 小半个云江市都引入眼帘 不多时 一个规模宏大且奢华的山庄 便已经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山庄的装修十分大气 到处都能见到奢华与古典的气息 就在山庄的旁边 就是一条宽度几十米的江河 这便是云江 所谓云江市便是由此而得名 闪电雷鹰降低了飞行高度 唐东刚刚落地 立刻便吸引了山庄里面怪物的注意 好 好 好 一道道犹如野兽一般的嘶吼声响起 众多怪物立刻扑了上来 轰隆 唐东随手一甩 金色闪电从他的身上浮下而出 瞬间化作一道道光芒击射而出 不过三分钟不到 整个云江山庄就被他清理了一边 所有的怪物全部死亡 最后在检查了一遍山庄内的安全性之后 唐东这才放心地离开 数个小时后 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 绝大部分基地里面的物资都被带走 最终组成了一个 长达近百辆车的大型车队 庞大的车队 静止地前往云江山庄所在的地方 沿途上所有妄图上来进攻的怪物 都成了虫族的口粮 不需要唐东开口 那些作为守卫 一般存在的虫族 就会将所有妄图铺上来的怪物 全部撕成碎片 哪怕偶尔会碰到虎街的怪物 也会有三只精英虫族出手 太棒了 有了这些虫族的帮助 这些怪物都不需要我们出手了 真爽 刘东口中哈哈大笑 脸上满是兴奋与喜悦的神情 其他人的脸上也都是笑容 在超过八百只虫族组成的虫族军队护送之下 整个车队一路上 可以说是没有遭遇任何的阻碍 看着这般的情况 那些原本黄明山聚集地的人 眼里面都多了一份亮光 原本他们对加入云江聚集地的事情 还有些微词 不过现在看来 好像加入云江聚集地 并不是什么无法接受的事情 至少这个新聚集地 明显比原本的黄明山更加强大 仅仅只是这些庞大的虫族 就已经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了 半个小时之后 庞大的车队终于到了云江山庄 众人开始手脚麻利的搬运物资 将车上所有的东西 全部带入山庄内 赵明开始指挥者众人 他不愧是曾经白手起家 打造出资产上一级别的公司老总 这次聚集地搬迁 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他的手里面都安排得仅仅有条我 安全没有任何的混乱 看着这一幕 唐东十分庆幸自己当初将赵明招募进来 否则这些组织工作让他来做 恐怕会死很多的脑细胞 果然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呀 唐东不由得这么感慨了一句 就在这边唐东他们正在搬迁物资的时候 另一边逃走的王耀明 也终于抵达了魔都聚集地所在的地方 他的身上还略微有些狼狈 因为唐东那一记灵魂奸笑 着实让王耀明受了不轻的伤 他刚刚从聚集地里面逃出来不久 就再也忍受不住伤势 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一直到前不久才重新恢复 王耀明刚刚靠近 便立刻有人出现 站住 你是谁 烧塔上的人连忙喝止了他 围墙与烧塔上的一架架机枪 直接对准了王耀明 甚至还有人扛着单兵火箭弹 王耀明深吸一口气 我是来自黄明山聚集地的王耀明 我想要见你们万元德万副首领 你等着 我马上通知万副首领这件事情 守卫队长大声道 他拿出无线电 将消息上报了上去 不多时 万元德带着人走出来 当看到王耀明的惨状时 万元德有些惊讶 王先生 你怎么这么狼狈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万元德惊讶不已 对于王耀明的实力 他还是有了解的 对方虽然只是虎街下级 但变身之后 实力可以堪比虎街终极 这已经不是什么弱者了 王耀明握紧了拳头 他的脸上露出愤怒与悲伤的神情 是唐东做的 就在昨天晚上 唐东带着手底下的人 突袭了我们黄明山聚集地 我们聚集地已经被攻破了 我的父亲以及其他的高手 恐怕这个时候 都已经死在了唐东的手下 王耀明的语气里面 有着强烈的恨意 什么 听到这句话 万元德可谓是震惊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怎么可能 你们黄明山的实力 应该比唐东更加强大吗 你们怎么可能被他们所负面 万元德神情恶然 同时带着浓浓的不解 难道黄明山的人都是傻子不成 在硬实力更加强大的情况下 竟然都能输 看出了万元德脸上的疑惑 王耀明咬紧了牙关 语气里面有着浓浓的不甘与恨意 是唐东 他用自己的能力 驯服了一只实力强大的虫王 那只虫王 繁育了大量的虫族 再加上对方实力强大 我们根本不是唐东的对手 最终落到了这样的局面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 王耀明握紧了双拳 听着这番话 万元德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这么说来 你们黄明山聚集地已经完蛋了 万元德语气有些低沉 恐怕是的 我这次过来 就是过来救援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出手帮我复仇 只要能够帮我完成复仇 牙切齿道 目光里面有着坚决 万元德摆了摆手 不急 我现在就带着人跟你跟你去一趟黄明山 看看情况 说吧 万元德很快安排人手 没过多久 一个武装直升机编队 就已经准备好 然后出发前往了黄明山聚集地所在的地方 等到武装直升机编队到达的时候 整个黄明山聚集地 早就已经是一片狼藉 聚集地里面好像是被洗劫过了一般 几乎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该死 是唐东他们做的 王耀明的目光里面 有着愤怒的神情 眼神里面的杀意十分浓郁 他恨不得将唐东抽筋扒皮 生喝其血 万元德简单地看了一下黄明山聚集地的情况 很快就看出 这里已经的东西都已经被搬走 他道 走吧 接下来我们调转方向去云江聚集地 如果我猜的没错 唐东那一群人 恐怕现在正欢呼雀跃的开庆功宴会呢 他大手一挥 武装直升机编队再度出发 王耀明坐在机舱里面耐心等待着 眼看着云江聚集地近在眼前 万元德对着他道 王先生 等会儿你好好在机舱里面 不要露头 免得给我带来麻烦 王耀明立刻就明白了 万元德是什么意思 他不由得皱眉 万副首领 以魔都聚集地的实力 难道还怕了他唐东不成 我还没有决定帮你呢 所以暂时没有必要与唐东他们发生矛盾 万元德直接道 这话让王耀明有些不甘 但现在的情况 可又不得他挑选什么 只能答应万元德的要求 武装直升机编队 很快来到了云江聚集地的上空 万元德目光居高临下地看向下面的堡垒 这时他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怎么云江聚集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就算是开庆功宴会 也不至于连哨塔和围墙上都没有人守卫吧 快 马上降落 万元德对着驾驶员道 轰咚咚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哪一架武装直升机瞬间降落在地面上 万元德纵身一跃从飞机上跳跃下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大门敞开的云江聚集地 万元德脸上的神情浮现出一丝阴沉之色 他一个剑步冲入云江聚集地内 但看到的是早已经人去楼空的聚集地 硕大的聚集地里面没有任何的人 里面的所有东西也全部被搬走了 好好好 见到这一幕 万元德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他的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足以可见内心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好一个唐东 还真是果断啊 昨天晚上才刚刚覆灭黄明山聚集地 没想到今天就已经搬走了 还真是果决 万元德眼神里的目光冰冷到了极致 他回到武装直升机内 将云江聚集地内 已经人去楼空的事情说出来 什么 这话也让王耀明大吃一惊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唐东他们竟然搬走了 不对 他们的人数不少 就算搬走也肯定会留下痕迹的 只要我们循着痕迹追踪过去 肯定能够找到他们 王耀明语气里面全是不甘心 万元德摇了摇头 没用的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唐东他们离开的时候 特意清理了痕迹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追踪的线索 草 王耀明愤怒的差点将牙齿都咬碎了 该死的唐东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万元德扫了他一眼 王先生 现在你已经没地方可以去了 不如加入我魔都聚集地吧 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帮我报仇 王耀明毫不犹豫到 文言 万元德微微一笑 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戏耍过 正好下次再见到他唐东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能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两人有着共同的敌人 顿时是一拍即合 接下来 我会继续派人寻找 唐东他们的人数不少 搬迁的时候 必然是一个庞大的车队 这么大一个车队行驶过 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我们只需要顺着痕迹追过去 那么找到他唐东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只要找到唐东 那杀死他们 绝对不是问题 万元德的话语当中 有着浓烈的自信 王耀明点点头 目光中有着几分期待 武装直升机编队很快离开了 伴随着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 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天边 只剩下几个黑色的小点 云江山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过去 唐东等人 已经彻底在云江山庄居住下来 不过30天的时间 整个云江山庄 在众人的改造之下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庄外围 已经修建起了一堵围墙 高大的围墙 将整个山庄包围在里面 围墙的四周 到处都能够看到虫族的身影 这些虫族 如同是哨兵一般 遍布山庄外围 哪怕是一只飞鸟 想要翘无声息地进入的山庄 都绝对不可能 房间内 此刻唐东正闭着眼睛坐在床上 伴随着他的呼吸 手中那一枚鬼阶元经的原力 正在不断地进入他的身体 大量的原力 盘踞于他的精神世界 滋养着他的灵魂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可能是一分钟 也可能是一个小时 两久之后 唐东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涌动出来 瞬间充斥着整个房间 这股气势强大无比 可怕的气势 仿佛凝聚成为实质 以至于空气都变得粘稠 还是失败了 唐东皱着眉头 脸上有着一抹不解之色 搬迁进入云江山庄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一来 他几乎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每天 除了修行就是修行 就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踏足鬼阶境界 但他在三天前 实力就已经到了虎阶巅峰 可是这三天以来 任凭他怎么修行 都无法踏足鬼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无法突破鬼阶 难道是我的天赋不够 虎阶巅峰就是我的极限了 唐东脸色有些难看 他前世的确听说过 一些人天赋不够 而困在某个大境界的事情 但没想到 这种事竟然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这才虎阶巅峰啊 不 我的天赋应该是足够的 恐怕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唐东眯着眼睛 这段时间 他每次想要突破 都总是有一种不够完美的感觉 好像是差了点什么东西 这个欠缺的东西 不是在他自己的身上 难道是 契约兽 我现在签订了五只契约兽 闪电雷鹰 蕾娜 鬼虎 迷幻花 以及虫王 五只契约兽里面 实力最强大的是虫王 但现在也只是到虎阶上级而已 恐怕就是因为五只契约兽 没有全部到达虎阶巅峰 这才导致我的境界 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极限 唐东做出了这样的猜测 但他觉得 应该八九不离十 自己手下的五个七约兽 全部都没有到达虎阶巅峰 那自己无法突破 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看来自己以后招募七约兽 需要更加的精挑细选了 有些七约兽的潜力不够强大 想要突破 就会更加困难 而且 所需要消耗的资源也更多 他拿出十人古术的元金 里面的元力 大约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元力 显然不足以让五个七约兽 达到虎阶巅峰 这么看来的话 我还需要猎杀强大的怪物 获取元金 唐东的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就在这个时候 赵明拨打了他的通讯 首领 出事了 我们发现了一只实力恐怖的蛟龙 什么 蛟龙 唐东的嘴角不由地抽搐一下 他的确需要强大的怪物 但没必要一上来 就是这种高难度吧 蛟龙的实力 可是相当恐怖的 最差也是诡计的存在 他马上出发 坐上了闪电雷音 然后一路往着出事的地方过去 云江山庄的附近 就是一条河流 这条河便是云江 正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原因 云江势而由此得名 云江的规模 比起长江差一些 但也不是什么小溪流 唐东坐在闪电雷音的背上 一路顺着河流上去 很快发现了一条身形巨大的庞然大物 那赫然是一条黑色的蛟龙 蛟龙的身躯很长 虽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但仅仅只是从云江中露出来的部分 就已经接近100米 庞大的身躯 直径在3米左右 他在云江中时不时地翻滚 几十米宽的云江 似乎有些难以容纳他那庞大的身躯 以至于江水在蛟龙的翻滚之下 而不断涌动着 黑色的鳞片遍布蛟龙浑身上下 一根独角生长在蛟龙头顶上 冰冷的兽桶里面有着几分慵懒 看他的神态 好像是在细水一般 就 闪电雷音发出了一阵慌乱与害怕的鸣叫声 显然 蛟龙身上的气息太强大了 特别是对于各种怪物而言更是如此 现在距离蛟龙的距离还有500米 但闪电雷音已经开始害怕蛟龙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之前面对十人古术的时候 闪电雷音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样的身躯 恐怕至少都达到了鬼阶上级 甚至是鬼阶巅峰也不是没有可能 唐东脸上的神情写满了凝重 同时心中也是有些无奈 他万万没有想到 聚集地搬到云江山庄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就在云江里面发现了蛟龙这样强大的怪物 这可是鬼阶巅峰 一旦蛟龙暴走 到时候轻而易举就能掀起云江江水 发动一场可怕的洪水将云江山庄淹没 他拍了拍闪电雷音的身体降落在地面上 刘东很快带着人快步走过来 手里啊 刘东几人的脸上都有着严肃与担忧的神情 前面就是蛟龙的所在了 我几天前过来这边巡逻的时候 还没有这条蛟龙 恐怕它是从云江上流游动下来的 刘东语气低沉 唐东星沉了下来 这么说来 这头蛟龙正在顺流而下 没错 如果让蛟龙一路继续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到达我们云江山庄的位置了 到了那个时候 天知道这只蛟龙会做些什么事情 刘东脸上写满了担忧 麻烦 这只蛟龙必须要解决掉 要么除掉 要么就是将其引走 除掉肯定是不可能的 诡计巅峰的蛟龙恐怖无比 与识人古术这样无法移动的怪物不同 蛟龙不仅可以操控水流 同时移动也相当灵敏 甚至防御都在识人古术之上 以对方诡计巅峰的实力 除非他能弄到一枚核弹 否则基本不可能将其除掉 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唐东瞇着眼睛 他看向刘东几人 眼神叮嘱道 这件事情暂时不要传出去 以免引起聚集地内其他人的恐慌 蛟龙我会想办法将其引走 你们不用担心什么 好 刘东几人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每个人都连连点头 一群人离开了这片区域 很快重新回到聚集地内 他刚刚回来 赵明立刻就找上门来 首领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唐东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一头很可能是鬼阶巅峰的蛟龙 他正在顺流而下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从我们聚集地旁边游过 赵明瞬间面色俱变 这怎么能行 如果蛟龙在路过的时候 对我们产生了兴趣怎么办 所以我准备将其引走 如果能够顺利的话 那就可以化解这次危机 唐东说出自己的计划 他的计划非常简单 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闪电雷鹰成长到虎阶巅峰 到时候自己与闪电雷鹰融合 实力应该勉强可以达到 鬼阶下级的层次 这点实力 正面抗衡鬼阶巅峰的蛟龙 肯定没戏 但仗着飞行的优势 引诱蛟龙是完全没问题的 赵明思索了一下 肯定了唐东的计划 但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提出了第二个计划 蛟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来 因此聚集地里面的人 这段时间就好好隐藏 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活动痕迹 唐东点头答应下来 随后双方都开始行动 唐东直接将剩下三分之二元金 交给了闪电雷鹰 闪电雷鹰欢快地鸣叫一声 张开大嘴 便将食人古树的元金吃下去 强大的力量 立刻在闪电雷鹰的身体内涌动起来 他回到了自己的巢穴里面 便闭上眼睛 开始静静地消化着 食人古树元金的力量 仅仅只是闪电雷鹰的力量还不够 目前聚集地的实力 还是太弱小了 我还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 唐东的眼神里面 有着金光 目前基地里面除了他之外 还有冷月熙 冷明 赵鹏义 李威 以及赵明五个觉醒者 五人里面 冷月熙的实力是最为强大的 他决定好好培养众人 尽快提升他们的实力 目前他的实力已经到了虎街巅峰 既然短时间内 已经无法继续提升下去了 那接下来就猎杀怪物 获取元金吧 唐东马上将几人都召集起来 很快 众人便汇聚到了会议室里面 首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李威感受到会议室里面凝重的气氛 就算他呆萌傻傻的 也意识到不对劲 没错 我们在基地的附近 发现了一头强大的怪物 唐东将蛟龙 以及应对计划说了一遍 听完了他的话 冷月熙几人的面色 都相当凝重 随后唐东道 你们的实力提升太慢了 因此 接下来 我会帮助你们更快地成长 从现在开始 基地里怪物的猎杀 由我来负责 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那就是 疯狂吸收元金 然后提升自己的实力 已经都亮起 首领请放心 只要有着足够的元金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成长起来 冷明拍着自己的胸膛 唐东满意的点头 能够成为觉醒者 那就证明天赋不差 只要有着足够的元金供应 相信五个人的实力 都可以迅速提升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唐东开始在云江四处猎杀强大的怪物 只要是虎杰 那都是他的目标 靠着自己虎杰巅峰的强大实力 与身具三种超凡能力 唐东的实力 在虎杰里面 几乎是先有敌手 普通的虎杰巅峰都不是他的对手 更别说弱小一些的了 仅仅只是三天的时间 他就已经猎杀了几十只虎杰的怪物 这些元金唐东 全部交给了冷月锡等人 让他们更好地提升实力 在充足元金的供应之下 几人的实力 可谓是以乘坐火箭一般的速度疯狂提升 短短不过几天的时间 他们的实力 全部都至少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李威与赵明两人 顺利踏足了虎杰宇 一个控制圣光 一个控制风暴 特别是李威 他突破踏足虎杰之后 治愈能力可谓是大幅度提升 现在 只要不是太过于严重的伤势 李威都能够轻松治愈 甚至于 哪怕手被砍下来了 只要手没有丢失 也可轻松接回去 如此逆天的提升 着实让人欣喜 有着李威在 那以后战斗的时候 就可以放开手脚 完全不用担心受伤了 数天时间转瞬即逝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上 一道黑色的身影 在数百米的空中飞行而过 仔细一看 那道身影 赫然就是王耀明 该死的唐东 你们这些老鼠 到底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耀明咬牙切齿 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王耀明竟然还在搜索 唐东等人的下落 他的眼神里面有着仇恨 恐怕就是这恨意 在支持着他的行为 忽然 王耀明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定睛一看 只见下面的一条江河里 赫然有着一条庞然大物 正在里面 这是什么 王耀明狠狠地吃了一惊 他忍不住降低了一些飞行高度 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身影 死 王耀明口中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口中脱口而出 蛟龙 好强大的气势 恐怕已经达到了诡计巅峰 王耀明震惊不已 或许是因为靠得太近 王耀明的气息 引起了云江中蛟龙的注意 江河里 一个巨大的蛟龙龙头抬起来 冰冷的目光 看向了数百米空中的王耀明 下一刻 蛟龙张开了嘴 一道原力的光芒 在其口中汇聚而出 不好 王耀明面色俱变 他想都没想 立刻侧身闪避 下一刻 一道黑色的光芒 瞬间穿过了他刚才所在的位置 如果他再慢片刻 恐怕整个人都会被这光芒直接贯穿 尽管那光柱擦肩而过 但带来的死亡危机感 做不得假 王耀明瞬间面色煞白 额头上不由地流淌出来汗水 整个人看上去 好像是刚从说里面捞上来的一般 太强大了 我隔着数百米 竟然都发现了我 王耀明连忙拉高了飞行高度 一直到接近1500米位置的时候 这才停止下来 他再度看了一眼江水里面的蛟龙 不敢再继续停留在这里 不过就在王耀明准备回去魔都聚集地的时候 地面上的几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个人 不是唐东的手下吗 哈哈 我周遇抓住你们的尾巴了 王耀明激动不已 整个人兴奋地哈哈大笑 只见地面上 刘东正在带着人猎杀附近的怪物 几人浑然没有注意到 天空上一条尾巴正在跟随着他们 他带领着九个人组成的猎杀小队 除了小队成员之外 每个人的胯下还有一只虫子作为坐骑 这是赵杰最开始提出来的想法 用虫王繁育出来的虫子当作坐骑 可以全面提高猎杀小队的战斗力与生存能力 不得不说 这招十分出色 这些狼街巅峰的虫子行动速度敏捷 只需要给他们的背部装配一个安具 完全可以当作优良的坐骑来进行骑程 无论是灵活性 还是速度 还是战斗力 这些虫子都远胜马匹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下来 虫子们已经成为了猎杀小队每个人的标配 这些人的实力真是太弱小了 看着地面上流动围杀那些狼街怪物 王耀明的目光里面有着一抹讥讽 他有自信 一个人就可以轻易覆灭下面的这个小队 如今 他的实力已经到了虎街终极 区区一些连虎街都不到的人 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过他并没有出手 他还需要跟在这些人的身后 然后找出云江聚集地所在的位置 猎杀小队一直在清理各种怪物 一直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 众人这才返回 一整天下来 除了有几个人受伤之外 收获可谓是相当丰富 一群人开始返程 很快 云江山庄便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王耀明看着这一幕 脸上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 你们竟然将新聚集地的位置 放在了这里 王耀明的脸上 有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花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 唐东他们的下落 终于是找到了 既然云江聚集地的位置已经发现 那么覆灭他们 就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唐东 你给我等着吧 最多三天 我一定要亲自杀了你 王耀明咬紧了牙关 眼神里面的恨意 好像是要凝聚成为实质 半个小时之后 王耀明回到了魔都聚集地 他的身形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一人立刻走上前来拦住了他 王耀明 副首领让你过去一趟 那人说完之后 就转身离开 王耀明脸色不太好看 他加入魔都聚集地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他发现 这里的人并不太待见自己 他原先来自黄明山聚集地的事情 已经被曝光出来 甚至几狼狈逃过来加入的事情 也被人知道 因为这样的原因 许多人看向他的目光里面 都带着异样 一个丧家之犬 这就是许多人对王耀明的评价 MD 王耀明咬着牙怒骂了一句 然后这才去见万元德 他一路来到了聚集地的最深处 在进入商城的最顶端后 敲响了万元德的办公室房门 动 动 动 万元德的声音 很快从里面传出来 进来吧 王耀明推开办公室房门进去 副首领 万元德抬起头来 他的脸上有着一抹笑容 耀明 你来聚集地也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想来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 接下来 我准备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王耀明有些疑惑 首领已经到了虎街巅峰 但因为迟迟没有鬼街圆巅的原因 以至于无法突破 所以 接下来整个聚集地所有人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猎杀一头鬼街怪物 然后获得鬼街圆巅 万元德如是道 文言 王耀明的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副首领 正好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唐东的下落了 万元德眼睛亮起 好 等等 现在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远 恐怕现在 找到唐东 那十人古术的圆巅 也已经被他使用掉了 万元德皱着眉头 王耀明连忙道 那可是鬼街上级的圆巅 哪那么容易被吸收干净 唐东那边 是最容易得到鬼街圆巅的地方 这可比猎杀鬼街怪物简单多了 万元德露出沉硬的神情 他看了王耀明一眼 如何不知道对方的想法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从唐东手里抢夺元金容易 未必吧 唐东此人实力强大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 他恐怕已经到了鬼街 想要杀死一个鬼街的人类 而且还是唐东这样的聪明人 难度可比杀死鬼街怪物更加困难 想到这里 万元德清了清嗓子 耀明 这件事情 我会考虑的 但唐东的实力不简单 想要对他动手 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件事情 我会汇报给首领 然后让首领来做决定 好 王耀明指的答应下来 他离开之后 万元德也随之起身 然后来到了商城最顶层的房间 他刚刚敲门准备进去 这是一阵脚步声响起 传入他的耳朵里面 杨副首领 你怎么也过来了 万元德的脸上有着笑容 被万元德称之为杨腾的人 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他的身上有着干练的气息 身材十分高大 足足达到了惊人的两米三 两人站在一起 万元德好像是成了瘦弱的麻干一般 双方的气势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杨腾皮笑若不笑 当然是来找首领报告一些信息 我们一起进去吧 万元德微微皱眉 他不太想要与杨腾一起进去 他与杨腾并不对付 整个聚集地里面除了首领之外 杨腾便是最让他忌惮的人 双方都是副首领的位置 权力基本上相差无几 杨腾的实力还比他更强几分 因为这样的原因 双方虽然是一个聚集地的 但实有摩擦 万元德本来想要拒绝 但他还没有行动 杨腾便已经主动敲门 你们两个一起进来吧 里面传出了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 听着这话 万元德只好点头 两人一同进入房间里面 只见这里赫然是一个装修极其豪华的办公室 甚至与其说是办公室 倒不如说就是一个奢华的客厅 头顶的天花板上有着水晶吊灯 地面不是地板 而是针毛地毯 墙壁上挂着出自明家之手的绘画 就连装饰用的柱子上的浮雕 也是出自大师之手 整个客厅里面可谓是极尽奢华 外面就是一张巨大的落地窗单面玻璃 站在那里 能够看到整个聚集地的情况 可谓是尽收眼底 客厅里 一个面容苍老的老者正坐在沙发上 他的年龄看上去至少有80岁 尽管容貌苍老 但身躯却不见半点消瘦 特别是那一双眼睛更是炯炯有神 不过最为惊人的 便是老者的身边有着一对双胞胎少女 这对少女身上一丝不挂 性感雪白的身躯完全展现出来 他们半跪在地上 依靠在老者的两侧 从他们的脸上 能够看到对老者的浓浓爱意 似乎他们完全是心甘情愿侍奉这个老者 首领 首领 两人恭敬的行礼 紧学文两只手 各自放在两个少女的身体上 他目光看向两人 鬼节怪物 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万元德立刻道 首领 有一个消息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他没有任何的隐瞒 将有关于唐东的事情 完整地说了一遍 沙发上 紧学文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微微眯着眼睛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杨腾吃了一惊 万万没想到 万元德竟然有这样的消息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否则功劳岂不是全被万元德拿走了 等到紧学文说完之后 杨腾立刻开口 等等 我反对对唐东 出手的计划 唐东此人是天才 那没识人古术元经 在他的手中 已经超过一个月 他很可能已经利用元经 突破到了鬼阶境界 我们想要从一个鬼阶强者手中 抢夺元经 这难度 难道比猎杀一只鬼阶怪物容易 杨腾的话有着几分道理 让紧学文不由地皱起眉头 人类的鬼阶强者拥有着智慧 肯定比怪物鬼阶更加难缠 更别说唐东还是天才 与一个天才结仇 这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一旁 万元德眼见着几学文 马上就要被说动 他不禁有着几分着急起来 要知道 他可是将唐东得罪死了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 尽快将唐东除掉的话 那以后等唐东成长起来 他的麻烦会更大 唐东这样的天才 既然有了他的消息 那就一定要将其尽快除掉 首领 我反对杨腾的话 就是因为唐东是天才 才需要将他尽快解决 这样的天才成长起来 他以后的目标 肯定会对准了我们聚集地 万元德如是道 呵呵 杨腾冷笑起来 恐怕是因为你已经得罪了唐东 所以才说出这种话 想要借首领的手 将唐东除掉吧 这话让万元德的心脏 都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但是他怎么可能承认这种事情 几学文目光渐冷下来 他看向了万元德 口中冷冷道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首领 您不要听杨腾胡说八道 我之所以建议对唐东下手 完全是为了聚集地的未来着想 万元德连忙道 几学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万元德还想要说什么 但几学文却摆了白手打断他的话 够了 你不要再说话 杨腾的话很有道理 与一个强大的天才为敌 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不过鬼阶元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杨腾 接触唐东的事情 我就交给你去做 我们聚集地与唐东做一场交易 他帮我们猎杀一只鬼阶的怪物 到时候要求他可以随便提 几学文如是道 没问题 杨腾脸上有着笑容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见状 万元德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阴沉着表情跟随着杨腾一同出去 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让唐东活下去 那以后他一定会有巨大的麻烦 万元德咬了咬牙 双眼里面全部都是杀意 必须要想办法将唐东除掉 他心中下定决心 杨腾离开办公室之后 他立刻吩咐下面的人准备直升机 紧接着便前往云江山庄 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云江山庄已经近在眼前 武装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可不小 还没等直升机靠近 就已经被刘东等人发现 立刻将消息报告给了赵明 听说有武装直升机过来 赵明的脸上浮现出了凝重的神情 所有人全部戒备起来 可能是敌人 赵明沉声道 他拿起望远镜看向远方 很快眉头揪皱起来 同时口中发出一道疑惑的声音 不太对 怎么只有一架武装直升机 他原本以为是魔都聚集地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如果是魔都聚集地的人发现了他们 那应该是大军压境才对 区区一架武装直升机能够做什么 无论是王耀明还是万元德 他们两人对自己等人的实力 都有着一定的了解 难道他们以为 凭借着一架武装直升机 就可以击败他们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人应该没有那么愚蠢 轰隆隆 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响起 武装直升机来到云江山庄的上空 然后停止下来 机舱内 杨腾观察着下面的情况 他一眼就看出来 山庄是经过改造 显然万元德的情报没有出错 唐东他们一行人 的确就在这个山庄里面 副首领 山庄里面没有看到人 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 一旁的手下疑惑不解 杨腾微微一笑 肯定是隐藏起来了 估计是担心 我们是来者不善吧 他拿出了喇叭 下面云江聚集地的朋友 我是来自于魔都聚集地的杨腾 请你们放心 我们来到这里 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今天我们只是前往商谈而已 之前的事情是一些误会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好好地谈一谈 在喇叭的扩展下 杨腾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云江山庄 赵明哀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神里面的疑虑 没有半点的减少 副首领 他们在做什么 难道是 想要跟我们和好 刘东忍不住道 赵姐口中冷笑着 现在才想着要和好 未免有些太迟了吧 赵明眯着眼睛 一道道思绪 从他的脑海里面 不断地闪过 不管他们想要做什么 先谈谈再说吧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与魔都聚集地的人 发生冲突 赵明如是道 随后他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魔都聚集地的朋友 你们下来吧 我们好好谈一谈 文言 杨腾立刻让驾驶员 降低了飞行高度 最终停在云江山庄的门口 机舱们打开 杨腾带着几个手下 从直升机内走出来 这边刘东也带着人过来 几位 跟我来吧 刘东摆了摆手 他目光看向眼前的这几个人 眼神里面有着浓浓的警惕 杨腾脸上微微笑着 有劳了 一行人走进云江山庄 在穿过大半个山庄后 最终来到一栋建筑内 客厅里 赵明已经在等待 除了赵明之外 现场还有着赵鹏一几人 杨腾刚走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魔都聚集地的副首领杨腾 很高兴能够认识诸位 杨腾主动开口 副首领 赵明几人都吃了一惊 原本以为杨腾是万元德的手下 没想到竟然是副首领 这么说来 他的地位并不在万元德之下 电光伙食之间 赵明已经想到了很多 他在商界混了那么多年 对于人情世故 早就已经十分了解 这次魔都聚集地的人 竟然派杨腾前来 这恐怕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杨腾与万元德 是否代表着 魔都聚集地里面的 不同利益集团呢 赵明深深地看了杨腾一眼 杨副首领客气了 请坐吧 我们的确可以 好好地谈一谈 一群人来到会议室里面 双方各自落下 杨腾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他道 不知道贵聚集地的唐首领 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来的事情 主要是为了他 如果他不在这里的话 我想 你们恐怕是无法做主的 赵明眯着眼睛 不急 我们想听听 杨副首领的内容是什么 好吧 看来你们对我并不太信任 不过这可以理解 因为万副首领的一些不好做法 我们魔都聚集地 目前在诸位心目中的形象地位 恐怕不太好 这我们可以理解 但今天我们前来 就是想要化解这个误会 杨腾的脸上有着笑容 赵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他不是什么商界新人 这样的话术 对他是没用的 那杨副首领是什么意思 杨腾端起面前的茶杯 轻敏一口茶水 鬼街圆巾 我们首领非常迫切地 需要一枚鬼街圆巾 来突破实力 我想要请问一下 十人古术的 那枚鬼街圆巾 唐首领是否已经使用掉了 赵明面色不变 这是自然 难道这么珍贵的圆巾 我们会留在手里面吗 那唐首领 是否已经突破到鬼街 杨腾继续询问 赵明的面色顿时冰冷下来 不知道杨副首领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是想要打听 我们云江聚集地的实力吗 此话一出 会议室里面的气氛 瞬间就剑拔弩张 冷明几人已经面色不善地 盯着杨腾几人 只要他们 有任何的异常情况 众人就会直接动手 空气都仿佛凝固下来 跟随着杨腾而来的几个手下 额头上有着汗水 脸上的神情更是紧张无比 不 请诸位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之所以想要询问唐首领的实力 是否踏足鬼阶 主要是想要邀请唐首领 参加一场猎杀 鬼阶怪物的实力都异常强大 而且因为他们非常灵活 想要用导弹 解决他们都相当困难 现在科技武器尽管强大 但面对鬼阶怪物 已经开始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为了不浪费弹药 我们不得不慎重进行考虑 如果唐首领已经突破到鬼阶 那么我们双方可以进行合作 共同猎杀鬼阶怪物 这对于我们双方而言 都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 我们可以承诺 等杀死那头鬼阶怪物之后 我们只需要原精 其他的东西 我们一概不要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给贵方一定的补偿 杨腾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赵明脸上的神情 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正色道 这件事情我们会考虑的 三天之后给你们答复 如何 三天太长了 我们首领无法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杨腾摇了摇头 不行 最快都要三天 我们也需要时间来做一些准备 赵明语气强硬 见状 杨腾口中只好叹了一口气 好吧 就三天 之后 我们会再过来 希望贵方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完这句话 杨腾随即起身来 他带着人转身离开 伴随着武装直升机的螺旋桨轰鸣声 杨腾等人的身形 很快消失在赵明众人的面前 副首领 咱们要不要答应他们的邀请 赵姐忍不住道 赵明摇了摇头 恐怕不行 首领还没有真正踏足鬼阶 一旦答应邀请 到时候岂不是要去跟鬼阶战斗 这太过于危险了 不过目前 我们已经被魔都聚集地发现 如果不答应的话 恐怕又要 面对他们的威胁 除非我们愿意再度搬迁离开 这也话让众人 都感觉十分憋屈 这种被人追着跑的感觉 可不怎么好受 刘东咬着牙 干脆跟这些家伙拼了 咱们现在的实力也不差 真要是打起来 哪怕我们死 也要在他们的身上 狠狠地咬下一块肉来 别冲动 事情还没有到那么危险的时候 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告诉其他人 一切的事情 等首领回来再说话 赵明叮嘱道 好 众人都点点头 晚上 夜幕很快降临 一轮弯月逐渐爬上了夜空 今晚的繁星十分明亮 皎洁的月光 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犹如是给整个山庄 披上了一层银沙 就 闪电雷音的鸣叫声响起 立刻吸引了聚集地内 众多人的注意 金色的巨大身影 从天而降 闪电雷音降落在楼顶上 唐东从其身上跳跃下来 他的脸上有着笑容 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布袋 首领 一群人笑着上来迎接 今天运气不错 杀了足足二十一头虎街怪物 唐东哈哈笑着 将虎街圆巾交给他们 嘖嘖嘖 听着二十一头虎街怪物 众人的口中都是嘖嘖称奇 看向唐东的目光里面 有着崇敬和敬畏之色 对了 首领 副首领说 如果您回来了 就去找他一趟 他似乎有重要的事情 一人道 唐东点了点头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然后去找赵明 此时赵明还没有睡下 两人见面之后 赵明立刻将白天的事情说出来 听说聚集地 已经被魔都聚集地找到了 唐东不由的面色一紧 邀请我猎杀鬼街怪物 唐东有些愕然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看来 他们的确非常想要鬼街圆巾 只不过放弃了 从我的身上抢到手 因此选择了这种合作的方法 唐东皱起眉头 赵明点头赞同 没错 但如果让他们知道 首领你还没有突破鬼街 那恐怕咱们又要有麻烦了 唐东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只感觉一阵头疼 虽然这几天 他已经在疯狂的猎杀怪物 但手下五只七约兽 想要全部突破到虎街巅峰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根据他自己的推算来看 大约还需要一个月左右 才能到那种程度 到时候 一旦他突破 他的实力也会有一次巨大的提升 毕竟五只七约兽 同时突破鬼街 给他带来的反馈 也是巨大的 这一点慕庸置疑 实力全部突破 到时候叠加之下 恐怕足以将他的战力 推到鬼街中级 甚至是接近鬼街上级的程度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时间不够 短短三天的时间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太短了 唐东眯卓眼 脑海里面闪过一道道思绪 魔独聚集地的威胁就在眼前 他必须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以他现在的实力而言 如果爆发出全部实力的话 的确可以拥有鬼街下级的实力 自身是鬼街巅峰 闪电操纵 刚化 灵魂奸笑 迷幻器物加在一起 足足四种能力 如果他选择与契约兽融合 然后再发动强化能力 那么足以让他的实力 攀升到鬼街下级的程度 尽管境界没有突破 但战力应该不差 鬼街下级 这样的实力 还是不太保险 三天太短了 有没有施要办法 能够延长一些时间 唐东看向赵明 赵明摇着头 不行 我今天拖延了三天 已经让杨腾起了疑心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的话 那他们肯定会看出 你还没有突破到鬼街 要不 放弃契约兽 等突破之后 再重新签订契约 赵明道 唐东翻了翻白眼 不行 契约一旦签订 除非契约兽死亡 否则是无法解除的 就在两人愁眉苦脸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谁 唐东转过头 首领 是我 是冷月西的声音 进来吧 伴随着搁置一道开门声 冷月西从外面走了进来 月西 有什么事情吗 唐东有些疑惑 冷月西性子一向清冷 尽管加入聚集地 已经有不短的时间 但每天基本上都是修行 除了他弟弟冷明之外 与他关系最好的 就是李威了 不过李威那个自来熟的傻白甜 跟谁关系都不错 我已经到虎街巅峰了 就在唐东还在思索着 冷月西过来的目的时 对方却语出惊人 什么 此话一出 无论是唐东还是赵明 都大吃一惊 两人的脸上满是惊恶的神情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虎街巅峰 怎么这么快 唐东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 哼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冷月西的身上爆发出来 如同暴风一般 席卷了整个房间 唐东没有什么事 但只是刚刚踏足虎街的赵明 则是显得有些受不了 冷月西收回了爆发而出的气势 唐东与赵明下巴都 快要惊掉下来了 两人震惊之余 随之而来的 就是狂喜 唐东与赵明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喜悦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 唐东的心中激动到了什么程度 万万没有想到 真当他苦恼的时候 冷月西居然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这个女人 竟然不声不响的 就修行到了虎街巅峰境界 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不愧是前世的寒冰女王 果然天赋极其惊人 月西 你来得正好 既然你已经突破到了虎街巅峰 那么接下来就由你来带手出战 十人古术的元晶 我会交给你 由你来突破鬼街境界 唐东毫不犹豫 他立刻将想法传递给闪电雷音 正在房顶消化元晶力量的闪电雷音 有些不满 到了肚子里的东西 竟然还要吐出来 不过 他还是将十人古术的元晶吐出体外 好在闪电雷音还没消化几天 这枚元晶里面残留的力量 足够让冷月西踏足鬼街境界 你等着 我这就将元晶交给你 唐东立刻出门 他将元晶拿到手 仔细地清洗一遍之后 这才重新回来 三天之内可以突破吗 唐东迫切道 冷月西面色平静 最多一天 好 唐东喜笑颜开 当初厚着脸皮 也将冷月西拉入队伍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样容颜角色 实力强大的伙伴 真是太难找了 拿到了十人古术的元晶 冷月西没有停留什么 他转身离开 很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冷月西盘腿坐在地上 开始吸收元晶里面的力量 伴随着他精神力量的牵引 元晶内部的力量 迅速涌入他的身体内 整个过程十分迅速 随着元晶内强大力量的注入 冷月西明显感觉到 自己到了巅峰的实力 又开始继续增加 冷月西开始闭关修行 唐东很快将这个好消息 公布了出来 顿时整个聚集地内 陷入一片欢腾当中 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太好了 咱们聚集地 终于要诞生鬼阶强者 等等 首领还没有到鬼阶吗 不会吧 这么说来的话 冷小姐要抢下 首领第一高手的宝座了 众人议论纷纷 用眼角的余光 看向唐东 唐东翻了翻白眼 怎么听不出这些家伙 话语里面那调侃的意思 他并不在意 这次只是让冷月西先突破而已 等自己手下五大金刚 全部到虎街巅峰之后 那才是自己真正发威的时候 完成反超不是问题 一个晚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众人从床上醒来 忽然感觉山庄内的空气 似乎有些寒冷 人们出门一看 脸上顿时浮现出惊恶的神情 只见山庄里某一个房间里 竟然已经被冰封起来 强大的寒气 源源不断地从里面释放出来 以至于方圆上千平方米范围内的 一切都被冻结 甚至连远处的地面 都结出了一层薄冰 恐怖的寒意 竟然影响了整个山庄的气候 死 这就是突破鬼阶 会造成的动静 这未免太夸张了吧 众人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脸上全都是恶然的神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都不敢相信 会出现这种事情 不远处 唐东早已经来到了这里 昨天晚上 他修行到一半的时候 就感知到了空气中温度的降低 走出门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他赶忙将冷月西 隔壁的冷明就出来 可怜的冷明 已经被冻得失去了意识 要是他来吃一些的话 恐怕冷明已经被冻成冰棍 想不到突破鬼阶时 动静这么大 幸好没有人受伤 唐东心有余悸 前世他并没有突破到鬼阶 这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动静居然这么好 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众人都陆陆续续地起床 很快发现了 这里惊人的情况 卧槽 什么情况 冰和世纪 刘东脸上满是恶然的神情 唐东摆了摆手 解释道 大家不用担心 这是冷月西突破鬼阶时 造成的正常意象 等到他突破结束 到时候这些意象 都会全部消失的 死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突破鬼阶 竟然还有这么惊人的情况 这也太夸张了 众人都不由地瞠目结舌 心里面也涌现出浓浓的羡慕 冷明在李渭的救治之下 很快苏醒过来 他打了一个寒战 整个人的体温 也在渐渐回升 我怎么了 冷明苏醒过来后 还一脸的茫然 浑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东将刚才所发生的的事情 结束了一边 让冷明愕然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操 难怪我昨晚睡着睡着 感觉非常了 首领 谢谢你救我出来 否则我恐怕就要被冻死在里面了 冷明表示了感谢 同时脸上的表情 还有着几分心有余悸 如果他真的被冻死在那里 那肯定胡成为一件悲剧 无论是 对于冷明来说 还是冷月西来说 都是这样 估计等到冷月西突破结束 得知消息后 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没事 你去其他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吧 你姐目前突破的情况非常稳定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肯定能够成功 唐东拍了拍冷明的肩膀 冷明点点头 他缩了缩脖子 活动者自己冻僵的手脚 到一旁去休息 而房间里面 此刻整个房间 已经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的情况 房间内所有的东西 都被恐怖的冰霜所彻底冻结 甚至连空气内的水分 都被冻成冰渣 而掉落在地上 如此惊人的意象 可谓是让人震惊 床上 冷月西盘腿坐在那里 要说房间里面 唯一没有被冻结的东西 恐怕就是他自己了 不过冷月西的身上 依旧有着一层淡淡的冰霜 只见他 原本一头乌黑的秀发 开始渐渐出现变化 黑色的头发 逐渐变成了冰蓝色 恐怖的寒气 从他的身上涌动出来 在房间里肆虐不止 这突破 足足持续了近20个小时的时间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沉寂了近20个小时之久的冷月西 终于睁开了眼睛 一抹金光 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这一道金光 好像是凝聚成了实质 飞射出数米之外 这才缓缓消散 冷月西看着四周 完全被冻结的房间 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整个突破过程中 他都保持着全神贯注 浑然不知道 自己的房间 竟然已经成了冰天雪地 他深吸一口气 平息下身体内涌动的原力 伴随着庞大的原力平静下来 他那一头冰蓝色的头发 也逐渐恢复了黑色 原本身上寒气四射的样子 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冷月西从床上下来 他推开门走出去 月西 你终于结束了 李渭一脸兴奋的连忙跑过来 很快 冷月西突破成功的消息 就传遍了聚集地 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冷月西突破 代表着聚集地 正式有了鬼街强者坐镇 有人去通知了唐东 很快 唐东便一路快步赶过来 首领 谢谢你救了阿明 冷月西开口道 眼神里有着一抹心有余悸 显然 他已经从李渭的口中知道 冷明差点被他冻死的事情 没关系 恭喜你成为鬼街 感觉如何 唐东的脸上有着笑容 冷月西感受了一下身体内的强大力量 他不由得点头 非常强大 我现在的实力 至少是虎街巅峰的三倍 好 唐东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冷月西顺利突破 代表着从今往后聚集地里面出 除了他之外 又拥有了一个 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晚上 唐东正式在聚集地里面 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 庆祝冷月西 正式成为鬼街强者 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里面 都有着羡慕的神情 这场宴会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这才结束 众人也随即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休息 一转眼 两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 远处的天空上 伴随着一阵螺旋桨的轰鸣声 一架武装直升机飞行而来 瞬间引起了聚集地里面首位的注意 一人连忙到 立刻有人去将消息通知给唐东 很快 唐东便带着人走出来 这个时候 武装直升机也来到了聚集地的上空 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 巨大的螺旋桨彻底停止下来 机舱大门打开 走下来的人赫然就是杨腾 唐首领 根据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唐首领准备得如何 杨腾脸上有着笑容 唐东脸色上有着笑容 他微微一笑 当然已经准备好 不过这次出手的人并不是我 而是他 说吧 唐东的手指向了一旁的冷月溪 此话一出 杨腾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恶然的神情 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等等 唐首领 这次的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 杨腾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股恐怖的气势 瞬间从冷月溪的身上爆发而出 可怕的气势 宛若暴风一般席卷四周 以至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 近乎窒息斑斑的压迫感 鬼剑 感受着这股恐怖的气势 杨腾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八度 他震惊到了极致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冷月溪 云江聚集地里面竟然还有第二个鬼剑 杨腾万分震惊 现在他以为唐东也是震惊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更加惊恶 足足两个鬼阶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实力了 哪怕是他们魔都聚集地往后 都要慎重地对待 幸好 幸好 杨腾弟心里面一阵庆幸 幸亏之前没有动手 否则的话 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两个鬼阶强者了 杨腾口中长舒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 恭喜冷小姐踏足鬼阶 贵聚集地 果然是人才积极啊 不仅有唐首领这样的天才 还有冷小姐这样的虚眉 实在是让人羡慕 杨腾哈哈笑着 口中的话语满是恭维的味道 冷月西面无表情 哪怕是面对杨腾的恭维 他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唐东则是深深看了杨腾一眼 皮笑若不笑道 杨副首领客气了 跟魔都聚集地比起来 我们还差得远呢 接下来我们直接出发吧 想必你们也有些等级了 杨腾爽朗大笑 没问题 双方各自上了武装直升机 随后伴随着螺旋桨巨大的轰鸣声 两架武装直升机 先后从山庄里面出发 朝着魔都聚集地所在的方向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冷明等人的视线里面 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魔都聚集地 已经出现在了唐东几人的面前 这是唐东第一次来魔都聚集地 相比于云江山庄 魔都聚集地 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在他们之上 特别是人口 双方更是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魔都聚集地的实力果然很强啊 唐东的语气有些名重 冷月西也深深地看了一眼 我们并非是毫无优势 就目前而言 魔都聚集地并没有一个诡计强者 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嗯 唐东点点头 不过这个弱点很快就要消失了 他之所以答应杨腾的条件 一方面是他的确需要大量的武器 另一方面也是拖住魔都聚集地 否则双方一旦发生冲突 到时候对谁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至于猎杀鬼阶怪物的事情 他可没有打算出全力 到时候让魔都聚集地的人顶上 他与冷月西只需要出攻不出力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话再拖几天 那就更加的完美 因为就在昨天一天的时间 成功晋级鬼阶的冷月西 就已经深入了云江市中心范围 仅仅只是一天 就猎杀了超过50只虎街怪物 一口气将市中心的强大怪物清理了一遍 有着那些虎街结晶 足以让鬼虎他们将实力提升到虎街巅峰境界 这也就意味着等这次回来 那他就已经满足了突破进入鬼阶的标准 想到这里 唐东的眼神里面有着几分期待的神情 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 最终慢慢停止下来 机堂门打开 唐东 冷月西与赵杰三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唐首领 冷小姐 里面请吧 我们首领已经在等待三位了 杨腾脸上有着微笑 唐东面色平静地点头 三人用 蹬在杨腾的身旁 随后朝着聚集地深处走去 沿途上唐东也在观察魔都聚集地的情况 这魔都聚集地不愧是前世南方第一聚集地 规模当真是庞大 整个聚集地里面有着超过2000的人口数量 足足是他云江聚集地的十倍有余 庞大的人口自然能够培养与诞生更多的高手 同时也能有修建出更大的工程 仅从人口与聚集地的规模来看 两个聚集地显然不是一个层面 三人很快来到了一个待客厅里面 他们一同走入其中 刚刚推开门就看到了一桌琳琅满目的饭菜 只见待客厅内一顿丰盛与奢华的午宴已经准备好 一份份菜肴足足有着近三十份之多 每一份都是色香味俱全 仅仅只是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大 大 大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缓慢但却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响起 瞬间吸引了唐东的目光 只见一身正装的几学文从里面走出来 他尽管模样苍老 但行走起来却虎虎生风 同时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距离鬼阶紧紧之差一步之遥 而几学文的身后 魔都聚集地的一众高层也跟着进来 其中赫然就有万元德与王耀明两人 唐首领 欢迎来到黄明山聚集地 我是这个聚集地的首领 我叫几学文 我早就听说过孟首领的鼎鼎大名 孟首领能够轻轻就建立一个聚集地 并且拥有诡计的实力 实在是让人惊叹 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吉元文脸上有着微微的笑容 他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清和力很高 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如沐春风 唐东脸上有着平淡的微笑 孟首领客气了 我只是运气 才能有今天的实力与地位而已 呵呵 几学文口中倾笑 运气或许可以让人踏足虎街 但想要踏足鬼街 那就不仅仅需要运气了 我们不多闲谈这些 为了欢庆三位的到来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顿午宴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请 几学文打了一个响指 七八个衣着性感的女人 顿时走了上前来 这几个女人有些是成熟美妇 而有些则是稚嫩少女 众人纷纷落座 赵捷与冷月西 一左一右坐在了唐东的身边 看上去好像是 将他保护在里面一样 对面的王耀明 一双眼睛阴沉无比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唐东 眼神里面有着深深的仇恨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如今唐东这个杀妇仇人就在眼前 这让王耀明如何忍得住 王耀明紧握着双拳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里面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若不是旁边有人限制着 恐怕他已经忍不住要扑上来了 姬学文微微笑着 举起了酒杯 我敬唐首领一杯 接下来的鬼阶怪物猎杀行动 就多多希望唐先生多多费劲了 梦人皮笑若不笑 既首领客气了 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双方互相恭维着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一顿午宴吃下来 可谓是兵主敬欢 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着笑容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 众人吃过午饭之后 随即来到了会议室里面 杨腾主动走上前 然后啪的一声 打了一个响指 画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的照片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对付的目标 居住在城中心的怪物三眼巨人 照片立刻吸引了唐东的注意力 从照片上来看 这只名为三眼巨人的怪物 足足有着接近十米的高度 他全身上下通体白色 仅仅只是趴在那里 就如同这一座肉山一般 让人望而生畏 身形庞大的三眼巨人 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便是 他有着三只眼睛 除了正常的一双眼睛之外 在其额头上还有着一只眼睛 那只眼睛带着几分邪魅的味道 不知道有着什么样的功效 三眼巨人一身肌肉十分壮硕 看得出来明显是力量型的怪物 那一身爆炸的肌肉 让他看上去宛若一座肉山 虽然只是照片 但依然翻骨份能够感受 得到其恐怖的实力 根据我们的调查 三眼巨人的实力 大约是鬼界终结 因为三眼巨人是陆地形的怪物 所以最方便对他下手 放眼整个魔独所有的鬼界怪物里面 三眼巨人应该都是最为弱小的了 杨腾介绍道 唐东闭着眼睛 有关于三眼巨人的信息 他前世听说过 这种怪物 据说是来自某个高中生幻想中的怪物 他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前世三眼巨人 曾经在魔独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一世一出手 就是对付三眼巨人 不过对于三眼巨人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他则是不清楚 这种鬼界层次的怪物 以他前世的实力 还接触不到 有派人试探过三眼巨人的实力吗 他那第三只眼睛 看上去恐怕不是摆设吧 里面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唐东询问道 己学文微笑着点头 当然已经试探过了 三眼巨人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可以用来释放激光 而且距离很远 大概可以达到300米左右的距离 激光的威力很大 但好在距离并不远 因此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 只是三眼巨人的移动速度很快 特别是在城市中 这么复杂的地形里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人 可以牵制住三眼巨人 然后我们再释放重型火力 将其击杀 三眼巨人无法飞行 若是能够一次命中 那就等于是 宣告胜利已经来到我们的手中 唐东眯着眼睛 他思索着成功的可能性 三眼巨人毕竟是狼街终极的怪物 而冷月徐 仅仅只是刚刚突破到狼街下级而已 尽管冷月息实力强大 但面对高了一个小境界的三眼巨人 他显然不能够坚持太长的时间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到时候 他后悔都来不及 不过就在唐东思索的时候 会议室桌子下面 冷月息则是用手碰了碰唐东一下 唐东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便见到冷月息朝着自己点头 他的眼神里面有着战意 显然 冷月息想要试一试 差点忘了 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战斗狂人 对于挑战强敌 绝对是他十分愿意做的事情 好 我们答应了 什么时候开始动手 既然冷月息都已经同意 那么唐东不再犹豫 事成之后 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几学文脸上有着笑容 我只要三眼巨人的圆巾 他的肉体我绝对不动 除此之外 我愿意再支付唐首领 三架武装直升机 以及五十枚火箭弹 一百枚火箭弹 二十挺机枪外 加上五万发子弹 一百颗手雷 唐东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几学文脸上依旧有着笑容 直接一口气答应下来 没问题 见着几学文答应得这么爽快 唐东有些后悔了 看来魔都聚集地的资产 比他想象中更加庞大 否则的话 几学文不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不过 既然双方一定约定下来 他也不好反悔 双方约定了时间 就在明天早上十点 正式开始动手 到时候 游冷月息进入城市 牵制住三眼巨人 然后由其他人使用重型火力 对三眼巨人进行饱和时打击 在经过导弹的轰炸之后 哪怕三眼巨人不死 也一定会重伤 到时候 再交游冷月息补上致命一击 整个任务就算是顺利地完成了 任务制定下来后 三人随即离开 杨腾一路将三人送出聚集地 等到他们彻底消失之后 这才返回 办公室里面 杨腾三人会聚在这里 对于唐东这个人 你们有什么看法 几学文目光 看向杨腾与万元德两人 万元德毫不犹豫 一个巨大的威胁 唐东是一个天才 原本他的威胁就已经足够大了 现在再加上一个冷月息 如果我们不能将其解决的话 未来一定是威胁性巨大的敌人 杨腾瞥了万元德一眼 他则是道 我赞同万元德的意见 不过唐东虽然是危险 但我不建议 现在就对他出手 就算是要出手 也要等首领 您突破到鬼阶之后再考虑 几学文满意地点点头 他眯着眼睛 但却摇了摇头 不能等到以后再出手 而是出手的时期 就是明天 什么 这个话让杨腾与万元德 都吃了一惊 首领 这怎么行 唐东可是鬼阶 如果明天就对他动手的话 到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是 他们两人的对手 这一次 杨腾与万元德 难得达成了相同的看法 呵呵 几学文脸上则是有着笑容 不 唐东现在还在虎街巅峰 而不是鬼街 他欺骗了你们 只有那个叫做冷月西的女人 才是鬼街 不得不说 这个真相 着实让两人狠狠地吃了一惊 万万没有想到 唐东竟然还不是鬼街 这着实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不太可能吧 以唐东的天赋 明明十人古术的元晶 在他的手里面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他怎么可能没有突破鬼街 万元德疑惑不解 尽管他将唐东是作为威胁 但对于唐东的天赋 他是绝对承认的 这个小子是一个天才 怎么可能还在虎街巅峰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他的确是虎街巅峰 虽然刚才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气息 但他瞒不过我的眼睛 虎街巅峰与鬼街有着很大的变化 你们看不出来 但我能够感知到 几学文瞇着眼睛 几学文的实力比他们更加强大 这么说 唐东竟然真的不是鬼街 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小子的实力 出现了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十人古术的元经 到了他的手中已经超过一个月 怎么没有突破呢 万元德的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神情 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几学文的计划 首领 既然唐东没有成为鬼街 那他的实力就是有极限的 等到明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他出手 到时候众多高手一拥而上 他唐东的实力再强大 也在死在我们的手里面 万元德的脸上已经有着浓浓的期待 好像是看到了唐东死在他面前的场景 几学文微微一笑 他赫然就是这样的计划 另一边 唐东三人回到了聚集地里面 赵明一行人马上围上来 众人在会议室里面各自坐下后 冷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 首领 商谈的情况怎么样 唐东自然是不会隐瞒什么 他将与几学文的约定内容说出来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里面看到了喜意 几学文给出的报酬算是丰富 最有价值的还是那三架武装直升机 到时候聚集地的实力必然会提升 赵明面色凝重 首领 明天你们前往猎杀鬼街怪物 到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 我担心等到任务结束后出现什么变故 唐东轻扁下巴 他听出了赵明话语里面的意思 实际上不需要赵明提醒 他也会小心一些 毕竟是身处于别人的聚集地里面 到时候 若是任务结束几学文反悔 那可不是什么小事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的功夫 唐东与冷月熙两人就已经出发 不过这一次 唐东还带上了闪电雷音 现在的闪电雷音实力 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实力赫然已经达到了虎街上级 距离虎街巅峰仅仅只差一步之遥而已 可惜 如果能够再给几天时间的话 那就更加完美了 到时候 两个虎街巅峰融合 实力绝对可以逼近鬼街 半个小时后 魔都聚集地已经近在眼前 唐东通过精神联系 向闪电雷音下达了命令 他没有让闪电雷音跟随者 自己进入魔都聚集地 而是让其找了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作为后手 哄咚咚 伴随着螺旋桨巨大的轰鸣声 武装直升机慢慢降落在机场 机舱们打开 唐东与冷月西两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杨腾早已经微笑着等待 见着唐东出现 他立刻笑着上前来迎接 唐首领果然准时 我们这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杨腾微微笑着 听着杨腾的话 唐东看了一眼四周 果然这群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足足八架武装直升机 已经全部装在好了弹药 除了武装直升机之外 还有四辆坦克与三辆导弹车 这样的战斗力不可谓是不惊人 等会儿火力全部倾泻出来 一般的鬼阶恐怕会当场死亡 双方碰面之后 一行人随后便准备出发 大量的战斗人员 纷纷快步小跑上武装直升机 伴随着巨大的风压席卷而起 八架武装直升机开始先后升空 哄 聚集地大门缓缓打开 坦克与导弹车行驶而出 除此之外 前后还有大量的装甲车开路 整个队伍可谓是十分庞大 讨伐队伍正式出发 目标直指三眼巨人而去 而唐东则是留在聚集地里面观看接下来的战斗 轰隆隆 螺旋桨的轰鸣声响彻四眼 庞大的队伍出发 一路上吸引了一些怪物的注意 好 伴随着一阵阵嘶吼声 一些实力不一的怪物从建筑里面冲出来 张牙舞爪地朝着讨伐队伍狂奔而来 开火 伴随着命令下达 只见装甲车上的机枪手立刻扣动了扳机 刹那之间 无数的子弹倾泻而出 形成了一面金属洪流 大大大 子弹呼啸而出 重机枪的子弹携带着强大的威力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就撕碎了这些普通怪物的身体 顷刻之间 刚才还看上去凶猛无比的怪物 就成为了满地的尸体 继续前进 讨伐部队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 车队继续向前 直至目标而去 三眼巨人 距离魔都聚集地的距离 足足有着近20公里 期间需要穿过魔都大量的建筑 车队保持着整齐的步伐前进 前面有着装甲车开路 在重机枪与单兵火箭筒的强大火力之下 普通的怪物根本连靠近车队都做不到 偶尔出现了虎街的强大怪物 也在重型狙击枪的连续火力之下隐恨 车队一直向前 道路两旁则是留下了大量的尸体 聚集地里面 看着魔都聚集地队伍的强大火力 唐东不由得有些心惊 前世魔都聚集地 不愧是南方最大的聚集地 这样的实力当真是惊人无比 前期靠着强大的军用火力猎杀怪物 然后获得他们体内的猿精 之后再吸收猿精强化实力 再去猎杀更加强大的怪物 整个流程形成一个闭环 让魔都聚集地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指挥室内 己学文的脸上有着笑容 唐首领 我这军队的实力如何 应该还能入得了唐首领的眼吧 己学文温和地笑着 唐东皮笑若不笑 季首领说笑了 如此强大的火力 恐怕放眼整个南方所有聚集地里面都是冠决 跟根本没有人可以超越 哈哈 己学文爽朗地笑着 如今世界末日之下 我们人类更应该团结在一起 才能应对更大的威胁 等到彻底收服了整个魔都之后 我们就会朝着其他的地方前进 到时候解救更多的同胞 己学文说出这句话 他的话语里面似乎有着一由所指 唐东不是白痴 哪里会听不出己学文话语里面所隐藏的意思 恐怕等到对方整合了整个魔都 就会朝着云江过来了吧 己学文刚才的话 明显是在敲打自己 唐东没有接己学文下面的话 对方想要整合魔都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魔都作为人口超过三千万的超级城市 这里的怪物实力也是最为强大的 别说是现在 就算是后世 他记得己学文也没有彻底将魔都整合 就算是等对方真的整合了 到时候自己的实力 至少也已经达到鬼阶巅峰 甚至是龙阶 到了那个时候 谁有能够在自己的面前大放厥词 指挥室内沉寂了下来 而前面的讨伐队伍则是继续向前 二十公里的距离 在车队面前并不遥远 仅仅只是二十分钟就已经顺利到达 车队在距离三眼巨人 还有一公里的地方停止了下来 导弹车已经不能继续向前了 坦克则是继续前进 但也在五百米左右的位置彻底停歇 现场的摄像传递回指挥室 只见在远处的公园里面 一个身形庞大的怪物 整趴在地上 那个怪物身高接近十米 庞大的身躯 哪怕只是趴在那里 都如同时一座小山一般 伴随着三眼巨人的呼吸 四周的空气都在朝着它的方向 而不断涌动 这就是鬼阶的强大实力 哪怕是睡着了 也足以让普通人胆战心惊 三眼巨人正在睡觉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直接投放导弹炸过去 先占据了仙机再说 万元德看着画面里面 正在熟睡的三眼巨人 脸上的神情有些兴奋 唐东则是摇了摇头 三眼巨人 这样的鬼阶怪物 想要偷袭 是极其困难的 导弹靠近时的动静 足以将三眼巨人惊醒 所谓偷袭占据 随行的工程师 开始调整导弹车上面的数据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数据 被输入进去 很快一切都调配完成 首领 所有数据准备完成 可以开始了 工程师汇报道 武装直升机上 讨伐小队队长转过头 看向冷月熙 他的目光里面有着敬畏 冷小姐 接下来就劳烦您了 队长不敢多看冷月熙的眼睛 冷月熙面无表情 他神情清冷 给人的感觉 仿佛巨人于千里之外 原本的冷月熙 就是气质清冷 那股冰冷的感觉更加严重 常人哪怕只是 站在他的面前 都有一种 自己要被冻僵的感觉 哄 武装直升机机舱大门打开 螺旋径的巨大轰鸣声 立刻传进来 冷月熙纵身一跃 整个人瞬间 从数百米的高空跳跃了下去 他直接高空速降 身形降落的速度不断地提升 300米 200米 100米 50米 就在冷月熙距离地面 还有20米左右的时候 强大的寒气 瞬间从他的体内 涌动而出 直接冻结了附近的空气 空气中的水分 瞬间凝结成为冰渣 冷月熙控制着这些冰渣 在自己的脚下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风暴 随后安然落地 这惊人的一幕 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万元德等人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脸上的神情 有着浓浓的震惊 鬼阶的实力 当真是恐怖 超过300米的高度跳下来 竟然都可以轻松化解 冷月熙落在地面上 他的目光 看向了几百米外 还在熟睡的三眼巨人 眼神里面有着一抹战意 眼见着冷月熙已经到位 几百米外的工程师 开始启动了导弹车 巨大的导弹 缓缓被抬起来 然后瞄准了三眼巨人 所在的位置 发射 一声令下 工程师直接按下了 导弹发射的按钮 刹那之间 强烈的火焰 在导弹的尾部升腾而起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瞬间推动着导弹 那超过十米的庞大身躯 导弹迅速升空 在数百米的半空中 调整了方向之后 目标直接锁定了 一公里外的三眼巨人 So 凛列的破空声响起 导弹以超音速发射而出 速度快若闪电 一公里的距离 在导弹的速度之下 仅仅只是三秒不到 就已经到达 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 但就在导弹距离三眼巨人 还有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刚才还在熟睡的三眼巨人 瞬间睁开了眼睛 好 三眼巨人猛然睁开双眼 就看到了一枚导弹 朝着自己飞射而来 它瞬间从地上一跃而起 往着旁边跳跃过去 导弹紧随其后到达 命中了三眼巨人 一开始所在的位置 哄 伴随着一道巨大无比的轰鸣声 导弹直接爆炸 狂暴的力量肆虐而出 原地燃烧起来一个巨大的火球 可怕的力量 在方圆上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不断地肆虐 似乎可以吞噬一切 三眼巨人躲闪不及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与火焰 瞬间将它的身形汇解 吞噬了进去 命中了 众人看着这一幕 口中都忍不住欢呼雀跃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激动的神情 没想到 开场居然就这么顺利 导弹直接命中了三眼巨人 尽管并非是百分百命中 但导弹的威力何其巨大 哪怕只是擦着一点 也是极其恐怖的 就算三眼巨人没有死 也必然是重伤的结局 就在众人都准备开始庆祝的时候 预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 一道巨大的嘶吼声 陡然炸起 下一刻 三眼巨人从那庞大的火焰当中走出 他的全身上下缠满了火焰 庞大的身躯 一步一步踩塌在地面上 哪怕是坚硬的水泥路边 也出现了一个个脚印 吼 三眼巨人口中怒吼 黄豹的怒吼声 宛若惊雷一般炸起 响彻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范围 众人定睛一看 顿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爱视频当中 三眼巨人竟然只是收了一些轻伤 那恐怖的导弹近距离爆炸 黄豹的力量 刺虐在三眼巨人的身上 如此之近的距离 哪怕是一辆坦克都会毁灭 但三眼巨人 却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他那赤红的眼睛中 有沸腾的杀意在涌动 显然 三眼巨人暴怒了 怪物 这简直是怪物 讨伐队队长震惊不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剧烈的爆炸 竟然只是让三眼巨人轻伤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敢相信 发射 将所有的火箭弹全部打出去 听着几学文的话 八架武装直升机的驾驶员 同时按下了火箭弹发射的按钮 刹那之间 一枚又一枚的火箭弹击射而出 他们的尾部 拖着长长的尾焰 从数百米的天空上 从天而降 转眼就已经到达了三眼巨人的面前 三眼巨人额头上的第三只眼扫了一眼 随后静静还是站在原地 轰 轰 轰 火箭弹不断爆炸 大量的火焰与冲击波 倾斜在三眼巨人的身上 黄豹的力量覆盖了四周的空间 也将它完全笼罩进去 八架武装直升机 超过一百枚火箭弹 一口气全部发射出去 这样的破坏力极其惊人 足以轻易炸毁一条街道 火焰在肆虐 轰鸣在咆哮 足足响彻了三十秒的时间 因为烟尘太过于强大 遮挡了那一片区域的景象 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待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沉闷的脚步声响起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三眼巨人从烟尘中走出 所有人定睛一看 脸上的表情更加惊骇 完好无损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上百枚火箭弹 万元德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惊骇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百枚火箭弹 竟然都无法伤害到三眼巨人 这只怪物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这么恐怖的程度了吗 这还只是诡计终极而已 未免太过于可怕 好 三眼巨人口中 发出一道包含讥讽意味的低吼 原本众人的计划 是用导弹轰炸的办法 希望能够重创三眼巨人 但是现在看来 所有人都高估了火箭弹的威力 如果刚才那一枚导弹正面命中的话 或许的确可以给三眼巨人 造成足够的伤势 可惜 三眼巨人的警惕性太强了 导弹还没有到达 他便已经闪躲开来 以至于规避掉了 接近导弹爆炸时一半的破坏力 最终仅仅只是让三眼巨人受了轻伤 杞绪文脸色有些难看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了唐东 需要牵制住三眼巨人 让其停顿一会儿时间就足够了 杞绪文瞇着眼睛 唐东结果了一旁的无线电对讲机 道 月希 出手吧 战场上 冷月希睁开了眼睛 他的目光落在了数百米外的三眼巨人身上 淡淡的寒气 开始在他的四周涌现出来 一步踏出 寒气涌动 在冷月希的脚下 冻结出一条冰道 冷月希踩在这条冰道上 整个人就如同是奥运会兵华选手一般 朝着三眼巨人而去 他在冰道上滑行的速度极快 数百米的距离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便已经到达 三眼巨人立刻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 他的眼神里面涌现出强烈的杀意 从冷月希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好 三眼巨人主动出手 他猛地狂奔而出 明明是接近十米的高大身躯 但奔跑速度却迅捷犹如狂风 哄 远处 一道坦克重炮的轰鸣声响起 一枚炮弹以超音速飞射而来 瞬间就到达了三眼巨人的面前 面对坦克的主炮 三眼巨人不闪不闭 直接一拳轰出 以血肉之躯对抗坦克主炮 这一幕当真是惊人至极 哄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拳头与炮弹碰撞 爆发出了可怕的力量 狂暴的气静席卷而出 将接到四周的玻璃都全部震碎 三眼巨人怒吼出声 只见他的手上流淌出些许的鲜血 但却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太强大了 众人眼神里面都有着强烈的震撼 硬抗导弹 硬抗火箭弹 硬抗坦克主炮 三眼巨人的实力当真是害人至极 特别是他那强悍的肉身 恐怕比钢铁还要坚硬 就在这个时候 冷月熙已经来到了三眼巨人的身边 寒冰vs钢铁之躯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期待的神情 还未靠近三眼巨人 冷月熙并已经主动出手 他伸出一只手 强烈的寒气涌动而出 瞬间化作一根寒冰长矛 这是一个长度两米左右的寒冰长矛 通体冰蓝色的长矛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凛冽的寒光 就好像是真正钢铁打造一般 So 凛冽的破空声响起 寒冰长矛击视而出 速度快到了极致 第一根寒冰长矛刚刚射出去 第二根寒冰长矛已经凝聚出来 随后是第三根 第四根 一根又一根寒冰长矛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 每一根寒冰长矛的威力 都相当于一枚火箭弹 锐利的寒冰长矛 有着堪比钢铁的硬度 那尖锐的毛尖 好像是可以动穿一切一般 好 三眼巨人爆发怒吼声 狂暴的力量化作鹰波炮弹轰炸而出 与寒冰长矛碰撞在一起 轰 轰铃声炸起 寒冰长矛瞬间被击碎 无数的寒冰碎裂 犹如子弹一般击射而出 三眼巨人仿佛战无不胜的可怕存在 他硬生生盯着寒冰长矛的攻击 双脚大不留心 朝着冷月熙狂奔过来 那恐怖的气势害人听闻 如果换了一个人看到这场的场景 恐怕当场就 吓得大小便失禁 看着三眼巨人那 势不可挡的气势 所有人都忍不住为冷月熙捏了一把冷汗 三眼巨人的狂奔速度极快 宛若一辆疯狂冲锋的战车 转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冷月熙的面前 两人马上就要碰撞在一起 三眼巨人已经抡起了拳头 砂锅大小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冷月熙所在的位置 千军一发之际 冷月熙抬手凝结出一道坚固的冰墙 厚实的冰墙阻挡在三眼巨人的面前 随后其拳头狠狠砸在冰墙上 沉闷的声音响起 厚度达到一米的冰墙上 瞬间出现了无数的裂痕 随后直接爆炸开来 趁着三眼巨人被拖延的缝隙 冷月熙立刻后退 他后退的同时 无数寒冰飞刀也激射而出 恐怖的寒气 以冷月熙为中心 在不断地弥漫着 强烈的低温 让空气中的水分都为之冻结 形成了无数的冰渣 地面上也已经凝结出一层滑冰 这冰面看上去非常光滑 一人一怪物的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短暂的碰撞之后 双方谁也没有占据上风 三眼巨人如同是一辆重型坦克 狂暴的力量 高大的身躯 坚硬的肉体 这些无意不适 展现出三眼巨人的强大 接近十米的身躯 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就给与人巨大的压迫感 犹如是一堵厚实的墙壁 而对面的冷月熙对比之下 双方的差距何止是巨大 简直是天差地别 但强大的寒气 却从冷月熙的身上涌动出来 这可怕的寒气 宛若风暴一般肆虐不止 在冷月熙的脚下不断旋转着 此刻冷月熙好像是飞行在了半空当中 脚下的寒冰风暴 托举着他的身躯 让其能够在半空中凌空飞行 伴随着寒冰风暴的移动 让他的速度竟然丝毫不慢 寒冰风暴所到之处 一切的东西都被冻结 仅仅只是扫过路边的一辆小轿车 刚才还完好无损的小轿车 瞬间成为了冰雕 强大的寒气肆虐不止 让四周的温度都在不断地降低 此刻整条街道的温度 都已经降低到了零下 白茫茫的冰爽充斥着街道四周 看上去就好像是升起了大雾一般 好 三眼巨人狂暴的战猴响彻四野 他的眼睛逐渐变得血红一片 恐怖嗜血的杀意在他的双眼里面涌动 好像是恨不得将冷月锡撕成碎片 沉重的身躯踩踏着地面 哪怕是坚硬的冰面 在三眼巨人脚下都纷纷裂成碎片 三眼巨人再度冲锋起来 庞大的身体朝着冷月锡 直接狂奔而来 冷月锡立刻后退 冷冽的寒气源源不断地席卷而出 要么化作冰墙 阻挡三眼巨人前进的道路 要妖化作寒冰长矛击射而出 在低温的寒气侵扰之下 三眼巨人的狂奔速度大大降低 这种摸不着敌人 却不断被攻击的感觉 让三眼巨人十分憋屈 他眼神里的怒火燃烧得愈发旺盛 整个街道上都在回荡着他 愤怒的咆哮声 轰 轰 轰 一人一怪物的大战激烈无比 巨大的爆炸声 与恐怖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 在街道上不断扎起 原本完好无损的街道 在两人的肆虐之下 不过只是几分钟就已经破烂不堪 路边的小轿车被纷纷打爆 三眼巨人所到之处 就连地面都坑坑洼洼 一拳轰出 三眼巨人打爆了一面冰墙 他刚刚想要冲上去 突然一面冰墙从他的脚下升起 这面冰墙没有彻底生长起来 反而是生长了一小节 阻碍在了三眼巨人前进的道路上 正在狂奔的三眼巨人 被这冰墙突然绊了一下 庞大的身躯瞬间狠狠栽倒在地上 还没等他爬起来 四周恐怖的寒气已经席卷而来 开始冻结他的身体 好 三眼巨人暴怒嘶吼 可怕的力量爆发出来 束缚在他身躯上的寒冰瞬间被崩碎 他从地上爬起来 再度大步流星朝着冷月溪过去 冷月溪控制着脚下的寒冰风暴移动 不断与三眼巨人拉开距离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优势 像是三眼巨人这样的近战怪物 近身战斗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胜利机会 只有不断拉开距离寻找机会 才有战胜三眼巨人的可能性 尽管双方的实力差了一个小阶位 但此刻冷月溪在三眼巨人的面前并没有落入下风 反倒是频频用一些小手段 让那个三眼巨人显得有些狼狈 碰 三眼巨人因为脚滑再度摔倒在地上 他的身躯狠狠砸在坚硬堪比钢铁的滑冰上 同样的招式再度出现 冷月溪抓住机会操控着寒气席卷过来 想要将三眼巨人的身体冻结 无数的寒冰开始在三眼巨人的身体上出现 短短之间里面就已经席卷了他身躯的大部分地方 冷月溪全力操控着寒气 体内的原力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 无数的寒气席卷而出 在庞大的寒气包裹之下 三眼巨人瞬间化作了一具巨大的冰雕 成功了 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眼神里面有着狂喜与惊讶 仅仅只是靠着冷月溪一人 竟然击败了三眼巨人 众人的脑海里面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但下一刻 无数的裂痕开始在冰雕上出现 只听砰的一道巨大爆炸声 三眼巨人破冰而出 狂暴的气势宛若暴风一般席卷四周 死 观战的众人口中都不由得倒吸凉气 三眼巨人这恐怖的实力简直是骇人听闻 指挥室内 唐冬的脸上也有着凝重的神情 三眼巨人的实力的确非常强大 但对方真正的手段还没有使用出来了 冷月溪的寒冰虽然恐怖 但境界毕竟稍微逊色了一筹 他只是刚刚突破而已 如果再给冷月溪一个月的时间稳定实力 拿下三眼巨人或许不成问题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想要单人击败强大的三眼巨人可能性并不大 既首领 准备可以开始发射导弹了 唐冬开口道 同时他对着无线电通知冷月溪 月溪 你不是三眼巨人的对手 没有必要再继续跟他打下去了 接下来全力冻结他 让他有三秒钟的时间无法行动即刻 给导弹创造机会 唐冬的声音通过无线电耳机传入冷月溪的耳中 冷月溪位不可查地点点头 原本心中旺盛的战斗欲望开始迅速衰减 打了这么一段时间 他已经对自己的实力有着足够的了解 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 哄 体内的原力蜂拥而出 无数的寒气宛若风暴一般席卷出来 冷月溪操控着脚下的风暴 开始围绕着三眼巨人旋转 让寒气充分包裹住三眼巨人的身体 好 三眼巨人愤怒地怒吼 他每次想要冲上来 总是会被一面巨大冰墙拦住 从开始战斗到现在 他一次都没有触碰到冷月溪 怒火开始在三眼巨人的眼睛里面燃烧 他的第三只眼开始变得赤红一片 仿佛有着烈焰在其中酝酿 寒气席卷 冰冷凝结 三眼巨人的双腿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冻结 并且那寒冰以惊人的速度 蔓延他的全身 当寒冰彻底凝结的时候 高大的三眼巨人 被彻底冰封在了坚固的冰雪当中 发射导弹 就是这一瞬间 工程师立刻按下了导弹发射的按钮 哼 大量的火焰从导弹的尾部喷射而出 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导弹前进 瞬间从导弹车上击射而出 数百米的距离 在导弹的面前 只是请客之间就到达 而这个时候 三眼巨人也恰好打破了寒冰的封锁 他刚刚破冰而出 还没有来得及离开 导弹已经落在了三眼巨人的身上 哼 恐怖的力量肆虐而起 巨大的火球疯狂爆发着 席卷了小半个街道 爆炸产生的力量将地面都炸出一个大坑 可怕的火焰在其中肆虐不止 哼 火焰当中 三眼巨人痛苦的惨叫声终于出现 导弹爆炸 这一次成功完美命中了三眼巨人的身躯 饶势以对方肉身的强大 面对导弹的完美命中轰炸也难以承受 但可怕的力量肆虐结束之后 一个身躯半跪者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此时此刻 只见三眼巨人的身上已经到处都是伤痕 他全身上下伤痕累累 大量的鲜血从其身体里面涌动出来 染红了地面 一个大坑出现在街道上 四周的冰雪都被炙热的高温所融化 成功了 万元德等人狂喜不已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激动的神情 第二枚导弹终于成功命中 直接重创了躲闪不及的三眼巨人 三眼巨人身受重伤 但旁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冷月溪 这场战斗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了 哄 果然 冷月溪已经出手 恐怖的寒气伴随着风暴席卷而来 瞬间笼罩了三眼巨人的身躯 这一次 三眼巨人已经没有力量 再次打破寒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躯被冰封 直到彻底冻结 成为一个巨大的冰雕 三眼巨人的身形定格在了原地 同时定格的 好像还有时间一般 指挥室内 唐东看着这一幕 口中不由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尽管知道 冷月溪的实力很强大 战斗天赋也非常逆天 但面对三眼巨人 这样的诡计终极 他还是有些担心 现在战斗终于落下了帷幕 那接下来 就是收获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他微微眯着眼睛 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几学文几人 这一瞬间 唐东敏锐地感觉到 指挥室内的气氛有些怪异 仿佛空气当中 散发着一股火药味 呵呵 他的心中冷笑 双手抱胸看着几学文 纪首领 这气氛有些不对劲啊 你们该不会是要对我出手吧 唐东主动打破僵局 一旁万元德宇 杨腾脸上的表情 微微有些僵硬 两人心中震惊 没想到 他们还没有出手 竟然就已经被唐东看破了 两人都有些茫然无措 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几学文 几学文脸上露出笑容 唐首领哪里话 我们是盟友 我又怎么可能对唐首领出手 更何况 唐首领可是刚刚帮我 击败了三眼巨人 如果没有冷小姐的配合 凭借我的实力 是根本无法将三眼巨人击败的 我几学文 又怎么可能对恩人出手 唐东心中吃笑着 他又不是什么天真的白痴 怎么可能相信这种话 他敢打赌 这群人员计划 一定是要对他出手的 现在几学文改变主意的原因 恐怕是因为 冷月西的实力太强大吧 冷月西现在还完好无损 完全可以再打一场战斗 他们若是对自己出手 先不说能否拿下自己 那就算真的将自己击败了 那后面又怎么面对 有机首领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场战斗已经结束 接下来我就不多做停留 等会三眼巨人运送过来之后 到时候尸体我就带走了 唐东道 几学文微笑着点头 没问题 那一边 重伤的三眼巨人 在恐怖的低温之下 没有坚持太长的时间 仅仅只是几分钟 便已经死亡 在零下数十度的低温之下 哪怕是重伤的三眼巨人 都无法坚持 天空上的八架武装直升机 开始降落下来 一个又一个战斗人员 从里面走出来 同时拿出了巨大的绳子 冷小姐 三眼巨人已经死了 接下来还请您将冰雪融化吧 否则带着这么大的冰 我们实在是搬运不动 队长语气里面有着敬畏 刚才的战斗惊人至极 面对冷月西这样的强者 这些战斗人员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冷月西面色冷淡的点头 她伸出了手 原本包裹在三眼巨人身上的厚厚冰层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没一会儿时间 就化作了冰水 所有的冰层全部融化之后 战斗人员开始动手 他们将早已经准备好的绳子 困在了三眼巨人的身上 足足十几吨重的三眼巨人 着实让这些人 花费了巨大的力气 等到捆绑好了之后 这才连接到武装直升机的钩锁上 轰隆隆 两架武装直升机缓缓升空 绳索慢慢拉直 最终完全绷紧 然后带着三眼巨人的尸体 飞入了天空上 三眼巨人直接空运离开 讨伐小队顺利返航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人顺利地回到了魔都聚集地 武装直升机 带着三眼巨人的尸体 从天而降 几学文早已经带着人在广场上等待 看着从天而降的三眼巨人尸体 他的眼神里面 有着一抹热切的光芒 有着三眼巨人的圆巾在 他就可以顺利突破到鬼阶境界了 辛苦各位了 几学文微笑着走上前 他言行举止 给人的感觉十分温和 众人挖开了三眼巨人的尸体 很快一枚淡蓝色的圆巾 从其尸体当中挖出来 几学文拿着手中的圆巾 脸上的笑容明显灿烂了许多 纪首领 该你履行承诺了 唐东微笑着开口 几学文转过头来 他将圆巾放入了 早已经准备好的口袋里面 当然 唐首领不用担心 我几学文许诺的东西 绝对不会失言 今天是一场重大的胜利 我准备举办一场庆功宴会 不如唐首领留下来 好好享受一番 如何 几学文笑着 不用了 聚集地还有许多事情 等着我回去处理 就下次吧 唐东回绝了几学文的邀请 几学文没有再坚持什么 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许诺的武器装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人 将东西拿上来 几学文话音落下没多久 便由手下带着几十个 大箱子上前来 巷子打开 里面所摆放的东西 赫然就是火箭弹 机枪与大量的子弹和手雷 唐东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这些东西 他一个人可带不足 劳烦纪首领 派人帮我送一趟马 没问题 几学文哈哈一笑 半个小时之后 机架武装直升机出发 朝着云江而去 天台上 万元德看着武装直升机离去的影子 他转过头来 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首领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对唐东动手吗 为什么刚才放弃了 几学文眯着眼睛 因为诡计的力量 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如果我们杀了唐东 那事后 冷月西打上门来 你们谁去阻挡 这 万元德直接被几学文的问题给问住了 他回想了一下冷月西的可怕实力 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如果冷月西真的打上门来 面对一个战斗意识与战斗智慧 都超群的鬼阶强者 那恐怕他们的聚集地 根本就挡不住 等我突破到鬼阶之后 那才是我们真正动手的时机 几学文眼睛里面 闪过一抹寒光 云江山庄 伴随着武装直升机的螺旋桨轰鸣声 唐东从飞机上走下来 赵明等人早已经在等待 看着唐东带回来的一大堆军火 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着兴奋的笑容 同时还有那庞大的三眼巨人尸体 更是让人惊叹 魔独聚集地的人将东西放下之后 随后便离开了 很快飞机的身影消失在天边 赵捷大手一挥 哎 将这些东西搬运进仓库里面 旁边的战斗小队成员早已经兴奋不已 一个个扛着火箭弹 将其运送进入仓库内 足足一百枚火箭弹 足够使用一段时间 可惜这点火箭弹的数量还是太少了 如果能够弄到一个军工厂 那就更好 只不过云江附近都没有军工厂 唯一蕴含着大量军火的军事基地 已经落入了魔独聚集地的手中 众人将所有的军火搬入仓库内 但面对体型巨大的三眼巨人 人们却犯了难 首领 这三眼巨人的尸体应该怎么办 冷明有些愕然 难不成吃掉 这恐怕不太可能吧 面对冷明的询问 唐东脸上露出了笑容 放心 我早就有所准备 我之所以要这具尸体 当然不仅仅是用来看的 唐东的话说完 众人便听到了一阵密密麻麻的声音 这声音 人们已经太熟悉了 果然 一转过头 就看到了虫群正在朝着这边走过来 一大群虫子快步地爬过来 然后直接扑在了三眼巨人的身上 唐东道 虫王有着一项隐形的能力 他可以通过吞噬强大怪物的尸体 来让自己进化 我之所以要三眼巨人的尸体 就是为了给虫王使用的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 数十只狼街巅峰的虫子 开始啃食三眼巨人的尸体 如果是三眼巨人活着的时候 哪怕让这些虫子啃食 他们也无法伤到三眼巨人一根头发 但现在三眼巨人死亡 尸体不再具备生前那么强大 再加上虫族的啃咬能力惊人 在他们的疯狂撕咬之下 三眼巨人的血肉 一块又一块被撕咬下来 这些虫子 没有吃掉三眼巨人的血肉 而是含着血肉 将其运送到了虫王的面前 虫王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三眼巨人的血肉吃下去 当血肉吞入腹中 他强大的消化能力 立刻开始发动 在恐怖的消化能力之下 三眼巨人的血肉 一点一点被消化 血肉里面蕴含的强大力量 也在被虫王吸收 让其开始慢慢发生细微的变化 一夜过去 等到了第二天 唐东一大早就来到了 虫王所在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就在山庄的边缘地区 整个地下空间的规模很大 专门用来给虫王藏身的地方 唐东拿着手电筒走进来 他将光束照耀在虫王的身上 只见一个凡然大雾 正趴在角落里面 当看清楚此刻虫王的样子后 唐东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随之而来的就是狂喜 唐东哈哈大笑 昨天晚上 他就一直通过精神链接 感受到虫王的实力 正在飞速提升 那是因为三眼巨人的尸体 改造了虫王 因此 今天一大早的功夫 他就过来查看具体的情况 此刻虫王果然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角落里 趴在那里的虫王身躯 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尽管模样变化并不大 但内在已经完全不同 特别是实力的提升 施下一半三眼巨人的尸体 虫王彻底踏足了虎街巅峰的境界 成为了唐东手中 第二个虎街巅峰的契约兽 好好好 唐东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 他的心中有多激动 不过实力的提升还是次要 最为关键的 还是由虫王孵化出来的子虫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虎街巅峰的虫王 繁育而出的普通子虫 实力已经接近虎街 而金银紫虫 实力更是攀升到了虎街终极 新的紫虫外貌 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原本的紫虫 很像是昆虫的模样 但全新的紫虫 则是已经直立行走 并且长出了四肢 他的双手是锋利的利刃 身上灰色的甲铐 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大约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看上去也高大霸气 相比于之前而言 当真是翻天覆地 干得漂亮 唐东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笑容 对于虫群的变化 他十分满意 虫群实力的提升 自然是大好事 这代表着聚集地的力量 更加庞大 坚持完虫群的变化之后 唐东便离开了地下室 如今五个契约兽 已经又两个 达到了虎街巅峰 接下来只需要将鬼虎 蕾娜 以及迷幻花的实力 提升上去就可以了 唐东闭上眼睛 感受了一下三只契约兽的实力 他们的实力提升 在原精的不限量供应之下 都异常迅速 最多三天的时间 就可以全部达到虎街巅峰 也就是说 三天之后 我就可以突破到鬼街了 那么问题来了 继学文会给我三天的时间吗 唐东皱着眉头 眼神里面 有着一抹忧虑的神情 冷月息的实力 现在是鬼街 如果魔都聚集地打上门来 他可以作为威慑 但魔都聚集地 可不仅仅只有继学文出手 同时还有着大量的军火武器 到时候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的威胁 唐东回到聚集地里 赵明马上找到了他 首领 接下来 我们恐怕要魔都聚集地的威胁了 现在一个晚上的时间过去 几学文那边 肯定已经突破到了鬼街 照明面色凝重 唐东轻点下巴 他目光看向了魔都所在的方向 我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我就可以突破 到时候 几学文他们自然不是威胁 唐东眯着眼睛 一百公里外 魔都聚集地 一道强大的气势 突然在聚集地里面出现 这股气势恐怖至极 犹如是暴风一般 从聚集地的中心区域爆发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扩散 首领突破了 万元德等人 立刻从各自的房间里面出来 目光都看向了 那气势爆发的方向 人群里面 王耀明也在这里 他的眼神里面 有着浓浓的羡慕 鬼街啊 同时还有着极度 哄 一道爆炸声响起 伴随着尘土飞扬 几学文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的双眼内 有着耀眼的金光 那恐怖的光芒 好像是凝聚成为了实质 扫过所有人时 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几学文的目光 开会 几学文毫不犹豫 万元德文言 嘴角不由地勾勒出了笑容 他明白 报仇的时候 马上就要到了 不一会儿时间 整个魔都聚集地的高层 都在会议室里面回合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 换了一身衣服的几学文 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啊 众人纷纷起身 看向几学文的目光里面 有着敬畏 几学文脸上挂着招牌式的微笑 他目光扫过众人 随后道 接下来 我准备对唐东所在的云江聚集地出手 你们有什么计划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王耀明便已经起身来 首领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什么计划 直接平推过去就可以了 您现在的实力 已经来到了鬼剑 到时候 您可以去拖住冷月西 然后我们这些人一拥而上 唐东的聚集地里面 虎街不超过十人 而我们的虎街 足足超过了二十人 更别说 还有大量的战斗人员和武装直升机 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计划 王耀明脸上有着兴奋的神情 他加入魔都聚集地 不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吗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要说所有人里面 谁最期待进攻云江聚集地 这个人不是己学文 不是万元德 而是他 王耀明的话 引起其他人连连点头 众人的脸上都有着笑容 两个聚集地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 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计谋 只需要平推过去 就足以碾压一切 到时候 他们大军到达 区区云江聚集地 请客之间就足以将他们覆灭 文言 己学文微笑着点头 他眯了眯眼睛 道 你们说的对 以我们的实力而言 的确不需要任何的计划 不过 我现在仅仅只是刚刚突破 如果对上冷月西 很可能被他击败 因此 我需要三天的时间调整状态 三天之后的五月十二点 就是我们正式进攻云江聚集地的时候 到时候 拿出你们所有的实力 一次便彻底踏平云江聚集地 说出这句话时 己学文的语气里面 有着坚定与不容质疑 是 所有人都兴奋的起身 三天 这仿佛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双方都要等待三天 唐东需要三天 来让手下的三个七约兽 到达虎街巅峰 而己学文需要三天来巩固境界 三天之后 便是大战之日 不过 此刻唐东还不知道 己学文他们三天后的午夜就会过来 因为不确定魔都聚集地的进攻时间 因此 赵明直接下令 让所有人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都处于战备状态 大量的物资 被放在了地下室里面 没有战斗力的普通人 这三天直接躲藏起来 地表只留下战斗人员 赵捷几人组成了轮番团体 全天24小时 观察着魔都那个方向的天空 只要发现任何的异状 第一时间拉响警告 所有人就在这样的担忧当中 时间慢慢过去 在大量元金的攻击之下 闪电雷鹰是第一个达到虎街巅峰的 紧接着是雷娜 最后则是迷幻花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房间内 唐东陡然睁开了眼睛 一抹激动之色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在煎熬中等待了三天的时间 我的实力终于圆满了 唐东深吸一口气 他压下自己心中的激动 五只七约兽 全部达到了虎街巅峰 唐东明显感觉得到 原本束缚自己的那一道关卡 已经彻底消失 他立刻起身找到了赵明 赵明 接下来我要突破鬼间 赵明文言大喜 好 如果接下来魔都聚集地的人上门 到时候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顶住 唐东点点头 对于赵明的能力 他十分信任 既然赵明开了这个口 那就绝对可以做到 自己突破的时间 应该不会太长 哪怕现在魔都聚集地的人打上门 那赵明 只需要将时间拖延到自己成功突破就可以了 有着上一次冷月息突破的经验 唐东知道 突破鬼阶的时候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 他选择了山庄外偏僻的一个地方 唐东盘腿坐在地上 他深呼吸数口气 慢慢平复下自己的内心 然后拿出那颗 会剩下十分之一不到的识人古术元经 这枚元经 经过多次的吸收 如今已经只剩下婴儿拳头大小 里面的力量实不存一 但对于唐东现在突破来说 这股力量已经完全足够了 开始吧 唐东闭上眼睛 精神力量沉入元经当中 将里面仅剩的力量引导出来 涌入自己的意识海 精纯的力量滋养着唐东的精神 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之下 唐东感觉到 自己许久没有增强的精神力量 再度成长起来 他开始大步朝着鬼阶所在的关卡 不断迈进 这一次 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 他跨入鬼阶的大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整个房间里面寂静无声 安静到了极致 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时间不知不觉 减来到了晚上 夜幕慢慢降临 一轮弯月从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逐渐爬上了夜空 今晚的月色十分明亮 皎洁的月光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好像是为整个山庄 披上了一层银沙 观察高台上 刘东拿着望远镜 仔细地看着 魔独所在方向的天空 夜 渐渐地深了 黑夜大幅度地影响了他的视线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发现 远处的天空上 似乎有着一连串的黑点 陡然出现 看着那黑点的出现 刘东瞬间大惊失色 他毫不犹豫 马上按下了警报按钮 刹那之间 刺耳的警报声 瞬间传遍了整个聚集地 来了 魔独聚集地的人来了 刘东站在高台上大声喊道 聚集地里面 瞬间沸腾起来 冷月熙 冷明 赵鹏一 赵杰 赵明 李威 所有人纷纷从各自的房间里面走出来 同时出来的 还有所有的战斗人员 每个人的脸上都凝重无比 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致 所有人全部准备 赵明大声喊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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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个战斗人员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系列子弹上唐声纷纷响起 在这寂静的环境下 非常显眼 等待了三天的时间 魔独聚集地的人 终于还是到了 只见天空上 那黑点越来越多 同时一阵阵螺旋桨的轰鸣声 也随之响起 传入众人的耳朵里面 足足十四架武装直升机 每一架都是全副武装 装满了火箭弹与战斗人员 十四架武装直升机飞行而来 随后在距离聚集地500米左右的地方 停止了下来 随后 一架行驶而来 降临来了聚集地的上空 武装直升机 慢慢降落在了聚集地的广场上 机舱们打开 走下来的人 赫然是万元德 当万元德走下飞机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脸上 各位 十分抱歉 这么晚了还过来打扰 今天我们过来 这里的目的 我想 不用我说你们 都已经知道了 万元德微微笑着 他目光扫过现场的所有人 但很快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发现 唐东并不在这里 呵呵 万元德口中冷笑着 仅仅只是稍加思索 他就知道 唐东去了什么地方 你们首领在什么地方 恐怕在想着 突破鬼阶吧 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也不会给你们这个时间 万元德哈哈大笑 赵明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等等 或许我们可以谈一谈 万元德仰着下巴 他的表现 如同一个得意的小人 你们想要谈什么 大家都是聪明人 说的一些无聊的废话 恐怕也没什么意思吧 你们直接投降吧 然后加入我魔都聚集地 这是你们今天 唯一活下来的办法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个可能性 万元德细虐地笑着 看着万元德脸上的表情 冷明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脸上有着愤怒的神情 赵明表情亦是不太好看 他没想到 对方根本不给自己商谈的机会 这恐怕是己学文的吩咐吧 静 此时此刻 四周鸦雀无声 谁都没语说话 现场安静的 似乎连其他人的呼吸声 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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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赵明的额头上有着冷汗 他整个人汗语如下 看上去就好像是 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样 见着赵明半天没有回到 万元德的耐心 已经渐渐被消谋殆尽 还是没有回答吗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只能会去跟首领说 你们不愿意投降了 但你们要考虑清楚 这么多的后果 说吧 万元德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转身便离开 等等 赵明连忙拦下了他 万元德似笑非笑地转过头来 怎么 赵副首领考虑好了吗 我们愿意加入 但前提是 你们不能动手 除此之外 我们加入魔都聚集地后 享受的待遇 也不能比其他人差 赵明说出这句话后 整个人好像是 丢失了所有的力气一般 哈哈 万元德当场大笑 没问题 首领肯定可以 答应你们的 这个小小要求 不过你们所有人 都可以加入 但唯独唐东不行 而你们也需要 交一个投名状出来 那就是杀了唐东 只有你们杀了唐东 我们才会让你们 放心地加入 然而 赵明却摇了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首领在什么地方 什么 此话一出 万元德脸上的表情 略微愣住了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看来你们并不是真心想要投降的 赵明连忙解释 我们真的不知道 首领在什么地方 从虎街巅峰突破都鬼街 会对四周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 首领担心突破之后 会破坏聚集地 到外面去突破了 但具体是外面什么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 万元德的脸色 瞬间阴沉下来 他马上拿出了无线电 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几学文 很快 无线电里传来了回复 我接受你们的投降 但你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 我要等着唐东出现 杀了他之后再真正接受你们 几学文开口道 毒辣 赵明几人的心里面 不由地冒出这个想法 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 几学文是一个聪明人 他显然想得很全面 他担心唐东回来之后 反攻 那只需要将他们这群人 控制起来作为人质 到时候 哪怕是唐东突破鬼街回来了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赵明双手忍不住 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担忧的神情 如果按照几学文所说的 放下武器 然后被关押起来 那他们这群人 就成了拖累了 一旁的冷明几人 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他们都将目光看向赵明 等待着他的答复 赵明是他们当中 最聪明的人 如果连赵明 都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那他们再怎么想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给出答复吧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等待你们太长的时间 几学文的声音 在无线电队讲机里传出来 赵明闻言 他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好 我答应你们 赵明如释着开口 万元德脸上 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与此同时 又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行驶而来 然后降落在了广场上 几个人从上面走下来 这些人的手中 都各自扛着一个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赫然是手雷 接下来将手雷 绑在你们的身上 如果你们要玩什么花样的话 那手雷就会炸死你们 几学文淡淡道 声音里面 仿佛没有任何的感情 几人将手雷一一拿出来 然后朝着赵明等人走过来 眼看着他们越来越近 赵明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 一道爆喝声 猛然从赵明的口中响起 动手 哄 哄 哄 当赵明声音出现的那一刻 冷明几人立刻动手 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将心中的怒火释放出来 冷明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把手枪 他瞄准了万元德 然后直接扣动了扳机 碰 子弹呼啸而出 双方的距离 不过只是十米不到而已 这点时间 万元德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子弹就已经到达了他的面前 啊 子弹贯穿了万元德的手臂 然后直接炸开 万元德的右臂 当场被炸断 无数的鲜血流淌而出 剧烈的痛苦 让其忍不住惨叫出声 你们找死 万元德惊怒嘶吼 他的眼神里面 全部都是震惊 万万没想到 赵明等人竟然突然爆起 这样的情况 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实力不弱 恐怕刚才那一发子弹 就足以杀了他 万元德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转身 就朝着聚集地外面 狼伴逃 狗东西 别跑 冷明大怒着 想要追上去 赵明连忙喝止了他 冷明 不要追 接下来所有人 全部准备战斗 他的话音刚落 只见数百米的天空上 刚才还停下来的武装直升机 已经再度行驶起来 飞机上 几学文的目光里面 有着冷意 哼 他的眼里 有着讥讽的神情 我就知道 你们肯定是诈想 小戏还想要欺骗我 几学文马上下达了命令 发射火箭弹 直接对他们进行炮火洗地 是 几学文的命令下达 所有武装直升机驾驶员 纷纷按下了火箭弹发射的按钮 刹那之间 十几枚火箭弹 瞬间击射而出 拖着长长的尾焰而来 小心 火箭弹来了 赵鹏一口中大喊 掩护 所有人全部找掩护 众人迅速开始躲藏 而下一刻 火箭弹已经顷客之间到达 哼 哼 哼 十数枚火箭弹从天而降 瞬间在聚集地里面 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大量的火光冲天 而且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在山庄里面不断地肆虐着 所到之处一切的东西都被摧毁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在十数枚火箭弹爆炸肆虐的威力之下 整个大的都好像是在颤抖 而这仅仅只是第一轮火箭弹罢了 第一轮火箭弹爆炸的威力 还没有消退 第二轮便已经到达 紧接着是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无数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夜空 数十枚火箭弹 倾泻在云江聚集地的山庄里面 一栋栋房屋被摧毁 燃烧起了熊熊的大火 恐怖的冲击波不断肆虐着 以至于这片区域 仿佛已经成为了人间炼狱 那震耳欲龙的爆炸声 充斥着所有人的耳畔 让人几乎快要晕厥 爆炸轰鸣 火光冲天 这可怕的场景 宛若是世界末日 仿佛一切都要消失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爆炸声终于停止下来 而此时此刻 原本繁华的云江山庄 已经彻底变成了废墟 众多建筑 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好的地方 等于满目窗帘 冷明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的眼神里面 仿佛有着怒火在疯狂燃烧 心中的杀意 更是沸腾到了极致 草草草 冷明口中破口大骂 自己的家禽客之间 成为了废墟 冷明此刻心中的愤怒 如同是一座喷发的火山 他双拳紧握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火箭弹肆虐之后 山庄地面上已经不剩下什么 到处都是火焰在燃烧 火箭弹爆炸 产生的深坑遍布山庄各处 所有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摧毁 只剩下废墟还在燃烧着 冲田的火光 几乎将夜空都映照明亮 而与此同时 天空上螺旋桨的轰鸣声 已经到达山庄废墟的上空 幸存下来的人抬起头来 众人看向天空上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 盘旋在山庄废墟的上空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个又一个人 已经从天空上跳跃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哄 哄 哄 当他们落地时 强大的气势 也从他们的身上爆发而出 这些人全部都是虎街 整整26人之多 哈哈 我王耀明又回来了 一道声音传遍了整个战场 王耀明已经变身成为龙人 他从武装直升机上一跃而下 人还没有落地 他的声音就已经响起 恐怖的杀意 从王耀明的身上爆发而出 他的脸上 有着肆无忌惮的狂义 那种大仇即将得报的快感 让王耀明激动不已 看着如此多的强者出现在这里 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魔独聚集地的实力太强大了 仅仅只是 一次火箭弹洗地 就让他们损失惨重 现在又出现了 二十多个虎街强者 哄 一道恐怖的气势升腾而起 强大的气息 宛若暴风一般肆虐而出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大 大 大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几学文的身影 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王耀明众人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目光都落在几学文的身上 几学文没有理会在场的其他人 他的目光静止地看向冷月曦 龙小姐 以你的实力 不应该死在这里 我正式邀请龙小姐 加入我魔独聚集地 只要龙小姐愿意加入 那从今以后 冷小姐就是我魔独聚集地的副首领 几学文的脸上 有着笑容 冷月曦从人群中走出 她的面色冰冷到了机智 恐怖的寒气涌动而出 让四周的火焰都随之熄灭 空气都仿佛凝固下来 一层冰霜 逐渐凝结而出 尽管没有说话 但冷月曦的行动 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几学文摇了摇头 脸上有着一丝失望的神情 如果能够让冷月曦加入 那魔独聚集地的实力 无疑是大大增加 更何况 冷月曦还是一个人间角色的美人 又有哪个男人能够拒绝 动手 一抹寒光从几学文的口中发出 她脸上的失望之色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沙翼和寒光 哄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几学文的身上爆发出来 仅仅只是 瞬间就来到了冷月曦的面前 眼看着那恐怖的力量 就要轰在冷月曦身上 一面冰墙 瞬间凭空凝聚而出 挡在了两人之间 无形的力量 好像是一柄锯锤 狠狠地轰在冰墙上 顿时爆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冰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坑 眼看着它已经摇摇欲坠 随后轰然倒塌 几学文与冷月曦 瞬间战斗在了一起 几学文的突然动手 代表着这一场大战 正式拉开了序幕 轰 轰 轰 爆炸声 轰鸣声 无数的声音 在山庄废墟里面不断地交错 二十多个虎街 直接围了上来 将冷明几人围困在了里面 有着细腻的神情 不用反抗了 唐东不在这里 就凭你们这些人 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一边是二十六个虎街强者 一边则是人人带伤 人数也仅仅只有六个 双方的实力差距之大 简直是让人绝望 然而就在这时 赵明的脸上 却露出了一个笑容 是吗 那你们恐怕要失望了 什么 此话一出 王耀明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面色陡然俱变 小心 快点离开这里 他想起来了 上一次自己等人去猎杀 十人古术的时候 曾经在路上 碰到了一种叫做 迷幻花的特殊怪物 他记得清清楚楚 那迷幻花的幻术十分强大 当时连他这个虎街强者 都中了招 若不是幻术被唐东破解 恐怕当时 他们所有人都要死在那里 迷幻花后来被唐东带走了 而唐东又有着契约怪物的能力 难道他 啊 王耀明的话刚刚说出 旁边立刻就响起了惨叫声 一个来自魔都聚集地的虎街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了风 陡然开始攻击身边的人 不仅仅是他 幻术你们中了幻术 快点唤醒他们 王耀明大声道提醒 然而这个时候 再喊已经迟了 二十六个人里面 直接有六个人 身陷幻术当中无法自拔 这些人全部失去了战斗力 并且在幻术的影响之下 疯狂攻击四周的所有东西 该死的 王耀明见着这一幕 脸上的神情难看到了极致 其他人各自散开 一脸被那六个幻术控制的人物伤 王耀明咬牙切齿 你们就算用幻术控制了 我们六个人又如何 我们还有二十个 我们二十个打 你们六个 照样是我们占据上风 赵明脸上依旧有着冷笑 是吗 就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道老鹰的鸣叫声随之响起 随后一道金色闪电从天而降 狠狠地落在王耀明的身上 啊 王耀明被金色闪电劈中 口中忍不住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差点没有当场凸显 闪电雷硬 王耀明立刻认出了出现的怪物 到底是什么 他面色开始变化 心里面浮现出不好的预感 哼 好 一道震天般的虎啸声炸起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头身高超过三米 身长近八米的巨大老虎 从某个地方冲了出来 身形庞大的老虎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赫然已经到了虎街巅峰的程度 鬼虎 王耀明的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脸上的神情更加难看 还没完 赵明大笑一声 紧接着就听到连续好几道惨叫声出现 几个魔都聚集地的虎街高手捂着自己的脑袋 凄厉惨叫 在某个角落里面 一个半透明的萝莉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那里 强大的气息也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赫然也是虎街巅峰 又是虎街巅峰 你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底牌 魔都聚集地的众人都震惊了 一个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虎街巅峰的鬼虎 鬼街巅峰的闪电雷鹰 虎街巅峰的迷幻花 虎街巅峰的雷娜 足足四只虎街巅峰的怪物 仅仅只是这样的实力 就已经足够可怕 尽管他们有着26个人 但是现在看来 恐怕不一定够 杨腾的脸色已经彻底变了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这场战斗 但是现在看来 绝对是苦战一场 他们只是算了赵明等人的实力 但却忘了 唐东可是召唤师 各种强大的气约兽 才是他真正的能力 熙熙所所 就在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 一阵细微的声音随之响起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什么东西 众人立刻顺着声音的来源看过去 随后就看到 黑压压一群怪物 正在朝着这边黄涌过来 虫巢 小心有虫巢过来了 一人看清楚了那些怪物的身份 那赫然是一大群虫巢 数百上千只虫子 正从不远冲过来 其中有着一只虫子 甚至还是直立行走的模样 一只只体型堪比老虎的虫子 已经足够可怕 如果它们有着数百 甚至上千的数量 那更是让人绝望 怎么会出现虫巢 杨腾惊愕不已 其他人的脸上 也全部都是震惊 不仅仅是虫巢 他们很快发现在这些虫巢当中 竟然有着几只虫子 明显更加高大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不比他们弱小 赫然是虎鸡的实力 小心 杨腾连忙体型 都给我拿出武器来 给我射击 他大喊着 不远处大量的战斗人员 从武装直升机上跳跃下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全副武装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 总共带来了近五十个战斗人员 这些人全部手持机枪 看着那海量的重巢靠近 立刻扣动了扳机 大 大 大 无数的子弹呼啸而出 犹如是一场金属风暴一般 席卷过去 子弹的巨大穿透力 当场破坏了虫子表面的甲铐 深深穿透起身躯 但受伤的虫子 没有任何的停顿 继续向前狂奔 以至于双方的距离 以惊人的速度 在不断地接近 四只精英虫族 从虫巢里面狂奔出来 挡在了其他虫子面前 他们身材高大 身上的甲鞘 更是尖弱钢铁 荡 荡 荡 子弹打在这四个精英虫族的身上 仅仅只是 冒出几道火花就被弹开 强大的甲铐防御性能 让这几只虫族 免疫了轻型武器的射击 拿手来 快点拿众火力出来 有人手忙脚乱地大喊 数十个来自魔都聚集地的战斗人员 与虫巢碰撞在了一起 面对数百上千只虫子的进攻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慌乱与害怕的神情 啊 去死啊 你们这些恶心的虫子 草草草 不要过来 去死吧 他们疯狂扣动扳机 将海量的子弹倾泻出去 激烈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整个云江山庄的战场 分为了三个部分 最高端战场 是几学文与冷月西 中段战场 是赵明与王耀明等人 而低端战场 则是普通的战斗人员 与虫巢的碰撞 轰 轰 轰 爆炸声 轰鸣声 怒骂声 子弹装击声 无数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战场 一时之间 让这里混乱无比 远处 几学文抽出时间 看向中段 以及低端的战场 当看到那边的情况时 他的脸色不由的瞬间僵硬 这怎么可能 我带过来二十六个虎尖 五十个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竟然全部被拖住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几学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地上的鬼虎在咆哮着 他已经开启了刚化的能力 凭借着庞大的山区 恐怖的防御 与可怕的力量 鬼虎此刻 哪怕面对四个虎尖的攻击 也完全不落下风 蕾娜挥舞着那比他整个人 还要巨大的大砍刀 正在疯狂追杀另外四个虎尖 有六个虎尖 在迷幻花的幻术当中 相爱相杀 而剩下的虎尖 又还有几个 如此这般的场景 几学文如何能够不脸色难看 他发现自己 真的低估了云江聚集地的实力 在高端战力上 有冷月西这个鬼阶强者 与自己对抗 在中端战力上 有鬼虎 蕾娜 闪电雷鹰 与迷幻花四个虎尖 巅峰之称 而那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虫巢 也拖住了普通的作战部队 几学文这才惊骇地发现 原本他幻想中的 拉库崔修根恩没有出现 现在的战场 反倒是渔江聚集地 占据了上风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 说不定 他们甚至有着战败的可能 开什么玩笑 几学文眼神里面 闪过一抹很辣的神情 就在他关注其他战场的时候 冷月西的寒冰 瞬间席卷而来 恐怖的寒气充斥着他的四周 让空气中的温度 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降低 几学文疯狂后退 念力缠绕在他的身边 形成了一个 近乎护盾一般的东西 没错 这就是他的能力 念动力 听上去虽然普通 但却是近乎万精油一般的能力 这便是几学文能够从零开始 建立魔都聚集地的原因 哼 可怕的寒气在疯狂涌动 与几学文的念动力 碰撞在一起 寒冰与念动力碰撞 双方僵持不下 一时之间谁也拿不下水 该死 几学文咬牙切齿 他的心里面生起一丝后悔 早知道云江聚集地的实力 强大到这样的程度 他应该调查清楚 再过来进攻的 而现在扎战争已经开始 已经由不得他 想要退出就退出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以最快的速度 击败冷月西 只要冷月西战败 那我就可以腾出手来 去对付其他人 云江聚集地 没有其他的鬼阶强者 那他们必败无疑 一抹狠辣之色 从几学文的双眼里面浮现出 念及至此 他不再有任何的留守 汹涌澎湃的念动力 瞬间在他的四周涌现而出 仿佛化作了无数的海浪 朝着冷月西拍打过去 冷月西面色冷烈 他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面冰墙 在两人之间疏离起来 念动力海浪拍打过来 仅仅只是呼吸之间 就拍碎了坚固的冰墙 但这一面冰墙刚刚拍碎 第二面冰墙便已经出现 然后是第三面冰墙 第四面冰墙 整个人都保护在了里面 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仿佛碎石都有可能 奋出胜负一般 而天空上 龙人画的王耀明 与闪电雷音纠缠在了一起 王耀明的实力 赫然达到了虎接巅峰 但他对面的闪电雷音 也是虎接巅峰 一个是黑焰 一个是金色闪电 同样为一种元素力量 双方谁也无法压过谁 就 闪电雷音的口中 发出欢快的鸣叫声 庞大的身躯席飞驰而出 无数的金色闪电 在他的身体上凝聚 让其整个身躯 形成了一根闪电长矛 快 这样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仿佛是真正的闪电一般 请客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王耀明的面前 眼见着闪电雷音的这一招 王耀明的心脏 不由得狠狠跳动一下 他瞬间爆发出大量的黑焰 然后在身前 形成了一面面黑焰盾牌 哄 两股力量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闪电雷音的身形倒飞而出 身上有着 被黑焰烛伤留下来的痕迹 而另一边的王耀明 也好不到哪去 金色闪电在他的身体上 不断地肆虐 剧烈地痛苦 让其呲牙咧嘴 我竟然比不过 唐东仰的一只鸟 看着远处的闪电雷音 王耀明心中怒火万丈 这只鸟第一次见面 就让他狼狈不已 在魔都聚集地的那段时间 在仇恨的趋势之下 他可谓是疯狂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原本以为 等到下次见面 自己就可以报仇 但没想到 闪电雷音的实力 提升速度 丝毫不逊色于他 你这只金毛走地鸡 我一定要杀你 王耀明的脸上 浮现出凶狠之色 他咬着牙 巨大的龙翼震动着 整个人再度冲上去 他今天一定要杀了 闪电雷音 他就不信 自己堂堂人类 难道会败在一只鸟的手中 哄 一人一鸟的战斗激烈无比 王耀明身上的黑焰 不断涌动着 仿佛是形成了一场 小型的火焰风暴 对面的闪电雷音 也不甘示弱 无尽的金色闪电 缠绕在他的身上 双方的实力 好像是半斤八两 一时之间 谁也无法击败水 天空上的战斗激烈无比 地面上的战斗 更胜一筹 杨腾选择了 冷明作为自己的对手 他的能力是肉体变化 只见他现在已经变成 成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熊 巨大的身躯 虽然比不上鬼虎 但也差不了多少 他几次朝着冷明狂奔过去 都被对方手中的子弹 逼迫了回来 他到底是什么子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而且还会爆炸 杨腾苦不堪言 他陡然一个机灵 很快意识到 子弹冷明的子弹会爆炸 恐怕不是子弹上有什么炸药 而是对方的能力 杨腾咬着牙 他再度重逢了一次 仗着自己强大的身躯 想要突破冷明的封锁 但冷明此时的枪法 早已经不同往日而言 他两把手枪在手上交替着使用 一枚枚子弹击射而出 封锁了杨腾所有的进攻路线 轻松再度将其打回去 双方你来我往 其他地方的战斗 也在火热地进行 云江山庄内 剧烈的爆炸声 仿佛是震耳欲聋 在一群人的战斗之下 原本就已经是废墟的 云江山庄彻底倒塌 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山庄几乎就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建筑燃烧而起的火光 在此刻成了最好的照明 轻而易举照亮了整个战场 远处 虫群还在不断讹肆虐着 数百上千只虫群 不要命地冲锋 他们不知道 害怕是什么 只要是虫王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就算他们的敌人是真人 这些虫子 也敢冲上去撕咬一口 即使是对方强大的火力压制 也渐渐有些支撑不住 一只虫子 从火力网当中冲了出来 瞬间扑到了一个战斗人员的身上 血盆大口直接张开 狠狠地咬在那人的喉咙上 啊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那人连求救都来不及 不由地下了一条 连忙开枪将这只冲上来的虫子击杀 但就是因为 他有过一瞬间离开岗位 倒是火力封锁网出现了短暂的空缺 虫群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 一只精英虫子冲上来 犹如是虎鹿羊群一般 直接撕开了魔都聚集地战斗人员所组成的防线 啊 不 别吃我 别杀我 防线被打开 哪怕这些人都经过原精的强化 但面对最差都是狼街巅峰的虫子 没有了武器作为辅助 他们又怎么可能是对手 场面瞬间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 武士人所组成的作战小队 仅仅只是坚持了一分钟的时间 便彻底覆灭 所有人全部死亡 不 远处杨腾看着这一幕 只感觉心痛得无法呼吸 这武士人的作战小队 都是精锐 统一接受过原精的强化 每一个都是狼街中级 甚至是狼街上级的实力 现在却全部死在了这里 这样的损失 哪怕是他们 都有些难以接受 这些该死的虫子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杨腾咬牙切齿 心中的怒火 好像是江河一半沸腾 但他可快发现 虫子杀死了那些战斗人员之后 立刻将目标对准了他们这边的人 然后快速蜂拥而来 小心 虫族来了 杨腾立刻大喊着 提醒其他人 别跟这些虫族纠缠 让他们去对付云江聚集地的人 杨腾提醒众人 然后闪避开虫群的袭击 其他人健壮 也纷纷学着杨腾 虫子太多了 尽管他们的实力 可以轻易击杀虫子 但现在正是激烈的战斗 他们又怎么舍得将宝贵的原力 浪费在这些虫子的身上 原本以为这些虫子 在丢失目标之后 会去攻击云江聚集地的人 但随后出现的荧幕 彻底震惊了他们 虫群在越过他们的位置后 马上就调转方向 继续进攻过来 根本不去理会云江聚集地的那群人 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不进攻他们 杨腾满脸愕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哈哈 冷明口中忍不住大笑 白痴 这些虫子 我们养的 你们真以为这些虫子是野生的吗 什么 虫群也能养 杨腾等人震惊不已 表情充满了惊恶 虫子一个又一个 简直是汗不为死 面对源源不断冲上来的虫群 杨腾反不胜反 砰 趁着杨腾进攻虫群的功夫 冷明马上下冷枪 子弹来到杨腾的面前 瞬间爆炸 狂暴的冲击力 让毫无防备的杨腾惨叫出声 其他地方上演 特别是那几个 被迷幻花幻术困住的人 啊 连续几道凄厉的惨叫声出现 这几个人中了迷幻花的幻术 他们整个人都陷入了幻术世界 对于外界 是完全没有任何把控能力的 话而言之 他们毫无反抗之力 之前还有着杨腾等人保护他们 但是现在杨腾他们为了躲开虫巢的攻击 而让开了位置 一下子就让他们几个 完全暴露了出来 虫巢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在这几个人毫无反抗之力之下 虫巢已经直接扑了上去 大量的虫子瞬间蜂拥而至 将他们几个几乎完全淹没 锋利的口气撕裂了他们的身体 剧痛让他们口中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同时也从幻术当中挣脱出来 但这个时候 他们才想着 反抗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杀死 短短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四个虎街高手 就已经死于虫巢当中 因为他们死亡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杨腾几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救援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杀死 该死的 杨腾眼睛都红了 这可是虎街 就算魔都聚集地加大业大 但虎街的损失 依然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培养出一个虎街可不容易 不仅仅需要资源 更多的是天赋 远处 几学文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神情也阴沉到了极致 强烈的怒火 好像是要从他的双眼里面 喷射出来一般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出现眼下这样的情况 原本按照他的计划 这一次来进攻云江聚集地 一切都应该非常顺利才对 在他的了解当中 云江聚集地里面除了冷月西 能够被称之为高手之外 其他人对他来说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威胁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云江聚集地的实力 竟然会这么强大 其中最大的变数 就是唐东手下的那五只契约兽 这五只契约兽 竟然全部都是虎街巅峰 这可是虎街巅峰 不是什么阿麻阿狗 己学文紧咬着牙齿 脸上的神情 可谓是阴沉到了极致 不行 我必须尽快地击败冷月西 否则继续这么下去 杨腾他们快撑不住了 一抹决然之色 从己学文的眼睛里面 一闪而过 突然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手雷 这些手雷 赫然让他眼睛亮起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用念动力 将那些手雷拿过来 然后拉开拉栓 朝着冷月西 直接丢过去 哄 哄 哄 刹那之间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持续性地响起 足足数十枚 手雷爆炸产生的威力 不是一个小数字 冷月西一抬手 一面寒冰墙壁 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 将手雷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全部阻拦下来 见到这一幕 己学文的嘴角 顿时勾勒出了笑容 他就知道 冷月西肯定会用冰墙 阻挡手雷爆炸的破坏力 冰墙的防御力虽然强大 但同时 也遮挡了冷月西的视线 强大的念动力涌动出来 立刻蔓延至数百米外 远处天空上的武装直升机 硬生生被他控制 然后瞄准了冷月西所在的位置 瞬间发射了火箭弹 所有武装直升机上面 携带的火箭弹 还有十四枚 这些火箭弹 拖着长长的尾焰机舍而来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冷月西的面前 冷月西浑然没有看到 火箭弹的到达 因为手雷爆炸产生的巨大声音 也遮挡了火箭弹飞行时 发出的动静 等到他意识到危险到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十四枚火箭弹 瞬间轰炸在冰墙上 轰 轰 轰 火箭弹的破坏力 远远超过手雷 哪怕是坚硬的冰墙 面对十四枚火箭弹的轰炸 也承受不住 瞬间就爆裂开来 无数的寒冰碎裂击事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射出去 机会 几学文抓住了这一瞬间 他强大的念动力肆虐出来 瞬间将那些寒冰碎片控制住 然后让这些寒冰碎片调转方向 朝着冷月锡射过去 冷月锡瞳孔一缩 但这千军一发之际 想要制作冰墙来进行阻挡攻击 已经来不及 但仓皇之间 冷月锡也在身体表面 制造了一层寒冰铠甲 用来保护他 大量的寒冰碎裂射在他体表的寒冰铠甲上 两者相互碰撞 巨大的力量 让寒冰碎屑不断的炸裂 同时沉重的冲击力 也让冷月锡的身形不断后退 嗨嗨 当攻击结束 冷月锡忍不住咳嗽出鲜血 尽管寒冰铠甲 将所有的寒冰碎屑都阻挡了下来 但冲击力依然让他的身体受了不轻的伤 整个人面色瞬间有些发白 哈哈 我赢了 几学文得意洋洋 冷月锡眼神有些不甘 他的经验太少了 寒冰的能力的确强大 但似乎比面动力这样万斤油的能力比起来 好像还差了一些 尽管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但能力的强弱与经验的差距 让冷月锡稍微逊色了一筹 现在的冷月锡 比起前世的寒冰女王而言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几学文击退了冷月锡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将目光看向了冷明等人 一抹狠立之色 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几学文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操控起一根巨大的寒冰尖刺 然后朝着赵明射过去 小心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开口提醒 赵明反应过来 他操控着狂风 想要阻挡几学文的攻击 但两人的差距实在是过于巨大 任凭赵明怎么努力 都无法让寒冰尖刺停顿 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完了 赵明面色一白 闭上眼睛 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其他人一世眼里露出悲伤之色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道金色的闪电 猛然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了寒冰尖刺的身上 轰隆 雷鸣声炸起 一时之间响彻整个战场 足足成年人 手臂粗细的金色闪电 破坏力惊人 瞬间就将寒冰尖刺 完全炸碎 好 冷明等人心中惊喜 众人纷纷看向头顶 然而却惊恶地发现 闪电雷鸣正在上千米高的天空上 与王耀明战斗 这道闪电 根本不是闪电雷鸣射出来的 不是闪电雷鸣 难道是 首领来了 首领回来了 冷明第一个反应过来 他兴奋不已 整个人狂笑不止 什么 这一句话出现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虽然是兴奋不已 但杨腾他们 则是面色俱变 哄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恐怖无比的气息 陡然出现 瞬间传遍了整个战场 这一道气息 赫然达到了诡计的程度 强横的气息 让众人感觉心中一沉 唐栋 几学文面色俱变 他瞳孔一缩 刚才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阴沉 都住手 唐栋的声音响起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传遍了整个战场 原本在战斗的众人 不约而同地停手下来 然后各自站在了一旁 大 大 大 一阵脚步声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众人纷纷转过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正一步一步从外面走进来 仔细一看 那不是唐栋又是谁 首领 赵明等人兴奋无比 杨腾等人 则是面色有些苍白 唐栋竟然成功突破了 唐栋目光冰冷至极 眼神里面的寒光 好像是江河一般沸腾 几学文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进攻我云江聚集地 唐栋冰冷的语气质问 恐怖的杀意 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出来 几学文表情难看 他看向战场上的人 心慢慢沉了下来 这下子麻烦了 唐栋竟然突破了 唐栋强势冲入战场 狂暴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整个人的气息 显得十分恐怖 几学文 你好大的胆子 我们有去主动找你们 你们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唐栋杀意盎然 他动手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金色的闪电 已经从唐栋的身上 几学文的面前 哄 一道念动力护盾出现 金色闪电 落在念动力护盾上 瞬间爆炸 天空上 闪电雷音脱离了 王耀明的纠缠 庞大的身躯 直接俯冲而下 瞬间来到唐栋的面前 融合 强化 唐栋直接发动了两项能力 闪电雷音冲上来 瞬间与他的身形 融合在了一起 同时强化的能力发动 让唐栋的实力直接暴涨 随着唐栋突破到轨阶 强化这样能力 也得到了增强 轰隆 一道比刚才更加狂暴的 金色闪电飞射出来 金色闪电迅捷无比 常人仅仅只是看到 一道闪光一闪而过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唐栋已经与几学文 战斗在了一起 这边的唐栋 操控着闪电战斗 另一边的几学文 则是操控着念动力 强大的念动力 围绕在几学文的四周 这犹如实质性的念动力 不仅可以控制物体 也可以直接用来攻击与防御 唐栋那边金色闪电的破坏力 同样可怕 狂暴的金色闪电 遍布它的四周 如同是形成了一片雷电的海洋 无数金色闪电不断落下 好像是雨点一般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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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之不清的雷鸣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仿佛是震耳欲聋 狂暴的力量 在疯狂的肆虐 以至于赵明等人都在疯狂地远离 鬼阶的力量远超虎阶 不是他们所能够插手的 哪怕是距离得太近 都有生命危险 所有人都停手下来 全部看着唐东与几学文之间的战斗 谁都看得出来 两人之间的战斗 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 他们两个谁赢了 谁就能够成为今晚真正的赢家 狂暴的金色闪电还在持续不断 地面上几学文 动用了所有的念动力进行防御 无形的念动力 与有形的金色闪电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轰鸣声 几乎可以说是持续不断 金色闪电闪耀出耀眼的光芒 一时之间 好像是要将附近都完全照亮 哄 当两人最后一股力量碰撞在一起 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终于消失不见 地面上 几学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的面色有些发白 显然在刚才的对抗当中 他十分不好受 而天空上 唐东也略微有些喘息 刚才他盛怒之下 一口气炸出上百道闪电 如此巨大的消耗 对他而言也不是随随便便 平手 众人看着眼前的场景 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恶然 唐少恋 战斗就到此结束吧 我们两个谁也拿不下谁 继续打下去 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没有好处 几学文脸上 勉强露出一抹笑容 但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打脸的人就来了 你是不是将我忘了 冷月曦的声音传过来 瞬间让他表情僵硬一下 对啊 差点忘了 还有冷月曦这个女人 这代表着双方的战力 已经不平衡 那他们的失败 就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他一个人对抗冷月 西加上唐东 这显然是不行的 唐少恋 这件事情是我们的错 我们愿意做出补偿 几学文沉声道 继续打下去 对于我们双方而言 都没有利益 说不定最后 我们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补偿 你毁了我云江聚集地 甚至还杀我的人 你拿什么补偿 唐东怒斥着 几学文双手一摊 唐少恋想要什么 直接开口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继续玩一些无聊的游戏 也没什么意思 几学文直接将话说开了 话语里面的意思 已经相当清楚 要么他们赔偿 要么就是鱼死网破 唐东目光扫过整个战场 原本奢华的云江山庄 在火箭弹的轰炸之下 已经彻底成为了废墟 冷明等人的身上 也是各个带伤 你们身上的所有装备 全部留在这里 除此之外 再赔偿我们50枚虎接元金 一辆导弹车 五辆坦克 唐东冷冷道 几学文目光一凝 随后深吸一口气 好 我答应了 所有人将身上的装备 与东西都脱下来 说吧 几学文率先将身上的东西 拿出来 全部放在了地上 杨腾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个都照做 很快 这些人就全部脱光 身上只剩下单薄的衣服 滚吧 唐东语气冰冷 走了 几学文等人灰溜溜地走了 来的时候 一个个指高气昂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开过来 同时带着五十个精锐战斗人员 但最后回去的时候 只有他们几个人 所有人都看着 几学文等人离去的背影 等到他们的身影 完全消失之后 人们这才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赢了 我们赢了 胜利了 哈哈哈哈 欢呼声 庆祝声 呐喊声 一时之间充斥不断 每个人脸上 都有着结余后生的笑容 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让每个人喜极而泣 天空上 王耀明咬牙切齿 脸上的神情 全都是补不干 他恨得简直快把牙齿 都咬碎了 恨不得现在就冲下去 跟唐东同归于尽 但他知道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唐东的实力 已经来到了鬼街 这不是 他所能够抵抗的 他若是现在冲下去 那除了送人头之外 没有任何的作用 唐东 你等着吧 等我达到鬼街 到时候再跟你来一掘刺凶 王耀明 紧咬着牙齿 他不甘地说出这句话 随后快速离开 地面上激烈的生死之战 终于是结束了 赵明很快开始清点 还活下来的人 同时组织救火 李薇开始在人群当中 走动起来 用圣光的能力 给众人治愈伤势 这一忙碌 就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 等到天色蒙蒙亮起的时候 众人终于是忙碌好了 看着已经成为 一片废墟的山庄 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众人重新聚集在一起 开了一场临时会议 一群人坐在废墟里面 就那么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首领 整个基地已经完全被毁了 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落脚点 赵明率先开口 唐东面色此时已经平静下来 他微微眯着眼睛 的确需要寻找新的落脚点 不过 我已经有县城的目标了 县城的目标 几人听着唐东的话 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愕然 哪里有县城的基地 给他们使用 赵明率先反应过来 他马上道 首领 你说的 难道是魔都聚集地 什么 这话让李薇等人 可谓是吃了一惊 没错 几学文他们所在的基地 无论是规模 还是地理位置 都非常出色 云江毕竟只是一个 二线城市而已 诡计的怪物都非常吸手 如今我们的实力已经不弱 是时候该前往更大的城市了 魔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几学文昨天晚上 既然带着人来攻打我们 那我们难道咽下这口气不成 唐东冷冷道 他的话立刻得到了 冷明等人的认同 赵鹏一毫不犹豫地点头 我支持首领的做法 昨天晚上 我们只是被他们偷袭 这才落入下风而已 现在首领已经成功突破到了鬼阶 意味着 我们有两位鬼阶强者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回去 李威也兴奋地直拍手 说得好 咱们就占他们的基地吧 赵鸣露出成瘾的神情 思考着攻打魔都聚集地时 成功的可能性 仔细一想 他们现在的实力 好像的确在对方之上 昨天晚上之所以没有留下对方 仅仅只是因为当时状态不好而已 但只要恢复过来 那他们完全有实力 可以去进攻几学文他们 好 首领的话很有道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选择魔都聚集地 来作为我们新的基地 赵鸣的脸上也有着笑容 冷月西面色冷淡 想要攻打他们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为了减少损失 我觉得首领的实力 还需要提升一下 昨天晚上 首领之所以没有留下几学文 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文言 众人都纷纷看向了唐东 表情有些愕然 唐东有些无奈的点头 没错 我的能力是统御 是一定需要强大的七约兽 才能发挥实力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到了鬼阶 但我手下并没有一个鬼阶七约兽 因此 昨天晚上我的实力实际上 并没有真正达到鬼阶 接下来 几天我会在云江 寻找合适的鬼阶怪物 等一切准备好了之后 到时候我们就正式出发 时间就定位三天 三天之后就是我们反攻的日子 唐东的双眼里面闪过一抹金光 好 所有人都气势盎然 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眼神里面有着浓浓的期待 赵明等人开始整理废墟 而唐东则是准备提升实力 他将几个七约兽都召唤到了一起 鬼虎 闪电雷鹰 迷幻花 蕾娜 虫王 总共五只七约兽 唐东摸着自己的下巴 鬼虎的潜力基本上已经到头了 想要继续往上提升 十分困难 闪电雷鹰要好一些 但鬼阶基本上也是他的极限 剩下迷幻花天赋是最差的 想要让他突破鬼阶 基本上难如登天 虫王潜力虽然不算多强 但他一定要好好培养 如果能够让其成为鬼阶 那以后虫巢的威力会更加恐怖 最后 蕾娜是妖灵 这里也必须提升 否则以后面对鬼阶层次的灵体类怪物 我不好对付 唐东总结了一下 蕾娜与虫王是必须继续提升下去的 鬼虎与迷幻花 没什么提升的必要 闪电雷鹰可以待定 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来到了鬼阶 一时还已经又多出了两个契约栏位 这意味着他的契约兽上限已经来到了七只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要尽快获得鬼阶的战斗力 他在考虑 到底是提升五只契约兽的其中之一 还是契约新的鬼阶怪物 思索之后 唐东还是决定契约新的怪物 他决定将整个云江转一圈 如果碰不到合适的强大怪物 到时候再考虑将原有的契约兽进行升级 闪电 我们走吧 唐东招呼着 随后直接坐到了闪电雷鹰的背上 就 闪电雷鹰纵身飞跃而起 庞大的身躯 直接冲入天空上 他飞行于上千米的空中 然后朝着云江市中心过去 那里 是整个怪物数量最多 且最为强大的地方 如果那里 都没有合适的怪物 那恐怕就只能去魔度看一看了 唐东很快就来到了市中心 坐着闪电雷鹰飞行于数百米的空中 闪电雷鹰散发出自身强大的气势 这样一来 弱小的飞行怪物就不敢靠近了 云江说到底只是一个二线城市 因此 市中心的面积并不大 他骑着闪电雷鹰转了一圈之后 很快就将整个市中心走了一遍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市中心内并没有合适的怪物 鬼阶怪物的确有 但也仅仅只有三只而已 今天他出来的目的是搜寻合适的七约兽 而不是与这些鬼阶怪物战斗 因此 唐东并没有动手 这么看来就只能去魔都看看了 那里作为一个人口超过三千万人的庞大城市 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 魔都都是云江的三倍以上 唐东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的眼神里面有着期待 像是魔都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 其市中心必然更加恐怖 肯定是鬼阶遍地走 虎阶不如狗 至于狼阶 恐怕连出现在市中心的资格都没有 说干就干 唐东拍了一下闪电雷鹰 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他 闪电雷鹰鸣叫一声 立刻调转了飞行方向 目标朝着魔都而去 上百公里的距离 在闪电雷鹰的飞行之下 仅仅只是半个小时就已经抵达 远处一座巨大的城市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当中 规模庞大的城市 占地数千平方公里 一座座高楼大厦 在这里淋漓不断 放眼望去 几乎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数之不尽 哪怕只是郊区的范围 魔都的怪物质量 都要比云江更加的强大 经常能够看到虎阶怪物 偶尔还能看到鬼街 在这样的地方 哪怕是闪电雷鹰 都无法再进行任何的威慑 为了避免麻烦 唐东只能让闪电雷鹰收敛气息 以免引来一些强大怪物的攻击 看着地面城市内 那密密麻麻的怪物 唐东的脸上忍不住有着笑容 飞行在天上就是好啊 如果在地面上奔跑 那恐怕走上一圈 都不知道杀多少怪物 唐东不由地笑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庞大的身影 忽然从一栋高楼的楼顶上飞跃而去 那一道身影一展超过了三十米 庞大的身躯 犹如坐一座小山一般 哪怕只是看着 都让人胆战心惊 飞龙 唐东大吃一惊 想起了前面那次 被飞龙支配的恐惧 这赫然是一头闪电飞龙 但远比之前那头火焰飞龙 更加强大 之前在云江所遭遇的那头飞龙 仅仅只是虎街巅峰而已 而这一头飞龙的实力 赫然达到了鬼街下级 甚至已经是接近鬼街终极的势力 好好好 唐东激动无比 魔独果然是怪物的天堂 没想到他才刚刚到达魔独没多久 就遇到了闪电飞龙这样强大的怪物 鬼街下级的闪电飞龙战力 足以媲美普通怪物鬼街终极 而且拥有飞行能力 无论是防御 力量 速度 还是破坏力 都全面强于闪电雷鹰 可谓是闪电雷鹰的完美尚未替代 而且 闪电飞龙潜力强大 这头闪电飞龙 至少可以成长到鬼街巅峰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要驯服 这头闪电飞龙 唐东心中激动 他立刻就做下了决定 既然已经有闪电飞龙送上门来 如果不拿下的话 简直是暴殖天物 融合 唐东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发动了融合能力 闪电雷鹰的实力 只有虎街巅峰 单凭他根本无法脱离火焰飞龙的追杀 融合能力发动 一人一兽的身躯 瞬间就融合在一起 让唐东化身成了鹰人 还不够 强化 唐东口中一声轻贺 直接攀升了一截 金色的翅膀猛然震翅 唐东的身形 犹如是子弹一般 击视而出 可怕的闪电飞龙 已经盯上了唐东这个猎物 以龙族的高傲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猎物轻易离开 立刻就朝着唐东追杀上来 快 闪电飞龙的速度十分迅捷 那一对接近30米的巨大翅膀扇动 每一次都能够让闪电飞龙 跨越数十甚至上百米的距离 唐东在前面拼命地扇动翅膀飞行 让自己的速度达到极致 但他依然能够感觉到 身后火焰飞龙正在急速接近 操 闪电飞龙的速度 未免太变态了吧 唐东咬着牙 不行 高空飞行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样逃不掉的 城市里面怪物实在是太多了 我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来驯服闪电飞龙 唐东立刻降低了飞行高度 然后在钢铁丛林当中不断地穿行 利用城市里面复杂的建筑物 来降低闪电飞行的飞行速度 这个办法十分成功 果然 因为闪电飞龙庞大的身躯 他一进入城市街道低空飞行 速度立刻就降低下来 否则凭借着他庞大的身躯 一定会装在这些建筑物上 好 闪电飞龙十分聪明 马上就意识到了 唐东这个人类的意图 他暴怒不已 巨大的龙眼里面 仿佛要喷出怒火来一般 他猛然张开了嘴 下一刻 恐怖的闪电 在闪电飞龙的口中酝酿 无数的闪电 汇聚于闪电飞龙的口中 好像是一枚恐怖的导弹 龙溪要来了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那可怕能量 唐东立刻意识到了 他毫不犹豫 立刻调转身形 以近乎垂直九十度的姿态 进行空中飘移 下一刻 一道深蓝色的闪电 瞬间击事而来 快 这一道闪电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如同是真正的闪电一般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就来到了唐东所在的位置 千军一发的时刻 唐东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闪过这一道闪电吐息 哄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闪电吐息轰然炸开 无数的闪电肆虐而出 好像是一枚导弹炸开了一般 可怕的力量击穿了那栋大楼 引发巨大的爆炸 爆炸产生的余波 落在了唐东的身上 他只感觉自己半边身体 似乎都要麻痹了 好强大 唐东震惊不已 闪电飞龙的实力 比他想象中更加惊人 这还是同属雷电属性的原因 岂不是余波都足以将他重伤 唐东心里面又惊又喜 闪电飞龙强悍至极的实力 不仅没有让他害怕 反而让其更加兴奋 只要拿下了闪电飞龙 他的实力绝对会暴涨 到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进攻魔都聚集地了 唐东爆发出所有的速度逃窜 他全神贯注 保持飞行的同时 时刻注意着 身后闪电飞龙的动静 强大的闪电 在闪电飞龙的身躯上涌动 一道道闪电击射出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这每一道闪电的威力 都相当于一枚火箭弹 所到之处可谓是寸草不生 哄 哄 哄 剧烈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闪电轰在城市的建筑上 爆发出可怕的力量 唐东现在可谓是心惊胆战着飞行 但还是强撑着将闪电飞龙 引诱出魔都郊区的范围 很快 一片森林出现在了唐东的面前 唐东露出喜悦的神情 终于是从城市里面逃出来了 那就到了该他发挥的时候 身后的闪电飞龙紧追不舍 此时此刻 一人一龙的距离 已经只剩下不到百米 这点距离 对于闪电飞龙而言 完全不算什么 只见他张开了龙嘴 可怕的闪电吐息 已经又一次在汇聚 动手 唐东知道不能再等了 这里是空旷的区域 自己根本没有把握 接下这一发闪电吐息 而且他也没有 可以闪躲的地方 一旦被命中 他几乎必死无疑 唐东猛然解除了 与闪电雷鹰的融合形态 一人一鹰分离之后 唐东立刻倒坐在了 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与此同时 他双眼看向闪电飞龙的眼睛 一人一龙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唐东抓住机会 立刻发动了统育能力 哄 强大的精神力量 化作一柄无形的大锤 狠狠地轰在 闪电飞龙的精神世界 这一次迅猛的冲击 让闪电飞龙的身躯僵硬了一下 原本开始汇聚的闪电吐息 也停止下 一人一龙的精神 开始在意识世界里面开始交锋 唐东的额头上 很快流淌出汗水 闪电飞龙的精神世界 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以自己的实力想要攻破 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雷娜 出来帮我 唐东叫出了雷娜 一个手持大刀的少女 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不是雷娜又是谁 雷娜目光看向数十米外的闪电飞龙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发动了能力灵魂奸笑 强大的精神冲击 狠狠地撞在闪电飞龙的意识上 让其精神世界剧烈晃动一下 但距离成功攻破 还差十万八千里 雷娜的实力 毕竟只是虎接巅峰而已 能够对闪电飞龙的精神世界 造成一些影响 基本上就是极限了 不过一次不够 那就再来一次 灵魂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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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娜一口气丢出几十次灵魂奸笑 以他虎接巅峰的实力 眼泪的身体 几乎都快要呈现半透明的姿态 主人 我已经没力气 接下来只能靠您自己了 雷娜再也维持不住 整个人瞬间钻进了唐东的身体里面开始休养 恐怕接下来一段时间都无法露面 谢谢 这已经足够了 唐东的嘴角勾勒出笑容 刚才雷娜拼尽全力的所有攻击 饶视闪电飞龙也有些难以承受 更别说 还有唐东这个虎视眈眈的人 也同时在疯狂攻击 在主仆二人的合力攻击之下 闪电飞龙已经落入了下风 精神世界里 响起了闪电飞龙不甘且愤怒的嘶吼声 他剧烈的反抗者 不敢成为唐东的奴仆 现在才想着 反抗已经完了 乖乖成为我的仆人吧 唐东烈显猙獰地笑着 脸上的神情满是兴奋与狂热 闪电飞龙的 强大他垂言不已 今天他势在必得 哄 哄 哄 强大的精神攻击接连不断 唐东仿佛是不要命一般 一次又一次地 对着闪电飞龙的精神世界 发动疯狂进攻 整个进攻过程 没有半点的停歇 闪电飞龙他一定要得到 也完全没问题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一人一龙还在僵持 但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 闪电飞龙已经逐渐承受不住 面对唐东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 饶式闪电飞龙也难以支撑 只能渐渐看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逐渐被打开 唐东调动着自己的精神力量 疯狂轰炸 甚至都已经快要一时模糊了 终于 在地不知道多少次后 闪电飞龙的精神世界 终于承受不住 哄 一道精神世界的门飞被打开 代表着唐东成为了这场 战斗的最终名家 精神力量涌入闪电飞龙的灵魂深处 在里面留下了一道熟悉唐东的印记 成功了 哈哈 唐东满脸疲惫之色 但整个人却兴奋至极 当场扬天狂笑 随着闪电飞龙的印记 出现在神秘的黑色令牌上 数股强大至极的力量 也随之涌现出来 任由唐东选择 足足三股力量 分别是龙之力 闪电操纵 与龙人变身 不愧是飞龙一族 竟然有着三种力量可以选择 唐东目光里面满是惊讶 但又觉得很正常 飞龙就是这么强大 似乎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开始思索着 选择哪种力量 龙之力 从名字上来看 毫无疑问是增加自己的肉体力量 恐怕选择这一道选项 自己就能够获得堪比龙的力量 但这个选项 唐东连半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就排除了 龙的力量虽然强大 但现在他已经很少肉搏了 相比之下 他更想要闪电操控的能力 这个能力顾名思义 就是操控闪电 而闪电雷鹰共享给自己的能力 也是闪电操纵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自己选择这个能力的话 那可以与闪电雷鹰 共享给自己的能力 进行叠加吗 闪电飞龙的闪电之力 他刚才已经感受过了 那可谓是极其恐怖 随便一道闪电的威力 都相当于一枚火箭弹 堪称是暴力至极 相比之下 最后一个能力龙人变身 则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龙人变身 应该就是让自己 像是王耀明一样 变身成为龙人 但自己有融合能力 本就可以变身龙人形态 何必再选择一个相同的能力呢 这么一分析 选什么 已经无庸置疑了 唐东意念一动 一股力量瞬间 从黑色令牌当中冲出来 然后涌变了唐东全身上下 噼里啪啦 短短片刻的时间 唐东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与此同时 大量的闪电 从他身体里面涌现出来 缠绕在他的四周 轰隆 一道闪电击视而出 瞬间命中了百米外的一棵大树 闪电爆炸出来 那棵大树瞬间被炸碎 无数的木屑四射而出 好 唐东眼里兴奋 我猜测的果然没错 我体内两股闪电力量 融合在一起了 让我闪电操纵这项能力 更加强大 如果我再将闪电雷音 也提升到轨阶的话 那这项能力必然更强 唐东脸上的笑容 都快止不住 选择闪电飞龙 果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 龙音声响起 闪电飞龙从不远处走过来 巨大的龙头 凑到唐东的面前 轻易地蹭了蹭 契约成功之后 闪电飞龙 原本眼神里面的暴虐与敌意 已经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对唐东的百分百忠诚 他服下了身体 一似不言而喻 唐东裂开嘴露出笑容 毫不犹豫 翻身坐在了闪电飞龙的身上 好 龙音声乍起 闪电飞龙庞大的身躯 瞬间冲入天空 巨大的龙翼张开 庞大的身躯仿佛遮天蔽日 哈哈 从现在开始 我也是龙骑士了 唐东喜笑颜开 谁能拒绝成为龙骑士的诱惑呢 就 意识里传过来 闪电雷音有些失落且不满的情绪 显然是抱怨唐东这种 有了新人就忘记救人的想法 嗨嗨 唐东不仅有些尴尬 因为太过兴奋 差点将闪电雷音给忘记了 他连忙安抚下闪电雷音 自己能走到今天的地步 闪电雷音可是出了大力 他不会忘记这个功臣 更别说闪电雷音的 共享过来的能力十分强大 所以他之后 肯定还会给闪电雷音进行升级 唐东安抚了一会儿闪电雷音 然后一人两兽 开始踏上回家的路 半个小时后 云江山庄 此刻山庄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因为昨天晚上 几学文等人的偷袭 在火箭弹的轰炸之下 山庄彻底化作了火海 尽管 现在经过众人的抢救 但山庄 还是已经不剩下什么东西 好在袭击来之前 赵明已经安排众人 躲藏到了地下室里面 因此 人员的受伤并不严重 经过一个上午的整理 众人在废墟里面 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营地 暂时安定下来 赵明能力出众 整个灾后 安置工作 在他的手里面 可谓是紧紧头条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龙音声响起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飞龙 有飞龙过来了 流动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 飞龙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赵明意识大惊失色 立刻就准备组织人员 再度进入地下室里面避难 不过这是鬼虎却站起来 吼了一声 这个动作 让赵明立刻明白过来 他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 大家不用慌 那条飞龙 是首领新驯服的契约兽 他话音落下不久 天空上那巨大的飞龙 已经来到山庄废墟的上空 庞大的闪电飞龙从天而降 巨大的身躯 急剧压迫感 龙一煽动 甚至掀起了一阵狂风 不用担心 是我回来了 唐东的声音响起 让众人原本担心的表情 瞬间变成了喜悦 首领回来了 竟然真的是首领的契约兽 龙 这可是飞龙啊 首领成为龙骑士了 营地里面瞬间沸腾起来 现场的气氛炸开了锅 一个个人纷纷快步狂奔过来 亲自看看传说中的飞龙 唐东纵身一跃 从闪电飞龙的身上跳跃下来 看着眼前已经重新开始建立的营地 他不由得满一点头 赵鸣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卧槽 居然是飞龙啊 这也太霸气了吧 赵杰兴奋地快步狂奔上前 想要摸一摸闪电飞龙的身躯 谁知道还没有靠近 一道细微的闪电 便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将赵杰垫成了爆炸头 哈哈 其他人简装忍不住大笑出声 赵杰郁闷不已 搞什么 我只是想要清静一下而已 闪电飞龙贴了赵杰一眼 高傲地扬起龙头 根本不理会他 嗨嗨 唐东拍了拍手 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闪电飞龙刚刚加入咱们 现在还不是很熟悉 他性子高傲 等过段时间 你们再跟他接触吧 好吧 这话让兴奋的赵杰几人 有些无奈 不过也能理解 像是闪电飞龙这样诡计的怪物 赵杰他们几个 的确还是太弱小了一些 一群人很快从闪电飞龙的身上 将注意力抽离 赵明则是走过来 找到了唐东 首领 闪电飞龙的实力怎么样 赵明开口询问着 他这句话前台词意思 任谁都听得出来 显然是在询问唐东 什么时候对几学文等人反攻 目前山庄已经毁了 他们这一群几十个人 总不可能一直住在这临时营地里面 文言 唐东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接近鬼阶终极 以我合体之后 再加上我能力的强化 足以迈入鬼阶终极的范围 我们晚上就动手 唐东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他与其毫不犹豫 对于几学文等人 他一时怒火万丈 现在有了报仇的实力 他自然是不想要再继续等待了 唐东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每个人脸上 都有着期待与激动之色 好 那么我们白天休闲 等晚上就对魔都聚集地发动突袭 赵明表情亦是期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夜幕降临 一轮弯月逐渐爬上了夜空 皎洁的月光从夜空上挥洒下来 好像是为整个营地 披上了一层洁白的月纱 营地里面 唐东等人都已经汇聚在了这里 准备进行战前动员 所有人都已经全部集合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期待的神情 此刻的时间 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 头顶的月亮 刚好就在正上方的位置 动 当正午的钟声正式响起 唐东意识大手一挥 出发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唐东也不擅长 说什么鼓舞人心的话 相比于那些话语 他更加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所有人全部上武装直升机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响起 一架又一架武装直升机 缓缓升空 这一次战斗乃是突袭战 因此 唐东并没有带上普通的战斗人员 能够参加这场战斗的人 最差都是虎接 唐东 冷月西 两个鬼接强者 赵鹏义 冷明 李威三个虎接高手 除此之外 还有便是三只 已经蜕变完成的精英虫族 紧接着便是虎接巅峰的鬼虎 虎接巅峰的蕾娜 虎接巅峰的闪电雷鹰 以及接近鬼接终极的闪电飞龙 这样的阵容堪称豪华 至于其他的人 唐东并没有带上 只要完成这场突袭 就已经足够了 带太多的人没有必要 到时候 只要击败了几学文等一众高层 那么 魔都聚集地其他人的战斗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轰隆隆 伴随着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 突击队伍朝着魔都聚集地 所在的方向行驶而去 半个小时之后 就在距离魔都聚集地 还有一公里的地方 武装直升机迅速降低了飞行高度 最终稳稳当当地停在地面上 这个位置已经足够了 既然是突袭 那自然需要保证一定的隐蔽性 更为关键的是 魔都聚集地肯定有着防空火力 如果他们直接大摇大摆地上门 一定会被对方的重火力打下来 出发 唐东的眼神里面 闪过一抹金光 一行人以惊人的速度 开始进行地面行军 所有人最差都是虎接 因此奔跑速度极快 直接飙到了上百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冷月熙坐在闪电雷音的身躯上 与唐东一起飞入了天空上 地面则是由赵鹏义进行带队 一公里的距离 对于他们而言 很快就已经到达 而此时此刻 魔都聚集地里面 济学文等人浑然没有想到 唐东他们会在今天晚上过来突袭 魔都聚集地的人 还在睡梦当中 没有意识到敌人已经靠近 而这个时候 赵鹏义已经带着人来到了 距离魔都聚集地 不到百米的地方 迪熙 迪熙 到了这个距离 魔都聚集地的巡逻人员 终于是发现了赵鹏义等人的身影 那人直接拉响了警报 顿时刺耳的警报声 直接响彻了整个魔都聚集地 所有人都被惊醒 怎么回事 王耀明满脸惊愕地从房间里面冲出来 他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又一个人冲出来 刚才还漆黑一片的聚集地 瞬间打开了所有的灯光 现场明亮一片 一时之间犹如白昼 啊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惨叫声已经出现 紧接着便看到基地的围墙 被巨大的力量直接撞开 一头身高超过两米的钢铁老虎 从外面冲了进来 好 巨大的虎啸声咆哮着震动天地 响彻整个魔都聚集地 鬼虎 不好 是唐东的人 快通知首领 云将聚集地的人杀过来了 众人又惊又怒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事实就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鬼虎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直接将魔都聚集地的围墙 撞出了一个大洞 随后赵鹏一几人紧随其后冲杀进来 强大的气势从他们的身上散发而出 宛若暴风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地肆虐 真的是你们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我们还没有去找你们 你们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万元德又惊又怒 他脸上的神情瞬间阴沉下来 一旁杨腾的脸色则是有些不太好看 他的心里面浮现出了不好的预感 唐东一行人绝对不是什么傻子 他们既然敢主动找上门来 那必然是有着他们的依障 几学文在什么地方 让他滚出来 冷明大声呵斥 好大的胆子 几学文冰冷的声音响起 随后身形从一栋建筑里面飞跃而出 身形落在了阳腾几人的前面 他冷烈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几人 目光犹如刀锋一般锐利 就凭你们也敢杀上门来 你们恐怕不是我的对手 唐东和冷月西肯定也在这里对吧 既然来了那就出来吧 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本敢冲上门来 就 闪电雷音的鸣叫声瞬间响起 巨大的金色身影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面 仔细一看 冷月西赫然就坐在闪电雷音的背上 唐东呢 他肯定也来了 滚出来吧 几学文语气冷烈 你在找我吗 唐东的声音从天空上传下来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龙音声便已经炸起 一时之间响彻整个魔都聚集地 好 龙音声嘹亮无比 在此刻黑夜的环境下更加显得洪亮 一时之间不知道传递出多远的距离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一只庞然大雾直接从天而降 庞大的闪电飞龙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一盏超过三十米的庞大身躯 看上去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常人哪怕看上一眼都心神震动 唐东的身影赫然就在闪电飞龙的背上 他面色冷冽 眼睛里面的目光也冰冷宛若刀锋 什么 看着唐东竟然骑着闪电飞龙出现 几学文等人都忍不住大吃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特别是感知到闪电飞龙那强大的气势时 这群人更是震惊 闪电飞龙 唐东 你什么时候驯服的这条闪电飞龙 王耀明震惊无比 从闪电飞龙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感 他的能力是龙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来自于飞龙 但他的实力仅仅只有虎接巅峰而已 而闪电飞龙则是接近轨迹终极 同为龙族血脉 但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距 以至于王耀明一下子就被压制住了 王耀明只感觉自己在闪电飞龙的面前十分的难受 恐怕一身实力连一半都无法发挥出来 这种完全 完全是血脉等级上的压制 该死 王耀明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闪电飞龙身上那可怕的威压 甚至让他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而此时此刻 极学文的脸色相当难看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才过去一天的时间 唐东的实力竟然又增加了 这一头闪电飞龙是货真价实的鬼阶 这么说来 现在的局面 岂不是要他独自一人面对三个鬼阶强者的围攻 这开什么玩笑 尽管他对自己的念动力有自信 但也不可能对付三个鬼阶强者 闪电飞龙的躯体上 唐东居高临下看着极学文 他语气冰冷道 极学文 我云江聚集地从来没有招惹过你 是你们主动上门来毁掉我们的聚集地 现在就该你们偿还代价的时候了 动手吧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好 龙音声震动天地 眼看着闪电飞龙就要动手 赵鹏一等人也是蠢蠢欲动 杨腾连忙道 等等 唐少领 请住手 有话好说 唐东面色冰冷地看着他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杨腾的额头上满是汗水 整个人看上去 就好像是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样 唐少领 大家都是人类 如今正是我们人类危机的时候 如果咱们这么自相残杀的话 只会让轻者痛 仇者快 我觉得咱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何必打打杀杀 唐东简直要气笑了 这些人说话还真是无耻 之前对自己动手的时候 怎么没考虑到 同为人类应该互相团结呢 杨腾自己也觉得 刚才的话语尴尬 他深刻的清楚 这场矛盾是无法化解的 己学文的脸色 已经阴沉到了极致 他目光在唐东和冷月西 两人的身上扫过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上前一步 唐东 昨天进攻 你们聚集地的事情 是我下达的命令 如果你要报仇的话 那就找我一个人吧 我们两个人单独交手 如果你赢了 我任由你处置 如果你输了 那你们就暂时退去 至少三天之后才能再过来 如何 己学文提出了这个条件 哦 唐东略微有些惊讶 他深深看了己学文一眼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己学文这只老狐狸 是想要故意引诱自己啊 如果双方混战 那自己这一方面 肯定是他与冷月西 联手围攻己学文 己学文也深知这一点 因此故意这么说 如此一来他所需要对付的人 就只剩下唐东了 以一己之力 对付唐东与冷月西两个人 己学文知道自己必败无疑 但如果只是对付唐东一个的话 那么他有着足够的自信 就算无法将唐东击败 但至少也可以保证不败的位置 好 我答应了 唐东毫不犹豫 文言 己学文的脸上不禁露出一抹笑容 唐东果然是年轻人 经验还是太少啊 真是太天真了 己学文这么想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 赵鹏一等人看向他 是那如同看待白痴一般的目光 他自以为自己的办法十分聪明 但他根本不知道 唐东的实力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出手吧 等等 己学文再度叫停 唐东 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双方交手 如果你叫上那些七约兽 这可不算数 放心 只有我一个人出手 唐东意味深长道 好 己学文脸上自信之色更加浓郁 他早就已经探查清楚了 唐东的能力是统育 如果没有七约兽 那他连一成的实力都无法发挥出来 动手吧 己学文主动道 唐东纵身一跃 整个人飞跃到了半空中 然后口中低河 融合 好 半空中的闪电飞龙 发出一阵咆哮声 他庞大的身形飞跃而上 然后冲到了唐东的面前 随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之下 唐东与闪电飞龙融合在了一起 紫色的鳞片 从唐东的身体上生长出来 后背延伸出一对巨大的龙翼 双手意识化作龙爪 就连身高也暴涨到了近四米的高度 哼 足足诡计终极的可怕气势 从唐东的身上弥漫出来 这股气势可怕到了极致 犹如是泰山压顶一般 压迫在己学文等人的身上 瞬间让他们面色俱变 唐东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大 万元的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己学文意识面色俱变 目光里面闪过一抹惊骇 等等 你不是说 己学文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唐东已经动手起来 他猛然抬手 伴随和雷鸣声响起 一道闪电已经击射而出 轰隆 恐怖的闪电 好像是火箭弹一般击射而来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到达了己学文的面前 己学文连忙支撑起面动力护盾 将自己整个人全都保护在里面 闪电爆炸 巨大的威力席卷四周 直接在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己学文心中更加震惊 仅仅只是第一次试探性的交手 己学文立刻明白自己 不是唐东的对手 唐东在与闪电飞龙进行融合之后 战力显然已经达到了轨阶终极 比他足足高出了一个小境界 逃 我必须要逃走 否则的话 今天必死无疑 电光火石之间 己学文已经做下了决定 看着唐东双眼里面的杀意 他知道唐东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他留在这里 根本不可能活下去 只有逃走才有一线生计 脑海里做下这样的决定之后 己学文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转身就走 这里不是战斗的地方 我们去外面战斗 己学文嘴上还在这么忽悠着 整个人同时朝着魔都聚集地的外面 狂奔去 唐东立刻紧随其后 但很快发现 地面上己学文的速度越来越快 两人一追一逃 很快就已经离开了魔都聚集地 超过一公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已经足够了吧 唐东冷笑 他已经看出了己学文的意图 但还是装作不知道 故意细耍对方 地面上 己学文还在疯狂地奔跑 但他狂奔的速度 又怎么可能快得过天空上飞行的唐东 任凭他怎么狂奔都没有的作用 唐东永远就这么跟在他的身后 当己学文还在不断奔跑 意图逃过唐东的追杀时 天空上的唐东已经动手了 轰隆 一道巨大的雷霆轰鸣声轰然乍起 下一刻 蓝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瞬息之间就已经来到了己学文的面前 快 这一道蓝色闪电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常人甚至都无法反应过来 关键时刻 己学文打开了念动力护盾 硬扛住了闪电的攻击 但闪电巨大的力量依旧让他难受无比 念动力就是精神力量实质化的表现 这恐怖的闪电让己学文的精神世界不断震动 所产生的痛苦比起肉体而言丝毫不差 而这第一道闪电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雷霆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好像是没有任何停歇一般 一道接着一道从天空上不断地降落下来 无数的闪电缠绕在唐东那庞大的龙人身躯上 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好像是暴风一般威压着四方 诡计的力量是相当恐怖的 每一发闪电的威力都完全不逊色于一枚火箭弹 短短时间里面 唐东就已经丢出了数十枚火箭弹到己学文的面前 己学文面色略微有些苍白 他意识到自己继续这么硬扛下去 绝对会被唐东硬生生用闪电打破他的防御 我必须要反击 否则必死无疑 己学文的双眼里面涌现出一抹寒光 他紧咬着牙齿 刹那之间四周的钢筋水泥墙壁中 一根根钢筋纷纷钻出了水泥墙壁 这些钢筋被拉直 形成了仿佛是箭矢一般的形状 数十根钢筋朝着天空上的唐东击射而去 唐东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 他意念一动 钢化的能力已经直接发动 原本紫色的身躯瞬间变成了银白色 全身上下好像是钢铁打造的一般 当当当 飞射过来的钢筋 直接落在了唐东的身体上 发出了金属碰撞时产生的声音 但让人震惊的是 唐东的身形没有任何的变化 与闪电飞龙融合为一体后 唐东变身成了龙人形态 龙人身躯本来就防御力惊人 现在又加上了钢化能力 防御可谓是进一步提高 现在几学文射出来的钢筋落在他的身上 完全无法打破唐东的防御 你来给我捞痒吗 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 那你今天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 唐东的目光显得有些争鸣 他目光冰冷到了极致 冷冽的光芒好像是刀锋一般可怕 轰隆 抬手就是一道闪电打出去 几学文也操控着一块水泥 迎接上唐东的闪电 闪电与水泥碰撞在一起 那块足足数吨中的水泥瞬间炸开 无数的水泥碎屑四散而出 遍布了方圆上百平方米 同时从半空中飘落下来 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 百米高的天空上 唐东站进了地理的优势 他居高零下对几学文发动攻击 每一道攻击的威力都十分惊人 而地面上的几学文 只能被动承受着唐东那堪称是狂风暴雨一般的打击 闪电与念动力的碰撞 仅仅只是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唐东的闪电就已经占据了上风 并且逐渐开始对几学文的念动力进行压制 尽管纪学文的念动力十分万经由 可以操控物体 也可以用来直接攻击 但毕竟纪学文的实力只有鬼阶下级而已 而唐东此刻可是鬼阶终极 两人之间差了一个小境界 实力越往后面 哪怕只是一个小境界 差距也会相当庞大 到了鬼阶这样的程度 此刻几学文面对唐东的硬实力压制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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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蓝色闪电 接连不断地从百米空中肆虐下来 一道接着一道 好像是雨点一般 恐怖的声势宛若震动天地 两人的战斗将附近的区域破坏 短短时间内 整条街道几乎已经不复原本的样子 许多弱小的怪物都逃离了这片区域 面对两个鬼阶强者的战斗 没有鬼阶的实力 连靠近的自个都没有 几学文咬着牙 承受着唐东恐怖的攻击 那蓝色的闪电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不断地落下来 他已经感受到了吃力 心中同时也万分后悔 早知道唐东今天的实力 就能够提升到这样的程度 那昨天晚上说什么 也应该将唐东除掉才对 可惜现在已经迟了 昨天晚上他因为担心两败俱伤而退避的时候 他就已经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蓝色的闪电再度落下 天空上 唐东已经渐渐失去了耐心 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 飞龙真正的力量吧 唐东猛然张开了血盆大口 刹那之间 无数的蓝色闪电 在他的口中不断汇聚 并且形成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等等 感受着天空上那恐怖至极的气息 几学文终于是慌了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恐惧的神情 他能明显感觉得到 唐东这一道攻击的威力极其恐怖 完全已经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上限 一旦命中 他必死无疑 唐少林 我向我可以解释我们之间的误会 我愿意加入云江聚集地 成为你的手下 几学文竟然说出这句话 呵呵 唐东的心中冷笑着 几学文这样狼子野心的手下 他可不敢要 而且 对方还杀了自己手下那么多人 如果让他活着 那他作为首领 又该怎么对聚集地里面的其他人交代 哼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乍起 一道恐怖无比的光柱 直接从天空上落下来 闪电吐息 这是龙族的终极手段 威力惊人至极 唐东诡计终极的实力 释放闪电吐息 其破坏力 已经赫然达到了诡计上级的水平 恐怖的蓝色光柱瞬间落下 速度快到了极致 犹如是真正的闪电一般 顷刻之间到达几学文的面前 几学文爆发出所有的念动力 在体表形成无数护盾 进行阻挡 下一刻 闪电吐息与念动力护盾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巨大无比的轰鸣声 恐怖无比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整条街道上所有的玻璃 全部被震碎 黄暴的气浪肆虐而出 覆盖了方圆数千平方米的范围 可怕的气浪将 这片区域的所有一切 全部吞噬 哄 伴随着恐怖无比的爆炸 无数的烟尘将这片区域完全笼罩 以至于唐东看不清楚街道里面的情况 黄暴的气静 在街道上肆虐不断 同时波及了两旁的商铺 与街道上的车辆 一辆辆车全被炸碎碾压 就连街道两旁的商铺也被爆破 闪电吐息的破坏力 太可怕了 这还只是鬼街上级的力量而已 那如果是鬼街巅峰呢 甚至是龙街呢 传闻龙街强者的破坏力 已经能够堪比核弹 现在看来真的一点都不假 街道上 肆虐不止的闪电 足足横行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那可怕的力量 这才慢慢散去 同时散去的 还有那弥漫整个街道的尘土 只见街道上 一个巨大的无比的深坑出现在这里 整个深坑的直径超过了20米 深度更是接近5米 而在深坑里面 一具尸体正躺在其中 这一具尸体破烂不堪 身上的绝大部分衣服 都已经被摧毁 差点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但从衣服上的碎片和身体模样 还是能够辨别出这个人的身份 几学文 死 此时此刻 魔都聚集地内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那边战斗的结束 刚才闪电吐息的爆炸威力极其惊人 以至于一公里外的魔都聚集地 都能够感知到些许的震动 特别是那巨大的轰鸣声 哪怕站在这里 都可以听到清清楚楚 脸上则是有着笑容 看来是我们赢了 如此剧烈的爆炸 念动力是施展不出来的 因为念动力强大的地方 在于控制 而不是爆炸 既然施展这个爆炸的人 并不是几学文 那到底是谁 就显而易见了 万元德等人的面色有些苍白 他们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整个人身体 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而人群里面 王耀明的表情 更是难看到了极致 他紧握着双拳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败了 几学文一定是败了 同为龙族血脉 他能感受得到 唐冬的实力有多强大 那绝对不是几学文可以抵挡的 这也就是说 几学文必死无疑 一旦几学文死了 那么魔都聚集地也就败了 到时候 所有曾经进攻过云江聚集地的人 恐怕都要死 他自然也逃不过清醒 不 我想要活下去 我还没有完成报仇 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 王耀明紧咬着牙齿 一抹不甘之色 从他的双眼里面浮下出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冷月西所在的位置 他并非没有逃出去的可能性 因为他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那就是飞行 他的飞行速度极快 在虎街里面几乎无人能够出其左右 这意味着 只要他飞入天空 那就算是冷月西对他来说 也不可能将他留下来 想到这里 王耀明知道自己 不能再等下去了 否则一旦唐冬回来 那么他将彻底失去逃跑的可能性 哼 王耀明猛然扇动翅膀 他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几乎是眨眼之间就冲上了天空 王耀明想要逃跑 李威大喊 冷月西的双眼里面闪过一道寒光 一根冰刺已经在他的手中凝结而出 下一刻瞬间击射而出 快 冰刺的速度如同是子弹一般迅捷 朝着天空上的王耀明击射而去 但王耀明的速度也不慢 他将自己体内所有的原力全部爆发出来了 务必让自己的速度达到极限 在这种爆发之下 他的速度甚至已经接近了鬼阶 冷月西终于还是慢了些许 等到冰刺到达的时候 王耀明已经飞行上了数百米的高空 脱离了冰刺的攻击范围 哈哈 我走了 替我转到唐东 我与他之间的仇恨还没有结束 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 到时候 我一定会亲手拧下他的脑袋 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王耀明冲入云层 彻底消失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冷月西皱着眉头 脸上的神情不太好看 王耀明在他这个鬼阶强者面前 就这么跑了 属于是往他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虽然王耀明是占了空中飞行的便宜 但跑了就是跑了 这让他的面子有些挂不住 冷月西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没有去追 现在唐东还没有回来 如果他骑着闪电雷鹰追杀过去 能不能抓住王耀明不确定 但万元德等人恐怕就要安耐不住 到时候说不定反而有着更多的麻烦 不远处 万元德等人 看着已经逃跑离开的王耀明 一个个心中都是恼怒不已 他们不是恼怒王耀明的逃跑 而是恼怒对方逃跑竟然不带上自己 王耀明是跑了 可他们呢 他们可没有飞行能力 根本逃不掉的 完了 一群人面色有些苍白 同时紧咬着牙齿 他们看了一眼面色似乎更加冰冷的冷月西 最终打消了逃跑的想法 在冷月西这个鬼阶强者面前逃跑 除非他们也长了一对翅膀 否则的话绝对没有任何的机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响起了一阵剧烈的声音 紧接着一道庞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降落在了众人的面前 首领回来了 冷明兴奋地大喊着 碰 唐东扇动着翅膀从天而降 然后将一个东西丢在了万元德众人的面前 万元德他们一看 顿时面色发白 心里面最后一点侥幸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来唐东丢出来的东西 赫然就是几学文的尸体 几学文已经死了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投降 要么死亡 唐东语气冰冷 恐怖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我投降 别杀我 我投降 唐东的话音刚刚落下 立刻就有人跪在了地上 他们当中最强的几学文已经死了 剩下的人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唐东的对象 与其垂死挣扎 不如果断投降 这样还能有些许活下去的机会 哗啦啦 现场投降了一大片人 几千人同时跪在地上 这种场面十分的壮观 杨腾也直接跪在地上 内心没有半点反抗的情绪 脸上只有无奈与一丝绝望 唐东目光冰冷 他的眼神在万元德等人的身上扫过 唐首领 我们愿意投降 请别杀我们 我们之前之所以进攻 只是因为受了几学文的命令而已 万元德连忙道 唐东的不由得冷笑出声 这笑声十分的冰冷 其他人或许有资格说这句话 但你万元德绝对没有 我先送你上路吧 轰隆 唐东话音落下 身上已经冒出了蓝色的闪电 闪电化作一个长矛击视而出 瞬息之间便来到了万元德的面前 快 这一道闪电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万元德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唐东的闪电便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啊 万元德仅仅只是来得及发出一道惨叫 整个人瞬间倒在了地上 恐怖的闪电已经破坏了他体内所有的生机 整个人瞬间死亡 啊 其他人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露出惊惧与惶恐的神情 唐东神情冰冷 所有参与过入侵我云江聚集地的人全部站出来 不 唐首领 我们只是按命令行事而言 我们是无辜的 一个虎街面色苍白着连忙道 轰隆 唐东直接丢出一道闪电 那人瞬间死亡 整个人倒在地上仿佛成了焦炭 不 有人惊恐之下 起身开始逃跑 但这反倒是给唐东表明了目标 哄 哄 哄 一道道闪电接连不断 短短时间里面 所有入侵过云江聚集地的人便已经全部死亡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虎街 一句又一句尸体倒地 凄厉的惨叫声震慑了其他人 让他们的心中敬畏不已 甚至看向唐东的目光里面已经带上了一丝恐惧 哄 当最后一道闪电落下 所有人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从现在开始 魔都聚集地正式解散 接下来 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加入我云江聚集地 要么就自行离开 唐东冷冷道 文言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我 我选择留下来 有人开口道 虽然唐东的手段看上去十分暴虐 但相比于在唐东手底下做事 显然是独自一人去外面更加危险 毕竟外面到处都有恐怖的怪物 以他们的实力 如果离开 那基本等于必死无疑 留下来 哪怕活得憋屈一些 但至少可以活下去 离开则是死亡 在尊严与生命之间 这样的选择题 其实并不难选择 众人这么想着 很快整个广场上 接近两千人都做出了选择 除了少数几十个人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选择 加入了云江聚集地 至此 云江聚集地的人口大幅度的提升 一下子从百人左右 飙升到超过两千人 这样的提升不可谓不巨大 好 唐东的脸上有着笑容 这些投降的仍然里面 或许一些人 与刚才被他杀死的人 有什么瓜葛 但他并不在乎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算这群人里面有不满的 又怎么样 难道这些普通人 还能反抗他不成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流失 他与这些人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唐东随即留在了这里 然后让冷明回去通知赵明等人 魔都聚集地已经被打下来了 那么他们也可以正式搬家 搬迁到这个更加庞大 也更加安全的基地当中来 是 冷明脸上的表情兴奋不已 他马上坐在闪电雷鹰的身上 然后回去报信 闪电雷鹰的速度很快 仅仅只是半个小时 就已经回到了云江山庄的废墟 将好消息告诉了赵明等人 哦 我们胜利了 赵姐等人兴奋不已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激动的表情 赵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心里面最后一丝悬着的感觉 也彻底放心下来 虽说他可以确定 这场战斗大概率可以胜利 但毕竟 没有真正确定消息 因此 这段时间里面赵明还是十分担心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彻底让赵明心中的大石落地 各位 新的基地已经被打下来了 我们出发 赵明兴奋地摆手 然后开始带着众人将物资搬运上车 紧接着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 朝着新的聚集地前进 几个小时后 车队来到了全新的聚集地 赵明率先从车上跳跃下来 看着眼前建立在广场上的聚集地 赵明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笑容 他现在越来越觉得 当初加入唐东的队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一向看人很准 但现在 他已经看不透 唐东的未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那个男人的未来 恐怕会达到一个 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城 晚上 会议室里面 众人汇聚在了这里 各自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大大大 一阵脚步声响起 随后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 唐东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啊 众人纷纷起身 唐东虚按手掌 他朝着赵明点了点头 随即他便起身来 各位 现在 我们已经搬迁来到了新的聚集地 这个聚集地所在的地方更加繁华 同时也更加庞大 因此 我们也要开始新的发展 赵明浑身上下 都洋溢着活力 目前我们聚集地 一共有2148人 其中可用劳动力有1632人 其中 男人1032人 女人600人 接下来 我们要全面对聚集地进行建设 这里是魔都 无论是怪物的强度 还是怪物的数量 都远远比云江更加强大 甚至魔都靠近海洋 我们聚集地距离海洋 也仅仅只有不到三公里的距离而已 未来说不定会从海洋中 爬上来强大的怪物 这也是 我们所需要预防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聚集地的建设 势在必行 这场会议 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赵明洋洋洒洒地 提出了自己的聚集地改造计划 在赵明的看来 目前聚集地 还是太过于简陋了 很多设施不够完善 以前是因为聚集地的实力不够 而且人口也不够 但现在接受了 原本魔都聚集地的人口 整个聚集地里面的人口数量 已经超过2000 那么就可以真正开始修建聚集地了 是的 赵明准备修建一座 可以容纳5万人的堡垒基地 预计整个基地的外围 全部修建起高达10米的围墙 用以阻挡怪物的进攻 然后基地里面 也划分为数个区域 居住区 工业区 种植业 养殖区等等 聚集地内各种各样的设施 一应俱全 尽管工程庞大 但一旦成功 那足以形成一个扎实的基本盘 未来无论是聚集地继续扩张 还是其他原因都足以支持 等到众人听完了赵明的计划 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就连唐东都被赵明的计划惊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 赵明居然想要玩得这么大 不过计划虽然庞大 但并非不是无法无法完成的 只不过需要消耗的时间与人力 不是一个小数字 首领 您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 赵明将目光看向了唐东 他的眼神里面有着期盼之色 显然 现在的赵明迫切地 想要大展拳脚 相比于跟怪物战斗提升实力 赵明明显更加喜欢这样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唐东毫不犹豫地点头 既然赵明想做 那就让他做吧 以自己的实力 足以支撑得起未来的计划 没问题 我同意你的计划 唐东笑着点头 好 赵明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只要唐东同意了 那么一切都将不是问题 果然 唐东一同意 冷月息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起来 基地建设的事情 未来都有赵明负责 不过 除了基地的建设 大家的实力提升也要跟上 魔独的怪物实力更加强大 但同时也意味着 元金更强 接下来 我与冷月息都会开始猎杀各种强大的怪物 帮助你们提升实力 目前你们的实力还是有些太弱了 同时也要从基地里面挑选出一批人来 进行培养 让他们成为战斗人员 我准备成立一支特殊的战斗部队 让他们与虫族进行配合 以虫族作为座骑进行机动 再配合上现代武器与作战人员 我将这支机动部队 称之为游骑兵军团 唐东的眼里涌现出一道金光 游骑兵军团是他一直有的设想 特别是在收复了虫王后 有着虫王提供坐骑 只要再加上作战人员 完全可以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 未来作为基地的防守与进攻力量 在他的预想当中 未来游骑兵军团内所有人的实力 全部都要达到虎杰 再加上虎杰的虫族 与一身强大的武器 足以为他横扫四方 赵杰 有你作为游骑兵军团的团长 刘东 你担任军团副团长 我要你们从聚集地中挑选一百人 作为军团的第一期游骑兵成员 唐东下达命令下去 赵杰与刘东两人兴奋地答应 与其没有任何的犹豫 冷月熙沉饮了片刻 咱们目前已经来到了魔都 如果继续叫云江聚集地 恐怕有些不太合适了吧 是不是该想一个新的名字 唐东点点头 叫原来的名字的确不太合适了 如果叫魔都聚集地 也不太合适 唐东思索了一下 曙光 寓意为希望之光 从今往后 我们就叫曙光聚集地 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 众人商议了各种细节 与未来的规划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会议终于结束 次日 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慢慢升起 明媚的阳光从天空上照耀下来 为整个大地驱散飞暗 带来了新的光明 天色亮起 原本安静的聚集地 也开始热闹起来 赵明开始宣布 全新的聚集地建设计划 与游骑兵组建计划 果然 两个计划的宣布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有人皱眉 有人兴奋 有人期待 有人不满 不过 当看到唐东出现之后 所有的不满与皱眉 全部消失 昨天 唐东所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 震慑了所有人 每个人看向他的目光里面 都有着浓浓的敬畏 既然选择加入聚集地 那就要听从指挥 谁若是有意见 随时可以离开 我绝不阻拦 唐东的声音 响彻所有人的耳畔 不满的情绪 消失得干干净净 赵明脸上有着笑容 站出来唱白脸 安抚着众人的情绪 很快 所有人在赵明的安排之下 开始工作 整个基地建设计划 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与此同时 唐东与冷月西 一时出发 两人的目标 便是猎杀怪物 获取援金 两个鬼阶强者 一起合作动手 效率是极其恐怖的 他们所到之处 一个又一个怪物被杀死 两人只猎杀虎杰以上的怪物 至于狼杰 则是完全不理会 留给以后游气兵军团 用来练手 甚至弱小的虎杰 都直接掠过 很快 一头实力强大的怪物 出现在两人面前 那赫然是一头踏浪者 以前唐东就在云江 见到过踏浪者 对于对方那庞大的体型 而震惊 当时的他 仅仅只是刚刚踏入虎杰而已 踏浪者这样诡计的强大怪物 根本不敢招惹 不过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这头踏浪者吧 正好踏浪者的肉 可以食用 一举两得 唐东嘴角裂开 露出一个笑容 好 冷月西清点下巴 哼 当话音刚落 冷月西便已经动手 一根汇聚庞大寒气的寒冰长毛 出现在他的手中 瞬间击视而出 直接命中了三百米外的踏浪者 巨大的踏浪者 身高超过二十米 两条腿纤细而修长 前面是一张类似 腿部的口气 这种怪物虽然是鬼阶 但空有庞大的身躯 实际上 没什么战斗能力 唐东还没来得及出手 冷月西的攻击 落在踏浪者的身上 瞬间将踏浪者 其中一条腿打断 好 踏浪者口中 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庞大的身躯 瞬间轰然倒塌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踏浪者庞大的身躯 狠狠地砸在带上 虽然这种怪物 有着鬼阶的实力 但却完全没有多少的战斗力 其鬼阶战力 更多是体现在防御力 与体型上面 反倒是破坏力十分普通 冷月西仅仅只是一次攻击 就已经让踏浪者重创 由于断了一条腿 踏浪者那庞大的身形 已经再也难以爬起来 只能躺在地上 不断挣扎哀嚎着 然后等待死亡的到来 So 又是一道攻击落下来 直接洞穿了踏浪者的大脑 彻底将其杀死 踏浪者 果然不会是鬼阶最弱呀 唐东都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然后熟练地挖开 踏浪者的身体 很快从里面 取出了一枚鬼阶圆精 要是之前己学文 遇到一只踏浪者的话 那就完全不用他们出手了 只能说己学文的运气 实在是太差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唐东与冷月西 都在寻找强大的怪物 进行猎杀 魔都不愧是超一线的城市 在这个超过六千平方公里的城市里面 不知道居住着多少怪物 保守估计至少在一百万以上 如此庞大的数量 当真是让人震惊 两人仅仅只是 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已经收获丰富 带着大量的圆精 回到了聚集地里面 总共三枚鬼阶圆精 四百三十二枚虎阶圆精 这样的收获 不可为是不丰富 而这仅仅只是一天的收获而已 以聚集地为中心 方圆一百平方公里的 所有强大怪物 都已经被唐东和冷月西 两人清理一遍了 唐东将圆精 全部分散了出去 仅仅只是 保留了一枚鬼阶圆精下来 这枚踏浪者的鬼阶圆精 被唐东交给了闪电雷音 等到闪电雷音成功突破后 圆精丢给了闪电雷音 他兴奋地鸣叫一声 毫不犹豫地将圆精吞下 强大的力量 立刻在闪电雷音的身体里面 开始扩散起来 为了避免闪电雷音突破的时候 给聚集地造成了破坏 唐东立刻带着闪电雷音 来到了一个相对于偏僻的地方 闪电雷音之前 就消化了不少识人古术的圆精 本就已经处于虎阶的临界点 如今在踏浪者圆精的刺激之下 通往鬼阶的大门 正式向闪电雷音打开 短短时间里面 闪电雷音已经趴在了地上 圆精内强大的力量 开始在他的身体里面涌动 一遍又一遍地洗刷着闪电雷音的身体 渐渐地 一丝丝金色闪电 开始在闪电雷音的身体上出现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 完全由金色闪电组成的蛋 这个蛋将闪电雷音完全包裹在了里面 巨大的蛋直径超过了十米 而且似乎还在变动越来越大 通过精神感应 唐东可以确定 现在闪电雷音正在突破 大量的金色闪电 在闪电雷音的身体四周 不断地涌动着 并且越来越剧烈 以至于唐东都不得不让开了距离 以免被这些金色闪电误伤 唐东在不远处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是足足三个小时的时间 此时此刻 那巨大的金蛋 直径已经超过了二十米 一股恐怖的气息 正在蛋壳里面酝酿 伴随着里面可怕生物的呼吸 整个金蛋 都好像是在规律性地涌动着 一道道金色闪电 破坏力十分惊人 每一道金色闪电的破坏力 都已经超越了手榴弹的威力 哼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轰鸣声 只见百米之外 那金蛋终于爆炸开来 一道巨大的身影 从里面显露出身影 强大的气息 从它的身上散发而出 犹如暴风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 感受着闪电雷音 那几乎脱胎换骨的气息 唐东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就 闪电雷音的身影响起 在大量金色闪电当中 一道巨大的身影冲入天空上 赫然就是闪电雷音 成功突破到轨阶后 闪电雷音的身形 无疑是得到了巨大的成长 原本近十米的驿展 一下子暴涨到了十八米的程度 已经堪比一辆小型私人飞机 庞大的身躯 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特别是那金色的闪电 更是几乎完全蜕变 随着闪电雷音的突破 唐东也明显感觉得到 自己的闪电力量 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轰隆 一道闪电 从唐东的手中击事出 瞬间落在了数十米外的地上 直接在水泥地面上 炸出一个坑洞 好 唐东眼睛亮起 自己的境界 没有任何的提升 但闪电破坏力 却大约提升了一半 这可是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提升幅度 可谓是相当惊人了 闪电雷音飞跃而下 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现在 他只是站在地上 身高都达到了五米 唐东纵身一跃 落在了闪电雷音的身上 整个人近半个身体 都陷入了闪电雷音的羽毛当中 如果闪电雷音继续成长下去 相信可以达到 闪电飞龙那样的大小 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唐东拍了拍 闪电雷音的脖子 就 闪电雷音庞大的身躯 飞入天空上 很快就只剩下一道金色的影子 不多时 两人回到了曙光聚集地 面对已经成功突破的闪电雷音 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闪电雷音的成功突破 代表着聚集地里面 又多出了一个轨迹战力 这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众人很快开了一场庆祝宴会 而就在唐东这边 欢天喜地庆祝的时候 另一边 一道身影 则是狼狈不已地 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上的神情难看到了极致 如果唐东在这里 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 这个狼狈不已的身影 不是王耀明又是谁 唐东 我跟你不共戴天 王耀明咬牙切齿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语气里面 有着强烈的恨意 啊 从未如此恨过一个人 唐东绝对是首屈一指 他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 无论走在什么地方 都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做事也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哪怕是到了末世 他都是第一批觉醒能力的人 靠着强大的龙化能力 王耀明也是一路平推 无论是什么怪物 在他的手中都被轻易解决 但自从遇到了唐东 他几乎就从来没有顺利过 他一直在唐东的手中吃扁 唐东就好像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 他从来没有在那个男人的手中 占到过任何的便宜 一直都是被狠狠地踩在脚下 想到这里 王耀明的心中满是怒火与恨意 他咬紧了牙关 双拳更是紧握 因为太过于大力 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 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一定要想唐东复仇 但他现在的实力太强大了 连几学文都不是他的对手 以我的实力 如果想他复仇 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一想起唐东现在强大的实力 王耀明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特别是对方龙人形态 因为境界比他更高 更是直接将他完全压制 他虽然狂傲 但不是愚蠢的傻子 两人之间那么明显的差距 他还不至于看不出来 既然依靠自己的实力 无法报仇 那就只能依靠其他人的力量了 可惜 几学文实在是太废物了 他根本不是唐东的对手 本来我还指望几学文 和魔都聚集地帮我报仇 但没想到 他们根本没坚持多长的时间 就已经覆灭在了唐东的手中 那我还能找谁帮忙呢 王耀明的脸上露出了愁容 他不断思索着 脑海里面一道道灵光不断地闪过 突然 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既然魔都有几学文这样 组成出了魔都聚集地的大型聚集地 那么其他城市是否也有呢 比如鹏城 这个城市可是与魔都齐名的大型城市 同样是人口数千万的国际化城市 如果鹏城也有聚集地的话 那一定不是简单的角色 说不定有着能够帮自己报仇的希望 想到这里 王耀明的双眼里面露出蜥蜴的光芒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便准备出发前往鹏城 鹏城距离他所在的魔都 大约有1500公里 这可不是什么短距离 哪怕是他 也要飞上好几个小时 王耀明躺在地上好好休息 等到体力恢复得差不多后 他立刻变身成了龙人形态 然后朝着鹏城所在的方向飞行过去 数天后 曙光聚集地外 伴随着几道强大的气息 直冲天际 唐东也感觉到 几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自己的身体当中 咔咔咔 这些力量从神秘的黑色令牌当中传递过来 其源头赫然就来自刚刚突破的鬼虎 雷娜与虫亡 三只弃约兽 在服用了鬼阶元经之后 全部突破 同时一下子反馈给了唐东巨大的力量 哄 在这三股力量的推动之下 唐东瞬间便突破了原本的境界 埋入了鬼阶终极的范围 好好好 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唐东的内心 兴奋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才是真正的大惊喜 统誉果然是强大的能力 不 准确说黑色令牌的能力 才是真正的逆天 好 鬼虎的嘶吼声响起 成功突破后 鬼虎的体型直接翻倍 现在的鬼虎身高四米 身长同样达到了惊人的十米 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好像是一座小山一般 雷娜的身形倒是没什么变化 依旧是可爱少女的模样 从外表上看 唯一的区别就是身形更加凝实了许多 如果说之前的雷娜 看上去好有些许虚幻感的话 那现在的雷娜丘 与真正的人类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区别 唐东将雷娜拉过来 捏了捏他的小脸 入手的触感十分冰凉 不像是正常的人类身躯 反而更像是尸体一般冰冷 雷娜歪着脑袋 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唐东 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没有任何反抗 任由唐东在他的身上捏来捏去 嘖嘖嘖 妖灵达到鬼阶之后 身躯竟然能凝视到这样的程度 真是让人惊讶 唐东嘖嘖称奇 最后一个 则是虫王了 虫王的体型也有着大幅度的增加 尽管形态上没有变化 但身躯也暴涨到了 和鬼虎几乎相当的程度 不过最让唐东高兴的 还是虫王的能力 如今虫王繁殖出来的虫族 普通虫族的实力没有任何提升 依旧是狼街巅峰 但数量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如今 虫王一天就能生育下200普通虫族 而且这些 虫族只需要24小时就能够生长成熟 实力则是狼街巅峰 之上的精英虫族一天也能繁育出十只 生长周期为三天 这意味着 唐东每隔三天鸠 可以得到十只虎街下级的虎街怪物 而精英虫族当中 除了虎街下级之外 还有虎街巅峰的精英虫族 而这个一天只能生育一只 生长周期为十天 唐东忍不住兴奋大笑 虫王实在是太拟天了 十天一只虎街巅峰的精英虫族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月鸠 可以弄三只出来 堪称是母鸡下蛋 尽管这些后代虫族几乎无法自主提升 但虎街巅峰也不算是什么弱者了 亦或者可以选择三天十只的虎街下级 至于狼街巅峰 这个太弱小了 以后聚集地的战力可以进行大换代了 普通虫族没有必要再繁育出来 全部繁育普通精英虫族 三天就可以有十只 一个月就是整整一百只虎街下级的虫族 唐东都不由地惊叹 一个月一百只虎街下级 这是什么恐怖的势力扩张速度 堪称变态 虫王不愧是虫王 唐东更加坚定了 要让虫王继续升级下去的决心 仅仅只是鬼街的虫王就已经如此逆天 那如果提升到龙街 那岂不是更加夸张 唐东舔了舔嘴唇 仿佛已经想到 到时候聚集地里面虎街不如狗 鬼街满地走的场景了 暗纳下心中的兴奋与激动 唐东很快带着契约兽返回 并且将虫王郑重地安置下来 同时命令虫王开始繁育精英虫族 越多越好 唐东已经想好了 以后有虎街夏季的虫族作为基础兵种 然后拉出一只三百级别的游骑兵军团 这岂不是要吓死人 将三只契约兽全部安置下来 唐东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至于迷幻花 潜力实在是太差了 唐东也尝试为他吃过鬼街圆巾 但迷幻花却怎么也无法突破到鬼街境界 无奈之下 唐东只能放弃 看来之后要换一只契约兽了 否则以迷幻花的实力 早晚会跟不上我的脚步 再加上 我目前还有一个控制的契约栏位 这也就意味着 我还可以找两只合适的契约兽 唐东眯着眼睛思索着 两个契约栏位 他准备消耗一个 用来契约一只海洋怪物 目前他手中有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但却还没有水里游的 魔独靠近海洋 指不定什么时候 水里游的契约兽就会派上用场 还是提前预备一下比较好 其实他内心的契约对象 是云江里面的那条蛟龙 那就是水中游的怪物 但那条蛟龙的实力太强大了 足足轨迹巅峰 根本不是他现阶段 所能招惹的强大存在 因此只能放弃 就在唐东思索着 选择什么契约兽的时候 忽然 一阵白色的迷雾 开始在天地间出现 并且逐渐浓郁起来 迷雾来了 唐东心中一惊 立刻从沉吟当中清醒过来 马上关闭聚集地大门 没有实力的普通人 立刻回到家里面 战斗人员开始巡逻 小心迷雾当中隐藏的怪物 唐东立刻下达了命令 语气里面满是严肃 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聚集地 普通人立刻慌慌张张地 回到自己的家里躲避 而冷明等人 则是来到了外面准备战斗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 天地间的迷雾 已经越来越浓郁 后时的迷雾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 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 放眼望去 聚集地外面的一切 都被迷雾笼罩 哪怕是以唐东的实力 也无法看见 三十米外的东西 手里啊 众人纷纷聚集在了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凝重的神情 上一次已经遭遇过了迷雾 众人都清楚 迷雾的出现代表着什么 如果运气好的话 那可以十分安全地度过迷雾 但如果运气差 那迷雾里面跑出来的恐怖怪物 恐怕就会将人杀死 接下来 大家各自守卫 在聚集地不同的方向 一直到迷雾结束为止 如果有无法解决的怪物 立刻求援 唐东沉声道 是 众人纷纷点头 然后按照人数分成了几组 唐东与冷月西的实力最为强大 因此 镇守聚集地的东面与西面 而冷明与赵鹏义 负责镇守南面 同时加上鬼虎 李渭与赵明 负责镇守北面 同时加上闪电雷音 幸好四只七约兽 都已经全部升级了 这意味着聚集地的每一面 都可以有鬼接作阵 只要迷雾当中 不是跳出来太过强大的怪物 那么 以目前聚集地的实力 完全可以轻松应对 据在唐东这么想着的时候 南面瞬间爆发了战斗 怎么回事 唐东目光立刻看过去 可惜因为聚集地面积太大 又因为迷雾的遮挡 哪怕是唐东也看不清楚 南面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东立刻通过有线电话 联系了镇守南面的冷明与赵鹏义 在迷雾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无线通讯都会被阻隔 也就只有有线通讯 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冷明 赵鹏义 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唐东语气严肃地询问道 很快 赵鹏义接通了电话 只是几只虎接的怪物而已 目前已经被鬼虎解决了 闻言 唐东松了一口气 好 如果有强大的怪物 立刻第一时间汇报 唐东说完后挂断了电话 白茫茫的迷雾 笼罩了整个世界 恐怖的白雾 几乎是遮挡了一切 看着这庞大的白雾 谁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东西 哪怕是唐东这样的实力 心里面都有些发毛 北面又传来了战斗的声音 唐东立刻打电话过去询问 好在也只是几只虎接的怪物而已 被闪电雷音轻松解决掉 连续两面都出现了怪物 唐东脸上的表情 显然严肃了许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了一系列脚步声的靠近 并且这些脚步声十分的繁杂 同时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疯狂靠近 他马上转过头去 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无数人类从迷雾当中冲出来 不 这些不是人类 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鲜血与伤痕 同时双眼无神 以一种疯狂的姿态 正在朝着聚集地冲过来 这些丧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以唐东的势力 一眼看过去 都好像是看不到镜头一般 一万 两万 还是五万 正所谓 人过一万无边无际 饶是以唐东的势力 也无法一下子分辨出 眼前这如同是潮水一般的丧尸潮 到底有着多少人 轰隆 看着丧尸聚集聚集地 已经越来越近 唐东直接开始动手 他不觉得 这些丧尸是这个世界的存在 既然是其他世界的丧尸 而且是 伴随着迷雾出现 那自然是用更大的火力进行输出 轰隆 动念之间 体内庞大的原力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涌出 伴随着雷霆闪电的轰鸣声 数十道闪电 从唐东的身体内涌现而出 瞬间落入丧尸堆里面 轰 轰 轰 数十道爆炸声 瞬间响起 雷霆爆炸 每一道雷霆 都相当于火箭弹 爆炸产生的力量十分惊人 瞬间将方圆上百平方米范围内的丧尸 全部杀死 仅仅只是一次攻击 便相当于几十枚火箭弹洗地 轨接强者的破坏力 此刻在唐东的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雷霆之力前面 这些普通的丧尸 就好像是木块一般 瞬间被炸碎 无数的鲜血与短枝 漫天飞舞 狂暴的力量肆虐而出 一下子在丧尸堆里面 炸出了数十个巨大的坑洞 里面的丧尸全部消失 整片丧尸潮 瞬间别摧毁了大半 然而即使是这样 这些丧尸的脸上 依旧没有半点畏惧 冲锋还在继续 刚才被清空出一片的空间 很快就有新的丧尸 冲上前 将位置填补短短时间内 丧尸大军就已经又形成 有意思 我倒要看 到底是你们丧尸的数量多 还是我的雷霆多 唐东嘴角勾勒出一个笑容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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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东开始疯狂地 倾泻庞大的雷霆火力 一道又一道雷霆 接连不断地轰炸出去 不要命一般朝着聚集地冲过来 但每当这些丧尸 靠近聚集地十米范围的时候 一道雷霆便会从天而降 直接将他们全部摧毁 在唐东那堪比火箭弹的雷霆面前 任凭这些丧尸怎么冲刺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庞大的火力肆虐不断 将地面都炸出了大坑 成片成片的丧尸被轻易解决 这些仅仅只是相当于普通人的丧尸 在唐东这个诡计终极的强者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唐东只感觉自己 好像是在玩无双割草 哪怕这些丧尸的数量 看似无穷无尽 只要他的原力没有消耗干净 那么这些丧尸就不可能突破 他的雷霆火力网 剧烈的爆炸声还在继续 而这个时候 其他三个方向也出现了大量的丧尸 众人脸上的神情 都是恶然的表情 怎么这么多丧尸啊 迷雾里面还有出现丧尸狂潮 冷明表情惊讶不已 快 通知战斗人员 让他们也带着武器过来支援 赵鹏一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立刻通知了下去 很快大量的战斗人员就已经出现 开始用枪射杀外面的丧尸 好 鬼虎口中嘀吼一声 他纵身一跃 已经直接冲了出去 鬼虎庞大的身躯鸠 好像是一辆超重型坦克一般 在丧尸里面横冲直撞 任凭这些丧尸怎么撕咬和抓牢 都无法让鬼虎哪怕停顿片刻 鬼虎甚至都没有开启刚化状态 这些丧尸的爪族和利齿 鬼虎轻易碾碎 看似强大的丧尸如同西瓜一般在脑袋炸开 无数红白相间的物体四散飞舞 庞大的身躯碾压而过 留下一地的狼藉 但毕竟 鬼虎没有大面积攻击的手段 面对数量庞大的丧尸 不可能将所有全部杀死 因此 有一些漏网之鱼突破了鬼虎的防御 不过这些鬼虎 还没有重进路聚基地 就被冷明和赵鹏一两人直接杀死 一场激烈的战斗已经开始 南面已经陷入了战斗当中 很快轮到了东面 这面是由冷月溪镇守 迷雾当中 无数的丧尸从里面冲锋出来 他们一个个张牙舞爪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朝着冷月溪过来 哼 冷月溪口中冷哼一声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寒气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瞬间犹如风暴一般扩散出去 可怕的低温 直接将空气当中的水分都完全冻结 形成了无数的冰炸 而当寒气接触到这些丧尸之后 看似可怕无比的丧尸 也在瞬间就被冻结成了冰雕 仅仅只是一次寒气爆发 上千只丧尸就被直接冻结在了原地 白雾当中 还有新的丧尸跑出来 但冲入这片被冷月溪封锁的区域 仅仅只是跑出几步的距离 就被同样冻结 不过只是几十米的家里 对于丧尸来说 好像是铁着一般 任凭他们怎么努力 都无法跨过这片区域 庞大无比的尸巢汹涌如海 从四面八方朝着曙光聚集地围攻过来 东面 南面 西面 北面 到处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幸好唐东提前在四个方向 都布置了守卫的人 否则的话 猝不胜防的话 恐怕真的有可能被这些怪物 冲入聚集地里面 庞大的尸巢 好像是鼠之不尽一般 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冲锋 无论他们被杀死了多少 这些尸巢都没有半点停止的意思 一百 一千 一万 恐怖的尸巢数量 让赵明的额头上浮现出了一丝汗水 从尸巢最开始出现 现在已经从迷雾当中 涌现出数万的丧尸了 但如此数量的丧尸都已经被杀死 但迷雾里面 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丧尸冲锋出来 汗不为死的发动攻击 这些丧尸的数量 未免也太多了吧 赵明脸上的表情 有些凝重起来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那恐怕聚集地会出现危险 众人体内的原力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虽然还能够轻易杀死这些丧尸 那完全是因为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在强大的攻击之下 这些丧尸如同割脉子一般倒下 但如果继续持续下去 等到众人体内的原力被消耗干净 到时候 如果丧尸的树林还是无穷无尽 那恐怕聚集地就危险了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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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巢还在冲锋 唐冬的雷霆不断落下去 清理掉一波又一波丧尸 雷霆轰鸣声接连不断 好像是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 可怕的雷霆肆虐不止 只见聚集地的地面上 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层丧尸尸体 随便扫一眼就有数万具 但外面的丧尸还是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 那无穷无尽的尸巢数量 让唐冬脸上的神情也略微严肃了一些 有些麻烦了 唐冬眯着眼睛 他体内的原力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 其他人都不如他 继续这么下去 最多还只能坚持半个小时 好 伴随着一道飞龙龙银声 闪电飞龙的身影出现在了战场上 有着闪电飞龙的加入 众人身上的压力顿时大幅度减少 唐冬让飞龙来到了冷明他们所在的位置支援 数十道闪电从天而降 瞬间清理掉了大片的丧尸 闪电飞龙来了 冷明口中松了一口气 这时 唐冬的声音从有线电话里面传出来 狮巢太庞大了 从现在开始进行轮流休息 退下来的人用愿景进行恢复原力 照明 通知所有的战斗成员 开始用热武器加入清理丧尸的队伍 唐冬的命令下达下来 很快几百个战斗成员 便已经前往了南面与北面 狮巢的数量仿佛是源源不断 唐冬不得不考虑持久战的问题 否则 一旦某一个方向被攻破 到时候 这些丧尸冲入聚集地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好在有着几百战斗人员的加入 众人的压力顿时大幅地的减少 开始进行轮换休息 退下来的人用圆经进行恢复 以此来让自己体内的原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 好在这几天时间 唐冬与冷月息 在外面猎杀了大量的怪物 从而获取元经 目前聚集地里面的元经数量 十分充足 随便拿出几百枚虎接元经 没有任何问题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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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 爆炸声 肆虐声 低吼声 一时之间 聚集地的四面八方 动静十分剧烈 迷雾还在继续 谁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退去 上一次迷雾 仅仅只是 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因此带来的震撼并不强烈 然而这一次 这无穷无尽的失潮 让所有人真正看清楚了 迷雾到底有多恐怖 这些看似弱小的丧尸 一旦形成了数量 竟然都足以对他们的聚集地 造成威胁 这要是之前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但现在却真实地出现了 轰 轰 轰 爆炸声还在继续 唐东体内的元力 源源不断地涌出 他的手中 也已经出现了一枚虎接巅峰的元经 补充着自己消耗的元力 动 就在这时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让脚下的大地好像是颤抖了一下 瞬间吸引了唐东的目光 他定睛一看 只见一个身高超过三米的庞然大物 从迷雾当中走出来 这赫然是一个浑身上下苍白的人形怪物 他全身上下都是肌肉 看上去 就好像是正常人类放大之后的样子 只不过一双眼睛冷漠无情 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 暴君 唐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种怪物的名字 他有些惊讶 没想到迷雾当中的丧尸种类 竟然是来自那块游戏 暴君的出现 毫无疑问是证明了这一点 好 暴君口中怒吼出声 庞大的身形瞬间开始冲锋 仗着强大的力量与高大的身形 暴君在丧尸群中横冲直撞 直接朝着唐东过来 轰动 唐东随手甩出一道闪电 瞬间落在暴君的身上 伴随着一道雷霆轰鸣声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暴君 瞬间纠炸成了碎片 唐东面色没有任何变化 这暴君要是放在以前 的确会给他造成不小的威胁 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暴君完全没有任何威胁 好 第一头暴君刚刚被杀死 紧接着第二头暴君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是第三头 第四头 第五头 这些暴君的实力 基本上都是接近虎街的水平 比狼街巅峰更强 但还达不到虎街的程度 暴君混合在丧尸群中开始冲锋 目光里面满是汗不畏死的光芒 不过在唐东强大的雷霆之力下 连虎街都不到的暴君 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唐东精神一动 一道意念传递给了虫王 很快 虫巢大军开始出动 很快来到了他所在的位置 虫巢VS狮巢 那谁更胜一筹 上千只狼街巅峰的普通虫子 再加上十几只虎街下级的精英虫子 形成的混合虫巢 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 瞬间狮巢鸠被直接碾压 尽管虫巢的数量不如狮巢 但质量却完全碾压 随便一只狼街巅峰的虫子 都足以轻易碾压 只是普通人战里的丧尸 双方碰撞在一起 虫巢鸠仿佛是铜墙铁壁一般 任凭狮巢怎么冲锋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趁着虫巢暂时抵挡住了狮巢的冲锋 唐东前往了另外三边 查看防御情况 他所镇守的西面 是虫巢对抗狮巢 南面是鬼虎加上冷明 加上赵鹏一三人为主力 50个普通战斗人员 手持枪械作为辅助 东面是冷月西加上雷纳 而西面则是李渭加上赵明 再加上闪电雷鹰 与50个战斗成员 三面的防御 目前稳如泰山 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唐东看了一眼 没有半点消退迹象的狮巢 不由得皱起眉头 如果狮巢继续这么下去 并且再持续几个小时 那恐怕事情 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鬼知道 迷雾里面的狮巢 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目前死在这里的丧尸 已经超过了5万的数量 但死了这么多丧尸 外面继续冲锋上来的丧尸 依旧还是源源不断 似乎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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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与爆裂声 不断交错在一起 这场恐怖的战斗 一直在秩序 转眼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 高强度战斗后 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疲惫的神情 只见聚集地外面的丧尸尸体 已经是堆积如山 每一面都有超过 十万具尸体 洒落在地上 以至于地面上 甚至都铺着一层 由丧尸尸体组成的地毯 众人体内的原力 已经消耗了七八成 饶氏唐冬等人实力不弱 但如此高强度的战斗 依旧让人有些吃不消 所有人恶度 已经开始用原精 对体内的原力进行补充 好在基地里面的枪械子弹 还足够 以至于用火力 可以帮助众人分摊压力 忽然 冷明兴奋的声音响起 快看 失潮的数量开始减少了 冷明的声音激动无比 在电话里面响起 瞬间让所有人精神一震 众人仔细看去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经过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疯狂冲锋 外面的失潮数量 的确已经开始减少了 不再像是最开始 那么疯狂与可怕 我们要胜利了 再坚持一下 唐冬的声音传来 众人脸上的疲惫之色 瞬间一扫而空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随着最后一具丧尸的尸体倒下 终于 这场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丧尸功程 终于算是结束了 所有人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哪怕是冷月西与唐冬两人的脸上 都有着疲惫的神情 更别说其他人 李渭满脸疲惫的神情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丝毫不在意自己美少女的形象 刚才的战斗 当真是将她泪惨了 终于结束了 失潮工程终于结束 看着聚集地外面 那一层厚厚的尸体地毯 人们的脸上 还残留着震撼的神情 四个方向加起来 至少有着超过五十万具尸体 则简直是匪夷所思 若不是他们聚集地的实力足够 恐怕换了其他的聚集地 早就已经被攻破了 此之之 虫子们开始大多快意起来 唐冬将想法传递给虫王 虫王立刻行动起来 他命令着 仿佛不知疲倦的虫子们 开始搬运这些丧尸的尸体 超过五十万具丧尸的尸体 足够让虫王吃很长的时间 虫王达到鬼阶之后 胃部的消化能力更加恐怖 哪怕是钢铁 都能被应声神给消化了 更别说丧尸 至于那点丧尸病毒 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很快 大量的丧尸尸体 被运送到了虫王的面前 虫王张开那血盆大口 仅仅只是一口 就将一具丧尸的身体 完全吞噬进去 丧尸尸体 掉落到虫王的胃部 在其可怕的消化力之下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 都被溶解得干干净净 化作精纯的能量 只见虫王所在的地方 地面上已经是密密麻麻的虫卵 这些虫卵 全部都是精英虫族的卵 等到他们孵化出来 只需要三天揪 可以成长到虎接下级的程度 外面 众人都开始休息 但此刻聚集地外面的迷雾 依旧还在继续 龙玉的迷雾 还笼罩着整个世界 没有半点消退的迹象 赵明过来 找到了唐东 首领 这迷雾 可能还要持续多久的时间 唐东曾经说过 自己拥有预言的能力 别人不知道 这是他编造的 但赵明等人 显然是当了针 唐东嘴角略微抽搐一下 这种事情 他怎么看得出来 很难说 迷雾持续的时间 完全是不确定的 短的时候 可能就几个小时 但长的时候 可能持续好几天 甚至是一个月 唐东面色严肃 前时他所遇到过 持续时间最长的迷雾 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 这话将赵明吓了一跳 不用担心 迷雾虽然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但并非每时每刻 都会从迷雾出来怪物 迷雾释放怪物的能力 也是有一定极限的 当一大批怪物被释放出来 哪怕接下来一段时间 迷雾就会进入沉寂状态 唐东安抚道 赵明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那接下来 我可以安排大家去轮流休息 没问题 刚才这一波 失潮非常庞大 恐怕这一次迷雾 都不会再诞生 任何怪物也不一定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会留下来监察情况 你们休息就行 唐东如是道 赵明点点头 随后去安排众人休息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外面的迷雾还在持续 恐怕接下来 要持续好几天了 夜晚本就漆黑一片 现在又有着迷雾的遮挡 让聚集地外面 更加显得阴森恐怖 那白茫茫且漆黑一片的迷雾当中 谁也不知道隐藏着什么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就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唐东坐在聚集地的最中心镇首 四只契约兽 则是分别被放在了 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地方 有着四只契约兽的监察 那么有任何的情况 唐东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原本以为 今晚可能会有怪物前来夜袭 但没想到这一夜时间的安静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怪物的影子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迷雾甚至渐渐消散了 迷雾消退了 有人兴奋地大喊起来 眼见着这一幕 所有人的脸上都不由得露出笑容 一天一夜聚集地都被迷雾包围 实在是让人无法放心 现在迷雾终于消散 众人悬着的心 终于是可以传递放下来 赵杰很快开始组织战斗人员 开始外出猎杀怪物 基地里面的其他人 也在赵明的指挥下 开始忙碌起来 没了迷雾的威胁 唐东也可以去睡一个好觉了 他这一睡觉 睡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等到重新醒来的时候 腹中已经饥肠碌碌 唐东来到食堂里面 准备吃个晚上 不过就在这时 赵杰忽然迅速跑过来 首领 有其他聚集地的人来找我们了 赵杰的脸上 有着急迫的神情 其他聚集地 唐东面色瞬间严肃 两人马上前往会议室 等到了唐东才发现 众人竟然都在这里 首领 首领 见着唐东出现 众人纷纷起身来 唐东目光扫过众人 随后落在了会议室里面 两个陌生人的身上 这两人赫然是一男一女 唐首领 自我介绍一下 笔人彭君 来自无装聚集地 说出这句话的人 是两人中的男人 他是一个中年男人 从外表看上去 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 他的身形十分高大 身上的衣服都遮挡不住 他那高耸的肌肉 仅仅只是看上去 就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彭君 唐东眯着眼睛 他不认识眼前的人 至于所谓的无装聚集地 他也没有听说过 无装聚集地 抱歉 我没有听说过 唐东直言道 彭君微微一笑 唐首领没有听说过很正常 我们聚集地在魔都的另一边 与这里几乎是魔都的两边 中间隔着整个魔都 是吗 唐东没有完全相信彭君的话 魔都竟然还有第二个聚集地 这件事情 是他从来没有听说的 看来我因为重生带来的先知先觉 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 前世的自己 到死的时候都混迹在底层 实力也不过刚刚突破到虎街而已 他现在的实力 早就超过了前世最强的时候 实力越强 接触到的世界自然不一样 前世他只是听说魔都有一个聚集地 但现在看来 硕大的魔都几千万人 有第二个聚集地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知道彭先生 来我们这里有什么事情 唐东心中思绪万千 但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的变化 彭君脸上有着笑容 我今天是代表我们无装聚集地 想要与你们结盟的 如今世界上到处都是怪物 全世界的人类 绝大部分在怪物的攻击下 都已经死亡 剩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 挣扎求生 说到这里的时候 彭君的脸上 有着感慨的神情 他继续道 遍布世界的怪物 实力十分可怕 我们如果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话 必然有着更大活下来的几率 所以我们首领派前我过来 与贵聚集地结盟 大家守望相助 互通有无 本来我与这里前一任首领 彭君的话语透露了不少的信息 原来继学文之前就跟无装聚集地有着联系 恐怕今天彭君过来是为了商谈什么的吧 只不过没有想到 这个聚集地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他深深看了彭君一眼 没有急着答应结盟 尽管结盟这样的事情 他并不排斥 就像是彭君所说 两个聚集地如果结盟 的确有着一定的好处 不过 魔都虽然庞大 但终有一天也会到顶端 等聚集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魔都的怪物恐怕就不够了 到时候两个聚集地之间肯定也会爆发冲突 结盟的事情我需要考虑一下 我对你们无装聚集地并不了解 接下来我会派人去你们那里看看情况 之后再考虑结盟的事情 唐东道 彭君微笑点头 他没有半点失望的意思 显然也知道 唐东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答应的 没问题 不如时间就定在明天吧 到时候我们无装聚集地一定扫他相应 彭君道 可以 唐东答应下来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彭君与另外一个女人没有继续留下来 两人随即坐上武装直升机离开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越来越小 最终彻底消失在唐东等人的面前 彭君两人一走 会议室里面众人立刻议论起来 首领 我们需要与无装聚集地结盟吗 冷明裂开迫不及待地询问 唐东摇了摇头 暂时还要观望看看情况 他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过 最终落在了冷月西的身上 冷月西 明天有你去去一趟无装聚集地吧 看看这个所谓的无装聚集地实力到底如何 如果他们的实力足够强大 那或许可以考虑结盟的事情 唐东毫不掩饰自己话语里面的意思 无装聚集地足够强 那就可以结盟 但如果不够强大的话 那恐怕就不是结盟 而是另一个选择了 之所以派冷月西过去 也是因为他的实力足够强大 可以探查清楚无装聚集地的底细 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少的高手 冷月西面色平静的点头 没问题 计划就此确定下来 会议随即结束 另一边 彭军开着武装直升级返程 副驾驶上 一直没开口的女人呢 终于说话 彭军 刚才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什么结盟的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有结盟的意思了 我们不是来考察这个聚集地情况的吗 女人皱着眉头 彭军翻了翻白眼 我如果不这么说 那要怎么说 难道说 我们是过来侦查实力 来决定是否要入侵吗 玩笑之后 彭军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我没想到 原本几学文那群人已经死了 明明之前他们还好好的 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这个聚集地 竟然就换了一个新的主人 这伙人的实力更加强大 那个浑身冷冰冰的女人 你注意到了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她的实力很可能是鬼界 什么 女人吃了一惊 竟然有这么强 什么时候鬼界 已经开始烂打街了 天才永远不缺的 不要以为 咱们聚集地才有天才 能够在如今的世界活下来 并且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都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那个女人很大的概率是鬼界 因为我们刚才在会议室里面的时候 那群人隐约是以那个女人为中心 如果不是因为她实力足够强大 这显然不太可能 除此之外 唐东这个首领也肯定是鬼界 否则他们不可能击败 几学文那群人 说到这里 彭军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这么简单一算 这个全新的 曙光聚集地 就有着两位鬼界强者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咱们聚集地 也只有三个鬼界而已 虽然数量比对方多一个 但谁知道他们 还有没有隐藏的高手 因此我才说出是结盟这种话 否则的话 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说不定到时候 我们两个都没办法 活着从那里离开 原来如此 女人恍然大悟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 一抹尴尬的神情 刚才她全程没有弄清楚 到底在做什么 难怪彭军被首领为以重任 他就只能做打手 原来是这个原因 咱们先回去汇报情况吧 让首领决定 到底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料了 彭军沉声道 他加快了飞行速度 一路绕过市中心 然后前往了魔都的另一面 半个小时之后 武装直升机 来到了一处巨大的五星级酒店 然后慢慢开始降落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 武装直升机 最终停在了五星级酒店的楼顶停机坪 机舱门打开 彭军两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彭军 首领让你回来后 就去见他 一人快步走上前来 彭军点了点头 然后进入五星级酒店 通过电梯 来到了顶楼停止下来 电梯发出一道声音 然后电梯门自动打开 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过去了 女人道 彭军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一路走过走廊 最后在一个总统套房的门前停止下来 动 动 动 彭军敲响了房门 很快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娇媚的声音 进来吧 彭军深吸一口气 他推开房门 然后走进去 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内的装饰十分奢华 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景象 让人目接不暇 哗啦啦 浴室里面传来了一阵流水声 彭军转过头去 透过浴室的半透明玻璃 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个女人正在洗澡 少令 我回来了 彭军开口道 浴室内的女人声音传过来 我不是说过了吗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 就叫我亲爱的 来 到我浴室里面来 你回来的正好 帮我洗杯吧 女人的声音娇媚甜美 从声音上听着揪 仿佛蕴含着无穷的诱惑力 仿佛一双无形的手 能够撩拨男人的心房 但听到这句话 彭军的脸色却有些抗拒 她表情不太好看 整个人费劲地挪动步伐 朝着浴室走过去 走进浴室 入眼所看到的的 就是一个绝美的女人 她的外貌 大约30岁左右的样子 一张面庞绝美无比 身躯尽管大部分隐藏在水下 但半透明的池水 反而是让她的身躯若隐若现 更加更加增添了几分魅力 半路的身躯 似乎让人更加想要探索 雪白的皮肤 如同食鸡蛋一般细腻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祸水级别的女人 性感成熟的身躯 和绝美的面庞 足以让无数男人为之疯狂 愣着干什么 快点衣服脱了进来 娇媚女人笑着 彭君表情略微僵硬 她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然后跨入水池内 她刚刚走入水池 娇媚女人的身躯 立刻缠了上来 尽管是柔软的身躯 但却让彭君的身躯僵硬无比 浑身上下 似乎都散发着抗拒的意思 娇媚女人感受着 彭君这僵硬的身躯 脸上的表情 浮现出一丝不满 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还是没有习惯 你还是不肯接受我吗 我虽然过去是男人 但我现在是完完全全的女人 而且是绝世美人 为什么你还是不喜欢 娇媚女人说出语出惊人 她以前竟然是男人 彭君脸上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抱歉 我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哼 娇媚女人面色略微不满 不过她的眼里 并没有任何恼怒的意思 反倒是主动贴在彭君的身上 算了 谁让我爱你呢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对你生气的 来吧 我让你好好放松一下 娇媚女人笑着 她舔了舔嘴唇 整个人跨坐在了彭君的身上 等等 魔独聚集地那边出了点事情 我还要跟你说一下 彭君连忙到 娇媚女人娇笑不已 不急 等会儿再说也不迟 有什么事情 是比我们快乐更加重要的 说吧 娇媚女人直接吻在了彭君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阵淡淡的粉色雾气 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 这些淡淡粉红色的雾气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在触碰到彭君身体的时候 立刻钻了进去 短短时间里 刚开始还抗拒的彭君 瞬间开始主动起来 感受着彭君的热切 娇媚女人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浴室内很快传来一阵 翻云覆雨的声音 激烈的战斗 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才落下帷幕 整个房间里面 到处都是两人战斗之后 留下来的痕迹 激战之后 娇媚女人一脸满足地 躺在彭君怀里 她道 你刚才想说的是什么事情 那个聚集地 除出了什么意外吗 彭君脸上的复杂之色压下去 然后严肃起来 没错 济学文那群人已经死了 现在魔都聚集地的高层 已经换了新的一批 并且改名叫做曙光聚集地 此话一出 娇媚女人顿时皱眉起来 济学文死了 她的实力可不弱 念动力 可是相当万经由的能力 能够杀得了她 恐怕只有诡计了吧 娇媚女人沉声道 彭君点点头 没错 虽然那群人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我感觉肯定是诡计 那火人的首领叫做唐东 副首领则是叫赵明和冷月西 彭君没有隐瞒什么 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 完整地说了一遍 两个诡计 娇媚女人脸上的神情更加严肃 同时目光里面浮现出了一抹冷意 这个聚集地 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魔都是我们的地盘 他们早晚会跟我们发生冲突的 娇媚女人语气霸道 简直与唐东一模一样 彭君点头赞同 我以结盟的名义邀请了对方 他们明天会派遣一个人过 来查看我们的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否结盟的事情 明天 你觉得 对方会不会派那个叫冷月西的女人过来 娇媚女人忽然这么说 彭君瞳孔一缩 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想明天就出手 娇媚女人娇笑着 假如明天对方派过来的人 就是冷月西 那我们就直接出手 反正早晚都是要动手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除掉对方议员大将 这对我们之后的战争更加有利 文言 彭君没什么意外的意思 不过他却有着一种直觉 如果出手的话 恐怕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可以 到时候 我们将冷月西杀死后 就顺势直接对曙光聚集地动手 打对方一个戳手不及 彭君语气冰冷下来 语气意识坚定 娇媚女人脸上的笑容更加开心 他再度翻身 坐在彭君的身上 亲爱的 你霸气的样子 真是让我着迷 咱们再快乐一次吧 说完之后 不等彭君同意 那粉红色的雾气 便已经再度从娇媚女人的身上 涌现出来 不多时 激烈的战斗 就已经第二次在房间里面出现 次日 一轮红日 从东面的海平面上慢慢升起 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云层上 从而映照出美丽的朝霞 阳光滑破大地 驱散黑暗 带来了光明 一大早的功夫 众人便已经起床 开始了新一天的建设 冷月西也已经准备好 即将前往武装聚集地 唐东走上前来 等一下 你与闪电雷鹰一起前去吧 如果有神妖意外 到时候 有闪电雷鹰带着你离开 这样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冷月西点点头 她没有拒绝 有着闪电雷鹰的陪伴 她的安全系数 自然是大幅度提升 如今闪电雷鹰 也已经是鬼阶 再加上空中飞行的机动性 就算是被敌人包围 也可以让冷月西从容离开 冷月西很快坐在了 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伴随着巨大的风浪席卷而起 她庞大的身躯 已经飞越上天空上 晋级鬼阶之后 闪电雷鹰的飞行速度 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如今闪电雷鹰的飞行速度 已经超过了 时速200公里每小时 横快整个魔都 从曙光聚集地 到达无庄聚集地 仅仅只是 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不多时 那巨大的五星级酒店 已经出现在了 冷月西的面前 就 闪电雷鹰口中 发出嘹亮的鸣叫声 庞大的身躯 立刻引起了 无庄聚集地 巡逻人员的注意 下面顿时引起了一阵骚乱 闪电雷鹰这样的体型 一看就是强大的鬼阶怪物 很快 一个娇媚的女人 来到了天台上 她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了 悬停在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她的目力十分强大 很快看到了 位于闪电雷鹰身体上冷月西 闪电雷鹰慢慢降低了 飞行高度 然后冷月西纵身一跃 从她的背上跳跃下去 最终落在了 五星级酒店的楼顶上 首领 这个人就是冷月西 彭军走上 前来介绍到 她脸上的神情十分凝重 同时忍不住 看了一眼天空上的闪电雷鹰 她万万没有想到 曙光聚集地 竟然还有着这样的底牌 这只鬼阶怪物 是怎么被驯服的 而且还是飞行类型的怪物 要知道 飞行的能力 在如今可谓是非常重要 现在城市里面 到处都是怪物 如果从地面上 穿行的话会非常困难 但如果从天空上飞行 则是简单许多 一个势力 如果没有空中飞行的手段 那它基本上 就没什么发展潜力 万万没想到 曙光聚集地 不仅有着大量的武装直升机 甚至还有鬼阶级别的 飞行类怪物 她低估对方了 就在彭军思索着这些的时候 娇妹女人 已经微笑着走上前去 冷小姐 欢迎来到武装聚集地 我是这个聚集地的首领张妹 张妹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笑容 冷月曦微微皱眉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的张妹 给她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对方看向自己的目光里面 似乎带着一种莫名的敌意 她的内心稍微警惕一些 淡淡道 我是冷月曦 今天代表 我曙光聚集地过来 欢迎冷小姐前来观察 我们武装聚集地 欢迎任何带着善意前来的人 接下来 就由我来带着冷小姐 在我们聚集地里面转一转吧 张妹如是道 冷月曦点了点头 三人随后出发 进入了五星级酒店的内部 整个酒店可谓是十分奢华 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场景 比起之前云江山庄来说 不差分毫 甚至是更加富力堂皇一些 沿途一路走来 时不时就能够碰到 巡逻的全副武装人员 这些人身上的装备 看得出来都非常精良 显然 武装聚集地这些人身上的武器 恐怕也是从哪个军事基地弄来的 我们整个武装聚集地的核心区域 就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面 这里有着足够的房间与设施 攻击我们居住 而且酒店里面也有着发电机 与其他的设备 酒店各项设施齐全 目前这里一共居住着超过500人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战斗人员 几人一路走着 彭军一路则是给冷月熙 介绍武装聚集地的情况 冷月熙面色平静 他将现在所看到的情况 都记在心里面 情况的确如同彭军所说 他所看到的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战斗人员 后勤的人员 似乎并不算太多 武装聚集地 完全就是依靠这个 五星级酒店建造出来的 但这个酒店的面积 可是一点都不小 不仅有着足足十几层 数百个房间的建筑 同时还有地下停车场 花园 运动场等一系列的设施 外面的广场上 停放着大量的武装直升机 与装甲车等等装备 五星级酒店的外围 也经过了他们的改造 形成了一铁丝网 机枪绍塔为核心的防御攻势 几人在武装聚集地里面 转了一圈 期间不少人的目光 都落在冷月熙的身上 许多人的眼里 都有着好奇的神情 冷月熙将这些人都扫了一眼 但他很快发现 这个聚集地里面 似乎没什么高手 他一路走过来 所看到的的虎街 都非常稀少 一个超过五百人的聚集地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战斗人员 却连虎街都没有超过十个 这可能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真相就只有一个了 冷月熙眼角的余光 撇了张妹与彭军两人一眼 显然 张妹让聚集地里面的高手 都隐藏了起来 目的恐怕就是为了 避免被他看出底细 这种办法虽然粗暴 但却是十分有效的 至少他现在 就不能确定 无装聚集地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高手 但可以确定 眼前的张妹 绝对是鬼街的实力 而且还不是那种 刚刚突破的鬼街 对方的实力很强 就算是他都没有把握 将张妹击败 花了整整半个小时 三人将整个无装聚集地 全部转了一圈 最终三人来到了餐厅里面 一桌子丰盛的午宴 已经准备好 一份份菜肴 色香味俱全 仅仅只是看着 就让人胃口大开 冷小姐 请 请 三人各自落座 冷月西扫了一眼 桌上的饭菜 她只是浅尝及止 没有吃太多的东西 期间她一直注意着 自己的身体 只要有任何的异常情况 她就会立刻动手 刚才半个小时里 她多次发现 有人在暗中盯着自己 而且不止一道目光 那些人的目光里面 都带着恶意 甚至是杀意 只是这些人的身影 隐藏得很好 再加上旁边有张妹 与彭君的陪同 以至于 她不能光明正大的 去寻找这些人的位置 一顿饭吃下来 只能算是索然无味 吃完了午宴之后 冷月西没有兴趣 再继续停留 她呼唤来闪电雷音 随后纵身跳跃 在闪电雷音的杯上 伴随着嘹亮的鸣叫声 一人一音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 张妹等人的面前 目送着冷月西 离去的背影 很快几个人 便从某个阴影角落 里面走出来 首领 刚才我们为什么不动手 不是说好了 要杀了他吗 一人语气里面 有着不解 说出这话的人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他脸上有着困惑 用疑惑的神情 看向张妹 彭均解释道 之所以没有出手 是因为我们 低估了曙光聚集地的实力 刚才那只金色的老鹰 是鬼阶的实力 一旦我们对冷月西动手 那只老鹰 马上就会下来支援 除非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金色老鹰杀死 否则冷月西逃走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无法留下对方 那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这么做得不成事 壮汉文言 只好作罢 张妹眯着眼睛 我们都小看了曙光聚集地 原本以为 他们只有两个鬼阶 但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只鬼阶的金色老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只老鹰 恐怕是对方 故意展现出来的时候 说不定 对方甚至都猜到了我们的计划 因此故意派这只金色老鹰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向我们展现实力 他的话 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意 彭均皱着眉头 曙光聚集地 能够灭了几学文他们那群人 这么看来并不是什么运气 而是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首领 目前魔独已经有两个聚集地了 如果让这个曙光聚集地继续成长下去 那恐怕 我们就有危险了 我建议咱们 跟巨石聚集地结盟 然后我们两家联合 将曙光聚集地灭掉 这个提议让张妹有些犹豫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要独吞 这样就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但若是跟巨石聚集地结盟 那最终所得到的利益 就会大大减少了 巨石聚集地的那个蛮子 可是相当贪婪的人 彭均看出了张妹心中的想法 他劝解道 首领 解决威胁才是最主要的 利益需要放在第二位 我考虑一下吧 张妹没有直接同意 好吧 彭均只好点头 其他人都听着两人的对话 谁都没有插嘴 任由他们商量 只是众人看向彭均的目光 略微有些怪异 有几个人的眼神里面 更是戏谑与讥讽的神情 这些目光都落在彭均的眼里 让他心中恼怒不已 十分钟后 巨大的闪电雷音 回到曙光聚集地 庞大的身躯 从天而降 落在了楼顶 冷月西轻易地摸了摸闪电雷音身上 那金色的羽毛 然后从其背上跳跃下来 他静止地去找到了 唐东与赵明两人 然后将武装聚集地里面的情况说出来 会议室里面 赵明听完了冷月西的话后 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凝重无比 对方不仅故意隐藏了聚集地里面的强者 而且还露出敌意 甚至是杀意 这么说来的话 他们恐怕是打算对你出手 幸好你过去的时候 闪电雷音也跟着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赵明表情名众万分 唐东表情不太好看 这才刚刚弄死几学文一行人 没想到这么快 又冒出了一个敌对的聚集地 真是没完没了了 能大概推测出 武装聚集地有几个鬼阶吗 唐东询问道 冷月西摇摇头 不行 他们的那些高手都隐藏得很好 再加上张妹就在旁边 我不好直接去查看情况 不过 除了张妹本人是鬼阶之外 他们至少还有一个 甚至是两个鬼阶 唐东露出了陈吟的神情 如果只是两三个鬼阶 那对他们是 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的 如今 整个曙光聚集地里面 鬼阶的数量 已经不是小数字 除开它之外 还有冷月西 鬼虎 闪电雷鹰 闪电飞龙 蕾娜 虫王 足足六个鬼阶 除开虫王 无法进行本体的战斗外 也能拿出五个鬼阶强者来 要不要直接冲一波 如果拿出全部的实力 来出手的话 到时候五个鬼阶上门 只要对方鬼阶的数量 不是太离谱 那就足以一波 将整个武装聚集地推平 赵明看出了唐东的看法 他严肃道 首领 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 我们连对方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都不知道 很容易步入陷阱 唐东揉了揉太阳穴 赵明说的对 尽管他认为 对方不太可能有这么多强者 但谁知道 会不会出现意外 成功了自然好 但失败了呢 到时候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好吧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暂时 不与对方发生冲突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还是多猎杀一些怪物 然后尽快让更多的人突破 从而让聚集地壮大起来 唐东的眼里 涌现出一道金光 他目前有一个空白契约蓝位 迷幻花的蓝位 他也准备空出来 如果填满的话 那聚集地揪 又可以多出两个鬼阶了 到时候 足足八个鬼阶强者 这样恐怖的实力 哪怕放眼全球所有的聚集地当中 恐怕也足以排进前二十了吧 唐东不太确定 毕竟世界这么多 鬼知道会有多少人 觉醒什么逆天的能力 那种觉醒了怪物般能力的家伙 天赋都极其逆天 实力基本上 就算是唐东也不敢说自己的升级速度 能够碾压对方 揉了揉太阳穴 唐东暂时将无装聚集地的事情压制下来 不管对方是什么牛鬼蛇神 只要实力足够 那聚集地就可以稳如泰山 时间一转眼 又过去了几天的时间 这几天内 唐东将几只七约兽都派遣了出去 猎杀各种怪物 主要目标就是那些鬼阶怪物 而唐东自己 则是待在聚集地里面 等待着七约兽们 将怪物杀死后圆精带回来 短短时间时间 四只七约兽 基本上每天都会杀死一只鬼阶怪物 而那些虎阶的怪物 就更不用说了 当初搬迁来魔都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座超过六千平方公里的城市里 隐藏着数以百万计的怪物数量 可谓是虎阶不如狗 狼阶满地走 只有鬼阶才能抖一抖 这一天 唐东一如往常一般准备让四只七约兽 出去猎杀怪物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上忽然出现了巨大的异变 曙光聚集地内 突然传来了一道巨大的雷霆轰鸣声 轰隆 可怕的轰鸣声十分响亮 几乎是响彻了整个天空 同时也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敌人来袭击了吗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不少人甚至被狠狠地吓了一跳 明明是晴空万里的天空 怎么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这么一道巨响 房间里面 这突如其来的巨响 也将唐东吓了一跳 他快步来到了天台上 然后抬起头看向天空上 但经过他的寻找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怪物身影 别说怪物了 甚至连一只苍蝇都没有 轰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而这一次 唐东看得清清楚楚 当轰鸣声出现的时候 一道紫色的光芒 也随之划过了整个天空 只不过 这道紫光划过的实在是太快了 没有诡计的实力 甚至都无法看见 这紫色的光柱 几乎是横贯而过 速度快到了极致 如此异常的情况 瞬间引起了唐东的注意 发生什么事了 这道紫色的光柱是什么 唐东的眼里面 有着浓浓的疑惑神情 他在大脑里面 搜索着前世的记忆 希望能够找出什么线索 突然 一道灵光一闪而过 唐东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等等 难道是 唐东瞳孔一缩 他瞬间面色聚变 幻想一变 这是幻想一变 幻想一变 前世唐东曾经听过说 这个事件的情况 但没有亲眼见过 地球上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怪物 就是因为一种 名为幻想之力的东西 幻想之力 将人们脑海中的各种怪物 具现化出现 让其成为了现实 原理也是幻想之力的一部分 而所谓的幻想一变 就是二次幻想具现化 当幻想一变出现的那一片区域 将会具现出全新的怪物 而原有的怪物实力 则是狠狠地大幅度提升 不仅如此 幻想一变 还会永久性改变 那一片区域的地貌情况 有可能是沙漠 可能是森林 可能是海洋 可能是山脉 甚至可能出现村庄 小镇 幻想一变就是这么可怕 哪怕是地形 都会彻底改变 同时大幅度提升怪物的实力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幻想一变 让所有人闻之色变 唐东听说过 在某些地区出现过 幻想一变的情况 那些地区的地貌与怪物 都被永久性地改变了 那些地区里面的聚集地 也因为幻想一变的出现 而大部分都毁灭 而还能够生存下来的人 只有顶级聚集地才能做到 因为怪物实力的大幅度提升 弱小的聚集地 根本没有办法 在那种环境下 继续存在下去 操 魔都怎么会出现幻想一变 我前世没听说过啊 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 为我这只蝴蝶扇动翅膀 导致出现了蝴蝶效应 唐东忍不住骂出声了 眼看着聚集地发展一切顺利 结果现在 竟然出现了幻想一变 这让他怎么能够不骂娘 运气好的话 魔都的地貌 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如果运气差 指不定整个魔都 都会彻底消失 所有人小心 幻想一变要来了 每个人全部到我这里来 朝着我这里集合 唐东大声地呐喊 他的声音传遍整个聚集地 众人听着唐东的话 一个个表情都恶然不已 赵明等人 快速地来到唐东的身边来 首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赵明连忙询问 他刚刚过来 就看到了唐东脸上 急迫的神情 以唐东的实力 什么事情 竟然能够让他这么着急 快 没时间解释了 马上将整个聚集地 所有人全部聚集过来 天大的麻烦事情要来了 唐东没有解释什么 因为时间不够 幻想一变降临的时间很快 最多不会超过一分钟 好 我们马上做 虽然唐东没有解释 但赵明等人 还是无条件相信了他的话 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开始将整个聚集地的人 都集合在一起 众人听说发生了事情 都赶忙 往着唐东所在的地方 狂奔过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上已经出现了 第三道巨大的轰鸣声 轰动 这一道声音 比前面两道加起来 都还要更大巨大 幻想一变来了 唐东马上意识到 哄 当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无数紫色的光芒 从天而降 瞬间笼罩了整个魔都 不只是魔都 而是方圆 近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凡是处于这片区域的 所有东西 都被紫光照射到 好 好 好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那些被紫色光芒 照射到的怪物 便开始兴奋地嘶吼起来 只见他们的身躯 开始膨胀 实力开始提升 原本狼街下级的怪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暴涨 短短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里 就提升到了狼街巅峰 而那些狼街巅峰的怪物 更是瞬间突破到虎街 虎街巅峰的怪物 则是攀升到了鬼街 所有怪物的实力 都在迅速提升 哪怕是最差的 也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不仅如此 大量的全新怪物 也开始在这一片区域里面出现 无数的怪物成千上万 几乎是数之不尽一般 十万 还是一百万 还是一千万 甚至可能更多 无数的怪物 出现在了这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充斥着每一个地方 短短时间里面 这片区域便仿佛是 成为了怪物的乐园 一时之间 无数怪物的嘶吼声 充斥着整个天地 而这还没有结束 但怪物具现而出后 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大地开始一变 一个个山脉拔地而起 一个个湖泊涌现而出 山脉中 有村庄出现在了这里 山林间 有小镇凭空附现 如此恐怖的一幕 若是让人看到 不知道会震惊成什么样子 整个大地都仿佛在不断的变化 而这些地方 都是在无人的区域出现 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无数的地貌 被永久性的改变了 变成了这片区域居民 所完全陌生的样子 此时此刻 魔都内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无数的血红色植物 开始在这个钢铁森林里面出现 大量的血色树根 从地面下冒出来 一棵又一棵高达上百米 甚至是两三百米的血色巨树 出现在这里 无数的血色藤蔓 开始在高楼大厦上爬行 最终将这些大楼全部蔓延 就连街道上绿化带上的植物 也在疯狂增长 整个城市似乎都在被血色化 尽管城市的建筑与地形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原本的钢铁森林 正在被变成真正的森林 唯一恐怖的地方 就是这个森林是通体血红色 红龙龙 巨树与藤蔓的生长过程中 破坏着许多建筑 以至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这样的轰鸣声 几乎遍布整个魔都 而就在魔都的最中心位置 一个庞然大物开始拔地而起 一百米 两百米 三百米 四百米 短短不过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那棵巨大的血色巨树 就已经生长到了三千米的高度 巨大的血色巨树并没有树冠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直径上百米的血色果实 无数的血色树根从血色巨树上弥漫出 犹如是触须一般开始朝着四面八方而去 短短时间里面就覆盖了方圆上百平方公里 血色树根所到之处 所有的怪物都被全部杀死 这些树根恐怖至极 哪怕是虎接怪物都无法逃过他们的绞杀 血色树根缠绕住这些怪物 然后往他们的身体里面注入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渐渐的 一股奇异的力量 开始在这些怪物的身体里面蔓延 同时让他们的身体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头变异老虎被树根双方出来的力量寄生后 他的身躯开始扭曲变化 最终变成了一头身形猙獰的奇特怪物 轰咆咆 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道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许久之后 这惊人的变化终于是彻底停止下来 而此时 整个魔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曙光聚集电 唐东面色难看的看着四周城市的变化 他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吐出一句国骂 操 他从未见过如此生草的事情 聚集地发展得好好的 眼看就要顺利成长 越来越强大 结果世界竟然给自己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幻想一变来了 这找谁说理去 贼老天 你怕不是针对我 敢不敢再生草一点 唐东咬牙切齿 他目利所及之处 魔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数血色的树木与藤蔓在城市里面蔓延着 原本繁华的城市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与诡异气息的怪异之地 就连聚集地内部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好在聚集地的整体结构还在 物资与装备也没有被破坏 否则 他就真的要骂娘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怎么昏迷了 卧槽 这里是什么地方 外面发生了什么 快看 聚集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在这个时候 聚集地里面的众人也悠悠醒来 幻想一变之下 没有诡计实力的人都会陷入昏迷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聚集地里 只有唐东与冷月熙两人 全程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赵明等人悠悠苏醒过来 看着四周的变化也是震惊无比 首领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赵明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唐东深吸一口气 他拍了拍手 沉声道 安静 这一道声音 好像是惊了一般 在所有人的耳边炸起 因为四周环境变化 而慌乱和震惊的人 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唐东所在的位置 都不用担心 聚集地依旧完好 外面的情况变化 是因为一种 名叫幻想一变的情况 你们依旧 按照正常的生活继续下去 接下来所有人 老是去待在聚集地里面 任何人不嫩外出 等到我探查完四周的情况之后 再做决定 唐东的声音响彻全场 照明立刻起身来 所有人都听清楚了吗 接下来 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 没有首领的指令 任何人不能到处乱跑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随后开始行动起来 近两千人的数量 也不是小数字 不过唐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严足够 哪怕是现在的情况 也没有人敢跳出来 闹什么事情 一个个都乖乖回了自己的房间 耐心休息 而这一边 唐东等人则是 汇聚到了会议室 唐东 冷月熙 赵明 李威 冷明 赵杰 刘东 赵鹏义 所有核心人员都来到了这里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凝重的神情 谁都看得出来 刚才唐东口中 被称之为幻想一变的东西 肯定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首领 所有人都已经到了 赵明开口道 唐东点点头 他坐在首位上 脸上的神情有着凝重 幻想一变 这是我从预言能力上 所看到的一种现象 了解的东西熟练地推到了所谓预知能力上 反正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现在又一次做起来 可谓是轻车熟路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将幻想一变的情况 仔细地解释了一遍 在场所有人脸上的表情 都变得万分凝重 不会吧 这么说来 现在整个魔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威满脸愕然 唐东言肃道 不一定只是魔都 幻想一变 每次覆盖的范围都不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覆盖方圆十几平方公里 几十平方公里 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 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幻想一变 会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一旦幻想一变降临 地貌会变化 怪物会变化 运气不好 刚好处于幻想一变的笼罩范围的话 那就只能祈祷 这次一变的强度并不会太高了 啊 众人脸上都露出惊恶的神情 如果说出这番话的人不是唐东的话 他们甚至会怀疑在开玩笑 但唐东没有理由欺骗他们 并且他们刚才也看到了 外面那惊人的场景 所有人的脸上 个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唐东目光看向了赵明 赵明 接下来聚集地的扩建工程 全部停止下来 直到我们将附近的怪物 重新清扫完为止 好 赵明点头答应 他又看向冷月西 接下来你留在聚集地里面吧 我出去查看附近的情况 在我没有回来之前 你们都尽量不要踏出聚集地 交代完这些之后 唐东随后交上了闪电飞龙 目前闪电飞龙是他所有契约兽里面 实力最为强大的 带上闪电飞龙一起外出 他的安全性也能够得到保证 轰隆 闪电飞龙巨大的翅膀张开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气流席卷起来之后 他那庞大的身躯已经飞入了天空上 唐东坐在闪电飞龙的身体上 一人一龙开始朝着城市所在的方向过去 他脸上的神情很快就凝重起来 因为整个城市入眼所及指出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宽阔的街道被一些奇怪的物质所包裹 无数血色树根遍布城市所有的地方 还有那些血色藤腕更是缠绕在建筑商 原本的钢铁森林已经彻底变成了血色森林 那些可怕的血色树根与血色藤腕形态怪异 活脱脱散发着诡异与恐怖的气息 如此可怕的一幕 普通人恐怕仅仅只是看着 就已经胆战心惊 更别说真正踏足这样的地方 这些血色树根与血色藤腕到底是什么东西 唐东皱着眉头 他控制着闪电飞龙下降了一些飞行高度 就在距离地面大约300米高的时候 一道凛冽的破空声瞬间响起 只见一个浑身缠绕着血色藤腕的大楼上发射出了一道攻击 那赫然是一根黑色的尖刺 这尖刺的速度极快 几乎能够堪比突击步枪的威力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就已经来到闪电飞龙的面前 当 黑色尖刺射在闪电飞龙的鳞片上 然后被直接弹开了 而闪电飞龙的鳞片上连一道粗浅的划痕都没有 不过只是普通突击步枪的威力 显然不可能对接近鬼阶终极的闪电飞龙造成任何的威胁 龙铃的防御力又岂是区区突击步枪所能够碰瓷的 唐东看向了那发射黑色尖刺过来的地方 那赫然是血色藤腕上接触的一个类似于花苞一般的东西 只不过此刻花苞张开 黑色尖刺赫然就是从里面发射出来的 黑色尖刺被发射出来之后 藤腕花苞重新合上 一切好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些藤腕竟然有攻击意识 唐东狠狠地吃了一惊 他目光看向了其他地方 只见整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大楼上都缠绕着这种血色藤腕 虽然并不是每根血色藤腕上都会出现藤腕花苞 但频率也着实不低 一个街区小楼房上几乎就有着十几个藤腕花苞 假如这些藤腕花苞都能够发射出黑色尖刺 那这个城市的危险程度显然是直线上升 唐东很快在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了怪物 明明之前他们已经将聚集地附近的怪物都清理掉了 但因为幻想一变的原因如今街道上再度出现怪物 并且新出现的怪物实力更加强大 唐东只是随便看了几眼 这些怪物哪怕实力最为弱小的存在都已经达到了狼街巅峰 虎街更是比比皆是 简直离谱 唐东目瞪口呆心中惊骇不已 前世他就听说过幻想一变的可怕 但没想到恐怖到了这样的程度 尽管狼街和虎街对他而言不构成任何的威胁 但这些怪物对于普通人和或者普通能力者与强化者都是大敌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到鬼街的 这意味着实力如果不够强大的话 那经过幻想一变降临后的区域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地方 唐东坐着闪电飞龙继续向前 他没有理会这些普通的怪物 为了避免被楼房上的藤万花苞攻击 唐东特意让闪电飞龙增加了飞行高度 尽管藤万花苞的攻击对于闪电飞龙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但能不被攻击自然是好的 一直将飞行高度拉高到了500米的时候 这才算是离开了藤万花苞的攻击范围 闪电飞龙静直地朝着市中心所在的方向过去 沿途的路上唐东见到了许多新出现的怪物 其中绝大部分怪物都是他所没有见过的 鬼知道来自什么游戏 动漫或者电影 甚至是某个人自己幻想出来的怪物 地球上数十亿人类 幻想的怪物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电影 游戏 动漫这些仅仅只是广为人知而已 闪电飞龙一路朝着市中心所在的方向飞行过去 但还没有到达市中心的时候 唐东忽然看到了一道巨大的柱子 出现在了市中心所在的方向 那是什么东西 唐东的面色不由地变了 他现在距离市中心可是有着超过十公里的距离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看到一道巨大的柱子 屹立在市中心所在的位置 足以可见那一根柱子到底有多么的高大 等到距离靠近到三公里的时候 唐东终于看清楚了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只见是市中心所在的地方 一个近乎高耸路云的庞然大物屹立在这里 这个庞然大物的身躯庞大到了极致 它赫然是一棵树的造型与模样 仅仅只是随意计算 就能够看得出来 它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两千米 人类目前所建造的最高高楼 也不过才一千米不到而已 但这个大家伙 却有着超过两千米的身高 四周的那些摩天大厦 与这个庞然大物比起来 就好像是小孩子一般 连一半的身高都达不到 恐怖的巨树呈现出血色 血色巨树的顶端 甚至都插入了云层当中 其树干的直径同样超过了一百米 如此可怕的巨树 当真是让人惊骇欲绝 饶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唐东 都忍不住震惊不已 操 这TM到底是什么怪物 唐东忍不住瞳孔一缩 表情上全是震惊 哪怕隔着三公里 他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庞然大物身上 那近乎窒息一般的压力 龙剑 这一定是龙剑 自己的实力已经是诡计终极 但隔着三公里的距离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 依然能够感受到窒息的压力 显然 这棵血色巨树 必然是龙剑的实力 龙剑啊 幻想一变感不敢再夸张一些 现在才刚刚末日一个月而已 竟然就已经出现了龙剑的怪物 唐东口中 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甚至都能够感受到 身下闪电飞龙心中的恐惧 显然 面对这种堪称 称天之柱一般的可怕怪物 哪怕是闪电飞龙 也会害怕不已 在他没有踏足龙阶之前 势中心对他来说 已经成为了彻底的禁敌 以他的实力 一旦敢进入势中心的范围 那颗血色巨树 一定会对他发动攻击 在对方恐怖至极的实力面前 他不觉得自己能够逃得掉 面对这样的可怕怪物 暂时还是远离比较好 好在这只怪物 跟之前的食人古术一样 都是无法移动的 否则的话 他恐怕又要搬家了 不过 尽管血色巨树无法移动 但也不排除 对方有着其他的手段 因此之后 在魔都的活动 显然要万分小心 以免被血色巨树给盯上了 唐东控制着闪电飞龙离开 开始在其他地方探索 忽然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色的光柱 从数百米外击射而来 仅仅只是瞬间 就来到了唐东 与闪电飞龙的面前 突如其来的偷袭 让人猝不胜防 好在唐东早就猜到 可能会出现偷袭 因此全程都非常警惕 闪电飞龙猛然在空中扭转身躯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开着黑色光柱的袭击 黑色光柱瞬间击中了 一公里外的一栋大楼 光柱爆炸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恐怖的力量席卷四周 将那栋大楼 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唐东目光一凝 他目光立刻看过去 只见敌人正隐藏在 千米高的云层上 他马上控制闪电飞龙 飞入云层上 这才看清楚了 这头怪物的身影 这是什么怪物 数百米外 一颗眼珠 竟然就这么漂浮在云层上 是的 这就是一颗眼珠 只不过大小十分恐怖 眼珠的直径超过了二十米 庞大的身躯 好像是气球一般在飘荡着 这只直径超过二十米的眼睛 此刻正在死死地盯着唐东 眼神里面 有着杀戮与嗜血的渴望 眼珠的下方 是无数猙獰的触手 这些触手放在人类的身上 应该是神经 但现在 却变成了形态张牙舞爪的触手 触手的尖端是尖锐的爪子 似乎可以抓住敌人 So 就在唐东观察的时候 巨大眼睛 已经又射出一道黑色光柱 第一次偷袭就没有打中 第二次 又怎么可能命中 闪电雷鹰 仅仅只是稍微偏转一下身体 就已经度过了巨大眼睛的攻击 鬼阶终极 对方连续两次出手 已经让唐东 看穿了他的实力 唐东舔了舔嘴唇 一抹战意从他的身上涌现而出 正好他的手上却鬼阶元经 既然有怪物送上门来 那么他就不客气了 融合 唐东毫不犹豫发动了两种能力 他的身躯 以惊人的速度 与身下的闪电飞龙融合在一起 整个人瞬间化作了龙人形态 体内的原力消失了一截 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量 重新注入他的躯体内 让其站立攀升了一截 轰隆 抬手一道闪电 已经击射而出 如同导弹一般 瞬息之间跨越数百米的距离 来到了巨大眼睛的面前 巨大眼睛下面的触手 开始扭动起来 然后互相纠缠在一起 形成了一面盾牌 阻挡在面前 哼 闪电与触手盾牌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沉闷的轰鸣声 好诡异的怪物 该不会是克苏鲁吧 唐东皱着眉头 看着远处的巨大眼球 他见过的怪物不少 什么僵尸 哥布林 丧尸 异形 铁血 兽人等等 但像是巨大眼球这种 像是器官一样的怪物 着实极少见到 这东西 好像是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唐东发现自己 盯着看得久了 竟然感觉自己的眼睛 有些不太舒服 有问题 不能再盯着看了 唐东心中一惊 连忙一开目光 这巨大眼睛 有着一股特殊力量 自己差点中招了 一股怒火 从唐东的心里面生腾而起 他双眼里有着寒光在涌动 无数的闪电 也在他的四周肆虐出来 最终汇聚于口中 闪电吐吸 哼 由无数闪电汇聚而成的光柱射出 速度快到了极致 数百米的距离 在闪电吐吸面前 只是请客之间就到达 巨大眼球 依旧是如法炮制 让自己的血肉触手 纠缠在一起 形成盾牌 不过这一次 当闪电吐吸落在 触手盾牌上时 恐怖的力量 瞬间爆炸开来 轰隆 闪电吐吸的威力 远超常规的攻击 仅仅只是 瞬间就炸穿了 触手盾牌的防御 恐怖的力量 将其轰出一个大洞 然后剩余的闪电力量 直接落在 巨大眼球的本体上 巨大眼球 瞬间剧烈颤抖起来 下面的上百根触手 疯狂胡乱扭动 显然闪电吐吸 让巨大眼球十分痛苦 只不过他没有嘴巴 因此 无法发出淒厉的惨叫 第一道 闪电吐吸落在 巨大眼球的身上 眼见着攻击有效 唐东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发闪电吐吸 然后是第三发闪电吐吸 因为巨大眼球身上 那诡异的力量 唐东不想要去靠近 直接一直用闪电吐吸 进行远程攻击 足足三发闪电吐吸 全部命中了巨大眼球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 巨大眼球瞬间被中创 那庞大的眼球身躯上 遍布着被烧焦后 产生的痕迹 无数裂痕 同时在眼睛上弥骂出 好像是随时都会崩塌一般 那就让我来帮你一把吧 唐东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最后一道闪电吐吸吐出 落在了巨大眼球的身躯上 哄 这次巨大眼球 终于彻底支撑不住 庞大的身躯 直接炸裂开来 化作无数的血肉 而一枚婴儿拳头大小的圆巾 则是凝结而出 好 唐东的脸上露出笑容 他将圆巾抓在手中 感受着其中充沛的原力 笑容不由地更加浓郁了几分 不过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三道黑色光柱 从天空上三个不同的地方袭杀过来 以合围的姿态 将他包围在里面 封锁了三个方向的闪避路线 唐东微微皱眉 他扭转身体 瞬间冲入云层下方 哄 哄 哄 他刚刚离开原本的位置 刚才那里就传来了三道巨大的轰鸣声 爆炸撕裂了云层 形成一个大型的空洞 可怕的力量在其中肆虐不断 唐东绕开一个位置 重新回到云层之上 只见又是三个巨大眼球 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面 这种东西 竟然还是集群 唐东有些惊恶 随之脸上的表情凝重了许多 三个巨大眼球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但现在足足三只 恐怕他必须要避其锋芒了 云层上三个巨大的眼球 朝着唐东所在的方向过来 虽然他们的身躯看上去十分庞大 又仿佛在天上漂浮着 但移动的速度却并不慢 足足上百公里每小时的移动速度 称得上是迅捷 那巨大的眼睛明显看得出来 目光正死死地盯着唐东 眼神里面的杀意让人畏惧 唐东立刻与三只怪物拉开了距离 他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更加浓郁 可是这么远的距离 都耐用那股力量对我施加影响 这种怪物怕不是克苏鲁片场跑出来的 唐东表情不太好看 要说众多怪物当中 什么怪物最难缠 那克苏鲁系的怪物 无疑是名列前茅 克系的怪物都十分诡异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中了对方的手段 如今三只怪物一起盯着自己 唐东明显感觉得到 自己的眼睛似乎要发生某种变化 若不是自己龙人形态下 肉体强度同样惊人 恐怕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了 不行 不能跟着三只怪物交手 他们逐个击破才行 唐东立刻离开 靠着超过这些怪物一倍的移动速度 他很快就将所有的巨大眼球 全部甩在了身后 当距离这些巨大眼球 超过五百米距离的时候 唐东终于感觉眼睛的异样感消失了 五百米吗 真是惊人的距离 唐东心里有了数 对于鬼阶来说 五百米算一个十分正常的数字 他大概推测出了 这种眼球怪物的能力 对方可以通过注视的手段来 施加某种特殊的影响 被注视的人眼睛会逐渐变异 尽管不知道会变异成什么样 但想来也不会是什么正常情况 说不定到时候 眼睛变异会直接脱离 也不一定 等等 直接脱离 该不会眼球脱离之后 就会形成新的眼球吧 唐东心里不由地冒出这样的猜测 口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继续在附近游荡 一直保持在五百米外的距离 观察着这些巨大眼球 他发现 只要超过五百米这个距离 巨大眼球就无法发现 塌了 哼 虽然能力诡异 但弱点也非常明显啊 唐东的嘴角 忍不住勾勒出一抹笑容 好 龙银声炸起 庞大的闪电 开始在他的口中汇聚 化作一道紫色的光柱 闪电吐息 紫色光柱击视而出 直接横跨了六百米的距离 巨大眼球 依旧是用触手形成盾牌保护自己 但面对闪电吐息这样强大的攻击 他的触手盾牌 显然已经无法抵挡 哼 巨大的轰鸣声炸起 一道闪电吐息 直接将巨大眼球的触手盾牌炸穿 随之连续三道闪电吐息接踵而至 瞬间将这只巨大眼球当场炸死 圆经从半空中掉落下去 被唐东飞过去接住 第一个 唐东脸上笑容很是灿烂 随后他如法炮制 既然已经找到了巨大眼球的弱点 那对付起来就并不困难了 哼 哼 哼 巨大的轰鸣声在天空上接连响起 不多时 剩下的两只巨大眼球也被唐东杀死 总共收入四颗鬼阶终极元晶 称得上市丰富 看来幻想一变后还是有着好处 至少怪物的实力更加强大了 鬼阶随便都能遇到 唐东这么安慰自己 连续射了十几发闪电吐息 饶使唐东也有些吃不消 他体内的元力已经消耗了大半 唐东没有选择继续探查 而是先返回聚集地 现在的魔都十分危险 连唐东都不敢说 可以肆意妄为 没有足够的元力支持 若是遭遇强大的怪物 到时候 恐怕就有麻烦了 几分钟后 唐东返回曙光聚集地 他退出了龙人形态 闪电飞龙嘀吼一声 巨大的脑袋凑过来 然后张开了嘴 显然 这家伙在讨要元金 唐东白了他一眼 不过闪电飞龙的确是出力了 四颗元金一颗都不给 的确说不过去 唐东丢了一颗 给闪电飞龙吃下 他顿时心满意足 回到龙巢中休息 消化元金里面蕴含的元力 唐东很快将众人召集起来 在会议室内 然后将自己刚才一路探查 所遇到的事情 全部说出来 同时拿出了沿途拍摄的录像 当看到录像里面 那一颗巨大的擎天之柱 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震惊的神情 这 是什么怪物 冷明忍不住倒吸凉气 赵洁脸上的表情 明重到了极致 我以为食人古术 就已经足够庞大了 但是和这一个 庞然大物比起来 食人古术 只能算是刚刚幼儿园 毕业的小孩子 食人古术的高度 仅仅只有300米而已 而血色巨树的高度 则是超过了2000米 双方无论是高度 还是树干的直径 都不是一个层面 堪称大人 与幼儿园孩童之间的比较 冷月息目光严肃 这就是龙街怪物的实力吗 没错 这颗血色巨树的实力 俨然已经到了龙街 因此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外出 都不要靠近 食中心三公里的范围 没有龙街的实力 进去几乎是必死无疑 唐东沉声道 众人都点头 脸上明显有着畏惧的神情 面对这样恐怖的怪物 有畏惧十分正常 哪怕是唐东自己 都现在不敢去面对 将外面的情况 整个看了一遍 会议室内的气氛 不禁有些凝重 尽管只是短短半个小时的视频 但已经看得出来 整个魔都的怪物实力 有了巨大的提升 无论是那些遍布城市的 血色藤蔓 与血色树根 还是那新出现的怪物 亦或者原来的怪物 实力都相当不简单 龙街巅峰 在这个城市 几乎已经是最底层了 虎街更是如同杂草一般不值钱 到处一抓一大把 特别是那些血色藤蔓上的花苞 每一个花苞 都是虎街怪物 一栋三十层楼的摩天大厦上 少说有一百个花苞 而魔都又是一线城市 几十层楼的大厦 这里不知道有多少 就算是居民楼 也是二三十层 唐东粗略估算了一下 如今魔都虎街怪物 至少在一百万以上 鬼街估计都有好几千 这个数字 简直是让人头皮发麻 会议很快结束 众人各自离开 临走的时候 唐东特意制定了 新的聚集地规则 从现在开始 没有虎街的实力 不允许离开聚集地的范围 新的规矩很快被传达下去 下面的众人 一个个都猛逼不已 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 现在连离开聚集地的要求 竟然都这么高了 魔都竟然危险到这种程度 不少人都打了一个寒战 忍不住有些担心起来 魔都的生存环境 变得如此恶劣 一些人甚至提出 干脆离开魔都的意见 不过这些意见全部被拒绝 如今的情况虽然危险 但还没有到狼狈逃跑的程度 轰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天空上 响起了一阵螺旋桨的轰鸣声 首领 有武装直升机 朝着我们这里过来了 恐怕是武装聚集地的人 刘东立刻过来汇报情况 唐东走出房门来到外面 他微微眯着眼睛 看到了那架武装直升机 很快 武装直升机来到聚集地的上空 经过通报之后 果然是武装聚集地的人 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下来 最终落在了停机坪的位置 机舱门打开 彭军从里面走出来 他看向四周聚集地的情况 当看着许多人都在看着自己时 彭军脸上的表情十分自然 刘东走上前来 跟我来吧 首领在会议室里面见你 有劳了 彭军脸上露出笑容 在刘东的带领之下 彭军来到了会议室中 见到了正在其中的唐东 唐首领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彭军脸上有着恭维的神情 唐东喝了一口咖啡 他道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不喜欢拐弯抹脚 既然唐首领如此豪爽 那我便直说了吧 我们首领这次派遣我过来 是希望与曙光聚集地结盟 如今外面的情况 我想唐首领已经看到了 因为几个小时前那惊人的异变 以至于整个魔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变化的 甚至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魔都人 都觉得有些陌生人 整个魔都所有的怪物实力 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没有虎街的实力 甚至都无法出门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彭军的脸上有着些许无奈的神情 刚才他坐着武装直升机 一路飞行而来 路上绕了很大一圈 以往可以在天空上 直接从室中心飞过 但现在已经不行了 室中心那恐怖的血色巨树 简直可怕到了极致 别说直接飞过去 甚至稍微靠近 都有死亡的风险 为了能够过来 彭军特意绕了很大一圈 即使是这样 路上也遭遇了十几次空中 飞行怪物的袭击 好在那些飞行怪物 只是虎街而已 否则他都无法顺利地来到这里 结盟啊 唐东眯着眼睛 他深深地看了彭军一眼 淡淡道 结盟当然可以 但我对你们武装聚集地 一点都不了解 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谨慎 面对陌生人 恐怕是无法结盟的 彭军面色不变 似乎是早就预料到了 唐东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明白唐首领的意思 不过 我们可以从互相了解开始 首先我们聊表诚意 就先送唐首领一个消息吧 哦 唐东看向他 什么消息 魔独除了我们两个聚集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聚集地 彭军语出惊人 此话译出 唐东着实有些惊讶 这真的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万万没想到 魔独竟然有三个聚集地 但仔细一想 似乎并非没有可能 毕竟魔独数千平方公里的面积 数千万的人口 有几个大型聚集地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想知道 那个聚集地的一些情况 唐东深深看了彭军一眼 彭军脸上微微轻笑 当然没问题 说话之间 他拿出了一份文件 然后递到了唐东的面前 这份资料上的信息 就是那个聚集地的情况 唐首领可以过目 这些资料信息 都是绝对真实 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成分 唐东将资料打开 只见这份资料 的确相当详细 上面记录了 那个聚集地的各种情况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彭先生就暂时 在我们曙光聚集地住一天吧 等明天再离开 唐东道 彭军毫不犹豫地点头 那就劳唐首领 唐东叫来一个人 然后通知赵明 去安排彭军今晚的住宿 他拿起文件仔细阅读起来 这第三个聚集地的名字 叫做巨石聚集地 整个巨石聚集地的人口 同样十分庞大 甚至比他曙光聚集地 还要更多 足足有接近三千人 之所以有着这么多人 是因为这个巨集地所在的 为止是魔都郊区 因为怪物没有那么密集 因此活下来的人自然更多 不过 虽然是郊区的聚集地 但巨石聚集地的实力 却一点都不弱 同样有着三个鬼阶强者 数十虎阶 而一手建立这个巨集地的人 则是一个叫做巨石的男人 资料上面并没有表明 巨石的能力是什么 有关于巨石的信息 也是少得可怜 仅仅只是有着一张照片而已 照片上是一个身高2米2的肌肉巨汗 他身上的肌肉十分发达 恐怖的肌肉 看上去就好像是钢铁打造一般 仅仅只是看上去 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居然有着这么装束的体型 他的能力 恐怕就是肉体强化类型的吧 唐东做出这样的猜测 他不确定 巨石到底是不是这种能力 肉体强化类的能力 给他的感觉 一向都是不怎么强大 因为人类的体型就只有这么大 除非愿意像是三眼巨人那样 长到近10米高 否则的话 单纯依靠肉体 想要获得足以堪比导弹 甚至是核弹的力量 势必要让自己的肉体 异常庞大才能 像是闪电飞龙 一展超过30米的体型 全身上下的肌肉 也是异常发达 尽管闪电飞龙 没有肉体强化的特殊能力 但靠着庞大的身躯 闪电飞龙的肉体力量 着实不弱 巨石能够建立起一个聚居地 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唐东眯着眼睛 他没有因为对方是肉体强化类的能力 就小看对方 能够建立起一个聚居地 就已经足以证明巨石的强大了 更别说 巨石还真不一定就是肉体强化类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赵明很快过来找到唐东 他脸色上有着凝重的神情 首领 对于彭军的结盟请求 您是什么看法 唐东没有犹豫什么 我准备直接拒绝他 彭军这伙人 不是什么守规矩的家伙 跟他们合作 可你当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 唐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彭军给他的柑橘 总是皮笑肉不笑 虽然按上去 赌你十分的和善 但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 恐怕就只有他自己 ICR能够知道答案了 听到唐东有明确的答案 赵明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唐东作为曙光聚居地 最怕的就是 没有一个大局观 这样是非常重要 跟无装聚居地局 噩梦本根得不到多少的好处 毕竟两个聚居地 相隔数十公里之遥 真要是曙光聚居地 出现了什么事情 到时候过去求援 然后对方再派遣援兵过来 到时候 曙光聚居地 恐怕骨灰都来凉了 最为关键的 唐东不觉得 连自己等人都解决不了的危机 到时候 彭军这些外人 会帮着解决 他们不落尽下时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想到这里 唐东直接坚定了 不跟这些人结盟的想法 很快 他重新见了彭军一面 然后拒绝了对方 听着唐东拒绝 彭军明显有些始料未及 他忍不住到 唐首领 如今魔都大变 我 彭军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唐东直接打断 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解决下来 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 安全度过这场灾难 不需要你们的帮忙 送客 唐东三下五除二说完之后 直接开始赶人 被唐东明确地拒绝 彭军的脸上 有些不太好看 但还是挂着一些 虚伪的笑容离开 看着彭军 离去的直升机影子 唐东心中冷笑 别以为他看不出来 彭军所谓的结盟 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一个先前还在打你注意的敌人 突然跑过来跟你结盟 只要不是脑子有问题的人 恐怕都会选择拒绝 彭军离开曙光聚居地后 他绕了一大圈 从魔都的郊区外围区域 回到武装聚居地 他刚刚从武装直升机上下来 便立刻有人过来通知他 首领让你回来了 就过去找他 那人道 说完之后便离开 彭军静止地走去张妹的房间 然后将唐东拒绝的事情 说了出来 文言 张妹不由地皱起眉头 他们竟然拒绝了 没错 我觉得曙光聚居地的实力 比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实力 更加强大 他们拒绝我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犹豫 居住在聚居地里面的人 也没有任何担忧和害怕的意思 显然他们 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足够的自信 彭军说出了自己的观察 因为幻想巨线的原因 导致魔都大变 别的地方不说 就他们无装聚居地 上上下下的人 都因为这大变的魔都 而开始担忧 生怕哪天跳出一头恐怖的怪物 来将他们覆灭了 但这样的情况 在曙光聚居地里面 却完全没有 里面的人 无论是普通的后勤人员 还是要冲锋的战斗人员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身上 才会有担忧的表情 不少人甚至在聚居地里面 有说有笑 哪里有半点世界末日的氛围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哪里的 COS社区 张妹眼里涌现出一道金光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曙光聚居地的危险程度 就要上调了 他们的实力如此强大 如果任由他们继续发展下去 他们早晚会将 魔都视为自己的地盘的 到时候 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张妹思索了一下 既然曙光聚居地不愿意结盟 那就算了吧 亲爱的 你再去一趟巨石聚居地 巨石那个脑子里塞满肌肉的家伙 肯定会加营我的加盟邀请的 张妹脸上有着笑容 走上前抱住彭君 两人像是情侣一样抱在一起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三天的时间就已经过去 经过了这三天 众人已经适应了 幻想巨线为魔都带来的改变 尽管外面的怪物实力大涨 但好在聚居地所在的地段位置不错 因此 附近的怪物实力都不算特别强大 特别是在唐东和冷月西 两人日夜不停的倾角之下 附近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怪物 都已经被全部解决干净 所有被杀死的怪物尸体 都被虫族拖回了巢穴里面 然后喂给虫王当作零食吃掉 在大量食物的供应下 虫王繁育下一只又一只精英虫族 而今天赫然就是精英虫族成熟的日子 一大早的时间 唐东便已经起床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虫巢所在的地方 虫族巢穴所需要占据的地方不小 再加上虫子这样的东西 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 因此 为了避免麻烦 唐东将虫族巢穴 安置在了距离聚居地100米所在的地方 这里刚好是一个公园 不过现在已经被虫族彻底改造成为了巢穴 唐东坐着闪电雷鹰来到这里 他纵身一跃 从其背上跳跃下来 然后落在了地面上 只见公园已经在虫族们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下 被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巢穴 整个地下巢穴的面积很大 足足有着一个体育场的面积 高度也达到了6米 巢穴内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唐东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手电筒 伴随着灯光的照亮 虫族巢穴的样子汇总 故意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巨大的虫族巢穴里 一个身高接近4米的庞然大雾 正趴在正中央的位置 他的身躯十分庞大 哪怕是趴在地上都有3米高 身长更是达到了15米的恐怖程度 这个大家伙赫然就是虫王 他现在的样子 很像是毛毛虫的模样 感知到唐东这个主人的靠近 虫王的精神发过来轻易的思想 唐东不由地嘖嘖称奇 你这家伙居然还在生长 你到底要长得多大 虫王 安抚了一下虫王 唐东这才将目光看向四周的虫卵 只见足足上百个巨大的虫卵 就分布在虫王四周的位置 这些虫卵的高度都在1米左右 整体呈现出椭圆的形状 唐东感知了一下 明显感觉得到 虫卵里面的虫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如今 虫王一天就能够生育出24只虫卵 平均一个小时一只 虫卵又需要24小时来进行孵化 之后幼虫就会破壳而出 幼虫还需要三天时间来进行成长 彻底成为成虫 而一旦成为成虫 这些精英虫族 就可以拥有虎接下级的战力 不远处的巢穴里面 一群大约成年狗大小的幼虫 就在那里爬来爬去 幼虫的四周 还有大量的怪物尸体 这些幼虫的实力 基本上都有狼接下级 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人 他们的口气十分锋利 能够从这些怪物尸体上 撕咬下肉 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紧接着便是成虫 唐东直接来到了虫族巢穴的外面 第一批新生的24只成虫 已经排列整齐站在这里 每一只成虫的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全部都是青一色的虎接下级 所有的成虫身高在2米4左右 它们下身有四条腿 可以进行四足行走或者奔跑 背后长着一对可以隐藏的翅膀 上半身则是双手的利爪 黑色的甲铐 包裹住它们全身上下大部分的地方 双手上那锋利的爪子 更是散发着金属的光泽 唐东检查了一下 这些爪子的锋利度 比起真正和精打造的刀尖而言 不逊色分毫 再加上它们强劲有力的双手 这爪子足以轻易动穿一辆车 好好好 唐东连续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可见它有多惊喜 这些全新的虫族让它非常满意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这些成虫都相当厉害 再加上它们有着一对翅膀 尽管无法真正进行长距离飞行 但依靠着力量强大的后肢 它们能够跳跃十几米的高度 然后张开翅膀进行滑行 这意味着 这些成虫的机动性十分出色 普通的虎接都比不过它们 强大的力量 迅捷的速度 锋利的爪子 厚实的生物甲铐 再加上可以进行短距离滑行的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它们除了没有远程攻击能力之外 简直就是完美的战斗机器 最关键的是 这种战斗机器 一天就能生产出24台 而所需要消耗的东西 仅仅只是一些怪物的尸体而已 怪不得无论是小说还是游戏 亦或者电影里面 虫族的实力都特别强 虫海战术更是文明 这些家伙真是太好用了 唐东脸上满是笑容 检查完了这些虫族 唐东毫不犹豫地 将它们带回聚居地里面 卧槽 正在广场上训练的赵杰等人 看着唐东 带着24只高大威武的虫族过来 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游骑兵军团组建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目前早就传遍了聚居地里面 一看到虫族 所有人立刻明白 这个军团可以正式开始进行组建了 阿杰 这24只虫族就交给你了 由你来组建游骑兵军团 以后每天24只 你去找虫旺领取就好 唐东如是道 赵杰文言两眼放光 没问题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谁能拒绝这么高大威猛的重行战车 当自己的座器呢 解决了游骑兵军团的事情 唐东随即离开了聚居地 他准备开始挑选两只强大的怪物 当自己的契约兽 本来之前就应该挑选的 只不过因为幻想一变的事情而耽误了 现在既然聚居地已经暂时安定下来 那就应该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两个契约栏位 一个栏位肯定要给海洋生物留下 魔独本就靠近海洋 正好有了海洋契约兽 我就可以出海了 至于另一个栏位 唐东有些苦恼 海陆空三军他都已经有了 陆地契约兽有鬼虎和雷纳 天空飞行有闪电雷影与闪电飞龙 甚至连军队他也有重足 这意味着他现在手下的契约兽很全面 算了 先转一圈看看吧 遇到核氏就将其契约了 唐东咬了咬牙 最终决定随缘 他开始寻找核氏的契约兽 一路坐着闪电飞龙 飞行在数百米的空中 一路进入城市 很快就来到了距离聚居地 两公里左右远的地方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凛冽的破空声陡然响起 这道声音来自于地面 但却飞行速度极快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闪电飞龙的面前 砰 突如其来的攻击 直接命中了闪电飞龙 巨大的力量 让闪电飞龙的身体 狠狠抖动了一下 好 闪电飞龙瞬间愤怒 饱含怒火的龙眼看向了地面 唐东也一起看过去 这一看 顿时吓了他一跳 只见地面上 一个身高超过四米的巨大兽人 正阳天看着唐东与闪电飞龙 那兽人的实力十分惊人 高大的肉体上 有着仿佛爆炸一般的力量 刚才射中闪电飞龙的东西 赫然就是这只巨大兽人 徒手射出来的镖枪 兽人 唐东一眼就认出了 这种绿皮肤的野蛮怪物 好 地面上的兽人 发出巨大的咆哮声 强悍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赫然达到了诡计终极的程度 而就在这只兽人的四周 赫然还有着大量其他的兽人 这里赫然就是一个 兽人聚居地所在的地方 整片区域都被这些兽人占领 他们的数量十分庞大 唐东只是随意扫了一下 就至少发现了五千以上的数量 数量庞大的兽人 占据了这附近所有的建筑 包括商铺 街道 甚至是酒店等等 他们将这些建筑 当成了自己的巢穴 甚至拆卸了建筑上的各种东西 给自己打造了铠甲一般的东西 穿在身上 绝大部分兽人 甚至拿着简易制作的武器 只是看上去十分的简陋 充满了浓浓的废土风 死 唐东倒吸一口凉气 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堆兽人 而且 数量如此庞大 他脸上的神情 瞬间凝重了许多 超过五千数量的兽人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 地面上 那只身高超过四米的巨大兽人 目光死死地盯着闪电飞龙 显然 他将闪电飞龙当成了入侵者 好 巨大兽人口中发出愤怒的怒吼 强大的原力从他身上涌动出来 随后化作了一枚黑色的长矛 so 黑色长矛再度击射而出 速度犹如导弹一般 瞬息之间就跨越了数百米的距离 原来刚才攻击闪电飞龙的东西 就是这个 唐东马上控制着闪电飞龙闪避 面对鬼阶终极的攻击 他可不想让闪电飞龙硬刚 闪电飞龙迅速拉上了高度 短短时间内就来到了千米的空中 但没想到 地面上那只兽人 竟然还在盯着闪电飞龙 似乎只要闪电飞龙不离开 他就恃不罢休 如此这般的态度 让唐东意识到 麻烦的所在 这些兽人 绝对是幻想一变所带来的 否则如此强大实力的兽人之前 绝对不可能没有发现 而且最麻烦的是 这些兽人 距离聚居地不远啊 唐东觉得有些麻烦 没想到以前在云江遇到的事情 现在到了魔都兰 还又上演了一次 但两拨兽人的实力 可谓是天壤之别 先前那个兽人部落 不过只是几十只兽人罢了 连一只虎街兽人都没有 但是刚才唐东仔细看了一下 下面那数千只兽人密密麻麻 虎街兽人到处都是 哪怕是实力最差的兽人 都达到了狼街巅峰的程度 其中 虎街兽人的数量至少在三千以上 至于鬼街兽人 他也发现了八只之多 而最强的鬼街兽人 自然就是对闪电飞龙 发动攻击的那一只 实力赫然已经接近鬼街上级了 如此庞大的兽人聚居地就在附近 这让唐东如何不头疼 他控制着闪电飞龙开始远离 但这只是幌子而已 一直到脱离了那只兽人的视线后 唐东让闪电飞龙待在天上 自己则是翻身下龙 独自靠近兽人聚居地查看情况 他原路返回 很快来到了兽人聚居地附近所在的地方 超过五千只兽人 已经将这数条街道都完全改造了 这些兽人每一个都十分强壮 哪怕是女性兽人 一个个都是肌肉爆炸 胳膊比普通人类的大腿还要粗 唐东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 免得被兽人发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几只特殊的兽人 普通兽人的身上 基本上都穿着各种简易制作的铁甲 拿着奇形怪状的武器 但那几只兽人 却没有这么做 反倒是手上拿着一个类似于法杖一般的东西 不会是兽人法师一类的吧 唐东的嘴角不由地抽出了一下 他想起了一块游戏 这一批兽人 恐怕就是从那款游戏里面具现出现的 不过明显看得出来是经过魔改的版本 他仔细清点了一下 除去在建筑里面的兽人之外 仅仅只是自己目光所及之处 所发现的兽人数量就超过了五千 其中兽人巫师的数量大约在五十个左右 这些兽人明显有着地位的差别 实力弱小的兽人就住在底层 而实力越强大的兽人 居住的地方就是高楼 他们懂得制作武器装备 虽然只是一些落后的简易武器 但配合上这些兽人强悍的肉体 哪怕是一根铁棒 在他们的手中 也能轻易发挥出恐怖的破坏力 数千只兽人里面 除了老人和还未成年的孩子 大半都是战斗力 再加上那八只诡计的兽人酋长 显然 这个兽人聚居地的实力相当恐怖 唐东一直趴在某栋楼的天台上 一直观察着这些兽人的举动 一直到中午这才离开 他重新飞越到闪电飞龙的身上 一人一龙朝着聚居地所在的方向而去 回到聚居地后 唐东立刻将所有高层全部召集起来 众人听着唐东忽然召开紧急会议 都明白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一个个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 赶往会议室 首领 唐东面色严肃地从外面走进来 然后拿出了自己刚才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与视频 当视频与照片展现出来 众人定睛一看 刘东忍不住惊呼出声 卧槽 这不是兽人吗 以前咱们在云江那边干过的 怎么在魔都也有 等等 这些兽人似乎有些太夸张了吧 除了赵鹏一不知道之外 其他人对兽人都不陌生 以前在云江的时候 就与这些绿皮肤的家伙交过手 没想到 这才过去一个月不到 又在魔都碰到了这些家伙 冷月西目光扫过这些照片 他很快明表了唐东面色严肃的原因 这些兽人实力不简单 他们的实力很强 那八个身高超过四米的兽人 恐怕已经到了鬼街 冷月西道 什么 冷月西的话 将在场的几人吓了一跳 鬼街 就凭这些看上去十分野蛮的家伙 竟然也有这样的实力 唐东点头肯定了冷月西的话 冷月西说的没错 那八只我称之为兽人酋长的家伙 就是鬼街 其中最强的一只 实力接近鬼街上级 我之所以发现他们 是因为我骑着闪电飞龙 从这些兽人的聚居地上空飞过 被他们攻击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攻击 我恐怕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咱们聚居地两公里外的地方 出现了这么一群不速之客 他顿了顿 继续道 经过我的简单统计 这个兽人聚居地 一共有超过五千的兽人数量 其中成年兽人为虎街 数量至少在三千左右 剩下为老弱病残 除此之外 他们队伍里面 还有类似于兽人法师一样的东西 唐东将这些兽人的照片 都展现出来 三千虎街 八只鬼街 还有什么兽人法师 死 赵捷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浮现出惊骇之色 这些绿皮篓 居然这么强 唐东面色严肃 没错 我们两个聚居地 相隔的距离并不远 区区两公里 短距离随便走一下就到了 这些兽人 应该是才幻想一变的时候 被巨献出来的 目前他们正在朝着四面八方扩张 根据我的估计 最多七天的时间 他们就会探索到我们这里 如果快一些的话 恐怕两三天就到了 他的话 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超过三千的虎街兽人 如此恐怖的实力 他们目前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赵明早已经紧锁着眉头 我们目前的鬼街数量 仅仅只有六个而已 虎街连一百都没有 这么看来 无论是高端力量还是中间力量 我们都全面不如兽人啊 唐东闭着眼睛 我目前还有两个空闲契约篮位 意味着我们 还可以再多两个鬼街的力量 那么鬼街上 我们就与这些兽人持平了 接下来 只需要挡得住三千兽人大军就行 呃 三千兽人大军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都露出些许尴尬的神情 冷明开口道 我已经快要突破了 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有信心 能够迈入鬼街 这话让众人眼睛一亮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能够多出一个鬼街的战力 那绝对是非常好的 赵明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冷明的能力是爆炸 等突破到鬼街之后 爆炸的威力与范围 必然会大幅度提升 这么一来 我们比兽人多出一个鬼街的力量 如果让冷明来对付那些虎街兽人呢 他的能力很适合用来进行集群攻击 唐东眯着眼睛 他暗自点头 赞同赵明的话 冷明微微一笑 交给我 我有信心 能够用绝对的火力 打爆对面的气势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这才惊讶地发现 他们并非是没有胜利的希望 鬼街的战力有多强大 他们可是知道的 多出一位鬼街 足以轻松碾压无数虎街 更别说聚居地里面 还有不少的武装直升机与坦克 这些同样可以对兽人大军 造成巨大的杀伤 好 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全天24小时 监控兽人的动向 冷明 接下来你的目标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 踏足鬼街 至于我也尽快去契约 两只鬼街契约兽出来 将我们的战力填满 唐东语气毫不犹豫 是 众人都纷纷点头 简短的会议就这么结束 兽人的事情 自然是没有传出去 因此 聚居地里面的普通人 浑然不知道一个庞大的兽人 聚居地就在两公里外 唐东直接给崇王那边 下达了一个命令过去 让崇王拼了命多繁育一些虫子 一天24只虎街虫子 还是有些太少了呀 唐东不仅摇了摇头 接下来准备寻找 合适的怪物来契约 既然是要对付兽人 那最好是个体战里 强大的种类 像是崇王这种辅助类型的 就不行 唐东一路朝着另一个方向 飞行而去 很快 一个大型的动物园 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着下面的动物园 唐东不由地想起 自己的鬼虎 就是从动物园里面弄到的 魔独动物园的规模十分庞大 巅峰时期 里面有着上百只动物 不过现在 因为幻想纪元的到来 里面的动物 要么逃走了 要么被杀死 硕大的一个动物园 此刻显得十分安静 等等 安静 这不对劲 唐东脸色微微一变 因为幻想一变的原因 现在魔独上上下下 基本上不存在一片区域 没有怪物的情况 但下面魔独动物园 却显得十分安静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他猎杀了这片区域的其他怪物 或者将其赶走了 才会出现这种安静的情况 许青眼睛亮起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实力至少都是鬼阶 许青怕了拍闪电飞龙的脑袋 后者立刻降低了飞行高度 哦 唐东刚刚让闪电飞龙 降低飞行高度 立刻就引起了动物里面里 那只强大怪物的注意 一道狼嚎声响起 传入唐东的耳朵里 他定睛一看 只见动物园狼山所在的区域 一直有又一只巨大的野狼 从里面出现 足足二十多只野狼 骑刷刷抬起头 看向天空上的闪电飞龙 这些野狼全部都是虎阶 而领头的狼王 更是已经达到了鬼阶下级 总共二十八只野狼怪物 有公有母 显然 他们就是造成这个动物园 没有其他怪物的原因 好好好 唐东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当看到狼群的时候 唐东脑海里面 猛地闪过一道灵光 他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自己一直以来 都是让闪电雷影与鬼虎 待在基地里面 如果能够让他们统领一个族群呢 自己统领闪电雷影与鬼虎 然后让鬼虎与闪电雷影去 分别统领各自的族群 然后再让族群繁殖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拥有一只庞大的怪物大军 草 原来这才是统预能力的正确打开方法 唐东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以前自己怎么就这么笨 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还好眼前的狼群 给了自己这个灵感 现在也不迟 虫群虽然不错 但那些虫族的智商 是实在是太低了 他早就验证过 虫群基本上要靠虫王指挥才行 单个虫子 哪怕是虎接虫子 智商都低得可怜 但如果是虎群呢 鹰群呢 甚至未来自己可以 专门修建大型的契约兽群 弄它几百甚至上千只 然后一代一代繁育 不断培养出更加强大的优秀个体出来 简直完美啊 一想到那样的场景 唐东简直都要醉了 这才是自己统预能力的正确使用方法 自己以前一直玩差了 他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未来的前途有多光明了 他完全可以 让鬼虎弄一个虎群出来 让闪电雷鹰弄一个鹰群出来 到时候 自己通过鬼虎与闪电雷鹰 来达到间接控制虎群与鹰群的目的 如此一来 只需要自己一声令下 就可以有铺天盖地的强大怪物冲锋而上 自己只需要保证 控制族群里面最强的王就可以了 甚至 未来海洋七约兽也可以这么做 通过这种办法 那海陆空三军都完全可以组建了 唐东忍不住大笑出声 他深吸数口气 压下自己心中的激动 海陆空大军的事情以后再说 目前还是先将狼王给驯服了吧 他的目光落在地面动物园内狼王的身上 这头狼王同样身形高大 身高三米 身长接近十米 他全身上下毛发雪白 如同一只雪狼一般 看上去帅气到了极致 隔两百多米的距离 唐东毫不犹豫 发动了统域的能力 强大的精神力量瞬间涌动而出 化作一柄大锤 狠狠地砸在雪狼王的精神世界 好 雪狼王口中忍不住发出一道惨叫声 狼群里面的其他雪狼 看到这一幕 全都有些惊慌失措 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哄 哄 哄 唐东不断用精神力量 攻击着雪狼王的精神世界 他的精神力量是鬼阶终极 比雪狼王高出了一个小境界 灵魂尖笑 他毫不犹豫 发动了从蕾娜那里共享过来的过来 强大的精神力量 化作一柄刀锋一般的东西 瞬间斩在雪狼王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刚才是大锤 那现在就是刀刃 痛苦比刚才更加强烈 好 雪狼王七力惨叫声 巨大的身躯已经趴在了地上 面对唐东这个擅长精神攻击 实力还比他更加强大的人类 雪狼王的臣服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在唐东源源不断的攻击之下 雪狼王的反抗越来越微弱 精神世界的大门也在逐渐被打开 哄 一道沉闷的轰鸣声响起 经过五分钟持续不断的轰炸后 雪狼王终于再也坚持不住 精神世界的大门彻底打开 唐东的精神力量 毫不犹豫长驱直入 瞬间来到了雪狼王精神世界的最深处 在其灵魂上留下了一道烙印 一人一郎顺利建立了联系 刚才还挣扎不已的雪狼王 瞬间恭敬且顺从地跪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黑色令牌的内部涌动而出 瞬间进入了唐东的身体内 从雪狼王那里 共享过来的能力只有一种 这股力量涌遍唐东全身上下 迅速改造着他的身躯 从血肉到筋骨 从筋骨到内脏 让许青的身体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足足过去了数分钟 这种改造才渐渐停止下来 唐东重新睁开眼睛 一抹惊喜之色 从他的双眼里涌现而出 好 唐东心中兴奋大笑 他随手一抓 一团寒冰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寒冰操纵 这便是从雪狼王这里 共享过来的能力 原来自己给他取名 叫雪狼王 还真没叫错 太爽了 契约了雪狼王 直接让我得到了 狼尖下级境界的寒冰操纵能力 这种能力强度 恐怕足以和冷月息相比了吧 许青裂开嘴 笑得十分开心 还有什么是比白嫖更加开心的 没有 白嫖就是这么爽 他拍了拍闪电飞龙的身躯 后者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 然后唐东纵身一跃 跳下来落在地上 四周的狼群 见着唐东跳下来 立刻就想要扑上来 不过 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 雪狼王便已经低吼出声 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狼群 瞬间就安静下来 然后学着雪狼王一般 跪倒在了唐东的面前 漂亮 唐东大笑 雪狼一族的情况 足以证明他的计划是行得通的 那以后 就可以开始给鬼狐狱闪电雷鹰 找一些族人了 走吧 你们以后不用住在这里 跟我换个新家 唐东上前摸了摸雪狼王的毛发 嗯 手感十分坚硬 简直跟钢针一样 他倒是没什么奇怪的 实力到了雪狼王这样的程度 还能拥有一身柔顺的毛发 那才是奇怪的事情 哦 雪狼王低吼了一声 然后回头走 同时在精神世界传递过来了一个信息 咦 雪青眼睛亮起 他跟着雪狼王过去 只见狼窝里面 竟然还有十四只小狼崽子 怪不得闪电飞龙仅仅只是靠近 你们的反应就这么大 原来是这个原因 唐东恍然大悟 这些小狼崽子全部都是雪狼 一个个白白嫩嫩十分可爱 看得传来了 他们应该才出生没多久 其中甚至只有少部分睁开了眼睛 唐东犹豫了一下 决定等会儿回去聚居地 然后用卡车来将这些小狼崽子带走 否则长途奔袭下 这些小家伙恐怕吃不消 唐东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雪狼王 让他继续在狼穴内等待 自己之后再过来将整个狼群带走 哦 雪狼王低吼一声 点了点头 搞定雪狼王的事情 唐东心情大好 整个雪狼一族除了雪狼之外 还有27只普通的成年雪狼 其中 宫雪狼的战力是虎接上级 母雪狼的战力则是虎接中级 这都是相当不错的战力 而且 他们一年就可以繁育好几胎 只要有足够的食物 养活小狼崽子并不困难 如今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缺 但肉食是绝对不会缺的 哪怕几百只雪狼都可以轻松养活 何况这区区20多只把了 重新回到闪电雷鹰的背上 唐东继续开始寻找契约兽 七个蓝位已经消耗了六个 还差最后一个了 这最后一个契约兰位 他也准备收服 像是雪狼一族这样的怪物 这等于买送一群 主打的就是一个白嫖 白嫖 多是一件美事 抱着这样的想法 唐东开始在整个魔都四处游荡 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怪物族群 这一找就是足足数个小时 从最开始的兴奋 到最见冷却 再到最后失望 他愕然地发现 成群结队的怪物十分稀少 像是雪狼一族这样的情况 更是如此 就算有集群的怪物 但实力根本不够 最多也不够虎街罢了 虎街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最好是首领式狼街 然后带一群虎街的小弟 这才是完美的情况 然而几个小时的寻找下来 唐东眼睛都快看酸了 却还是没有找到 让自己心仪的怪物 现实往他的头顶浇灌了一盆冷水 显然 天底下没那么多便宜给他占 白嫖并不是可以随便 就能碰到的好事 可惜 不能白嫖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选择个体的鬼界怪物 哎 唐东心中叹了一口气 他回忆了一下 自己刚才一路走来 所遇到的所有鬼界怪物 最终确定了其中的一种 他立刻让闪电飞龙掉头 经过几分钟的飞行之后 最终停在了一个公园里面 只见公园的广场上 赫然有着一块巨石 这块巨石十分庞大 仅仅只是看上去就知道 至少有上百吨 在普通人 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但在唐东的感知之下 这分明是一个强大的怪物 石头人 这种怪物 在各大影视 动漫甚至是游戏里面都是 经常出现的怪物 以皮操肉活组成 尽管行动缓慢 但却有着恐怖的防御与血条 用来防御与拉仇恨 非常不错 与兽人的战斗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唐东需要一个重坦 用来拉仇恨 显然这个石头人 就是不错的选择 尽管移动缓慢 但其恐怖的防御力 与肆虐的力量 足以弥补其速度缓慢的缺点 甚至唐东都怀疑 石头人的动作 真的缓慢吗 恐怕这个缓慢 也只是相对而言 实力达到了诡计的石头人 绝对不是什么 慢吞吞的形象 只是相对于诡计而言 缓慢而已 但放在虎尖面前 绝对是迅捷的存在 轰隆 闪电飞龙张嘴 就是一道闪电吐出去 直接落在石头人的身上 好 闪电在石头人的身体上 爆炸开来 将处于沉睡状态下的 石头人惊醒 下一刻 刚才还只是 巨大岩石模样的石头人 瞬间发生了变化 他生长出了四肢与面庞 整个人意识在地面上站立起来 短短片刻的时间 原本的石头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身高十五米 重量数百吨的庞然大物 浑身岩石打造的身躯 让其看上去 就充满了威武与力量感 他的五官与四肢 看上去都与人类相差无几 高大的身躯 充满了强大的压迫感 好 石头人发出愤怒的咆哮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 两百多米空中的唐东 唐东看着地面上愤怒的石头人 他不急着动手 他想要看看 石头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段 如果石头人攻击力太差 那么他就会选择其他的怪物 唐东拍了拍闪电飞龙的脖子 后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再度张嘴吐出一道闪电 轰隆 雷鸣声炸起 闪电划破长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落在石头人的身上 这一道闪电的威力 相当于一枚普通的火箭弹 然而落在石头人的躯体上 仅仅只是炸出一道细小的裂痕 不过只是片刻的时间 石头人就已经彻底自愈了 仿佛刚才那道伤痕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好强的防御 好出色的恢复 唐东眼睛亮起 就冲这样的防御力和恢复 契约石头人就绝对不亏 不过他还要看看石头人的手段 来做最重的决定 连续两道闪电落在自己身上 石头人彻底愤怒了 他双手一排 手里便已经凝聚出一根 长达五米的石头镖枪 So 石头人将手中的镖枪猛然投掷而出 他恐怖的力量 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石头镖枪瞬间击射而出 犹如是一枚导弹一般 直接突破了因素 一秒都不到 石头镖枪就已经来到了 闪电飞龙的身前 这迅捷的速度 将唐东都吓了一跳 轰隆 闪电飞龙扇动翅膀 连续几道闪电丢出去 将飞射过来的石头长矛打爆 草 谁说的石头人动作缓慢 唐东大吃一惊 刚才石头人投掷镖枪的速度 手臂上的力量爆发 硬生生撕裂了空气 就这样的速度 也能撑得上慢 唐东马上接管了闪电飞龙的意识 然后控制着闪电飞龙开始离开 果然 见着闪电飞龙要走 石头人马上就追了上来 他那张岩石大脸上 写满了愤怒与杀意的表情 他狂奔而出 纵身一跃 就是几十米的距离 随便一次跳跃 就能飞起十数米高 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砸在地上 只是这种冲击力 就能堪比火箭弹的威力 死 唐东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我错了 我真是错得太厉害 如果石头人只能算移动缓慢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迅捷的生物 他受了游戏里惯性思维的影响 以为石头人动作缓慢 但现在地面上那位 可跟缓慢挨不上半点的关系 巨大的石头人 以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在地面上狂奔 重达上百吨的身躯 还能跑出如此可怕的速度 石头人的战力简直逆天 唐东为了测试石头人的能力 特意引诱石头人 往建筑复杂的地区奔跑 一面墙壁阻挡在了石头人的面前 下一刻 石头人直接冲撞上去 唐东只听到一道巨响 坚固的水泥墙壁瞬间被撞开 无数的碎屑四散飞舞 石头人恐怖无比 靠着身躯撞开一面墙壁 自身的速度竟然没有半点减少 轰 轰 轰 复杂的城区内 一个恐怖的庞然大物 正在里面横冲直撞 他有着高达12米的身躯 通体黄色的岩石肉身 坚固到了极致 他一个跨步便能超过20米 随便纵身跳跃便是10米高 哪怕是在复杂的环境下 依然能狂奔出超过150公里的可怕速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唐东简直不敢相信 地面上那个比坦克 还要凶猛无数倍的怪物 是石头人 此刻他已经两眼放光了 石头人太合他的胃口 无论是防御 力量 速度 还是恢复能力 石头人几乎全部拉满 火箭弹级别的攻击打上去 仅仅只能让他破点皮 而且 只需要眨眼就可以恢复 如此可怕的防御 唐东甚至怀疑 石头人能够扛得住 闪电飞龙的闪电吐息 差不多了 是时候将这个极品宝可梦 收入麾下 唐东的脸上 有着浓浓的期待神情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拥有这个 身高12米的大宝贝 强大的精神力量涌动而出 唐东没有直接发动统育能力 他决定先削弱石头人的精神 这个石头人的境界是鬼阶上级 比他高出一个小境界 直接动用统育肯定是不行的 灵魂奸笑 强大的精神力量 轰在石头人的精神世界 好 石头人痛苦地 捂着自己的脑袋惨叫起来 刚才还是不可当的石头人 瞬间娇弱起来 任你物理防御无双 但我也有克制你的办法 唐东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除非是妖灵这样的灵体类怪物 否则精神攻击永远都是神 石头人无敌吧 但在灵魂奸笑面前还是要跪在地上 痛哭惨叫 唐东哈哈大笑 一连又丢出四次灵魂奸笑 灵魂奸笑无视肉体防御 专攻精神 好 石头人痛苦地在地上不断打滚 面对唐东这个飞行天空上 利用灵魂奸笑偷袭的老六 石头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连续四次灵魂奸笑 极大震荡了石头人的精神 可以开始了 唐东估摸着差不多了 继续攻击下去 很可能将石头人杀死 捅月 他瞬间发动了统域的能力 庞大的精神力量化作一柄大锤轰出去 狠狠地砸在石头人的精神世界 轰 轰 轰 一场拉锯战正式开始 唐东如同是一个暴虐变态的暴徒一般 而身高十二米的石头人 此刻成为了身体娇弱的美人 他拼了命地抵抗着唐东的攻击 但面对统域的不断进攻 石头人的抵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微弱下去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在经过长达十分钟的拉锯战之后 石头人终于坚持不住 精神世界被唐东轰开 唐东毫不犹豫 控制着精神 一路横冲直撞 直接杀入了石头人灵魂的最深处 在里面种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 刚烙印种下 刚才还愤怒无比 且暴怒的石头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唐东也感觉到 自己与石头人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系 从石头人的精神上 传来委屈的感觉 好 石头人可怜兮兮地坐在地上 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唐东 嗨嗨 唐东有些尴尬 石头人的智慧竟然这么高 这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显然刚才自己收服 手头人用的手段太暴躁了一些 让他委屈了 唐东控制着闪电飞龙降落下来 自己则是走到石头人的旁边 与庞大的石头人相比 唐东两米不到的身高 称得上是娇小玲珑 但现在就是由唐东这个小个子 安慰石头人 在接连精神的安抚之下 石头人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你先变成石头吧 等会儿我会过来接你 唐东拍了拍石头人那坚固的身躯 入手触摸的感觉坚硬无比 简直比合金还要坚硬 这哪是岩石身躯 根本就是钢铁之躯 好 石头人嘀吼一声 然后高大的身躯蜷缩起来 随着他身躯一阵涌动 很快就变成了一块普普通通的大石头 如果不是刻意去感知的话 谁又能看得出来 这块石头 其实是一个怪物呢 石头人的情绪彻底安抚下来后 从他那里共享过来的能力 一股奇异的力量再度在唐东的体内涌现 短短时间内便涌遍他全身上下 许久之后 唐东重新睁开眼睛 他的脸上有着惊喜的神情 没想到石头人共享给我的能力 居然是这个 大地操作 是的 这就是石头人的能力 石头人可以操控大地岩石 不仅可以恢复身躯 同时可以通过控制大地 来变出岩石标枪 岩石地刺 甚至能够让一定范围内的大地震动起来 好强大 许青激动不已 短短一天的时间 连续获得两种元素操纵的能力 怎么能不让他惊喜 大地操纵在很多场合十分好用 之所以之前石头人没有用过 仅仅只是因为唐东天上飞行 一般的招式根本没作用而已 但拥有操控大地的力量 对付地面的敌人则十分爆炸 唐东意念一动 一根长达三米的岩石地刺 瞬间在他的脚下延伸出去 锋利的地刺如同钢铁打造一般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他一口气消耗了大量的元力 全部注入大地当中 瞬息之间 以唐东为中心 方圆一千平方米范围内 无数的岩石地刺 纷纷破土而出 瞬间让这片区域 成为了地狱一般的地方 不仅是地刺 唐东还能控制大地 形成泥潭和沙石 泥潭可以困住地面敌人 简直无敌 太强大了 唐东狂喜不已 相比于控制闪电 大地显然更具备功能性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远程攻击欠缺 但其束缚与建筑功效 却完全弥补了远程的不足 有了石头人 看来聚聚地的围墙有着落了 简单地使用了一番 操控大地的能力 唐东这才心满意足 他重新回到 闪电飞龙的背上 如今七个蓝位 已经全部占满 虽然没有 契约到海洋类的怪物 不过无论是石头人 还是雪狼唐东 都非常满意 寒冰操纵和大地操纵 两种元素能力 足以让他的对敌手段 更加丰富 更何况 石头人是鬼阶上级的怪物 战力足够强大 哪怕是自己 在不与飞龙进行融合的情况下 也绝对不是石头人的对手 我们走 唐东哈哈大笑 好 闪电飞龙 发出嘹亮的龙银声 庞大的身躯冲入天空 很快消失在云层内 不多时 唐东回到曙光聚居地内 他的脸上满是笑容 首领 找到强大的怪物了吗 见着唐东满脸笑容地回来 众人的眼睛都亮起 这是当然 兽人的问题 我已经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已经有了不败的把握 接下来 我需要你们开车出去 将新的契约兽接回来了 唐东道 众人闻言 眼睛都不约而同地亮起 我去 刘东立刻自告奋勇 唐东点点头 好 一辆开车很快准备好 随后便出发前往动物园 那十几只狼崽子 需要用卡车来进行运输 到时候 有着雪狼群与石头人的保护 只要不是遭遇鬼阶巅峰的怪物 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为了安全性考虑 唐东也跟随着一同前往 免得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 卡车在地面上行驶 速度远远慢于天空上飞行 一路上果然是遇到了大量怪物的骚扰 听着卡车引擎的轰鸣声 那些建筑当中的怪物 好像是疯了一般冲出来 朝着卡车蜂拥而至 轰隆 唐东眼里涌现出寒光 天空上 闪电飞龙的身躯伤 爆发出强大的闪电之力 数十道雷霆从天而降 将所有冲上来的怪物全部杀死 首领 这些怪物体内的元经 我们要不要收一下 看着那些死亡的怪物尸体 赵洁忍不住道 唐东摇了摇头 现在的魔都石吗都缺 唯独不缺怪物 虎接怪物没有一百万 也有八十万 没必要为了这点元经去浪费时间 继续出发 等以后收服尸地清理怪物的时候 到时候 你会挖元经挖到兔 唐东如是道 赵洁捞了捞头 唐东既然都这么说 那他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赵洁一脚踩下油门 让卡车的速度更加加快了一些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终于是到达了动物园的位置 唐东早已经通过精神感应 给雪狼王传递了命令过去 因此 等两人开车卡车 到达动物园门口的时候 雪狼王已经带着整个雪狼一族 在门口等待 好帅的雪狼 赵洁两眼放光 雪狼的颜值 的确非常出众 简直完美符合人类的审美观 英俊 冷酷 让人难以挪开眼睛 看着如此说英俊帅气的雪狼 赵洁忽然觉得 油骑兵似乎不香了 嗨嗨 首领 以后 咱们会不会组建狼骑士军团 赵洁眼神里面有着期盼 唐东哈哈一笑 怎么会不明白赵洁的意思 放心吧 以后会有的 不过能不能得到雪狼的认可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你可以考虑 从领养一只雪狼幼崽 唐东指了指 缩在雪狼群中的小狼崽子 赵洁惊喜不已 口水都差点快流下来 两人将十几只小狼崽子 全部放入卡车内 然后雪狼群作为随行护卫 开始朝着石头人所在的方向而去 一个小时后 转了一圈的唐东两人 终于回到聚居地内 雪狼群与石头人的出现 让聚居地内所有人士气大震 特别是那十二米高 浑身霸气无比的石头人 更是让人惊喜 仿佛是给所有人心里 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唐东暂时将雪狼群 安置在了聚集地外面 然后让石头人凝聚出 巨大的石头房屋 当作是雪狼群的狼穴 有着石头人的存在 以后聚居地土木工程问题 就完全不用操心了 鬼阶上级的石头人 足以轻易为整个聚居地 制造出一面高大的围墙出来 开始做吧 唐东与石头人同时开工 目的就是在今晚 就将聚居地外围的围墙打造出来 轰隆隆 伴随着大地的颤动 大量的原力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 从唐东的体内涌动出来 注入进大地上 下一刻 一面厚度达到三米的岩石围墙 慢慢出现 整个岩石围墙混圆一体 没有任何空隙的存在 一直高度达到了十二米后 这才停止了下来 死 众人看着这么大一面围墙升起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首领开挂了 赵杰忍不住感慨一句 唐东没有理会众人的围观 他继续制造围墙 他与石头人两人 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等到第二天天色亮起的时候 众人从睡梦中醒来 走出家里一看 只见一面高大的围墙 已经围绕着整个聚居地出现 巨大的围墙高度十二米 厚度三米全部由坚硬的岩石铸造而成 哪怕是子弹射在上面 也只能留下一道微弱的痕迹 如从厚实的围墙 足以挡得住火箭炮的轰炸 用来抵御普通的怪物入侵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三米后的围墙足以人们在上面活动 唐东还刻意制造了哨塔与机枪塔的存在 让围墙的功能性更加明确 倾斜角度的围墙 坚固无比 看着这巨大的围墙 所有人的内心都生起一股充实的安全感 太牛逼了 冷明惊叹不已 仅仅只是一个晚上而已 包裹整个聚居地的围墙就做好了 超凡的力量当真是让人惊叹 就在人们对着围墙惊叹的时候 一脸疲惫的唐东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啊 手里啊 众人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每个人看向唐东的目光都是尊敬 哪怕是那些原本是魔独聚居地的人 他们原本对于自己并入曙光聚居地有些不满 但这个时候 所有的不满都消失了 如此一面坚固的堡垒围墙 足以保护他们 在如今的乱世之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 两公里之外 某楼房楼顶 这里被搭建起了一个小型的临时营地 此刻周刚与孙川两人 正在这里监察着寿人的举动 只见500米外的地方 就是寿人的营地 他们两个被安排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随时监察寿人的举动 只要他们有任何想要前往聚居地的倾向 都要第一时间汇报 两人轮流时不时拿着望远镜 看着数百米外的寿人营地 刚开始的时候 还觉得新鲜 毕竟寿人营地里面有着许多寿人 但随着将所有的寿人 全部都看了很多遍后 新鲜感退去 剩下的就是无聊了 周刚百般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 他看上去有些睡眼朦胧 孙川将周刚的状态看在眼里 忍不住道 你小子小心一些啊 现在咱们可是在做正事呢 你这么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可不行 文言 周刚翻了翻白眼 实在是太无聊了 无聊的 我简直要犯困 得了吧 你还是好好看着那些寿人 要是他们探查到我们聚居地里面去 一定要第一时间上报信息 通知聚居地 提前做好准备 否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两个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这句话的确有着道理 周刚也知道 监察寿人这件事情很重要 于是他从旁边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瓶咖啡 狠狠地灌下去 果然 咖啡喝下肚之后 刚才的几分困意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刚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随手拿起望远镜 去看看寿人那边的情况 只见数百米外 寿人营地里面一群寿人 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十几个寿人组成了一个小队 然后从他们的营地当中出来 看到这一幕 周刚没觉得奇怪 经过他们这两天的观察 已经基本上摸清楚了 这些寿人的习性 寿人的社会十分原始 虽然他们住在一起 但实际上是分为八个不同的部落 这八个部落的酋长 就是那八个诡截层次的寿人 寿人信奉实力 战力越强大的寿人 在部落里面就可以越多人的青睐 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 这些家伙没什么交易的概念 有时候看到其他寿人手里面有 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会直接过去抢夺 然后两个寿人就会爆发冲突 不仅仅是未成年的寿人 就算是成年的寿人 也会这么做 交易 不存在的 就算是合作的概念 在寿人的脑子里也很少 除非是更强大的寿人 命令他们这么去做 否则这些寿人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做团结 每天这些寿人都会再出去捕猎 这些寿人什么都吃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只要是 都会被寿人塞进肚子里面 周刚看着一个寿人小队 从部落里面走出来 期出他没有在意 但很快 周刚就变了脸色 因为他看到这个寿人小队 所探查的方向 赫然就是自家聚居地所在的位置 操 这些寿人 朝我们聚居地所在的方向 开始探索了 孙川 快点用无线电 将这个消息传递回去 周刚大惊失色 连忙告诉孙川 正在休息的孙川 连忙从吊床上滚下来了 他手忙脚乱地打开无线电 吱吱吱 伴随着一阵电流的声音 一阵声音传了出来 这里是总部电台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里是寿人观察站 我们刚刚看到 有一对寿人离开了部落 然后朝着聚居地所在的方向 开始探查了 什么 总部电台的人吃了一惊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将消息上报给赵明 赵明面色瞬间严肃起来 他通知了赵鹏义 不多时 脚步匆匆的赵鹏义敲响了房门 请进 伴随着搁置一道清响 赵鹏义推开办公室房门 从外面走进来 副首领 有什么事 赵明面色严肃 刚刚寿人观察站那边传来消息 有一支寿人小队离开了部落 开始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进行探查 此话一出 赵鹏义脸上的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要开站了吗 赵明摇了摇头 寿人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 没到开站的时候 但如果任由寿人继续探查的话 那探查到我们聚居地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我决定 将那一对探查的寿人除掉 这样一来 就可以拖延时间 这件事情 由你去做吧 你带着一对虫族过去 到时候 记得伪装一下现场 别让寿人看破了 赵鹏义不笨 他立刻就明白了赵明的意思 将那对出来探查的寿人干掉 这样就可以拖慢寿人探查的进度 虽然这种手段不能用长久 但短暂拖延一些时间 绝对没问题 而他们曙光聚居地 目前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没问题 交给我吧 赵鹏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立刻准备出发 先是去了虫王那里一趟 领了一队虫族士兵出发 一队虫族士兵 总共九只虫族 在曙光聚居地 所有的人数都是以十进制 十人为一个小队 十个小队为一个中队 十个中队为一个大队 以此类推 十只虎接下级的虫族 再加上 他这个虎接上级的觉醒者 足以解决掉那只寿人探查小队了 赵鹏义还带上了几个战斗人员 随后组成临时小队出发 几人坐上车 一脚油门踩下去 汽车引擎发动 很快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急事而出 而十只虫族士兵 则是以跑步的方式 跟在汽车的后面 两公里的距离 很快就已经跨越 在距离寿人探查小队 还有五百米距离的时候 赵鹏义便已经将车停止下来 出发 车门打开 赵鹏义带着重族士兵 悄悄朝着寿人探查小队摸过去 很快 寿人探查小队 出现在了赵鹏义的视线里面 他将自己隐藏在一面墙的后面 杀 杀了他们 赵鹏义给重族士兵下达了命令 尽管重族士兵智慧很差 但好歹也是虎街 一些简单的指令 诸如攻击 撤退 前进还是可以听懂 当然 更复杂的指令 基本就不用指望了 与血狼一族相比 实在是差得有点远 好在这次的任务非常简单 只要让那只兽人探查小队团灭就可以 这样的命令 重族士兵可以十分轻松地完成 接收到赵鹏义的命令之后 十个重族士兵 马上朝着兽人探查小队狂奔过去 他们的速度很快 四族在地面上奔跑 可以轻松达到 近百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十只重族士兵气势汹汹地 朝着兽人探查小队杀过去 他们一路狂奔 造成的动静着实不小 很快兽人探查小队 就已经发现了重族士兵的下落 好 兽人探查小队的兽人们 开始愤怒地吼叫着 同时拿出了自己自制的武器 哪怕重族士兵的数量有十个 他们只有六个人 在对方人数 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六个兽人依旧义无反顾 毫不畏惧地直接冲上来 重族士兵vs兽人士兵 双方的人马短兵相接 立刻就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六个兽人挥舞着自己制作的简单武器 朝着重族士兵的甲铐 就狠狠地砸下去 碰 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铁棒与坚固的甲铐碰撞 相当于一套坚固的铁甲 巨大的反振力量 让这些兽人的手臂有些发麻 每等兽人探查小队反应过来 十个重族就已经发动了进攻 锋利的爪子 直接抓向兽人探查小队心脏的位置 锋利的利爪落在他们的血肉之躯上 差距顿时就出来了 重族士兵自带护甲 但这些兽人探查小队 却什么护甲都没有 重族士兵锋利的爪子 立刻在兽人的胸膛上 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 顿时绿色的鲜血便流淌出来 然而 痛苦不仅没有让兽人有半点畏惧的意思 反而是更加狂暴与生猛 六个兽人好像是不要命一般 一个个疯狂挥舞着武器 砸在虫子士兵的身上 巨大的力量让他们手中的铁棒 挥舞得虎虎生风 一边使用铁棒 一边使用利爪 短短时间里面 兽人探查小队就开始出现伤亡 重族士兵占据的优势太大了 锋利的利爪 坚固的甲铐 而兽人这些都没有 他们用的还是炖气 无论是武器 还是防具 甚至是人数 都不占据优势 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六个兽人便被全部杀死 绿色的鲜血流淌了满地 而重族士兵这边 则是仅仅损失了一只而已 其他基本上都完好无损 随着兽人探查小队的死亡 重族立刻一拥而上 开始享用他们的尸体 这些重族一个个都是大卫王 很快就将六个兽人的尸体 吃的只剩下一些废料 成了 不远处赵鹏义看着这一幕 脸上有着笑容 他立刻带着剩下的重族士兵离开 很快就消失在了犯罪现场 兽人这边 还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他们又派遣了一只探查小队 赵鹏义如法炮制 用同样的办法 将这只探查小队解决掉 紧接着是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一连拖了足足三天的时间 兽人部落里面的高层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一个明显更具备智慧的兽人 被派出来监察情况 这才发现 之前派出来的探查小队的人 全部都死了 消息传回兽人酋长那里 很快 一只百人级别的探查中队出发 这次浩浩荡荡地朝着这边过来 卧槽 对方出动大不对了 周刚看着这一幕 连忙将消息上报上去 消息很快传到赵明这里来 他不由地露出陈寅的神情 然后找到了唐东 首领 兽人已经派遣了大部分 开始朝我们这边进行探查 最多三天 就会探查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赵明沉声道 唐东脸上有着笑容 三天 已经完全足够了 距离发现兽人的存在 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天的时间 虫王那边马不停蹄地开动 十天下来 让虫族大军增加了 两百四十只虎街虫族士兵 尽管比起兽人几千的数量来说 还差得远 但这次的主力并不是虫族 以他们目前聚居地的实力 已经足以抵挡兽人大军的进攻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三天 的确如同赵明所预料的那样 兽人已经探查到了 聚居地所在的位置 在发现了聚居地活动的痕迹后 兽人很快将消息上报到了 酋长的耳朵里 整个兽人部落都开始骚动起来 仅仅是第二天 一只兽人大军便已经开始集结 并且浩浩荡荡地朝着曙光聚居地而来 千米高的天空上 唐东坐在闪电雷音的背部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兽人大军的情况 看来兽人真是小看了我啊 唐东忍不住笑了 不知道这群绿皮老师怎么想的 竟然仅仅只是派遣了八百只兽人过来 刚好每个部落派遣了一百个兽人士兵 这些兽人全部都是虎街 其中最强的人一个鬼街的酋长带领 当看到这只兽人大军的时候 唐东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兽人脑子不好 不可能像是人类这么聪明 自己用人类的智慧来衡量对方 因此出现了极大的错误 兽人根本没有派遣所有的部队出来 仅仅只是八百人而已 鬼街甚至只有一个 显然在兽人的脑子里面 他们觉得这样的战力 已经足以解决曙光聚聚地了 唐东一拍脑袋 他意识到这才是兽人的进攻方式 兽人什么都吃 而且非常喜欢占据地盘 只要是兽人发展所到的地方 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但兽人也很傻 他们不会像是人类这样 在开战之前会探查对方的实力 然后根据对方的实力来部署兵力 所以才会出现眼下这种情况 什么数千兽人大军 八个鬼街兽人酋长一起随军出征 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出现 搞了半天 原来是我们自己下自己 唐东只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虽然这次兽人出动的兵力不强 但如果 这支兽人部队全军覆没 那兽人下一次 肯定要全部来了 唐东将收集到的信息 通过无线电传递回去 此时此刻 曙光聚居地内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兽人大军的到来 为了准备抵挡兽人大军 唐东拿出了所有能够拿出来的力量 冷月熙 鬼虎 蕾娜 闪电雷鹰 闪电飞龙 石头人 冷明 雪狼王 再加上他自己 足足九个鬼阶强者 然而当唐东的消息传回来时 聚居地内的众人都是傻眼了 操 搞了半天 兽人大军根本不会一次性出动啊 我们自己把自己吓着了 我们以为兽人发现了我们之后 就会一次性大军进攻 没想到 竟然只是派了这么点小部队过来 冷明满脸愕然 只感觉一阵生草 其他人脸上的表情 也是有些精彩 这算什么 自己将自己吓到了吗 要知道他们 为了应对兽人大军的到来 可是好几天没有睡好觉 所有人甚至都已经做好了苦战一场的准备 结果所谓的兽人大军根本没有 来得仅仅只是一支小部队而已 所有人都感觉一阵哭笑不得 围墙上原本紧张的气氛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与此同时 唐东也探查消息回来 手里啊 众人都笑着围上来 唐东嗨嗨倾咳几声 各位 虽然咱们高估了兽人的智力 但这场仗 还是要打的 等会儿 一个兽人都不能放跑 全部杀了 是 所有人都点头 虽然脸上有着严肃的表情 但气氛跟之前比起来 可谓是天差地别 围墙上 唐东等人都在耐心等待着 终于 远处一阵绿色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身高超过四米的高大兽人 他就是八个兽人酋长之一 这次便是他带队前来进攻 在他的身后 八百个兽人散乱地跟在身后 众人兽人稀稀拉拉 没有半点军队肃杀的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个个 都长得凶神恶煞 肌肉横生 恐怕说这群兽人 是出来郊游的 都会有人相信 八百个兽人散乱地走在一起 行军毫无对形可言 只是杂乱无章地 跟在兽人酋长的身后 甚至拉出了长长的战线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脸上都是浓浓的失望 兽人大军 就这 唐东有些尴尬的无脸 他摆了摆手 几刀命令直接下达了下去 动手 轰隆 唐东一刀命令下达 天空上一个翼展 超过三十米的巨大飞龙 瞬间从天而降 恐怖的雷霆 在飞龙的身体上缠绕 随后犹如雨点一般 直接落下 轰 轰 轰 数十道闪电 直接轰在了这个 所谓的兽人大军当中 每一道闪电的威力 都相当于一枚火箭弹 恐怖的闪电 直接在兽人群中炸开 黄暴的力量肆虐而出 所有被波及到的兽人 瞬间就被撕裂 哪怕这些兽人肉体强大 但在轨迹飞龙的 强悍雷霆面前 他们的强悍肉体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八百兽人大军 瞬间混乱起来 所有的兽人瞬间 哇哇乱叫 狂暴的雷霆 在他们当中肆虐 仅仅只是闪电飞龙 这一次攻击 就杀死了小一百的兽人 而这还仅仅只是 开始开始 闪电飞龙刚刚现身 伴随着一道老鹰的鸣叫声 闪电雷鹰的声音 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飞龙的雷霆刚刚过去 雷鹰的金色闪电 紧随其后 轰 轰 轰 数十道金色闪电 不断地轰炸下来 狂暴的力量 在不断肆虐着 好像是世界末日了一般 兽人大军 已经彻底混乱起来了 恐怖的雷霆 在他们的身边肆虐 即使没有被雷霆当场杀死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也震得他们意识混乱 意识之间 分不清东南西北 轰 轰 轰 大雷围绕着兽人大军 在不断地飞行 大量的闪电 好像是不要钱一般倾泻出来 每一道闪电 都能带走大量兽人的生命 好 兽人酋长看着这一幕 双眼里面瞬间涌现出 强烈的怒火 他的口中 嘶吼着兽人的语言 狂暴的气势 在他的身上爆发出来 眼看着兽人酋长 马上就要还手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大的突然震动起来 兽人酋长只感觉 一股恐怖的气势 已经锁定了他 他连忙转过头 随后就看到一个 身高十二米的巨大石头人 朝着他狂奔过来 咚 咚 咚 上百吨重的石头人 每一次奔跑 都相当于是一场小型的地震 上百米的距离 在石头人的脚下 仅仅只是几秒钟 就已经跨远 还没等兽人酋长 从震惊当中反应过来了 石头人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磨盘大小的拳头 狠狠砸下 好 兽人酋长口中 发出一道绝望的怒吼声 石头人的拳头 已然落在了他的身上 哼 这一拳仿佛地动山摇 鬼阶上级的石头人 全力一拳有多恐怖 此刻彻底展现的淋漓尽致 鬼阶下级的兽人酋长 他的拳头与石头人的拳头 碰撞在一起 整个过程 就仿佛是鸡蛋碰石头一般 兽人酋长连阻挡石头人 瞬间都做不到 石头人那磨盘大小的拳头 直接打爆了兽人酋长的手臂 剩下的力量于是不见 直接落在了兽人酋长的身体上 碰 兽人酋长的身躯被当场打爆 无数绿色的鲜血漫天飞舞 同时还有大量的内脏与血肉 围墙上 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众人脸上的表情不禁有些沉默 屠杀 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屠杀 一个鬼阶下级的兽人酋长 八百虎阶下级的兽人士兵 仅仅只是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便已经全部死亡 兽人酋长 甚至连石头人一拳都没有支撑下来 那些普通的兽人 在飞龙与雷鹰的恐怖雷霆肆虐下 也宛若蝼蚁 哄 当最后一道雷霆声落下 整个天地终于是安静了 静 围墙上寂静一片 谁都没有说话 安静得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 嗨嗨 唐东表情感觉百般无聊 他摇了摇头 转身便走了 赵明 这里便交给你了 唐东回去休息了 为了准备迎接兽人大军 他一天一夜都没有休息 结果所谓的兽人大军 让他大失所望 如果兽人全部出洞 那他们还会陷入一番苦战 但现在兽人过来送了一波兵 那兽人将不会再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总共八个兽人酋长现在 已经死了一个 那就只剩下七个 而目前曙光聚居地里面 包括唐东在内 足足有九个鬼阶 这意味着 用七个鬼阶来对抗七个兽人酋长 自己也能再拿出两个鬼阶 来对付普通的兽人士兵 鬼阶打虎阶 这还有难度可言吗 就算兽人士兵数量庞大 足足有着几千的数量 但那又如何 没有同等级强者进行钳制 高等级打低等级 几乎就是碾压 就如同刚才那一幕一般 更别说兽人 还根本不怎么会远程 到时候 只需要让闪电飞龙 与闪电雷鹰负责空袭 在巫术闪电的轰炸之下 那几千兽人士兵全军覆没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啊 人生真是无敌啊 唐东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嘴角勾勒出了笑容 不管怎么说 这场兽人的危机 算是顺利度过 接下来解决那些兽人 只是看自己什么心血来潮 他决定好好睡一觉 等明天就主动打上门去 将这批兽人彻底解决掉 简单地洗了的澡 唐东美滋滋地躺回了床上 这一睡就是数个小时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八点 唐东神采意义地 从床上爬起来 细数一番后 走出房间 首领 乌庄聚聚地又来人了 他刚刚走出房间 便看到一人在外面等待 那人马上汇报了这个消息 唐东微微眯着眼睛 无庄聚居地 如今他已经实力大尽 除非无庄聚居地 也有人跟他一样开挂 否则就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唐东还是去找了赵明 他没有急着去见彭军 来到赵明的办公室 见着是唐东过来 赵明马上从椅子上起身来 唐东罢了把手让其坐下 首领 无庄聚居地派遣彭军过来了 什么事情 唐东询问道 赵明脸上的表情有着笑容 他们遇到了麻烦 哦 听着这话 唐东有些惊讶 无庄聚居地的实力 虽然赶不上他们 但至少也有三个轨接吧 这样的实力 还需要求援 无庄聚居地 跟我们一样 也遭遇了异族的进攻 只不过进攻他们并不是兽人 而是哥布林 五天前 他们在距离聚居地三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个哥布林巢穴 刚开始的时候 无庄聚居地的人并没有在意 因为那些哥布林的实力 的确不强 但没想到就在昨天 一支哥布林大军 突然打上门去 总共人数接近一万的哥布林大军 将整个聚居地全部包围 这些哥布林 尽管单体的实力 只有狼街巅峰 但里面 却有着虎街的精英哥布林 以及鬼街的哥布林酋长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赵明都有些绷不住 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 这么一支哥布林大军 现在大军压尽 他们已经快要撑不住 所以派了彭军来向我们求援 希望我们 帮他们打退哥布林大军 哥布林大军 唐东表情有些恶然 什么时候 哥布林也变得这么强大了吗 彭军在什么地方 接待室 赵明笑着 唐东点点头 两人一路前往了接待室 只见接待室里面 彭军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他现在已经没了之前的从容与镇定 脸上的慌乱表情 任谁都看到清清楚楚 哥之 这时 接待室大门被推开 彭军立刻看过去 当见到唐东的时候 他连忙起身 唐首领 彭军脸上表情急破 而唐东则是显得不紧不慢 他摆了摆手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 哥布林大军里面 有多少强者 你们武装聚居地的实力也不弱吧 怎么会被区区哥布林 逼到这个程度 彭军脸上神情无奈且尴尬 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哥布林 而是特殊的变种 这些哥布林数量庞大 即使是最普通的哥布林 实力都在狼阶上级 这种数量 有超过八千 除此之外 还有至少三百的精英哥布林 他们每一个的实力 都有虎阶层次 再往上则是鬼阶的哥布林酋长 这只哥布林酋长的实力很强 已经达到了鬼阶上级 我们聚居地里面三个鬼阶一起出手 才勉强跟哥布林酋长 打了一个平手 但现在 对方已经包围了我们 如果唐首领 你们不出手的话 那我们武装聚居地的所有人 恐怕都要被哥布林杀死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彭军看向唐东的目光 里面有着哀求的神情 唐东无视了彭军的目光 他可不是什么心软的人 没有足够利益的事情 他是不会去做的 从彭军描述的情况来看 这只哥布林大军的实力 其实并不强 跟上午才被他们歼灭的 八百兽人大军 也就半斤八两的水平 唯一让唐东有点兴趣的 便是哥布林酋长 竟然有鬼阶上级的实力 恐怕武装聚居地 之所以需要球员 就是因为这个哥布林酋长太强大了 在如今的超凡时代 珍珍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 十顶端战力 可若是顶端战力陷入僵局 那么就需要下面的人 来打破这个僵局了 然而 武装聚居地的三个鬼阶 虽然占平了哥布林酋长 但其他人却无法对抗 哥布林大军 诚然 他若是愿意出手的话 化解武装聚居地的危机 轻而易举 别说不说 只要将石头人派过去 轻而易举就能解决这件事情 甚至闪电飞龙 都可以打破他们之间微妙的平衡 唐东眯着眼睛看着彭君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道 我曙光聚居地 应该不是你们球员的第一选择吧 你为什么不去找 巨石聚居地帮忙呢 此话一出 彭君脸色有着苦涩 巨石聚居地 也陷入麻烦了 而且 情况跟我们一样 呵呵 唐东心中忍不住笑了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巧合 还是背后有什么推手 三个聚居地 竟然同时受到了威胁 如果是巧合的话 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巧合了一些 不一定 说不定真的只是巧合 毕竟幻想一遍之后 整个魔都的情况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要让我们救援也可以 你们武装聚居地 能够提供什么报酬 唐东双手抱胸 脸上的表情 显得十分平淡 彭君脸色有些僵硬 唐首领 如今末世之下 我们人类 难道不是应该 更加团结在一起吗 像是现在这样危险的时刻 如果唐首领愿意出手的话 那以后 你们遇到了麻烦 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 听着这话 唐东简直要吃笑出声 彭君当自己是什么没见过 世面的愣头轻不成 什么好处都没有 还想要自己救援 简直是白日做梦 送客 唐东懒得废话 直接开口道 说完之后 就打算转身离开 等等 彭君见状 他有些急了 目前武装聚居地 正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如果唐东不愿意出手的话 那恐怕武装聚居地 就真的要完蛋了 巨石聚居地那边 也根本没办法腾出手来 甚至他们自身都难保 现在只能指望着唐东出手才行 唐首领 不知道你们 想要什么东西 十枚鬼接元金 唐东直接到 什么 彭君吓了一跳 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十枚鬼接元金 唐首领 你再开玩笑吧 鬼接元金想要得到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更不用说十枚之多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彭君的脸色相当难看 唐东瘫了瘫手 既然不愿意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眼见着唐东 一副柴米油盐不净的样子 彭君不禁咬了咬牙 哥布林大军的威胁近在眼前 他每耽误一秒钟 那聚居地那边 就多一秒钟的威胁 十枚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最多只能拿出五枚来 彭君咬着牙道 唐东摇了摇头 仅仅只是十枚鬼接元金 你们都拿不出来 未免有些太穷了一些 算了 看在大家同为人类的份上 我就帮你们一把吧 唐东露出一副勉强的样子 彭君心中恼怒 但表面上也只能强颜欢笑 谢谢唐首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如果耽误太多的时间 我担心出现意外 唐东这次没有再拒绝 他点点头 可以 两人立刻准备出发 唐东没有选择带上石头人 因为石头人太大了 如果在地面上奔跑的话 无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并不划算 而且他暂时没有打算 暴露石头人的想法 意念一动 闪电飞龙很快就睁开了眼睛 一道龙银声随后响起 闪电飞龙纵身飞入天空 然后的俯冲而下来到了唐东的面前 我们走 唐东翻身坐在闪电飞龙的身上 而另一边彭君 则是坐上了武装直升机 看着唐东驾驭着一头强大的闪电飞龙 彭君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羡慕神情 这可是飞龙 要有哪个男人 能够拒绝一头实力强大且霸气的飞龙呢 这可比什么武装直升机强大太多了 两人一人乘坐闪电飞龙 一人乘坐武装直升机 目标直指武装聚居地 十几分钟后 一个五星级酒店 已经出现在了唐东的视线里面 他眯着眼睛 看向远处的场景 只见那一个五星级酒店大楼的四周 此刻围满了各种各样的哥布林 密密麻麻的哥布林 数量绝对超过了一万 跟彭君所说的几千根本不同 这个家伙 唐东的口中冷笑着 他倒是没想到 彭君竟然还隐瞒了哥布林大军的数量 这是七千 不过冷笑之后 唐东的面色就恢复了平静 不管是七千还是一万 对他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要不是碰到了鬼阶巅峰这样的强大怪物 那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龙音声响起 瞬间引起了无装聚居地里面许多人的注意 武装直升机降落下来 停在了五星级酒店的楼顶 同时 唐东也启程着闪电飞龙降落 刚刚从闪电飞龙的身上跳下来 他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红衣女人 朝着自己走过来 想必这位就是曙光聚居地的唐首领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无装聚居地的首领张妹 张妹微笑着走过来 目光落在张妹的身上 唐东的目光有些惊讶 虽然从冷月西的口中知道张妹漂亮 但没想到 漂亮到了这样的程度 几乎与冷月西不相上下 只不过 一个是清冷女神 一个是妩媚动人 不过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看了一眼之后 就收回了目光 客气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我来的目的是 为了支援你们 尽快解决这里的危机之后 我还要回去 唐东面色淡然道 他如此平静的模样 殊不知张妹更加的惊讶 自从他拥有这样一副面容与身躯之后 就没有哪个男人 能够在他的面前保持镇定 哪怕明知道 他以前曾经是一个男人 但在绝美的面容与身姿面前 那些男人依旧克制不住 倒是没想到 眼前的唐东年纪轻轻 不过二十来岁的样子 如此血气方刚的年龄 竟然能够抵御自己的魅力 张妹脸上有着微笑 既然唐首领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自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着唐首领的帮助 想必这场战场 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说吧 张妹马上吩咐下去 准备开始动手 这次我们要一举将哥布林大军击败 是 旁边的手下连忙下去传递消息 很快 整个武装聚居地便已经开始动员起来 这个聚居地的武器装备 还是相当精良的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抵御 哥布林大军的原因 大量的武器弹药 就是他们能够在这样乱世 生存下去的资本 整个聚居地也有数千的人口 很快 武装动员就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 唐东也见到了 武装聚居地的另外两个鬼街 这两个鬼街赫然是一对中年夫妇 男的叫陶克 女的叫周燕 两人是一对夫妻 他们在幻想降临之后便觉醒了能力 靠着夫妻之间的信任与默契 两人相互互持 一直走到了现在 实力提升 也是相当的迅速 夫妻两人 都是刚刚突破到鬼街 互相配合起来 可谓是相当强大 足以和鬼街终极相抗衡 不对啊 看到夫妻两人 唐东不由地皱起眉头 陶克与周燕两人的实力虽然不错 但也只是刚刚突破到鬼街的实力而已 两人联手 勉强可以匹敌鬼街终极 但外面的哥布林酋长可是鬼街上级的实力 实力达到了鬼街 每一个小境界间的差距都是很大的 鬼街终极与鬼街上级虽然只是差了一点 但实力却差了不止一倍 难道是张妹的实力特别强大 唐东的心里面不由地冒出这样的想法 唐首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张妹走了过来 等会儿 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手 目标就是哥布林酋长 只要击败了哥布林酋长 那么其他哥布林将不再是任何的威胁 唐东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样的计划 虽然简单粗暴 但却非常有效 那就直接动手吧 唐东淡淡道 好 一旁的闪电飞龙发出一阵龙凝声 虽然唐东跳跃上闪电飞龙的身躯 巨大的闪电飞龙纵身飞跃到了天空上 这一边 张妹 陶克与周燕也开始动手了 三人同时走出了聚居地 然后冲向了哥布林大军 人民币紧号紧号雨 哥布林酋长将这些都看在眼里 他口中几里呱啦说了一堆话 然后哥布林大军开始进攻 目标直指五星级酒店 超过一万只哥布林冲锋起来 场面看上去还是十分壮观 尽管单个哥布林看上去并不强壮 但他们的实力可丝毫不弱 再加上数量超过了一万后 此刻看起来可谓是汹涌犹如潮水 开火 酒店内 彭军看着这样的场景 他立刻一声令下 四周所有的人立刻扣动了扳机 大 大 大 密密麻麻的子弹瞬间倾泻而出 朝着哥布林大军而去 庞大的哥布林大军犹如潮水一般 朝着五星级酒店涌来 他们的速度很快 大量的子弹 好像是不要前一般喷涌而出 直接落在这些哥布林的身上 机枪子弹威力强劲 哪怕是一般的虎街都不敢硬扛 一颗子弹击射过来 直接贯穿了一只哥布林的身体 那只哥布林瞬间倒下 然后后面的哥布林再度涌上来 填补了他的位置 哥布林们仿佛是汉不畏死的 冲锋着无装聚居地所布置的子弹雨 仅仅只是 前进了十几米的距离 便已经有不知道多少哥布林倒下 一个身高超过2米5的巨大哥布林 从潮水当中冲出来 这只哥布林的实力 赫然已经达到了虎街 有虎街哥布林出来了 有人看到这一幕后 立刻大喊着通知其他人 立刻无装聚居地内 也有虎街冲出来 与那只哥布林正面对上 不过这一只哥布林 还没有被解决 第二只虎街哥布林 就已经冲出来 然后是第三只 第四只 一只又一只虎街哥布林 可谓是源源不断 几乎没有半点停歇的意思 数量看上去十分惊人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枚单兵火箭弹 瞬间从五星级酒店里面击事出 直接飞入了哥布林群体当中 轰 火箭弹瞬间爆炸 巨大的力量肆虐而出 将方圆上百平方米范围内的 所有哥布林 全部杀死 七八架武装直升机 飞入了天空 有机枪手坐在机舱内 扣动扳机 开始疯狂扫射 同时 一枚又一枚火箭弹发射出来 开始进行炮火洗地 轰 轰 轰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巨大的爆炸声 响彻整个战场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停歇 子弹在咆哮 炮火在肆虐 这场战斗 仅仅只是刚刚开始 便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所有人都拿出了十二万份的精神 这边普通的部队 已经战斗在一起 另一边高端战场 也已经碰撞 陶克与周燕父子 两人同时发动了能力 在唐东惊讶的目光之下 两人的身形 竟然不断地靠近 最终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好 两人的身形融合之后 直接化作了一头 身高超过十米的小巨人 那小巨人的长相有着猙獰 但身上的气势 却丝毫不弱 实打实地诡计终极 巨人 这该不会是那部动漫里面的巨人吧 唐东惊讶至极 万万没想到 有人居然还能获得这样的能力 由陶克与周燕 两人合体变化而来的巨人 身形巨大 不过看上去 似乎并没有石头人那么坚固 巨人的奔跑速度很快 几个跨步就已经狂奔了百米的距离 与此同时 张妹也没有闲着 她也同样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只见一阵粉色的雾气 从张妹的身上冒出来 随后将她全身上下包裹进去 在那粉色雾气的包裹之下 唐东也看不穿 里面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不过看着这粉色的雾气 唐东忽然是想到了什么 再结合张妹那性感娇媚的模样 她的心里面 不禁有着些许的猜测 该不会是魅魔吧 唐东这么想着 就在她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 张妹的那边已经有了变化 只见那粉色的雾气 被张妹吸入了身体 而原本处于粉色雾气中的张妹 也显露出了身形 此时此刻 张妹的身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对黑色的翅膀 从她的背部生长出来 屁股上则是长出了一根黑色的尾巴 一对尖锐的脚在她的头上生长 不过更为惊人的 则是她此刻竟然一丝不挂 身上的衣服 似乎在刚才变身的过程当中碎裂掉 以至于片履未沾 雪白且傲人的身躯 完全展现出来 没有半点的遮挡 配合上 她那绝美妩媚的容颜 对于男人的杀伤力 不可谓不巨大 更加惊人的是 一股特殊的力量 正在张妹的身上释放 哪怕是隔着上百米的距离 都让唐东受到了影响 以至于她的目光 忍不住朝着张妹看过去 内心更是生起了一股强烈的躁动 卧槽 竟然真的是魅魔啊 唐东鼓动其体内的原力 然后靠着强大的实力 减弱了张妹 此时散发出的那股特殊力量 这才感觉好受了一些 但那些雄性的哥布林 可没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几乎只是瞬间 就被张妹所吸引 紧接着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这些哥布林 口中发出狂热且兴奋的叫声 他们仿佛全部都被张妹魅惑 原本正在疯狂进攻的他们 立刻停止下来的动作 张妹口中娇笑着 她毫不在意地展现着 自己傲人的身姿 然后对着那些哥布林 下达了命令 杀了其他哥布林 听从到张妹的指令 所有被她魅惑的哥布林 毫不犹豫 朝着自己的同伴挥下了屠刀 仅仅只是瞬息的时间 哥布林队伍便一下子大乱起来 足足有超过两千只 哥布林被张妹所魅惑 此刻正在疯狂地 进攻着其他哥布林 任凭那些哥布林怎么呼唤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死 看到这一幕 唐东的口中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强大的能力 张妹的能力 简直是战场霸主 显然 她独特的魅惑能力 可以让实力低于诡计的 雄性怪物为她所用 这意味着 张妹可以在战场上 让无数怪物轻易倒戈 同时 她也能控制大量的怪物 为自己战斗 这样的能力当真强大 甚至恐怕连人类都无法抵挡 好 不远处传来了 哥布林酋长愤怒的嘶吼声 她的实力显然比张妹强大 因此并没有受到太多 来自于张妹能力的影响 相比于欲望 哥布林酋长的双眼里面 更多是杀意与愤怒 她直接放弃了 陶克与周燕 夫妻两人化作的巨人 直接过来对张妹动手 张妹正式飞翔 她身后的黑色翅膀煽动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百米的空中 也就是唐东的身边 唐少恋 接下来还请你出手了 张妹娇媚地笑着 她笑颜如花 雪白的身躯极其惹眼 唐东自认为自己的意志力不错 但此刻面对身为魅魔的张妹 依旧忍不住要 被其吸引目光 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男人的克星 唐东心中暗骂一句 她强力挪开目光 然后控制着闪电飞龙 开始动手 好 闪电飞龙口中嘶吼 庞大的闪电 从她的身上涌动出来 随后急事而出 直接从天而降 来到哥布林酋长的面前 轰隆 闪电轰鸣声炸起 哥布林酋长 手持巨大的狼牙棒 强大的光芒 从她的身上涌现出来 随后砸在了闪电上 两者碰撞 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很强 但似乎并没有到鬼阶上级的程度 唐东眯着眼睛 短短一次交手 她已经看出来了 哥布林酋长 恐怕是因为种族的原因 以至于她的实力 比正常的鬼阶上级弱小 撑破了天比鬼阶终极强上一些 难怪陶克夫妻 能够与哥布林酋长占平 原来是这个原因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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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飞龙拿出了实力 无数的闪电从天而降 另一边陶克夫妻也在出手 双方合力 共同对抗哥布林酋长 有着闪电飞龙的帮助 果然巨人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哥布林酋长有着节节败退的趋势 来自天空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 几次闪电都落在哥布林酋长的身上 强大的破坏力让其痛苦不堪 好 哥布林酋长怒火万丈 接近五米的强壮身躯 让他看上去气势惊人 那一根接近四米巨大狼牙棒更是恐怖 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地砸在巨人的身体上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其逼退 哥布林酋长打算沉胜追击 但天空上却落下来了一道 足足成年人手臂粗细的雷霆闪电 闪电飞龙熬向于数百米的天空上 尽管哥布林酋长实力强大 但不具备飞行能力的他 也只能看着闪电飞龙无能狂怒 他猛然抓起地上的一根路灯 然后将其当作镖枪 狠狠地朝着闪电飞龙投掷过来 但路灯还在半空之中 就被闪电飞龙的闪电所击毁 这样的攻击对于闪电飞而言 根本毫无威胁 其背上 唐东看上去完全没有出手的打算 任由闪电飞龙发挥 以他鬼阶终极的实力 如果与闪电飞龙合体 足以接近鬼阶上级 下面的哥布林酋长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无装聚居地可没有出太高的价格 自己过来划划水就可以了 对战哥布林酋长的主力 还在无装聚居地的身上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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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声震耳欲龙 陶克夫妇立战哥布林酋长 天空上的闪电飞龙 时不时降下几道闪电帮助 哥布林酋长以一敌二 同时还要防备着张妹的偷袭 他拥有飞行的能力 那一对翅膀 让张妹的身形十分灵活 特别是那一根尾巴 其尾部尖锐的 好像是锋利的箭头 轻而易举 就可以划开哥布林酋长的身躯 在三方的联合进攻之下 哥布林酋长越来越虚弱 大量的伤痕出现在他的身体上 那全是张妹尾巴偷袭所造成的伤势 同时还有闪电破坏产生的树状纹路 好 哥布林酋长痛苦且愤怒地嘶吼着 身体越来越虚弱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凛冽的破空声响起 只见一根长达三米的黑色尾巴 击视而来 尖锐的尾部 好像是利剑 瞬间穿透了哥布林酋长的胸膛 直接将其心脏破坏 破 哥布林酋长狂吐鲜血 高大的身躯 最终轰然倒下 哥布林酋长死了 其他哥布林健壮 原本气势如虹的他们 瞬间崩溃 大量的哥布林开始四处逃窜 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汉不畏死的模样 哈哈 我们赢了 无装聚居地内 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众人直接冲出了聚居地 开始疯狂追杀那些哥布林 双方攻手调换 失去了战斗意志的哥布林被屠杀 最终在留下了数千具尸体后逃离 这场激烈的战斗最终结束 唐东一行人 也回到了无装聚居地中 此刻张妹还在赤身裸体 妹魔的形态一丝不挂 以至于在场不知道多少男人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一双双火辣的目光 好像是恨不得将张妹吃下去一样 张妹脸上有着微笑 感谢唐首领这次的援助 这份恩情我们无装聚居地记下了 以后如果唐首领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请尽管开口 不需要这么客气 记得支付报酬就可以了 唐东随意地回应了一句 他没有停留什么 拿上哥布林酋长的援金之后 便离开了无装聚居地 他离开之后 张妹将彭君叫到了房间里面 还没等彭君说什么话 张妹就已经扑了上去 粉红色的雾气在她的身上涌现出来 钻进了彭君的体内 一场大战瞬间拉开了帷幕 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 这才停歇下来 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两人战斗之后 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床上张妹趴在彭君的怀里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你答应了唐东什么条件 才将他请过来 张妹询问道 彭君面露无奈之色 十枚鬼结圆金 十枚 张妹微微皱眉 如果是几枚鬼结圆金 这样的代价他还完全可以支付 但十枚圆金 未免就有些太过于夸张了 他们无装聚居地 的确有着鬼结的战力 但不代表就真的可以随意地 猎杀鬼结的怪物 那些鬼结的怪物 哪一个不是非常强大 想要猎杀这些怪物 可谓是相当困难 十枚鬼结圆金 对于他们而言 根本是难以承受的 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唐东咬死了 就是十枚鬼结圆金 少一枚都不行 彭君无奈道 张妹笑了笑 放心 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不过十枚鬼结圆金 我们的确拿不出来 就算能够拿出来 也是绝对不可能交给唐东的 否则岂不是助长了他们的实力 彭君文言 立刻就明白了张妹的意思 但如果我们不支付报酬的话 恐怕唐东会对我们动手 张妹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一道金光 从他的双眼里面一闪而过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 做好相应的准备 等会儿 我就准备让陶克与周燕去 巨石聚居地 帮助他们解决危机 然后我们两家合并 共同对抗唐东和曙光聚居地 彭君不禁有些担忧 巨石聚居地会同意吗 他们一定会的 巨石是一个聪明人 他很清楚 如果我们不联合的话 但单打独斗 根本不是唐东的对手 一旦被唐东打上门来 到时候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等事情结束后 我会去找巨石谈判 他一定会答应的 张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有着浓浓的自信 他随后从彭君的身上起身来 穿上衣服后 去找到了陶克与周燕夫妻两人 十几分钟后 唐东骑乘着闪电飞龙 已经回到了曙光聚居地当中 眼见着唐东回来 赵明立刻找上门来 首领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解决了 那群哥布林并没有那么无敌 随着哥布林酋长的死亡 剩下的那些哥布林 基本上就是乌合之众了 唐东的语气显得十分轻松 赵明文言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随即道 首领 那十枚鬼界元金 我觉得 恐怕会有一些麻烦 彭君之前迫于压力 不得不答应首领你的条件 但如今 遵守约定 唐东眯着眼睛 赵明的话 他有何尝不知道 他的脸上 扬起了一抹微笑 我知道 但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赵明文言 不由地愣了一下 随后便明白了唐东的意思 不由地笑了起来 首领果然高明 如果无装聚居地 不支付这十枚鬼界元金的报酬 那我们就有对他们出手的 合理理由了 唐东脸上微微地笑着 他就是这样的打算 这个计划 是彭君向他求援的时候 就冒出来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出手 帮助无装聚居地的原因 曙光聚居地 当然要继续发展 他的野心 随着他的实力增强 而不断提高 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想要复仇 后来大仇得报 唐东自然就有了新的目标 首先便是一同 整个南方的所有聚居地 然后是全华国 之后是亚洲 直至最后一同整个世界 到了那个时候 他想要弄清楚 幻想巨线背后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地球上 会出现幻想巨线 原本只是存在于 人们想象中的怪物 为什么会成为现实 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操控 不过想要探寻这背后的秘密 需要强大的实力 作为支撑 鬼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龙街也不够 恐怕要神街 才勉强有资格去探寻一下真相 一抹金光 从唐东的双眼里闪过 他压下脑海里面纷乱的想法 探寻世界的真相 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 目前还太遥远 现在还是先将受人的事情解决吧 赵明 通知所有人到会议室里面集合 唐东道 赵明点点头 马上去做 很快所有人都汇聚到了会议室里面 唐东打开了视频 上面赫然展现出了寿人据点的图像 各位 虽然寿人大军的威胁已经过去了 但这些寿人目前还盘踞在这个地方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接下来 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掉这些寿人 唐东语气坚决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笑容 他们显然都已经期待了 之前他们实在是有些高估了寿人的威胁程度 如果寿人全军出动 那对于曙光聚居第二言的确是威胁 但现在寿人的一部分力量已经被杀死 那剩下的寿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性可言了 接下来 唐东制定了作战计划 而对寿人出手的时间直接就定在了明天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所有人便已经准备好开始出手 这一次与寿人的战斗 直接要出动整个聚居地所有的高手 力求一次就将所有的寿人全部解决掉 哗啦啦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 三百战斗人员已经全部汇聚 除开三百战斗人员之外 还有众多的高手 目前整个曙光聚居地的实力不可谓不强大 仅鬼阶就有唐东 冷月熙 闪电飞龙 鬼虎 蕾娜 石头人 雪狼王 闪电雷鹰 总共加起来八个鬼阶强者 其中石头人的实力最为强大 赫然已经达到了鬼阶上级的程度 除开冷月熙之外 其他都是唐东的契约兽 他们还能被唐东的能力所强化 到时候 实力还会更上一层楼 庞大的队伍汇聚起来 所有人脸上都有着兴奋的神情 出发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随着唐东一声令下 整个曙光聚居地高手进出 好 闪电飞龙一声龙鹰后 直接飞入了天空上 在闪电飞龙的背上则是冷月熙 闪电雷鹰也紧随其后 那丝毫不敢落后的样子 好像是在与闪电飞龙竞争 之后便是身高十米的石头人大不留心 再者便是雪狼王带着手下的雪狼一族出动 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将兽人大军击溃 所以唐东几乎没留下什么防守的力量 除了顶尖的高手之外 还有多达18架武装直升机 6辆坦克 6辆军用卡车 300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以及上百的虫族 轰隆隆 坦克在前面开路 沉重的引擎轰鸣声在街道上响起 期间所有挡路的东西全部被摧毁 庞大的队伍朝着兽人据点去 声势豪大 唐东坐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飞翔于天空上观察 随着他们这群人 距离兽人据点越来越近 当双方距离只有一公里的时候 几个兽人酋长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百分号人民币 鱼 随着七个兽人酋长的大吼声 整个兽人据点的所有兽人都躁动了起来 大量的兽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冲出来 并且开始集合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庞大的身影直接从天而降 好 闪电飞龙的龙银声 瞬间传遍了整个兽人据点 只见数百米的天空上 闪电飞龙已经张开了嘴 无数的闪电在他的口中汇聚 强化 唐动的声音响起 他瞬间发动了能力 直接给闪电飞龙加了一个buff 在强化buff的加持之下 闪电飞龙的实力更加强大 口中那耀眼的闪电雷霆之光 也浓郁了许多 没等地面上的兽人们反应过来 来自飞龙的闪电吐息 已经从天而降 瞬间来到了兽人们的头顶 好 一个兽人酋长暴怒大吼一声 一块足足数墩中的巨大石头 被他扛起来 然后狠狠地投掷出去 哄 那块巨石与闪电吐息碰撞在一起 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这一道轰鸣声 犹如是导弹爆炸一般 狂暴的能量肆虐出来 直接覆盖了方圆数千平方米的范围 啊 无数兽人的惨叫声响起 在狂暴气劲的肆虐之下 一些靠近爆炸的兽人 当场被杀死 而那些远离爆炸的兽人 也被爆炸产生的气静 直接先飞出去 硕大的兽人据点 瞬间一团乱麻 到处都是混乱的场景 闪电飞龙出手 就是惊人至极的杀招 闪电吐息的威力 在唐冬的强化buff之下更加可怕 哪怕大部分的伤害 都被兽人酋长阻挡下来 但渔波依然杀死了上百只兽人 救 闪电雷音的声音响起 他不甘示弱 大量金色闪电 从他的身上涌现而出 瞬息之间 犹如雨点一般 直接从天而降 轰 轰 轰 一时之间 雷霆肆虐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 响彻不知道多远的距离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所有兽人们都愤怒不已 那七个兽人酋长更是暴怒 在强大的怒火之下 他们原本就高大的身躯 直接暴涨到五米的程度 夸张的肌肉 在他们的身体上 好像是一座座小山 如同是钢铁浇灌一般 一个兽人酋长 猛然从地面上跃起 直接跳跃起了上百米的高度 不过这样的高度 想要抓住飞行的飞龙与雷鹰 显然是不可能的 空军打陆军 可谓是先天上就已经营妈了 只要双方实力差距不大 那基本上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现实果然如此 面对飞行在数百米天空上的 闪电飞龙与闪电雷鹰 几个兽人酋长 只能无能狂怒 哪怕靠着那恐怖的距离 丢出巨石 也在空中被闪电直接击碎 天空上 唐东看着这一幕 可谓是十分满意 自己有两只飞行奇约兽 可谓是战尽先机 算算时间 大部队也该到了 唐东如是道 他话音刚刚落下 地面忽然就开始颤抖起来 所有人的兽人 都被这股巨大的颤动所震惊 纷纷转过头去 随后就看到一个身高十米 全身土黄色的石头巨人 正在狂奔而来 石头人仿佛势不可挡 直接撞开了兽人们 所建立的据点大门 庞大的身躯比坦克还要夸张 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 好 石头人口中嘶吼着 他冲入了兽人群中 鬼阶上级的石头人 对这些虎阶 甚至狼阶的兽人动手 那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这种感觉 就像是虎鹿羊群 一路上可谓是势不可挡 石头人一拳轰出 一只虎阶巅峰的兽人 瞬间被打死 那兽人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一拳打死一头兽人 石头人随后双拳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瞬息之间 整个大的都开始颤抖起来 So 一根长达三米的地刺 瞬间破土而出 直接将一只兽人的身躯贯穿 然后是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无数的地刺此起彼伏不断 几乎是没有半点的停歇 直接覆盖了方圆上千平方米的范围 直接将这一片区域 彻底变成了尖刺地狱 啊 兽人们的惨叫声接连响起 在这片区域内的所有兽人 全部被地面上冒出来的地刺贯穿杀死 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一个兽人酋长看着这一幕 双眼里面喷出汹涌澎湃的怒火 好 兽人酋长暴怒不已 纵身一跃 从石层楼跳跃下来 庞大的身躯狠狠砸在地面上 随后冲出来 朝着石头人狂奔过去 好 一道巨大的唬哮声咆哮而起 在那个兽人酋长的耳边出现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头巨大且浑身钢铁之色的猛虎 已经从某个角落里面冲出来 庞大的身躯狠狠地撞在了他的身体上 兽人酋长瞬间被撞飞出去 高大的身躯狠狠地砸进了路边的一家商铺里面 将玻璃与墙壁都撞碎 随着鬼虎的出现 其他契约兽们也纷纷现身 身材娇小可爱 但却提着一柄一人高大刀的蕾娜 浑身通体雪白 仿佛是雪之精灵的雪狼王 总共六只契约兽全部现身 六股强大的气势也随之充斥着整个战场 天空上 唐东看着这一幕 口中忍不住哈哈大笑出声 无敌 我已经无敌了 足足六只鬼阶七约兽 放眼全球 还有人的实力比自己更加强大吗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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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东直接发动了五次强化能力 五道光芒从他的身上击事而出 分别落在了所有七约兽的身上 在能力的强化之下 所有七约兽的战斗力更上一层楼 So 冷月熙的身形也从闪电飞龙的背上跳跃下来 强大的寒气从他的体内泥漫出 瞬间冻结了附近所有的兽人 一个个兽人 直接变成了冰雕 甚至保留着生前的样子 一场剧烈的战斗 瞬间拉开了序幕 七个兽人酋长 被战六只七约兽 加上冷月熙 而强化 唐东则是没有动手 他双手抱胸 就这么站在一栋大楼的楼顶 欣赏着眼前的华丽的战斗 石头人在咆哮 整个大地在他的操控之下不断变化着 靠着所有七约兽中最为强大的实力 石头人可谓是开局便是碾压 闪电飞龙与闪电雷鹰 更是飞行在天空上 让那两只兽人酋长也是憋屈无比 相比之下 鬼虎 雷娜与冷月熙的实力则是稍微逊色 不过 雷娜作为灵体类七约兽 灵魂尖孝这个能力着实恐怖 无视肉体防御的强大能力 可以直接攻击精神 尽管兽人酋长肉体强度极其强大 但面对雷娜的灵魂尖孝 依旧没什么办法 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轰 轰 轰 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足足六处鬼阶战场 让整个兽人据点 已经彻底成为了废墟 数千兽人狼狈四散逃跑 根本不敢靠近这些战场 就在这些兽人茫然无措的时候 冷明等人已经带着战斗部队到达了 轰隆隆 武装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响起 二十几架武装直升机 从远处的天空飞行而来 发射火箭弹 下一刻 数十枚火箭弹瞬间呼啸而至 一枚又一枚火箭弹 拖着长长的尾焰从天而降 直接落入了兽人群中 轰 轰 轰 所有的火箭弹全部爆炸 巨大的轰鸣声接连不断 爆炸产生的气静与火焰 直接吞噬了这些兽人的身躯 哪怕是虎街兽人 都无法硬抗火箭弹的爆炸 更别说普通的狼街兽人 仅仅只是这一轮火箭弹骑射 便已经杀死了不知道多少兽人 第一轮火箭弹轰炸结束 紧接着第二轮火箭弹轰炸便已经到达 然后是第三轮 第四轮 武装直升机编队登场 便是四轮火箭弹骑射 无数的火球在兽人群中炸起 火焰吞噬了这些兽人的身躯 炮火直接覆盖数条街道 当四轮火箭弹炮火之后 还留下来的兽人已经事不存一 幸存下来的兽人已经吓破了胆 开始四散逃走 轰隆隆 伴随着坦克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刘东带着战斗小队赶到 草 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刘东看着 已经完全溃不成军的兽人队伍 顿时有些傻眼 自家聚居地站进上风 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 但没想到 等他带着地面部队赶到的时候 竟然已经只能收尾了 所有人全部下车 以三人为一小队 开始轻脚残存的兽人 刘东大声下达命令 哗啦啦 三百个战斗人员 从军用卡车上跳下来 一个个数量默契地 开始轻脚兽人队伍 所有人全部全副武装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自动武器 同时 虫族配合他们的行动 开始对剩下的兽人进行绞杀 兽人大败 从开始战斗到兽人战败 仅仅只是几分钟而已 前不久还耀武扬威 足足数千的兽人 此刻已经不成样子 绝大部分兽人都被杀死 剩下的兽人 则是四散而逃 要么躲进了附近的建筑 要么就是远远的逃顿 那些躲进建筑中的兽人 根本逃不掉 在雪狼一族敏锐的嗅觉之下 这些兽人很快就被找出来 然后就是战斗小队一拥而上 轻松用子弹 将这些兽人射杀 如果这些兽人运气好 没有被雪狼一族找到 但也逃不过重足的搜索 死亡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这边的普通兽人 已经基本上被清剿 另一边那七只兽人酋长 也已经进入了末路 石头人狂暴无比 强悍的身躯 可谓是刀枪不入 高大轨阶上级的实力 让石头人可谓是所向披靡 与他战斗的兽人酋长 早已经落入了下风 此刻在石头人的攻击之下 只能勉强防御 砰 石头人猛然一跺脚 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 四周的四面 瞬间开始变成沙土 他拥有控制大地的能力 地面在石头人的控制之下 可谓是大杀气 大量的沙土蜂拥而上 一下子束缚住了 那只兽人酋长的双腿 兽人酋长的身形 猛然停顿下来 他奋力地从中挣脱 砰 兽人酋长的身形 犹如破布袋一般倒飞而出 四米高的身躯 狠狠地砸在一栋建筑的墙壁上 将墙壁都撞碎 大量的鲜血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人还在半空之中 就已经吐血不止 等到落地的时候 已经进气多 出气少 随着第一只兽人酋长的落败 石头人腾出手来 加入其他的战场 兽人一族已经进入了死亡倒计时 大楼上 唐东居高临下 掌控着整个战据 他如同是游戏幕后的玩家 掌控着眼前这一出游戏 结束了 随着唐东话音的落下 最后一只兽人酋长 彻底死亡 没有了兽人酋长的抵挡 其他的兽人 将再也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毫无疑问 这场战争已经彻底结束了 以曙光聚居地的胜利 而彻底告终 胜利了 众人兴奋地欢呼雀跃 一个个脸上 都有着浓浓的笑容 看着眼前的大圣 所有人的心里面 都生起一股浓浓的自豪之胆 开始打扫战场 唐东大手一挥 超过七千的兽人 其中最为弱小的 都是狼街巅峰 虎街的数量同样惊人 甚至还有足足七个鬼街兽人酋长 这一场战斗所带来的收获 不可谓不丰富 可谓是让唐东等人一剥斐 如果完全消化这次战斗带来的好处 那足以让整个曙光聚居地的实力 提升一大截 众人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将所有的兽人尸体 全部挖开 然后取出其中的圆巾 一枚又一枚圆巾被收起来 满满当当的圆巾 足足装满了数个箱子 其中七枚鬼街圆巾 则是送到了唐东的手里面 看着面前七枚成年人 拳头大小的圆巾 唐东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很好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聚居地里面都不会缺圆巾了 不过圆巾这种东西 必然是多多益善的在 再多他唐东也不嫌弃 因此 接下来还是要每天都猎杀怪物 以获得更多的圆巾 圆巾被挖出来 剩下的兽人尸体也没有浪费 虫王想要孵化虫族 需要大量的血肉作为营养 那些孵化出来的虫族 想要成长也需要血肉 刚好这些兽人尸体 就可以用来喂给虫族嘛 一车又一车的兽人尸体 开始被搬运回去 足足七八千具兽人的尸体 搬运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而那七具兽人酋长的尸体 则是被唐东直接带回去 丢到了虫王的面前 虫王看着眼前充满力量的尸体 显得非常喜悦 巨大的血盆大口张开 开始享受着眼前的美味 精神中则是传出了满足和崇拜的情绪给唐东 好好吃 多多生下更多的虫族出来 我的虫族大军可是就指望你了 唐东脸上笑容满面 拍了拍虫王那肥朔且巨大的身躯 时间来到了夜晚 所有的战场已经打扫完毕 兽人的尸体们也已经被带回来 为了存放这些兽人的尸体 唐东还特意用能力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地窖 并且用寒冰将其进行冷冻 以防止这些尸体在时间的流逝下 而腐烂变质了 晚上的时候 为了庆祝白天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唐东在赵明的建议之下 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聚居地里面所储存的诸多食物 纷纷被拿出来 厨师们忙活了好几个小时 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宴会上 整个聚居地所有人都参加了宴会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浓浓的笑容 唐东站在首位上举起了酒杯 各位 今天靠着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 我们取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 但这场胜利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未来还会有无数的胜利被我们所获取 我们曙光聚居地会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哪怕是在如今危险的末世之中 我们也必将永存 为了我们所有人而共同干杯 众人哈哈大笑着 一起举起了酒杯 干杯 美酒下肚 美式在前 所有人的热情都非常高涨 因为末世的原因 聚居地里面每个人的资源都是限额的 像是今天这样可以敞开了肚子 随意享受美式与美酒 也就只有宴会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样难得的机会 众人自然是兴奋不已 宴会桌上 赵杰端着酒杯 来到了一个女孩的面前 那女孩看上去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 清秀的面容 称得上是漂亮 小心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赵杰发出了邀请 被称之为小心的女孩 面对赵杰的邀请 脸上不禁泛起了些许的红韵 然后点了点头举起酒杯 两人随后走到了一边 不知道聊些什么 这一幕被刘东等人看在了眼里 大家都不由得露出看透一切的笑容 哈哈 赵杰这个家伙 什么时候勾搭上了一个妹子 刘东惊讶之余 不由得大笑 一旁的冷明露出羡慕的神情 也为赵杰感到高兴 他忽然感觉不少人都在看着自己 转过头一看 原来是宴会上的其他年轻女孩们 曙光聚居地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从最开始的几十人 后来吞并了王耀明的聚居地 发展到几百人 再后来又吞并了几学文 现在已经有超过两千五百的人口 年轻女孩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也有上百 当然 年轻的男人更多 而冷明毫无疑问 是其中最优质的的佼佼者 自己的实力是虎街巅峰 还有一个鬼街的姐姐 在众多年轻女孩们的眼里 冷明绝对是精英优质男 不知道多少女孩盯着他这块肥肉 刘东不由地笑着 明哥 你可是很受欢迎啊 冷明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 别打去我了 首领才算是真正的受欢迎吧 说着 冷明弩了弩嘴 果然 要说宴会上被人关注最多的 那当然是身为首领的唐东 不过守卫上 唐东此刻赫然正在大吃大喝 至于那些对着他狂抛眉眼的少女与少妇们 唐东浑然当作没有看见 哥 胡迟海喝了一顿 唐东终于是满足地打了一个宝格 他抬起头一看 这才发现很多人都在盯着自己 大家随意吃 都不用顾及我 唐东还没意识到问题 只是以为自己在其他人都有些拘束 想到这里 他便起身离开了 看着唐东已经离开 女孩和单身的少妇们不由得有些失望 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其他人 某个位置上 李薇眨了眨眼睛 眼见着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自己 他悄悄放下了筷子 端着一个酒杯 然后朝着唐东所在的位置追过去了 他的举动看似隐秘 但实际上 早就不知道被多少人看着 李薇浑然不知 到自己也是宴会上 诸多年轻男人们关注的对象 但见着 李薇朝着唐东 所离去的方向追过去 这一幕 不知道 让多少人一颗期盼的心 瞬间碎脸 哎 许多人纷纷叹息 果然 绝美美人们的要求更高啊 恐怕只有首领 那种级别的男人 才能如得了对方的眼 不过宴会上 可是还有一朵绝美娇花的存在 不少人的目光 都一直锁定在冷月西的身上 高冷气质 绝美容颜 足以让任何男人 为之疯狂的身姿 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 冷月西在聚居地内的人气 甚至比李薇还要高 一个青年 借着美酒壮胆 起身朝着冷月西走过去 但还没有靠近就被冷明拦了下来 干嘛 我姐正在吃饭呢 不要打扰好吗 冷明微微笑着 但脸上全然都是威慑的意思 那人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瞬间没了 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冷月西面色平静 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旁的赵明 看着这一幕不由地笑着 然后继续享受眼前的美事 而另一边 梦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他准备将今天这场受人之战记录下来 以后当作是自己的个人传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动 动 动 首领 你在吗 门外传来了李薇的声音 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太对劲 似乎有些软糯糯的样子 唐东没有多想 他起身出去开门 便见到外面站着的人果然是李薇 只不过 李薇现在脸蛋通红一片 手里还拿着一个空酒杯 他身上散发着些许的酒气 一双眼睛有些迷离 整个人似乎都有些站不稳 以至于依靠在了门框上 首领 我想找你玩 李薇有些傻笑着说道 说完了之后 没等唐东同意 他已经走进了屋子内 唐东哭笑不得 你是不是喝醉了 怎么你的酒量这么差 仅仅只是一杯酒就让你醉成这个样子 李薇的样子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喝醉了 甚至恐怕都开始说起了胡话 果然 李薇一进门就忍不住扑倒在了床上 还在上面滚了几圈 整个人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以至于身上的衣服都有些凌乱 然而 他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今天晚上穿的是超短裙 他这么在床上一滚 以至于本裙都完全掀了起来 里面粉色的内裤 完全暴露在了唐东的面前 以如今唐东的实力 视力是何其的惊人 五十米范围内 哪怕是一只苍蝇飞过 他都能够看清楚 那只苍蝇翅膀上的纹路 何况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春光 仅仅只是一眼 唐东甚至连李薇的形状 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赶忙挪开目光 免得自己控制不住 李薇 赶紧起来回自己房间里面去睡 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唐东没好气到 李薇 嗯 李薇没什么答复 整个人躺在唐东的床上 一动不动 唐东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 李薇竟然已经醉倒了 这个家伙 唐东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李薇是多放心自己 才会大半夜 跑到自己房间里面来 难道他长得很像是 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尽管心里面想要控制 但唐东的眼光 还是不自觉地 落在了李薇的身上 不得不承认 李薇非常漂亮 与冷月西不同 如果说冷月西 是一朵高傲清冷 且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那李薇就是一朵 活泼可爱的百合花 明明都已经二十来岁了 李薇却仿佛是 刚出社会的纯情少女 整个人显得傻乎乎的 估计是脑子的营养 都窜到胸前去了吧 否则的话 怎么会发育得这么大 李薇的尺寸 绝对是傲视群雄 哪怕是有着近乎 完美身材的冷月西 也比不过 双方甚至不是一个等级 那傲人的山峰 足以让一般的女人羞愧 也可以让男人难以自拔 呼 短短时间里 李薇已经在唐冬的床上熟睡了起来 精致可爱的脸蛋非常漂亮 但配合上李薇本人的气质 就显得有些傻乎乎的 给人一种很好欺负的感觉 唐冬费尽力气 才将自己的目光 从李薇身上挪开 他有些头疼的符额 李薇没事跑到我这里来睡干什么 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那我岂不是风平被害 唐冬心中无语 相比于李薇 其实他还是更加喜欢冷月西 可惜 两人虽然已经认识不短的时间 但说过的话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句 而且还都是公式 面对性格清冷的冷月西 唐冬着实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再加上 他根本没有任何恋爱经验 面对冷月西这样至少一百级的大boss 不免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还是先将李薇送回去吧 免得到时候 真的误会了 这货还不知道要睡多久 若是他明天才从我的房间里面离开 那我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唐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童颜巨X美少女 在你房间里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才离开 就算你告诉别人 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吧 想到这里 唐冬走过去 将李薇拦腰抱起来 准备送回原来的房间 或许是因为他的动作太大了 就在唐冬将李薇抱起来的时候 刚才还熟睡的李薇 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两人四目相对 房间里面的空气 瞬间有些凝固 如果我说 我只是想要将你送回房间里 你相信吗 唐冬一脸无辜 李薇刷的一下 瞬间撬脸通红一片 我不信 你想欺负我 李薇羞红了脸 双手瞬间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啊 唐冬一脸无奈 自己着实冤枉啊 他说着 就想要将李薇重新放回床上去 但没想到 李薇却一下子松开了手 然后反过来抱住了他的脖子 等一下 我喝醉没力气了 你叫我抱回房间里面去吧 李薇道 没力气了 可我怎么感觉 你抱着我的手 很有力气 唐冬心里面吐槽了一句 但还是没将李薇直接丢下来 他抱着李薇起身打开房门 然后准备将其送回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去 两人的房间相隔只有十米不到的距离 不过就在唐冬走出房间的时候 冷月熙刚好回来 三人目光瞬间对视在一起 唐冬此刻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不仅被人看到 而且还是被冷月熙看到 此刻李薇正以公主抱的形式 被他抱在怀里 李薇整个人满脸红韵 一双手亲密地抱着唐冬的脖子 两个人看上去 就好像是一对处于热恋中的情侣一般 在外人看来就是如此 这一下子 恐怕唐冬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 冷月熙面色平静 他目光在两人身上扫了一下 一抹惊讶之色 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 然后又是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没说什么 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唐冬 算了算了 被误会就误会吧 唐冬已经摆烂了 直接将李薇送回他自己的房间里面 李薇的房间 全是一片粉红少女心的装饰 同时床上还摆放着好几个玩偶 其中一个大玩偶 几乎与李薇的身形相同 好在他的床足够大 否则摆下这么几个大娃娃 他本人恐怕都没地方睡了 将李薇放在床上 唐冬无奈道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 李薇吐了吐舌头 然后这才将唐冬放开 解开了束缚 唐冬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他转身就准备离开 他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自己好像是被李薇给算计了 李薇根本就没罪吧 刚才恐怕都是故意的 李薇在这里的话 指不定他又要用什么招式 哎 等一下 你这么急着走干嘛 李薇看着一个静 想要离开的唐冬 他不禁嘟起了嘴 神态有些不满 自己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唐冬至于跑这么快吗 还有什么事 唐冬没好气到 你留下陪我聊一会儿吧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李薇用可怜兮兮的眼神 看着唐冬 唐冬直翻白眼 没兴趣 你自己早点睡觉吧 说着唐冬转身就打算离开 不要 李薇说了一声 纵身一跃就从床上跳起来 一下子跳到了唐冬的背上 二话不说 如同八爪鱼一般 将唐冬死死地抱住 现在本来就是夏天 两人身上的衣服都非常清凉 唐冬仅仅只是穿了一件T恤 而李薇也只是多了一件内衣而已 此刻 两人紧贴之下 唐冬立刻感觉到 一对巨大且柔软的东西 紧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甚至挤压变形 甚至他都能感受到 背后李薇身上的温度 跑那么快干嘛 我会吃了你吗 只是让你陪我聊会天而已 你又不会吃亏 李薇有些不满地抱着唐冬 唐冬翻了翻白眼 他挣扎着想要挣脱李薇的手 然而却发现李薇抱得很紧 不知道的 还以为要对他使用断头抬勒死 以唐冬的实力 想要强行挣脱开来自然简单 但这么做李薇的双手 基本就会被扯下来 好吧 你从我身上下来 我陪你聊一会儿 面对耍无赖的李薇 唐冬只好答应 李薇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才松开了唐冬 然后回到床上坐下 唐冬美好气地走到床对面坐下 他双手抱胸看着李薇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李薇表情有些扭捏 刚才那狡猾的表情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欲言又止 看到这一幕 唐冬稍微正色了一些 他看得出来 李薇似乎是有正视 说吧 到底是什么事情 唐冬正色道 李薇终于开口 我想要去找我的爸妈 我很担心他们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李薇声音低沉 眼眶里面涌现出泪水 唐冬 哎 他心里叹了一口气 原本的些许不耐 顿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同情 李薇的年龄 不过只是二十岁出头 这样的年龄 刚刚脱离父母的保护 但没想到 就遭遇了幻想降临这样的遭难 而像是李薇这样的少女 在这个世界上 不知道还有多少 你爸妈在什么地方 唐冬开口道 他政策起来 如果距离不远 自己可以带着李薇过去寻找一番 但如果太远 甚至是离开了亚洲 那恐怕自己就要慎重考虑了 目前聚居地正处于上升期 他作为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自然不可能离开聚居地太久 更何况 他若是专门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寻找李薇的父母 这让聚居地里面的其他人怎么想 到时候 势必会引起一阵躁动 这对于聚居地内部的团结 稳定不利 作为聚居地的首领 唐冬必须要考虑这些风险 见着唐冬似乎愿意帮忙 李薇脸上露出喜悦 他抬起头来 就在北方白山市 他们在末世到来之前 因为出差去白山市工作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现在应该也在那个城市里面 白山市 唐冬面色凝重了一些 白山市是华国北方的重要城市之一 虽然没有魔都这么繁华 但也有着至少两千万的人口 这样的大型城市怪物必然无数 李薇的爸妈如果没什么运气的话 那想要活下来的概率是很低的 话而言之 他们这一趟过去 很有可能一无所获 你能知道你爸妈确切在白山市什么位置吗 唐冬询问道 李薇面露难色 无法确定 但他们没有出差闲逛习惯 所以要么在酒店里面 要么就在公司 幻想降临的时候是白天 所以他们在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唐冬点了点头 他目光看向李薇 就见着对方正满脸期盼之色地看着自己 那期待的眼神实在是让唐冬有些无法拒绝 他在心中盘算了一下 魔都距离白山市大约两千三百公里左右 以闪电飞龙的速度 大约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一来一回就是十个小时 那么如果手脚快一些 二十四小时之内足以返回 好 我带你过去 但我不能在白山市待太长的时间 否则聚集地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无法解决 所以加上路程 最多四十八小时 唐冬如是道 李薇大喜过望 他激动地连连点头 然后一把扑了上来 狠狠地扑进了唐冬的怀里 首领 谢谢你 李薇激动不已 整个人扑进唐冬的怀中 紧紧拥抱 感受着李薇柔软且充满诱惑的身体 唐冬用了好大的意志力 才将他推开 谁知道 李薇还在用力抱着 似乎是不准备撒手了 别推开我妈 这是我给你的报酬 李薇红透了脸 然后将唐冬抱得更紧了 好家伙 用福利来当报酬是吧 唐冬心中哭笑不得 他可是正人君子 好吧 童颜巨X的李薇 身子着实是有些太香了 让他也有些射不得推开 李薇红着脸 抱着唐冬的身体 唐冬明显感觉得到 李薇的身体越来越软 才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整个人就好像是 力气被抽干一般 整个人软绵绵地 趴在了唐冬的怀中 唐冬低头一看 李薇早已经脸红得 像是熟透的苹果 那红韵遍布他的脸颊 甚至连耳朵都红透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唐冬强称着意志 将李薇从自己的怀里推开 将其放回床上 李薇一回到床上 就把自己整个人 都藏进了被子里面 晚安 他说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 唐冬分析了一会儿 才听出是晚安两个字 他不由地轻笑 然后走出房间 听着关门的声音 憋气的李薇 这才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他脸上的红韵 久久无法消散 回想起刚才 在唐冬怀里的感觉 他的脸再度红了起来 我竟然这么大胆 全扑进男人怀里 李薇脑子终于是清醒一些了 回想起自己 刚才那大胆的举动 李薇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似乎在唐冬怀里的感觉并不坏 甚至让他有些享受 如果能多待一会儿就好了 李薇脑海里冒出这样的想法 将他自己吓了一跳 呸呸呸 李薇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种想法 可真是太不要脸了 李薇红着脸清脆几口 赶忙拍打着自己的脸 但刚才那舒适 且安心的感觉缺 一直印在他的心里面 让李薇今夜久久无法入眠 这一边的唐冬 则是找到了赵明 将李薇的事情说出来 赵明文言后点点头 我支持首领去白山走一趟 李薇的能力很强大 如果能让他安心的话 自然是更好的 如果拒绝 难免会在他的心里面 留下一个疙瘩 以后说不定某一天 李薇就会离开了 唐冬笑着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我会去两天的时间 不过这件事情 不能对其他人这么说 否则肯定会有大量的人 想要去找自己的家人 我不可能陪着每一个人出去 赵明郑重地点头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自然知道 就以闭关修行为理由吧 这样哪怕多耽误几天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赵明道 唐冬轻便下巴 两人商业好之后 唐冬便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 四日 第二天一大早 李薇便迫不及待地 敲响了唐冬的房门 他整个人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同时背着一个背包 唐冬给他开门 看着李薇背后的背包 不禁有些疑惑 你这是什么东西 食物和一些医疗物资 万一爸妈受伤了怎么办 李薇笑着道 唐冬点点头 李薇有这样的细心 倒是让他惊讶 稍等一会儿吧 我们等会儿 做闪电雷鹰过去 唐冬如是道 闪电雷鹰的速度 虽然比不过飞龙 但唐冬需要将飞龙 路在聚居地里面 这样若是在他离开之间 聚居地遭遇什么危险 也能有更大的胜算 他简单的细数一翻后 便准备出发 两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一路从小路离开了聚居地 而闪电雷鹰早已经在等待 两人爬上闪电雷鹰的身体后 巨大的雷鹰 瞬间扇动着翅膀 飞入天空上 以3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朝着白山市出发 这样的飞行速度 大约只需要7个小时 就可以抵达白山市 前提是 飞行的途中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如果出现了意外 耽误了时间 那肯定就要延后了 就 闪电雷鹰 以超过300公里的时速 飞行于天空上 猛烈的狂风吹袭而来 这么剧烈的狂风 几乎与刀子没什么区别 好在闪电雷鹰的身躯 足够庞大 一展接近20米的庞大身躯 几乎与一架 小型的私人飞机 没什么区别 足以两人舒舒服服的 躺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李威 趴在闪电雷鹰的背上 看着四周不断后退的云层 他不禁有些害怕 这么快的速度 若是掉下去 以他的实力而言 基本上就是技了 想到这里 李威不禁往着唐东 所在的位置靠了靠 太快了吧 我有些怕 李威面色有些发白 唐东将李威拉过来 躺在自己身边 他一只手搭在李威的肩膀上 有着唐东的保护 李威心中原本害怕的情绪 瞬间消失不见 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心感 从他的心里面涌现出来 这让他忍不住 再往唐东所在的位置靠了靠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闪电雷鹰就已经飞行了半个小时 迅捷的速度 让他已经飞行了 超过150公里的距离 数千米的高空上 只是一望无际的云层 刚开始的时候 李威还有些新鲜感 但看多了之后 便感觉有些无聊起来 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气息陡然出现 瞬间将李威惊醒过来 有怪物来了 唐东这个时候 也已经在闪电雷鹰的身体上 坐起身来 他目光了 看向了气势传来的方向 只见一头体型庞大的巨兽 正在朝着这边接近 那头巨兽的身躯十分惊人 远远看去 足足有着上百米的大小 昆 李威有些愕然 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盘然大悟 唐东的面色 则是没什么惊讶的表情 北明有余 其名为昆 昆之大 一锅顿不下 这个段子 在华国可谓是广为流传 不过人们更加熟悉的 恐怕是那些 垃圾业游广告里面的昆 什么进化全靠吞 开局一只昆 不知道让多少人耳熟能详 在这种知名度的情况之下 昆被幻想之力具现出来 还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前世他就听说过 天空上存在着许多的昆 这些昆几乎霸占了 大半个华国的天空 因为其至少诡计的强大实力 以至于普通人 哪怕有飞行能力 也不敢飞入天空上 之前在魔度的时候 唐东没有见到昆的身影 早就已经非常奇怪 现在终于是见到了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昆的身影 前世他的实力太弱小 根本没有资格见到昆 现在亲眼看见 不由得被昆庞大的体型所震撼 这只昆的实力 同样非常强大 忽然已经到了 诡计巅峰的可怕程度 头尾超过150米的庞大身躯 如同是一艘航母一般 飞行在天空上 带来的视觉震撼是相当恐怖的 几百米外 巨大的昆通体看上去有些腐烂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腐朽与恐怖的气息 但尽管身躯腐朽 但那庞大的身体 依旧带给人窒息的压迫感 俯昆 可以的 唐东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控制着闪电雷音下降 俯昆的身躯非常庞大 一般飞行了数千米的高空 平时恐怕根本不会进行低空飞行 闪电雷音的实力 仅仅只是轨阶下级而已 哪怕加上 嗯 腐昆低沉且庞大的声音响起 冰冷视血的目光 已经锁定了唐东他们 他摇摆着尾巴 明明是超过150米的庞大身躯 但飞行的速度却并不缓慢 只是因为太庞大了 所以才显得动作缓慢而已 但实际上 腐昆的飞行速度 并不逊色于闪电雷音 甚至更快几分 双方的距离在迅速地拉近 而闪电雷音 在唐东的控制之下 也在急速降低飞行共度 啊 因为飞行高度的骤然降低 带来的巨大落差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李威什么时候 面对过这样的情况 一时之间 忍不住面色有些发白 唐东见状 为了避免李威 从闪电雷音的身体上掉落下来 伸出手来 一把将李威抱在了怀中 抱紧我 小心别掉下去了 唐东说道 李威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连连点头 双手紧紧地抱着唐东的身体 整个人都缩进了他的怀中 So 凛冽的破空声响起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闪电雷音就从数千米高的高空 降落到了几百米的低空区域 下面赫然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在这几百米的高度 甚至连地面的建筑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唐东紧急回过头看了一眼 只见那猙獰且巨大的傅鲲 竟然还在身后紧追不舍 傅鲲好像是定死了唐东他们一般 紧紧地 咬在唐东身后 根本不肯放松 庞大的身躯 越来越接近闪电雷音 眼看着双方的距离 已经接近两百米 这个时候 傅鲲张开了血盆大口 巨大的嘴巴缓缓张开 一股恐怖无比的的力量 正在其中汇聚 唐东瞳孔一缩 一股死亡的危机感 瞬间笼罩在了他的身上 融合 强化 唐东瞬间发动了融合能力 整个人立刻与闪电雷音 融合到了一起 一对巨大的金色翅膀 在他的身后生长出来 原本趴在闪电雷音背上的李薇 毫无疑问是直接掉落了下去 整个人在空中尖叫不已 唐东正式飞行过去 一把将李薇抱在怀里 抱紧我 他再度道 李薇下的面色发白 整个人如同八爪鱼一般 死死地抱在唐东身上 如今紧要的关头 唐东可没什么心思 去感受李薇身上传来的美好触感 他将自己的飞行速度 拉到了最高 速度已经接近每小时350公里 但即使如此 想要甩掉身后的傅鲲 已经十分困难 So 就在这个时候 凛冽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黑色的光柱 从傅鲲的口中激势而出 快 这一道光柱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仅仅只是瞬间 就已经来到了唐东的身后 恐怖的气息 让唐东浑身上下汗毛扎起 危险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进行翻滚机动 以显之又显的姿态 躲过这一道黑色光柱的袭击 黑色光柱 直接射在了一栋大楼上 然后瞬间爆炸 哄 恐怖的轰鸣声直接炸起 黑色光柱当场爆炸 可怕的破坏力 将整个大楼从中间拦腰炸断 数十层楼高的摩天大厦 轰然倒地 建起了无数的尘土 唐东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一直到了记住 快与地面齐平的程度 然而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天空上的腐坤 依旧是紧紧地 将目标对准了他 操 我们之间 有这么大的仇恨吗 为什么这么死 追着我不放 唐东忍不住心中吐槽道 这腐坤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为了捕食 那现在地面上 有这么多怪物他 为什么不动手 难道是因为自己刚才 飞行经过了他的领地 所以触怒了腐坤 唐东无法确定真相是什么 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 还是感慨 甩掉腐坤的追杀 一人一坤 以惊人的速度 在城市里面不断地穿行 唐东试图利用 城市里复杂的地形 来摔倒腐坤 但他发现 这样的做法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腐坤的感知能力 似乎十分的恐怖 唐东明显感觉的 得到一股力量锁定了自己 任凭他怎么在城市里面 变化方位 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行 这么做根本无法甩掉腐坤 唐东咬了咬牙 脸上的神情有些难看 在他的怀中 李威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 他脑海里面灵光一闪 提醒道 首领 我们可以去云江山庄 云江里面有一条 诡计巅峰的交融 或许能够置疑至这头腐坤 听着李威的话 唐东眼睛不由地亮起 不过现在 他们早就已经飞过了 云江近百公里 想要在腐坤的追杀下 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恐怕不太现实 不过虽然是如此 但现在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只能冒险试一试 唐东毫不犹豫调转方向 朝着云江所在的方向而去 眼见着他调转方向 腐坤也立刻追随其后跟了上来 好在经过刚才在城市里面的一桶乱转 虽然没有甩掉腐坤 但至少也与腐坤拉开了一些距离 此刻一人一坤的距离大约是五百米 这样的距离看似很远 但实际上 对于鬼阶强者而言 根本算不得什么 唐东爆发 除了自己体内所有的原力 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云江所在的位置飞行过去 身后的腐坤穷追不舍 这一追一逃 转眼之间就是数十公里 唐东已经爆发出了自己所有的实力 但即使如此 依旧是甩不掉身后的腐坤 双方的距离 此时已经又来到了两百米 So 凌鲣的破空声再度响起 那黑色光柱袭击过来 目标直指唐东 唐东瞬间拉升飞行高度 这才以危险的姿态 躲过了黑色光柱的攻击 但这样的做法 也让他与腐坤的距离拉近了数十米 现在一人一坤的距离 已经只剩下一百五十米了 完了 首领 咱们好像是躲不掉了 李渭的面色有些发白 对不起 我帮不上什么忙 李渭有些自责 唐东拼了命飞行 但他只能被抱在怀里保护 什么忙也帮不上 唐东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去理会李渭 他专心控制力量 保持权力输出的状态 他距离云江越来越近 而腐坤距离他也越来越近 眼看着马上就要被腐坤巨大 且争鸣的血盆大口吞入腹中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气势 从远处陡然升起 这股气势唐东游戏熟悉 赫然就是那只鬼街巅峰蛟龙的气息 这么快就到了 唐东有些惊讶 但仔细一看 那只蛟龙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顺着云江而下 刚好就在他们目前位置的附近 他好了 唐东大喜过望 这简直是天无绝人之路 好 蛟龙的龙音声仿佛是震动天地 只见远处的江河当中 一条身长上百米的巨大蛟龙 正从水里面探出头来 他那一双如同羹龙般大小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唐东所在的方向 准确说是腐坤的身上 相比于鬼街终极的唐东 显然是同为鬼街巅峰的腐坤 威胁更大 像是蛟龙这样的怪物 怎么可能允许同等级境界的 其他怪物靠近他 以至于腐坤的气息 才刚刚被蛟龙发现 他便已经发出了警告的嘶吼声 嗯 腐坤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他慢慢降低了速度 显然是感受到了焦龙的威胁 两个鬼街巅峰的庞然大雾 隔着一两公里对着着对方 都慢慢停止了下来 趁着这个机会 唐东赶忙带着李维逃跑 一直跑出了几十公里 这才停止下来 唐东找了一个郊区的屋顶降落下来 然后解开了与闪电雷音的融合状态 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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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整个人看上去免得十分疲惫 收敛 你没事吧 一旁的李维赶忙走上来 金色恶圣光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然后逻在了唐东的身体上 唐东只感觉身体一阵暖洋洋一片 刚才还疲惫不已的身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恢复 李维一口气将自己体内的圣光 注入了大半到唐东的身体里 终于是彻底让唐东恢复过来 刚才爆发状态的飞行 对原力的消耗极大 饶使唐东的实力恶 无法长时间进行那种状态下的飞行 接下来休息一个小时 再继续出发吧 唐东如是道 李维点点头 他有些自责 对不起 首领 如果不是我执意要去白山市的话 咱们刚才就不用经历那种危险了 唐东不由地笑了起来 不要自责 类似这样的危险 你以为在聚居地里 就不会经历了吗 这个世界很危险 无论待在什么地方 意外总是会出现的 只要活下来了 那就是最大的幸运 唐东笑着 李维不禁愣了一下 心中涌现出一道暖流 他很清楚 唐东这么说 是在安慰自己 两人休息了一个小时 闪电雷鹰也勉强恢复了过来 随后两人一鹰继续前进 不过有着刚才的经验 这次唐东控制着 闪电雷鹰的飞行高度 保持在800米左右的位置 便已经足够 继续在网上 很可能还会遭遇其他的困 但如果太低的话 也很可能吸引到地面 那些强大怪物的仇恨 800米到1000米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只要快速飞过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闪电雷鹰 因为刚才的爆发飞行 也有些疲惫 因此 唐东让其降低了飞行速度 保持250公里左右 这次的飞行 果然是顺利了许多 除了偶尔路过城市 吸引到一些飞行怪物的注意外 并没有再遭遇任何的威胁 一转眼 时间就过去了8个小时 唐东与李威 终于是进入了北方的范围 此时空气中的气温 已经开始降低 魔朵的天气十分暖和 但这个时候 北方的天气 却显得非常冰冷 气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而且越往北方就越低 短短时间里面 空气中的气温 就已经降低到了零下 并且还在继续降低 怎么会这么冷 现在是夏天 就算是北方 也不应该冰山雪地才对啊 李威缩了缩脖子 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 此刻高速飞行带来的冷风 已经让他有些吃不消了 倒是一旁的唐东无所谓 这样的温度影响 不到他强大的肉体 不过看着 被低温洞的瑟瑟发抖的李威 他不禁笑了 你身上没带衣服吗 唐东看向他背后的背包 李威连连摇头 白山是夏天并不会太冷的 我没想到温度这么低 唐东无奈摇头 他低头一看 两人此刻正经过一个城市 于是他便让闪电雷音 降低飞行高度 落在城市里的一栋大楼上 那我们在服装商城里面 随便找一件衣服吧 唐东道 好在北方的商城里面 不缺各种厚实的衣服 两人想要找到一件适合李威 穿的羽绒服还是十分简单的 闪电雷音在一栋商城的大楼上停下来 唐东纵身一跃跳下来 你待在闪电雷音的背上 我去找衣服 唐东道 李威小的点头 整个人都缩进了闪电雷音的羽毛里面 冻得瑟瑟发抖 唐东一拳直接打穿天花板 整个人空降进入商城里 随便从里面挑了几件衣服之后 他便离开 穿好厚厚的羽绒服之后 李威总算是感觉缓和了一些 尽管裹得像一个粽子 但总比受冻更强 闪电雷音再度出发 目标直指白山市 经过这几个小时的飞行 目前他们距离白山市 已经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距离 随着越来越深入北方 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寒冷 当巨大的白山市 出现在唐东与李威两人面前的时候 这里的气温 已经达到了零下30度的恐怖程度 整个白山市 已经完全被一片冰天雪地所覆盖 后时的积雪看上去 好像是要掩盖整个城市一般 因为没有人清理积雪 以至于街道上根本没有办法行走 哪怕是一个人跳进去 也会被积雪所掩盖 放眼望去 这个城市几乎就是白茫茫一片 唐东两人既进入白山市的时候 这座城市还在下着暴风雪 冷冽的狂风在城市中不断地肆虐 寒风瑟瑟 冰雪漫天 李威缩了缩脖子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担忧的神情 本来幻想降临 就已经足够危险了 此刻还要面临这么恶劣的天气 显然生存的难度更上一层楼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之下 两个普通人想要存活下来 难度可想而知 走吧 我们直接去元胜公司 唐东拍了拍李威的肩膀 当作安慰 然后控制着闪电雷音 朝着元胜公司所在的地方过去 元胜公司就是李威爸妈出差的地方 在来白山市的时候 唐东已经提前通过地图 了解了元胜公司所在的位置 不过 尽管大概的位置是知道了 但想要在这一座 被白雪锁完全覆盖的城市当中 找到元胜公司所在的地方 依然要花费一些力气 唐东的目光 一直在看着下面的城市 此时闪电雷音 已经又降低了飞行高度 保持在300米左右的位置 但因为暴风雪实在是太大了 冷冽的狂风 席卷起大量的风雪 无疑是严重遮挡了唐东的视线 哪怕是切换到闪电雷音的视角也一样 不得已之下 唐东只能继续让闪电雷音 降低飞行高度 最终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当中穿行 唐东拍了拍闪电雷音的身体 让其将自己的气势释放出来 有着诡计的气势作为威亚 一般的怪物根本不敢冒头 靠着这样的办法 显然是帮助唐东 介绍了不少的麻烦 他明显看到 城市当中有着大量的怪物 这些怪物的种类 与南方明显有着不小的区别 显然 因为冰天雪地的低温因素 一般的怪物 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里面生存 在怪物大量死亡又刷新的情况下 如今还能在这个城市里面生存的怪物 要么是不害怕低温 要么就是实力强大 最差都是虎街以上 唐东一路过来 连一只狼街怪物都没有看到 其中 唐东所看到最多的怪物 就是一种身高大约三米左右的雪人 这些雪人的数量似乎十分庞大 唐东只是随便扫了一眼 就看到了数百只 这些雪人仿佛是以冰雪为食 冷冽的冰雪世界 对他们来说 不仅没有任何的困扰 反而是让其如鱼得水 雪人皮操肉厚 几乎各个雪人都长得十分壮硕 最矮也有两米五 甚至个别强大的雪人 可以达到四米 甚至是五米 那些四五米高的雪人 显然实力都已经是虎街巅峰 接近于鬼街的水平 而普通的雪人则是虎街下级 闪电雷鹰在低空飞过 吸引了不少雪人的注意 不过这些雪人感受着 从闪电雷鹰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都纷纷将自己埋葬进了雪地 像是在躲避着 避免被闪电雷鹰注意到 一路在白山市里面飞行 在花费了几分钟后 唐东终于到达了二环的区域 这里也是原生公司的所在 一栋大约三十层楼高的大楼 出现在了唐东与李威两人的面前 尽管大楼被冰雪所覆盖 但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大楼独特的造型 就是这里了 之前 我妈发给我看的公司大楼照片 就是这个 李威显得十分激动 唐东没有失去冷静 他没有急着让闪电雷鹰降落 而是先观察了大楼四周的环境 这里已经是白山市二环的范围 肯定有强大的怪物 甚至鬼街也不一定 若是贸然降落到公司大楼上 万一被怪物偷袭 可就麻烦了 自己可以逃掉 但不过虎街上级的李威 恐怕就十分危险了 就 闪电雷鹰再度释放出自己强大的气势 然后围绕着原生公司的大楼 飞行了一圈 将那些弱小的怪物驱赶出去 确定没有任何的危险之后 唐东这才控制者闪电雷鹰 降落在原生公司的大楼天台上 两人从闪电雷鹰的背上跳跃下来 因为积血太深 足足有着一米的程度 身高一米六的李威 直接大半个身体都陷入了积血当中 他挣扎着想要在积血里面行走 却无奈地发现十分困难 积血太厚实了 他虽然是虎街上级 但圣光能力对肉体并没有什么强化效果 扑吃 一旁的唐东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威大半个身体陷入积血当中 整个人扑腾的样子实在是非常好笑 我来帮你吧 唐东笑着一把将李威抱起来 然后带着他进入了楼道当中 这才重新放下来 李威此刻心里面惦记着自己的父母 也顾不得什么尴尬 一进入楼道 他便迫不及待 想要寻找自己父母的身影 有人在吗 我们是曙光聚聚地的搜救队 如果有人的话就喊一声 李威在楼道里面大喊道 他的声音不小 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楼道 但楼道里面缺寂静无声 没有半点的声音 走吧 我们顺着楼层找下去 唐东到 然后走在前面 唐东的后面 两人来到了第32层开始搜寻 然后进入32层后 这里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所有人全部死亡 每个人都被怪物杀死 这一层工作的员工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不少人甚至尸体都残破不堪 上面残留着被怪物撕咬后 遗留下来的痕迹 只有少数的信任 勉强可以保留一个全尸 唐东仔细检查了一下这些尸体 然后发现了大楼外面 那些已经完全碎裂的玻璃 看来幻想降临的时候 应该是有强大的飞行怪物 冲破了大楼的外层玻璃 然后冲进来 杀死了这些人 线索非常明确 唐东很快还原出了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经过 不多时 他在一个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具怪物的尸体 看得出来 这层楼的人经过奋力的抵抗 只不过终究不是怪物的对手 只是勉强杀死了一只怪物而已 这是怪物的尸体 已经被冻僵 但依然看得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石像鬼 李维显然也经常玩游戏 对于石像鬼 这样的奇幻怪物并不陌生 唐东点点头 然后两人朝着第三十一层出发 之后是三十层 二十九层 两人一层一层不断地往下面探索 随着搜寻层数的不断增加 李维脸上的绝望之色 也越来越浓郁 整个大楼都被怪物血洗 当时的场景肯定非常混乱 有吸血蝙蝠 有石像鬼 有哥布林 甚至还有僵尸与冤魂留下的踪迹 可谓是群魔乱舞 在如此多怪物的攻击之下 整个大楼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但唐东也发现了不少人类反抗留下来的痕迹 刚刚被幻想 降灵具献出来的生物都不会特别强大 一般都只是狼街而已 普通人如果团结在一起 是完全有可能在这种危机下逃生的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第八层 上面的所有楼层都已经完全搜索完毕 完全没有找到任何活人的踪迹 到了这个地步 李维脸上的绝望与伤心之色 已经浓郁到了极致 他忍不住低声哭泣起来 眼泪从眼眶里面流淌而出 划过他的脸颊 我爸妈是不是已经死了 李维脸忍不住看向唐东 他的眼里有着最后一份希望 他希望能从唐东这里 得到一个饱含着希望的消息 唐东没有说话 他随意地翻找着电脑桌上的文件 忽然注意到了这种桌子的身份牌 李正 等等 李维 这是不是你爸工作的工位 唐东指着身份牌道 李维连忙转过头去 当看到李正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惊喜不已 连忙点头 对 我爸就叫李正 他翻开了桌子的抽屉 从里面找出了文件 这就是我爸的笔记 他这个人非常讲究 写字的特点就是一百一眼 为此 我还笑话过 他是一个老古董 李维激动不已 唐东紧锁的眉头 却没有舒缓半点 现在工位是找打了了 但人可没找到 既然你爸的工位就在这里 那他很可能也在这层楼 或者下面的楼层 我们找吧 唐东道 不等他说话 李维便已经开始寻找起来 两人将整个楼层找了一遍 但并没有找到李正的尸体 这对于李维来说 显然是一件好事 没有尸体 那就代表着还有希望 至少还有活着的希望 两人继续寻找 很快又发现了李维母亲的工位 同样也没有找到尸体 不多时 整个大楼就已经完全搜寻了一遍 但李正与张敏的尸体都没有发现 唐东眯着眼睛 要么就是你 爸妈当时已经从这里逃出去了 要么就是已经被怪物吃光了 所以我们才没有发现尸体 不过我觉得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这也带来了全新的麻烦 白山是这么大 你爸妈他们到底 去了什么地方 李维面露难色 他心中又是激动 又是忐忑 此刻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见着指望不上李维 唐东自己思索 李维的爸妈应该只是普通人 而不是能力者 那他们 在这么怪物遍地走的白山市 肯定无法移动太远的距离 如果他们真的活下来 那就必然在这附近的某个区 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 虽然逃出了大楼 但还是没有逃过其他地方满街跑的怪物 经过前世和今生的经验 唐东早就发现了 普通人是很难活过幻想降临的灾难初期的 毕竟一个从小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 基本上没什么战斗能力 面对突然出现的无数怪物 如果不是觉醒者的话 想要活下来真的非常困难 但如果自己是觉醒者 或者跟着觉醒者逃离 那活下来的机会就大得多 还有便是那些生活在小城市 或者乡村的人 这些人活下去的概率更大 因为小城市和小山村人口密度不大 而怪物出现的密度 与人口密度是成正比的 既然大楼里面没有 那你爸妈肯定是逃出去了 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说不定能够看到幸存者的下落 唐东开口道 李渭重重地点头 他擦干自己脸上的眼泪 原本伤心与绝望的神情 已经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不过两人来到外面 这才发现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外面早已经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两人从九点出发 在路上飞行了十个小时 到达白山市的时候 就已经晚上七点 现在又在大楼里面找了一个小时 如今已经是晚上八点 天色早就黑暗了下来 在夜晚的时候 还在外面晃悠 这可不是什么正确的行为 就算是如今鬼街的唐东 也不会做这么冒实的举动 城市中狂风呼啸 街道上空无一人 漆黑的夜晚 再加上恐怖的暴风雪 以至于外面的街道 几乎已经成了地狱一般 常人哪怕连五分钟都活不下去 看来我们今晚只能在大楼内睡夜了 等明天再出发吧 唐东转过头道 李渭压下心中的担忧 随后点了点头 两人随即就准备回到楼顶 与闪电雷音一起度过这个夜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阵战斗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过来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首领 好像有人遭遇了怪物 李渭目光看过去 唐东眯着眼睛 漆黑的夜晚加上暴风雪 就算是他也视力 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难以看清楚 百米之外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过去看一看 思索一方后 唐东决定过去看看 他分析李渭的父母 应该是与大楼里面的 觉醒者一起离开 既然如此 那现在的战斗 说不定也与觉醒者有关 如果运气好的话 那说不定 现在就能够找到李渭的爸妈 他带着李渭 朝着战斗声音传来的方向 赶过去 很快就到达了附近 只见漆黑一片的街道上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 正在与一只怪物战斗 那只怪物长相猙獰 有着一身黑色的鳞甲 与恐怖的血盆大口 同时 额头上还长着一对尖锐的脚 屁股后面的尾巴更是惊人 那根本不是尾巴 而是一根铁鞭 这是什么怪物 唐东皱着眉头 他在脑海里面搜索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任何 与这只怪物符合的信息 他摇了摇头 后边不再去想 幻想之力会具现出 许多人心中的怪物形象 可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电影 游戏和动漫等等 说不定这只怪物 就是某个人无聊的时候 自己幻想出来的 这谁能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尽管这只怪物 长得十分奇特 但战斗力却丝毫不弱 足足有着虎接上级的实力 与战斗的红衣女人 同样也是虎接上级 红衣女人身材高挑 大约有着一米八左右的高度 她的手中拿着一把长剑 看起来那长剑 应该是什么特殊的力量 这个女人的速度很快 辗转腾膜之间 身形飘逸动人 敏捷的身形 明显比灵甲怪物超出一筹 以至于红衣女人 可谓是占尽了上风 她手中的长剑特别非凡 每一次攻击 都能够在灵甲怪物的身上 留下来一道伤痕 短短时间里面灵甲怪物 就已经伤痕累累 看样子 距离死亡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便突然出现 灵甲怪物的身形 猛然剧烈颤抖起来 她好像是褪皮一般 从其血盆大口当中 钻出来一个浑身黑色的人形怪物 这个褪皮之后的人形怪物 实力竟然更加强大 赫然已经达到了 虎接巅峰的水平 强大的气势 从她的身上散发而出 以至于一下子 就压制了红衣女人 人形怪物一步踏出 速度迅捷犹如狂风 仅仅只是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红衣女人的面前 一拳轰在了她的胸膛上 哇 红衣女人口中吐出鲜血 整个人瞬间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街道对面的墙壁上 战斗场面瞬间掉转 刚才还站进上风的红衣女人 直接身受重伤 眼看着就要被人形怪物打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唐东果断出手 他随手一抓 一根冰毛 冰毛瞬间在她的手中凝聚成形 随后猛然投掷出去 So 冰毛速度快到了极致 那虎街巅峰的人形怪物 连闪躲都来不及 整个人就被冰毛 直接扎穿了身体 啊 人形怪物口中淒厉惨叫着 冰毛上散发 而出的强大寒气 比四周的暴风雪 还要恐怖无数倍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将人形怪物 冻结成了冰雕 来自雪狼王的能力 鬼街下级的寒气操控 鬼街与虎街的差距当真巨大 唐东随便一出手 便将人形怪物直接秒杀 后者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你没事吧 唐东面色警惕地走上前 目光落在红衣女人的身上 靠近之后 这才惊讶地发现 红衣女人竟然长得十分漂亮 绝美精致的容颜 距离李薇和冷月熙 也只差一线而已 嗨嗨 红衣女人捂着胸膛 从碎裂的墙壁中正拖出来 她半跪在地上 然后爬起来 谢谢你 我叫唐宇莲 谢谢你救了我 唐宇莲的声音十分好听悦耳 不知道是不是唐东的错觉 她感觉眼前的唐宇莲身上 仿佛有着某种特殊的吸引力 这个女人的长相十分漂亮 身材亦是特别的火辣 明明是暴风雪下的冰天雪地 但她的身上 仅仅只是穿了一件薄薄的红色长裙 那红色长裙十分单薄 露出脸藕般雪白的手臂与双腿 性胆火辣的身体 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风韵 此刻她或许是因为胸前的疼痛 而情不自禁的皱眉 不经意间散发的风情 让唐东有些怦然心动 心中忍不住想要上前 将其抱在怀中好好恋爱 不对 唐东猛然惊醒过来 她瞬间后退 整个人目光警惕到了极致 开什么玩笑 虽然她的确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没错 但还不至于急色到这样的程度 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女人 怎么会让她有这种想要占有的想法 唐东的动作被唐宇莲看在眼里 她绝美的脸上 生起一抹无奈的神情 抱歉 这是我觉醒能力的副作用 我的身上总是散发一种 对于男人来说 难以抗衡的诱惑力 这给我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故意对你使用这种能力的 这种能力我无法控制 唐宇莲语气十分温柔 话语中有着歉意与无奈 唐东眯着眼睛 如果唐宇莲的话是真的 那这种无法自主控制的能力 的确是相当大的麻烦 以自己诡计终极的实力 竟然都难以抵挡 唐宇莲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 可想而知 普通男人会如何 恐怕唐宇莲随便说一句话 那些男人 就会为之甘愿赴死了吧 这个女人很危险 唐东眼神里面的警惕之色 没有半点消退 她有些不想要和这个女人打交道了 唐宇莲的能力跟张妹一样 简直是男人克星 跟对方交谈 恐怕稍有不慎 就会着了对方的道 这种连说话 都要打起十二万分警惕的感觉 唐东非常不喜欢 她后退了几步 与唐宇莲拉开距离 一直到距离十米远的时候 这才感觉 那股影响自己的力量消失了 这个发现 让唐东松了一口气 看来唐宇莲的能力 影响范围并不大 仅仅只是十米的距离 并不算什么 自己只要与对方 保持距离说话就可以了 想到这里 唐东改变了注意 他目光落在唐宇莲的身上 然后开口道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原本是趁着夜晚 打算出来搜寻一些物资 现在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而且东西也快要吃完 我需要找到一些 可以使用的东西 唐宇莲开口道 语气里面 有着几分无奈的意思 唐东眯着眼睛 你居居地在什么地方 应该还有其他幸存者 跟你一起吧 没有 就只有我一个人 唐宇莲竟然摇了摇头 什么 李威面露焦急之色 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有没有看到 其他幸存者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我其实并不是这附近的人 因此 你们问我这些消息 我也是不清楚的 抱歉 你们在寻找什么人吗 或许我能够帮上一些忙 唐宇莲话语中 有着几分歉意 李威没有答应什么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唐东 等待着他的决定 唐东也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看着唐宇莲 从刚才唐宇莲的话语当中 他忽然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真的会有人大半夜 出来搜寻物资吗 现在距离幻想降临 已经过去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但凡不是个傻子 应该都明白 城市的夜晚比白天 更加危险吧 唐宇莲一身穿得这么单薄清凉 也不像是感觉到寒冷的样子 至于饥饿 以对方虎接上级的实力 难道白天的时候 一点食物都找不到 以至于需要大半夜的冒着风险 出来搜寻物资 不对 有问题 这个女人恐怕有什么秘密 唐东眯着眼睛 他已经开始思索起来 要不要继续与这个女人交谈下去 对方来历不明 大半夜出现在这里 这就已经相当可疑了 如果不是没从唐宇莲的身上 感受到什么奇怪的气息 他甚至都会以为 唐宇莲是怪物 但刚才近距离解除之下 他能感知到 唐宇莲就是人类 无论是呼吸 还是体温 还是心跳 都是正常的情况 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会自己寻找走失的同伴 既然你已经安全了 那我们就暂时分道扬镳吧 唐东如是开口道 唐宇莲太神秘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唐东不想继续 与对方接触什么 他朝着李威使了一个眼神 然后两人转身就打算离开 请等一下 嗨嗨 唐宇莲开口叫住了两人 或许是因为动作太大 以至于他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口 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抱歉 我受伤太严重了 现在行动都非常困难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暂时与你们走一段距离吗 你们今天晚上 也要在这附近过夜的对吧 大家都是人类 我也对你们 没有任何的威胁 不知道我能不能今天晚上 在你们的附近休闲 唐宇莲脸上 有着一丝恳求的神情 看着唐宇莲的表情 李威不禁有些同情 她道 首领 她的话好像有些道理 反正她现在受了重伤 也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威胁 如果把她留在这里的话 说不定她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 不如帮她一把吧 唐宇莲深深地看了一眼唐宇莲 她犹豫了片刻之后 最终点头 好吧 不过你不能距离 我们太近 至少要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 唐宇如是道 唐宇莲脸上有着感激的神情 谢谢你们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 三人随后走进 元圣公司的大楼里面 然后在中间楼层 找了一个房间暂时住下休息 这个房间刚好是一个休息室 里面不仅有着厕所 同时还有一张柔软的大床 将房门关上后 外面的风暴也不再可以吹袭进来 以至于休息室里面温暖了许多 李维脱掉了身上的外套 然后从背包当中拿出了一些食物 首领 吃点东西吧 李维道 唐宇轻点下巴 随后接过了李维递过来的肉干 放入口中 这肉干十分有嚼劲 显然不是普通的肉干 而是兽型怪物肉肉干 你睡床上休息吧 我首页 唐东道 李维有些不太好意思 谢谢首领 感谢之后 李维躺在了床上 然后闭上眼睛 很快进入梦乡 房间里的唐东 则是闭上眼睛 坐在沙发上 接下来 就是耐心地度过整个夜晚 房间内静悄悄一片 环境安静到了极致 似乎是寂静的 仿佛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都可以听到清清楚楚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小时 忽然 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 同时正在不断地靠近这个休息室 这声音虽然细微 但还是瞒不过唐东的耳朵 谁 他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道寒光 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 抱歉 是我 我 我想要上厕所 唐先生 你能帮我一下吗 外面传来了唐宇莲 有些尴尬的神情 上厕所 唐东眯起了眼睛 一抹冷意从他的双眼里面一闪而过 他现在越来越怀疑唐宇莲了 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唐宇莲一个女人 竟然找自己 这个男人帮他上厕所 为什么不找李渭 呵呵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唐东心中冷笑着 心中涌现出讥讽的神情 他起身打开了房门 只见一身红衣的唐宇莲正站在门口 他的脸上有着红韵一片 同时夹紧了双腿 脸上满是尴尬的神情 好演技啊 看着唐宇莲这样的神情 唐东心中都不由地赞叹一声 如果不是自己看出来不对劲 恐怕都要被唐宇莲欺骗过去了 这样绝顶的演技 如果去拍电影的话 一定可以大红大紫 走吧 我带你过去 唐东道 唐宇莲脸上尴尬之色更加浓郁 他精致的面颊上满是飞红 有些羞涩道 能不能背我过去 我的伤势太严重了 现在连走路都困难